一觉醒来,情义穿越到万族灵力,人族示威的高武乱世,成了一位没有武道天赋的底层百姓,罹患肝癌,寿命仅剩三个月。正当他绝望之时,他获得了个人属性面板,并激活,适应性细胞进化,天赋。只要不被秒杀,就可无限适应环境,无限进化。主动承受火焰灼烧,进化出火焰抗性,高温抗性。溺水憋气一个小时,进化出无氧耐性。 承受四段舞者气血,全身细胞坚韧性提高三级,力量、体质、气血全面暴增。练舞?这还练个屁。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变得更强。第一章,天崩开局?回去多吃点好的。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趁早去做吧。白镜的病房中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情义依靠在病床上,结果一生递来的病例单,意识恍惚。低眸望去,那病例单上赫然写着肝癌晚期四的大字。 你大概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少年憔悴狮神的模样,令医生不忍心再看下去。暗暗叹了口气后,他转身离去,只留情义一人哭坐在重症病房中。我这就要死了。情义放下病例单,腹部传来的剧痛让他浑身颤抖,下意识蜷缩起了身子。此刻的他,心中满是苦涩。 就在几天前,他还在和朋友吃着火锅唱着歌,却没想到一觉起来,竟穿越到了这个与前世极为相似的平行世界。 对于经常看网文的情义来说,穿越这件事并不难接受,刚确定自己穿越之时,他还兴奋了好一会儿。 然而,等他摸清楚自身的情况后,马上就兴奋不起来了。 根据原主提供的记忆可知,此界在百年前突然灵气复苏,有诸多洞天秘境现实,逐渐融入蓝星,导致蓝星的面积扩大了数十倍,大量动植物发生异变,化为凶兽。 除此之外,洞天秘境中还陆续有异族走出,见人就杀,似是以吞噬人类为目标,完全没有和谐共处的意思。 于是乎,蓝星人族与异族、凶兽之间爆发了战争,百年未息,时至今日仍在僵持当中。 人类的科技武器对于异族和凶兽是有杀伤力的,但是不多。 随着战事扩大,秘境中走出的异族愈发恐怖,某些存在甚至能以肉身硬抗战略及核弹,且毫发无损。 危机之下,人族科学家们果断转换思路,派遣冒险队潜入秘境,耗费数十年心血,终于研究出了几种异族的变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改良出了适合人类的修炼体系。 舞者,舞师,宗师,大宗师,山海静,风王静。 一代代人前仆后继的尝试与牺牲,以血泪开辟出了一条属于人族的高舞之路,让人族拥有了和秘境万族抗衡的希望。 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与情义无关。 也许是脸黑到了极致,这具与他同名同姓的身体,舞蹈资质不能说差,只能说压根没有,连修炼出无卡气血入门都做不到,更别说考上舞蹈大学。 再加上读书也读不明白,年仅十八岁,他就进场熬了三年,活生生熬出了肝癌。 无父无母,无车无房,仅剩的存款还全花在了治疗上。 这是什么天谴开绝? 遭醉啊,还不如不穿越。 腹部的阵痛暂时缓和,秦义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从病床上艰难爬起,准备办理出院手续,回家等死。 他已经没钱继续住院了。 折腾了一番后,越发虚弱的秦义可算在瘫倒之前回到了昏暗逼子的出租屋。 咳咳嗨。 平躺在木板床上,秦义猛烈咳嗽着,仿佛要咳出灵魂。 疯狂扩散的癌细胞正在摧毁他的身体,磨灭他的生机。 妈的,好不容易穿越了,结果什么都没体验,就要死。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穿越的机会,让我修炼出无敌肉身,别说癌症了,就连恒星都能一拳打爆的那种。 回忆起前世看过的网文小说,他不甘心地呢喃着。 就在这时,异便突生。 秦义眼中黑暗的天花板忽然闪烁了一下,紧接着,一片好似投影的光幕骤然显现。 性灵、秦义、冰死、种族、行星及人族。 力量、二、普通成年人类四项属性均值为伍。 体质、一、敏捷、二、精神、三、天赋、适应性细胞进化。 技能、五、战力评价。 不如楼下巷子里的野狗,跑两步都可能暴毙。 这是,数据化个人面板。 我的金手指到账吗? 秦义心头一喜,但很快又暗淡了下来。 从自己的四项属性来看,被癌症折磨许久的他果真是命不久矣, 象征着生命力与恢复力的体质只剩下一点了。 到了这种时候,觉醒金手指还有用吗? 秦义努力打起精神,注意力聚集在天赋那一栏上, 看着适应性细胞进化这一个名词陷入了沉思。 这个天赋是什么意思? 我的细胞可以适应环境变化,从而进行针对性的进化。 它强制着自己静下心来思考。 可病痛带来的阵痛再次传来,撕裂灵魂般的痛楚令他的五官扭曲成了一团, 脑海中一片混乱。 癌症对于人的折磨不仅仅在肉身上,就连精神也无法安逸。 秦义努力如今还能剩下三点的精神,绝对算是乐观开朗,心态极佳了。 上辈子996内卷受苦,这辈子病痛受苦,人生就不能快乐轻松一些吗? 四,我要是抖M就好了,现在这么痛的情况下,估计能爽到翻白眼吧。 汗水浸湿了床单,秦义咬紧牙关,从嗓子里挤出了几句吐槽。 但吐槽并不能让他感觉好受一些。 恐怖的疼痛下,他的意识慢慢沉沦,最后昏厥了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恍惚中,他察觉到来自身体的病痛似乎正在逐渐退去。 漆黑的世界里,两行白字浮现出,映入脑海。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癌症,进化出被动技能,细胞增值恢复,LV2。 你的神经细胞成功适应了七级痛苦,进化出被动技能,疼痛忍耐,LV3。 细胞适应性进化,原来是这个意思。 肉身传来的痛苦终于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就好像有无数肉牙在体内蠕动,相互交织。 勤易的意识回归身体,猛然睁开眼睛,从床上支起身子。 哼,哼。 他大口喘着粗气,胸腔剧烈起伏,心中生出一种大梦初醒之感。 我这是活下来了。 他低头观察着自己的身体,癌症带来的一切痛苦,好像都消失了。 整个人的状态,如同卸下了重担。 轻松万分。 心念一动,个人面板随之弹出,固定在眼前。 性命,情义,饥饿。 种族,行星及人族,2%。 力量,3。 体质,8。 敏捷,3。 精神,6。 天赋,适应性细胞进化。 技能,细胞增值恢复,LV2。 疼痛忍耐,LV3。 战力评价,拥有堪比二段舞者的肉身恢复能力,不怕疼痛。 但战力若击,乃是凶兽们上等的备用食材。 癌症真的被我适应了。 而且,依靠适应癌症和痛苦,我还进化出了两个被动技能。 情义注意到,自己姓名后面的词条,从冰死变成了饥饿。 看来这个词条应该是,显示它当前状态的。 另外,细胞进化出的两个被动技能,其中,细胞增值恢复应当大幅度提升了它的体质属性。 而疼痛忍耐,则是提升了精神属性。 至于力量与敏捷的提升,有可能同样是细胞增值恢复带来的,也有可能只是癌症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肉身开始朝着正常人的属性恢复。 好强的天赋! 个人面板上对它的评价虽然阴阳怪气,可它能在恢复力上与二段舞者进行比较。 这已经是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 总之,能活下来真好。 情义长出了一口气,摸了摸干瘪的肚子,一股极端的饥饿感涌上心间。 它体内储藏的能量大概都用在了恢复上。 此时的模样看起来油灯枯净,好似一具干湿。 快速翻身下床,它想要去厨房随便弄点吃的,填饱肚子。 但刚迈出几步,就停下了脚步。 我的细胞能逐渐适应癌症与病痛,并进化出对应的天赋。 那如果我忍着不吃不喝,癌饿癌渴,是否也能发挥天赋的效果? 想到这里,情义强行抑制住进食喝水的渴望,盘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咕噜咕噜,肚子里的饥饿感越来越重,干涸的嗓子几乎快要冒烟。 可对于经历过癌症折磨的情义来说,这些感觉算不得什么,可以忍受。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随着时间流逝,怪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饥饿和干渴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逐步降低,最终维持在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程度。 也就在这时,两行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白字再次浮现眼前。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低能量摄入,进化出被动技能,节能,LV1。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缺水状态,进化出被动技能,省流,LV1。 果然成功了。 第二章,狠狠的进化。 眼见实验成功,轻易决定再接再厉,继续挨饿。 他像是进入冬眠状态的动物一样趴在沙发上,身体的活跃性飞速下降,被动开启了节能省流模式。 在这种状态下,他对于食物和水源的需求降低了大半,普通人三天必须吃一顿,一天必须喝一次水。 但到了他这,这个时间被延长到了十天与五天。 不过,持续挨饿超过24个小时后,节能与省流并没有提升到LV2,反倒是大病出癒的身体亏空的厉害,四项基础属性开始一点点减少。 看来适应性进化是有极限的。 若是在细胞进化,成功前我就死了,那万事皆休。 我如今的身体状态不太对劲,不能再继续熬下去了。 秦逸见好就收,量呛着支撑起身体,从冰箱中取出仅剩的两支营养剂,吞浮入口。 由于所有的积蓄都花费在了医院里,如今的胎一瓶如洗,连正常的食物都买不起了,只能吃最便宜的营养剂。 这种黑色果冻状的营养剂味道类似塑料,口感黏腻,整体一言难尽。 好在各种营养成分充足,足够满足普通成年人一餐的需求了。 两根营养剂下去,虽然没有什么饱腹感,但秦逸明显感觉舒服了不少,身体恢复了活跃。 紧接着,她打开水龙头,也不管自来水是否干净,对准嘴巴就往里灌,直至喝饱为止。 呼,彻底活过来了。 感受着重归活力的肉身,秦逸有了种大难不死的庆幸。 前世有一句老话说得好,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 在这个灵气复苏的高五世界,富人要是得了癌症,有一万种来自秘境的灵丹妙药治疗。 而她这种没有舞蹈天赋,没有背景的底层垃圾,就只能默默等死。 死后尸体都没有人帮忙收敛。 还好,她变异了。 尽管不清楚突然出现的个人面板与天赋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秦逸知晓,自己有了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机会。 而且是好好活下去的机会。 短暂休息了一阵后,秦逸再度打开个人面板,放眼望去,各项属性又发生了变化。 力量与敏捷提升到了四点,体质没有变化,但精神力提升到了六点。 依据她获得个人面板时得到的简单信息,体质属性代表肉身强度以及恢复力, 力量代表劲道与气血,敏捷代表移动速度与神经反应速度。 动态势力,精神力则涉及到玄之右玄的灵魂, 也许发展起来后和前世仙侠小说中的神魂神念相似。 昨日通过不吃不喝得到的节能和省流两个被动,小幅提升了她的精神属性。 这样看来,哪怕我没有舞到天赋,也能通过不断进化,增强自己的肉身与精神。 无限变强,乃至于媲美那些赫赫有名的舞者。 换句话说,我还练个屁的舞,直接糟蹋自己身体就行。 只要不搞死自己,我就会变得更强。 环顾四周,秦义的目光落在了厨房的煤气灶上。 咔哒! 她打开煤气灶,一圈淡蓝色的火焰升腾而起,散着热气。 盯着火焰犹豫了一会,勤一一咬牙,闭上眼睛,还是伸出了手,将自己的肌肤裸露在火焰之上炙烤,如烤串一般来回挪动,翻面。 两三百度的高温下,白皙的肌肤刹那间变得通红,随即逐渐焦黑,厨房中弥漫起蛋白质变质的臭味。 这个过程的疼痛感大致等同于癌症病痛,在疼痛忍耐LV3的加持下被削弱了不少,基本可以忍住。 约莫考了八分钟,秦义的右手已然失去了知觉,整条手臂的表面附着一层灰烬,看起来风一吹就会飞散。 也就在此时,一股浓厚的生机从秦义体内迸发,汇聚于化为焦炭的右手之上,只见那一层灰烬如蛋壳般竹片破裂脱落,露出旗下崭新白嫩的皮肤。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火焰制烤,进化出被动技能,高温,火焰,抗性,LV1。 拥有高温抗性后,煤气灶产生的火焰对于秦义再无法造成伤害,用身体接触火焰,只会感觉暖洋洋得很舒服。 秦义特地把四肢都放火上试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进化所判定的细胞被视作整体,即使只有右手被高温烧伤,但得到的进化却是全身所有细胞一同继承。 好家伙,这样下去,未来的自己岂不是能进化出成千上万的被动,雾免磨免,打造出无敌肉身。 虽说这个过程和自残差不多,但仔细回顾先前被火烧的体验,秦义居然莫名地回味出一丝爽快。 我该不会觉醒出了什么奇怪的属性吧? 不对,应该是因为我知道痛苦过后一定会有收获和提升,再加上疼痛忍耐的增幅,所以反而不那么排斥痛苦了。 这就像是学习一样,很多人不喜欢学习,是因为努力学习并不是一定有收获的,且收获不一定足够令人满意。 假如有人告诉你,努力学习后,你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那么,努力学习的人数绝对会激增。 可惜高温抗性并不加属性。 瞥了眼个人面板,四项属性没有发生变化。 秦义没有气馁,这个世界上自我作践的方式有很多,玩火不过其中之一。 他转身走出厨房,来到卫生间,二话不说,将洗手池里蓄满水,随后扑通一声,把头钳了进去。 储存在肺部的氧气转瞬耗尽,他的脸旁胀的通红,肉体陷入缺氧状态。 主动溺水十分钟后,就在秦义两眼发黑,意识模糊之际,细胞适应性进化终于完成。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缺氧环境,进化出被动技能,无氧耐性,LVE。 哗啦! 秦义从水池中漠然钻出,大口呼吸着空气。 居然没有进化出水下呼吸。 难不成要我在水池里大口喝水尝试呼吸才行吗? 他望着个人面板,心头疑惑。 旋即他又尝试了一遍,一边溺水,一边张口尝试呼吸。 然而,他沉溺了一个多小时,直至头昏脑胀,也没有进化出水下呼吸,反而是无氧耐性提升到了LV2。 好吧,看来水下呼吸不是这么进化出来的。 无氧耐性LVE能让我避气一个小时,LV2则大概三个小时。 如此一来,倘若我把无氧耐性提升到LV99,那估计和水下呼吸也没差别了。 甚至更好,还能适应真空等其余无氧环境。 秦义满足地点了点头,准备继续尝试下一个项目。 可就在此刻,熟悉的饥饿感猛然爆发,在节能LVE的削弱下依旧强烈。 慢着。 难不成细胞进化需要耗费能量。 而这能量则是我通过进食获取的吗? 秦义愣了一下,旋即无奈地看向空荡荡的冰箱,脸色沉重。 他没钱买吃的了。 个人面板与进化天赋本就是不科学的东西。 他还以为可以为所欲为,随意进化呢? 没想到如此的科学。 目光流转间,他忽然望向自家客厅里破旧的二手真皮沙发,陷入了沉思。 他忽然有了个大胆的念头。 第三章。 你管这叫锻炼身体。 城郊,白山公寓,321号房间。 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入屋内,将原本昏暗的环境变得明亮了三分。 嘎吱,嘎吱。 残破到好似被狗啃了的真皮沙发上,轻易贪作其中,面无表情,大口嚼动着什么,嘴角满是溢出的鲜血。 好像也不是很痛,就是咬不动。 他强忍着不适感吞下口中的异物,而后吐出一颗断裂的门牙。 无视未卜传来的脚痛,他张开牙齿近乎掉完的嘴巴,一口咬在真皮沙发上,再度撕扯下一块瘦皮,放在嘴中吞咽。 没错,这不堪入目的沙发并不是被狗啃了,而是被他啃了。 既然得到了如此强大的天赋,自然就得好好利用上。 秦毅现在买不起吃的,只好另寻他法,培养自己吃别的东西充饥。 家中的真皮沙发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一个年轻的男人独坐在家徒四壁的房间里,一边走神,一边吃沙发,一边吐血。 这画面看起来着实有些荒诞诡异。 但对于秦毅来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 在经历过癌症的生死边缘后,他发誓自己这辈子不能再出现此般无力等死的情况。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高五世界,想要好好活下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变强,不顾一切的变强。 不对自己狠一点,将来的生活就会对你更狠。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硬物,你进化被动技能,嘴硬,LVE。 你的消化器官成功适应了异物,你进化出被动技能,铁胃,LVE。 三次未出血,牙齿全部崩断后,适应性进化可算成功了。 嘴硬增强了秦毅的咬合力以及牙齿硬度。 铁胃确保了秦毅能消化诸多常人无法消化的奇怪东西,获取能量。 接下来,真皮沙发就能当食物了,估计够吃两天。 有了这几个技能,秦毅感觉自己都可以去荒野求生了。 这几个技巧,也能比前世的得野,备野活得舒服。 食物问题暂时解决,下一步该继续开发细胞进化了。 他站起身,把窗帘拉开,感受着迎面扑洒而来的阳光,舒服得伸了个懒腰。 话说要是能和植物一样,进化出光合作用就好了,以后再也不用考虑能量问题, 狗在家里默默发育到无敌就行。 可惜了,适应性进化并不是可控的。 受限于能量的获取,秦毅必须规划好未来的进化优先级, 像是节能省流之类的被动,优先级就可以放低一些。 要先以战力和实用性技能为主,提高实力,好处去获取食物。 叮铃铃。 突然,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秦毅的思考。 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发现是号码的备注为债主。 债主? 这具身体的援主为了治病,似乎借了一笔二十万的高利带来着。 按照那份合同的利率,两个月过去,我大概得还五十万。 熟悉的备注唤起了秦毅脑海深处的记忆,他神色微正,接通了电话。 出乎他意料的是,电话那头并没有传来粗鲁的讨债声,反倒是有些文弱。 秦先生您好,根据我们公司的考察,您目前的情况已经失去了还债能力。 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在近期来到您的处所,与您商谈另外的还款方式。 还请您保持清醒,待在家中,不要提前死了。 嘟,嘟。 没有给秦毅开口说话的机会,在传达了类似命令的客气话语后,通话应声挂断。 这个高利带公司似乎根本不怕秦毅逃债,他们掌握着秦毅的详细情况,知晓秦毅得了癌症,命不久矣。 只是不清楚,电话里所说的另外还款方式是指什么? 就自己这一穷二白的样子,怎么样都不可能还上五十万吧? 挠了挠头,秦毅决定留在家中等着看看。 这笔钱,该还还是要想办法还上,哪怕是高利贷,就当了却钱身的因果吧。 不管未来咋样,新变墙总归是不会错的。 打开窗户,秦毅俯身望下地面,心中突然有了灵感。 三楼,十米,从网络调查的资料来看,只要不是投落地,很难报比。 何况,自己还有八点体质,远高于普通人。 与此同时,白山公寓一楼,102房间。 哎,今天要提早去公司。 五点钟的铃声按时响起,秀发散乱。 睡眼惺忪的少女从床铺上爬起,眯着眼,梦牛般洗漱了一番。 随后穿上职场女性的经典正装,走向公寓大门。 这处位于城郊的公寓价格便宜,公共交通还算完善,是许多普通打工人的好住处。 王岳玲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比起悲惨的底层打工人,他的武道天赋还算不错。 在存几年前,积蓄大概就够买上几个一阶的灵草丹药,正式入门,成为一段舞者。 成为舞者后,即使是最弱的一段舞者,社会地位与工作岗位也不是普通人可以比拟的。 以武为尊的社会便是这般现实。 过道上寂静无比,纵然打工人也极少有五点钟出门上班的。 来到公寓的大门口,他望着绿草如荫的外界,深吸了一口气,暗暗鼓励自己打起精神。 舞道天才认真习武,底层打工人努力打工,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说完,他向前迈开脚步,正要往前踏出一步,却看见一道黑影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了身前不远处的水泥地上。 砰! 刹时间,鲜血飞溅而出,沾染在王岳玲的脸上。 他脸色一致,脚步顿时僵硬在了原地。 宁眸望去,一个熟悉的身影趴在地面上,血肉模糊,骨骼碎裂,好似一滩血红色的肉泥。 王岳玲的瞳孔骤然紧缩,直接吓傻了。 这个男人,他是认识的。 清秀的脸庞,立体端正的五官,即使燃血破损,也难以遮掩的俊气。 这不是,住在三楼的秦义吗? 他怎么掉下来了?我还没睡醒吗? 愣了几分钟后,王岳玲看着仿佛死尸的秦义,手忙脚乱,慌忙取出手机,想要呼喊救护车。 秦,秦义你撑住,我马上叫救护车来,你可别死啊。 作为一个普通人,看见这恐怖的一幕,王岳玲手都在抖。 而接下来一句从地面上传来的微弱声响,更是吓得他手机都没拿稳,掉到了地上。 别喊救护车了,我没事,问题不大。 王岳玲面露惊恐,四处张望,却不见周围有人。 目前,似乎只有他和地上的秦义两个人在这。 尸,尸体在说话?你都摔成这个样子了?还说问题不大。 在他愕然的注视下,秦义扁平的躯体忽然开始蠕动,膨胀。 碎裂的骨骼和器官开始恢复,短短十分钟功夫,他的伤势便好转了大半。 说实话,十米而已,通过自身的恢复力,加上细胞适应性净化,区区致命伤,不算什么。 拍了拍沾染了血字和尘土的衣服,轻易看着惶恐的王岳玲,不好意思地善笑道。 我真没事,不用大惊小怪,我在锻炼身体而已。 抱歉吓到你了,你没受伤吗? 他真切地关心道。 本来他看早上五点没什么人,跳下来不会影响到别人,这才进行尝试,却没想到王岳玲提前上班了。 还好他在跳的时候特意用力了一点。 落点离主干道有两三米距离,没砸到人。 你管这叫锻炼身体。 此刻,王岳玲已经没法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大早上地看见熟人在自己面前从天上掉落,一副惨烈到死透的样子,却又像没事人一样复活,还问自己有没有受伤。 玩自由落体的人难不成是我吗? 果然,我还没睡醒。 第四章 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来。 多次解释自己没有大爱,并当着王岳玲的面活蹦乱跳了一会后,王岳玲总算放下心来, 顶着满头问号去上班了。 秦义目送他远去,眸子里闪过一抹惊喜。 十米自由落体果然有用,进化又成功了。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强烈冲击力,你进化出被动技能抗震LV1。 你的骨骼成功适应了粉碎性重击,你进化出被动技能铁骨LV1。 检测到同类被动天赋,以自动融合技能抗震,铁骨。 你获取被动技能铜皮铁骨LV1。 同类型被动,还可以融合。 这算是意外之喜了。 秦义右手握拳,尝试性朝自己腹部打了一拳, 旋即发现,拳头像是打在了金属硬物上一样,隐隐作痛。 而腹部却完好无损,和脑痒痒无异。 防御力提升了好多。 他朝着自己的出租屋走去,一边走,一边打开了个人面板。 姓名,秦义。 种族,行星及人族,3%。 力量,4。 体质,10。 敏捷,4。 精神,6。 天赋,适应性细胞进化。 技能,细胞增值恢复,LV2。 疼痛忍耐,LV3。 铜皮铁骨,LV1。 战力评价,皮糙弱厚。 一段舞者全力出手,也打不死你。 不怕疼,恢复力强。 我愿称你为打不死的人形蟑螂。 力量和敏捷还没恢复到普通人水准。 但体质已经差不多有二段舞者的水平了。 情义微微汗手,目光落在自己的种族那一栏上。 这行星级人族括号里所写的数字,似乎是进化程度,原本没显示,后面变成了2%,现在又成了3%。 等百分百之后,自己会进化为更强的人族吗? 他不得而知,现在不清楚的东西太多了。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回到破旧的出租屋,情义又啃了两口真皮沙发充饥,思索着接下来如何进化。 他从床头柜上取过手机,想着查一查,还有什么变强,做死。 方法,却忽然注意到有人早早给自己发了一条短信。 发信人,陈轩。 看见这个名字,情义心绪一荡,有了点莫名的波动。 这位陈轩是他最好的兄弟,两人都是孤儿,一起在渔航孤儿院长大,互相帮衬,患难与共。 在得知情义患癌后,陈轩拼命借钱,为他背了十几万的债。 陈轩,义哥你别着急,千万别放弃,我已经成为入门舞者了。 一定会找到救你的办法的。 看见这两条短信,情义心中沉重,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他虽是穿越者,但也获取了原生的一切记忆,承担了原生的因果,能够做到与原生一般感同身受。 他知道,陈轩的舞蹈天赋比自己好很多,至少成为正式舞者没问题。 但为了借钱给他治病,荒废了大好光阴。 叹了口气,情义赶忙打字回复道,我的病已经有了解决办法,你安心修炼便是,不用管我。 发送信息后,他等了几分钟,却没等到陈轩的回信,可能在忙着修炼。 情义挠了挠头,觉得自己应该先找到一个赚钱的办法,把自己和陈轩的借债还清,顺便保证食物的充足。 毕竟适应性进化,也需要进食补充能量才能进行。 我的天赋特性,怎么样赚钱最快呢? 情义陷入了沉思。 想着想着,屋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这个时间段,谁会来找我?情义眉头一皱,环境脏乱,气味闷臭。 吴志明一脸嫌弃地站在幕门前,边等待屋主开门,边对身旁的人抱怨道,这么烂的活,怎么就选中我了呢? 我好歹也是个二段舞者,区区一个病重的普通人,至于喊上我吗? 吴志明身侧,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提着手提箱,没有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一神会的规矩便是如此,谨慎起见,即使是找普通人催债,也必须有舞者带队。 没错,他们两人是来催债的。 先前在电话里,一神会的人已经通知过秦义了,让他做好准备,迎接催债员。 嘎吱,幕门缓缓打开,秦义从中走出,刚看见吴志明与那年轻医生,还没开口说话。 吴志明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居高临下地屁腻着秦义,轻笑道,我俩是催债的。 你欠了我们一神会五十万没还,今天该还钱了。 当然,我们知道你没钱,所以,你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还债。 说着,吴志明使了个眼色。 年轻医生当即会议,打开手提箱,一阵寒气倾泻而出,三把手术刀明晃晃地陈列齐上。 你的癌细胞还没扩散到肾脏,两颗肾,五十万,算是公道了。 年轻医生戴上塑胶手套,根本不在意秦义是否同意。 拿起手术刀,走入屋内,折指秦义的床,在这手术吧,干净。 秦义没有说话,若有所思地盯着医生以及他手上的手术刀。 吴志明看他这样子,以为他吓傻了,嬉笑道,别愣着了,舞者的时间很宝贵,进去手术吧。 你该不会想着逃跑吧? 吴志明两眼一眯,目光透着危险,像是一头看见猎物的豹子。 他作为二段舞者,运有二十卡气血,全力三百公斤,一拳下去,骨头都能打碎,普通人根本无法反抗。 另外,他的奔跑速度达到了十二ms,超越普通人的极限,秦义玩命跑也不可能跑得掉。 但出乎他预料的是,眼前这位病重的青年摇了摇头,静止走到年轻医生旁边,从他的手提箱中取出了一把手术刀。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以为拿一把刀就能打过吧? 吴志明被秦义的举动逗乐了。 可下一秒,他的神色骤然一变,笑容僵在了脸上。 在两人的注视下,秦义并没有持刀反抗,而是用力一刀捅进了自己的腰部,活生生切开了一个小口。 鲜血喷溅而出,留了一地。 这么一刀下去,秦义居然面不改色,淡默地放下手术刀,举起右手,沿着洞口插入自己体内,开始不断摸索起来。 不多时,秦义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刺拉一声,把一颗新鲜的肾脏拔了出来,递给面前目瞪口袋的医生。 年轻医生,别愣着呀,趁着还新鲜,赶快存起来。 秦义微笑着提醒道,说完,他看向站在门口的吴志明,一脸歉意地解释道。 两位是债主,哪里能让你们工作?摘器官这种小事,我自己来就行了。 你们稍微等等,第二个肾,马上就来了。 谈笑间,秦义再次于腰间切开一个破口,伸手探入,摘出第二颗肾脏。 这肾脏心仙道上面的血管还在跳动。 两肾摘除完毕,他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 不好意思地朝年轻医生问道,两颗肾五十万,你们还要吗? 放心,我这还有,货很足。 第五章,暗流涌动。 沉默,死一般的沉默。 吴志明和年轻医生加入医生会这么多年,讨过这么多次债, 本以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见怪不怪。 但这一次,他们还是被惊呆了。 这泥马,也太狠了吧。 到底是什么狠人,才能当着别人的面,捅自己两刀,活生生掏出自己的肾脏脉掉。 还不限量。 身为舞者,吴志明清楚地知道,脏气重生,这至少是低阶武师才能做到的事情。 资料有误,眼前的少年半猪吃虎,看似是个病重的普通人,实际上有武士境界。 吴志明急忙收敛了杀气,在武师面前,他这个二段舞者屁都不是。 他斟酌了一回用具,露出讨好的笑脸,小心翼翼道,不知您是什么意思。 突破五折九段,才能成为低阶武师。 一位武师在地级市,就是绝对尊贵的存在,纵然于行执政关键了,也得摆笑脸。 武师虽有器官重生的能力,但却从未见过有武师真拿自己的器官来卖的。 眼前这位,不会是在拿他们开玩笑吧。 王志明胆战心惊,暗骂自己倒霉,随便一次任务,还能遇到武师。 我没什么意思,秦义玩弄着手术刀,一脸认真,我真的缺钱了,想长期向你们卖器官。 你放心,除了心脏和脑子,我这什么器官都能提供。 三言两语间,年轻医生注意到,秦义腰间的两道伤口已悄然愈合,连个刀疤都没留下。 这种恢复能力,绝对是武师没跑了。 吴志明和年轻医生头皮发麻,瞥了眼秦义满是血迹的破烂外衣,二话不说,笑着硬下了此事。 好说好说哦,和您长期合作,这是好事啊。 话音刚落。 当着他俩的面,秦义又摘出了几个健康的器官,卖给了他们,现场完成转账,轻轻松松收获了一百万。 因为体内的能量都用在了净化上,秦义肚子很快就饿了,于是随手拔下一块真皮沙发,放进嘴里咀嚼,一副吃得美滋滋的样子。 吴志明看他的眼神都不对劲了。 什么怪物啊,这是啊。 交易完成,他和年轻医生片刻不敢停留,马不停蹄地跑走了。 看着他俩匆忙离去的背影,秦义不禁感叹,真是两位血中送炭的好人。 卖自己的器官既能赚钱,又能进化,简直完美贴合我的情况。 秦义打开个人面板,刚刚活涛器官的举动,又让他进化出了两个被动技能。 分别为灶穴LV1和器官重生LV1。 这两个技能与细胞增值恢复LV2发生了融合,变为肉身恢复力LV1。 这催债的人明显也是个舞者,但在我展示器官重生后,突然变得这么恭敬,事物以为我是什么高级舞者了。 秦义不是傻子,自然察觉到了吴志明的态度变化。 他作为一个没有习武天赋的普通人,一直以来缺少对舞蹈的详细了解,如今得找个机会去学习一下了。 未来碰到的舞者只会越来越多。 去厕所洗净血字,换一套干净的衣服,秦义准备出门一趟购买物资。 身上有了一百万存款,干啥都有底气了。 与此同时,慌忙逃离白山公寓的吴志明与年轻医生,见秦义没有追杀过来,可算松了口气。 他们走进一家名为吴生的酒吧,来到把台,抢过一杯酒,一饮而尽。 怎么这么生气啊? 催债没成功,那个秦义提前死了。 在他面前,一位穿着白衬衫的酒保,结果年轻医生递来的手提箱,笑若春风。 催债? 吴志明美好气地吐了口唾沫。 纷纷道,你做的什么破调查,连对方是武师都没调查出来,差点害我们俩送死。 酒保愣了一瞬,精一不定道,武师? 你说那秦义是武师? 吴志明又喝了一杯酒,点头道,可不是吗? 他能器官重生。 他大致讲述了一番此行的所见所闻,听得酒保愈发惊愕,忍不住出声打断道,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亲自调查过秦义的资料,从出生到患癌,没有一点问题,他就是个普通人。 吧台安静了片刻,酒保放下手中的调酒杯,眉头紧锁。 若是你没说谎,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这人,最近一个月定是得到了什么奇遇,突然成了武师。 吴志明一经,一个月从普通人变成武师,那至少也得是C级灵悟或者二阶灵直吧。 麻雀变凤凰的事情,在灵气复苏后并不是没有出现过。 许多秘境中的灵悟都有这种功效,珍贵无比。 像是一个C级灵悟,价格至少千万打底,还是有价无市。 二阶灵直,要是能留下种子,价格可能更高。 吴志明的脸上闪过抑制不住的贪念,但很快,他就泄了气。 C级灵悟的争夺,不是他一个二段舞者能参与的。 这事你做得很好,先稳住情谊那边,不要把事情说出去。 酒保舔了舔嘴唇,我会上报给组织高层,找人来处理。 到时候,如果有所收获,不会亏待你的。 一神会扎根江南行省已有四五十年之久,包括渔航市在内,各大市区都有成员驻扎,势力庞大,根系错综复杂。 下至高利贷,上至放火杀人,他们一神会都做,而且做得很大。 区区一个靠运气跨入五道的少年,还不至于放在眼里。 简简单单几句话,他们就定下了秦义的未来。 怀必其罪啊,四一级灵雾,不是连五道资质都没有的废物可以拥有的。 酒保摇晃着吊酒器,当其中的酒液混合完毕时,停下了首饰,用力打开盖子。 啪,新红的酒水倒满了红酒杯,这一杯叫做欲望。 第六章 灵果 白云漂浮,急缕暖阳扑洒大地,宽广的道路上,偶有行人路过,并不拥挤。 秦义住在渔航市的东郊, 这里环境很不错,人也不多,属于是穷人的上上之选。 当前是早上九点半,经过与医生会的器官交易,他得到了百万巨款,足够买上一批物资,慢慢发育了。 走到一条街的街头,转角便是一家超市,与百年前不同,灵气复苏后的超市不仅卖普通食物,还有一些不入街的灵果售卖,供普通人过口饮。 这些连一街都算不上的灵质极为特殊,许多品种都对人体有所疲异。 人类联盟曾花费数十年进行研究,终于总结出了一千多种常见的,可食用的普通灵质。 比如说,今日的超市门口,就摆出了一个广告牌,标注,紫竹果,血果,特价出售,一颗要一千元。 真是抢钱啊,这种不入流的灵果,在秘境最外围随处可见,一踩就是几千克,拿回城市转手一卖,比炒房还赚钱。 因为陈轩习武的缘故,秦义对于某些舞蹈常识略懂一二,曾经穷的时候,也幻想过去秘境碰碰运气,摘果子卖。 可惜,终究是怕死,没有进去。 距离渔航最近的秘境乃是玄天秘境,被镇陵局认定为地级秘境,至少一段舞者才可入内,核心区域至少低阶舞师才能涉及, 普通人进去,绝对是九死一生。 人类联盟将秘境划分为八个等级,最低一级,最高S级。 而S级秘境之上,还有洞天,据说一个洞天堪比一方世界,其中囊括有至少三个S级秘境,广阔无垠,凶险万分。 十多年前,华夏赫赫有名的陈峰大宗师曾与西方圣子约翰逊组队进入南海洞天,至今没有回来,生死未卜。 换作以前,这些果子我估计买一颗都心疼吧。 情义叹了口气,快步走路超市。 哺乳流的灵果也是灵果,普通人长期服用之下,能增强体质,提高五道潜能。 只是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可能有钱去长期服用。 一般来说,哺乳流的灵果都是土豪们的零食。 他静止走向超市的收银台,发现收银员居然是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脸上皱纹堆积,连眼睛都被挤成一条缝了。 老爷子,我买一颗紫竹果,加一颗雪果。 情义亮出手机付款码,前一世外加这一世,他从未这腰油抵气过。 老爷子待了一会,玄机木讷点头,从后方的柜台取出两颗圆润饱满的果子,一颗白一颗紫,正是情义需要的。 痛快付钱后,他没有走开,直接当着老爷子的面,把两颗灵果吃了得干净,连盒都没涂。 紫竹果的味道极酸,口感软糯,像是柿子,吃下去身体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服。 而雪果则恰好相反,味淡如水,入口冰凉,吞下去的时候,感觉全身经脉都被冻了一下。 呼! 秦毅下意识搓了搓手,吐出一口寒气。 前台那老爷子看见这一幕,慢悠悠地提醒道,雪果和紫竹果,普通人不能多吃,一天最多三颗,再多的话,经脉和脏气承受不住,会有危险。 嗯?会有危险? 秦毅听见这四个字,眼睛当场就亮了起来,急忙追问道,老爷子,你说的会有危险,到底有多危险? 有适应性进化的情谊不怕危险,他只怕危险不够。 老爷子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他在超市里卖了这么久的灵果,还没见过有人问这种问题的。 正想着该如何回答,一旁突然走来一位年轻人,率先开口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次吃灵果吗?这都不知道。 普通人一天吃五颗紫竹果,很可能灼烧心肺,落下病根,吃十颗以上,大补过头,会出血昏厥,有性命之忧。 至于血果,药性更重,普通人吃五颗,心脏就可能因为含义入体而停止跳动。 戴着鸭舌帽的年轻人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秦毅,眼眸中是不加遮掩的鄙夷。 这种第一次吃灵果的土包子,若是不多加提醒,很多甚至会吃死自己。 秦毅回眸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他, 继续对老爷子说道,再丢我血果和紫竹果各五个。 老爷子照做,收完钱,打包递过去十颗果子。 他本以为秦毅是想带着果子回家慢慢吃, 却不料秦毅当场剥开果皮,一口气连吃了五颗紫竹果,拦都拦不住。 一旁观望秦毅的年轻人顿时愕然,惊呼道,你不要命了呀。 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少年,明显不是舞者,一口气吃这么多灵果,不死也得进急救室。 秦毅依旧懒得理他,五颗紫竹果入肚,算上先前那一颗,一共六颗,药效很是惊人。 原本的涓涓暖流汇聚成了滚滚热浪,请客间席卷全身,只一秒就让秦毅大喊淋漓。 恐怖的热量正在摧毁他的经脉,朝着心脏翻涌,让他感觉全身在燃烧。 他的口鼻不断流出鲜血,吓得老爷子和年轻人火速拿出手机,就要拨打救护车。 别,不用找救护车,我没什么事,只是有点热霸了。 秦毅擦去脸上的血迹,顺便把外套脱下,一边流着血,一边笑着摇头,模样极其惊悚。 不是,你都这样了,还说没事。 他李无峰虽然看不起秦毅,但也没想眼睁睁目睹秦毅死。 于是,李无峰决定继续打救援电话。 电话很快被接通,李无峰简单描述了一下当前的情况, 以及他们所处的位置,救护车那边立刻开启了行动,朝于航东交超时赶来。 患者现在是什么状态,昏厥休克了吗? 救援途中,联络没有中断,电话那头的医生需要问清状况。 李无峰急忙看向秦毅,如实陈述道,他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宛若心。 眼前生龙火虎的秦毅,直接给李无峰看傻了。 我在做梦吗?一分钟前,这人不还是一副要死的样子吗? 哈?精神饱满。请您不要开玩笑,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患者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喂?您还在吗? 耳畔不断传来一声焦急的呼喊,但李无峰却没空去里了。 因为,秦毅没有停下,他从脚下自己流出的血泊中走出, 亮出付款马,对老爷子笑道,老爷子,味道不错,再来一百颗紫竹果吧。 李无峰?老爷子? 第七章,打赌。 你该不会告诉我,你要当场吃掉这一百颗灵果吧? 李无峰难以置信。 他来自于行李家,一个低调但庞大的武道家族,身份显赫,修炼有成。 李家人的修行偏重于对眼睛的淬炼, 他们老祖编转的破须之铜,乃是B级功法, 一方宗师都能拿来当传家宝了。 此刻,李无峰的气血上冲至眼部,一对眸子犯着奇异的幽光, 他盯着秦义,能确定此人体内的气血连五卡都不到。 五卡气血是普通人成为入门舞者的标志, 若是五卡气血都没有,那就是绝对的普通人。 你的身体素质比凡人强悍不少,或许有些天赋, 但不是舞者,终归不可能吃超过十颗紫竹果, 否则必死无疑。 李无峰自认看穿了秦义的虚实, 他觉得秦义在硬撑着逞强, 只是为了打他的脸,拿自己生命去赌。 没必要一起用事,死在这里, 还要浪费别人的时间给你收尸。 秦义瞥了他一眼,淡淡回道, 放心好了,我不会当场吃掉一百个紫竹果的。 此言一出,超市收银的老爷子和李无峰都松了口气, 可这口气松到一半,又被秦义的下一句话噎住了。 我就吃五十个,剩下五十个还要带回去给朋友。 他若无其事地取出一颗紫竹果,三口吞下, 留五十颗铃果给陈轩,这是他的想法。 他大口吃着铃果,还像没事人一样跟李无峰聊着天。 你说普通人吃不了十个紫竹果,我不信, 实践出真理,今天我就吃给你看。 李无峰被他气笑了,冷冷出声道, 哼,你要寻死,我也不好拦着。 秦义吞下第八颗铃果,要是我真吃完了怎么办? 我跪下叫你店,以后你在这买的所有铃果,报我账上。 说完,他双手抱胸,默然站在一边,坐等秦义出世。 他用破须之铜,反复确认过了,眼前的男人不可能是舞者。 此番话后,约定已成,一旁的老爷子神色复杂, 想出来阻止,但看着不断吞下铃果的秦义, 密起的眼缝中闪过惊疑之色。 第九颗,第十颗,第十一颗。 随着一颗颗紫竹果被秦义吞下, 他白皙的皮肤像是被点燃了一般, 腥红如血,一根根血管球起, 头顶不断冒出白烟。 逐渐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胶味, 好似牛肉炒糊了。 秦义仿佛随时都要扛不住了, 可却总没有倒下, 甚至在吃下第三十五颗紫竹果后, 他胀红的体表回退了一些颜色, 体内的情况也开始好转。 在外人看来,这是堪称奇迹的一幕。 灵气复苏一百多年来, 从未有普通人吃下这么多灵果, 还毫发无损的。 在角落里默默观看的李无峰, 表情随着秦义吃下灵果的数量, 而不停发生变化。 从起初的淡漠到中间的沉漠, 最后瞠目结舌, 满脸的不可思议。 终于,在第48颗紫竹果下毒后, 秦义脑海中响起熟悉的系统之音。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 无阶火属性灵果的大量滋补, 进化出天赋技能, 进化出被动技能坚韧不拔LVE。 适应性进化成功了。 不仅成功了, 而且带来的技能还格外特殊。 秦义注意到, 这次吃灵果最先获取的技能是天赋技能, 而非被动技能。 似乎天赋技能的品阶, 天生大于被动技能。 也许是因为接触了灵气, 五道相关的东西, 所以进化出来的技能品质也更高。 秦义心中欢喜, 做出了猜测。 LVE的坚韧不拔为他提升了一点体质, 并且让他的器官和经脉变得更加抗�揍, 生存能力再度增强。 而天赋技能, 灵气清合LVE则更是变态。 他本来是个完全没有五道资质的凡人, 修炼时难以感知到灵气的存在, 更无法主动牵引灵气入体, 只能靠被动, 偶然地吸入灵气来磨练气旋。 但拥有了一级灵气清合后, 秦义惊喜地发现, 自己能感知到空气中飘荡着一道道气旋, 且能勉强牵引气旋入体。 这些气旋就是灵气。 细胞适应性进化, 连五道天赋都能进化出来, 太逆天了。 一级的灵气清合便有如此效果, 那十级呢? 一百级呢? 秦义感觉, 如果进化出一百级的灵气清合, 怕不是不用它去主动牵引灵气, 灵气都会自行涌入它的体内, 主动帮它修炼。 事实上, 秦义所幻想的这种情况, 万族的历史上曾出现过。 传说中千年一出的五神体, 就能做到这个地步。 可秦义, 能从繁体一步步蜕变, 后天人工制造出五神体。 它最后甚至可以超越五神体, 达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灵果的用处太大了, 回去后, 我得看看能不能买更高级的灵果吃吃看。 秦义在心中默默记下此事。 十五分钟不到, 五十颗紫竹果被它吃得干干净净。 它打了个宝格, 转头看向如遭雷击的李无峰, 眉头一挑。 怎么说儿子, 何时认爹? 李无峰被这一句话拉回了现实, 打量着完好如初, 乃至于状态变得更好的秦义, 差点气到吐血。 这是什么妖念? 没入门舞蹈, 就能乱吃灵果。 受制于脸面和尊严, 李无峰不想失信, 但也不想跪下, 一时间脸色铁青, 咬牙道, 我拿一颗一阶灵果作为代价, 先前说过的话, 就当我没说, 行不? 你的身体天赋很强, 在入门舞蹈后, 吃下一颗一阶灵果, 得到的好处无与伦比。 秦义没有马上答应李无峰, 他看着对方眼眸中的鄙夷完全消失, 调笑道, 我看你出身不凡, 估计是哪个大家族的少爷? 难不成, 你作为大族少爷, 下跪任爹这种丑事, 只是一颗一阶灵果。 秦义的言外之意很简单, 放过你可以, 但得加钱。 李无峰的气血有点上头, 但他偷偷看了眼秦义身后的老爷子, 还是忍住了, 没有爆发出来。 三颗一阶灵果, 你不要, 那我跪就跪了。 你在超市这等我吧。 李无峰自认倒霉, 留下这句话后, 头也不回地溜了。 不过, 他才刚走出超市, 就听见一阵鸣笛声响起, 有一辆救护车飞速赶来, 停在超市前。 车上匆匆忙忙下来了几个医生和护士, 见李无峰从超市中走出, 纷纷围绕过去, 问起了具体情况。 一通解释后, 当医生和护士们, 见到健康无比的情义时, 眉头紧锁, 对李无峰严厉批评道, 下次别乱爆救护车, 这可是救命的东西。 你在浪费救命资源, 你知道吗? 瞧这力壮如牛的小伙子, 像是吃多了灵果的样子吗? 李无峰脸一黑, 郁闷到说不出话来。 妈的, 谁能相信, 秦义吃下50颗灵果, 还一点事没有? 我找谁说理去? 第八章。 用力点, 没吃饭吗? 随着李无峰和医务人员陆续离去, 一场闹剧就此结束。 超市里, 只剩下了秦义与收银老爷子两人。 一百颗紫竹果花掉了秦义十万元, 但这不算什么, 反正到时候再转卖几个器官, 就能赚回来。 于是乎, 秦义又买了一百颗血果。 老爷子, 超市里还有其他灵果卖吗? 结果沉甸甸的果香, 秦义仍不满足, 想要把钱花丸为止。 可惜, 老爷子摇了摇头, 表示, 这一周只有这两种灵果。 超市里卖什么灵果, 主要看从秘境出来的舞者摘到了什么。 我们也是从舞者那进货的。 你还想要别的灵果, 可以下周再来看看。 东郊超市的灵果都是由李家供货, 或许你可以去渔航其他区域看看。 李家? 秦义若有所思, 接着问道, 刚刚那青年就是李家人吧? 那位戴着鸭舌帽的青年看起来非富极贵, 独自出现在郊区的超市, 非常奇怪。 但若他是李家人, 来到与自家合作的超市送货或是视察, 这就很合理了。 听见秦义的问题, 老者面露欣赏, 笑着点了点头, 你很聪明, 他叫李无峰, 是李家这一代的领军人物, 刚满十八岁, 便突破到武师境界, 前途不可限量。 秦义心头一惊, 他倒不是被年轻人的身份吓到了, 而是惊讶于老爷子知道这么多事。 他仔细打量了一番老者, 猜测这老人的身份大概也有特殊之处。 怪不得李无峰没有仗着实力欺压我, 很可能是顾及老人, 他在老人面前丢了脸面。 秦义感觉自己猜到了真相, 他没有多言, 对着老爷子拱手行了一礼, 诚心道谢。 老者脸上的欣赏之意愈发浓厚, 主动介绍道, 我姓王, 你叫我王老头就行, 以后若是在习武上遇到了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来问我。 谢谢王老。 秦义又行了一礼, 随后恢复宠辱不惊的模样, 扛着果香离开了超市。 王老头默默目送着秦义的背影, 消失在视野之中, 低声呢喃道, 聪慧过人, 心性极佳, 资质也不错。 可惜练武练得晚了, 大概一个月才能入门。 唉, 可惜了, 一不迟不不迟, 18岁过后才习武, 注定要吃大亏。 从超市出来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正午十二点半, 原本冷清的街道渐渐热闹了起来, 来来往往有不少人路过。 秦义肩上扛着一大箱子灵果, 样子格外显眼, 惹人瞩目。 这里是渔航东郊, 而非中心市区, 治安环境并不算好, 绑架打劫之事时有发生。 人穷了, 什么事都敢干。 不过, 秦义仿佛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不仅大摇大摆地扛着果香, 还特意选人少的小路走。 在他路过某一条阴暗的巷子时, 巷口处, 两位脾气青年盯着秦义的果香, 鼻翼微动, 像是嗅到了什么。 是灵果的香味, 那一大箱子, 全是灵果。 这一单很肥啊, 寸头男舔了舔干涸的嘴唇, 蠢蠢欲动。 别急, 咱都是入门舞者了, 怎么能露出这样的丑态? 寸头男身侧, 一位体格壮硕, 穿着白色小背心的男人, 微微一笑, 大手放在了寸头男的肩上。 寸头男身体一将, 连忙摆出笑脸。 是是是, 大哥, 这一票, 咱怎么干? 很简单, 看他这前进方向, 估计是要回白山公寓。 壮汉明显很了解东郊的地形, 我们提前去公寓楼梯口等他, 看见他过来, 给一闷棍, 取走灵果就是。 明白了, 咱这就出发吧。 寸头男迫不及待, 两人略有些习武天赋, 修炼二十多年, 侥幸入门, 如今有六七卡的气血, 比上不足, 但欺负欺负下人, 还是轻而易举的。 说实话, 抢灵果这种事,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干了。 捡起一根钢棍, 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小巷子里穿行, 超劲道, 提前赶到了白山公寓。 这种穷人住的公寓, 自然不会有保安, 就连大门都是24小时开放的, 可随意出入。 他们潜入其中, 偷偷藏在一楼楼梯口的死角, 手持钢棍, 耐心等待着猎物上门。 昏暗的楼梯间一片死寂, 除了二人的呼吸声外, 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这个点, 白山公寓里的住户大多去上班了, 先有人出现。 不多时, 一阵平稳的脚步声响起, 寸头男顿时激动了起来。 这脚步声一点点变大, 透过缝隙, 寸头男看见了那个令人心动的果香, 心跳不禁急促了三分。 眼见秦义扛着果香踏上楼梯, 寸头男赶快给壮汉打了个手势, 示意可以行动了。 刷! 下一秒, 一道白影从楼道死角猛然窜出, 对准秦义的后脑勺就是一闷棍。 这一棍的力道控制得极好, 不会打死人, 只会打晕。 只要不出人命, 就很难引起警局调查。 截获这一行, 他们很懂。 大! 钢棍敲击在秦义后脑勺上, 竟爆发出金属碰撞的巨响。 壮汉只感觉自己这一棒子砸在了金石之上, 反正的力量极为恐怖, 震得他虎口发疼。 你妈, 竟然脑袋装钢板了! 壮汉不信邪, 趁着秦义还没转过身, 抄起棍子, 使出了全力, 连续挥击六次, 四次对准后脑勺命门。 他虽还未成为一段舞者, 但滋养出七卡的气血后, 力量足足有180公斤, 是普通人的四倍, 打死老虎都够了。 可这一次, 当当当, 如敲钟般声响连绵不绝, 而眼前的青年竟完全没有倒下的意思, 站在台阶上, 纹丝不动。 这一刻, 他愣住了, 藏在暗处的寸头男也愣住了。 壮汉双手紧握着钢棍, 还保持着挥棒敲人的姿态, 陷入了呆滞。 紧接着, 只听见啪哒一声脆响, 钢棍掉落在了地上。 怎么不继续敲了? 那位扛着果香的青年, 缓缓转过身来, 脸上带着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 盯着壮汉, 英俊的脸庞上满视不解。 他放下果香, 稍稍俯身, 捡起地上的钢棍, 对着自己的手臂敲了几下, 帮帮作响。 而后, 他将钢棍塞回壮汉的手中, 指了指自己的脑门, 认真道, 继续敲, 往这敲。 力气这么小,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没吃饭呢? 要不, 你们先吃两个灵果再继续。 第九章, 实力大涨。 大哥, 碰到硬茬子了, 我们快走。 藏在角落里, 一直没动的寸头男还算是有义气, 在被吓傻后, 率先反应了过来, 猛地跳出, 手里同样拿着钢棍, 对着秦毅当头就是一棒。 可惜, 秦毅这种硬茬子不仅仅是实力硬, 在物理层面上也很硬。 他的被动技能铜皮铁骨虽然才一级, 但挡住入门舞者的全力一击依然不成问题。 啪。 这一次, 钢棍狠狠砸在秦毅的脑门, 却没有爆发出金属碰撞之音, 反而发出一声脆响。 随后, 在两人惊恶的注视下, 钢棍断成了两半, 一半掉在了地上, 一半人握在手中。 他们俩看了看地上滚动的半根钢管, 又看了看笑容灿烂, 毫发无损的秦毅, 眨眼间一股冰冷的恐惧涌上心头, 席卷全身。 咔哒。 二话不说, 两人直接跪倒在了秦毅面前, 瑟瑟发抖, 祈求原谅。 哥, 我说我们俩是不小心的, 您信吗? 差距太大了。 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有一位至少三段的舞者, 会屈身住在破旧的东郊公寓? 体验底层生活是吧? 秦毅低眸盯着两个小混混, 没有说话, 笑意不减。 他越笑, 这两人就越怕。 寸头男和壮汉都是秦毅故意引来的, 他作为东郊的老住户, 一直知晓鱼行东郊很乱, 有不少地痞流氓作恶。 不过这群人实力一般, 最强也就入门舞者。 要是成为正式舞者, 纵然一断, 也不可能继续当痞子。 因此, 拿这群人来测试自己目前的实力, 是最安全, 最谨慎的。 一段舞者和入门舞者, 实力相差不太大。 现在看来, 秦毅虽缺乏进攻手段, 力量和敏捷都只是普通人水平, 但单靠防御力和恢复力, 也能暴打一段舞者了。 准确来说, 他站着不动给一段舞者打, 能把一段舞者活活累死。 至于二段和三段舞者, 从他们手底下活命应该不成问题。 毕竟打不死他的, 只会让他变得更强。 这么一看, 我再提升几天, 就能独自去秘境外围探秘了。 据说秘境的环境极其恶劣, 或许正好是我锻炼自己的好地方。 秦毅很是掩热秘境中的灵职, 那是他快速变强的捷径。 念及于此, 他回过神来, 看向仍在地上跪拜的两兄弟, 礼貌道谢, 谢谢你们了, 辛苦了。 兄弟俩面面相去, 一时间没懂秦毅为何谢他们。 不过听这语气, 他们是有救了。 两人正欲感激涕零, 却听秦毅继续说道, 麻烦自己去东郊景区自首吧, 我现在很忙, 没空带你们出去。 说着, 秦毅转过身, 自顾自地上楼去了。 离开前, 他还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听着轻描淡写, 却叫人不寒而栗。 过几天我有空会去警局确认, 要是没看见你们, 那这个世界上, 马上就没人能再看见你们了。 这是一句威胁, 一句赤裸裸的死亡威胁, 在绝对的实力碾压下, 两人不敢拿命去赌, 只能服从。 咕噜, 寸头男和壮汉, 下意识咽了口唾沫, 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消失不见了。 回到熟悉的房间, 秦义望向客厅里残破的真皮沙发, 一时有些恍惚。 就在几天前, 他还穷到只能吃沙发充饥, 但现在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前路坦荡。 不知道陈轩那小子怎么样了? 陈轩到现在也没回他消息, 多少让人心生担心。 能一起吃苦的, 必然是真兄弟。 秦义并非薄情寡义之人, 自己发达了, 自然不会忘记兄弟。 他留下了50颗紫竹果与血果给陈轩, 自己则取出另外的50颗血果, 开始狼吞虎咽。 灵果蕴含的营养极其丰富, 早上那50颗紫竹果下肚, 说实话秦义现在都不饿, 但为了抓紧变强, 他还是硬吃了下去。 很快, 一种极端的寒意沿着他的经脉蔓延, 疯狂钻入他的脏气, 仅仅一分钟, 秦义的体表就结上了一层薄霜。 如今是九月天, 酷暑未消, 一个活人能冷到体表结霜, 绝对是气温。 秦义感觉自己连血液和心跳都要被冻住了, 他不断哈出寒气, 整个人如筛糠一样打抖。 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痛苦, 但经历了癌症折磨, 进化出三级疼痛忍耐的秦义, 却能完美忍受住此等痛楚, 一声不吭。 忍受痛苦是有收获的, 半个多小时的急寒过后, 秦义逐渐恢复正常, 身体镇静了下来, 体温也慢慢上升。 冥冥之中, 他发觉自己能看见更多漂浮在半空的气旋了, 并且, 牵引这些气旋所需要用的力气更小, 容纳, 吸收气旋也更加轻松。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无阶冰属性灵果的过量滋补, 进化出天赋技能, 灵气清合LV2。 你的细胞通过灵冰冻结重塑, 进化出被动技能, 低温抗性LV4。 很好, 灵气清合又提升了。 秦义现在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天赋技能, 至于四级的低温抗性, 只能说算意外之喜吧。 四级低温抗性, 大概能让他裸身行走在零下十度以内的环境中, 且机体不会受到影响, 相当不错了。 距离自己打造出无敌肉身, 全身上下挂满顶级被动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秦义捏了捏拳头, 感觉自己的力量和敏捷也有所提升。 是被灵果改善体质了吗? 他拥有被动技能、 铁胃、 消化吸收能力远胜常人, 大概和某些凶兽的水平差不多。 普通人一天吃一颗灵果, 一百天吃完一百颗, 心许身体才有所变化。 但秦义三个小时内吃完一百颗灵果, 马上就能通过铁胃消化吸收完毕, 获取提升。 打开个人面板一看, 果然, 除了精神例外, 其余属性都有了变化。 姓名, 秦义, 种族, 行星及人族, 9%, 力量, 7%, 体质, 13%, 敏捷, 6%, 精神, 6%, 天赋, 适应性细胞进化。 技能, 低温抗性LV4, 疼痛忍耐LV3, 灵气清和LV2, 无养耐性LV2。 战力评价, 肉身强度超越三段舞者, 全力一拳堪比一段舞者, 不怕疼, 不怕冷, 不怕热。 你已经走出了成为妖孽的第一步。 个人面板中的战力评价, 第一次没有贬低, 嘲笑秦义。 这足以说明秦义在三天内的巨大变化。 等明天拿到三颗一节灵果, 我还能再变强很多, 再想办法提升敏捷和攻击手段, 就可以尝试进入秘境了。 秦义清楚地知晓自身短板, 他现在敏捷太低, 跑不快, 反应慢, 而且空有一身力量, 却不懂得如何进攻。 进攻手段可以靠购买功法, 修炼来弥补, 可敏捷怎么办呢? 也许, 我也该偶尔修炼一下, 一边进化, 一边练舞, 双管齐下, 效果更强。 习武对人的提升是全方位的, 从一段舞者到九段舞者, 人的速度能轻松从七八米每秒, 突破至四十米每秒。 舞道在人类世界推广了这么多年, 宗师以下的信息早早就公开了, 情义随便上网一查, 就能查到普通舞者的身体数据。 我要是开始习武, 会有多恐怖? 他面含期待, 原地盘坐而下, 秉息凝神, 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牵引灵气入体, 锤炼肉身经脉, 淬炼气血。 舞道第一步便是牵引灵气入体, 让自己全身每一处细胞都习惯灵气, 承受灵气的滋养, 拥有承载灵气, 诞生气血的能力。 先武一道, 并无修炼功法一说, 每个人都是沿着前人经验练武的, 练体脆骨, 打通经脉, 开辟脑欲。 这十二个字, 乃是亿万人族用血与肉开辟出来的修行法, 象征着从舞者一段到宗师的过程。 舞者练体脆骨, 舞师打通经脉, 宗师开辟脑欲。 至于那所谓的功法, 无非是刀法, 剑法之类的战斗法门。 不过, 据说一些呼吸法可以增强人的修炼速度, 但每一门呼吸法都是绝对的天价至宝, 珍贵罕见。 秦义原本的舞蹈天赋连灵气都感应不到, 但如今有了二级的灵气清河, 牵引灵气入体的过程格外顺畅, 阻力很小。 再加之身体素质早早提升到了舞者标准, 它细胞接纳灵气的速度快到夸张, 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舞者入门的第一步。 一大片心头筋血在灵气的包裹下渐渐浓缩, 最终化为一滴夹杂着金丝的血滴, 这一滴血厚重无比, 远超寻常血液, 并且可以随意转变形态, 从液态变为气态。 这就是气血, 秦义淬炼出的第一滴气血。 第十章 难不成真有用? 第一滴气血已成, 秦义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又有了提升, 他没有终止修行, 一鼓作气继续开始淬炼气血。 与普通的入门舞者不同, 秦义的肉身已经超越了三段舞者, 如今适应灵气的速度快到离谱, 一缕灵气顺着经脉流淌而过, 下一秒, 其肉身就能吸收灵气的养分, 熠熠生辉, 发出微光, 开始蜕变。 就这样, 一日无化, 等到第二天出生的太阳渐渐散发出光明之时, 秦义方才睁开双眼, 长吐出一口浊气, 只感觉神清气爽, 宛若心生。 在他体内, 五滴淡金色的气血悬浮于心脉之中, 反扑归真, 看似平凡, 实则内部蕴含惊人的伟力。 拿出手机一看, 当前已是第二天的凌晨四点。 在过去的十个小时里, 秦义淬炼出五滴气血, 正式成为入门舞者。 此等效率, 此等天赋, 纵然是渔航第一天才, 也要汗颜。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秦义并未自满, 反而是起身走出公寓, 在公寓前的空地活动筋骨, 测试自己目前的战力极限。 哄, 全力一拳轰出, 空旷的场地上空, 漠然爆发出一道破空呼啸之音。 此一拳, 已有300公斤力道, 堪比三段舞者。 尽力狂奔, 他的身影甚至能拖出残影, 一秒钟能跨越40米距离。 我刚刚入门, 悠悠无卡气血, 居然就能媲美三段舞者的实力了。 秦义脸上一彩连连, 他估计, 这是自己进化出的一系列被动技能, 起了效果。 再度打开面板, 有三项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的力量从七暴增到了十二, 敏捷增加到了十, 体质来到了十五。 可惜精神仍旧为六, 没有变化。 这也合理, 毕竟入门舞者不休灵魂和恼欲。 从数据来类推, 三段舞者的三项属性应该也就在十点左右, 而我的体质远超他们。 这还只是表面的提升, 暗地里, 秦义的感知力也获得了增强。 他隔着十几米, 却能听见不远处公寓里轻盈的脚步声。 低头看了眼时间, 现在才凌晨五点。 这么早, 有谁会出门? 他看向公寓大门, 目光一宁, 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王月灵? 对了, 上次我从三楼自由落体, 也是凌晨五点, 刚好撞见他了。 请, 请个早上好, 你又在锻炼啊。 王月灵看见秦义本想主动上前打招呼, 但突然回忆起昨天那血肉模糊的一幕, 顿时有点害怕, 于是紧远远地招了招手。 他打量着秦义, 见其今日没有满目疮痍, 稍稍安了心, 但仔细一看, 又吃惊不已。 在王月灵眼中, 此刻的秦义气血旺盛如海, 仿佛一轮朝阳悬空, 灼热刺目。 这是成为舞者的标志? 昨日还是普通人, 今日就成了舞者?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王月灵惊一万分, 先是恭喜了一番秦义入伍,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才匆匆离去。 他一边走着, 一边还在疑惑。 难不成, 自由落体式锻炼法真有用? 王月灵困在四卡气血, 已经很久了。 他每天凌晨五点便起床打工, 便是为了努力赚钱,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买灵物, 祝自己成为舞者。 可这终归太过遥远了, 不一定能成功。 想着想着, 他忍不住望向了身侧, 移动五层高的大楼, 停下了脚步。 王月灵走后, 秦义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简单清理了一番身体。 与李无峰的灵果交易, 大概在九点半以后才会进行。 他提前过去, 主要是想向王老请教一些问题。 清晨的街道很是冷清, 只偶尔能看见三四个行人购买早餐。 走着走着, 秦义总感觉, 有一道若有若无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似是有人在暗中观察自己。 秦义一向相信自己的知觉, 没有忽视这种感觉。 会是谁在跟着我呢? 李嘉然? 不想给我灵果? 于是想提前除掉我吗? 他暗暗猜测着, 表面却不动神色, 偷偷观察四周的情况。 很快, 他就注意到自己身后有一道如影随形的黑影。 这黑影似乎根本没想着隐藏自己。 他察觉到秦义的目光, 竟大大方方与之对视, 笑着点了点头。 刷! 紧接着, 这人如迅雷般闪过十米距离, 瞬间出现在秦义面前, 伸出了右手。 一神会, 刘烨。 一神会? 秦义稍一回忆, 就想起了这是自己借高利贷, 售卖器官的组织。 继续说过器官吗? 抬眸看去, 这位名叫刘烨的男子面容妖艺俊美, 皮肤惨白, 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黑袍, 若不是其自暴姓名露出男婴, 秦义还以为她是女子。 保持着警惕, 秦义伸出手, 简单与她握了握, 但在肌肤接触的刹那, 一股磅礴的气血涌入秦义体内, 顷刻间摧毁了她三条经脉。 还好秦义进化出了一级的坚韧不拔, 静脉强度极高, 搭配超强的恢复力, 止住了伤势, 剿灭那一缕气血的余威。 握手暗藏杀招, 这人再给自己下马威。 她松开手, 双眸眯起, 盯着刘烨。 不曾想刘烨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淡淡道, 兮兮, 没想到你这么弱, 一缕气血都能搞伤。 唉, 还以为终于能遇到什么强者了, 看你这样子, 即使是武师, 也是最弱的那一档马。 要不自己把奇遇交出来吧, 你太弱了, 我懒得出手, 自觉一点还能活命。 你觉得如何? 这刘烨表面上看起来柔弱, 实则狂妄到了极点, 根本没把秦毅放在眼里。 通过她的话, 秦毅心头一抖, 大概猜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益神会绝对掌握了她的详细资料, 发觉她从普通人突然间拥有武者的力量, 怀疑她得到了什么奇遇? 这推理确实没错, 系统的确是奇遇, 可这奇遇是不可能交出去的。 还是不够谨慎啊, 本以为医生会只是个略有实力的高利贷组织, 没想到能派出这么强的人。 秦毅无奈, 挡在她身前的刘烨, 最差也是低阶武师, 超越了她一整个大境界。 现在怎么办? 逃跑? 还是硬打? 万千思绪从她脑海中闪过, 但刘烨显然耐心不足, 不想干战着浪费时间。 蹭! 不等秦毅回应, 沙包大的拳头破空砸来, 直冲小腹。 第十一章, 越打越强。 这一拳的速度快到秦毅无法用肉眼跟上, 只能听见音爆轰鸣, 下一瞬, 拳风已然轰击在了秦毅身上, 炸起气浪。 碰! 秦毅直接被击飞出去十几米远, 体内血液被拳进脚的翻涌不停, 全身骨骼进阶断裂, 器官也破碎了大半。 这一拳, 也有一吨之力, 乃是武师进阶者最平平无奇的一拳。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拳, 打掉了秦毅半条命。 武者和武师, 一字之差, 天壤之别, 也难怪当时吴志明猜测秦毅是武师时, 怕成那个样子。 弱, 太弱了, 你为什么非要我出手呢? 自己乖乖, 交出秦毅不好吗? 刘烨甩了甩拳头, 从街道另一头夺步走来, 悠然自得, 丝毫不害怕秦毅逃走。 他没有权利出手, 不想打死秦毅, 因为怕对方把秦毅藏了起来, 死后无人知晓。 呵呵, 秦毅如软泥一般瘫倒在地上, 经过刚刚那一拳, 他同样想到了对方收力的心思, 心中有了办法。 打不死他的, 只会让他变得更强。 一级的肉身恢复力正在生效, 他断裂的骨骼与器官, 疯狂恢复着。 若是有人能看清, 此时他体内的变化, 一定会恶然惊呼。 在秦毅的体内, 一颗颗肉芽如动胶织, 榨取能量, 重塑崭新的骨骼与器官, 效率极高, 短短一分钟就恢复了接近三分之一。 并且, 新生的骨骼与器官, 比上一次更强, 更坚韧。 秦毅亮呛着从地上爬起, 满身带血, 动作却从容不迫。 死了。 他取出口袋里早早备好的东西, 撕开包装, 吞入口中。 煞时间, 一股醇厚的能量被铁味消化分解了出来, 让他恢复得更快了。 刘烨神色一宁, 认真看了眼秦毅取出的东西, 随后愣了几秒, 脸上露出韵怒。 秦毅竟在吃势力架巧克力棒。 这么淡定, 还有心思吃零食? 这是看不起我吗? 他本以为对方要取出灵果了, 没想到, 居然只是凡物。 白皙的脸上, 轻筋抱起, 刘烨又是一步跨出, 对着秦毅开始出拳。 他的拳头, 如疾风骤雨般砸在秦毅身上, 但又精准地把控好了力道与位置, 没有打死秦毅。 来吧, 痛苦吧, 求饶吧, 跪下臣服吧。 刘烨越打越兴奋, 四剑的鲜血沾染在他脸上, 他却毫不在意, 像是变态一样嘶吼起来。 他期待着秦毅失去从容, 失去冷静, 痛哭流涕着陷入绝望, 向他求柔。 但出乎他预料的是, 秦毅依旧是那副淡漠的样子, 没有害怕, 没有绝望, 更没有露出痛苦。 区区皮肉伤, 哪里比得上癌症晚期的折磨? 在三级疼痛忍耐的加持下, 秦毅不仅不痛, 反而有了种奇妙的爽感, 差点没绷住, 笑出声来。 他的肉身, 经脉, 骨骼再一次次毁灭中重塑, 愈发坚固, 愈发恐怖。 怎么可能? 你的肉身恢复速度, 为什么会这么快? 刘烨发现了端倪, 眉头紧锁, 难以理解。 作为武师, 他的气血已经可以做到简单的外放, 因此, 在他轰出的每一拳里, 都掺杂了气血之力, 可以破坏对方体内的经脉器官, 阻止对方恢复。 但此等杀招, 面对秦毅, 居然无效。 不可思议, 定是那奇遇的效果。 刘烨脸上闪过贪念, 他又一次凌厉出手, 想要打爆秦毅, 让其无力反抗, 直接拖走。 可是, 秦毅如今竟隐隐有了些反抗之力, 短时间内, 刘烨若不全力出手, 还带不走拼命挣扎的秦毅。 不知道多少次搏杀过后, 秦毅已能暂且挡住刘烨的攻击, 乃至于还有力气举起手, 锤打刘烨的肉身。 即使这种攻击对刘烨无效, 但其中蕴含的屈辱意味, 叫刘烨无法忍受。 你就这点力气吗? 我好像快没感觉了呢。 秦毅又一次被打飞, 这一次, 他爬起的比以往更加迅速, 甚至有空从口袋里, 再拿出一根巧克力棒吃下。 只要有充足的能量, 细胞就能无限适应进化。 你找死! 刘烨失去了冷静, 他无法容忍弱者对自己的挑衅, 尤其是一个连还手都做不到的弱者。 他不再留守, 攻势比起先前迅猛了数倍, 拳锋零力, 轰击在地上, 竟能掀起一小片区域的阵感。 一个个残影显现在半空, 这是极致的速度才能造成的现象, 武士的移动速度快到比肩子弹。 但可惜, 经过前面的攻击, 秦毅终于完成了蜕变。 你的细胞承受低阶武士的灵能气血冲刷, 成功进化出天赋技能, 灵气清合LV3。 你的细胞承受低阶武士锤炼, 成功进化出被动技能, 肉身恢复力LV1.5。 你的细胞承受超过一吨距离的持续冲击, 成功进化出天赋神通, 柔弱无骨。 一次战斗, 三个技能, 提升太大了。 果不其然, 只要他不被打死, 越艰难, 越恐怖的环境, 只会换来更强的技能。 也就在这一时刻, 刘烨的双眸透着凶光, 不再有半点留守, 气血如虹, 全静冲天, 直奔秦义死穴。 秦义不敢大意, 当即用出了刚刚获得的天赋神通, 柔弱无骨。 刹那间, 他的躯体仿佛突然失去了骨骼支撑, 变得柔软, 干扁, 好似没有吹气的气球。 此天赋神通乃是在刘烨的攻杀中进化出来的, 可以说, 完全针对了刘烨的攻势, 天生就是为了化解刘烨而生。 蕴含着滔天距离的拳风卷起一道钢风, 骤然轰击在秦义胸腔, 本该以催枯拉朽之势贯穿胸膛, 打爆心脏。 但,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秦义的胸膛居然如海绵一样拦住了刘烨的拳头, 不断向内凹陷泄力, 十几秒内, 竟然差不多泄掉了一半以上的劲道。 秦义再度被打飞出去十几米远, 可这一次, 他一点伤都没受, 刘烨的全力一拳造成的伤害, 在肉身恢复力LV1.5的增幅下, 眨眼间修复完成了。 你, 不可能。 刘烨震惊了, 他是知道自己这一拳有多恐怖的。 秦义云淡风轻地笑了笑, 矗立于街道的一角, 弹手道, 是不是没吃早饭啊兄弟? 来, 用力点打死我, 你今天要是不打死我, 以后我一定打死你。 他听起胸膛, 用了拍了拍, 赫然一副不怕死的样子。 刘烨的脸色阴沉到能挤出水来, 郑郁继续出手, 却忽然感受到有人接近此地, 只能咬牙瞪了秦义一眼, 暂时跑走了。 他太过自信, 即使是大庭广众的街道之下, 也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吊打秦义, 然后抓走他。 但没想到, 秦义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就是不抖。 此刻有武者感觉到动静前来探查, 刘烨自然不能继续逗留了。 瞪什么瞪啊? 打不过只会跑吗? 喂, 有本事留下来, 我们继续打。 秦义不厌其烦地对刘烨高声呼喊着, 秦义彻底消失在街道尽头。 秦义这才收嘴, 松了口气。 妈的, 真会气。 擦拭嘴角的鲜血, 秦义吃下最后一根巧克力棒, 抬头一看, 一道倩影出现在了不远处的街头。 第十二章。 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 经历两位武者的战斗, 原本宁静的街道变得面目全非, 到处是飘扬滚动的沙石, 一个个圆形大坑遍布公路, 坑坑洼洼洼, 像是战后的废墟。 秦义看向街头的来者, 注意到, 此人穿着一身整洁的景服, 短发干练, 五官精致立体, 天然带着一股阴气, 不怒自威。 阿斯尔来了, 嗯, 还是个妹子啊。 秦义紧绷的心, 总算松弛了下来, 在街道上闹出这么大动静, 果然还是会有人来管的。 这位景花面无表情地站在秦义身前, 瞥了眼一身惨壮的秦义, 又看了看刘烨逃跑的方位, 肃然问道, 和你打架的人跑了。 秦义同样观察着面前这位, 从这么多次与舞者打交道的经验来看, 他绝对也是舞者, 而且修为不低。 秦义善善一笑, 挠头道, 警官同志, 我可没有和那人打架, 是那人主动来绑架我。 索性您来得及时, 要不然, 我差点就要被拐走了。 听见秦义的解释, 女警官没多说什么, 只是按照规矩, 亮出了自己的证件, 准备带走秦义, 去警局备案。 秦义瞟了眼证件, 能看见上面写着女警官的名字, 消息。 她没有抗拒, 跟着肖警官一起返回警局。 现在是早上八点, 警局也才刚刚开门不久, 但却迎来了好几个客人。 秦义刚走进去, 就听见一连串的严肃教导, 好像是男警员在规劝什么人。 生命宝贵,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就多和父母亲人沟通, 不要闷在心里。 你还这么年轻, 大好的年华, 干嘛非要去寻死作践自己? 以后不许这样了, 知道了吗? 秦义寻声看去, 赫然发现, 一个熟悉的面孔正坐在警局的椅子上, 低着头, 满脸羞愧, 对着警察叔叔不断汗手。 这不是王月灵吗? 遇到熟人, 秦义没多想, 挥手向他打了个招呼。 听见秦义的声音, 王月灵先是一愣, 而后偷偷抬头看向秦义, 又马上低下头, 脸红得像是要烧起来。 此刻的她, 大道脚拇指都扣紧了。 她为了变强, 偷学秦义自由落体修炼法, 结果没锻炼成, 反倒被路过的好心人报警就下了。 如今看秦义的神态, 明显是从警察叔叔的话语中, 明白了些什么, 看向她的目光都变了。 秦义着实没想到, 自己随口一提, 王月灵居然真去模仿地锻炼身体了。 逆天? 警员那边的口头教育差不多结束, 王月灵艰难起身, 盯着又一次浑身是血的秦义, 奇怪道, 你又去跳了? 说着, 她回眸看向秦义身前的女警官, 恍然大悟。 哦, 你也被抓了呀, 不过是跳完被抓的。 秦义身上的气血比凌晨五点时又有提升, 王月灵能看出来, 她欣喜地指向秦义, 对刚刚教育自己的警官辩解道, 警官您看, 她也经常从三四楼跳下锻炼身体, 原本还是普通人, 两天就淬炼出六七卡气血了。 我说吧, 我不是在寻死, 我是为了变强, 为了锻炼自己, 刚教育完王月灵的警官脸一黑, 忽然感觉简单的语言规劝 已经没法对眼前的少女生效了。 或许, 得把她送进精神科看一看。 灵气复苏后, 人类联盟中诸多执法岗位, 都各自有一套的舞道境界筛选, 若非舞者不能当选。 警官也不例外, 她习武这么多年, 从未听说过从十几米处跳下, 就能变强的。 不摔成肉泥就不错了, 还变强。 少女见警官不幸, 只得向秦毅投去西纪的目光, 希望秦毅站出来解释。 但可惜, 秦毅没有如她所愿, 一脸严肃地附和着警察叔叔。 没错, 你挑一百次也不可能变强的。 可你分明靠这个变强了呀。 王月灵不服气, 秦毅摇了摇头, 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 我吃饭都能变强, 你能吗? 王月灵。 我不吃饭也能变强, 你能吗? 王月灵。 煞时间, 少女哑口无言, 她总感觉有什么东西碎了, 被秦毅这一句话说碎了。 那是她的道心。 王月灵之事仅为一段小插曲, 很快就过去了。 结束对话后, 秦毅跟着萧警官来到审讯室, 刚准备进去, 里面却走出来了三个人。 其中有两人的模样很眼熟, 一个寸头猥琐, 一个秃头壮汉, 手腕都带着特纸镣铐, 被一位警官压着走了出来。 他们两人刚出门, 就看见秦毅的面容顿时惊骇万分, 扑通一声跪在了秦毅面前, 疯狂磕头求饶。 大哥, 我们按照你的说法来自首了呀, 饶我们一命吧。 我们什么都招了, 真的, 连小时候偷窥隔壁, 大审洗澡我都说了, 什么都没隐瞒。 这两人, 正是不久前偷袭秦毅, 妄图抢铃果的混混。 他们两人自首之后, 事无巨细, 把从出生起到现在为止, 犯过的一切错事都说了一遍, 说了整整一个晚上, 差点给审讯员熬昏头。 几位警官盯上了秦毅。 秦毅身子一僵, 赶忙摆手道, 警官同志, 我是三好公民, 这俩混混是我顺手抓的, 让他们去自首而已。 萧警官也忍不住多看了秦毅几眼, 他打开审讯室的门, 抬了抬下巴, 进去说吧。 一前一后, 两人走路审讯室, 碰。 随着厚重的大门关上, 整个世界都在此刻安静了下来, 秦毅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除了自己的适应性进化的特性外, 秦毅没有隐瞒, 大致讲述了一番刘烨的事情, 包括刘烨来自于异神会。 当然, 与刘烨战斗的过程秦毅说谎了, 他只说, 刘烨想擒住自己, 自己不停反抗受了伤, 没说跟刘烨全力搏杀过一番。 一位刚刚入门的舞者能抗住武士的权力出手, 简直天方夜谈, 说出去必然引起诸多关注, 惹上麻烦。 讲述案件经过的秦毅显得很放松, 不像是说谎, 他的每一颗细胞都没有流露出不自然的状态。 再加上, 秦毅确定刘烨在动手前破坏了那条街道所有的监视器, 警局无法获取具体情况, 因此不怕被发现。 事实也确实如此。 医生会在渔航东郊警局这早早就留了当, 是个非法组织, 绑架打劫无恶不作, 对秦毅动手属实正常。 消息默默观察着对面的男子, 可对方无论是言语还是表情, 他都看不出任何问题。 从业多年, 审讯过无数人的他, 还是第一次看见这般滴水不落的年轻人。 后生可畏啊。 最终, 他相信了秦毅的叙述, 递给秦毅一杯热水。 你的档案显示你并非为舞者, 根据联盟法规, 只要习舞, 必须流荡。 你以为入门舞者, 天资不错, 这几日有空, 最好去舞蹈联合会测试一番, 留下记录。 消息合上档案。 他看出了秦毅的不凡, 前些日子分明还是绝症患者, 定然有所奇遇。 不过, 每个舞者都有自己的秘密, 身为警员, 他不会去打探, 更不会起贪念。 谢谢警官同志了。 秦毅把杯中热水一饮而尽, 耳畔顺势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定,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说谎, 你进化出被动技能, 脸部红心不跳。 说谎都能适应。 秦毅的眼眸深处, 闪过一抹诧异, 但他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 离开警局。 秦毅离去后, 萧熙仍独自一人坐在安静的审讯室, 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办上, 审讯室的大门再度开启, 一位警员走入其中, 向萧熙行礼。 萧局, 您找我。 萧熙把秦毅的档案递给他, 随后清拧了一口茶水。 来者看完档案, 眸光一亮。 试探性问道, 您的意思是, 萧熙放下茶杯, 微微点头。 没错, 一神会的人不会甘心放弃秦毅身上的东西。 只要跟着秦毅, 我们早晚能钓上大鱼。 今日起, 你负责保护他吧。 若是能抓住一神会的大鱼, 至少也是一等宫。 男子恭敬领命离去, 审讯室又只剩下了消息一人, 悠然喝茶。 第十三章。 一阶灵果, 三级独亢。 从警局出来, 时间刚好到了九点, 距离约定还差半小时, 不需要太赶, 也能按时到超市。 秦毅一边走着, 一边点开个人面板。 新进化出的技能, 脸部红星不跳, 正如其名字一样, 能让秦毅在说谎时保持自然, 讲鬼话跟说真话一样不露切。 这个技能没有等级, 应该是进化出来, 就算满级了。 虽然没有增加什么战力, 但感觉还是很实用的。 秦毅的目光略过技能, 落在自己的四项属性面板上, 随后惊喜地发现, 力量、敏捷、体质属性, 再次获得了提升。 如今, 他已有13点力量、 11点敏捷, 16点体质, 远超一般的三段舞者, 勉强比肩四段。 舞者等皆共分九段, 每三段为一档, 四段舞者, 看似只比三段舞者强了一段, 实则相差甚大。 还得感谢刘烨的良苦用心啊, 他实力这么强, 打我还得保证不打死我, 这才让我得到了蜕变。 秦毅心情极佳, 哼起了小曲。 舞者九段, 需要以灵气磨练肉身, 淬炼气血。 而刘烨以气血之力, 从外部轰击他, 相当于帮他锤炼肉身, 并且效率比吞吐灵气, 修行还快, 十几分钟就炼化出了一滴气血。 如今的秦毅, 已有六卡气血, 距离一段舞者的十卡气血不远了。 最关键的是, 刘烨还帮他进化出了三级的灵气清河, 未来修炼只会更快。 如此大恩, 待我未来修行有成, 必以性命相报。 秦毅呢喃自语, 面露寒意。 不知不觉间, 他已离开警局极远, 能看见不远处于行东郊超市的牌子。 凑上前去, 当即便瞧见李无峰握着三个墓盒, 站在超市收银台前等人。 想必三个墓盒就是存一阶灵果的容器了。 秦毅摆出笑脸, 大步走入超市, 和李无峰热情地打招呼。 好久不见啊李兄, 嗨嗨。 听见这声音, 李无峰脸色一冷, 没有回话。 昨天才见过, 说什么好久不见? 我和你有这么熟吗? 还叫我李兄? 对于秦毅知晓自己心里这时, 他并不奇怪, 毕竟驻守超市的老人很不一般, 或许跟秦毅聊过。 李无峰转过身, 面色淡漠, 一对黑眸古井无波, 直视秦毅。 然而下一秒, 他的脸上亮起无法抑制的恶然神色, 险些失态。 他揉了揉眼睛, 再次看向秦毅, 脸上的震惊之色更浓了。 他没看错, 仅仅一个晚上过去, 昨日的普通人居然练出了六卡气血。 你昨日当真, 没有隐藏实力。 李无峰难以置信, 纵然是他这等天才, 自初升起便沐浴灵药, 灵果当糖豆吃, 炼出六卡气血, 也花了一周有余。 秦毅淡淡摇头, 好笑道, 在王老面前, 我能隐藏什么实力? 超市的主人王老头境界高深, 若非大宗师, 不可能在其面前隐藏虚实。 李无峰听懂了秦毅的暗示, 神色愈发复杂, 眼眸之中一彩连连。 别说是他, 就连收银台后的王老都压然了。 他昨日还惋惜秦毅习武太晚, 可今日, 对方却已然跨入五道大门。 一日炼化六卡气血, 实乃天纵之姿。 秦毅略显紧张地偷看了一下王老, 见其依旧和煦地对自己微笑, 终于放下了心。 人老成精, 王老定然是猜到了自己身上有秘密。 不过, 王老并不打算深究, 更不会点破。 到了他这种境界, 只要是人族的天才获取机遇, 天大的福源他都不会出手去夺取。 确实有点天赋, 不过仙武一道光有天赋没用, 得对献天父才可能成为强者。 希望未来能在哪个秘境深处见到你。 可别提前陨落了。 李无峰毕竟是李家出身的天骄, 短暂震惊后, 还是恢复了平日里淡然的神态, 将手中三个墓盒交给秦毅。 秦毅接过墓盒, 低谋一看, 发现这三个棕色墓盒虽小巧, 但无比精致, 雕刻有龙凤图文, 居然没有一点气味和灵力泄露出来。 显然, 墓盒本身也是一件价值不菲的储物器材, 只是李家家大业大, 李无峰没放在心上, 随手就送了。 嘖, 该死的土豪, 有钱了不起是吧。 邻果送完, 李无峰掉头就走, 没有半秒停留。 秦毅望着他的背影, 忍不住打去道, 加油修行啊, 别下次见到我, 修为还不如我了。 李无峰脚步一僵, 当即驳斥。 你做梦, 我就是先睡上半年, 你也不可能超过我。 身为李家少主, 李无峰当今十八岁, 就已踏入低阶舞诗境, 足足高了秦毅两个大境界。 秦毅再天才, 目前也不过入门舞者, 连一段舞者都不是。 我要是能被你超过, 这李家少主的位置, 让你做得了。 李无峰哼哼出声, 旋即快步走开, 消失不见了。 秦毅耸耸肩, 低声道, 李家少主位置, 我还看不上呢。 王老头, 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一个比一个狂了? 果然, 我还是老了呀。 他勾搂着腰, 叹息不已。 秦毅得到一阶灵果, 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 直接回家, 反而决定待在超市, 直接吃掉三颗果子。 鱼航东郊鱼龙混杂, 一阶灵果价值太高, 要是拿出去, 只怕被强者盯上。 倒不如借助王老的庇护, 先行附下。 王老看出了秦毅心中所想, 没有拒绝, 起身打开了储物间的大门, 对秦毅说道, 来储物间吃吧。 秦毅连忙跟上, 储物间里, 他将三个木盒摆放在桌上, 逐一打开。 咔! 第一个木盒开启, 一股沁人心脾的果香一散而出, 仿佛微凉的春风拂过脸庞, 光是闻味道, 就叫人心神荡漾。 一旁的王老稍稍点头, 介绍道, 这是春心果, 阳春三月结一果, 视为春心, 有养神润破之效, 算是精品一节灵果了。 养神? 秦毅眼前一亮, 没有犹豫, 立刻吃下了春心果。 而后, 他只感觉心头有春日的暖阳照耀, 微暖, 舒畅柔和, 打开个人面板一看, 长久未变得精神、 属性居然从六点提示到了十点。 宗师之前, 武者不开脑欲, 不修灵魂, 因此精神力能有多少, 全看天赋。 但一般来说, 即使是天才, 初始精神力也就七点左右。 即使与秦毅一样, 吃下春心果, 也不过提升一两点, 可秦毅却提升了四点。 这是一级铁味的能力。 此技能的强度远超秦毅想象, 其好处不仅在于能吃别人不能吃的东西, 还在于消化灵果更加彻底, 吸收得更全面。 剩下两个木盒被秦毅一并打开, 其中储存的一阶灵果, 分别为赤血菊和地风力。 这两种灵果都是增强人体气血的, 服下之后, 秦毅浑身血气翻腾, 原本的六卡气血又有了提升, 来到了十卡, 直接跨入一阶舞者行列。 王老先是一惊, 随后担忧叮嘱道, 大量服用灵果, 虽能快速增强气血, 但也会导致根基不稳, 底子虚浮, 于前路无异。 你这几日吃下的灵果太多, 未来还是要少吃一些, 先巩固根基再说。 像是李无峰之类的世家子弟, 他们吃的灵果大多不是这种 直接增加气血的果子, 而是提高潜力的。 淬炼气血, 必须得自己一步步来。 秦毅公禁忌下此事, 心中却有些奇怪。 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根基有问题。 也就在此时, 秦毅脑海中回荡起系统的提示之音。 丁, 你在短时间内服下大量灵果, 成功让细胞适应了灵毒, 进化出被动技能, 剧毒抗性LV3。 丁, 你连续服下三枚一节灵果, 精纯灵气, 洗炼经脉, 进化出天赋技能, 灵气氢和LV6。 系统的提示之音, 让秦毅逐渐明白了过来。 原来灵质吸收天地灵气生长, 为了避免被吃掉, 大多在体内沉积有灵毒。 这种毒性会消耗摧毁武者的潜力, 但不同灵质沉淀的灵毒分量也不同。 像是被人类联盟认定为无害有益的灵质, 大多是沉积灵毒较少的品种。 只要不吃太多, 就不会有事。 不过, 如今秦毅进化出了毒抗, 已然能无视灵毒, 以后想吃多少吃多少, 无需有任何忌惮。 这条习武捷径对秦毅来说, 百利尔无一害。 第十四章, 武道联合会。 灵果之事已了, 秦毅像是想起了什么, 跟王老打听道, 对了, 您知道武道联合会吗? 王老领着秦毅走出储物间, 点头道, 武道联合会是负责统筹管理人类舞者的组织, 如今你成功突破为一段舞者, 的确得去那一趟。 在王老的解释下, 秦毅渐渐明白了过来。 武道联合会成立于八十多年前, 乃是与人类联盟官方合作的超级组织, 成立之初, 就将防止舞者以舞犯禁, 维护社会和谐立为宗旨, 贯彻至今。 习舞之人的力量太过超然, 确实要有组织压制一番, 以免发生乱子。 不过, 武道联合会对舞者的管辖非常松, 只要不犯大错, 基本不会管, 只是需要时不时去登记, 更新自身的武道境界罢了。 这种登记并非没有好处, 当你的档案更新为舞者档案后, 在社会上会享有诸多便利, 比如税收减免, 乘坐公共交通打折之类, 还是不错的。 王老站回前台, 随口点频道。 以武为尊的世界, 就是这么现实。 看来武道联合会, 还是有必要去登记一次的, 谨慎操作的话, 暴露系统的风险不大。 秦毅做出了决定, 想了想, 又问了一个问题。 王老, 我想学习一些杀伐功法, 不知道哪里有渠道。 秦毅现在, 虽然有很强的力量和体制, 但缺乏进攻手段, 单纯就是王八拳乱打, 没有章法。 想要应对即将到来的各种危机, 必须把这块短板补上。 王老微微一笑, 指明道, 武道联合会就有。 等你登记完武者身份入会后, 就能以你的身份证, 登陆一个名为武界的网站。 这个网站售卖一切与武相关的东西, 包括功法。 到时候, 你自己挑选心仪的便是。 原来如此, 这武道联合会倒也有趣, 竟创办了这么一个网站, 看来是有意推进对人类武者的培养。 感谢王老解惑, 晚辈就先告辞了。 秦义对武道联合会愈发好奇, 准备现在就出发, 去市区见见世面。 在王老解答这些疑问之前, 他仅是知晓有这么一个组织, 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若不是陈轩曾与他提过几句, 他可能连武道联合会都没听说过。 去吧, 带你突破武师, 再来我这一趟。 王老垂帘闭幕, 不再多言。 秦义心头一喜, 对王老行了一礼, 旋即告退。 王老的身份极为神秘,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秦义见过这么多舞者, 纵然是刘业, 也没有感受到见王老是这种无形的压迫感。 反扑归真, 看似平凡的老区, 蕴含惊天伟丽。 不知道王老到底是什么境界的舞者。 秦义胡思乱想着, 脚步却并未停下, 他没有回家, 转而静止走向了地铁站, 打算离开东郊, 去市区一次。 于航市的武道联合会便坐落于市区, 当然, 只是分会。 这个组织的总部, 好像是在华夏首都, 天津。 现在回家, 可能被一神会的人埋伏, 但若前往人多的市区, 一神会应当也不敢再来抓我。 秦义扫市人山人海的地铁, 稍稍安下了心。 与郊区不同, 渔航市区的防卫力量很是强悍。 刘业要是敢如法炮制, 在市区大闹, 怕是不到一分钟, 就会被官方舞者镇压。 不多时, 地铁到站, 秦义跟随人流挤出站点。 当林立的高楼映入眼帘之际, 他恍惚了一会, 而后面陆坚义, 长舒了一口气。 曾经的自己, 只是这大城市中, 毫不起眼的一只蝼蚁, 卑微渺小, 甚至连在市区立足的能力都没有, 只能灰溜溜地跑到郊区。 但今日起, 一切都会不同了。 秦义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打开导航, 朝着五道联合会的渔航分会走去。 繁华的街道, 吸壤的人群, 喧闹的车流。 约莫半个多小时后, 秦义来到市中心, 抬眸望去, 在钢铁玻璃打造的建筑群中, 一座红木搭建的巨大武馆格外显眼。 武馆大门处, 赫然挂着一个流金牌匾, 上书《武道联合会》五个大字, 龙飞凤舞, 暗含建议。 不愧为超级武道组织, 仅仅一个分会就颇为不凡。 秦义忍不住点头, 迈入武馆之中。 武道联合会的大门表面上 看起来无人看守阻拦, 但似乎暗藏某种筛选手段, 若非舞者不肯入内。 秦义能看见, 门口有几个普通人在徘徊, 无论如何也走不进来。 而他自己, 则是毫无阻碍地进来了。 莫非是那牌匾暗藏玄机? 秦义在心中猜测着, 环顾四周, 他正处于武道联合会的大厅之中, 空间宽阔, 地面由白色瓷砖铺就, 四根巨柱分裂四方, 其上分别雕刻有朱雀、 玄武、白虎、青龙, 四方神兽镇压气韵, 荡真大气。 抬头看去, 大厅的正前方别着 一块数十米大小的木榜, 其上转刻着一个个名字, 细数之下, 会发现数量不多不少, 刚好一千个。 这木质榜单, 好似古代科举的金榜一般, 惹人瞩目。 此榜名为极限榜, 其上记录的都是这百年来, 武师境界以下, 肉身最强的一千位舞者。 这个榜单来武道联合会 第一任会长徐景和徐老设立, 为的是探寻舞者境界的肉身极限。 为了登临此榜, 诸多舞者添交都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 宁可逗留在九段舞者进步突破, 也要把肉身打磨至极致。 除了此榜之外, 武师、宗师、大宗师境界, 同样设立有极限榜。 不知何时, 秦毅的身侧多了一位中年男子, 八字胡, 咪咪眼, 一席白衫, 双手父辈, 像极了某些深山老林中的修仙人士。 他打量着秦毅, 自我介绍道, 我名徐若须, 是渔航分会的会长。 小友今日, 是第一次来此吧。 第十五章 力量测试, 震惊全场。 上来就一脸疑惑地盯着极限榜看, 境界为一段舞者, 那肯定是新人没跑了。 渔航的新生舞者其实并不多, 且绝大多数都是科班出身, 来自某些舞蹈家族或是舞校, 因此都会统一剧团过来登记。 像秦毅这般独自来登记的散人, 一般自有其不凡之处。 这年头, 华夏舞蹈盛行, 早早就推广了十二年异物质习武。 有舞蹈天赋的苗子, 基本在异物质习武过程中, 就会被挖掘出来, 加入那些名贵舞校。 而如同秦毅这样的散人, 能跨入一段舞者, 大多是后天有所变化和奇遇, 更容易出现天才。 徐若须在此地驻守多年, 颇有经验, 尤其是分辨天骄的经验。 上一次有散人过来登记, 还得追溯到七八年前了, 那一位如今的境界极为可怕。 故此, 他才亲自现身, 引导秦毅, 想看一看这少年的底子。 谢前辈解惑。 秦毅回声道谢, 随后疑惑到, 在低境界设立极限榜, 有什么作用吗? 单纯为了激励后辈舞者练舞。 低境界的极限肉身强度再高, 也很难超越高境界。 像是眼前的舞者极限榜, 上头第一名是一位名叫云霍的男子, 大概在四十年前创下了纪录。 他以舞者九段的境界, 一拳轰出了两吨的力量, 堪称无敌。 要知道, 九段舞者的理论力量极限是1.2吨, 两吨力量, 已然比肩低阶舞师的权力了。 可这又有什么意义? 为了装逼吗? 浪费时间追求舞者境界的极限, 倒不如早点突破境界。 二者花费差不多的时间, 达成的效果却是一样的。 徐若须略显意外地看了秦义一眼, 这种年纪的年轻人往往热血上头, 最爱出风头, 少见有秦义这种对装X不屑一顾的。 上榜的确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 会让人困在舞者境界许久。 但, 徐若须画风一转, 若有所指道, 假如你未来有幸封侯称王, 便知道, 舞者为何要花大力气, 追求极限了。 封侯称王? 据说山海境中的绝顶强者, 才能封侯, 而山海境之后, 才是封王境。 这两个境界对当前的秦义来说太过遥远, 甚至于他只在网络上隔着屏幕见过几位王侯。 没想到极限榜还有词等隐秘, 其中藏着封侯称王的机缘。 秦义默默记下了此事。 他跟随徐若须穿过大厅来到武馆后方的几间训练室, 一路上, 不少工作人员都会对徐若须行礼问好, 可见对方不是作假, 当真是渔航分会的会长。 通过与秦义这一路的闲聊, 徐若须已经确定, 眼前的少年就是纯正的散人, 没有经过任何武校和武道世家的培养。 二人驻足于一间白满特制墓人的房间, 徐若须看向秦义, 眼中闪过一抹期待, 去测试一番吧, 我们需要登记一下你的基本身体数据。 这些墓人都是由产子秘境的特殊墓料锻造, 坚韧无比, 承受重击后还能自行恢复, 搭配镶嵌于内部的仪器, 足以精准测出50以下的一切力量。 自有记录以来, 一段舞者的极限记录是600公斤权力, 说不定你还有机会打破呢。 徐若须对秦义开玩笑道, 这一项记录其实出自于武道联合会的第一任会长, 徐景鹤之手, 80多年来从未有人打破, 看似容易, 实则比登顶舞者极限榜还难。 不过, 这一记录只在一些舞者群体中传阅, 没有登龄极限榜。 毕竟只是一段舞者, 再怎么强, 也强不过九段极限舞者。 好, 秦义汉手同意, 随便挑选了一个距离自己最近的木桩, 蓄势待发。 他吞噬灵果, 滋生出石卡气血, 踏入一段舞者之后, 还没测试过自己的极限。 此番刚好可以是上一试。 力量测试室里, 除了秦义和徐若须外, 还有几个刚刚测完的舞者, 大概三段水准, 一拳轰出, 能在牧人的身上留下一个深深的权硬, 许久才恢复如初。 450公斤力量。 这等全镜, 比起标准三段舞者标准的400公斤, 高了不少, 算是不错了。 此刻, 这几位舞者测试完毕, 没有着急离去, 反而饶有兴趣地观察着秦义, 想要看看他测试的结果。 能被徐会长亲自带来测试的人, 总不会是个庸才吧。 几人退到一旁, 静静等待起来。 秦义也没有让众人多等, 其处立于木人之前, 平复呼吸, 提起一股静, 体内气血轰鸣, 力量汇聚于右手之上, 猛然砸向木人。 咻! 这一拳的速度超乎众人想象, 秦义右手在寝客间化为一道残影, 他们还没来得及看清, 就听见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哄! 恐怖的力量, 静数倾泻在木人之上, 炸起一圈气浪, 紧于微, 都将周边摆放的几个木人, 推开了鸡米远。 围观众人震了一瞬, 随后宁谋望去, 却见秦义云淡风轻地收回右手, 甩了甩拳头, 笑道, 成绩还算不错吧? 成绩还不错? 众人的目光再次流转, 落在了那块显示力量的屏幕上。 旋即, 所有人都惊呆了。 先前那位轰出450公斤力量的三段舞者, 更是恍惚间以为自己在做梦, 嘴中不断发出异语。 这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现实吧? 定睛一看, 那屏幕赫然显示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601公斤? 这是足以媲美五段舞者全力出手的力量, 甚至刚好打破了老会长徐景鹤保持了80年的记录。 一段舞者, 比肩五段。 第16章, 先别急着震惊, 更震惊地在后面。 徐若虚死死盯着秦义, 原本眯起的眼睛都瞪大了。 顾不得其他, 他三两步闪身到秦义身旁, 激动万分。 你再试一次, 全力出手, 别流利。 流利? 在场几人更加惊恶了, 看向秦义的目光, 像是在看一头怪物。 这么变态的记录, 这小子居然还没出全力。 几位三段舞者感觉一路修行过来的舞蹈信心被打击到了。 然而, 秦义只是点了点头, 没有露出其他表情。 他在练出五卡气血, 成为入门舞者的时候, 一拳就有300多公斤力量。 如今气血翻倍, 600多公斤不是很正常吗? 我都开挂了, 还不能碾压其余人, 那确实太废物了。 眼前的牧人被秦义打出了数十道裂纹, 看起来短时间内无法恢复了。 故此, 秦义换了个牧人, 稍微修整了几秒, 然后深吸一口气, 简单助跑后, 全力轰出一拳。 哄! 这一击的力道更加恐怖, 秦义打完之后, 感觉自己全身的气血都在翻涌沸腾, 久未停息。 那牧人的状况则更为夸张, 三四十厘米深的拳印显现其上, 以拳印为中心, 密密麻麻裂开了数百刀裂缝, 整个牧人看起来随时都可能彻底崩裂损毁。 七百八十公斤裂, 这一拳, 已然接近七段舞者的权力一击了。 可是, 挥出这么一拳的, 居然只是一位一段舞者。 此子, 有封王之姿啊! 徐若须惊喜不已, 于航这百年来, 仅出过一位王者, 还是老年时期, 才勉强跨入真王境界。 能封王之人, 无意不是人中龙凤, 千万人难出一位。 不曾想, 今日能亲眼见到一位。 因为秦义引起的动静, 来力量测试是围观的舞者越来越多了, 几乎把大门和过道为了个水泄不通。 但, 这些匆忙赶来看热闹的人都陷入了沉默, 一言不发, 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的数字。 这个数字, 把他们打沉默了。 万众瞩目之下, 徐若须大笑, 心中升起稀才之意, 向秦义问道, 小友, 我愿收你为徒, 不知你是否有益? 此言一出, 众人进阶回神, 露出轻木之色, 妄想秦义, 恨不能取而代之。 徐若须的境界极高, 传闻七八年前刚到渔航时, 便已入大宗师之境。 七八年的时间过去, 他如今的实力, 已无法想象。 最重要的是, 徐若须姓徐, 他背后站着天津十大家族之一的徐家, 主导五道联合会, 全是滔天。 若是能与徐家搭上关系, 各种高级修行资源, 定是源源不断了。 可是, 就是这么一桩天大的机缘, 秦义竟稍加思索, 就出口拒绝了。 我已有失, 不能再败他人了。 秦义拱手婉拒, 震惊全场。 于航境内, 什么师傅, 能比得上徐若须? 于航首席执政官也不配。 外人不解, 暗骂秦义太年轻, 有眼无珠, 不知徐家之强。 徐若须也有些困顿, 他还是第一次遭人拒绝。 秦义不像是受过系统性武道训练的人, 诸多常识都不懂, 怎么会有老师呢? 疑惑之下, 他向秦义问询其老师的名讳。 谁料秦义淡淡一笑, 吐露出四个莫名其妙的字眼。 东郊超市? 东郊超市? 徐老问你师傅的名讳。 你回答一个超市的名字, 是什么意思? 旁人一头雾水, 但徐若须却听出了其中的深意, 恍然大悟, 不断汗手道。 竟是如此, 若你败在那位门下, 那确实是我唐突了。 果不其然, 王老的层次很高, 就连徐若须这等存在都分外敬畏, 知道其在渔航隐居。 得知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后, 徐若须对于秦义愈发欣赏, 一边带着他往下一个测试室走, 一边说道, 倘若未来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来此找我。 感谢徐老。 秦义诚心道谢, 对于自己这个神秘的老师, 越发好奇起来。 不过他也不好直接向徐若须发问, 毕竟自己说是王老的徒弟, 可王老那边也没真说收他, 最多算机名弟子罢了。 两人继续开始常规测试, 除了力量外, 秦义还需要测试、速度、反应力、体质三大项目。 至于精神相关的项目, 那是宗师层面的东西了, 不到宗师, 脑欲不开, 无法修炼精神力, 自然没必要去测。 由于力量测试打破徐锦赫的记录, 引起轩然大波, 有一大批人跟在秦义后头, 想看看秦义后续的测试水平。 速度测试中, 秦义尽力狂奔, 巅峰移动速度达到了21ms, 比五段舞者的平均水平略高一些。 至于反应力, 也大差不差, 媲美五段舞者。 这两项测试结果虽然不错, 但比起力量测试时的表现, 还是差了点经验感。 神经反应力和速度都与敏捷属性有关。 我的敏捷属性的确是差了力量属性不少。 秦义偷偷打开个人面板, 此时, 他的力量属性已提升至17点, 敏捷还只有14点。 不过, 体质属性倒是飙升到了20点, 极为恐怖, 几乎要超越九段舞者了。 只剩下最后一项体质测试了。 我们渔航的体质测试比较特殊, 采用多倍重力进行测验, 逐步增强压力。 如果你感觉到扛不住了, 切记要早些说出来。 徐若须打量着秦义, 越看越满意, 觉得此子若不中途陨落, 必能成大事。 为何说渔航的体质测试特殊一些? 秦义不解。 因为别的地区都是采用锤炼法测试体制的。 而渔航距离悬天秘境很近, 悬天秘境中特产一种重力时可加强重力, 拿来当测试仪器非常不错, 比之锤炼法好上数倍。 徐若须耐心解释道, 原来如此, 悬天秘境吗? 秦义已经听过好几次这个秘境的名字了。 或许这次登记信息结束后, 可以稍微准备一下, 直接去秘境试试。 他这般想着, 随后于众目睽睽之下, 踏入单独的重力测试室中。 围观的舞者看着玻璃房内的秦义, 倒是没一开始那么期待了。 他们认为, 此子的特殊之处在于力量, 其他方面只能算一般天教的水准。 虽然也远超九成九的普通舞者了, 但舞到一段比肩舞段这种级别的天才, 他们还是见过不少的, 无需大惊小怪。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袍吗? 重力测试即将开始, 围观人群中却有一人魂不守舍, 像是被打击到了道兴, 望向秦义的目光充满惊惧。 他叫陈辰, 来自于杭东郊警局, 正是不久前消息指派出去, 暗中保护秦义的警官。 陈辰看过秦义的详细档案, 且一路尾随他, 目睹他测完了三个项目, 此刻已被秦义的逆天表现, 打击到尸神落魄。 别人不知道, 但他是知道的。 就在早上, 四个多小时前, 待在警局的秦义, 还只是一个练出了六卡气血的入门舞者。 四个小时, 就四个小时, 秦义不仅成为了一段舞者, 还表现出如此逆天的战力, 直叫人难以想象。 这小子, 究竟是何方妖念? 真的可能如其档案中记载的那样, 无依无靠, 是个没有舞到天赋的锅吗? 陈辰无法理解。 但接下来, 重力测试室里发生的一幕幕离谱之事, 更是差点让他惊掉了下巴。 第十七章, 百倍重力如喝水。 随着秦义走入重力测试室, 室外围观的群众又开始叽叽喳喳地讨论了起来。 你觉得, 这人能承受多少倍重力? 他的力量很强, 能比肩七段舞者, 但其他方面, 基本就是五段舞者的水平, 所以我估计体质也一样。 五十倍重力顶天了, 希望会有惊喜吧。 呵呵, 惊喜? 能有一项属性达到绝代天骄级别, 已经算不错了, 别指望双项属性绝代了, 那是天经才可能培养出来的妖念。 华夏舞到盛行百年, 对于年轻舞者的资质也有了模糊的划分。 以一段舞者为例, 若是凭借一段舞者境界, 有一项属性可以比肩三段舞者, 就能被称作天才、 天骄。 若是能比肩五段, 就是超级天才。 至于如秦义这般比肩七段舞者的, 便是所谓的绝代天骄。 当然, 同级别的天骄之中也有水平划分, 能够突破境界极限的属性越多, 资质就越强。 WOW!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重力测试已然开启, 测试适中隐隐传来一阵波动, 镶嵌在天花板上的淡蓝色晶体, 迸发出刺目的白光, 篡改了一小片区域内的重力法则。 待在重力金石正下方的情义面无表情, 原地盘坐, 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 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他昂起头, 望向天花板上的重力金石, 不断观察着这块金石的模样, 将其牢记在心中。 听说这种重力金石, 每一千颗的售价是一千万, 而重力式镶嵌的这一颗足有五吨重, 体积却只有篮球大小。 先记住它的样子, 等未来进了悬天秘境, 看能不能挖矿致富一波。 室内的重力疯狂飙升, 很快,大屏幕就显示核心区域的重力 达到了蓝星的十倍。 十倍重力之下, 灵气复苏前的普通人 会在几秒钟内休克昏厥, 纵然是经过训练的宇航员 也会一时模糊, 两眼发昏, 脏气内出血, 形成内伤, 撑不住一分钟。 但对于灵气复苏后的舞者来说, 这种重力不算什么, 一段舞者就能轻松抗住。 重力继续增加, 15倍, 20倍, 25倍。 等到重力强度达到30倍之时, 秦义满头的黑发都被压得贴近了头皮, 全身衣服被重力向下撕扯, 渐渐崩裂, 露出健壮精美的躯体。 幸好他的裤子还在, 秦义倒是不怕出球, 主要是怕裤子没了, 打击到在座的男性舞者, 让他们自卑。 30倍重力已是三段舞者体质的平均水准了, 但对于秦义来说, 完全没有造成压力, 甚至他还能走神, 胡思乱想。 重力测试是, 能制造出极端的重力环境, 假若能无限增加重力, 那对秦义来说就是一次进化的机会。 来点压力吧, 别让我扫兴啊。 秦义暗暗期待着, 40倍, 50倍, 60倍。 头顶的重力精实, 弥漫出一股玄妙的气息, 仿佛触及了大道规则, 持续向秦义施压。 然而60倍重力之下, 秦义竟还能顽强地挺直腰杆, 从容应对。 这已经触及六段舞者的领域了, 一般的五段舞者呆在60倍重力下, 马上就得匍匐在地, 抬不起头。 秦义又一次要打破极限, 冲刺到七段舞者层次吗? 玻璃房外围观的舞者们再度变了脸色, 双向属性比肩七段的绝带天骄, 余航百年来不曾出现过艺人, 要见证历史了吗? 这位年轻人在今日之前默默无闻, 压根无人知晓他的名字。 但今日之后, 怕是要在余航掀起轩然大波, 成为一段不可删改的历史记录了。 七, 七十倍重力了。 一位四段舞者死死盯着大屏幕, 当上面的数字跳动到70时, 他忍不住惊呼出声。 只要他能坚持十秒, 就算是抗住了七十倍重力, 凭一段之躯, 硬抗七十倍重力, 妥妥地绝待天骄, 封王之姿。 另一位出身于世家的公子哥也震惊了, 他位居高位, 见多识广, 在天津见了不少天骄, 可达到秦义这一级别的, 却不曾见过, 只是听说过。 因为天津达到秦义这种级别的绝待天骄, 并非他这种身份能接触到的。 一向淡定的徐若虚也有点紧张了, 他倒是不担心秦义能否撑住七十倍重力, 他只担忧秦义会继续硬抗更高倍数的重力, 导致身体留下暗伤, 损了前程。 见好就收, 切勿逞强。 徐若虚向秦义传声道, 放心, 问题不大。 秦义扬唇一笑, 在他身上看不出半点压力。 七十倍重力毫无难度地抗了过去。 当重力级别超越八十倍时, 围观众人说话的语气都开始发颤了。 他, 还是人吗? 纵然以肉身著称的凶兽, 同境界下也扛不住八十倍重力吧。 他们先前还在猜测, 秦义能否抗住七十倍重力, 哪曾想对方轻轻松松就冲破了八十倍, 即将到达九十倍重力了。 九十倍重力是什么概念? 假设一个人的体重为七十公斤, 九十倍重力, 就相当于这个人身上扛了一座六吨的小山。 这可是六吨啊, 即使是八段舞者, 都会在寝客间被碾压成炸。 只有九段舞者才能勉强抵抗。 秦义的肉身竟强悍到此等地步了吗? 要知道, 他才刚刚一段啊。 然而, 在这种极端重力环境下, 秦义的脸上居然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他艰难地挥动右手, 从裤子的口袋里取出一根被碾压成渣的巧克力棒, 用嘴撕开包装, 一口吞下。 都什么情况啊? 他还有余力吃东西。 众人看向秦义的目光, 像是在看变态。 九十倍重力, 拦不住他了吧。 就连一位德高望重的八段舞者都被秦义惊到了。 他测试过很多次体质, 但最高纪录也不过就八十九倍重力。 九十倍重力是他突破前永远不敢尝试的领域, 因为一旦尝试, 就会有生命危险。 今日见秦义这位一段舞者, 轻松挑战九十倍秦义。 他总感觉自己一身修为白修了。 小了, 格局小了。 我估计, 一百倍重力都拦不住他。 百倍重力, 五十层次。 瞧着重力室内, 吃下巧克力棒后容光焕发的秦义, 众人一时间都有些口干舌燥。 你小子, 怕不是要逆天啊。 第十八章, 人足隐秘, 封王之后的境界。 只要有充足的能量供应, 搭配极端艰苦的环境, 秦义就能开启细胞适应性进化。 一根巧克力棒下肚, 重力室终于达到了百倍重力, 在此等环境下, 就连空间都开始隐隐振战。 头顶的重力金石更是嗡嗡作响, 荡起一层层涟漪。 秦义感觉自己身上背上了好几座大衫, 就算是二十点体质也扛不住了。 他挺直的腰杆, 止不住地向下弯曲, 整个人勾楼蜷缩了起来, 仿佛有天大的压力压在身上。 他浑身上下亿万的细胞都在不断被碾压, 骨骼在断裂, 脏气在破碎, 身上每一个毛孔都在疯狂向外溢出鲜血。 这种压力, 比刘烨全力出手打他还恐怖。 不一会, 秦义整个人便沐浴在了鲜血中, 成为一个心红的血人, 模样害人。 他还在硬称, 十秒已经过去了, 完全没必要。 难不成还想挑战一百一十倍重力? 他疯了吧? 妈的, 这个疯子太疯狂了, 他现在怕不是已经休克过去, 没法出声求救了吧? 舞者们都被秦义的抉择吓到了, 一段之躯硬抗百倍重力, 这已经是亘古未有之奇迹了, 可眼前的青年显然还没有放弃。 他想要创造一个永远不可能被打破的记录吗? 舞蹈天骄大多道心坚毅, 否则也没法在舞蹈之上走得长远。 可如同秦义这般不要命的, 还真是少见。 徐若虚率先坐不住了, 他张开手, 想要强行关闭重力增幅, 把秦义带出来, 然而手才刚伸出去, 就被重力适中的一句低喉打断了。 徐老无须如此, 我还能撑住, 别管。 血泊中恍若死尸的青年开口了, 他的语气略显集, 大概是真的不想徐若虚关闭重力增幅。 此言一出, 众人的神色彻底绷不住了, 在他们心目中, 秦义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舞蹈疯子。 都这种情况了, 他还想着坚持。 或许, 他是想在死亡压力下垂炼肉身, 打造出更强的肉体。 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年舞者四世, 看破了秦义的用意, 暗暗出声。 某些潜力无穷的年轻舞者, 在面对生死磨练时, 有时能抗住危急, 从死亡中脱胎涅槃, 变得更强。 但这种涅槃是不稳定的, 谁都没法保证, 自己的肉体, 真的藏有那种附生的潜能。 秦义就这么自信, 自己一定能成功。 重力室内外, 再度陷入了死寂, 一双双眸子, 紧紧盯着秦义, 想看看最终的结局究竟是什么。 重力增幅还在不停增强, 眼看就要达到110倍了。 秦义崩裂的骨骼和细胞 借助一级的肉身恢复力 疯狂重塑着, 在数百次毁灭与新生中 孕育出玄妙的生机, 将他的肉身一点点打磨锤炼至极限。 这种肉身疯狂毁灭的痛苦 已经超越了癌症, 三级疼痛忍耐都有点挡不住了。 秦义像是筛康一样剧烈发抖, 他强忍着疼痛没有出声, 被高压压弯的脊背逐渐向上抬起, 好像在一点点适应百倍重力的环境。 抬高,抬高,再抬高。 在无数人惊恶的目光中, 一位坚毅如铁的少年 正对抗着110倍重力, 逐步挺直他弯曲的躯感。 最终,他做到了。 在重力是近乎120倍的压力下, 秦义凭借一段舞者的实力, 昂首挺胸, 傲视古往今来千万添交。 他体表的血液早已干涸成血架, 一片片脱落,露出下方晶莹璀的新生宝体。 这具崭新的肉身仿佛蕴含着无穷的伪力和生机, 每一块肌肉的大小和形状都恰到好处, 精状俊美到了极点。 丁,你全身的细胞适应了百倍高压, 进化出被动铜皮铁骨LV2。 丁,你的经脉获得全面增强, 进化出被动技能坚韧不拔LV2。 被动技能坚韧不拔与铜皮铁骨成功融合, 进化为被动技能钢筋铁骨LV2。 丁,你全身的细胞在毁灭与新生中重塑, 进化出被动,肉身恢复力LV2。 听见脑海中响起的系统之音, 情义微微一笑,于万众瞩目下, 毫无压力地从百倍重力室内站起, 自己手动关闭了重力增幅,走了出来。 120倍重力被他简单打通了。 此等成绩纵然是舞者极限榜上的绝带天骄, 也无法再仅有一段境界时做到。 望着从测试室中凯旋的情义, 外界人群先是沉默了半上, 旋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哥们,你牛逼,我是真服了,无敌了。 你以后要是成为九段舞者, 岂不是轻轻松松登顶极限榜? 极限榜是通过力量、速度、 体制三项属性测试进行综合排序的, 此榜毕竟是由舞道联合会初代会长徐景鹤所著, 颇具神意。 只要在舞道联合会的测试室进行测验, 一测完就会自动进行评分, 判定能否上榜。 如今舞者极限榜第一名的云霍, 体制水准乃是96分, 相当于抗住了250倍重力10秒。 不过, 它是在九段时达到这个成绩的。 没人会怀疑, 秦义九段后能轻松打破这个记录。 下次不要这般冒险了。 见秦义安全无视, 徐若须这才放下心来, 贴心地不知道从哪里取出了一件外套, 递给秦义。 结果外套, 秦义这才想起自己上半身还是裸露在外的, 心中一暖, 急忙道谢穿上。 这个舞蹈世界与他想的似乎不太一样, 大部分的舞者都是好人, 不会因为极度扼杀人类天才, 相反往往会提供帮助。 像是周围那群从头到尾围围观他创造奇迹的路人舞者, 脸上大多看不见极度之色, 反而对他很是欣赏, 不少人还想拉拢他加入某些势力。 人类看起来大部分还是很团结的, 是因为秘境中异足的压迫吗? 秦义在心中猜想着, 表面还是一副和煦的样子, 婉拒其余舞者的拉拢。 百倍重力对他来说压根不算什么, 倘若他真想破纪录, 一千倍重力都有机会拿下。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有一个抗压神迹, 柔弱无骨。 此技能能让他的肉身变成如同海绵一样, 抗压能力拉满, 非常适合高压环境。 四项测试全部结束, 秦义摆脱人群的骚扰, 跟着徐若虚一路来到五道联合会的后台。 亲自帮秦义登记完一系列信息后, 徐若虚交给了他一个网址, 告知这便是五界, 未来有想购入或售出的五道资源, 都可以在上面交易。 秦义欣然接下, 趁此机会, 他向徐老问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 目前人族的最强者是什么境界? 听见这个问题, 徐若虚神色一正, 随后叹息苦笑道, 山海静后便是封王, 封王之后的境界, 乃是尊者。 尊者中的绝顶强者, 被称为天尊。 每一位天尊, 都是能镇压一族气域, 横推一界的无上存在。 尊者, 天尊! 秦义还是第一次知晓封王境之后的五道境界, 毕竟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五道境界, 全部止于封王。 不过, 他见徐若虚流露出苦涩的神态, 心中顿时有了些不祥的预感。 该不会, 我人族没有天尊吧?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徐若虚摇了摇头, 又叹了口气。 我人族原本是有天尊存在的。 只是, 在数十年前, 我人族的天尊, 战死了。 第十九章, 凡人族称尊者, 当镇压一势敌。 战死了。 秦义心头悸动, 他虽未曾见过天尊, 但在网络上见过封王极大能。 光是封王境强者, 便有通天彻地之威势, 黄论强于王者千百倍的天尊。 此等不朽巨头, 竟也会陨落。 还是战死吗? 秦义沉默了下去, 等待着徐老继续讲述。 徐若旭的脸上闪过复杂的神色, 悠悠叹道。 你们仅知晓百年前动天秘境降临蓝星, 却不曾知晓, 跟从动天秘境一起降临的星空万族并非善辈。 凤族、龙族、魁兽、海族, 这些来自星空的异族, 不管是底蕴还是实力, 都远剩我人族。 他们居住在动天秘境中, 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派人现实, 似乎在搜寻什么东西。 但不管有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 他们都会杀人, 肆意屠戮人类, 尤其以扼杀人族天骄为乐, 杀到自己身心愉悦了为止。 我人族的实力与他们相差太大, 一开始只能忍辱负重, 咬牙修行。 但在八十多年前, 一批人族绝顶天骄同时出世。 开启了我人族历史上第一次璀璨大事, 他们同万族争霸, 横推古族圣子, 在血与肉的磨练中封王称尊。 这批人族天骄中, 有一人走到了大道之路的尽头, 他便是人族的第一位尊者, 也是人族的第一位天尊, 万劫天尊。 他于万般劫难中崛起, 强势霸道到了极点, 终于成了万族的劫难。 讲述到这段往事, 纵然时隔多年, 徐若须仍是予有荣烟, 语气激动。 可在想到这位天尊的结局, 他的脸色又暗淡了几分。 那一日, 四大谷族各派出一位尊者, 再加上有两位谷族天尊坐镇, 一共六人, 从南海洞天出世, 携滔天威势, 大举入侵。 那一日, 万劫天尊默然应战, 以一敌六, 赤手搏杀两位尊者, 重创一位天尊, 硬生生杀退了全部谷族, 可他也血洒南海, 激进陨落。 那一日, 天地悲鸣, 血雨倾盆, 可人间仍是一片祥和, 无人知晓南海发生的大战。 万劫天尊死前, 回望了这人间最后一眼, 欣然闭目, 大笑不止。 他说, 这辈子够了。 最终, 他以天尊残躯化为无上大阵, 镇压了蓝星最大的洞天, 南海洞天。 自那日起, 封王镜之上的异族若非付出巨大代价, 自损大盗本源, 否则再难穿越洞天降临现世。 天尊之能, 何等恐怖。 万劫天尊最后或许还没到山穷水晋的地步, 但他自知异族的杀意, 因此没有选择苟活残喘, 而是拿最后的命换来了人世百年安稳。 青山处处埋中谷, 何须马格果失还? 秦义穿越到此事这么多天, 其实一直没有什么归属感, 但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 他相信, 只要是人族, 得知此事后, 没人会感觉不到。 情感都是共通的。 徐若须闭上了眼睛, 讲述这段往事, 似乎耗费了他全部的力气。 许久, 他才重新出生, 对秦义说道, 未来你若前往南海洞天, 可以去看一看万劫天尊留下的那块石碑。 秦义心头沉重, 那块石碑记载了什么? 石碑之上只有一句话, 那是万劫天尊的遗言。 刷! 徐若须猛然睁开眼睛, 眸中蹦射出无边的傲气, 一字一句, 铿锵有力。 凡我人族称尊者, 当镇压一势敌! 这日夜晚, 秦义选择在武道联合会留宿一夜, 此地有诸多高手作证, 无需担心, 义神会对自己动手。 短短一天之内, 他经历了太多事情, 先是和义神会的武师刘夜打了一架, 被警官带走审问, 随后又在王老的超市, 吃下三枚一节灵果, 晋级舞者一段。 最终, 他来到市区, 在武道联合会结识了徐若须徐会长, 完成了四项属性测试, 顺带还进化出了更强的被动。 打开个人面板一看, 又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力量, 20, 体质, 25, 敏捷, 17, 精神, 10, 天赋, 适应性细胞进化。 技能, 灵气清合LV6, 低温抗性LV4, 抗毒性LV3, 钢筋铁骨LV2, 肉身恢复力LV2。 战力评价, 表面上看, 仅是一位二段舞者, 实际上能一拳打死七段舞者, 甚至还能站着不动, 让九段舞者先打五分钟。 没错, 经过下午的重力式锻炼, 秦义再度升级, 从舞者一段突破至二段, 气血20卡, 足足多了10卡气血。 一日之内连破两镜, 传出去绝对要吓死一群天才。 六级灵气清合了, 这修炼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秦义暗自期待着, 他吃下三枚一节灵果, 为他的灵气清合提升了三级, 与刘烨打了一架, 也提升了一级。 这般看来, 跟中高阶舞者打架, 承受对方的气血冲刷, 同样有提升灵气清合力的作用。 当然,前提是别被打死。 等我稍微变强一点, 突破了舞师, 也许可以让徐会长出手, 打我一顿。 秦义这般想着, 旋即闭上双眸, 缓缓入定, 尝试牵引灵气入体修炼。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功夫, 秦义就完成了一次周天运转, 以灵气滋润了全身一遍。 十个周天能淬炼出一卡气血, 按照这个效率, 秦义一天修炼十个小时, 只要十天就能跨入三段舞者。 这种修行速度, 已经超越九成的人类舞者, 称得上习武天才了。 要知道, 就在几天前, 秦义还是个灵气都感知不到的舞蹈废柴。 不过, 还是太慢了, 十级的灵气清河可能是个门槛。 等十级后, 我再多花点时间修炼吧。 十级前, 还是以细胞进化为主。 一次肉身进化, 就让秦义提升了十卡气血, 谁快谁慢, 不言而喻。 秦义结束修行, 从口袋里取出手机, 登上了一个奇妙的网站。 武剑? 这是属于武者才能踏足的特殊区域。 据说在武剑, 只要你有钱, 什么都能买到。 包括时间和生命。 第二十章, 琳琅满目的商品, 七伤风拳。 功法, 武器装备, 灵职, 丹药。 武剑的主页面上, 光是商品的大分类就有十几个可选。 而随便点进一个大分类后, 还能继续选定小分类。 比如, 秦义现在点进了功法分类, 在屏幕的最上方, 便出现了长长的一小列细分品类, 功勤逸选择。 拳法, 枪法, 剑法, 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极为稀有的呼吸法。 秦义点开呼吸法专区看了一眼, 眼睛都差点看直了。 扬言呼吸法, A级功法, 实测宗失以下可提升五倍修行效率, 宗失以后可提升两倍修行效率, 无负作用。 售价, 两亿五千万元, 可领满减五元优惠券。 一本A级呼吸法, 明码标价两亿五千万。 这是普通人不吃不喝, 打工一千年都赚不到的钱。 五元优惠券, 我差的是那五块钱吗? 秦义满头黑线, 准备看一看最便宜的呼吸法要多少钱。 他将价格从低往高进行排列, 很快找到了一本D级呼吸法。 九妙呼吸法, D级功法, 实测五十以下可提升两倍修行效率, 中阶五十以后无效。 售价, 一千五百万元。 好吧, 看来最垃圾的呼吸法秦义也买不起。 他身上靠麦器官赚来的七十多万存款, 太可怜了, 放在五戒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 习武果真烧钱, 一个亿都不够看的。 秦义由衷感叹, 随手退出了呼吸法专区, 点进武器装备, 分区逛了起来。 五戒的武器装备, 同样以Sepid来区分品阶, 一阶武器匹配五者境界, D阶匹配武师, 以此类推。 当然, 同阶武器也有强度的精细划分, 以字母后面的数字为区别, 比如第一级武器是强于第二级的, 最弱为第九级。 别看C阶武器, D阶武器听着很弱, 实际上一把第九级武器, 至少要一百万才能拿下。 至于一阶武器, 虽然便宜了不少, 但底价仍然要十几万。 逛了一圈武器装备分类, 秦义默默下定了决心, 还是不买武器装备了。 不是他买不起, 主要是裸装更有性价比。 有神技细胞适应性进化, 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肉身打造成无敌的武器, 没必要使用装备。 换句话说, 用了装备之后, 反而可能拖累他肉身进化的速度。 退出武器装备分区, 秦义大致将整个武界都看了一圈, 心神震动, 颇有一种土包子出到大城市被震撼的感觉。 临职专区中, 一阶灵果就是天价, 像李无峰输给他的那三枚一阶灵果, 在武界竟少说要一个亿。 秦义没想到, 自己小小三口, 竟吃掉了三个小目标。 至于更高阶的二阶、 三阶灵果, 已是无价之宝, 全部需要贡献才能购买。 武道联合会与人类联盟对治下武者自有一套贡献制度, 武者可以通过完成官方任务, 剿灭洞天秘境, 阻杀一族, 出售凶兽尸体等行为换取贡献。 没错, 在武界, 你甚至可以接任务去做, 有官方任务, 也有民间悬赏。 而任务奖励, 大多是金钱和贡献, 也有少数式武器装备, 功法灵职。 话说回来, 灵职专区里最贵的, 其实还不是那些高阶灵果, 而是一些可种植的活体灵根。 这些灵根被武者们以特殊手段保存了下来, 只要栽种于事宜的环境中, 马上就能在线生机, 重新开花结果。 一株活体灵根, 哪怕是最差的一阶灵根, 依旧价值无穷, 需要用贡献点购买, 无法以金钱衡量。 毕竟那象征着取之不尽的灵果。 灵职专区的东西, 秦义肯定是买不起的, 或许一些不入阶的灵果, 他能买下, 但那种果子, 对他来说, 已经没用了。 当初吃下不入阶的紫竹果和血果, 之所以有用, 主要是因为他当时还是普通人, 肉身对于灵果的抗性很低, 会产生反应。 现在, 以他二段舞者的身体素质, 不入阶的灵果, 一天吃一千克, 都不会有反应了。 没有反应, 自然不会进化。 不过, 这琳琅满目的天价商品, 倒没有打击到秦义的信心, 因为他知晓, 自己未来总有一天, 能有钱买下这些东西。 在五届的凶兽异族专区里, 除了能够买凶兽异族身上的珍贵材料外, 还专门有一个售出按钮。 舞者若是从洞天秘境中得到了凶兽, 异族的尸体, 自己又不会处理, 完全可以售卖给当地的武道联合会, 或执政厅, 换取金钱和贡献点。 一头一接凶兽的完整肉身价值一百多万, 同街一族更是骑马翻倍。 假如我会处理凶兽尸体的简单方法, 价格还能更高。 琴毅双眸发亮, 总算明白舞者们如何赚钱了。 那些在秘境外围摘垃圾邻国, 去超市倒卖的舞者只能说小打小闹, 赚不了几个子。 真要发家致富, 还得杀凶兽和一族, 去秘境核心区域摘高阶邻国, 挖高等灵根。 悬殿秘境是必须去一趟了。 秦毅默默记下那些值钱的凶兽特征和一族种类, 以后要是能遇到, 一定得抓住机会拿下。 他再次点开功法分类, 准备最后挑选一门适合自己的便宜功法。 既然不用武器, 那么选拳法是最舒服的, 秦毅一向推崇赤身肉搏, 拳拳倒肉的暴力美学。 将功法排序设定为价格由低到高, 不多时, 一门特殊的功法进入了秦毅的视线, 让他眼前一亮。 A级拳法, 居然只要十万元。 这不是白菜价吗? 卖家不小心标错价格, 恰好让我捡到漏了。 A级拳法乃是山海经那个层次的东西, 换句话说, 只要学了, 至少封王钱都是够用的。 秦毅赶忙点开这门功法的详细介绍, 当一行行文字映入眼帘之际, 他有点明白, 为什么这门A级拳法如此便宜了。 不是卖家标错价, 而是这功法只值这个价, 再高没人会买。 拳法名称七伤封拳。 品阶A 作者 封王 介绍, 此功法主功法之道, 讲究极致的进攻, 无半分手艺与退役, 共分七层, 修行至第五层后可参悟真王道义。 请注意, 由于此功法为封王所创, 修行至第五层后感悟的封王之道 可能影响修行者的道心, 致使其人陷入癫狂, 难以挽救。 请注意, 此功法的杀伤力堪比S级拳法, 但修行与使用之时会损伤自身, 导致不可避免的暗伤。 若无法找到解决之法, 最好不要学习。 请注意, 购买后无法退款, 不接受退款请求。 无者修行此功法的一切风险, 介于本店无关, 需自行承担。 售价, 十万元。 第21章 要的就是副作用。 这是一门有极大副作用的杀伐全法,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正常情况下来讲, A级功法最低价也需要上万点贡献, 那价格就不好说了。 秦义估计, 七伤风拳的副作用绝对不小, 否则不可能降价如此之多, 仅十万元就能买下。 不过, 对其他舞者来说无法接受的副作用, 在秦义这儿却是好东西。 修行此权伤身? 抱歉, 不伤身的功法秦义还不想修呢。 原本自己不可能买得起的好东西, 只花了白菜价就能买下。 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他当即便支付了十万元, 正式拍下七伤风拳。 在五届网站里, 购买功法需要进行面部识别, 顺带签订一份承诺不外传的合同。 秦义大致扫了一眼合同, 发觉这份看似普通的电子合同, 似乎暗藏某种道义, 签订之后, 冥冥之中就会有所感应, 一旦自己违约, 必将遭受惩罚。 这么一份简简单单的合同, 却隐隐透出了人族的底蕴, 极为不凡。 道义道义, 在舞者的观念中, 其实是分开来的两种东西。 据说登临大宗师境之后, 脑欲大开, 石海显现, 舞者便能开始接触义。 一位大宗师的真实实力如何, 往往就看其有无感悟出义, 比如剑义, 刀义等等。 所谓的义, 其实是舞者对于大道的一种模糊感应, 等到山海境, 封王境之后, 这种感应逐步加深, 具象为道义, 这个过程便被称作悟道。 听徐若须说, 每一位真王的诞生, 都代表着一条大道被走到了尽头。 这份合同不知道是谁拟定的, 但至少也是一位真王。 秦义嘖嘖称奇, 他原先还在疑惑, 售卖功法, 不怕被人买走之后再转卖吗? 看来5G的创始者早就顾及到了这一点。 合同签订成功, 下一秒, 秦义手机里多出了一份文件, 正是七伤风全的证文及其详解。 卖家甚至还贴心地送了秦义一套演练视频, 可以让他跟着视频学习。 他先迫不及待地打开功法证文通读了一遍, 旋即眼眸中亮起筋芒, 满脸欣喜。 这功法, 太适合他了。 七伤风全主打的, 就是一个不要命, 通篇不讲一个首字, 只有进攻。 功法七层, 背影着武者从准入门境界一直到封王境, 只不过象征着封王境的第七层还不完善, 故此导致功法有缺憾, 副作用极大。 在五层之前, 修习此功法会导致杀伐之气入体, 损害经脉与脏气, 落下难以治愈的病根。 而在五层之后, 更是会有癫狂道义, 涌入十海, 冲刷灵魂, 稍有不慎, 就会彻底发疯。 哈哈, 好, 太好了。 五层之前, 拿杀伐之气锻炼肉身。 五层之后, 还能以道义锤炼灵魂, 完美。 看完副作用后, 秦义笑道何不拢嘴。 一门A级功法, 只花了十万元也就罢了, 还解决了自己好几个麻烦, 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年人 站在空旷的后院, 穿着一身黑色净装, 茂密的头发与胡子 遮挡住了五官, 显得极为脏乱邋遢, 看起来至少又七八年没有打理了。 他面无表情地呆滞于原地, 过了几秒, 又突然黑黑地尖笑了起来, 猛然轰出一拳。 这一拳打在空中, 却让周围一小片天地 都震荡了一瞬, 后院的两棵大树枝头摇曳, 落下大片枝叶。 这位该不会就是创作 七伤疯泉的疯王吧。 秦义心头一惊, 而后目不转睛地盯着侍萍, 不敢有片刻走神。 随着中年男人逐步进入状态, 他的举措愈发癫狂, 看得秦义如痴如醉, 不知不觉间便沉浸在了拳法中, 身体不自觉地跟着摆动了起来。 疯泉看似是毫无章法地乱打一通, 实则每一拳都是杀招, 直奔对手命门而去。 一个晚上过去, 秦义跟着视频练了一遍低层拳法, 受益肥浅, 体内渐渐滋生出了一股躁动的杀伐之气。 这种杀伐之气乃是杀敌秘宝, 气伤疯泉之所以能以A级品质 媲美S级拳法的攻击力, 正是因为休息此拳者 要拿自己的肉身滋养杀伐之气。 此气霸道无边, 敌我不分, 想要酝养它, 要么自己助就无敌肉身, 要么拿灵药灵果硬补, 相当于一边扣血, 一边嗑药回血。 不过, 秦义则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硬抗就完事了, 抗不住那就进化。 反正只要不秒杀它, 它就永远不会亏。 现在的体内的杀伐之气还是太少, 损害机体的速度还没我恢复得快, 没有进化效果。 等未来修炼久了, 效果才会明显起来。 秦义感受着经脉中冰凉的的气息, 默默汗手。 它如今有二级的肉身恢复力和钢筋铁骨, 体质堪比武师, 单单一层的气伤杀拳对它伤害太小了。 秀! 它冷不丁捏紧拳头, 凭空轰出一拳。 只见其右臂瞬间化为一道残影, 打在半空中, 震开一圈气浪。 原本八百公斤的力道, 在A级拳法的加持下, 突破了一吨。 不仅如此, 它这一拳还夹杂着杀伐之气, 若是敌人想靠体质硬抗, 便会被杀伐之气侵入, 损坏心脉, 阻碍其恢复。 等我武师后, 还能外放气血, 到时候一拳打出去, 又是杀伐之气, 又是气血之力, 负面效果拉满了, 同街舞者吃上一拳, 毙掉大半条命。 秦一收回右拳, 瞥了眼窗外的天色, 已是第二日正午了。 练了一晚上拳法, 他的肚子也饿了, 是时候告别徐会长, 饱餐一顿, 然后进入玄天秘境了。 弥补上攻击手段的短板后, 秦一表面上看, 只是个二段舞者, 但真实实力堪比武师, 足以横扫玄天秘境的外围区域了。 念到了这么久的秘境, 终于能亲自进去看一看了。 他打开房间的大门, 深吸一口气, 大步走了出去。 徐会长对待他, 还是相当不错的, 借宿在人家这一晚上, 走的时候, 自然得去打个招呼。 秦一走向徐会长的办公室, 走着走着, 还时不时突然出手对着空气打上几拳, 像是发病了一样。 沿途的路人看见这一幕, 还以为秦一是个精神病, 露出嫌弃的目光, 纷纷远离。 只有在秦一后头偷偷跟着的晨晨 看出了这几拳的门道, 大为吃惊。 他感觉, 秦一随随便便打出的几拳, 要是打在自己身上, 怕是能当场打死自己。 这拳法非常不简单, 至少也是C级。 才过了一个晚上而已, 晨一从奶学来的高阶拳法。 晨晨面露一色, 他越来越感觉, 消息消局长派自己来保护秦一, 是在搞笑。 这小子都能一拳打死我了, 还需要我保护。 第22章, 储物袋, 承诺。 五道联合会, 会长办公室。 徐若旭端坐在椅子上, 手上捧着一张报纸, 时不时喝上一口热茶, 悠然自得。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用手机看新闻了, 但徐若旭自认是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董, 用不习惯手机, 还是喜欢订报纸看。 嘎吱。 突然, 办公室大门被人打开, 徐若旭头都没抬, 便知晓了来者是谁。 秦义。 放下报纸, 他脸上露出笑意, 打亮着眼前的年轻人, 汗手道, 看来你在五界有所收获, 现在是准备离开了。 是, 承蒙您的照顾, 我接下来打算去悬天秘境一趟。 秦义没有隐瞒, 直接将自己的规划告诉了徐会长。 悬天秘境? 也是, 以你如今的实力, 进一个地级秘境历练刚刚好。 不过, 徐若旭眉头一皱, 似是想到了什么, 指了指桌面上的报纸, 这几周的悬天秘境有所异动, 有大规模兽潮出现, 很不太平。 你若是一定要去, 切记不要太过深入。 兽潮? 秦义听闻秘境中的环境 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 灵气更加充沛, 大道本源时常自然显化, 属于修行圣地, 其中有数不清的恐怖凶兽。 据说把刚生下来的普通小狗放进秘境, 这条狗假如能活到成年, 也会成为一头凶兽。 只是兽潮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秦义想要快速提升实力, 就必须去危险的地方。 随着体质不断增强, 现实世界中的很多行为, 都已经没法对他起效果了。 他现在去玩自由落体, 估计得30层楼起步才有用, 可于航市很少建这么高的建筑。 就算真找到这么高的建筑, 跟楼主商讨着让自己跳一下也很麻烦, 会惹来普通人的注意, 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思来想去, 所以,不管玄天秘境出了什么情况, 他都得进去探一探。 一神会的威胁时刻警示着他, 要以最快速度变强。 徐会长和王老已经帮了他不少了, 未来的路, 秦义还是要靠自己走下去。 咔哒。 徐若虚见秦义面色坚定, 当即便懂了对方的意思, 不再多说什么, 拉开办公桌下的抽屉, 从中取出了一个黑色的皮带。 这个皮带大概有八掌大小, 似乎是用某种凶兽的皮革制成。 其上撞刻有复杂的银色纹路, 隐隐散发着空间波动。 徐若虚一边将皮带递给秦义, 一边解释道, 这是空间储物带, 你既然决心要经秘境, 那自然得先把用来储存收获的背包准备好。 我这刚好有个多的, 就送给你吧。 接过空间储物带, 秦义心头一暖, 暗暗记住了徐会长对自己的恩情。 这种空间储物带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只要把带口张开, 对准想要存放的物品, 带上去, 持续接触三秒, 就能将其存下。 不过, 想要精准地从中取出东西, 还是有点困难的。 只有等到舞者踏入宗师境界, 开辟了脑域之后, 才能用精神力操控储物带。 一念之间, 想存什么就能存什么, 想取什么同样就能取出什么, 方便无比。 请一想起, 这种空间储物带的价格并不便宜, 最差的也要大几十万。 其原料乃是一种名为虚空兽的凶兽皮, 加上专业的符文师撰刻空间符文, 才能制作。 这个B级储物带, 有一千立方米的空间, 足够你用到山海近了。 徐若须瞥了眼, 落入秦义手中的黑色皮带, 面露怀念。 这个带子跟了他二十多年, 从他成为舞者, 到立下赫赫威名, 最终退隐于航, 有太多故事可以讲述了。 但, 他终于还是老了, 没法继续杀敌了。 一千立方米,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受。 秦义心头一惊, B级装备的价值已经无法用钱去衡量了, 他实在承受不起这般厚爱。 见秦义想要拒绝这份礼物, 徐若须摆了摆手, 神态沧桑了三分。 所谓的武器装备, 只有能上阵杀敌, 派上用场, 才不算落寞呀。 这东西跟着我没用了, 与其伴着我一同入土, 倒不如跟着你焕发新生。 徐若须心意已决, 秦义沉默了片刻, 最后还是把B级储物袋放进了口袋。 他凝视着凸显皮态的老人, 认真道, 我答应您, 未来有一天会亲自去荡平泰山秘境。 秦义昨日在武界看见过徐若须的生平事迹, 知晓老人曾在八年前与一群天骄结伴进入名列S级的泰山秘境。 但那一行人最终只有徐若须活了下来。 自那以后, 徐若须便再没有出现在秘境前线了, 与鱼航退影, 成了一位武道联合会的分会长。 这是秦义第一次对他人许下承诺。 虽然他一位二段舞者豪言要荡平S级秘境, 显得格外滑稽可笑, 但徐若须的神情却默然肃默了起来。 他盯着秦义看了许久, 旋即仰天大笑, 笑得格外放肆, 仿佛年轻了数十岁。 好, 很好, 我等着你。 从武道联合会出来, 已是下午两点。 玄天秘境的入口在渔航北郊, 由渔航执政厅下属的秘境局把控, 任何舞者想要进去都得提前登记。 当然, 门票钱是不用的。 听说秘境也有一些藏在暗中的隐秘入口, 被某些组织所掌握, 用来偷渡走私, 但具体的秦义也不太清楚。 登上拥挤的地铁, 秦义莫名地有所感应, 人群中有人一直在盯着自己。 在精神力提升至十点之后, 他对于这种暗中的窥探敏感了不少。 偷偷寻着这种感觉扫尸四周, 秦义很快找到了一位穿着褐色风衣的男子。 秦义也注意到了秦义的动静, 对方似乎再往他这走。 嗯? 难不成是准备下车了吗? 晨晨的位置靠近车门, 因此做出了这种推断。 他自认为跟踪得很隐蔽, 压根没想到秦义一眼看穿了自己。 在这一站下车, 秦义想做什么? 晨晨把半边脸埋在风衣下, 默默思索着秦义接下来的动向。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秦义居然静止走到了自己面前, 双眸微眯, 居高临下地发问道, 兄弟, 你跟踪我是有什么事吗? 晨晨 第二十三章 血剑阵秘境, 陈轩落难。 面对直愣愣站在自己面前的秦义, 晨晨一时间竟被对方的气势所压迫, 恍惚了几秒。 待他回过神来时, 心神又是一阵颤动, 对自己的反应感觉难以置信。 他可是于航东交警局的二把手, 低阶武士境界, 居然会被一个二段舞者吓到。 晨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可回想起秦义偶然间打出的拳法, 他又感觉这似乎理所应当。 此等妖孽疾人物, 在五到前期跨越一个大境界压人, 根本不会有难度。 眼前的青年看似和善地在询问他缘由, 实则带着一种极强的威压, 让晨晨体会到了被审讯的滋味。 他用力支起弯下的腰杆, 稍稍撑住场面, 平复心情, 大致解释了一番自己跟踪秦义的原因。 解释完后, 来自青年的压力骤然一松, 秦义露齿轻笑, 打着哈哈道, 原来是警官同志, 这下误会解除了。 嗯, 我是来防止你被一神会报复的。 晨晨偷偷松了口气, 他不得不承认, 秦义现在绝对比他强, 压迫感简直爆棚。 辛苦了辛苦了, 不过我接下来要进玄天秘境, 您也要跟着我一起进去吗? 晨义身上的危险气息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热情的笑意。 你要进玄天秘境? 晨晨眉头一挑, 撕寸了几秒, 摇头道, 那我就不跟你进去了。 开玩笑, 他自认实力还不如晴义, 这时候自然是找个坡救下了, 哪里还会去提保护二子。 从怀中取出一个名片交给晴义, 晨晨按照固定程序嘱咐了一番, 然后赶紧趁着地铁倒站下车了。 望着晨晨匆匆离去的背影, 晴义若有所思, 晃了晃手中的名片。 看起来渔航警局也盯着一神会很久了, 只是缺少一个动手的机会。 等我从秘境中出来, 倒是可以主动跟他们联络。 合作一次, 不求彻底打掉一神会, 钓出几头大鱼应该没问题。 晴义把名片收好, 脑海中闪过这么一个念头。 在他前世所看的网文中, 绝大部分主角都是单打独斗, 压根没想过跟官方组织合作。 在晴义看来, 这简直是脑子发霉了, 明明能躺赢, 干嘛非要累自己。 警局一定有我的详细资料, 也一定分析出了我有所奇遇。 但他们却没想着来抢我的机遇, 可见渔航警局是能信任的官方势力。 想起那位带走自己的女警官, 以及自己在警局中见到的种种, 晴义基本可以确定这一点。 不过, 一切还是等秘境之旅结束后再说吧。 地铁快速前行着, 不一会儿, 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北郊。 渔航周边的四个郊区, 环境大差不差, 晴义没有停留, 打开手机导航, 直奔秘境管理局而去。 比起光明正大设立在市中心的五道联合会, 秘境管理局所处的位置就很偏僻了。 秦义跟着导航走, 甚至差点迷失在七扭八拐的巷子里。 什么学的导航? 他关闭手机, 注意到巷子里经常有成批的舞者结伴行, 于是随便找了一个舞者队伍跟在后头。 能出现在这的舞者, 显然也是要去秘境的。 秦义一路尾随着他们, 终于找到了玄天秘境管理局。 眼前是一条条长长的街道, 两侧树木旺盛, 路旁到处是摆摊的舞者, 叫迈着从秘境得到的资源。 街道的尽头, 座落有一座门庭大开的中式建筑, 绿瓦红墙, 古朴典雅, 往来皆为舞者。 这些人可真会做生意, 最低级的一级空间储物袋, 在这竟然要卖六十万, 比舞界的价格足足高了两倍。 秦义注意到, 不远处有舞者在卖储物袋, 最夸张的是, 摊位前还有不少人去买。 估计这些排队买储物袋的人, 都是与秦义一样的舞蹈猛心, 到了秘境入口才反应过来, 要提前准备好储物袋。 为了避免麻烦, 不得不多花点钱就地买上一个。 毕竟在舞界上买, 还得等一两天快递。 秦义掠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摊位, 走入秘境管理局, 放眼望去。 前方一共有十二个窗口, 窗口上标注着, 登记入境的牌子。 也许是因为, 最近悬天秘境出现受潮, 危险系数增加的缘故, 好像排队登记进入秘境的人非常少, 只有两个窗口有舞者排队, 而且仅三四个人在排队。 秦义好奇地打亮着秘境管理局大厅, 渐渐地目光落在了正中央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在那块屏幕上, 显示着一个个官方秘境任务, 供舞者接取, 换取奖励。 18颗重力金石, 要求单颗在10千颗以上, 可到三号窗口交接任务, 奖励600点贡献, 1亿元货币。 三根风采孔雀的本命淋雨, 要求二阶品质。 扫尸屏幕上不断刷新的各类任务, 秦义忽然眼眸一鸣, 在上面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救援舞者, 三日前, 四位低段舞者, 王璐, 王贤凡, 陈轩, 白轩化, 进入玄天秘境, 使用了手中的传讯符向各方舞者求援。 奖励, 5000万元货币, 100点贡献。 陈轩? 差不多三天前, 陈轩给秦义发过一次短信, 让秦义不要放弃求生的希望。 此后, 陈轩再也没回过秦义的短信。 时间刚好能对上, 这绝对不是同名巧合。 这个求援任务, 就是陈轩他们发的。 秦义眉头紧锁, 如果他没猜错, 陈轩怕不是为了救他, 才亲自进入玄天秘境的。 这小子想摘灵果, 治愈秦义的癌症。 但恰逢受潮爆发, 陈轩被困秘境, 三天过去, 怕是九死一生了。 不行, 我得去救他。 秦义不会当圣母去帮助陌生人, 但那些对自己好的人, 若是遇到了麻烦, 他定然不会坐视不管。 抓紧时间, 找了个无人的窗口接下任务。 登记信息, 秦义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穿过两道检测门, 来到了一处空旷的广场。 广场之上, 赫然有着一条长达数万米的空间裂缝, 深邃漆黑, 仿佛真龙盘踞于半空, 触目惊心。 空间裂缝上方, 一把沾染着血丝的利剑, 悬空而立, 剑锋向下。 浩瀚建议倾泻而出, 镇压了整条秘境裂缝, 让秘境中的生灵无法出来, 而人类舞者却能自由进入。 这得是何等级别的人物, 才能留下这么一件。 秦义心潮澎湃, 他下意识捏紧了拳头, 大步跨入空间裂缝的一角, 刹那间, 周围的空间如流水般荡漾模糊, 他只感觉天旋地转, 两眼一黑。 下一秒, 杂草丛生, 古树参天, 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 倒映眼中。 第24章, 参天丛林, 杂毛野狗。 呼! 秦义站在一片原始树林中, 深吸了一口气, 只感觉空气清新, 呼吸之间, 自然便有纯净的灵气融入体内, 让人身心愉悦。 地级秘境的灵气浓度, 至少是外界的五倍。 怪不得说, 就算放头狗近来活个十年, 都能成为恐怖凶兽。 穿过空间裂缝后, 人类舞者会随机出现在 秘境的外围区域, 有些运气差的人, 可能一落地就会被一群凶兽围杀。 因此, 秦义落位之后, 第一时间就提起警惕, 神色肃然, 仔细观察着四周的环境。 它现在似乎正处于某片山区之中, 入木之处, 皆为参天古墓, 质感粗壮, 最小的树也需要七八人才能核爆。 林里的巨木生机盎然, 环状树棺如巨散一般遮挡苍穹, 仅让几缕阳光渗透照耀而下。 潮湿阴暗的土地上, 长满了各类不知名的蕨类和杂草, 偶尔还有人头那么大的黑色甲虫, 从杂草丛中一闪而过。 秦义孤身处立于树林中, 仿佛身处异界, 处处都是陌生之物。 在秘境里, 手机自然是没有信号的, 不过玄天秘境除了核心区域, 其他地方早就被人类舞者探查过, 故而秘境管理局会在进入秘境前, 为舞者提供免费的地图。 我应该在玄天秘境外围接近中层的位置。 秦义伸出手, 从口袋中摸出一份地图, 轻轻展开。 在这个用手的过程中, 他察觉到一种若有若无的压力出现在右手上。 这是玄天秘境的特别之处。 玄天秘境的中央, 是一片足有几百公里辽阔的重力金石矿区, 由于其规模太大, 导致整个秘境的重力都异于蓝星, 最外围的重力也有蓝星重力的两倍。 得益于十点精神属性, 秦义对身体的感知力很强, 能细微地察觉到自己身上当前的重力大概是2.7倍。 他看向地图, 直接掠过最外围区域, 从外围靠近中层的范围寻找, 很快找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 他的运气不太好, 此地竟正好是一处险境。 根据地图上的简要标注, 此地乃是细云风上的参天虫灵, 盛产各类精品灵木, 但灵中的虫足数量庞大, 五折九段以下不建议进入。 虫足? 秦义眉头微皱, 正想着随便走走, 却不撩一台腿, 便惊恶地发现自己裤子破开了几个小口, 而双腿不知何时爬满了黄褐色的软体虫子。 这些虫子很像蓝星上的马黄, 但体型大了数倍, 最小的一头都有巴掌大小。 他们用吸盘状的口气吸附在秦义腿上, 不断磨碎他的肌肤, 想要吸取他的血。 在这个过程中, 秦义竟毫无察觉, 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过, 这些马黄等阶连一阶都没到, 撑不上凶兽, 压根破不开秦义的钢筋铁骨, 如动了半天也吸不到血。 太废物了吧, 你们。 秦义特意等了一会, 发觉这些小东西根本破不了防后, 大手一伸将它们尽数抓住, 揉成一个肉团, 随手丢开了。 紧接着, 秦义凑到一棵参天古墓之前, 积蓄力量, 全力朝着树干轰出了一圈。 秦义的权力一拳下, 参天古墓连洞都没洞一下, 只是树干处留下了一个浅浅的权硬。 三四秒后, 连权硬都消失不见, 一切恢复如初。 手感熟悉, 硬度极高, 还能自我复原。 这估计是武道联合会中, 用来锻造测试墓人的原材料吧。 秦义眼前一亮, 想起了这种陵墓的名字, 云风山。 此陵墓长到百米, 变为一阶, 之后每五百米提升一阶。 眼前这颗, 预计有六百多米高了, 乃是一株二阶灵墓, 需要中阶武师手持第一级武器, 才有可能砍断。 环顾四周, 到处都是云风山, 而且全都是一阶起步。 他这是被传送到参天丛林的最深处了。 二阶灵墓虽然砍不动, 但搞些一阶云风山回去, 倒是很有希望。 不对, 我是进来就陈轩的, 赚钱之类的杂事, 还是以后再说。 秦义从口袋里, 取出了一张闪闪发光的符纸。 这是一张感应符, 可以牵引舞者前往特定的区域。 符文一道是武师的另一条路, 秦义没怎么接触过, 只知道符文师很赚钱, 一张一阶符文都能卖到大几十万。 所谓的阵法师, 其实本质上也是符文师, 都是研究符文, 撰刻大道文录的职业。 陈轩加入的那个小队, 估计有人身价不菲, 不仅提前买了一张通讯符用来求救, 还能在遇难后发布悬赏任务。 秦义手上这一张感应符, 也是陈轩小队中的土豪买的, 只能感应到那位土豪的方位。 他将感应符握于手心, 脑海中当即便浮现出了一个坐标。 在我东北方位200多公里外, 他们已经进入玄天秘境的核心区域了。 秦义没有犹豫, 确认了方向之后, 立刻开始了赶路。 然而, 他才刚刚跑出不到十米, 就听见身侧响起一道尖色刺耳的嘎嘎声, 杂草丛中, 一头足有成年人大小的红色披甲天牛, 一口吞下了一团马黄。 旋即猛然转过身, 直接朝着秦义撞了过来。 秦义刚刚随手丢下的马黄肉团, 居然成了鱼饵, 吊上了一头大家伙。 这头红色天牛甲虫, 已是初步跨入一阶范畴的凶兽。 此刻来势汹汹地撞来, 背后双翅震荡, 速度快地惊人, 远超一二段舞者。 遍地丛生的杂草, 反而大笑道, 来得好。 言罢, 他竟也低下头, 像是斗牛一般, 双腿向下一瞪, 轰然冲了出去。 既然要撞, 就来硬碰硬。 弹指间, 两道残影轰然相撞, 乍起咆哮的震荡波。 天牛甲虫万万没想到, 眼前的人类敢拿头和自己的脚硬撞。 在他懵懂的记忆中, 从未有人形生物敢如此。 啪! 毫无意外地, 天牛甲虫直接倒飞了出去十多米, 狠狠撞在了一颗云峰山上, 长脚折断, 躯干爆裂, 飞溅出恶心的绿色液体。 秦义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 额头连个红印都没有。 如今的他, 不是区区一阶初期凶兽能碰瓷的, 至少二阶凶兽, 才能让他感觉到压力。 一阶红甲天牛的肉身, 好像是不错的断气材料, 卖个两百万不成问题。 秦义大步走去, 瞧着不远处树下那一坨模糊的血肉盔甲, 心中有点懊悔。 嘖, 应该小心一点的, 肉身碎成这个样子, 估计只能卖五十万了。 罢了罢了,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秦义慢慢靠近那一坨尸体, 正想着拿出储物带存放, 但没想到, 一便秃声。 一头黄白相见的杂毛野狗, 突然从那颗云峰山粗大的树干中钻出头来, 一个飞跃, 精准落在天牛甲虫身上, 大口蚕食起来。 短短十几秒的功夫, 一头成年人大小的红甲天牛就被吃了得干净, 就连身上最硬的甲铐部分都被那头野狗吃了。 秦义开外的秦义都看傻眼了。 哪里来的狗? 这里不是餐天丛林吗? 他先是愣了一会, 随后面路不善, 对着那野狗一阵咬牙切齿。 今晚吃狗肉好了。 第25章 崇海, 狗爷。 秦义的杀气一散弥漫, 吓得那头野狗猛地打了机灵, 转头就要爬回云峰树洞。 秦义乃能让他就这么跑了? 从来都是他白嫖别人, 还没见过敢白嫖他的人。 哦对, 是妄图白嫖自己的狗。 刷! 秦义一个跨步, 瞬间穿过五米距离, 一把将飞跃到半空的狗给逮住了。 他提着杂毛野狗的后颈, 双眸眯起, 呵呵笑道, 你吃我的甲虫, 我吃你, 很公平吧? 哦哦! 被抓住命运的咽喉, 大野狗顿时咽了, 吱吱呜呜地呜咽着,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再也没了先前虎口夺食的勇猛。 眼看秦义就要捏死自己, 大野狗慌了, 嘴巴一张, 进口吐人盐, 兄弟别这样, 给哥们一条生路吧。 咱也是看见好吃的, 一时没忍住, 真不是故意抢你东西吃的。 秦义脸一黑, 这狗会说话也就罢了, 张口还隔着和他称兄道弟的, 当我也是狗吗? 他用余光瞥了眼云风山上的树洞, 发现这个树洞不大不小, 刚好能容纳这条野狗进出。 并且树洞的边缘, 犬牙交错, 似乎是被这头狗硬生生啃出来的洞。 八百多米高的云风山, 接近三接林木的强度, 这条狗咋咬得动呢? 秦义面色怪异, 回眸看向手中的大狗。 这大狗倒也有趣, 见秦义的目光扫来, 急忙摆出讨好的笑容, 露出两排锋利的牙齿。 上面的狗洞是你啃出来的? 嘿嘿, 有眼光, 确实是在下啃的。 怎么样, 我牛逼吧? 谈到这个树洞, 大狗一下子支棱了起来, 神采飞扬, 尾巴摇得飞快。 你不过一阶水准, 怎么能咬动两阶极品的林木? 秦义看穿了大狗的境界虚实, 就是一阶没错, 最多一阶中期, 相当于人类的六段舞者。 哼哼, 那自然是本大爷天赋一禀了。 大狗当即蹬鼻子上脸, 自夸起来, 对了, 你以后可以叫我狗爷, 得饶狗出且饶狗, 放我一命, 狗爷, 我也能救你一命。 秦义满头黑线, 见着大狗臭屁的模样, 忍不住打了他一顿。 哦, 你这变态人类, 明明只有二段境界, 为什么能这么强? 大狗鼻青脸肿, 被秦义打得怀疑狗生了。 他也不是个被动挨打的主, 拼命反抗, 反过来咬了秦义好几下。 大狗的牙齿, 确实有神意之处, 竟轻易咬穿了秦义的二级钢筋铁骨, 留下几排牙印。 你的牙齿不错呀, 扒下来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秦义眼眸中闪过一道金芒, 没有停手, 当场就想帮大狗拔牙。 大狗见到这阵势, 马上就耸了, 匍匐在地上, 大喊道, 停停停, 我错了, 我是狗孙子, 别打了, 我有办法救你一命, 你真没必要打死我, 救我一命。 秦义乐了, 他现在又没遇到什么危险, 救对方这么一头狗, 谈什么救自己。 我急着赶落, 你要么现在去抓一头等价的凶兽给我, 要么把你自己卖给我, 二选一吧。 大狗见秦义不再动手, 慢慢从地上抬起了头, 如人类一般, 神力, 神气的两腿站起, 悠悠道, 你就不好奇我一条狗, 为什么会住在树上? 不好奇, 我没有研究野狗的癖好。 秦义摇了摇头, 野狗, 你见过会说话的野狗吗? 野狗这两字仿佛触动了大狗的逆铃, 叫它狗急跳墙起来。 诺, 现在不就见到了? 大狗一阵无语, 没好气地挥了挥狗爪, 认真道, 不跟你一般见识, 直说吧, 我之所住在树上, 主要是为了防备虫海。 虫海? 秦义捕捉到了大狗眼中闪过的恐惧。 没错, 参天丛林到处都是虫子, 每隔两个小时, 人群团横扫树林中所看见的一切东西。 那般景象, 当真是排山倒海, 宛若海啸。 除了这云风陵幕外, 没东西能挡住虫海。 大狗回忆起了曾经看见的画面, 呲牙咧嘴。 你难道就没觉得奇怪, 灵气这么充裕的一片树林, 居然没有出现其他洞吗? 嗯? 好像还真是这样。 按道理来说, 环境这么好的一片树林, 应该走几步路就能看见动物才对。 可实际上, 除了这条自称狗爷的杂毛犬外, 秦义只看见了虫子和树。 虫海有多强? 秦义没有害怕, 反而饶有兴趣地问道。 大狗斜屁了他一眼, 汪汪道, 就你刚刚打死的那头红甲天牛, 虫海里少说有十万头。 十万头一接天牛甲虫。 这确实有点夸张啊, 纵然高阶武师都很难活下来吧。 境界差距不算大的情况下, 当数量足够多时, 将引起质变弥补实力的差距。 不过, 这么多次虫海爆发, 为何地上不见有尸体留下? 秦义疑惑, 虫海数量庞大, 每次出征, 多少会死掉一部分吧? 哪怕每次只死百分之一, 也是个极为可观的数字了。 听见这个问题, 大狗的眼神忽然变得比喻起来, 似乎在歧视秦义智商太低。 你怎么问了个这么蠢的问题? 我之前说过了, 虫海所到之处, 扫平一切, 这所谓的一切, 自然也包括同族的尸体。 被一头狗鄙视的感觉太过奇妙, 秦义额头轻轻抱起, 忍不住又打了大狗一顿, 直至对方嗷嗷求饶才停手。 我可是你未来的救命恩人, 距离下一次重海爆发, 估计只剩下十几分钟了。 你来不及, 走出西云峰, 更走不出西天山脉。 大狗忧愿地用爪子, 抚摸着肿胀的狗脸。 秦义懒得理他, 直淡淡道, 带路, 上述。 西云峰幅员辽阔, 从地图上看, 秦义纵然全力赶路, 也得花上一天一夜才能走出去。 而这, 也仅仅是走出西云峰, 听大狗的语气。 西天山脉的核心几座山峰, 似乎都会爆发重海之灾。 官方提供的简易地图, 还是太简要了, 不如花真金白银买的详细地图啊。 秦义一时有些后悔,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么多年来, 从未有人刚进玄天秘境, 就出现在西天山脉的最深处。 因为此地, 虽然处于偏外围的地带, 但危险程度堪比秘境核心区域。 普通九段舞者, 最多走到西天山脉的边缘地带, 杀几头虫子, 挖几株林植, 压根遇不到虫海, 也没命去遇虫海。 否则的话, 西云峰上这么多高阶陵墓, 早就被舞者们结伴打包带走了, 哪里会留给秦义? 若是此刻有董行的舞者, 发现秦义身处西云峰, 铁定要惊掉下巴, 认为秦义必死无疑。 除了六十年前那位一见阵悬天的真王外, 还没有舞者探索到秦义这个深度。 第26章, 大狗的来历, 奇怪的实物。 一人一狗, 灵巧地爬上眼前这棵云峰山, 本来这种大树, 因为材质问题极难攀爬, 但大狗显然经常上上下下, 留下了不少新的痕迹, 让秦义得以利用凹陷向上爬。 我每天都得爬三遍云峰山, 不然留在上面的爪痕很快就消失了, 再去重新制造贼麻烦。 大狗洋洋得意地爬在前面, 显然对于秦义依靠自己才能上述这点, 显得很爽。 二阶云峰山的恢复速度太快, 若是不经常去维护爪痕, 的确可能一晚上过去就完全消散了。 大狗啃出的狗洞大概在四十米的位置, 听起来很高, 实际上跟八百多米的主干比起来, 低得不行。 傻傻傻。 也就在一人一狗拼命爬树之时, 下方地面忽然隐隐传来骚动,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草丛中移动。 轰隆隆。 紧接着, 整座飓风的大地开始剧烈摇晃, 震感极为明显, 少说有七级, 差一点就把秦义震下去了。 他一边保持攀爬的姿态, 一边向下俯瞰, 舞者的眼睛通过灵气滋润, 比鹰粉还要敏锐, 纵然间隔二十多米, 也能清晰看见地面发现的事情。 在秦义的视线中, 一头又一头形态各异的虫子破土而出, 抖动着身子, 将身上的泥土和污垢抖进, 随后伸出感应器官, 默默寻找起同类。 它们的感应器官或是触角, 又或是狭长的口气, 在这种器官的帮助下, 数量庞大的虫子们竟有序地开始结队, 甲虫跟着甲虫, 蚊虫跟着蚊虫, 像极了古代战争爆发时, 各大兵种集结的模样。 寝然有序! 这鬼地方的虫族绝对有一头母虫藏在地底深处, 进行生产指挥, 估计至少二阶。 大狗也回头看向了地面, 心有余悸地说道, 一阶的母虫甚至能靠暴兵围杀人类宗师, 绝对不容小觑。 虫族这种存在非常离谱, 它们鹤立独行, 一旦发育起来, 就会毁灭所看见的一切是万族的死敌。 一旦被万族的人知晓, 有母虫出现, 一定会出现无数一族强者围剿。 即使是母虫和母虫之间, 也同样是敌对关系。 孤立无援的种族。 有趣! 怪不得此地几乎没有被人开发过。 人族的宗师级存在, 已经是明面上的顶梁柱了, 很少会踏入地级秘境, 更不敢拿命去狙杀一头二阶母虫, 因为能得到的利益太少了。 对于宗师和大宗师来说, 就算是三阶灵木, 也不足以让他们眼红, 若是获取难度太高, 肯定会放弃。 你这傻狗知道的东西, 还挺多啊。 秦义已爬到了树洞口, 没再继续向上, 转牢牢将自己固定在了树干上。 傻狗? 大狗面露不悦, 愤愤道, 狗爷, 我当年可是跟过一位无上存在的, 知道的东西, 自然比你这出入五道的菜鸟多。 无上存在? 秦义起了兴趣, 追问道, 是谁? 什么种族? 什么境界? 什么名字? 谈及这些详细信息, 大狗突然又显得迷茫了起来, 摇头道, 我记不得了, 主人他将我安置在西云峰, 临走前, 删除了我脑子里关于他的所有记忆。 我只知道, 有那么一位无上存在, 是我的主人, 将我安置在这, 其余一概不知。 秦义眉头一挑, 猜测道, 把自己的宠物留置在外界, 估计那位无上存在遇到麻烦了, 不想你跟着他一起冒险吧? 删除你的记忆, 怕不是担心你被他的敌人抓住, 通过某些搜魂之法, 获取他的信息, 乃至于洞察他的弱点。 你这主人真够狗的, 比你还狗? 汪汪! 听见有人嘲弄自己的主人, 大狗下意识对着秦义犬费了几句, 护主心切。 不过, 他也打不过秦义, 只能叫几句作罢。 他觉得, 秦义的推测是对的, 因为每当他想要离开西云峰时, 都会莫名地心静, 这是预知到有危险的反应。 作为无上存在养的狗, 他当然有自己的不凡之处, 除了牙齿, 还有一种避凶屈极的本能。 我的本能告诉我, 离开西云峰有危险, 因此才一直待在树上。 二阶母虫虽然危险, 但只要避开它, 此地同样能成为绝佳的避难之所, 少有生物能打进来。 大狗信心然道, 秦义倒是因为他这番话想起了什么, 神色微妙。 你刚刚抢我的甲虫吃, 该不会是因为没感觉到危险吧? 大狗点头, 秦义有点无语, 自己这是被判定为老好人了? 自己明明一开始是对大狗有杀意的, 只是最后没杀它。 看来大狗这天赋还真有点东西, 不愧是无上存在的狗。 秦义宁眸看去, 只见大狗滑溜地钻进了狗洞, 趴在洞口, 一脸惬意地俯视下方的浩荡虫海, 仿佛在看电影一般。 偶尔饿了, 就咬一口狗洞边缘, 满嘴木扎木屑, 大肆咀嚼起来。 你平时就吃树皮和木屑? 秦义眉头皱起, 大狗有狗洞可以休息, 但它可钻不进那么小的一个狗洞, 只能保持爬树姿态。 对啊, 虫海爆发后, 大概会维持五个小时, 森林里除了虫子和林木, 几乎什么生物都没, 吃虫子还要下树去找, 还得花费力气打架, 不如吃树皮来得爽快。 大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狗眼闪烁, 对着情义调笑道, 我先提醒你, 你最好别学我吃林木, 烦人啊, 是学不会低。 没有我的钛合金狗嘴和狗味, 这林木你咬不动, 更吸收不了其中蕴含的营养物质与灵性, 到时候绝对要崩碎一嘴牙。 讲到自己的优势, 特别是情义没有的优势, 大狗的尾巴又敲了起来, 摇得欢快无比。 你想从虫海覆盖的范围中逃出去, 少说得要五天, 算上爬树规避虫海的休息时间, 估计要十天才行。 这十天里, 你最好早点想想, 自己该吃啥吧。 我先提醒你, 你先前杀的那头红甲天牛, 其实是很少见的可食用虫子, 森林里大部分虫子都是不能吃的, 而且踪迹隐秘, 非常不好找。 大狗摆出看戏的姿势, 兴致勃勃地盯着秦毅, 想要看看这年轻人接下来会怎么做。 但令他诧异的是, 秦毅听完他的讲述后, 竟没露出什么别样的表情, 一脸平淡, 只是微微张开口, 一嘴咬在了面前的树皮上。 咔哒, 他的牙齿当即崩开了两颗, 流出一嘴的鲜血。 微微, 你疯了吗? 我说了, 你们人类是啃不动二阶陵墓, 更消化不了的。 大狗惊恶地汪汪直叫, 但秦毅却好像没听见他的呼喊一般, 只管埋头啃树。 你说我做不到, 那我还非要去做? 主打的就是一个叛逆, 真皮沙发我都吃过, 区区树皮, 又算得了什么。 第27章 正常人类做不到的事, 面对大狗的劝解, 秦毅不仅没有停下, 反而愈发大口的啃咬树皮, 他的两排牙齿不断崩裂, 而身前的树干几乎没有变化, 只是掉了一小层微不可闻的皮。 终于, 秦毅的两排牙齿全部崩坏了, 他的嘴里只剩下了肉, 一颗牙齿都看不见。 于是火, 秦毅这才止住了啃咬的举动, 好像愣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你看吧, 我早说了, 你是咬不动二阶陵墓的。 不听狗爷言, 吃亏在眼前啊。 大狗趴在洞口, 对一脸惨状的秦毅指指点点, 颇有一副室外高狗的模样。 这下好了, 牙都崩完了, 等你重新长出牙, 至少得两三天了。 你要挨饿了? 二段舞者的肉身恢复能力还算不错, 虽然做不到断枝重生, 但花上一个月长出一副新牙, 还是没问题的。 考虑到秦毅变态的特殊体质, 大狗预测其需要两三天才能恢复, 已经算是高看秦毅, 尽量往夸张的时间去预测了。 可惜, 他还是低估了秦毅的再生能力。 仅仅五分钟不到的功夫, 秦毅的嘴中就长出了一个个纯白的牙齿, 洁白无瑕, 看起来竟比先前的老牙坚硬了不少。 卧槽, 五分钟长出新牙, 你到底是何方妖孽? 大狗目瞪口呆, 饶食他这种见多识广的神犬, 也不曾见过此等变态。 这已经堪比中阶武士的恢复力了, 可秦毅才无者二段啊。 他甚至已经不再去看下方浩浩荡荡的崇海大戏, 一双狗眼死死盯着秦毅, 眸中满是质疑之色。 他怀疑秦毅隐藏修为了。 大狗的一对狗眼忽然迸发出璀璨的光泽, 他似乎开启了一种铜树, 目光瞬间犀利了不少。 但是, 尽管在这A级铜树之下, 大狗眼中的秦毅也是一个正正常常的二段舞者, 压根没有隐藏修为。 若不是隐藏修为的老鹰笛,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秦毅, 乃是传说中千年难得一见的仙种。 所谓仙种, 其实是对资质碾压绝代天骄之人的尊称, 寓意此人若不中途夭折, 必能登仙。 大狗的狗眼愈发闪亮起来, 他看向秦毅的目光又变了一种意味。 仙种出世, 修行之路往往通畅无比, 身带大气韵, 跟着他或许能安然无恙地走出西天山脉, 前往人类世界。 大狗何尝不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他待在这, 只是怕死罢了。 狗障人士, 假如他能成功巴结上秦毅, 估计未来也能沾沾光。 念及于此, 大狗眼珠子贼溜溜的一转, 对秦毅说道, 你的恢复速度虽然快, 但就这样再恢复个一千万次, 也不可能消化灵木树皮。 这样吧, 要不狗爷爷我大发慈悲, 先用珍贵的钛合金狗嘴帮你咬软了, 再喂给你吃。 大狗昂首挺胸, 一股子大爷为了你都牺牲到这个地步了, 还不快来感激我的味道。 然而, 他不知道自己嘴里说出来的狗话, 在秦毅耳中分外刺耳, 恶心地不行。 滚滚滚, 你是不是又皮痒了? 秦毅面露嫌弃, 单手锁死在树皮上, 另一只手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条巧克力棒, 以嘴撕开, 一口吞下。 兄弟, 你原来带着吃的啊, 那还搁着啃树皮干嘛? 莫非? 你有什么特殊癖好? 大狗脸色怪异, 怀疑秦毅有受虐倾向。 秦毅根本懒得理他, 消化完巧克力棒后, 肉身储存的能量再度充盈, 他可以继续尝试适应性进化了。 没错, 他准备依靠二节云风扇, 将自己的一级嘴硬和一级铁位升级。 哦! 不去管大狗微妙地注视, 秦毅又一次张开嘴巴, 一口咬在了树皮上。 啪! 毫无意外地, 他的牙齿又一次崩裂了, 从嘴巴里带着鲜血横飞而出, 落入下方的虫海中, 消失不见。 这种硬生生咬碎牙齿的疼痛感格外可怕。 好在秦毅有三级的疼痛忍耐, 完全可以承受这种痛绝。 一口, 两口, 三口, 十口。 秦毅好像一个不要命的疯子, 一次次尝试着啃咬树皮, 一次次崩坏全部牙齿, 但又没有半分放弃的意思。 牙齿坏了又长, 长了又坏, 为了提供进化所需的能量, 秦毅已经吃完了口袋里所有的巧克力棒。 在这个过程中, 大狗的眼神逐渐变化, 越看秦毅越心惊。 他看出了秦毅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蜕变, 那些脆弱的人类牙齿, 从第一次瞬间崩坏, 慢慢演变成了能在树皮上留下踪迹, 又演变成能咬下些许木皮。 最终, 在第五次心牙的尝试下, 只听见嘎吱一声脆响, 秦毅咬下了一大片树皮, 放在嘴中嚼动。 这一次, 他的牙齿没有崩坏, 肩若筋时, 轻轻松松就咬碎了灵木。 定, 你的嘴部细胞成功适应了二节灵木皮, 你精华出被动技能, 嘴硬LV3。 付出果然是有回报的, 经过这次啃树, 秦毅的嘴硬技能从一级直接提升到了三级, 连二节灵木都能轻易咬碎的嘴, 他的嘴巴大概已经能比肩第一级武器了。 看见秦毅真的成功咬下了树皮, 吞入腹中, 大狗彻底震惊了, 他甚至开始怀疑起狗生了。 不过, 碍于面子, 他还是强称出一副不出所料的表情, 呲牙不屑道, 就算能吃下树皮又怎么样, 你消化的了吗? 美狗爷, 我用狗嘴帮你处理木料, 人类的胃是不可能消化二节灵木的。 由于进化技能耗费了太多能量, 秦毅目前的状态却是看着有些虚弱, 脸色微微发白。 但随着大口吞下灵木, 他的铁胃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绞痛, 随后, 疼痛感渐渐平息, 铁胃也净化成功了。 丁, 你的胃部细胞成功适应了二阶灵木, 你净化出被动技能, 铁胃LV3。 有了三级铁胃, 秦毅已能从二阶灵木中, 轻松提取出营养物质与灵性物质, 他虚浮的气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阴实, 脸颊红润, 再看不出半点虚弱。 二阶云风山, 消化成功。 秦毅微微一笑, 朝上头狗洞里失魂落魄的大狗, 投去了一个讥讽的目光, 叫大狗气得瞬间回神, 狠狠咬了两口树皮。 他当着大狗的面, 挑衅一般再度啃下一大片树皮, 吞咽而下, 吞下的时候, 还不忘记发出哈的一声, 表示食物美味。 不就是吃二阶灵木吗? 你一条狗都能做到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做不到? 秦毅疯狂阴阳怪气着, 想要激怒大狗。 可他没料到, 大狗脸上的怒气突然消散, 只见他狗嘴一歪, 冷笑道, 我能做到的事情, 你都能做到。 笑话? 我能吃屎, 你能做到吗? 秦毅? 牛逼, 算你狠, 居然还有这么一招。 第二十八章, 共生关线。 拥有了三级嘴硬和三级铁味的秦毅, 大口啃食着二阶灵木。 说实话, 云风山自带极强的恢复力, 他咬出来的缺口一直在慢慢恢复, 相当于秦毅有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 而且, 二阶灵木的效果还不仅仅是应急食物那么简单, 灵木中蕴含的灵性对于舞者来说同样有滋补效果, 大量吞噬之下, 竟能比肩二阶灵果。 不知不觉间, 秦毅咬出了一小个足够容纳自己的树洞, 这个树洞看着小, 但比只大狗的狗洞还是宽敞了一倍有余。 其实他们两人制造出的树洞, 比起粗壮庞大的二阶云风山来说, 压根不值一提, 就像人类身上长出了两颗黑质一样, 毫不起眼。 不过, 这树皮啃着啃着, 还给了秦毅一波意外知喜。 在吃了至少两个小时后后, 他的脑海中又一次想起了系统之音。 丁, 你的细胞经过大量二阶灵木的灵性冲刷, 成功进化出天赋技能灵气清合LV7。 七级的灵气清合, 居然在这达成了? 秦毅心头一喜, 当即便盘坐而下, 停止了吃树皮, 想要试一试七级灵气清合的效果。 然而, 他眼睛才刚闭上, 楼上的大狗就伸出脖子, 对着下方秦毅的洞口大叫了几句。 你做好准备, 接下来二阶灵木的恢复力将会激增, 比拼干饭速度的时候到了。 要是吃得太慢, 你好不容易肯出来的树洞就要重新长回去了。 嗯? 灵木的恢复能力还会在短时间内激增。 秦毅略显疑惑, 反问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上的大狗轻轻一跃, 精准跳进了秦毅的树洞, 一边笑嘻嘻地打量着四周, 一边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每次重海出现大概两个小时后, 西云峰里的所有林木都会开始迸发出勃勃生机, 增粗生长, 恢复力也随之提升了数倍。 话说回来, 你是不是狗族幻化成的人啊? 这树洞可能比我还老到, 住的那叫一个舒畅。 大狗美滋滋地找了个角落平躺而下, 双手交叉整于后脑, 两条狗腿翘成二郎腿的模样, 好不自在。 得了, 秦义不用问也知道, 这家伙是想赖在自己这步走了。 似乎是捕捉到秦义嫌弃的眼神, 大狗善善一笑, 打着哈哈, 啃树皮也是个辛苦活啊。 你们人类有一句话说得好, 人多力量大, 咱俩一起负责维持一个树洞, 岂不是双赢? 秦义懒得和他浪费口舌, 停下运气后走到树洞边缘, 探出脑袋, 观望着下方的情况。 此时此刻, 地面已经彻底被亿万虫族所笼罩,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虫子。 这些虫子大多是一阶凶兽水准, 偶尔能看见虫群中有体型格外庞大的巨虫出没, 头顶六根触角, 单颗复眼占据了整颗脑袋, 长着好似蜘蛛的八条毛腿, 但身躯却更像蜻蜓, 狭长, 呈现条状。 这种虫子勉强给到了情义一些危险感, 估计是二阶的领主级虫子。 在人类的定义中, 区分异兽和异族的唯一标准便是是否拥有智慧, 是否能够交流。 很明显, 眼前的这些虫子并没有智慧, 是无可否认的异兽, 至于大狗, 应该称之为异族才更恰当。 听说异族与人族的高五境界相差不大, 名称几乎一致, 虽然历史书上没有提, 但情义也猜出了, 人族的武道之路定然是参考了异族。 毕竟异族存在了少说数十万年, 人类才刚刚灵气复苏不到一百年, 不可能纯靠原创, 创造出人族修行法。 脱胎于异族的修行之路, 终归不可能完全适合人族, 或许等到未来我足够强之后, 能创造出完美适配人族的功法。 秦义默默想着, 他这个念头, 倘若公之于众, 定然遭受多方嘲笑, 因为如今人族的修行之路, 就连万劫天尊都没改良成功。 但, 人没有梦想, 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 不代表他这个挂逼也做不到。 对了, 那奇形怪状的二阶领主及虫子, 明显有翅膀, 可以飞, 为什么不会飞上来攻击我们? 秦义忽然觉得有些迷惑。 大狗瞬间被问住了, 其实他曾经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但绞尽脑汁也没想出答案。 为了自己的颜面, 他只能硬着头皮胡周道, 呃, 可能是涉于狗爷我的威势。 秦义, 那你连可真大, 六七段舞者的实力, 镇压二阶领主是吧? 大狗冷哼, 不行吗? 本爷天生高贵, 血脉压制懂不懂? 问这头不着掉的大狗, 是问不出答案了。 秦义沉下心, 盯着地面的虫海, 突然间, 下方的虫海, 一下子有大半数停下了一栋。 仔细观察之后, 不难发现, 所有停下的虫子, 嘴里或是背上都带着收获。 这些收获或是领土, 或是领矿, 也有少许是凶瘦的尸海。 这些停在原地的虫子, 开始用肉身去拼命挖土, 它们挖出来的坑不大, 但是急身, 不知通往哪里, 秦义只能看见这些虫子进入地下, 过了一会又重新上来, 而身上带着的收获, 则全都不见了。 收获被留在了地下。 与此同时, 她的余光注意到, 树洞的边缘正在飞快生长, 速度是原先的两倍有余。 喂, 别发呆了, 快来跟我一起啃啊。 眼见树洞变得愈发窄小, 本想摆烂摸鱼的大狗, 急忙动身开吃, 忙得焦头烂额。 但是, 秦义却没有回应她, 仍在正正然俯视虫海。 在她的视线中, 那些没有停止移动的虫子, 正在一波一波地, 从远方带来新的收获, 递给负责挖洞的虫子, 让它们送入地下。 虫族之间, 分工明确, 工作流程顺畅地, 像是机器人。 那头二接母虫能通过控制这么多虫子, 精神力必然强悍。 啪。 秦义用力咬下一大块, 即将挡住自己视线的树皮, 边咀嚼, 边喃喃道, 我好像明白了。 一旁, 忙得满头大汗的大狗没好气道。 你明白啥了呀还明白, 赶快吃啊。 秦义对大狗的话语置若罔闻, 顿了一刹, 随后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虫族将搜刮而来的收获, 全部埋入地下, 绝不是全部留给自己吃了。 这些收获的大头, 被虫族快速分解, 化为精纯的灵性养分, 增肥了西云峰的土壤, 这才导致了陵木突然飞快生长的现象。 西天山脉的陵木与藏在地底的母虫, 应当是共生互利关系。 大狗漠然一呆, 下意识就想反驳, 可仔细一想, 发现秦义之言还真符合逻辑。 每一次都是虫海开始埋东西后, 陵木才开始发生异变的。 而且据他所知, 虫族中专门有一种保母虫, 可以用唾液溶解兼固的食物, 制作出灵性营养液, 用来喂养幼虫, 促进幼虫加快成长。 第29章 富贵险中求, 唆哈, 赌命。 我猜测, 陵木的根脉有固灵的功效, 可以将周边区域的灵气汇聚在根部。 灵根所处的位置, 很可能灵气缭绕充遇到了极点。 而这种浓度的灵气, 刚好可以供虫族生长, 尤其是虫族母虫成长。 要不然, 那些虫子早就能推平所有云风山了。 别说区区二阶陵木, 就是三阶陵木, 也扛不住崇海大军的攻势吧。 秦义孜孜不倦地推测着, 他所发表的言论, 给了大狗极大的感触。 许多先前想不通的疑问, 都迎刃而解了。 哇! 没想到你小子的脑子, 还真有点智慧, 已经堪比狗爷我的狗脑了。 大狗又咬下了几块树皮, 点头赞同道。 不过, 你就算发现了这个秘密, 又能怎么样吗? 除了解开心中的未解之谜外, 没用了。 秦义摇了摇头, 你这狗脑确实不太行, 知晓这种设定, 自然有新的妙用。 他探出半边身子, 指了指下方辛勤劳作的虫海。 淡淡道, 你没发现吗? 自从我们待在树上后, 虫子就没有半点对我们进攻的欲望。 你觉得是没察觉到我们? 还是? 大狗眉头一皱, 揣测道, 二阶母虫生产出的虫子, 配备有专门探查的类别。 每个虫群都会有三头一阶眼虫跟随。 所谓的眼虫, 实际上是一种极其诡异的虫子, 它们生来就点满了观察属性, 其余属性几乎为零。 这种虫子全身上下, 几乎只有一颗篮球大小的眼珠, 眼珠之中长着数千万个瞳孔, 如同气球一样悬浮在半空, 下方有一条细不可闻的肉线。 眼虫一般会用肉绳随即绑在另一头虫子的身上, 跟着它一同移动, 汲取对方体内的能量, 供自己生存。 一阶眼虫, 可以轻易看穿地级遮掩公法, 我们俩连地级遮掩公法都没, 百分百事会被发现的。 说着说着, 大狗的狗眼猛然一亮, 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试探性问道, 你该不会是想说, 由于陵墓和虫族的共生关系, 所以躲在陵墓里的我们, 被陵墓的气息所笼罩, 因此被虫族认定为有方。 你千万别告诉我, 你的下一句话, 是让我们俩浑身沐浴树炸, 再以树皮为一, 硬生生走出西天山脉, 大狗倒退了两步, 连新长出来的树皮都不想吃了。 秦义摇了摇头, 小了, 格局小了, 我准备直接利用陵墓的气息遮掩自身, 潜入虫族老家, 干一票大的。 大狗, 哈? 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好好待在这不好吗? 等你熟悉了如何打动, 耗上一段时间, 能更加安全地走出去。 秦义从口袋里, 掏出了那张感应符, 神色坚毅, 我有兄弟等着我去救, 所以耗不起,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当虫海爆发时, 母虫洞穴内的虫子数量一定是少于地面上的, 安全性不算低。 二阶母虫能生产的虫族数量有限, 它不可能实时亲自操控每一头虫子。 而且, 西天山脉并没有虫族的天敌, 如此漫长的悠闲时光过去, 勤义赌留守虫学的虫子数量少, 不是没有道理。 最关键的是, 带狗曾说, 虫海近乎覆盖了整座西天山脉, 那么可以确定, 虫族打出的地洞, 必然有好几条, 是通往西天山脉最外围的。 这个毒, 可以搏一搏, 说哈! 秦义开始抓紧时间收集灵木碎屑, 他打算搞一根锐利的灵木毛, 顺带再弄一身简易的木甲。 至于编制固定木甲的材料, 可以用灵木树关出的叶子和虚毛。 大狗瞧着积极准备的秦义, 一时间内心纠结无比, 他既想跟着秦义溜出去, 但又不想用这么危险的法子。 无奈之下, 他借过秦义手中的感应符柔捏了一会, 而后狗脸一颤, 惊恶道, 你确定真要去救你兄弟吗? 我斗胆问一句, 你那兄弟什么境界? 秦义回眸, 进入秘境的时候, 好像是入门舞者吧。 入门舞者? 你是变态? 你的兄弟也是变态啊? 入门舞者居然敢闯血无荒漠? 血无荒漠? 这个地名很陌生, 秦义似乎没在地图里看见过。 这是在几个月前刚出现的绝地, 疑似和外界的忽然爆发的兽潮有关系。 当时, 苍穹之上有星红血气弥漫, 几个大概是宗师境界的舞者, 身受重伤, 破开雾气, 边逃边在半空中 骂骂咧咧地喊着血无荒漠, 兽潮之类的噪声, 把睡觉的我都吵醒了。 大狗瞥了秦义一眼, 劝说道, 入门舞者, 进入血无荒漠, 除非和你一样妖孽, 不然必死无疑。 你不用大费周章地过去, 然后把自己这条命也搭上。 秦义的决心依然坚定, 淡淡道, 活要见人, 死要见识。 你若不想跟我走, 可以自己继续苟在这。 其实吧, 你有预警危险的本能, 大可以先制作好木甲, 然后在跳入洞穴前观望一会有无心计, 再做选择。 对哦, 我有预警本能来着。 说实话, 预警本能也不是绝对正确的, 在他跟着无上之主时, 很多次出现本能后, 危机也被主人化解了。 虽说想不起是如何化解的, 但大狗明白这一点。 他犹豫再三, 还是一咬牙, 印下了秦义的组队请求。 好, 我就跟你封一把。 跟着疑似天命之子的存在, 按理说会有红韵眷顾, 化险为夷。 这一次, 我赌了。 大狗也开始积极筹备起木料来, 比起体型庞大的秦义, 他这普通权类的体型用不到太多木料, 但大狗还是疯狂堆积陵木, 求的就是一个安稳。 另外, 爬树这一行也是大狗比较精通, 所以, 去八百米高的树棺摘灵液与虚毛的任务, 同样交给他了。 大狗顺着树干来来往往, 由于要重新开辟向上的路径, 留下爪痕, 所以, 每一趟都累得他不轻。 他严重怀疑, 秦义是为了拿他当免费高质量劳动力, 这才不断劝说自己加入队伍。 可恶, 好可恶的人嘞, 耗时八小时二十五分钟, 这才把自己的伪装制作到趋于完美的地步。 树洞中, 快速恢复的灵木, 全被他们拆走充当了材料。 定睛一看, 秦义的模样, 俨然变成了一位造型古怪的古代士兵, 头戴简易木盔, 身披木甲, 下半身还穿了条骚里骚气的木须裙, 跟草裙子没什么区别。 穿木须裙, 倒不是因为秦义有什么特殊的女装癖好, 主要是这样的裤子, 比较容易制作, 且不会影响双腿移动, 算是勉强能接受的选择了。 除此之外, 秦义手上还多了根木毛, 毛头是大狗用狗牙磨尖的, 还残留了她的口水。 听她说, 这木毛扎入敌人体内会附带魔法攻击, 致使对方中毒。 听到大狗隐隐自傲地解释, 秦义的脸当场就黑了, 因为她之前也被大狗咬了好几下。 不过这么长时间过去, 她的身体也并未出现一样。 看来大狗当时还是流了一嘴。 秦义瞥了眼一旁疯狂自恋的大狗, 忍不住摇了摇头。 她从未见过这么奇葩的狗。 此时此刻, 大狗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包裹在木凯之中。 这套由她自己精心打磨的木凯, 比起秦义的那套精细了数倍, 完美贴合她的身形, 表面还雕刻有祥云纹路, 让秦义莫名想起了前世某一部著名动漫中的技能, 虚左能忽。 虚左能忽套狗身上了? 秦义实在没眼去多看大狗, 因为这条狗刚刚撒了抛尿, 现在正凑在尿前, 操手弄姿, 不停问秦义我帅不帅。 现在崇海已经退去, 距离下一次爆发, 估计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们可以提前下去, 守在某个洞口, 等崇海一出现, 就能确定林木遮掩到底有没有效果。 如果有, 那就马上潜入洞口, 这是时间最充裕的法子。 秦义从树洞爬出, 先是向下爬了几十米, 然后才一跃而下, 落在地面上。 它不怕五六十米的高度摔死自己, 但是怕简易制作的木甲摔出问题。 呜呼! 大狗显然就没这种顾忌, 直接从六十多米高的地方飞跃而下, 轻松落地。 不得不说, 作为狗, 它和猫一样有种族优势, 天生就不容易摔死。 不然换作寻常的一阶凶兽, 或是六段舞者, 从这么高的位置跳下, 至少鼓劣。 我观察过, 有一批虫群最后是在这里消失的, 此地很可能留有向下的通道。 依循着记忆, 秦义带着大狗一路穿行, 来到了一处寸草不生的泥地上。 这里的泥土很是粘稠, 但并非是沾了水才变成这样。 而是因为大量的虫族 曾在此地囤积过猎物, 那些猎物流出的鲜血浸染了泥土, 才出现当前的情况。 大狗凑到泥地前, 将狗耳朵贴在地面上听了一会, 旋即大叫道, 下面好像是中空的。 我怀疑, 虫族是故意给猎物放血的。 这些被虫子咬过的猎物, 血液变得特别粘稠, 像是粘合剂一样, 可以将泥土粘连在一起, 作为盖子, 遮盖住通道。 大狗的狗鼻子轻轻一动, 似乎嗅出了什么。 秦义对此不知对错, 抬头扫尸周边, 找了一棵最近的云风山, 走了过去。 保险起见, 它们最好在云风山旁边 测试木甲的可靠性, 若是出了问题, 第一时间就能爬树溜走。 就这样, 一人一狗围坐在云风山下, 静静等待着虫海爆发。 气氛骤然变得静谜了起来。 树林中, 除了微风撩动树叶 发出的沙沙声外, 再听不见其他声音, 就连一向不安分的大狗 都罕见的安静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渐渐的, 一人一狗的情绪紧张了三分, 呼吸也急促了一些。 喂, 你不会怕了吧? 我听见你的心跳好快。 放心, 你这条狗都没怕, 我作为人怎么可能怕? 秦义和大狗对视了一眼, 紧张的情绪顿时舒缓了一些。 哗啦! 突然间, 他们脚下的大地颤动了一下, 不远处的泥泞之地中, 有泥土被高高抛弃, 似乎是什么东西 要从下面钻出来了。 紧接着, 破土声越发紧凑地出现, 连绵不绝地响起, 大地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 从地下钻出的虫子也越来越多。 仅仅五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泥泞之地就已经被虫群占据, 甚至蔓延到了秦义这边。 就在秦义身前不到三米的位置, 站着一头萤火飞虫, 二接领主级在他透明发光的尾部, 还绑着一头四处张望的眼虫。 他们与这头萤火飞虫的距离太近了, 近到大狗能清楚地看见对方腿上细小的绒毛。 别慌, 萤火飞虫是探路性虫类, 主要优势为速度, 战斗力很弱, 算是可观测虫群中的倒数。 秦义尽量压低声音, 安抚大狗。 他话刚说完, 脑海中便响起了大狗渐渐的声音, 我肯定不会慌啊。 不过, 你小子有点厉害, 是不是故意选这个地方当入口的? 除了眼虫外, 虫群都是同一种类在一起行动, 这地方只会出现萤火飞虫, 危险性确实小了不少。 大狗不愧是狗界一流, 直接用上了传音之法, 没有泄露半点声音出去。 另外, 他还把传音之法交给了秦义。 这是一份C级传音之法, 无需动用精神力, 光靠灵力和气血就能做到隔空传音, 价值不菲。 要说唯一的缺点, 就是功法名字不太好听, 一看就是大狗为了恶心情义故意取的。 此功法, 名为狗言狗语。 情义没计较太多, 一心二用, 边修行传音功法, 边观察萤火飞虫以及眼虫的情况。 在某一瞬间, 眼虫硕大的眼睛和萤火飞虫的副眼, 忽然一齐看向了它们, 吓得大狗心跳都漏了一排。 二阶灵木材料的遮掩是有用的, 那些靠近它们的虫子完全没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一个接一个地从边上走过, 对秦义和大狗置之不理。 慢慢地, 大狗的胆子都大了起来, 它先是拿狗爪拍了拍路过的虫子, 见其没反应后, 直接跳上了某一头虫子的背。 哈哈, 这些虫子真笨。 大狗踩在一头巨虫身上, 笑容张狂, 不停传音给秦义炫耀。 但下一秒, 那巨虫冷不丁愣在了原地, 惊得大狗差点吓尿了, 赶紧从上面溜了回来。 所幸, 巨虫依旧没有注意到它们, 停留片刻后, 自顾自地走开了。 好了别闹了, 我们该进去了。 秦义叹了口气, 望向不远处重新打开的洞口, 眼露金光。 第31章 深入虫穴 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虫群走动的缝隙中, 秦义与大狗回到了一开始找定的洞口。 这一片区域的虫子全是萤火飞虫, 有大有小, 但不变得是尾部都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万千光团汇聚在一起, 几乎让这里变成了光的海洋, 好玄没给大狗的24K太和金狗眼闪瞎掉。 地面上, 原本掩盖在此的厚实土壤已被萤火飞虫破开, 露出了一个直径超过10米的洞口, 源源不断有萤火飞虫从中震翅飞出, 汇入大部队。 一人一狗找准时机, 跳入隧道之中, 一面贴靠着岩壁, 一路向下滑行。 借助岩路上萤火飞虫的灯光, 能看出虫族们挖出的隧道是个规规整整的圆形。 所有岩土都被他们用某种特殊手段粘合夯实, 避免光滑平整, 锻造工艺很是精细。 他们像是坐滑梯一样沿着倾斜的隧道滑下, 感觉比飙车还刺激, 因为岩面还会有萤火飞虫及时而来, 稍不注意就会相撞, 引起对方注意。 这是在玩命。 然而, 秦义似乎感觉仅是这样, 还不够大胆。 面对一头迎面高速飞来的萤火飞虫, 他不躲不避, 脸上流露出一丝癫狂之意, 猛然向前打出了一拳。 碰! 音爆炸响, 气浪翻涌。 这一拳的力道绝对超越了一吨, 一接萤火飞虫的脑袋就像水袋一样被打爆, 大片大片的绿色枝叶喷剑四射。 而后, 失去了脑袋的虫尸从半空掉落, 砸出一个小坑, 卡在了里面, 将隧道堵塞了一小部分。 一拳, 秒杀一接虫族。 大狗, 背着突如其来的变化, 惊得狗眼一瞪,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看见秦义拔出背后别着的木毛, 右手发力, 狠狠插入土壁之中, 划出了一道长长的痕迹, 最终停下了滑形。 这是要做什么? 你就不怕惊扰到虫群吗? 大狗能听见前方有几头萤火飞虫, 马上要过来了。 他硬着头皮, 用爪子指住一动, 快步跑到秦义边上, 问他在发什么疯。 但秦义却没有理他, 席地而坐, 手持木毛, 俐落地分割着虫狮, 把尾部还散发着余光的荧光物质, 涂抹在木毛上。 煞时间, 木毛像是被附魔了一样, 闪闪发光起来, 比普通火把还要明亮一些。 随后, 赶在其余虫子路过此地前, 秦义取出臂级储物袋, 打开袋口, 贴在虫尸上, 静等三秒。 三秒过后, 虫尸荡然无存, 只空于一地滤血。 这处理速度, 不知道的, 还以为秦义已经杀过几千头萤火飞虫了。 嗡嗡。 也就在这时, 两头后来的萤火飞虫途进此地, 感受到了同类的鲜血和气息, 停下飞行, 站在岩壁上呆滞了一回。 随后, 默默从大狗和秦义边上擦肩而过, 去清理修复破损的隧道了。 都说狗胆包天, 我看你胆子比我的狗胆还大。 大狗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秦义神色平淡, 看来虫族之间并不是共享思维, 打死其中一只不会出什么事。 我们只要出手足够迅速, 就能主动打死洞穴里的虫子。 你出手只是为了验证这件事。 牛的, 拿命去冒险验证这种事。 你果然是个人才。 大狗无语, 盯着那根荧光闪闪的木毛看了一回, 旋即跟着秦义继续探路去了。 这只是路上的一个小插曲, 很快便过去了。 接下来, 它们又滑行了大概二十多分钟。 慢慢地, 隧道的坡度再变低, 最终变成了平地隧道。 此处距离地面少说有十公里之远, 环境昏暗阴冷, 除了秦义手中的木毛外, 看不见任何光源。 萤火飞虫已经完成了集结, 地下没有萤火了。 大狗的眼睛散发着幽绿的光泽, 身为狗族, 它的天生便有夜视能力, 因此并不惧怕黑暗。 这是种族天赋, 人类只能后天靠铜树去弥补。 等等, 这般想来, 秦义故意拿木毛沾荧光粉, 就是为了这时候探路啊。 狗子恍然大悟。 滴答,滴答。 空旷的地下洞穴里, 能听见有水滴声隐隐作响, 久不停息。 大狗主动站在秦义前面, 睁大狗眼, 眺望远方, 然后, 傻眼啊。 它发现自己的夜视居然在此地没了效果, 改用铜树后, 更是感觉到一种无形中的力量在阻隔自己的观测。 A级铜树都能拦住。 大狗有点怕了, 对于智慧生物来说, 最恐怖的东西, 就是未知。 这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穴, 什么都没法看见, 一切都是未知的, 甚至于向前走, 会不会撞到虫子都没法确定。 滴答,滴答。 水滴声仍然在回荡, 大狗的双耳动了动, 听出了一些东西。 水滴声不是来源于一个地方, 而是四面八方都有。 他把信息传引给晴翼, 顺带默默走到了晴翼身后, 凑在发光木毛边上。 光明总是能带来安全感。 大狗不打算走在最前头了。 他乖乖呆在晴翼边上, 借助微弱的光泽打亮着四周的环境, 偶尔回眸瞥一眼晴翼的神色, 发现少年正正地站在原地, 目视黑暗, 眼神深邃迷离。 别看了, 就连我附加了A级通书的狗眼, 都看不穿着黑暗, 遑论你的眼睛。 拿起木毛, 咱们趁早离开吧。 大狗撇了撇嘴, 秦翼眨了眨眼睛, 脸上闪过一抹疑色。 丁, 你的眼部细胞和视觉神经成功适应了黑暗, 净化出被动技能, 夜视。 就在刚刚, 系统明明提示他净化出了夜视能力, 但他却依旧看不穿黑暗。 阻碍视线的, 不仅仅是亮度。 秦翼先前走了几步, 利用木毛的光芒观察着洞穴的环境, 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在封闭的地下洞穴里, 不管是石壁还是地面上, 都爬满了成片的绿色菌毯, 有些像正常的霉菌, 但会不停地蠕动, 似乎在按照某种本能做事。 秦翼俯下身子, 宁眸一看, 顿时惊了一下。 这些菌毯细看之下, 竟是密密麻麻无数头微小的虫子汇聚而成, 它们在集体行动, 因此, 菌毯看起来变在蠕动。 大狗也看到了这一幕, 一时间忍不住呲牙, 感觉自己身上也有虫子在爬。 毕竟它们刚刚一直踩在这种虫子身上。 这小虫子很特殊, 踩不死,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估摸着, 祖阁观测的神秘力量就源自它们。 见多识广的大狗第一次犯了难, 任凭它翻遍记忆, 也找不出这种虫子的名字。 另一边, 秦翼盯着蠕动的小虫们又一次开始了发呆。 不得不说, 在这种情况下, 秦翼还能走神, 实在是让大狗佩服。 第三十二章, 是虫集群。 滴答, 滴答。 水滴声经久不绝, 一人一狗扶着石壁向前走着, 步履轻快, 但秦翼明显心不在焉, 注意力都放在挂满石壁的小虫子身上。 见秦翼持续看了二十多分钟的小虫子后, 大狗终于有点忍不住了。 不是, 我说哥嘛, 那小虫子到底有啥好看呢? 难不成看它们看久了? 你就能不借助外部光看清楚虫学了吗? 秦翼回过神来, 神色透着愉悦, 似乎又遇到了什么好事。 他笑呵呵地看了眼满头问号的大狗, 很自然地点了点头, 聪明, 我还真能了。 大狗脸色一僵, 以为秦翼在拿自己开玩笑。 但下一秒, 秦翼竟将自己手中发光的木毛丢给了大狗, 淡淡道, 接下来你用着吧, 我用不上了。 言罢, 他一下, 迈出两个大胯部, 走到了大狗的前头, 分外自信地带起路来。 卧槽, 大狗见秦翼大步向前的模样, 不像是装出来的, 明显是真能看轻路了。 这小虫子看久了, 还真能适应重学的特殊环境。 大狗将信将疑地叼着木毛, 一边抓紧跟上秦翼, 一边将信将疑地, 学习秦翼看着绿色的军坛, 发起呆来。 秦翼瞥了眼邯郸学部的大狗, 顿时感觉有点搞笑。 这大狗被他的一系列操作搞得有些怀疑狗生了。 可惜, 能够适应性进化的 仅他一人, 大狗就算模仿, 也不可能进化出新的狗眼。 没错, 就在几秒钟前, 系统之音又一次想起了。 定, 你的眼部细胞和神经细胞 成功适应了 视虫集群的信息素干扰, 进化出被动技能, 新名眼亮LVE。 系统提示与先前没什么差别, 但其中透出的信息 却让秦翼得到了额外的情报。 原来这些遍地都是的小虫子名为是虫, 当它们大量汇聚在一起之后, 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信息素, 用来屏蔽异族的观测。 不仅仅是肉眼和童树观测会被屏蔽, 就连宗师级的精神力都难以在此地外放。 二届母虫不愧是能硬杀大宗师的恐怖种族, 但是这一手对老家的特殊布置就能恶心死对手。 不过, 也多亏了视虫的强大, 情意进化出的新名眼亮LVE能力极强, 就这么一个一级被动, 已经堪比B级童树, 让他的眼睛敏锐了数十倍。 而且最为强悍的是, 他的灵魂也得到了增益, 对于幻术类技能有了天然抗性, 把许久没有变动的十点精神力增加到了十二点。 还没开始开辟脑狱, 他就有了十二点精神力, 已经超越九成九的同阶了。 妈的, 看这些小虫子看得我头晕眼花, 压根没用, 不看了。 大狗终究不是耐得住性子的狗, 看了两三分钟就看不下去了。 他的四条小腿跑得飞快, 眨眼间就跑到了情意边上, 跟着情意并排走着, 不再待在后面。 地下虫学四通八达, 说实话, 从刚开始进来到现在, 他们都没看见有大型虫族出现, 除了是虫集群外, 仿佛偌大的洞中只有他们两人。 他们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走了多远, 不过在虫学的顶部, 时不时能看见一个大洞, 大概是不同区域通往虫学的入口。 哎, 前面又有分岔路, 我们走哪边? 忽然间, 秦义和大狗停下了脚步, 在他们面前出现了六个洞口, 每个洞口的直径都有十余米大小, 能够容纳巨型虫族进出。 随意一瞟, 同样能看见每个洞口都有是虫的身影, 这种类似苔藓的虫族非常显眼, 无处不在, 像是隧道的地毯一样, 一路扑来, 从未断过。 大狗还能听见, 六个洞口都回荡有类似的水滴声。 这声音到底是什么玩意? 他们一路走来, 压根没见到有水。 此前, 秦义和大狗已经走过一次分岔路了, 那一次, 他们马上选择了继续往前。 不过, 这一次, 秦义没有马上做出决定。 重学错综复杂, 不能埋头乱走。 不然走到核心之地, 跟那头二街母虫脸贴脸了, 就搞笑了。 再稍微等一会, 等时间差不多了, 有东西会给我们带路的。 他在路口前席地而坐, 两眼一闭, 居然就这么堂而皇之, 在虫族老家修炼了起来。 有东西会给我们带路? 什么东西? 我怎么不知道? 大狗一头雾水, 总觉着自己自从跟了秦义, 就变成了一头傻狗。 明明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秦义, 为什么秦义做出的布置, 他一点都不清楚。 大狗趴在秦义身边, 审视着眼前打坐引铃的青年, 沉默不语。 重学中的灵气浓度高的下人, 原本悬天秘境的灵气浓度, 便是人间的五倍左右了。 而重学中的灵气浓度, 更是悬天秘境的五倍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 灵气都快能被压缩成液态, 化为灵液了。 刚刚升级到七级灵气清河的秦义 在此地如鱼得水, 他几乎不用花费多少力气, 大量的灵气就会朝他涌来, 汇入经脉之中, 肆意流淌, 滋养肉身, 淬炼气血。 在这种优渥的环境下, 秦义才用了不到十分钟, 就淬炼出了一滴淡金色的血液, 累计二十一卡气泻了。 这一瞬间, 秦义差点忍不住想, 一直藏在这, 修炼到无敌再出去了。 但想到, 为了自己深陷险境的陈轩, 他还是压住了这个念头。 陈轩啊, 陈轩, 你一个为你牺牲太多了。 不知不觉间, 一个多小时过去, 秦义竟直接从二十卡气血的二段舞者, 一跃成为了三十卡气血的三段舞者。 此等速度, 纵然是有灵气浓度的加成, 但也堪称离谱了。 才七级灵气清河, 就这般可怕。 要是等十级, 一百级, 究竟得多恐怖? 秦义暗暗期待。 另一边, 大狗却对秦义的修行速度没什么表示。 从他的记忆来看, 这种速度勉强算是绝带天骄的层次, 放在秦义这种变态身上, 感觉有些慢了。 大狗可不是遇到什么情况都会震惊的蠢狗。 想让他震惊, 一定得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像秦义先前做的那两件。 阿妩, 在这等了这么久, 引路的东西到底什么时候来? 大狗打了个哈欠, 略有些不耐烦了。 秦义缓缓睁开眼睛, 感受到上方传来隐隐的震动, 猛然站起了身子。 已经来了。 第33章 冲刺冲刺! 大狗跟着秦义一同站起, 刚抬头, 就看见前方六个洞口, 有四个都在颤动。 洞壁上苔藓一般的士虫疾群忽然狂躁了起来, 开始大量向外涌出。 这些士虫疾群居然担任了传输带一样的职责, 身上顶着大小不一的猎物, 一点点朝着虫学深处运输着, 好似人类的流水线工厂一般, 条理有序。 不仅如此, 秦义还注意到, 士虫在搬运猎物的同时, 竟还在慢慢蚕食, 分解猎物, 将硕大的猎物分解为一滴滴一余保存的黑色液体, 吞入体内, 通过四通八达的虫洞传输到各个区域。 整个虫学遍布着绿色的士虫, 而此刻, 士虫们开始动了起来, 就像是一条绿色的河流开始奔流。 煞时间, 秦义一下就明白了过来, 耳畔一直回响的水滴声到底从何而来? 水滴声是士虫分解除的营养液, 低落在一些特定区域发出的。 估摸着, 士虫在浇灌灵木的根部, 而地面上灵木群的根系就位于秦义附近的一些洞穴中, 只是他没去探索过, 所以不曾看见。 原本静命安稳的虫学忽然热闹了起来, 大狗对此略显担忧, 焦急地问道, 靠, 你说的引路的东西呢? 还没来吗? 已经来了呀。 王! 跟上! 汪汪! 秦义张开腿, 选中了一条有猎物运输而出的通道, 拔腿狂奔。 大狗愣了一瞬, 急忙跟了上去。 一人一狗很快把速度提到了极致, 偶尔遭到大体积的猎物在传输带上迎面推来, 秦义不躲不避, 居然默默掏出了自己的避级橱带, 直接给枕头收走了。 这是, 在薅虫族的羊毛啊! 虫族自己辛辛苦苦捕猎而来的战利品, 估计万万没想到, 会在老家被人坐收鱼翁之力。 大狗清楚地看见, 就在刚刚过去的五分钟里, 秦义已经瘦了两头一阶凶兽的尸体, 外加一头二阶领主的半个肉身了。 靠, 白嫖也太爽了吧。 大狗有点眼红了, 只恨自己没有储物带。 但同时, 他终于懂了秦义所说的引路者到底是什么东西。 原来就是这些从外界运输而来的猎物。 在西天山脉的核心区域, 能捕猎的生物早就被捕完了, 虫群想要运回大量的凶兽就必须去边缘地带。 而这些猎物既然是从边缘地带运回来的, 那跟着它们逆流而上, 自然就可以回到边缘地带。 简单又天才的想法, 大狗的狗脑一开始没想通, 确实也正常。 一头头体积巨大的战利品被秦义随手偷走, 下方运输的侍虫都有些梦了, 依旧保持着上举的姿势, 结队向前跑着。 秦义见好就收, 然后,薅羊毛最忌讳的就是太贪, 引起他人的注意导致自己暴露。 不过, 他白嫖了虫海半个多小时的劳动力, 储物代理得到的资源已经可以用异作为单位了。 不愧是秘境, 抱负只在一念之间。 太累了, 我快跑不动了。 秦义身后, 大狗累地伸出了舌头, 气喘吁吁。 其实秦义本人也有点累了,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人的耐力不行, 而是洞穴的地上到处是向前移动的是虫, 他们踩在这反方向跑, 相当于花了平时两倍的力气。 另外, 玄天秘境的整体重力环境远远强于蓝星, 对于运动来说更是负担加重。 哦, 我不行了, 大狗真的快到极限了, 狗腿一蹬, 高高跃起, 落在秦义的肩头, 像是死狗一样趴着不动了。 不用问也知道, 这狗玩意是想把秦义当顺风车, 接下来铁定会装死不下去。 秦义没有丢它下去, 就这样带着大狗继续向前跑, 跑到双腿酸涩到麻木, 也没有停下脚步。 累吗? 要的就是累。 他一边保持着高速前行, 一边还要避开撞来的凶兽尸体, 对体能的要求高到夸张, 秦义感觉全身每一个细胞在超负荷运转, 仿佛要燃烧起来了。 极限, 打破我的肉身极限。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秦义不仅没有减速, 反而咬牙疯狂提速, 化为一道残硬, 逆行横冲。 来自肉身深处的潜能和能量都化作突破极限的动力, 身体的劳累感一点点在消散, 一股美妙的滋味正在全身上下迸发, 那是一种超脱般的快感。 定,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超负荷运转, 你进化出被动技能, 暴血, LVE。 爽! 秦义的每一寸肌肉, 每一条经脉都在向外尽情释放着能量。 此时此刻, 他忍不住长啸一声, 气血沸腾, 猛然轰出一拳。 碰! 这一拳如闪电般砸在一头二阶领主的尸体上, 刹那间, 那一具堪比中阶武师的尸体炸裂了开来, 漫天血肉洒落而下, 秦义沐浴其中, 脸庞夹杂着疯狂, 极具暴力美感。 尖头, 大狗目睹着发颠的秦义, 心肝一颤, 双眸之中满是震撼。 就在刚刚, 他从秦义的一系列发疯举措中感受到了一种意, 一种看似疯癫, 实则深刻的大道之意。 那是王侯们, 才有能力参悟的道义。 咔哒! 漠然间, 秦义安静了下来, 停下了脚步, 他望着不远处的一个出口, 突然咧嘴一笑, 回眸对大狗说道, 要不要玩一次大的? 大狗心一抖, 有了点不好的预感, 有多大? 秦义重新回过头, 宁望着出口, 淡淡到, 直面崇海。 言罢, 他大步向前走去。 大狗彻底慌了, 狗日的, 你要发疯送死, 别带着我啊。 你兄弟不是在等你救吗? 你还有空在这浪费时间? 秦义步履坚定, 就是为了救他, 我才得在进入血雾荒漠前, 尽可能地变强。 放心, 扛不住了, 我会带你走的。 问题不大, 他将手指插入岩壁, 一步步向通往地面的路攀登着。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就在半个小时后, 秦义与大狗终于又一次看见了地表的光芒。 这种光芒不同于细云风被灵木遮掩的暗淡, 熠熠生辉, 温暖舒适。 嘎吱, 嘎吱。 秦义和大狗从虫学爬出, 举目眺望, 到处都是虫子, 处处都是虫子。 一阶凶兽, 二阶灵主, 隐隐还有接近三阶的霸主藏在暗中, 透出危险至极的气息。 也就在秦义和大狗现身地面的瞬间, 它们身上的灵甲似乎耗尽了灵性, 再也没了遮掩的效果。 刷! 十多万头虫子感知到了人类的气息, 一气停下所有动作, 仿佛时间暂停了一瞬。 紧接着, 成千上万颗恶心的虫头转动, 一点一点, 盯上了秦义。 这一刻, 大狗头皮发麻, 感觉遍地生寒, 心机只敢无法抑制地爆发。 他娘呢? 你管这叫问题不大? 第34章, 血战! 一头又一头虫子从四面八方的山林里爬出, 汇聚在秦义周深的空地上, 将这片地带挤得水泄不通, 放眼望去, 一切花草树木进阶枯萎破败, 失去生机。 这个地方, 不仅仅有秦义先前见过的蜻蜓巨虫, 还有一种形似无功的地甲虫, 整整两个虫群, 十余万虫子, 遮天蔽日, 让山穿大地逐渐陷入黑暗之中。 你惹出来的祸事, 可别叫我背锅啊。 大狗趴在秦义的肩头, 哆哆嗦嗦, 他感觉到, 有强大的气息藏在虫群中, 蠢蠢欲动。 绝对是三阶霸主及虫族。 举目望去, 秦义已经被完全包围, 除了杀出去外, 没有别的退路可走。 陵墓的遮掩效果恰好结束, 他们恰好走出重穴, 这一切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秦义早早算准了时间。 总之, 来战! 刚烈霸道的全境撕裂空气, 爆发出刺耳的奸响, 而响声还没传开, 秦义的拳头便已轰杀在了一头飞跃而起的地甲虫身上。 哄! 这头一接地甲虫直接被砸进了地底, 炸开深坑。 秦义面无巨色, 以肉身开始跟数万虫族厮杀。 这是血与肉的厮杀, 不带有任何华丽的术法, 也没有高阶兵器的碰撞, 只有肉身与肉身的硬汉。 啪! 在大狗的视线中, 一头及时飞来的二阶领主及蜻蜓飞虫 被秦义撞得魂飞破散。 一头、十头、一百头。 数不清的虫子压根不清楚死亡是何物, 他们不要命地扑杀向秦义, 将秦义团团围拢, 不留任何退路。 若是这一批虫子死尽, 马上就会有下一批虫子补上, 源源不断, 仿佛永远杀不完此地的虫子。 地上的虫尸堆积如山, 秦义一人矗立于尸山之巅, 浑身沾着斑驳血字, 脸上满是癫狂之意。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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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气血沸腾到快要燃烧起来, 全身上下没有一寸肌肤是完好的, 尽数带伤。 可纵然如此, 秦义的脸上也不见有退意, 反而愈发疯狂的挥拳与虫足搏杀。 变幻的双拳看似毫无章法, 但每一拳砸在大虫厚实的外甲上, 都会迸发出极致的力量, 将虫甲震碎。 大狗隐隐看出, 秦义并非没有章法的乱打, 而是在使用一种拳法, 一种带着真王道义的拳法。 疯拳! 秦义的每一拳都挟着杀伐之气, 绞杀涌入大虫的体内, 帮助秦义抹出冰死之虫的生机, 让他省去了补刀的麻烦。 而反过来, 被杀伐之气入体抹杀的虫子, 还有余热的尸身, 会自行淬炼出极力崭新的杀伐之气, 融入秦义体内。 这么一来一回, 秦义体内培养的杀伐之气, 愈发精纯, 透出的杀意更加害人。 以人类的肉身存储培养这等杀伐气息, 妈的, 果然是变态。 大狗捕捉到了秦义拳风中溢散的冰冷杀气, 心头一震。 武士做这种事都要损伤自身心脉, 但这小子却像没事人一样, 一边氧气, 一边攻杀虫海。 他的肉身究竟到什么层次了? 这样屠杀一阶, 二阶虫子, 虽然看似场面强悍, 但实际上同为绝代天骄的武士也能做到。 只不过, 他们能持续杀个一天一夜就到头了, 但秦义看起来根本没有力竭的样子, 反而越杀越猛, 一副杀红眼的模样。 随着秦义逐渐熟悉这两种虫子的弱点, 虫族回补兵力的速度, 都快比不上他击杀的速度了。 你才是三段无准啊? 难道真就没有极限了吗? 轰隆隆。 大帝聚颤, 一只头长龙脚的地甲虫, 默然窜出, 杀向秦义。 这是一头三阶霸主及虫主, 体型众弱山鸾, 是二阶母虫所能生产的最强虫兵, 虽无智慧, 但纯粹地战力, 堪比宗师。 他一出现, 瞬间挤开了周旁数百头虫子, 独自一虫与秦义厮杀起来, 震得秦义接连后退, 第一次露出了疲态。 超越他两个大境界, 秦义的欺伤风拳纵然杀伤力再强, 轰击在霸主及地甲虫的身上, 也仅是挠痒痒, 无法破甲, 更无法造成实质性伤害。 终于要遇到麻烦了吗? 眼见这一幕, 大狗冷不丁暗暗松了口气, 他实在是被秦义的夸张表现震惊到麻木了。 若是以三段舞者的实力能秒杀霸主及存在, 那真的超乎一条狗的想象了。 不过, 秦义遇到麻烦, 他好像也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要松一口气呢? 大狗愣了愣, 明明是秦义在挑战崇海, 可之前他看见的种种画面, 却更像是崇海在挑战大魔王秦义。 扑呲, 三街霸主及地甲虫长着一颗似式蛟龙般的脑袋, 头顶数米长的恐怖龙脚, 一下子顶穿了秦义的躯干, 竟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 秦义吐出一口鲜血, 暴退数十步, 显然受到了重伤, 脸色苍白了三分。 这是他拥有二级钢筋铁骨后, 第一次受如此重的伤。 他想要稍微休息一会, 但虫群不会给他休息的机会。 见他后退, 当即便有数十头围拢在四周的虫子靠了过来。 在一方死绝之前, 战斗不会停线。 一时间, 在数百头虫子的围杀下, 秦义有些应接不暇, 身上的伤势更重了。 靠, 你是不是快不行了呀? 咱们要不先逃吧? 趴在秦义肩头的大狗, 是最能体会到秦义的虚弱的, 原本青年旺盛与骄阳的气血, 在此时暗淡了百倍, 看起来像是要熄灭了一般。 大狗身上还有一些保命的秘书, 实在不行, 他可以带着秦义逃。 不过, 不经历死战, 无目于万足的精血, 秦义如何快速蜕变, 成为强者。 他下狠心在此地一人面对虫海, 卫地就是尽可能地磨练自己。 他曾发过誓, 再也不会像那是癌症晚期等死的自己一样, 绝望无力地躺在阴冷的出租屋里, 什么都做不了。 嘎吱, 嘎吱。 秦义扯下身上的木甲, 放入嘴中咀嚼吞下, 将灵木中残存的营养物质, 消化分解为净化所需的能量。 随后, 他眼神发狠, 再度冲向那头三阶霸主及龙虫, 杀不死他的, 只会让他变得更强。 他要以无尽虫族, 作为自己蜕变的战场。 来战! 第35章 让他来。 哼,哼。 霸主及龙虫发出声声嘀吼, 似乎是认为继续朝自己走来的秦义在挑衅, 犯着杀鸡的龙脚低二下, 脚尖对准了秦义。 哼。 下一秒, 仿佛山崩一般, 地甲龙虫猛地向前一冲, 撞如巨山的肉身, 好似能碾压坦克, 直接撞向了秦义。 躲开。 大狗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压迫感, 这是属于三阶霸主及虫族的权力冲撞, 能活生生把一位武师撞成肉渣。 然而, 秦义对此不躲不避, 风拳抱起, 直冲龙脚。 躲。 他的脑子里就没有这个念头。 杀伐之气汹涌, 秦义的拳头与地甲龙虫轰然相碰, 乍起无尽刚风, 就像是一个普通人硬抗及时而来的卡车一样, 只听见一声啪的一声脆响, 秦义全身骨骼和器官尽数被恐怖的震荡破震碎, 一道微笑的身影横飞而出, 砸在了地上。 还是打不过。 仅有三段舞者境界的他, 与三阶霸主凶兽的差距太大了, 这种差距不可能靠简简单单的几次死里逃生, 就能净化弥补。 要不咱先撤吧, 秦义的惨状太过触目惊心, 大狗能明显感知到, 青年体内已经没有一根骨头是完好的了, 现在就连站起来都吃力。 但, 若此刻走了, 秦义就不是秦义了。 他大口吐出黑色的淤血与脏气碎片, 二级的肉身恢复力全速运转, 帮他长出全心的骨骼和器官。 而这些新长出的器官, 只会更加坚韧, 更加强悍。 碰! 秦义拿头用力朝前一顶, 撞死了一头趁机扑杀而来的一接虫子, 旋即亮亮呛呛地支起身子, 继续朝着三接地甲龙虫走去。 他的步伐很慢, 但走的坑腔, 一步一步, 不见退役。 又一次血腥的搏杀开始了, 一人一虫, 体型相差悬殊, 境界相差巨大, 但双方的厮杀却激烈无比, 不断有鲜血当空洒落。 这一次, 秦义撑得更久了, 他心进化而出的躯体, 足足与地甲龙虫抗航了三分钟, 才败下阵来。 并且, 当地甲龙虫嘶吼着想上来捕刀时, 秦义都会强撑着站起, 接着与龙虫周旋, 恢复残破的肉身。 至于周旁的一阶和二阶虫族, 他们并未光是看着, 一直有来骚扰秦义, 来阻杀秦义, 不给秦义任何时间休息恢复。 但这个人类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 永远看不见他的体力上限在哪, 眨眼间就能从半死半残的状态中恢复。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大狗眼睁睁看着秦义一次次倒下, 又一次次站起, 站至憨处, 甚至扒开了三阶龙虫的薄弱之处, 生饮龙虫之血, 回补自身。 原本一面倒的局势, 渐渐地, 竟成了秦义, 开始占据上风。 三阶地甲龙虫的体力, 居然被一个人类活生生地消耗了大半。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大狗向来只听闻, 虫族用虫海战术消磨敌人的体力, 从未听说过, 有人族能消耗虫族的体力。 这是要逆天啊。 满地血泊堆积成海的虫尸, 仅有一位身躯薄弱的青年挺立, 脸带笑意, 站到疯狂, 就像永不停息的机器, 滋滋不倦地斩杀着虫族。 青年的衣服已经残破到蓝绿, 他干脆撕碎了上半身的衣物, 露出精壮精英的肌肉。 他的每一寸肌肤都阴晕着玄妙的生机, 大狗仔细一看, 狗眼都差点瞪出来了。 不知不觉间, 秦义居然靠虫族提供的死亡压力, 压榨出了藏在肉身深处全部潜力, 完成了超凡蜕变。 他此刻的肉体, 即使是大狗的牙齿都咬不穿了, 堪比高阶武师, 乃至于能媲美一些宗师的宝梯了。 而在秦义的视角中, 他不知道什么肉身潜力, 也不知小什么超凡蜕变。 他只知道, 细胞适应性进化又一次成功了。 丁, 你的肉身成功抗住了三阶霸主级凶兽的攻势, 你进化出被动技能钢筋铁骨LV3。 丁, 你的细胞成功从破败中恢复, 你进化出被动技能肉身恢复力LV3。 三级钢筋铁骨, 三级肉身恢复力。 这两项技能在二级时, 就让秦义拥有了足以比肩中阶武师的体质力。 而如今三级, 怕不是宗师都能比一比了。 他举起手, 张开有掌, 放于身前, 只看见再度冲撞而来的地甲龙虫竟被秦义一手抵住。 坚固的龙脚, 没有贯穿秦义的手掌, 只是微微刺破了手皮, 躺出些许鲜血。 秦义被距离向后推动了七八米, 但这一次, 他没有横飞出去, 更没有被打穿胸膛。 他用单手, 接住了地甲龙虫的撞击。 吼, 这下子别说是大狗了, 就连地甲龙虫本身都有些震惊。 他疑惑地低吼着, 没有再继续向秦义发动攻势, 反而接连后退了数步, 随后爆发出一声嗡鸣。 哗啦啦。 刹那间, 一头形似七形瓢虫的椭圆形甲虫巨兽从底下钻出,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头六翼飞虫。 三头三阶霸主一同出现在了秦义面前, 想要以最快速度击杀这个人类。 可惜, 拥有三级钢筋铁骨的秦义, 已能正面硬抗三头霸主, 虽然杀不死他们, 但从他们身上拔下一些零件倒是不难。 三阶霸主身上, 不管是鲜血还是零部件, 都是极其值钱的东西, 秦义怎么样都不会亏。 秦义的恢复能力无与伦比, 而霸主们则远不如他, 这种能够量产的虫族, 本身就不会侧重于提升他们的恢复能力。 反正母虫用完一次, 就会让他们回炉虫造。 而如今, 这个虫族大部分虫类的弱点遇到了秦义, 直接被秦义跨境界压着打。 三头霸主, 奈何不得一位三段舞者, 这要是说出去, 大狗估计别人会当自己是傻狗。 可, 这件事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发生在了自己面前。 乃至于, 大狗看着那三头霸主一直挨揍, 心中还同情了起来。 差不多就收手吧, 再这么闹下去。 二阶母虫要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你身上, 汇聚兵力专门杀你一人了。 大狗感觉底下出现了越来越多恐怖的气息, 二阶母虫或许已经苏醒, 且注意到了秦义这个变数。 现在剑好就收, 才是最赚的, 毕竟秦义短时间内也杀不掉三阶霸主。 跨越两个大境界, 他的攻击太难破防了。 但谁都没料到, 秦义的头是针铁, 居然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大狗, 笑道, 二阶母虫, 让他来。 第36章 下惨老熟人 妈的, 逼全给你装完了。 大狗暗脆一声, 显然被秦义的一通逼亡言论嗅到了。 当前, 三头霸主及虫族没法杀死秦义, 秦义也打不死他们, 双方陷入了僵持之中, 但随着时间流逝, 最终虫族还是逐渐溜走, 消失不见了。 虫还只会持续五个小时, 这是虫族一直以来的规律, 看来秦义的出现也没法打破这个规律, 让虫族多待一会。 不过, 望向地上堆积如山的虫尸, 大狗搓了搓狗爪, 头一次有了一夜暴富的感觉。 虫族这一次, 竟没有带着尸体一起离开, 估计是怕被秦义阻拦, 浪费回去的时间吧。 总之, 虫海就此退去, 秦义呆呆地站在原地许久, 可算长舒了一口气, 眉头微微皱起。 就在刚刚, 有一道令人刺痛的精神力从地底钻出, 落在他身上, 徘徊了好几分钟才消散。 秦义猜测, 这是那头二阶母虫的精神力, 他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 并且想记住自己的气息, 下一次做针对性的攻势。 别发呆了, 赶快打扫战场离开吧。 母虫绝对盯上你了, 他拥有一种针对个体, 生产出专门打你弱点的全新虫类。 下一次虫海爆发, 可没这么轻松, 能让你硬抗啊。 大狗见秦义呆愣在原地, 急忙提醒道。 虫组母虫和秦义很类似, 也有进化型能力, 只不过他是针对敌人进行适应性的生产改良, 而秦义是针对外部环境自我进化。 这么一看, 虫组和他简直是绝配啊。 母虫生产出专门针对他弱点的新虫类, 这岂不是能帮他无限进行适应性进化? 有点期待未来会出现什么新型虫子了。 秦义发觉自己找到了虫组的全新用法, 可惜现在他时间不够, 没法在这等第二次虫海爆发了。 没事, 母虫又不会跑, 大不了下次再来救世。 他取出B级储物袋, 开始收敛地上破碎的虫尸, 由于尸体数量实在太多, 他甚至没有要一阶的虫尸, 只要二阶的。 即使这样, 当B级储物袋的一千立方米储物空间被塞满时, 还有大量的二阶尸体躺在地上。 擦, 真是血亏啊。 大狗痛心疾首, 感觉丢下这些宝贵的虫尸, 他比当事人秦义还难受。 没必要难受, 这里的虫海会一直存在, 以后我们可以持续来这进火。 秦义放好塞的满满的储物袋, 心满意足。 你还真以为自己无敌了, 下次出现专门针对你的虫族, 可不好应对了。 大狗叹了口气。 秦义对此不以为然, 跨过尸山, 取出依旧还在发光的感应符, 摇了摇头, 虫族在变强, 我也在变强。 难道你觉得, 下一次过来, 我的实力虚母虫? 他握着感应符, 开始朝着东北方向赶去。 血雾荒漠, 便是位于此方向。 他在秦义肩头的大狗, 本想反驳秦义的话, 但仔细一想, 秦义一路上变强的速度确实夸张, 一时间又说不出话来了。 你别说, 这小的还真是妖念, 照着修行速度, 下次再来, 可能要横推西天山脉了。 一人一狗, 快速远离西天山脉。 伴随着他们的离开, 再加上崇海的暂时落幕, 西天山脉再度陷入了沉寂, 大量的一阶, 二阶虫雪渗入地下, 为荒芜的大地增添了养分, 促使一片片灵草飞快长成。 几天之后, 此地依旧保持着惨烈的模样, 到处都是零散破碎的虫尸, 诸多尸体的鲜血, 甚至还未流尽, 不断向外躺出。 不知为何, 后来爆发的虫海都没有来清理此地的尸体。 一直到四天后, 几个人类无辙组成的小队闯入了此地, 这才打破了长久的宁静, 掀起波澜。 西天山脉, 据说有海量虫族盘踞, 不可久留, 更不可深入, 最多在外围区域碰碰运气, 一旦发现不对, 必须抓紧撤离。 一位气度不凡的白衣青年, 走在队伍最前方, 一边提醒着队伍中的其他人, 一边对身侧的青山男子叮嘱道, 吴峰, 你的铜树是队伍里最强的, 等进入西天地界, 切记时刻关注周围的动静。 白衣青年身后, 略带脾气的李无峰收敛了漫不经心的神态, 郑重点头。 根据他们家族的情报, 西天山脉里的虫族非常恐怖, 即使是宗室进入都有生命危险, 遑论他这小小的低阶武师了。 当然, 越危险的地方, 往往象征着越丰富的奖励, 否则他们一行三人也不会结伴来此。 没错, 这位以铜树舰长的李无峰, 正是先前打赌书给秦义三枚一阶邻国的青年。 此刻, 他与队长方宇, 以及另一位队员, 来自渔航陈家的陈霄田正游荡在西天山脉边缘, 观察山脉内部的情况。 李无峰的眸子深邃无光, 透着幽媚, 依靠他李家自创的B级功法, 破须之铜, 他可以提前看破藏在附近的危险。 但就这样看着看着, 忽然间, 一副血腥惨烈如战场的画面引入其眼帘, 叫他愣在原地, 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我, 我没看错吧? 尸体, 好多尸体, 数不清的二阶虫足尸体。 成百上千具虫尸堆积在一起, 形成了仿佛地狱般的情景, 血海湿山, 静在眼前。 这每一具尸体都真实无比,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 随便拿出一具二阶虫尸, 生前都能给李无峰造成大麻烦。 何况是如此之多的尸体? 冰冷死寂的气息夹杂着一股癫狂之意, 几乎能无视时空的阻碍扑面而来。 李无峰被这种场景所震慑, 道心不稳, 竟不自觉后退了两步, 跌倒在了地上。 直至陈霄田与方雨一脸担忧地唬喊她, 她这才猛然惊醒, 从恐惧中回过神。 你看见什么了? 方雨焦急询问。 重施, 无穷无尽的重施。 李无峰失神呢喃, 有一阶的, 也有二阶的, 甚至还有三阶霸主的断体和血液。 三阶霸主? 方雨与陈霄田心头一震, 身为李无峰的好友, 他们自然也是出自显赫望族, 知晓三阶霸主的含义。 那是他们难以反抗的存在, 遇到就是九死一生。 那些虫子都死了吗? 还有活物吗?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都被杀完了。 有怪物把他们全部杀干净了。 李无峰面露争宁, 似乎通过破须之铜, 看见了一些过去的模糊画面。 第37章 扩散的血涡。 三人战战兢兢地观察了许久, 确定战场已经没有活着的生物后, 才踏入其中。 方雨俯下身子, 细细打量着虫尸上的伤痕, 面色凝重, 全部都是被一拳毙命的, 这拳净至少两吨, 直接秒杀了二阶虫子。 他抹扎着虫甲上的拳印, 突然脸色一变, 嘴角溢出了鲜血。 拳意, 这些拳印都附带有拳意, 一种癫狂至极的拳意。 是哪位王侯途经此地? 出手了。 所谓的道义, 乃是山海竞强者, 才能触碰到的领域。 当然, 一些绝带天骄也可能提前参悟, 但数量更少。 他恭敬地站起身, 对着自己摸过的拳印败了败, 表示对封侯称王者的敬畏。 一旁, 李无峰默然不语, 他利用破须之铜探查此地的气息, 竟莫名捕捉到了一股极为熟悉的气息, 像是自己曾经遇到过的人散发出来的。 会是谁? 他一丝不苟地翻找着记忆, 但从脑海深处找出来的答案, 却叫他难以置信。 那个人, 怎么可能? 静谧静前, 他还见过那人一面, 不过入门无者境界, 别说打死二截虫子了, 就连一头一截虫子都能轻松要了他的命。 绝对是我记错了气息。 李无峰用力晃了晃脑袋, 旋即跟着方宇和陈霄田一同远离了此地, 对于遍地的虫尸, 不敢起丝毫的歹念。 王侯不可辱, 纵然是人家留下来不要的垃圾, 他们也没那个胆子, 去捡。 无边无际的荒漠中, 看不见半点绿色, 默默爬行。 碰。 忽然间, 一声闷响爆发, 秦义右手成拳, 从阴影中猛然窜出, 精准敲击在沙漠蜥蜴的脑袋上, 一击毙命, 带走了这头一阶凶兽的性命。 杀杀杀。 潜藏在周围的沙漠蜥蜴感受到危险, 一溜烟钻入黄沙中消失不见了, 原地仅留下了一具新鲜的蜥蜴尸体。 生个火, 今天还是吃烤蜥蜴。 简单将沙漠蜥蜴的血肉处理了一番, 它用力撕扯出一块块白花花的肉块, 丢给大狗处理。 从西天山脉出来, 已经快五天了, 它们日夜兼程的赶路, 可算进入了玄天密近东北方向的荒漠中。 茫茫荒漠蜴含含无尽的死寂, 看不见什么生物, 只是偶尔能通过一些沙漠特产, 进行食物和水源补充。 比如眼前的沙漠蜥蜴, 又比如正在被大狗荡柴火烧的超巨型仙人掌。 这种超巨型仙人掌富含纯净的水分, 将其榨干后还能拿来当木柴, 可谓是一举两得, 毫不浪费。 至于如何生火, 这倒是要仰仗大狗的绝活了。 只见大狗熟忍地从尾巴上拔下几根狗毛丢在干瘪的仙人掌上, 而后呲牙咧嘴用坚固的狗牙磨出火花, 顺势点燃了狗毛和柴火, 一下子就把火生起来了。 虽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但生个火还是没问题的。 在高温的炙烤下, 几块白嫩的肉块很快熟了, 一人一狗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自从离开西天山脉, 跟着秦义混之后, 大狗一天饿三顿, 少见有吃饱的时候。 秦义这逼的抗恶能力比狗还强, 每次他都要饿死了, 秦义还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大狗越来越怀疑秦义这丝不是人了。 没办法, 量他的狗脑如何去想, 也不可能想到秦义拥有适应性进化的能力, 通过挨饿和挨渴, 成功进化出了二级的节能与省流。 若是不出手, 可以十天十夜不吃不喝。 吞下一大口美味的西翼肉, 秦义愈发觉得进入秘境时的好选择。 这里面随便一头凶兽的肉, 就蕴含外界普通食物难以类比的营养。 吃多了之后, 还对气血有淬炼效果, 能增强体质。 最关键的是, 大部分凶兽的肉都蛮好吃的, 一点也不恶心。 经过五天的平静期, 秦义一路上都在坚持修炼, 七级灵气清和, 没有被他浪费。 五天时间, 他又练出了三十多卡气血, 再加上先前肉体蜕变得到的提升。 如今不管是境界还是实力, 都已是今非昔比。 姓名, 秦义。 种族, 行星及人族, 百分之五十五。 力量, 三十四。 体质, 五十。 敏捷, 三十二。 精神, 十。 天赋, 适应性细胞进化。 技能, 灵气清和, LV7。 低温抗性, LV4。 抗毒性, LV3。 钢筋铁骨, LV3。 肉身恢复力, LV3。 战力评价, 气血八十五卡, 已跨入八段舞者行列, 但肉身强度接近宗师, 跨境界击杀如喝水般简单, 普通的中阶舞师, 甚至扛不住你用力一撞。 五天时间, 从二段舞者跨越到八段舞者, 连破六段, 这种震撼, 直接给大狗都干猛逼了。 现在的大狗, 已经百分百确定, 秦义就是传说中的先种, 是将来必定能成仙作祖的存在。 当然, 大狗并不知道, 秦义境界虽然没跟上, 但肉身早早就被打磨到了宗师级强度。 以宗师肉身后天淬炼舞者气血, 怎么可能会不快? 八段舞者, 有八十卡左右的气血, 拥有大概一吨的力量, 速度35ms左右, 肉身无惧小口径手枪, 以灵气重塑经脉, 当经脉全部重塑完毕时, 则为九段舞者。 但同样是八段舞者, 大狗确信秦义可以拿肉身硬抗坦克。 你管这叫八段舞者? 大狗吃完全部的蜥蜴肉, 拍了拍狗爪, 鼻尖微微抖动, 好像闻到了什么。 嘶, 有很浓的血腥味在往我们这弥漫。 这种味道, 该不会是血物荒漠里的雾气蔓延开了吧? 秦义眉头一挑, 认真嗅了嗅, 却没嗅到什么奇怪的味道。 狗鼻子真灵啊。 吞下手中的肉块, 从口袋里取出光泽暗淡了不少的感应符, 闭目感受了几秒。 很近了, 那个受难的小队距离我们最多还有三十公里。 秦义站起身, 目视前方, 隐隐看见地平线上有大片新红的雾气朝着它们涌来。 大狗心中的不祥质感愈发剧烈, 它忍不住跳到了秦义身上, 紧紧贴着秦义, 说什么也不离开。 我感觉, 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也就在大狗说完话的下一秒。 哗! 天地之间, 眨眼间昏暗了数百倍, 就像是有人在房间里关掉了灯。 秦义猛地转过身, 举目远眺, 四周都在莫名间被漫天血雾所笼罩, 什么都看不清。 他还没进去, 血雾荒漠就主动扩散开来了。 第38章, 师徒 似血液般流淌的雾气包裹住了世间的一切, 举目张望, 秦义和大狗只能看见大片的星红, 除此之外, 别无他物。 大狗火急火燎地爬上了秦义的肩头, 感受着秦义活跃躁动的气血, 他的心头稍稍安定, 少了一些紧张感。 但很快, 被血雾笼罩的他, 就安心不下来了。 因为他发觉, 这些诡异的雾气似乎拥有生命, 正在不停地通过体表微小的毛孔钻入他的身体, 侵蚀他的生命力, 将他的气血勾连出去, 转换为新的雾气。 哇! 这雾气会主动腐蚀生物, 若非五尸镜, 恐怕一天都撑不住。 大狗收敛新神, 动用了某种功法, 将一身鲜血锁定在体内, 防止气血外流。 等到五尸镜以后, 武者就能控制体内的气血流动, 甚至能做到气血外放, 侵入敌人体内。 先前一神会的刘烨, 就曾在殴打秦义的过程中, 向他体内轰入了气血之力。 大狗虽然还没到五尸境界, 但毕竟跟过无上之人, 会那么几个提前掌控气血的功法, 倒也正常。 不过, 秦义就没那么轻松了, 大狗的功法是专门给狗用的, 没办法传给秦义。 不是每个功法都能如狗言狗语, 一样多种族通用。 你的那个兄弟绝对死了, 还没到五尸境界, 怎么可能在血雾里活上十天半个月? 别进去找了, 趁着咱还在边缘地带, 尽快回头, 溜吧。 大狗还是熟悉的狗样, 若是能远离危险, 他一定是第一个提醒秦义的。 然而, 他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怎么可能啥也不管他回头? 我说了, 活要见人死要见事。 秦义握紧感应符, 不见有半分退役。 你要是撑不住, 可以先走, 不必跟着我伸入。 他能感觉到自身气血在缓慢流逝, 而且是无法阻止地流逝。 按照这种速率, 大概两天, 他就会因气血枯败陷入虚弱, 最终生机耗劲而亡。 但是, 这种持续性损伤身体的负面效果, 根本不可能杀死秦义。 他怕的只是秒杀, 对于没法秒杀他的极端环境, 那就是好环境, 于他而言,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又可以进化了。 秦义感应着手中符文传来的模糊方位, 迈开步子, 开始深入血污荒漠。 在他肩头, 大狗并没有丢下秦义离开。 他作为一头精通狗刀的狗, 自然知晓, 跟着秦义才是最安全的。 就算跟着秦义一起深入血污荒漠, 那也比独自离开要安全。 眉狗比他更懂仙种二字的含金量。 血污虽然降低了可见度, 但好在沙漠中本来就没什么阻碍, 秦义根据感应符的指导, 一路能够畅通无阻地走向目的地。 处于血污之中, 如果剧烈运动的话, 好像气血流逝会变快很多。 秦义体会着自身的变化, 向大狗提醒道, 一边提醒, 他还一边加速, 忽然大步奔跑起来。 大狗? 不是说不能剧烈运动吗? 你这是在干嘛? 他有点看不懂秦义的操作了。 身为八段舞者, 在血污之中如此激烈地奔跑, 气血流逝速度简直和开闸放水一样。 不要命了吗? 花开两朵, 各表一只。 就在一人一狗慢慢伸入血污荒漠之时, 秦义头顶百米高空处, 浓厚的血污中赫然出现了一大一小两道身影。 秦义人身穿白色运动服, 神色平淡, 眯着眼睛, 看起来一副老好人的样子。 在他身侧, 站着一位满脸恭敬的少女, 扎着丹马尾, 英姿萨爽。 师父, 我们不去救前面那个青年吗? 少女不过十六岁的年纪, 但一身气血已超过三百卡, 跨入了低阶武师境界, 称得上一句天纵之姿。 但是, 武师境界还做不到踏空而行, 少女能飞在天上, 还是依靠了自己师父的力量。 单凭自身凌空行走, 是大宗师的象征。 没错, 他身侧这位中年男人, 乃是一位大宗师, 名为江天放。 专门前来调查悬天秘境的血污和受潮问题。 悬天秘境危险等级不高, 但这些日子出现的血污, 却远远超过了地级秘境应该有的难度。 故此引起了官方注意, 这才派了一位大宗师来探查。 不急, 不急, 他明明知晓了血污的危险。 还敢以八段舞者境界深入血污, 年轻气盛, 带让他吃点苦头, 尝尝记性。 江天放双手腹背, 轻轻一笑。 边上的少女见师傅这庄高身的模样, 暗暗叹了口气。 他师傅就是这个性子, 喜欢装高人, 时常现身指点陌生人, 尤其是陌生天骄。 当然, 作为三十多岁的大宗师, 江天放确实也配得上高人二子。 而且, 不远处的青年的确是执意要以身涉险, 那让他吃点苦头再救他, 也没人能说他师傅做错了。 师徒二人慢悠悠地跟着秦义和大狗向前走着, 忽然间, 徒弟邱一寒清疑了一声, 脚好的脸庞闪过一抹疑惑。 师傅你看, 那青年怎么突然跑起来了? 他不可能不知道, 剧烈运动会加速气血流逝吧? 江天放眉头一皱, 饶饰经验丰富的他, 此刻也困惑了。 青年不可能察觉不到, 自己的气血在被血物牵引离体, 怎么会主动运动呢? 这不是在自尽吗? 莫非, 他有锁血功法? 邱一寒猜测道, 绝对没有, 我能看见他的气血在流逝。 江天放眼中, 秦义的气血正如泄了气的气球一样, 疯狂外泄。 这怎么都不像有锁血功法的样子? 或许他有什么特殊的保命之法也说不准, 只是您看不出来罢了。 邱一寒瞥了眼师傅, 语气也鱼。 哼, 他要有保命之法, 我会看不出来。 笑话? 江天放显然不想在女弟子面前落下面子。 我从未听闻过, 有放血保命的法子。 他要是就这么放血放下去, 我不出手救他, 定然会耗尽气血, 变成干尸。 必死无疑。 江天放笃定无比。 你看好了, 不出一个小时, 他就没力气, 要趴在地上等死了。 邱一寒看着师父一脸的认真, 耸了耸肩, 没再出言反驳。 其实在他看来, 秦义也确实扛不住一个小时。 然而, 在他们眼中即将冰死的青年, 却仿佛对于自己的做死行为毫不在意, 甚至于嫌弃跑步放血不够快, 居然开始边跑边打起拳来。 只见他在血雾中催动全身弃血, 疯狂演练气伤风拳, 打得血雾不断荡漾。 师徒二人瞧着虎虎生风的全径, 对视一眼, 目瞪口呆。 他们剑步不要命的, 但真没见过嫌自己死得不够快的。 第39章, 荒漠之下的宫殿。 不是, 你真的没关系吗? 大狗打量着秦义, 有点忍不住了。 在他眼中, 秦义脚步虚浮, 脸颊凹陷, 整个人如行尸走肉一般, 仿佛随时都可能倒下。 去女儿国血战五天五夜, 也不见这么虚的。 秀秀! 秦义没有理大狗, 直愣愣地向着前方走去, 双手忽然猛然摆动, 对着空气打出了两拳。 此刻的他, 明明虚弱无比, 但这两拳竟能荡起刚风, 隐隐有音爆炸响。 七伤风拳! 这门由风王创造的A级拳法, 本就附带有一股疯癫之意, 如今秦义在将死之时, 还不停挥拳, 渐渐地居然感悟到了这种风静, 沉醉其中。 主动送死, 还疯狂打拳加速死亡, 这种风静, 风王剑了都得说风。 悄无声息间, 七伤风拳的第二层被他融会贯通, 体内流淌着的沙伐之气汹涌澎湃, 眨眼间凝食了数倍。 扑! 冷不丁地, 秦义吐出一大口鲜血, 因血物侵蚀而脆弱不堪的肉身, 一时间没抗住第二层沙伐之气的冲击, 导致了内伤, 心脉寸断。 一口心头血吐出, 秦义顿时没了力气, 瘫倒在地上, 再无力向前走动, 看起来已是命不久矣。 不远处的天空中, 江天放脸色一沉, 无语道, 果然没什么保命之法, 纯纯就是在送死啊。 快快, 我们赶快过去救他一命,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要灭, 各个脑子都不太灵光的样子。 江天放也是刀子嘴斗俯心, 对于自家人族的天骄, 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嘴上虽然在吐槽, 但动作却不慢, 带着徒儿秋一寒, 一步跨出, 便是百米距离。 他正要现身救助秦义, 却不料,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秦义, 忽然颤抖了一下, 旋即干扁的脸颊如充气一般, 恢复如初, 一分多钟的功夫, 整个人就从惨白变得红润健康。 吴胡, 神清气爽, 秦义从地上爬起, 稍稍活动了一番筋骨, 劈啪作响。 在他耳边, 系统之音顺势响起。 定, 你的血液细胞成功适应了失去真神的吸食, 净化出被动技能, 固本培圆。 又是一个没等级的被动技能。 这技能的效果也很简单, 能守住秦义的气血和原阳, 防止外力将其吸走。 原本这是宗师境界的能力, 由于血物的特殊性, 让秦义提前学会了。 不过, 系统提示中的几个词语, 引起了秦义的注意。 失去真神的吸食?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血物在侵蚀我吗? 秦义若有所思。 肩膀上, 大狗全程目睹着秦义起死回生, 震惊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甚至狗叫都忘记了。 别说是他, 就连藏在暗中的江天放和邱一寒也惊呆了。 江天放从武者修炼到大宗师, 从未见过此番情况。 想要如秦义一般满泻复活, 至少也要吞下一颗三界的灵果。 但秦义明明什么都没吃, 自然而然地就恢复正常了。 这也太不正常了吧。 江天放拿大宗师的眼界去判断, 依旧看不穿秦义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少年身上有秘密, 而且是大秘密。 万千思绪一闪而过, 江天放没有产生什么贪念, 反而对秦义愈发感兴趣起来。 走, 我们去和他打个招呼, 一直藏在暗中跟踪他, 有些不礼貌了。 江天放带着邱一寒, 从朦胧的血雾中现身而出, 来到秦义身前。 王? 一男一女两个人类舞者忽然出现, 吓了大狗一大跳。 他对于周围的一切风吹草动天生警觉, 但却一点也没感知到这两人的存在。 这两人, 尤其是那个男的, 境界不低, 至少也是一位大宗师。 哪里冒出来的人类, 看着跟踪我们有一段时间了。 虽然没有恶意, 但你, 还是要小心。 大狗装作不会说话的样子, 乖乖趴在秦义肩头, 暗中以狗言狗语传言给秦义。 秦义自然与二人保持着距离, 谨慎地打量着他们。 这十六七岁的少女, 大概是武师境界, 中年男子的境界则看不穿。 嗨嗨, 我们师徒俩没有恶意, 本来是想出手救你的。 没想到你自己, 就恢复过来了。 江天放没什么架子, 简单讲述了一番自己的身份, 还取出了几张官方的证件。 秦义看不懂这些证件, 但江天放实力不俗, 若是真想害他, 早就出手了, 没必要说这么一大堆废话。 故此, 他的神色也和善了一些, 与师徒二人简要介绍了一下自己。 听见他的介绍, 邱亦涵略显诧异。 你深入血物, 是想救一个兄弟? 可血物囊括的范围这么大, 你怎么找到他? 秦义晃了黄手中的感应符。 看见这张还在发光的一阶感应符, 邱亦涵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翘脸上更是透出了一丝不可思议之色。 血物有屏蔽精神力和符文探测之力的效果, 一阶感应符怎么可能在血物之中生效? 你的这张感应符真的还能指引? 一接感应符在血物中会失效? 秦义愣了愣, 而后几倍发寒沉默了起来。 这张还在生效的感应符, 真的是指引自己去找到陈轩他们小队的吗? 半晌, 他做了个深呼吸, 苏然道, 我还是要跟着感应符试一试, 万一真能找到呢? 陈轩为了他, 赶在入门舞者阶段深入玄天秘境。 他深入血物救陈轩, 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或许这张感应符有特殊的地方。 走吧。 既然要救人, 就别犹豫。 江天放贴了眼秦义手中的感应符, 压根没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他对于秦义这个人很好奇, 因此想要跟着他看一看。 而且, 拯救困在血物中的铜族, 本就是他此行的目的, 顺手就依旧倒也无妨。 毕竟他很喜欢管闲事。 秦义多看了江天放几眼, 没曾想这位大佬居然愿意跟着自己继续深入。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他多留了几个心眼, 随即依靠感应符开始在血雾中游荡起来。 一行人继续深入荒漠。 慢慢地, 周身飘荡的血雾越来越浓稠了, 秦义用手触碰, 几乎能感觉到冰冷的液体沾染在手掌上。 呜呜。 秦义的目光在阶梯口来回挪移。 他还观察到在细沙之中不断有一丝一缕的血雾渗透飘浮而上, 汇入大团雾气。 所以说, 血雾来源于地下。 你还要继续下去吗? 神侧, 江天放的脸色沉重了几分。 他从这阶梯下感受到了危险。 下, 来都来了。 情义神色不变, 需要我帮你刻个夜视正纹吗? 邱义涵不知何时咬破了右手食指, 点点雪花蕴染而出, 被他勾勒出一个个精妙的奇异纹路, 如莲花一般绽放于眼角, 纯白圣洁。 这少女原来是一位正法师。 此界的正法师与传统概念中的不太一样。 除了不正外, 还得精通各类正纹, 可以在自己身上或是他人身上明刻正纹, 触发神奇的效果。 当然, 若是在一些特殊物件上明刻正纹, 还能制造出所谓的符文。 比如情义手中的一节感应符, 就是正法师制作的。 符文师和正法师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精通的方向不同, 一些足够天才的正法师同样能制作高阶符文。 二阶夜视正纹, 精细程度很高, 估计是独家秘方, 正女的有点东西。 大狗偷偷传音评价道, 正法师也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能在身上明刻正纹的正法师绝对是最天才的那一种。 不用了, 谢谢。 秦毅拒绝了少女的好意, 她拥有一级被动技能, 心明眼亮和夜视, 不施加任何童数, 眼力尽都能吊打二阶正纹。 于是乎, 秦毅和江天放走在前头, 邱义涵在后, 一行三人小心翼翼地踏入第一节阶梯, 不乏轻柔,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邱义涵看了眼秦毅明亮的双眸, 发现对方居然没有使用任何童数, 单靠肉眼就能看破黑暗。 难怪外界的血舞也没有对她的视线造成阻碍。 秦毅的眼睛天生就有特殊之处, 她心中对于秦毅的好奇又多了几分, 这男子明明只有八段舞者境界, 但却比她的大宗师老师还要神秘。 咔哒, 咔哒, 三人逐步往下探索着, 在此过程中, 大狗一声不吭地趴在秦毅肩头, 没敢动用童数, 全然装作自己是一头普通的凶兽。 他似乎拥有某种特别的遮掩功法, 江天放身为大宗师, 竟没看出他的神意之处。 大狗, 你是不是有什么牛逼的遮掩境界和气息的功法? 能不能教我? 秦毅默默传音道, 随着他逐渐变强, 遇到的人也越来越厉害, 若是不多加遮掩, 恐怕有暴露适应性进化天赋的可能性。 只有狗能学, 你想当狗啊? 大狗吐出舌头, 哈了口气。 看来从大狗这学遮掩功法, 是不太行了, 还得返回于行, 从武界满。 此刻, 向下的阶梯仿佛无穷无尽, 秦毅三人走了快半个小时, 依旧没看见敌。 忽然, 江天放身出手, 示意秦毅和邱一涵停下脚步。 随后, 他指向十几米外的一处角落, 皱眉道, 那里, 有两具尸体。 秦毅和邱一涵双眸一凝, 顺势望去。 依靠二届夜市正闻的邱一涵, 居然什么都没看见, 他的视线受到了某种阻碍, 只有五六米的可见度。 而一旁, 秦毅清晰地看见了两具尸体, 脸色肃然了一些。 他感觉手中的感应符颤动了一下, 光泽明亮了许多。 三人凑近一看, 秦毅基本可以确定, 与感应符所对应的定位符, 就在这两具尸体身上。 就是他们发布的救援任务。 秦毅的神色阴晴不定, 但最终还是平静了下来。 这两具尸体的气息, 并非是陈轩的。 邱一涵俯下身, 近距离观察这两具尸体, 费了一番功夫, 却没有看见任何伤痕。 这两具尸体已成白骨, 其中一人的手骨, 夹着一张定位符, 全身上下没有半点血肉, 好像死去已经有十几年了。 但秦毅知道, 他们俩的死亡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 这里的雾气比上面要浓上好几倍, 他们两人应该是死于气血离体。 不仅是气血, 全身的精气神都被血雾吸干了。 江天放沉生道, 秦毅从他的推测中发现了一些端倪, 疑惑道, 阶梯之下的血雾明显比地面上还要浓, 这些人既然要避难, 为何要走下阶梯? 这太不符合常理了。 此言一出, 三人都陷入了沉思, 也就在这时, 秦毅耳畔又一次想起了忧怨的哀嚎。 这一次, 秦毅听清了哀嚎的内容。 血债血偿, 血债血偿。 好似幽灵在低声倾诉, 这神秘的声音充斥着暴力与怨恨, 但又夹杂着一丝神圣, 矛盾无比。 秦毅心念一动, 转过头, 正想问问邱亦涵和江天放有没有听见哀嚎, 却不料。 邱亦涵的双眸一下子红得吓人, 他面露迷茫, 像是失去控制了一般, 朝着阶梯下方飞奔而去。 另一边, 江天放的情况也不太对劲, 他的五官争鸣, 似乎在与什么东西做抗争, 一时间竟没管自己徒弟, 也没理秦毅。 他们这事, 终幻术了。 阶梯深处传来的哀嚎, 有精神控制能力。 秦毅猛然惊醒, 瞬间明白, 陈轩小队里的存在, 为何会主动走下阶梯送死了? 他们这是被神秘哀嚎控制了。 那么, 陈轩也在下面。 秦毅瞥了眼摇头晃脑, 满嘴乱叫的大狗, 显然, 大狗的精神力比邱亦涵要强, 虽然中了哀嚎的精神攻击, 但能反抗, 不会被控制。 而秦毅本身, 得益于先前获得的被动技能, 星明眼亮, 短时间内, 完全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星明眼亮, 大大增强了秦毅的精神抗性, 可以免疫诸多幻术。 二阶母虫巢果然牛逼, 通过他进化出来的技能, 连神秘哀嚎都能无视。 连至少大宗师的江天放都中招了, 他却没事。 秦毅宁神秉息, 将警惕性提到最高, 玄机没去管, 还在原地挣扎的江天放, 放开步子, 跟上邱一寒, 向下狂奔去。 随着他一步步向下, 周旁的血雾愈发凝实, 哀嚎声已不再若隐若现, 而是时时刻刻地响彻于四周。 终于, 秦毅走到了阶梯的尽头, 踩在一大片空旷的平地上, 抬眸望去, 前方是一大滩宁静的血池, 邱一寒呆呆地站在血池前, 不知道在做什么。 血雾在此地消散不见, 除了血池外, 四周都是高大的红色墙壁, 墙面粗糙, 凹凸不平。 视线越过血池, 血水分别流入了几个洞口, 不知通向何处。 秦毅向前挪动了几步, 猛然看见血池的中央立着一块残破的石碑, 石碑之上, 歪歪扭扭刻着几个大字。 那不是汉字, 也不是人类目前所使用任何一种文字, 但秦毅看见文字的第一眼, 却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今日, 五斩巨神于悬天, 短短一行字, 杀气四溢, 仅看一眼, 秦毅便眉心一痛, 蹊跷流出鲜血。 第41章 秦毅的目光从石碑上匆忙脱离, 还没来得及多想, 耳边就响起了大狗的喊叫。 他提前从哀嚎的控制中脱离出来了, 比疑似大宗师的江天放还快。 真就大宗师不如狗吗? 秦毅快溜, 注意别细听那哀嚎声, 那是灵魂陷阱。 大狗也算是个有良心的, 醒来第一句话, 居然是传音提醒秦毅。 不过, 当他看见一脸无语盯着自己的秦毅后, 顿时愣住了。 就秦毅这样子, 哪里像是中了灵魂陷阱? 这么高层级的灵魂陷阱都对你无效吗? 大狗发觉自己也愈发看不穿秦毅了, 肉身变态也就罢了, 灵魂也如此恐怖。 难不成仙种都这么妖念吗? 那个大宗师少说也要一天才能挣脱出陷阱, 你最好。 呃, 大狗本想让秦毅乖乖待在原地等将天放清醒, 但仔细一想过去几天秦毅的表现, 他又觉着自己的提醒是多余的了。 你随便逛逛吧, 注意安全。 最后, 大狗挥了挥狗爪, 不知道还能说啥了。 秦毅看了眼不远处血池旁一动不动的邱逸寒, 一边小步凑去, 一边问道, 你的精神力比大宗师还强? 怎么这么快清醒? 说到这个, 大狗脸上也露出一丝疑惑。 不清楚, 好像不是我自己的功劳, 而是和那块石碑有关。 石碑里倾泻出的杀意, 让我提前清醒了。 原来如此, 或许血雾荒漠里的哀嚎声, 就是石碑主人杀掉的那位巨神发出的网语。 因此, 石碑上残留的气息才会对哀嚎有所克制。 那么, 巨神的残尸就藏在血池的最深处吗? 秦毅思绪繁杂, 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了邱逸寒的身后, 正想着将他带到石碑旁, 尝试借助杀意帮他恢复清醒, 却不料原本平静的湖面骤然掀起波浪。 哗啦! 一滴滴粘稠的血滴飞溅而出, 阴晕出大片雾气, 竟渐渐凝聚成了一头面容扭曲的雾人, 朝着秦毅扑杀过来。 强烈的危机感, 顷刻间笼罩全身, 秦毅想都没想, 当即轰出一拳。 这一拳虽仓促, 但绝对是全力, 力量超过了两吨, 连金石都能瞬间轰碎。 然而, 就是这高阶武师都不敢硬抗的全境, 竟毫无阻碍地穿透了雾人的躯体, 洞穿出了一处空隙。 下一秒, 全部力量倾泻结束, 雾人被打穿的空隙眨眼间合拢, 只听见扑呲一声, 秦毅的右手从手腕处被截断, 整个拳头直接消失不见, 被雾人吞入体内。 这血物组成的怪物, 看不透等阶, 免疫一切物理攻击。 大量鲜血喷洒落地, 秦毅脸色一白, 急忙收回右拳。 幸好已经升到三级的肉身恢复力足够强悍, 断肢的血马上止住了, 这雾人的核心是失去致人的魂魄。 那些生物在活着的时候, 被血物吸干了一身气血, 最后连魂魄都落入了血池中, 化为雾人。 大狗的狗眼闪闪发光, 看破了雾人的本质。 正常来说, 死前魂魄越强, 死后出现的雾人就越恐怖。 尽快离开这里, 血壶中绝对不止一头雾人。 轰隆隆。 大狗的传音刚刚结束, 整座血壶便开始剧烈波动起来, 血水仿佛沸腾了一般, 疯狂躁动。 你这倒霉玩意, 提醒啥, 就来啥? 秦一脸一黑, 两步跨出, 走到邱一寒的旁边, 双眸一定, 赫然发现, 邱一寒浑浑身上下都有血水浸出, 整个人像是要溶解成一滩血水, 溶入血壶了。 雾人怕不是就是这样子眼边来的, 别想着救他了, 溶血状态需要你伤到他, 才能让他惊醒。 你连雾人都打不到, 同样不可能打到他。 大狗连传音都顾不上了, 狗眼一瞪, 看见血壶深处有极为恐怖的雾人要出事, 到时候秦一绝逼挡不住。 秦一质若罔闻, 左手紧握成拳, 向着邱一寒的肩膀猛然砸去。 大狗紧盯着秦一的拳风,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超乎了他的想象。 蹭! 秦一这一拳好似打进了水池中, 正要顺着惯性穿透邱一寒的身躯, 但一边突生, 一股冰冷的气息溢散而出, 让原本呆滞的林秋寒颤动了一下, 玄机无神的双眸有了色彩。 物理攻击无效, 那么杀伐之气呢? 秦一体内, 蕴养有第二层次的杀伐之气, 这种气息并非物理攻击。 大狗都没想到, 秦一还留了这么一手。 可嗨嗨。 林秋寒从迷茫状态中醒来, 状态极差, 大口吐着鲜血, 还没跟秦一道谢, 就被抓住了臂膀, 双腿离地, 冲向了狂暴的血池。 秦一没准备原路返回, 反而想深入地下, 钻进正前方的血洞探一探。 比起原路返回, 显然前方的洞口距离更近。 他带着邱一寒用力一蹬, 轻轻松松跨越了大半个血湖, 朝着血洞坠落而去。 啪。 沿途拦路的两头小型雾人, 直接被秦一以杀伐之气破灭, 完全没法阻拦他半步。 两人就这样稳稳当当地, 落在黑乎乎的洞口, 看着血色溪水, 潺潺流动的生洞, 二话不说, 一头扎了进去。 外界, 恐怖的雾人一个个成形, 风魔乱舞, 几乎要填满整个宫殿。 他们似乎感知到了活人的气息, 浩浩荡荡数百头雾人 沿着秦义走过的路径一路跟了上去, 想要一同钻进血洞。 然而, 血湖中央的石碑默然晃动了一下, 煞时间, 在场所有雾人都愣在了原地, 随后一步一步退出了血洞口, 不敢再继续追上去。 这块石碑, 好像将雾人们锁死在了这片空旷的血湖里, 没法离开太原。 秦义又一次赌对了, 他若是选择回头走阶梯, 大概率来不及逃离太远, 就会被雾人追上。 但, 另一边, 狭长的血洞好似永远走不到尽头, 秦义和林秋寒躺着没到膝盖的血水, 艰难向前, 四周的哀嚎声越发清晰嘹亮, 他们很可能在一点点靠近那位逝去的巨神。 不对, 那位巨神真的死了吗? 石碑之上, 只说斩巨神于玄天, 并未说斩杀。 一字之差, 天壤之鞭。 第四十二章, 绝世神兵。 狭长的洞穴里, 秦义与邱一寒并肩前行, 步履轻盈, 踩在血水中没有见其水化。 邱一寒被血水所侵蚀, 还被秦义用沙伐之气打了一拳, 伤势极重, 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过来。 尤其是秦义的那一拳, 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 有数里恐怖的杀伐之气残留在邱一寒体内, 阻碍他运功恢复, 全身经脉冰凉无比, 传来一阵阵刺痛。 说出去没人会信, 他堂堂一位低阶武师, 骨骼上还撰刻有二阶阵纹, 居然被秦义一拳打了个半死。 更离奇的是, 他和师父都被神秘哀嚎所影响, 而秦义却完全没事, 依旧如常。 你真的没隐藏实力吗? 邱一寒忍不住问道, 秦义很是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摇头道, 没有, 我就是武者八段。 怎么了? 武者八段能无视蛊惑, 很奇怪吗? 邱一寒, 哪里不奇怪了大哥? 他叹了口气, 强行凝聚气血, 咬破两根手指, 在自己肩膀的伤口处铭刻震纹, 想要稳住伤势, 驱散杀伐之气。 但没料到, 自己才刚成下心铭客, 就被秦义若无其事的一句话, 给弄走神了。 秦义说, 你看, 我家大狗也没受到哀嚎影响, 现在还活蹦乱跳的呢。 他指了指, 自己肩膀上的大狗邱一寒顺势望去, 见大狗目光灼灼, 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 加重伤势。 你瞧瞧这说的是人话吗? 真救人不如狗呗。 邱一寒无言以对, 默默静下心, 铭客震纹。 几分钟后, 一道如莲花般盛开的纯白纹路铭客完毕, 散发出精纯的生命气息, 协助邱一寒恢复伤势。 秦义看得眼前一亮。 震纹还真是奇特, 种类繁多, 竟还能辅助治疗。 不过, 他似乎也用不上震纹这种外物, 有适应性进化, 一切问题都能靠进化解决。 别看了, 震纹我也会, 等我实力变强, 以后我帮你课。 大狗暗暗对秦义传音道。 这不禁让秦义多看了大狗几眼, 暗叹世道还真是变了, 一条狗都会不证。 我不需要证文, 不过, 你以后可以制作点符文给我。 我拿去卖钱赚贡献不错。 秦义想到了大狗未来的用处。 大狗翻了个白眼, 不再理会秦义。 眼前这人类才是真的狗, 还想拿自己当免费劳动力, 剥削自己, 白白给他打工。 坏得很。 一个探索途中的小插曲, 就此过去, 让原本沉闷死寂的氛围变好了许多。 秦义没再继续往里走, 他发现在洞穴深处, 雾气居然渐渐消散了, 此地除了黑暗, 并没有别的东西来遮挡视线。 他提起拳头, 卯足力气, 向前全力轰出一拳, 打在黑红的墙壁上。 砰。 这一拳下去, 眼前的墙壁没有被轰破, 只是向里凹陷, 留下了一个极浅的拳印, 几秒钟便恢复如初了。 这墙壁不对劲, 不是硬的, 反而有点软, 像是海绵一样。 秦义皱起眉头, 他怀疑自己和洞穴 是不是有特殊的联系, 怎么进入玄天秘境后, 老在地下洞穴里晃悠。 我是地鼠转世吗? 一旁, 邱义涵将大半边身子依靠在红墙上, 闭眸, 细细感悟了一番, 玄机猛然睁开了眼睛。 你有没有感觉到, 不管是我们脚下, 还是四周的墙壁, 都在有规律的颤动? 大约每隔两分钟, 就会震动一次, 非常轻微。 两分钟震动一次, 秦义认真感受了一回, 随后真的感觉到了邱义涵所说的震动。 这种动静, 若是不惧细心体悟, 是很难发觉的。 可这又代表着什么? 两人都没想明白, 只是心中有所猜测, 没到确定的程度。 继续深入吧, 待在这什么都看不出来。 情义眺望前路, 做出了决定。 等你师父将天放醒来, 也很难穿越血湖, 来到洞穴中与我们会合。 血湖里, 似乎有危险程度, 超越大宗师的误人诞生, 会拦住你师父。 也可能是死, 倒不如继续深入。 邱义涵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他点了点头, 没有提出异议。 两人接着向洞穴深处走去, 走着走着, 突然意气停下了脚步, 面露惊疑之色。 在他们面前, 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铁板, 像是幕布一般, 挡住了前路, 没有留下任何缝隙。 这块铁板通体雪白, 无法确定具体材料是什么, 只是有些像铁, 故被情义称为铁板。 在铁板上, 沾染有一条条血丝透着无边杀气, 秦义靠近一些就开始疯狂吐血, 皮肤军裂。 这铁板上残留有一种道义, 山海近以上。 秦义接连倒退五步, 足足离开了铁板四五米远, 才缓了过来。 他确信, 如果自己待在铁板边上不走, 会在一分钟内死掉, 连进化都来不及。 力量差距太大了, 他是见识过蜂王之道的。 而眼前铁板上留下的道义, 他甚至感觉比蜂王还强。 另外,这种杀气和道义非常熟悉, 秦义感觉自己曾经是见过的。 不, 这恐怕不是铁板, 而是一件兵器。 邱义涵的眼界远胜秦义, 见过许多高阶神兵, 隐隐认出了铁板的本质。 它要么是一件绝世神兵的部分碎片, 流落于此, 要么, 就是神兵的本体, 只是体型太过巨大, 我们只能看见其中的一角, 插在洞穴中。 秦义惊愕, 你的意思是, 倘若我们去别的洞穴, 看见类似的铁板, 挡住前路, 一把巨大的绝世神兵斩入地下, 截断了数个洞穴, 光是想想, 就感觉不可思议。 高阶舞者, 果然有逆天之能。 慢着, 斩入地下的绝世神兵, 秦义猛然回想起血湖中央的那块石碑, 其上写有一句话。 今日, 舞展巨神于玄天, 这截断前路的冰封, 或许就是那位舞者的兵器, 遗留在了玄天秘境。 秦义越想越深, 乃至于心中有了个天马行空般的想法。 但就在这时, 邱一涵又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你有没有注意到, 原本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的哀嚎, 消失不见了? 秦义漠然一惊。 对啊, 越深入洞穴, 哀嚎声应该越大才对。 可不知什么时候, 哀嚎声居然消失了。 第43章 大狗与神兵, 陈轩机缘。 怎么办? 我们现在回头吗? 邱一涵心中的不安愈发凝重, 自从走下阶梯, 遇到的诡异之事便越来越多, 他总感觉在洞穴的最深处, 藏着足以致命的危险。 本以为有师父在, 不会出现什么麻烦, 没曾想紧紧地及的玄天秘境这般恐怖。 此时, 作为武师的他, 下意识询问起了秦义的意见, 显然已经以秦义为主了。 秦义没有说话, 正正然望着前方拦路的神兵, 内心纠结。 从沙漠一路走到这里, 他都没发现陈轩的踪迹, 该不会小轩子已经被拉入血壶中, 化为某一头弱小的误人了吧。 另外, 他冥冥之中有所预感, 得继续往前走, 不能回头。 可以把看不穿等级的武器横跟于此, 怎么继续前进? 他没法做出决定, 陷入了长久的犹豫。 一片寂静中, 乖乖趴在肩头的大狗, 忽然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支起身子, 朝向面前的神兵大叫了几声。 汪汪汪。 紧接着, 那把巨大的神兵, 竟然渐渐散发出璀璨的光泽, 表面有浓厚的道运阴云弥漫, 但极为柔和, 不带有功法之意。 邱义涵和秦义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叨了, 他们对视一眼, 急忙全身紧绷, 预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哇! 大狗从秦义肩头跳下, 跑到距离神兵极尽的位置, 又叫了一声。 而后,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那把等阶极高的神兵没有抹杀大狗, 反而嗡鸣了一下, 有欢快雀跃的情绪波动而出。 轰隆隆。 随后, 整个洞穴, 或是说整片地下区域都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在邱义涵和秦义惊恶的注视下, 神兵缓缓挪动躯窍, 被堵得严丝合缝的前路一点点露出了空隙, 恰好能让成年人类通过。 这把兵器, 该不会是你主人留下来的吧? 秦义回过神来, 朝大狗传音道, 斩神之人, 就是你主人。 血壶中的石碑帮助了大狗恢复清醒, 如今挡住前路的神兵又和大狗有所关联。 这其中所表现出的真相, 不是傻子都能猜出一二。 可能是, 关于主人的一切记忆我都忘却了, 所以没法百分百确定。 大狗神色恍惚, 挠了挠狗头, 重新跳回了秦义肩头。 积米外, 邱义涵看了眼大狗, 又看了眼秦义, 欲言又止。 直到现在, 他才看出这头宠物狗的不凡之处, 先前他一直以为大狗只是秦义养的普通灵兽。 毕竟大狗仅为一阶水准, 准确地说是一阶顶层境界, 对于一位武师来讲, 算不得什么。 一阶顶层灵兽, 五阶最多卖一千贡献, 除非是特殊品种。 但像大狗这种能影响神秘兵器的凶兽, 背后定然藏着大秘密。 邱义涵不想得罪秦义, 所以不愿深究此事, 全当没看见了。 我会为你保密, 不用担心, 我并非多嘴之人。 他随口提了一句, 秦义汗手也没有再去提这件事。 两人一前一后走向神兵腾出的小路口, 但还没进去, 秦义的瞳孔却骤然一缩, 心神俱阵。 在这一块入口下方, 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 他与邱义涵打不动的红墙, 神兵轻易展出了一个缺口,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最重要的是, 在沟壑底部, 俨然躺着两个人, 全身布满了粗大的血管, 几乎与四周的红墙融为一体, 像是要结成泄涌。 这两人的其中一个, 年纪轻轻, 面容清秀, 赫然是陈轩。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秦义有些焦急, 他看见陈轩右手中, 还紧握着一枚圆形的物体, 似乎是一颗灵果。 这是, 陈轩拼命想要带出秘境, 给他治病的灵果呀。 身陷绝地, 濒临死亡, 陈轩都没吃下果子, 更没有丢下果子。 你先别冲动, 你兄弟没死, 只是状态有点不对劲。 大狗见秦义一服当场就要跳下去救人的模样, 急忙传音劝阻。 下面两个人, 左边那个已经死透了, 全身生机散尽, 只剩枯骨。 右边那个肉身还健全的, 似乎陷入了某种特殊状态, 正在蜕变, 可能是机缘。 陈轩正是大狗口中的右边之人。 秦义冷静了下来, 恰好此时, 邱一涵也来到了他身边, 顺着他的目光, 同样看见了沟壑底部, 几乎要与红墙融为一体的两人。 再从秦义那边了解到, 下面的人就是秦义此行进入血物荒漠要救的人后, 邱一涵眸光闪烁, 仔细观察了一回。 然后, 脑子里的诸多疑问, 一下子解开了大半, 豁然开朗。 你那位朋友气运很强啊, 这都能活下来。 我猜, 他是吸收了洞穴中近乎所有的血物, 又待在神兵旁边, 通过神兵散发出的道义, 抗衡血物, 而你朋友抗住了, 很可能获得蜕变, 获得一桩大机缘。 神兵与血物, 很明显是互相对抗的两方敌对存在。 陈轩利用这种敌对关系, 以肉身容纳大量血物, 又拿神兵镇压物器, 铤而走险, 最终得力, 依托血物脱胎换骨, 这是符合逻辑, 但普通人极难想到的方法。 若非顽强的意志, 也绝对不可能承受这种痛苦的过程。 怪不得在洞穴里, 没有出现血物, 哀嚎也停止了。 只怕是秦义先前激活了神兵的力量, 从而导致哀嚎声在此地被隔绝消除了。 大狗和邱一涵都说了蜕变二子, 想来以他们俩的眼界, 不会看错。 秦义稍稍安下了心, 自己兄弟有机遇, 他只会开心。 我们先进去吧, 既然是他的机遇, 就不要打扰他了, 以免好心办坏事。 嗯…… 秦义和邱一涵跨过沟壑, 接着向前走去。 果不其然, 在神兵的另一边, 血物又重新弥漫出, 并未消失。 随着他们远离神兵, 哀嚎声也再度响起, 邱一涵神太冰冷, 在艰难应对着哀嚎之声的蛊惑。 已经经历过一次哀嚎, 并从中脱离出来的人, 会获取些许抗性, 但依然不能如情义一样, 无视哀嚎。 就这样, 他们磕磕碰碰, 继续走了十多分钟, 终于来到了洞穴的尽头。 再往前, 已无出路, 只有茫茫大海, 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海。 第四十四章, 灵魂之海, 血物真相。 广阔无垠的海面, 风平浪静, 仿佛一面古镜, 看不见一丝波澜。 海水并非泄乎那般粘稠如血, 反而一片漆黑, 好似浓墨。 站在海岸线上, 秦毅与林秋寒能清楚地听见, 每一滴海水都在哀嚎, 传来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耳旁倾诉, 沙哑而又悲愤。 那诡异的哀嚎声, 居然是眼前的漠海发出的。 会说话的大海。 秦毅抬头扫尸四周, 发现周围很空旷, 除了最头顶仍然被红墙笼罩外, 没看见其余东西。 邱一寒和大狗都在聚精会神地盯着漠海看, 也不清楚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秦毅想了想, 从B级储物袋中取出了一件二阶领主及虫族的部分甲铐, 轻轻投入漠海。 扑通, 二阶甲铐没入海中, 见其几滴浪花, 旋即飘浮而上, 旋停在海面, 没有下沉, 也没有四处飘荡, 就这么安静地停滞不动了。 秦毅沉下心凝视着甲铐, 连带着一旁邱一寒与大狗也被吸引, 一同转过视线。 慢慢地, 二阶重组甲铐被神秘力量所消融, 变薄了些许, 最后在十分钟后, 彻底消失, 化为虚无。 在这个过程中, 秦毅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奇异波动, 秦毅当前的肉身绝对比二阶领主及虫族要强, 二阶甲铐都能撑十几分钟, 他在墨海中浸泡个半小时, 应当没问题。 你先别急, 墨海腐蚀甲铐一散出的波动, 有点奇怪。 大狗眉头一皱, 神色肃穆, 这种波动有点像是精神波动, 而非气血或是道义。 精神波动? 人族舞者至少需要修炼到宗师境界, 才能开启脑域, 修炼灵魂, 提升精神力。 而想要释放出精神波动, 乃至于放出神念。 则少说的上品宗师, 甚至是大宗师境界。 大狗跳下肩头, 走到海水前, 凑近观察了半赏。 而后震惊到, 这黑色海水太古怪了, 每一滴似乎都蕴含精纯的精神力, 由它构成的总精神力无穷无尽, 真的磅礴如大海一般。 如此恐怖的精神力, 再差, 也是一位真王才可能拥有的。 这是一片精神之海, 或者说灵魂之海。 那这末海, 我能在里面泡澡吗? 秦义更关心这一点。 大狗嘴角一抽, 没想到秦义的脑回路这么奇怪, 传音回复道, 问题应该不大, 这些海水并不是腐蚀了二阶甲铐, 而是分解了二阶甲铐。 无数的精神力自发启动, 将甲铐这个异物, 一点点撕碎丢走了。 你的肉身比二阶甲铐强, 泡一个小时都不会出事。 秦义等的, 就是这句话。 得到大狗确定后, 他也不再浪费时间, 当着邱一寒的面, 直接走进了漠海之中, 将全身浸泡在漠海之下。 你, 你这是, 邱一寒, 瞬间看傻眼了。 秦义这丝实在不按常理出牌, 明知道有危险, 却次次直奔危险而去。 难不成这种举动, 有什么深意吗? 邱一寒回想起刚遇见秦义时, 对方主动让血雾吸收气血的画面, 心头悸动。 他从某些古迹里看过, 在星空中, 很多异族的绝顶天骄都会故意进入禁区历练, 在生与死的磨练中压榨全部潜能。 这种武者, 被尊称为极限武者, 他们的所作所为, 正如武道联合会设立的极限榜单的用意一样。 传闻极限武者同境无敌, 很多还有跨境界作战的能力, 秦义如今能强得这么离谱, 怕不是也踏上了极限武者的道路。 邱一寒在海岸上胡思乱想着, 而另一边, 秦义却很不好受。 大狗看走眼了, 墨海虽然确实是精神力之海, 但对于死物和活物, 待遇是不一样的。 死物只会被无数道精神力自行拆解, 而活物进入墨海, 肉身没有什么问题, 灵魂却会被疯狂撕扯。 若不是秦义有十点精神力, 不然他的灵魂差点就被墨海溶解了。 咕噜咕噜, 伏在海中的他五官都扭在了一起, 他感觉到有一把把刀子正不断挥砍, 分割自己的灵魂。 这种来自于灵魂上的痛楚, 已经超越了癌症晚期带来的病痛, 三级疼痛忍耐也遭不住。 他全身汗液如铺, 但刚一庆出体表, 便融入了墨海, 消失不见。 此等痛苦, 已经没法用言语形容了。 纵然是用针同时戳入十根手指指尖, 也不如灵魂分割之痛百分之一。 秦义几乎就要痛到昏厥过去。 他的意识已然恍惚, 在一片朦胧中, 一些独特的记忆画面 顺着墨海的海水涌入他的脑中。 他看见了一把长矛, 一把通天彻地, 仿佛能把苍穹捅破的长矛。 这把长矛被一位 居于九天之上的男子握在手中, 猛然向下抛出。 哄! 空间济灭, 大到颤动。 一尊强大到无与伦比的巨神 被长矛贯穿了脖梗, 轰入地下数百米, 最终定死在了地下。 临死前, 这位巨神不甘心地对天嘶吼着, 可终究无济于事。 一块残破的石碑从天而降, 潜入巨神的胸膛, 镇压于心脏位置, 永远封死了妄图复活的巨神。 自此, 天地间只剩下了痛苦的哀嚎, 悠然回荡。 哗啦! 记忆就此结束, 秦毅漠然惊醒, 从墨海中探出头来。 他的耳边响起了熟悉的系统之音, 可他无暇顾及, 一脸呆滞地回想着 刚刚看过的陌生记忆, 一切谜题都在此时迎刃而解。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海岸上, 邱义寒见秦毅失神落魄的样子, 急忙问道。 然而, 秦毅却没有回话理他, 只是自言自语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我们, 一直在那头巨神的身体里。 第四十五章, 逝去的不朽神灵。 他们先前走过的, 那一条沉积了大量血水的隧道, 就是巨神的血管。 随处可见, 坚固无比的红墙, 实际上是巨神体内的血肉。 一位修炼到神灵境界的武者, 他的血肉, 自然坚韧超凡。 纵然是死去多年的肉身, 都不会腐朽, 更不会被一般生物击破。 只有那位记忆中手持绽毛的男子, 如此强大, 才能一毛贯穿巨神的脖梗, 将其钉死在地下。 怪不得我们触碰红墙, 站在地面上时, 会感觉到有规律的轻微震动。 这是巨神微弱的心跳, 和呼吸带来的震动。 被镇压的巨神, 要活过来了。 听见秦义的精炼的解释, 邱亦涵和大狗恍然大悟, 脸上透露出无法抑制的惊骇之色。 原来, 他们一直以来, 都在那位死去巨神的体内走动。 现在看来, 那所谓的血物, 恐怕是巨神死后肉身产生的异变, 他的气血自行离体, 弥漫在外界, 吞噬方圆数十公里内一切生灵的气血。 这些生灵的气血被吞噬后, 会转换为巨神复苏的养分, 供给他修复伤势, 再度醒来。 记忆中, 那位巨神绝对是被战毛斩杀了, 可是到了他那种境界, 或许就算是死了, 也能逐渐复活。 否则手持战毛的神秘男子, 没必要在临走前还留下一块石碑, 镇压巨神之心。 我们先前经过的血湖区域, 恐怕就是巨神的心脏。 那块石碑, 镇压了巨神复活最为核心的区域, 沿着心脏一路向上, 我们中途被神兵拦住了前路。 而你又说, 那柄战毛定在了巨神的脖梗处。 邱义涵忽然顿了顿, 抬眸看向不远处的墨海, 与其微微颤抖。 我们现在, 应该正处于巨神的脑子里。 眼前的诡异墨海, 就是巨神的石海, 也就是舞者在宗师镜所开辟的脑域石海。 石海是寄养灵魂, 积蓄精神力的奇幻空间。 秦义原本一直以为, 石海并非真实存在, 而是一片虚幻的精神世界。 但今日看来, 修行到足够高的境界后, 就连石海都能化为真实的物质。 不说石海, 巨神的肉身都大到足以媲美一方成事了。 它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存在? 那位能杀死巨神的男人, 又得强横到什么地步? 秦义忍不住声响。 对于大宗师以上的境界, 除了境界名称外, 他一无所知。 不过, 他虽然不懂, 但大狗懂。 身为根果无上存在的家犬, 他只是失去了关于主人的记忆, 其余大量的武者隐秘他都还记得。 这所谓的巨神, 很可能是一位尊者。 传闻中, 尊者受缘十万, 不死不灭, 可滴血重生。 即使真的死去, 也能依靠不朽今生凝聚出一缕灵性, 逐渐恢复灵魂, 再度归来。 在星空中, 还有诸天万界里, 尊者及强者已是顶级存在。 因此, 他们还有另一个名号。 众生还以四个字称呼他们。 不朽神灵! 尊者! 秦义回味着这个名词, 在他印象里, 还有人跟他提到过这个词。 在他进入玄天秘境前, 云航五道联合会会长徐若虚, 曾告诉他, 人类有过一位超级强者, 万劫天尊。 山海境之上为真王境, 真王境之上为尊者。 那么尊者之上, 就是天尊。 秦义非常好奇, 大狗摇了摇头, 天尊境并非单独的一个境界, 而是尊者境界中突破了极限的强者, 才能称为天尊。 就像是山海境中突破极限的武者, 被称作风侯境一样, 天尊是对尊者中那几位最强武者的尊称。 山海境中的破陷强者, 就是风侯境, 尊者中的破陷强者, 则叫天尊。 难怪徐若虚曾言, 五道极限榜藏着高境界的秘密, 只有触碰到境界的极限并突破极限, 才可能成为这一境界中的最强者, 从而影响下一境界的晋升。 秦义彻底明白了, 但大狗的话还没说完, 他凝重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兴奋, 继续对秦义传音道, 传说不朽神灵的体内藏着一滴智纯神血, 乃是不朽神性的根源。 你若是还没到尊者境界, 就服下智纯神血, 能奠定神级资质, 此后修行将一路畅通无阻。 如今巨神已死, 还在挣扎复苏的过程当中, 正是秦义获取智纯神血的最好时机。 换作平时, 一万年也难遇到获取智纯神血的机会。 可是, 智纯神血又会藏在哪呢? 秦义仔细一琢磨, 感觉要么是在眼前的漠海海底, 要么就在血湖湖底正在被石碑镇压着。 这两个地方, 不管哪一个都有生命危险, 可能他连适应性进化都来不及, 就会被秒杀。 不对, 秦义摸了摸下巴, 忽然想起, 自己刚刚通过漠海成功磨炼了自己的灵魂, 此刻属性发生了大变化。 打开个人面板一看, 他的精神力竟从十点飙升到了二十点, 并且多了一个新的被动技能。 我心如铁LV2, 你的灵魂经受尊者残缺石海的磨炼, 完成蜕变, 成功进化出此技能。 此被动技能可提高你的灵魂强度, 顺便提升精神力总量。 精神力和灵魂这一块, 一直是他的短板。 现在有了新鸣眼亮和我心如铁, 他的巨大短板又被弥补了一些。 或许, 我可以尝试潜入漠海试试。 假如漠海海底没有至纯神血, 那就算了。 秦义盯着风平浪静的漠海海面看了一会, 旋即一咬牙, 决定再冒险一次。 胆子不够大, 怎么打造无敌肉身, 纵横星空。 拼了, 他把大狗托付给邱一寒, 重新走回漠海海边, 准备再次进入。 漆黑的海水, 倒映出一副争獰诡异的面容, 他在撕扯自己的身体, 再不断发出哀吼。 秦义没有理他, 凝视深渊一般的漠海, 平复心情, 纵身一跃。 扑通, 浪花翻涌, 他渺小的身躯, 没入海水之中, 转眼间消失不见。 邱一寒看着秦义下水的位置, 神色复杂, 久久没有一开目光。 不朽神灵的石海, 真就和游泳馆一样, 想上就上, 想下就想。 他这般想着, 身子默默靠近了漠海一些。 第四十六章, 残破世界, 复苏的神魂。 大狗和秦义的对话, 一直是用狗言狗语传音的, 并没有被邱一寒听见。 现在秦义潜入漠海, 寻找至纯神学。 大狗跟在邱一寒身后, 就像一头普通小狗一样, 毫不起眼。 不过渐渐地, 大狗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妮子, 怎么越来越靠近死去巨神的石海了? 大狗疑惑地歪了歪脑袋。 然后, 他看见邱一寒伸出手, 探入了漠海之中。 大狗一惊, 想要出言阻止, 但又不想暴露太多, 仓促之间, 还是保持了沉默。 哗啦, 邱一寒的整条右手, 没入了石海之下, 他本以为右手会遭到侵蚀, 但没想到, 石海对于活物, 压根不会攻击肉身, 而是直接撕扯灵魂。 哦! 被邱一寒触碰的这一小片石海, 发出一声嗡鸣, 紧接着, 一股霸道诡诀的精神力量, 瞬间刺入邱一寒的眉心, 揪住了他的灵魂。 这一刹那, 撕心裂肺的剧痛, 从头部传遍全身, 邱一寒几乎眨眼间, 就要痛晕过去了。 他长这么大, 自认吃过不少苦, 可这种程度的痛苦, 依旧不是他能承受的。 在一时昏厥的前一秒, 他使劲拔出了潜入海中的右臂, 而后两眼一黑, 昏死在了海岸边。 大狗在他后头看得目瞪口呆, 按照他的观测, 墨海应该只会撕扯入侵者的肉身才对, 为什么邱一寒一秒钟都没撑住, 就晕过去了。 而且, 他伸入海中的右手, 明明完好无损。 大狗疑惑了, 他捏手捏脚地走到墨海边, 学着邱一寒的动作伸出狗爪, 小心地往海里探了一探。 啊哦! 而后, 只听见一声惨烈的狗叫, 大狗闪电般抽回狗爪, 狗眼泛白, 也痛昏过去了。 空旷四季的海岸线上, 一人一狗, 躺在一起, 睡得很安详。 与此同时, 秦义正在墨海中不断下潜, 这处石海不仅宽广, 深度也极为惊人, 堪称深不见底。 他已经下潜超过十分钟了, 仍然没看见底部。 并且, 随着他所处的深度飞快加大, 墨海对他的精神压力愈发恐怖, 倘若不是刚刚进化出了 我心如铁, LV2, 他现在已经魂飞魄散, 只剩一具肉身, 默默下潜了。 不朽神灵当真可怕, 死去这么多年了, 残留的石海, 还有这种强度, 大宗师都很难抵御住。 有二级我心如铁, 和一级星明眼亮的加持, 秦义的灵魂强度, 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大宗师, 达到了山海静强者的地步。 他现在所缺少的是精神力, 大宗师修行到圆满, 一般可以外放精神力, 成为神念, 但秦义光有灵魂强度, 却没法做到外放精神力。 我这下潜深度, 绝对超过五百米了吧。 又下潜了一会后, 秦义心中变得有些没底了, 他怕自己永远看不见海底, 又因为下潜太深, 来不及上浮换气。 墨海身为不朽神灵的精神石海, 其中自然不可能蕴含氧气, 要不是他早早进化出了无氧耐性LV2, 估计已经要缺氧昏头了。 无氧耐性LV2, 给予了他接近三个小时的碧气能力。 不得不说, 适应性进化这个天赋, 的确太实用了, 给了秦义很多便利。 继续下潜半个多小时, 秦义估计自己已经潜到了超过一千米的深度, 此时, 他的灵魂隐隐作痛, 这个深度的石海, 已经能对他造成伤害了。 幸好经过第一次下潜, 他的疼痛忍耐从三级升到了四级, 暂且可以让他忍住灵魂撕裂之痛。 十分钟, 再下潜十分钟, 要是还没看见底, 就放弃。 秦义心中想到, 他会冒险, 但绝不会送死。 为了一滴虚无缥缈的智纯神血送命, 太不值得。 智纯神血对别人来说是无上神药, 但对他来讲, 可有可无最多加快修行的速度罢了。 拥有适应性进化的他, 不靠这些外物也能修炼到无敌。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终于, 在第八分钟, 秦义看见了一团别样的亮光。 在无尽的漠海中, 这一个纯白色的光团显得格外刺眼夺目, 仿佛夜空中的恒星, 瞬间就吸引了秦义的注意力。 他先观察试探了一会, 确定接近光团没有危险后, 开始慢慢靠近。 在这光团中, 不停有新的灵魂之水流淌而出, 汇入漠海, 扩充漠海的面积。 而光团外, 点点星光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 落入光团之上, 让光团的浩瀚的气息逐渐凝食。 秦义猜测, 这就是漠海的源头所在。 而漠海作为石海, 他的源头只能是一个东西, 那就是灵魂。 眼前这光团, 大概率是那位死去巨神的残魂, 还处于沉眠之中, 无法苏醒。 四周汇聚而来的星光, 恐怕就是巨神灵魂在复苏的征兆。 可是, 灵魂在这, 不代表至纯神学也在这。 秦义凑到了光团正前方, 距离不到一米, 在如此致敬的方位, 他才惊讶地发现, 这光团的体积比自己还要大。 他病除杂念, 全神贯注地盯着光团, 目光透过耀眼的光泽, 深入进了光团之中。 不, 慢着。 准确来说, 应该是光团主动吸收了他的目光。 此时此刻, 他看见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天地昏暖, 一片死寂。 他没有看见任何生物, 哪怕是一株野草, 一朵野花。 天空中甚至连一朵云彩都没有, 在苍穹的一角, 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不断有星光与此垂落。 放眼望去, 满目疮痍, 在不远处的干裂的大地上, 到处都是尸体, 数不清的尸体。 一些尸体甚至没有腐朽, 外表完好如初,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境界绝对不低。 这些尸体, 与普通人族长得略有不同, 额头赫然有着一条细缝, 似乎是第三只眼睛, 背后长着枯萎的羽翼。 它们的面容都非常俊美, 透着一股神圣的气质, 放在人类中, 就算是容貌最好的明星, 也很难媲美。 这是一座, 死去巨神的灵魂里, 居然还藏有一个枯败的世界, 埋藏了无数一座。 第47章, 樊驱镇神魂。 下意识地, 秦义又朝着光团凑近了一些, 想看到更加真切清晰的画面。 但就在此时, 光团上的耀眼光焰忽然暗淡了一瞬, 旋即有一缕金色的灵性物质横飞而出, 直接钻入了秦义的眉心。 啊, 痛, 好痛。 四级疼痛忍耐都无法缓解的脚痛感, 从头部传遍全身。 秦义捂着脑袋, 只觉得自己的头要裂开了。 他感觉自己的体内多了一个人, 脑子里多了一个新的念头。 巨神正在复苏的藏魂, 钻进了秦义的脑袋, 想要抹出秦义的灵魂, 纠战雀巢, 夺射这具肉身。 浩瀚的记忆画面像是海啸般涌入秦义的脑子, 其中夹杂了大量暴力的情绪, 让他五官猙獰, 想要嘶吼出声。 可周旁的墨海逐渐浮现出了一个气泡, 将他包裹在中间, 无法逃离, 但也暂时拥有了足够呼吸的氧气。 巨神的藏魂, 这是早有预谋, 在看见秦义下海之时, 就准备好夺射秦义了。 他如今放出的气泡, 恰似一个球龙, 既能保住秦义肉身的活性, 又不会让秦义重新上岸, 给了残魂充足的时间展开夺射。 不过, 残魂此番操作, 也恰好暴露出了他的虚弱, 否则他大可以直接出手镇压秦义。 纵然是巨神巅峰时期千分之一的力量, 也足够拿捏秦义了, 而残魂却没有这么做。 他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杂乱繁杂的记忆, 连带着穿心般的精神力, 正在璀璨秦义的灵魂, 但这个过程并不快, 反而显得有些艰难。 秦义的灵魂强度超出了巨神残魂的预料。 放眼他数万年的经历, 从未见过在舞者八段, 拥有秦义这般坚韧灵魂的存在。 这具身体, 绝对是妖孽级别的天才。 残魂的意识, 虽然只能断断续续地思考, 但这并不妨碍他看破秦义的底细。 这个人类的肉身, 他要定了。 哗! 在秦义还不曾被开辟过的混沌石海中, 金色的乃是巨神的一抹残魂灵性, 白色的则是秦义的灵魂。 巨神长达数万年的记忆, 轰入秦义的脑袋。 相比于秦义两世为人不到五十年的记忆, 巨神的记忆规模实在太夸张。 若是两者相容, 必然是巨神记忆占据主导, 同化秦义的灵魂。 这样下去, 我必败无疑, 巨神残魂特地释放出一个气泡, 就准备好了打吃酒战, 慢慢消磨我的灵魂。 秦义站在气泡中大口喘着粗气, 他又一次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因为不朽神灵谋划一个八段舞者, 差距悬殊的离谱, 他想要挣脱或许只有一次机会。 海量记忆的涌入让秦义头痛欲裂, 但同时, 这种疼痛感正在逐渐削弱, 被他适应。 他的灵魂正依托着巨神残魂的侵入, 展开某种蜕变。 巨神残魂的表面包裹着一层熊熊燃烧的金色光焰。 此时, 灵魂夺射已经完成了大半, 这种夺射并非直接抹灭对方的灵魂, 而是取巧了一些将对方灵魂大幅削弱, 再进行灵魂融合。 没办法, 巨神残魂当前只有余力做到这个程度了, 让他直接抹出秦义的灵魂, 暂时不行。 灵魂融合后, 拥有数万年记忆的巨神将占据绝对主导。 秦义区区50年的记忆, 对他来讲不过沧海一粟, 很难造成影响。 等到利用秦义的肉身恢复一定的实力后, 巨神就能再出手踢出其魂魄, 以防后患。 然而, 秦义并非在坐以待毙, 他只是在等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巨神残魂乱了阵脚的机会。 现在, 机会来了。 定, 你的脑细胞受到神灵残魂的记忆洪流冲刷, 成功进化出了被动技能脑洞大开LV2。 定, 你的细胞忍受灵魂分裂之痛, 成功进化出被动技能疼痛忍耐LV5。 头痛与不适感在系统之音出现的刹那完全消散, 灵魂中那种承载不住记忆的肿胀感也不见了。 巨神残魂数万年的记忆对于此时的秦义来说, 已经可以勉强容纳。 这便是二级脑洞大开的效果。 WOW! 脑狱中的巨神残魂波动了一下, 似乎受到了什么打击, 一散出难以置信的情绪。 在他的注视下, 秦义的灵魂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又一次变强了。 这是何等的天资? 仙种? 巨神残魂疯狂了, 若眼前的肉身真是仙种, 那么在他新生后, 潜力将比原本的神灵之躯还要强。 甚至在未来, 去找那手持绽毛的男人复仇都有了机会。 巨神残魂沉寂了几秒, 随后爆发出更为惊人的精神力量, 他这事要拼命了。 但是, 秦义对此早有预料, 同样掀出了自己的底牌。 他不知道对巨神残魂做了什么, 竟在接下来的三分钟里, 让巨神残魂待置在了原地, 没有继续动弹。 也就是这三分钟给了秦义反杀的机会。 他咬紧牙关将全身气血冲入脑狱, 只听见一声轰鸣乍响, 某一片奇异的区域被秦义强行冲出了缺口, 无形的精神力浓缩为液体, 沉积在其中。 宗师静才能开辟的脑狱, 在八段舞者境界, 就被秦义强行开辟了出来。 煞时间, 秦义发觉自己对于自身的灵魂 有了清晰的感知, 全心全意之下, 还可以勉强牵引自己的精神力。 到了这一步, 他也已经开始拼命了, 不管不顾, 操控着为数不多的精神力, 全力轰击巨神残魂, 将其镇压在石海底层。 所幸, 在这个过程中, 巨神残魂仿佛失去了意识, 全然不动, 毫无反应, 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被秦义压制了。 秦义奋出些许力量, 开始慢慢消磨巨神残魂, 将其转换为纯粹的精神力, 增强己身。 做完这一切, 他才长输了一口气。 最后与巨神残魂搏杀的过程看似简单, 其实是因为秦义动用的那张底牌足够强势。 灵魂融合, 不仅秦义能看见巨神的记忆, 巨神残魂也能看见秦义的记忆。 他本以为秦义的记忆没什么大不了的, 无法对自己造成影响。 却不料, 秦义居然把自己有关系统存在的记忆明明白白打包, 送给了巨神残魂观看, 当场给巨神残魂看傻了, 连意识都给看幻散了。 系统的存在是秦义最大的秘密, 但在生死危机关头, 他拿来充当了对抗巨神残魂的武器。 如今看来, 效果显著。 哼,哼, 暂且脱离生命危险后, 秦义躺在透明气泡中, 神色苍白, 浑身乏力。 适应性进化是需要能量为动力的。 接连经过两次适应性进化, 已然耗尽了他体内的能量, 如今必须马上进食。 但, 虽然当前状态不佳, 可回顾着脑海中凭空多出的数千年记忆, 秦义心头欢喜, 一时间忘却了疲惫。 经此一役, 他不但获得了巨神的大量珍贵记忆, 还提前开辟出了石海, 精神力已能比肩顶级大宗师。 风险越大, 收获越大, 此言不虚。 第四十八章, 反客为主。 简单休息了一会, 秦义腹中的饥饿感愈发浓烈, 他爬起身, 打量着包裹住自己的气泡, 眉头一皱。 这气泡有些巧妙, 似乎是用精神力构建而成的, 拥有实体, 可以触碰到生物, 属于精神力的高阶用法了。 好像他得到的巨神记忆中, 有这方面的记载。 等回到鱼航, 可以静心前修试试。 秦义张开手, 刚准备戳破精神力气泡出去, 却发现, 身前不远处的灵魂光团, 开始飞速风化, 如风沙一般, 逐渐消融, 连带着其中的奇异世界, 一同消散了。 灵魂光团的核心巨神残魂, 被他镇压在石海深处, 缺少了核心, 光团自然没法长久存在。 灵魂光团消融后, 很快引发了一系列巨变。 不, 秦义所处的精神力气泡, 硬生破裂。 紧接着, 墨海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涸, 海平面急速下沉, 还不等秦义自己游上去, 就几乎要消失了。 他跟着墨海一同下沉, 最后踩在了海底, 亲眼见证广阔无垠的墨海完全消散。 再度抬头望去, 异地灵魂之水都见不着了, 天空一片黑暗。 秦义正站在一处巨型天坑的底部, 想要往上爬, 少说需要攀爬1500多米。 灵魂之海的源头被截断, 他没想到产生的变动会如此之大, 如此之迅速。 但现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找准一处崖壁, 向上爬就是了。 顶着极端的饥饿感, 秦义奋力向上攀爬, 足足爬了两个多小时, 才爬回原本的海岸线。 他的体力几乎被掏空了, 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 气喘吁吁。 丁, 你在极度饥饿中坚持剧烈运动, 使细胞成功适应了极端饥, 净化出被动技能, 节能LV3。 节能技能提升到三级, 让秦义缓解了饥饿感, 渐渐有力气站起来了。 他步履蹒跚, 绕着海岸线走了一会, 可算找到了邱义涵和大狗。 不过, 他们俩怎么躺地上啊? 是出现什么变故了吗? 秦义疑惑不已, 打探四周也没看见战斗的痕迹。 大狗和邱义涵的身上 看不见什么新的伤势, 不像是遭受袭击的样子。 嗯…… 好巧不巧, 大狗和邱义涵恰好在此时醒来, 一脸茫然地支起身子, 揉了揉眼睛。 随后, 他们俩看见了身侧的秦义, 以及 面前巨大的天坑? 呃…… 我还没睡醒吗? 墨海呢? 大狗和邱义涵反映出奇的一致, 完全陷入了猛逼状态。 直至秦义简单和他们讲述了一番 在墨海海底发生的事情, 他们才回过神来, 满脸不可思议。 你是说, 你在墨海海底遇到了复苏的巨神残魂, 然后还被残魂附体了? 没错。 秦义点头。 然后, 你强行在舞者境界开辟脑域石海, 镇压了巨神残魂, 还把巨神残魂拿来炼化成精纯精神力, 滋补己身。 没错。 秦义再度点头。 巨神残魂如今还是无意识状态, 他确实在消磨对方, 虽然很缓慢, 但花上几年时间, 还是有机会彻底吞噬巨神残魂的。 邱义涵沉默了, 纵然他再难以相信此事, 也没法否认这大概率就是事实。 没看见墨海都给秦义干没了吗? 你? 出去后, 加个舞界联系方式吧。 办赏后, 邱义涵这般提议道, 行啊。 秦义自无不可, 但家好友这种小事不是当前的关键。 当前的关键是赶快找到能吃的东西, 填饱他即将干瘪的肚子。 三级节能都快挨不动饿了。 他向邱义涵询问是否还有鱼粮, 可惜邱义涵摇了摇头。 我的储物袋仪式在了血壶中, 食物都放在储物袋里。 至于这附近, 更没有吃的, 除非你能咬动巨神的血肉。 巨神的血肉? 请一滴眸看向脚下。 没错呀, 他们在巨神体内, 四周的高墙和悬崖峭壁, 其实都是巨神的肉身, 是可以吃的东西。 只可惜咬不动。 他现在可没能量继续进化, 直到进化出能咬动巨神血肉的牙齿了。 适应性进化是要能量的。 怎么办, 巨神血肉他不可能吃下, 还能吃什么冲击呢? 秦义和邱义涵一同沉思着, 想着想着就默默看向了大狗。 大狗? 喂, 你俩能别看我了吗? 我心里甚得慌, 不会真拿我当备用食材了吧? 大狗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当然, 秦义只是逗一逗大狗, 不可能真吃了它。 细细回顾这一路走来的细节, 秦义想从记忆中搜寻一些食物的蛛丝马迹, 花费了几分钟的时间后, 他还真找到了。 嵌入红墙, 正在蜕变的陈轩给了他灵感。 好兄弟, 关键时候还是要靠你啊。 秦义眼前一亮, 对邱义涵说道, 我们返回血管, 在那里, 有充足的食物, 足够应付我们走出巨神尸体了。 血管? 邱义涵略显不减, 他想不到血管里有什么吃的。 但对于秦义, 他已是心服口服, 完全顺从。 大狗重新跳上秦义的肩头, 两人快步返回血管。 在这里, 一切还是原本的样子, 地面上沉积着血水, 空气中飘散着血物, 只是哀嚎声已消失不见了。 巨神残魂被镇压, 但血物仍然遵从神区的本能, 在吸食过往生命的气血, 回补神区。 秦义走到雾气最浓厚的区域, 旋即张开嘴巴, 竟然猛吸了一大口气, 将大量血物吸入体内。 邱义涵顿时瞪大了眼睛。 你? 你这是要反客为主, 雾气吸人? 你吸雾气? 他刚觉得, 这是个非常疯狂的举动, 但转念一想, 秦义的朋友陈轩, 似乎也是靠吸食血物, 完成蜕变的。 血物中蕴含有精纯的气血, 这种气血若是能被消化吸收, 绝对是二节灵果都没法比的。 可是, 秦义真的能消化吗? 要知道, 陈轩吸完雾气后, 人都晕过去了, 差点陨落。 第49章 爽吃, 狂炫。 秦义的腹部快速鼓起, 大量的血物被他吸入体内, 一丝一毫也没有吐出来。 这些血物本就有侵入肉身, 吞食气血的能力, 此刻被秦义主动吸入, 对于气血的牵引吞食能力更强了一筹。 一时间, 秦义浑身气血沸腾躁躁动, 不自觉地朝着胃部涌去, 难以控制。 有三级铁胃加持的消化系统正在全力运转, 消磨吸收着血物中的营养物质与灵性, 但效率极慢, 完全跟不上血物吞食秦义气血的速度。 照这样下去, 在秦义消化完一肚子的血物前, 他就会因为气血枯败而死去。 好在, 秦义不久前进化出了被动技能, 顾本培元此技能没有等级, 但效果极为特殊, 给予了他对于自身气血的绝对控制力。 这种掌控力甚至已经超越了真王静, 达到了细致入微的层次。 纵然是神师散发出的血物, 也没法从他身上抢夺走半点气血。 哦。 秦义一个念头就平复了狂躁不安的气血, 将血气分别遣送回肉身的各处, 任凭血物如何牵连, 这些血气都不会动弹分毫。 顾本培元连阳气都能固定住, 遑论气血。 秦义和大狗紧紧盯着秦义, 却见其脸色忽白忽红, 不断转变,气息也起伏不定, 时而澎湃时而微弱, 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 你真没事吗? 邱义寒下意识担心道, 秦义笑着摇了摇头, 抽烟似的吐出几口血物。 没事,这点血物还不够我吃的。 说着,他又尝吸了一口气, 嘴如深渊,吞下一大口血物。 他的肚子像不断打气在放气的气球, 不停地膨胀,不停地干扁, 来来回回,循环往复。 半个多小时后, 这条血管中的雾气明显吸薄了不少, 而秦义依旧没有停止进食。 神灵血物是由精纯气血 浮以某种一念道一组成的, 营养价值极高, 秦义感觉比吃二节灵果还要爽。 可惜,这条血管中的血物 有一半都被陈轩和他队友吃掉了, 留给秦义的只剩另一半。 没过多久, 他便风卷残云般解决掉了血管中所有的血物, 肚子撑撑地打了个宝格。 好久没这么爽快地吃饱过了。 巨神真是个好人, 死去后, 不仅拿藏魂为我增强魂魄, 还以血物加强我的体质, 当真是处处为我着想。 秦义伸了个懒腰, 只感觉全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每一个细胞都被精纯的能量填饱了。 同时, 他脑海中还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丁, 你的消化细胞成功适应了失去真神的暴力气血, 净化出被动技能铁卫LV4。 丁, 你吸收不朽神灵血肉中蕴藏的神性, 净化出天赋技能灵气清合LV9。 这一下, 居然一连提升了两个技能? 铁卫提升到四级在秦义的意料之中, 但这灵气清合连升二级, 属实是意外之喜。 距离十级灵气清合, 只差一步了。 呼, 抱歉让你久等了, 我已经吃饱, 可以尝试离开这里了。 秦义吐出一口浊气, 容光焕发。 邱义含能察觉到秦义又一次完成了某种蜕变,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 却并不知晓。 吞噬泄物,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他看秦义在吃雾气的过程中, 好像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的样子。 邱义含又升起了好奇之心, 但回想先前模仿秦义触碰墨海, 一秒钟都撑不住, 就痛苦晕死过去的画面。 他急忙甩了甩脑袋, 把模仿秦义的念头甩出脑海。 这个男人, 不是一般人能模仿的? 学他者必死。 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去哪? 突破武士境界后, 武者可以简单依靠灵气存活, 虽还未彻底避骨, 但也能长久不进食, 所以邱义含还不饿, 差不多可以返回血湖了。 秦义眸光闪烁, 语气一沉。 好, 邱义含呆呆地点头, 甚至没有问秦义如何应对血湖中的误人, 只管跟着他向外走。 秦义回眸看了眼略有些走神的邱义含, 奇怪道, 对了, 你和大狗之前为什么会晕倒在海岸边? 是出了什么事吗? 谈到这个, 邱义含骤然回神, 翘脸一红, 半嗓才憋出一句话, 没事, 出了点小意外, 但没有危险, 你不用想太多。 他没有说实话, 选择了敷衍应对。 若是跟秦义说实话, 邱义含估计自己会尴尬到, 脚拇指都扣紧。 哦, 秦义看邱义含的反应有点奇怪, 愈发摸不着头脑了。 有什么难以启齿? 不方便告诉我的真相吗? 女人真是难以摸清的生物啊。 秦义也不好意思继续追问, 暗暗叹了口气, 转而传音向尖头的大狗询问道, 大狗, 我不在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啥? 大狗瞪了一眼秦义, 竟也不说实话, 淡淡道, 没啥, 真的就是些小事, 我们晕倒只是小意外, 你别问了。 比起让大狗承认自己的魂魄被秦义碾压, 他更情愿去死。 大狗跟着《无上存在那么多年》, 其实早就突破到了极为高深的境界, 只是后来主动打散了修为, 只保留灵魂强度, 重修一事。 但他保留了巅峰强度的魂魄, 居然也没办法抗住墨海的精神冲击。 而秦义这个八段舞者, 却扛住了, 实在是丢人。 两人一狗就此陷入沉默, 他们沿着原路返回, 渐渐地再次来到了那柄绝世神兵截断血管的位置。 秦义再次停下了脚步, 来到神兵刺出的沟壑前, 向下俯视, 想要看一看陈轩的情况。 这段时间里, 陈轩身上的血管不断交织, 慢慢结成了一个血泳, 将陈轩包裹在内。 而陈轩边上的那位队友, 甚至枯骨都已腐朽, 化为一捧血水, 不见人影。 此时, 秦义观察着陈轩所处的血泳, 冷不丁感受到有一丝生机外泄而出。 开辟脑欲十海后的他, 灵魂强度又增强了三分, 精神力饱满, 不可能感觉错。 果不其然, 几秒后, 血泳侧面剖开了一道微不可闻的小缝隙。 缝隙不断扩大, 蔓延, 整个血泳有崩解的趋势。 陈轩, 要完成蜕变了吗? 第五十章, 我真就只睡了一个月。 秦义有些兴奋, 陈轩应该是他这一世最亲密的人了。 我们稍微等一会, 陈轩他可能要出来了。 他转头对邱一涵说道, 原先一直波澜不惊的语气, 终于有了些起伏。 邱一涵来到秦义身边, 与他一同向下看去, 打量着陈轩的血泳。 只见这血泳猛地蠕动了两下, 紧接着, 一阵强而有力的鼓声传荡四方, 豁然响彻。 咚咚, 咚咚。 这声音弘亮震耳, 仔细分辨并非是所谓的鼓声, 而是陈轩心脏跳动发出的巨响。 噗哧。 在一轮轮心跳的传荡下, 血泳沿着缝隙破开了一个大洞, 逐渐消融, 露出了其间包裹的人类。 万千血物归于一体, 溶于心脉。 陈轩完成了神灵之血的吸收, 此刻宛若心生, 透着浓厚磅礴的生命力。 他已脱胎换骨。 邱一涵的视线扫过陈轩, 做出了判断。 假如从前的陈轩相当于 有二级灵气清和加持的普通人, 那么如今, 则是堪比十级灵气清和加持的普通人。 即使是现在的秦义, 也没法在习武天赋上 超越蜕变后的陈轩。 毕竟秦义不是普通人, 他是完全没有武道天赋的废柴, 他加持久级灵气清和, 远不如加持同样技能的普通人。 不过, 习武天赋不是武者的一切, 论战力和潜力, 陈轩依旧不是秦义的对手, 甚至连秦义的尾灯都看不见。 气韵之子终究难敌系统挂逼。 哗! 平躺在沟底的陈轩, 缓缓睁开了眼睛, 有一道金芒蹦射而出, 耀眼夺目, 转瞬即逝。 随后, 他的眸子里浮现出茫然和错愕, 挠了挠头, 从地上爬起, 正欲观察四周的环境, 却不撩一抬头, 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请, 请义哥, 我在做梦吗? 义哥怎么会出现在血无荒漠? 陈轩捏紧了手心的二阶灵果, 怀疑自己中了神秘哀嚎的蛊惑。 那个不断回响的哀嚎声 对人类的心智有诱惑效果。 陈轩也是歪打勿撞, 碰巧利用了血壶石碑残存的力量, 才勉强来到此地的。 可他认真一听, 却没听见任何哀嚎声。 小轩子, 你愣着干嘛? 赶快爬上来。 秦义对着下方喊道, 陈轩呆滞了。 这种称获, 这种声音, 真的就是义哥没错。 他们俩在同一个孔儿院, 同一个寝室相依为命十多年, 对于彼此再了解不过了。 但是, 义哥不是身患癌症, 命不久矣了吗? 怎么现在看起来精气十足, 气血如虹, 显然已跨入武道境界, 还是八段舞者。 我到底睡了多久, 该不会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 他转移目光, 看了看秦义身旁面容秀美的邱义涵, 愈发确定自己沉睡已久。 若非如此, 义哥怎么可能修炼到舞者八段, 还找到了女朋友? 他连忙顺着血肉峭壁爬上地面, 经过神学洗练, 他不仅一跃跨过准舞者屏障, 成为正式舞者, 还直接就是九段舞者, 气血九十九卡, 距离舞师只差一步。 可纵然如此, 当他站在秦义面前时, 居然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威压, 下意识放低了姿态。 这威压并非秦义故意释放, 只是他刚消化完血物, 体内蕴含的气血实在活跃过头, 才被动散发出了威压。 我打不过八段舞者的义哥。 陈轩略感意外, 他与秦义是亲兄弟般的关系, 不存在妒忌这一说, 或许一哥在我沉睡这几年, 也有所奇遇。 他开心地想着, 顺口问道, 一哥你怎么会来血污荒漠, 癌症又是怎么治愈的? 呃, 边上这位, 是嫂子吗? 邱一涵愣了愣, 赶忙白手解释道, 我与秦义只是朋友。 这样吗? 陈轩点了点头, 也没多想, 抬眸看向秦义。 面对陈轩一股脑问出的一大堆问题, 秦义不紧不慢, 逐一回答。 大部分问题他都如实回答了, 但系统的存在太过离奇, 其中可能还有一些顶级大人物的谋算在里面, 秦义实在不想让陈轩扯上莫名的因果, 所以隐藏了系统。 癌症的治愈, 被他编转成了因为意外获得的一阶灵果而治愈。 听完秦义的简要概述, 陈轩心头一惊, 不可思议道, 我就睡了不到一个月。 对, 真的真的, 就不到一个月。 真的, 我骗你这个干嘛? 秦义感觉莫名其妙。 陈轩沉默了, 他依靠神灵之血, 才能在不到一个月里突破至五者九段。 一哥到底经历了啥, 竟能从五道废柴, 一路修炼至五者八段, 甚至也只花了不到一个月。 邱义涵和大狗瞥了眼陈轩的神色, 按照这小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太弱, 知晓这么点事就如此震惊。 假如知道秦义单挑镇压了巨神残魂, 怕是得震惊到晕过去了。 跟秦义待久了, 他们的震惊预值都高了不少, 一般事情已没法让他们产生反应。 秦义还在继续讲述自己在血污荒漠中的经历。 陈轩听着听着, 脸上的惊骇之色愈发难以遮掩。 他没听错吧? 死地竟是失去神灵的体内, 而他们所处的洞穴其实是神灵的经脉血管。 灵魂莫海, 巨神残魂, 血污。 当秦义把一系列事件讲述完毕后, 陈轩已经没法描述自己的心情了。 哥, 你老实跟我说, 是不是开挂了? 他一脸呆滞。 秦义哈哈一笑, 点头道, 你没猜错, 你哥我还真是挂逼。 兄弟两人勾肩搭背起来, 并未因为境界实力问题而变得生疏。 秦义这么一句玩笑般的话语, 其实说的是真话。 只不过, 无论是大狗, 邱亦涵还是陈轩, 都不会真的相信。 一哥, 所以我们接下来去哪? 离开血管, 重返血湖。 重返血湖? 陈轩眉宇之间浮现出忧虑, 血湖深处藏着堪比山海净强者的误人。 我们回去岂不是送死? 秦义淡淡摇头, 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平静道, 放心吧, 破局之法都在这呢, 我可没传到去送死。 破局之法, 在脑袋里。 邱亦涵和陈轩仔细一想, 很快明白了过来。 秦义镇压巨神残魂, 获得了不少关于不朽神灵的隐秘, 恐怕其中就有关于误人的部分。 第五十一章, 最强悟人。 秦义三人在巨神血管中折腾了大半天, 终于要重返血湖了。 在他们回头赶路之际, 秦义走着走着, 突然就突破了境界, 从八段舞者容身为九段, 距离五十只差一步。 你, 你走路都能突破。 邱亦涵愈发体会到秦义添姿的恐怖。 没, 我感觉走路太无聊, 所以边走边修炼, 运气好突破了。 秦义谦虚地解释道, 血物中蕴含的血气很足, 吸收消化完后, 稍微凝炼一下, 就能炼化出属于自己的气血了。 如今的秦义已有九十卡气血, 因为吃下了太多血物, 体内暗藏有大量的零散血气, 对于气血修行有事半功倍之效。 至于一心二用, 边走路边修炼, 拥有九级灵气清合的秦义 已能毫无压力地做到这一点。 大狗和陈轩对此都不奇怪, 只有邱亦涵稍显惊讶。 在大狗心里, 秦义可是仙种。 某些古籍中曾有记载, 仙种级别的天资已经能让舞者做到被动修炼, 也即是时时刻刻。 无论在做什么事, 身体都能自动保持在修炼状态, 淬炼气血。 换算一下, 这起码是灵气清合五十级以上才能达到的效果。 秦义当前虽然还做不到, 但未来却很有机会。 现在看来, 玄天秘境这段时间接连爆发的兽潮 大概也是神灵尸体造成的。 这句神区庞大无比, 我们走了这么久, 其实仅仅是在胸口, 脖梗, 脑袋这三处闲逛, 而且还没逛完。 神灵的下半身, 很可能覆盖到了沙漠之外的区域。 它释放出血雾, 惊扰到了玄天秘境一些区域的异兽, 这才导致了兽潮。 所谓兽潮, 或许只是凶兽们无奈之下的大规模迁移。 秦义咳嗽了一下, 转移话题道。 兽潮的问题先放一放, 现在我们不应该先讨论一下血狐的事情吗? 陈轩感觉一哥和邱一涵也太放松了一点, 血狐之中危机四伏, 真就一点压力没有吗? 一行三人已经无限逼近血管口, 直线距离不会超过十米, 陈轩甚至看见了血管口缓缓流动的血水。 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陈轩挠了挠头, 很简单, 我和你只管往里走, 邱一涵与大狗留在血管中等着。 秦义早有安排, 等到我们两人驱走血狐中央的石碑, 再回来带他们。 就这, 没了? 血狐中最可怕的雾人怎么感觉被一哥忽视了, 一嘴也没提到。 秦义看陈轩木讷的样子, 猜到了对方心中的困惑, 详细解答道, 放心吧, 我们两人吸食过血物, 沾染上了和雾人相似的气息, 那雾人不管有多强, 都只会把我们当作同类, 不会动手。 而血狐中央的石碑, 乃是斩杀巨神之人留下的, 有镇压血物的能力, 带上它, 就不怕雾人了。 巨神残魂送给秦义的记忆, 着实好用, 里面记载了太多隐秘, 足够秦义消化很多年了。 听完这详细解释, 陈轩心中大定, 没想到, 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认真想想, 当初路过血湖时, 确实没看见, 雾人与雾人之间爆发斗争。 哄。 然而, 就在二人准备携手进入巨神胸腔时, 血管口猛然传来一阵惊雷般的巨响, 震耳欲聋。 流进血管的血水, 疯狂波荡, 泛起气泡。 这时又发生啥了? 三人面面相去, 赶忙一起凑到血管口, 向外张望。 只见一位穿着白色运动服的中年男人, 凌空二立, 气血奔涌, 激战三头巨型误人。 江天放来了。 他作为邱一寒的师父, 提前从神灵哀嚎中苏醒, 义无反顾地追了上来, 想要救下徒弟。 此刻, 江天放的一身白衣处处染血, 他双手成长, 裹挟天地道义, 破灭血雾, 竟压着三头巨型误人打, 打得他们雾气消散, 不断缩小。 大宗师境界者, 以参悟至少一条道义, 一拳一掌不再是纯粹的物理杀伤, 极为克制误人。 在他全力出手之下, 巨神枪室内轰鸣不断, 气血四溢, 刚风四起, 击得血湖大浪翻涌。 藏在血湖最深处的恐怖雾人, 逐渐惊醒, 无边雾气汇聚而去, 最为强大的几个存在将要复苏了。 江天放感觉到了威胁, 但他不愿离去, 因为此地有秋一寒的气息。 他不断靠近血湖, 想要探查徒弟的踪迹, 在找到徒弟前,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离去。 啪哒! 他浑身筋骨乍响, 经脉于骨骼之上, 烙印出玄妙纹路, 编制为通天阵势。 顷刻间, 江天放的气息强悍了数倍, 他轻轻一掌拍出, 虚空破碎, 三头拦路的雾人瞬间消散, 再无踪影。 碰! 滚滚气浪激荡, 吹了得八方血雾散开, 竟将原本雾气浓郁的枪势一扫而空。 江天放也是阵法师, 而且是五阶阵法师, 拥有媲美山海境强者的实力。 他一步走出, 缩地成寸, 数米间隔一闪而过, 直接出现在了血湖上空。 向下俯视, 双眸泛起星光, 阵纹蔓延至眼角, 江天放看破了乌浊星红的血水, 在血湖底部, 看见了一滴纯金色的血液, 弥漫着不朽的气息。 就在直视金色血滴的刹那, 江天放的双眸骤然刺痛, 流出鲜血。 他没有找到邱义寒, 也没有看穿金色血滴的等阶。 这处血湖的危险程度, 很可能超出了他的想象。 哗啦啦, 一头近乎百米的血色巨人, 从湖底钻出, 掀起滔天大浪, 整个枪势仿佛下起了一场大雨。 大山般的雾气血手盖压而下, 卷起无边风压, 把踏空而行的江天放压低了数米, 差点落入血湖之中。 江天放心头既然, 这雾人着实太恐怖了, 纵然山海镜强者过来, 也得隐恨。 黄论他这个依靠正式的半步山海镜, 他拼命想要躲避, 可这一掌鞋带的无尽杀鸡锁死了他, 令他难以挣脱。 要死了吗? 江天放没想到自己会死得这么突然。 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在血湖对岸的某个洞口, 一位青年大步走出, 对他喊道, 喝一口血湖之水。 快! 江天放神色一愣, 来不及多想, 当即照做, 放弃反抗, 被掌风压入血湖, 猛地喝下一大口湖水。 第52章, 有点狗用, 咕噜咕噜。 海量的血水涌入江天放胃中, 顿时让他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灼痛感, 就好像胃部有什么东西烧起来了。 这种灼痛感, 在快速蔓延到身体的其他部分, 先是四肢, 而后是脑袋, 最终甚至是灵魂。 痛, 太痛了。 他此刻痛到五官扭曲成一团, 意识一片模糊, 就连怀疑秦毅是否在骗自己乱喝血水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 痛了这么久, 上方的巨型雾人竟没有把他从血湖中抓走, 锁定在他身上的杀鸡也突然消失不见了。 江天放当前的危机是不断俯视他肉身的血水, 以及体内蒸发沸腾的血污。 血水其实是血污的浓缩状态, 比起雾气拥有更强的侵蚀性。 刷! 江天放身上的阵魂光泽逐渐暗淡, 似乎在被血水消磨, 即将失去作用。 在痛到无意识的情况下, 江天放即使是大宗师, 也没法掌控自身弃血, 防止血水吸食自身。 阵魂一旦破碎, 他必然在十分钟内化为枯骨, 血肉散尽。 所幸, 秦义不会眼睁睁看着他死。 郑文彻底失效前一分钟, 一道人影落入水中, 抓紧江天放的肩膀, 带着他朝湖面游去。 哗啦! 几分钟后, 水花四溅, 秦义从血湖中探出头来, 先使劲把江天放丢上岸, 随后自己再爬了出来。 他现在的状态有些危险, 我们得抓紧去取石碑, 借助石碑帮他消化血水。 秦义抹了一把脸, 对陈轩说道, 江天放喝下血水后, 与他们一样拥有了血污气息, 这才躲过了误人的杀机锁定, 保下一命。 但大宗师级别的消化系统, 比不上秦义的四级铁位, 想要消化血水, 得模仿陈轩借用斩神之人的力量。 没办法, 就算是大宗师, 也不会专门锻炼自己的胃部和肠胞。 秦义把江天放交由陈轩照顾, 自己则是一个猛子, 再度扎入血湖, 朝着湖中央快速游动。 七八分钟后, 他来到了那一块石碑边上, 抬眸一看, 便能看见石碑上撰刻的几个大字。 龙飞凤舞, 杀意冷冽。 他尝试着伸出手接近石碑, 忽然间凭空荡起气浪, 吹拂过情义的一头黑发, 让他眯起了眼睛, 心脏冷不丁漏了一拍。 不行, 我这样贸然出手, 还没碰到石碑就会死。 他缩回手, 眨眼间已是满头大汗。 斩神之人留下的石碑, 不允许任何存在触摸。 怎么办? 若是没石碑, 邱一寒必死无疑, 江天放也有生命危险。 这两人虽然和秦义没有相处太久, 但从一开始就对他释放了善意, 还想帮助他来着。 都是人族同胞, 若是能帮, 自然要帮。 秦义由于片刻, 回眸望向远方岸上通体血红, 仿佛要被点燃的江天放, 一咬牙, 决定试试一个险招。 他转头看向大狗和邱一寒所处的血管, 用狗言狗语传音道, 大狗, 把几根狗毛丢给我。 蛤? 大狗一时间没搞清楚状况, 但还是用爪子挠下一撮狗毛, 放出一丝气血附着旗上, 远远抛给了秦义。 有气血附着的狗毛, 精准落在了秦义手中, 他举起大狗的狗毛, 再一次尝试靠近石碑。 哦! 令人心悸的杀气肆意波动, 穿透秦义的身躯, 让他猛然一颤, 又有了死亡的预感。 但下一秒, 似乎是感受到了狗毛上的气息, 石碑默然收敛了杀意, 如同普通石碑一样, 再无动静。 成功了! 现在他可以确定, 大狗的主人和那斩神之人, 就是同一人。 秦义收好狗毛, 一把将石碑揣在怀中。 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心中一定, 抓紧时间游回胡岸, 把石碑摆放在江天放的身旁。 渐渐地, 石碑上弥漫出一层奇异光焰, 引动虚空点点筋芒垂落, 没入江天放体内。 而后, 江天放温度极高的肉身终于冷却了下来, 缓缓恢复正常, 纠结的五官也松弛了。 果然, 不管是斩神之人留下的神兵, 还是石碑, 都有压制血污和巨神的效果。 依照这个效率, 不出半小时, 江天放就能痊愈。 秦义示意陈轩碑上江天放, 而他则拿着石碑去血管口, 把邱义涵和大狗接了过来。 在如此靠近石碑的状态下, 血湖平静无比, 雾人也没有再出现, 剿灭邱义涵和大狗。 成功了, 三人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大狗也可算有心思吹逼了。 怎么样, 厉不厉害你狗爷? 他一边向秦义传音, 一边神气地眨眼。 这一次, 秦义倒是没出言反驳, 由着他在自己面前装逼了。 毕竟大狗确实立下了两次大功, 有点狗用。 要不是他, 秦义真就要陨落在巨神尸体内了。 三人休息了一会, 半晌后, 只听见一声低鸣, 江天放呻吟着, 缓缓睁开眼,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清醒后第一件事, 就是看向徒弟邱义涵, 确认他没事, 才安下心。 随即, 他又看向秦义, 神色莫名复杂。 我, 我这是被你救了? 嗯, 小事罢了, 您不用太在意。 秦义笑了笑, 顺便将巨神尸体里的大致信息 江天放听得一愣一愣的, 若不是亲眼看见秦义能无事无人救下自己, 他铁定会说对方在做白人梦。 太夸张了, 发现斩神兵, 看破血雾源头, 镇压巨神残魂。 没人敢想象, 这是一位八段舞者做到的事情。 江天放原本还想来救秦义和邱义涵的。 如今一看, 竟然反了过来, 变成秦义救他了。 我华夏又出了一个妖孽啊。 他感慨万分, 将秦义的恩情默默记在心中。 随后, 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突然开口道, 对了, 我在观察血湖的时候, 发现湖底有一滴神秘的金色血滴, 极为不凡。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文言, 秦义顿时一惊。 金色血滴? 该不会是。 至纯神血吧。 第53章 神血? 拿来给狗用? 无名的不朽神灵死后, 留下了三件遗物, 分别是他们当前所处的不灭神区, 脑域深处的一缕复苏残魂 以及血狐下, 汇集了神灵所有不朽灵性的至纯神血。 若是以至纯神血洗涤身躯, 必然能获取得天独厚的造化。 但不知道为什么, 秦义仅是兴奋了一瞬, 之后便平静了下来, 甚至对于那一滴至纯神血本能的有些排斥。 怪了, 我为什么本能地出现了这种反应? 秦义从不会忽视自己身体发生的细微变化, 即使是转瞬即逝的奇怪情绪和感觉。 他猜测, 这种对至纯神血的排斥感, 可能和自己镇压巨神残魂, 获取了部分神灵记忆有关。 你们先安心恢复, 金色血液的问题暂且不要多想。 秦义对江天放和邱一涵说道, 刚说完, 他便原地盘坐而下, 双眸紧闭, 似乎开始修炼起来了。 陈轩见一哥开始修炼, 自己当然也不想落下, 同样宁神秉息, 沉下心巩固五师修为。 唯, 江天放嘴中的金色血滴百分百就是至纯神血。 你不抓紧时间去收取, 还有心思在这修炼。 大狗费解不已, 忍不住朝秦义传音提醒道, 那可是至纯神血啊, 一位尊者淬炼了万年的不朽灵性, 即使对仙种也有大用。 不过, 秦义对此却显得很是平淡, 沉默良久才回话道, 至纯神血有问题。 啊, 真的假的? 你怎么知道? 大狗将信将疑, 在他的记忆中, 至纯神血乃是顶级神物, 至没听说过有问题。 你的脑子怎么时好时坏的? 秦义睁开眼睛, 眼眸中流露出鄙夷。 你忘记我获得不朽神灵的部分记忆了吗? 我刚刚回顾了一番巨神的记忆, 发现他留下的不朽灵性暗含后手。 若是我们服下, 必然成为他复活的种子。 想要排除后手, 一定得有同阶的力量, 净化至纯神血。 可我们, 去哪找尊者即存在? 说到这里, 秦义忽然画风一转, 传音询问道, 你能驱动那把神毛, 或许我们有机会使用至纯神血。 不然就算了吧, 只会被神性同化, 成为下一个巨神。 大狗被情义鄙夷的眼神搞得有些不爽。 哼哼道, 我要是能驱动神毛, 早一个人乱杀了, 还轮得着你夺取至纯神血。 因为某种特殊联系, 大狗能让神毛做出一些被动的反应, 但想驱使神器, 那还是差太远了。 就算是石碑, 大狗也没法催动其中蕴含的力量。 哎, 看来这至纯神血只能错过了。 眼睁睁看着一件少说七阶的神物从手底下溜走, 大狗扼腕叹息, 心头苦闷。 秦义嘴角一抽, 无语道, 不是, 你怎么还惋惜上了? 就算能拿下至纯神血, 那肯定也是我用啊, 怎么这也轮不到你。 你不懂, 至纯神血虽说轮不到我用, 但巨神本身却大概率是我主人斩杀的。 大狗难得露出严肃的神态, 若是服下至纯神血, 就能完全断绝巨神复苏的可能性了。 否则, 即使你驱走神灵残魂, 数百年后, 此地还是会因为不朽灵性的存在, 而滋生出新的残魂, 试图复活。 修炼到尊者境界, 无者已经难杀到了极点, 死了都有机会复活。 大狗担心, 巨神复活后会找自己和主人的麻烦, 因此想斩草除根。 秦义对此稍险意外, 他没曾想, 大狗还挺忠心的, 哪怕已经不记得自己主人了, 还在为那主人着想。 我那位主人斩杀巨神后没有处理干净, 显然他当时遇到了急事, 耽误不得半秒时间, 不得不马上离开。 大狗心中忧愁, 冥冥之中他有所预感, 自己的主人已经死了, 但不愿意说出来, 更不愿意面对。 主人清除他脑子里的记忆, 恐怕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是为了保护大狗。 说完这段话后, 大狗便趴在了地上, 不再吭声, 气氛渐渐伤感了起来。 秦义不喜欢这种氛围, 传音道, 放心吧, 我这人一向仗义, 即使你是狗我也不会嫌弃的。 你帮了我, 我以后也会帮你找到主人。 要是你主人已经不可能找到了, 那我就帮你杀了仇家。 秦义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出了这番话。 大狗却能听出, 秦义这玩笑话中的庄重和认真, 知晓对方是真心的, 一时间有些感动。 他想要再说些什么, 然而秦义忽然脸色一喜, 率先传音, 打断了他的话。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很冒险, 但有大纪元在里面, 你的大纪元, 要不要试试? 大狗眼角一提, 恢复了神器的模样, 装逼道, 冒险, 我会怕这个吗? 说吧, 什么办法? 秦义当即回复道, 很简单, 你去主动服用至纯神学。 啊? 大狗绷不住了。 你这和让我去送死, 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啊。 秦义一脸的理所应当, 我就是要你去送死。 大狗先是一狗脸的不解, 随后眼珠子贼溜一转, 猜到了秦义的想法。 不得不说, 这小子提出来的想法, 还真有几分可行性。 而且的确冒险, 假如赌错了, 绝对必死无疑。 但如果赌对了, 他这一世重开, 大概率能打破前世的极限, 走到更远的境界。 甚至凭借自己的实力, 去为主人复仇, 都有可能。 大狗的一颗小心脏扑东狂跳, 心头传来一阵阵心悸感, 这是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预警, 是他趋吉避凶的天赋本能。 但这一次, 不知是被秦义这一路来不要命的变强方法所打动, 还是终于决定拼命一次。 大狗无视了心计, 决定和秦义干一波大的。 他从地上站起, 面朝血狐, 昂首挺胸。 走, 这次我接了。 好, 不愧是大狗, 狗胆包天。 秦义哈哈大笑, 暗自给他竖了的大拇指。 两人起身, 准备走向血狐, 引发的动静, 惊醒了邱义涵师徒和陈轩三人。 你们要去寻那一滴金色血滴? 江天放问道。 没错, 秦义点头。 嗯, 江天放本想说自己可以出手帮忙, 但害怕秦义悟以为他要夺取机缘, 所以还是选择了不说。 那金色血滴一看就是一桩大机缘, 但他无意争夺。 取走金色血滴后, 你要自己使用吗? 邱义涵冷布丁多了一嘴, 一旁的陈轩满脸黑线, 好笑道, 金色血滴定然是超然神物, 一哥取走后不自己用, 难不成给狗用。 陈轩本想开个玩笑, 却不料话刚说完, 秦义居然点了点头, 一本正经道。 小轩子你猜对了, 金色血滴还真是给狗用的。 陈轩? 江天放? 三人看了看不远处神奇的大狗, 又看了看下定决心的秦义, 脑子嗡嗡作响。 不是, 大哥你真没开玩笑啊。 第五十四章, 不朽今生。 无风无浪的血湖边, 一条大狗以双腿站立, 两只狗爪紧紧抱着石碑, 盯着深邃如鸢的湖面, 咽了口口水。 在他身后, 秦义收起了笑容, 传音叮嘱道, 你先别急着下去, 先把邱一涵送出巨神胸枪再跳。 在座四人一狗中, 秦义、 陈轩、 江天放都吸食过血雾, 拥有误人气息, 不会引起湖中误人的攻击。 但大狗和邱一涵没有误人气息, 必须依靠石碑庇护才能免遭伤害。 如今, 大狗要拿着石碑跳壶, 邱一涵自然得提前去避难。 众人此刻都已经清楚, 误人不会离开血湖。 你不早说? 大狗郁闷得不行, 他做了半天的心理准备, 刚想要跳, 又被秦义打断了。 一人一狗带着石碑, 护送着邱一涵回到前往地面的阶梯处, 这才安心返回。 至于陈轩和江天放, 他们依然留在了血湖附近, 以防出现异变, 秦义孤立无援, 没有帮手。 重新站在湖岸边, 大狗又开始犹豫不决了, 慢慢开始做心理建设。 身后的秦义等得不耐烦了, 一伸手, 直接给大狗推进了湖里。 紧接着, 他和陈轩挥了挥手, 自己也跳了下去。 扑通, 水花似箭, 大狗的喊骂声传音入耳。 吵, 我可能不是人, 但你这家伙是真的狗。 进入泄湖后, 无边血水将大狗包裹在内, 逐渐侵蚀着他的肉身, 吞噬他的气血。 起初, 这种感觉像是蚂蚁在身上爬, 略有些痒。 但时间超过一分钟后, 扫痒慢慢变成了疼痛, 抽水扒金般的剧痛。 大狗痛得直子牙, 想放声大叫, 却又害怕血水进口, 引发更大的风险, 只能憋住, 憋得狗脸都涨红了。 在如此疼痛的情况下, 他还得坚持运转气血控制功法, 强行静下心, 细致入微地操纵体内气血, 以防一个不注意被血水牵引吞噬。 这种感觉, 相当于人类不打麻药做手术, 编手术, 还要编解数学题。 如若不是大狗灵魂强度极高, 有前世的经验为底子, 早就顶不住了。 嗡嗡嗡。 在大狗怀里, 那一块残破的石碑不断发出嗡鸣, 令周边的血水愈发躁动, 不仅没有保护大狗, 反而加重了大狗的压力。 大狗这下真是心力交瘁, 瞥了眼游到身前带露的秦义, 却见对方一脸淡定, 看不出任何痛苦。 妈的, 你果然是妖念。 这都能面不改色, 怕不是已经适应血壶的腐蚀了。 一人一狗游了十多分钟, 秦义凭借脑域中巨神残魂的联系, 察觉到了至纯神血的方位。 他转过头, 在下方十多米处赫然悬浮着一滴纯金色的血滴, 在星红的血壶中格外显眼。 仔细望去, 金色血滴的表面环绕着一条条细小的锁链, 阴晕着浓厚的大道气息, 神圣而又精纯, 叫人看上眼后便挪不开眼睛, 满脑子都是想着吞下至纯神血。 大狗看得都要流哈喇子了。 纵然是加持了二级我心如铁 与一级心明眼亮的情谊, 都有点遭不住诱惑, 蠢蠢欲动。 他用力揪了一下大狗的狗肉, 突如其来的肉痛叠加上持续不断的血壶侵蚀之痛, 瞬间让大狗从迷幻中惊醒过来。 靠, 你干嘛揪我? 传音提醒我不就行了吗? 你的肉手感好, 我忍不住。 秦义发现和大狗传音聊天, 能有效抵抗至纯神血的抵抗。 你, 算了, 狗也我不和你一般计较, 先走一步, 等我好消息吧。 调侃两句后, 大狗的心态也放松了不手, 他吐出几个气泡, 一鼓作气, 抱着石碑, 以狗爬式游向至纯神血。 哗! 大狗越接近至纯神血, 石碑上迸发出的光泽便越惊人。 到后来, 即将触碰到神血之时, 石碑已然开始剧烈震战, 带动着整座血壶都沸腾了起来。 秦义跟在大狗后头, 一同游向至纯神血, 随时准备出手带大狗上岸。 但, 他逐渐发现, 距离神血越近, 血水的特性便越暴躁, 对于肉身的压力骤然暴增, 每前进一米, 都是数倍变化。 秦义猛然向前游出一大步, 拥有三级钢筋铁骨的肉身, 净脆弱得像玻璃一样, 逐渐碎裂, 崩出鲜血。 而这血一流, 就像遇到了抽水泵一样, 疯狂往外冲, 被血水吞噬。 他心头一惊, 急忙后退了几步, 压力顿时减小, 三级肉身恢复力生效, 将军裂的伤口愈合。 抬眸看去, 抱着石碑的大狗, 居然毫发无损地前进着, 虽然缓慢如归, 但总归没有发生意外。 吞下神血前, 石碑能护人安然无恙。 秦义冷静了一会, 随后继续向前游动, 这次他学乖了, 放慢速度, 逐渐适应着加大的压力, 利用至纯神血锤炼肉身, 激活适应性进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一百多米的距离, 大狗和秦义游了快两个小时, 终于要触碰到至纯神血了。 在这两个小时里, 秦义的肉身不断裂开, 又不断愈合, 渐渐地, 完全适应了至纯神血带来的 极致侵蚀和压迫, 蜕变出了全新的肉身。 丁,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 尊者不朽灵性的倒压, 进化出被动技能, 钢筋铁骨, LV4。 丁, 你的细胞多次从破败中恢复, 成功进化出被动技能, 肉身恢复力, LV4。 这两个与战力关系最大的技能, 可算是四级了。 三级的钢筋铁骨加肉身恢复力, 就能让他的身体抗衡宗师, 如今四级, 恐怕堪比大宗师了。 不过, 这次接近至纯神血带来的收获, 远不止如此, 还有意外之喜。 丁, 你的细胞在毁灭与新生中, 吸收了一丝不朽灵性。 不朽灵性融合钢筋铁骨, LV4融和肉身恢复力, LV4, 你净化出天赋神通, 不朽金身, LV1。 系统播报声结束, 至纯神血带来的侵蚀和压迫, 已经没法让秦义产生感觉。 他发现自己的体表, 引有金色纹路浮现, 弥漫出不朽气息, 生机盎然。 而另一边, 大狗悬浮在至纯神血前, 狗嘴一张, 一口吃下了至纯神血。 紧接着, 他焦急地向秦义传音道, 我估计马上就要昏迷, 你抓紧时间, 给我送到绝世神兵那。 没错, 秦义提出的冒险方案, 就是让大狗故意吞下至纯神血送死, 然后帮大狗送到绝世神兵那, 赌绝世神兵不会坐视不管, 会出手救下大狗, 帮他调节体内的至纯神血。 这个计划很赌, 但一旦赌成功, 对于大狗来说, 收益大到难以估量。 第55章 神兵出手, 大狗蜕变, 啪哒啪哒啪哒。 大狗吞下至纯神血的下一秒, 秦义没有半点犹豫, 浑身筋骨轰鸣作响, 肌肤表面浮现出一层璀璨的筋芒, 他蹭的一下破开粘稠的血水, 一把抓住大狗, 抱着他便往湖面冲。 不朽精神的强横超乎秦义预料, 不管是血水的侵蚀, 还是湖水的阻碍, 都没法减缓不朽精神的前行速度。 他就像是一枚鱼类, 贯穿水泽, 直抵目的地。 能带不朽二字的技能, 怎么想都不会差。 哗啦! 原本两个多小时才能游完的距离, 秦义这次只用了十多分钟就结束了, 他猛地冲出湖面, 用力向下一踩。 浓郁的气血之力呼啸而出, 撑着秦义的双脚, 让他没有重新落入湖中, 反而借力冲刺, 非一般冲向了远处的血管口。 他用脚尖倾点血湖湖面, 如同传闻中的淋波微步一般, 踏水而行, 灵动轻盈。 这匪夷所思的一幕落入江天放眼中, 惊得他瞪大了眼睛, 呼吸停滞。 气血外放, 乃是武士境界才能做到的事情, 秦义以九段舞者之境做到这点也就罢了。 但这小子居然还能如此精细化地利用气血, 借助少量外放气血, 为自己垫脚, 看似简单, 却是宗师及舞者都很难做到的事情。 把气血控制打磨到入微级别, 纵然是如今的江天放都还做不到, 他能踏空而行, 主要借助了神念之力。 秦义到底还能带给自己多大的惊吓和惊喜。 江天放沉默了, 习武这么多年来, 他自认见过无数天骄, 但从未认为自己比他们差。 然而这一次, 他与秦义的差距已是肉眼可见, 天壤之别。 他头一次发自内心地觉得, 自己与秦义不是一个级别的舞者。 哒,哒,哒, 蜻蜓点水般的脆响还在回荡。 江天放永远想不到, 进化出顾本培元技能的秦义, 气血控制力远不适, 入微能碰瓷的。 他抱着已经昏死过去的大狗, 步伐不断加快, 宛若一道幻影, 飞奔于水面之上, 一分钟不到的功夫, 就抵达了熟悉的血管口, 并跨入其中。 与此同时, 秦义手中的大狗通体血红, 毛发焦黑, 浑身的血液似乎都被点燃了, 体表温度暴增。 若不是石碑在不断嗡鸣, 利用道义遏制制纯神血, 大狗已经变成熟狗肉了。 按理说, 服下制纯神血后, 石碑就不会再去管神血了。 如今还在发力, 应当是因为大狗面临生命危险, 石碑上残留的道义在主动救助大狗。 如此看来, 神兵大概率也会出手。 秦义心思一定, 没有浪费时间, 一路狂奔, 不敢有丝毫停歇。 但大狗服下制纯神血后, 遭殃的不仅仅是大狗本身, 抓着大狗的秦义也感觉到了异变, 有一股莫名的重力压在他身上, 疯狂增强, 即将突破150倍重力压强。 一百倍重力乃是九段舞者能承受的极限, 再往后的一百五十倍重力, 已经到了五十范畴了。 好在这种压力对于不朽今生来说, 不值一提, 甚至没有产生多少感觉, 秦义依旧剑步如飞。 从巨神残魂遗留的记忆中, 秦义还知晓了一个隐秘, 那便是巨神的族群名为神族, 极为不凡, 天生神魂, 被生白亿, 在额头处拥有第三只眼睛, 可窥探生死奥秘。 巨神作为尊者, 曾执掌重力大道, 勘破引力法则, 因此至唇神血, 才能在外人身上加持恐怖的重力压强。 秦义甚至怀疑, 玄天秘境中的土特产重力金石, 也和逝去的巨神有关。 WONG! 几秒钟后, 加持在秦义身上的重力已经达到两百倍, 他身上仿佛背了一座大山, 假如踩在正常的地面上, 恐怕每一步都会踩出一个大坑, 引起地震。 但在巨神体内, 此等重力掀不起什么波澜。 终于, 在重力突破三百倍之前, 秦义看见了那一块扎入神灵肉身的巨毛部分, 想都没想, 第一时间就把大狗放在了巨毛边上。 大狗身上的狗毛已经全部烧没了, 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胶臭味, 秦义触碰大狗的脖梗, 脸色凝重, 右手发烫, 没感觉到脉搏。 要知道, 秦义是净化出了一级高温抗性的三百度以内的温度, 他几乎不会有感觉。 但此刻, 大狗的肉身让他感觉到发烫了。 这温度究竟得多高? 不会已经成熟狗肉了吧? 秦义有点慌了, 他本以为大狗借助石碑, 至少一个小时内不会出事。 然而, 服下至纯神血, 要先扛过一系列的极端状态, 才会开始面对神性同化污染。 毕竟, 巨神也不想在一个废物的身体上复活, 所以至纯神血必须具有一定的筛选性, 筛除掉肉身不太行的人。 大狗此时的肉身已经焚化, 所有器官都被高压碾碎, 说是一条死狗都不为过了。 但秦义通过微弱的精神力仔细探查, 还是能发现些许生机的。 大狗的命很硬, 没有完全死去。 现在, 只能祈祷神毛会主动救下奄奄一息的大狗了。 秦义蹲在大狗身旁, 心中紧张, 大气都不敢喘。 大狗跟着他的这段时间里, 他已经把对方当作了朋友。 以他的性格, 自然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就此失去。 一定要成功啊。 妈的, 大狗你要是在这儿死了, 还怎么去找你的主人? 自称狗爷, 最后变成属狗肉死掉。 太丢奋了, 你给我撑住。 秦义捏紧拳头, 暗暗低吼。 刷! 似乎是听见秦义的话语, 大狗的身躯微微颤动了一下。 紧接着, 他身前的巨毛迸发出万丈光芒, 一股灵力的杀气涌入大狗体内, 眨眼间震压住了治唇神穴的力量。 撑, 成功了! 神兵之上留有大狗主人的印记与力量, 这股力量最终还是出手了, 帮助大狗消化治唇神穴。 神兵和石碑虽然没有意识, 但本能地亲近大狗, 不会做官大狗死去, 见死不救。 治唇神穴的副作用被神兵强行压制, 大狗主人的力量正在一点点压榨金色血滴中的不朽灵性, 将其融入大狗体内。 大狗全身的狗毛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恢复, 新生的狗毛透着淡淡的光泽, 生机盎然,颇为不俗。 一缕缕血丝从大狗的蹊跷飘荡而出, 交织汇聚, 逐渐笼罩住了大狗, 结成了一个红色的血泳。 大狗的蜕变, 就此开始! 第56章, 离开神尸。 大狗结成的血泳大概有一米左右的大小, 表面温度高达200度, 炙热无比。 不过这点温度对情义来说不算什么, 连一级高温抗性的临界点都没到。 血泳凝结完毕, 除了大狗外, 大狗一直抱着的石碑也一起呆在了血泳中。 一切骚动就此平息, 神兵也暗淡了下来, 光泽消散, 再无波动, 仿佛变成了一块普普通通的铁板。 这是为了救大狗耗尽了力量吗? 秦义摸了摸下巴, 尝试着触摸神兵, 发现很轻松就做到了。 原本他太过靠近神兵, 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现在直接触碰都没事。 能从神兵边上路过, 还是得益于大狗的气息庇护。 不过, 纵然神兵失去了绝大部分力量, 他接触神兵本体的右手, 还是传来了刺痛感。 收回一看, 食指皮肤上多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平整伤痕。 单靠材质, 就能破开我的不朽精深。 我果然还是差得远。 秦义刚淬炼出不朽精深那几个小时, 颇有一种老子已经天下无敌的幻觉。 现在, 这种幻觉已经消除了。 至少在称尊前, 无敌两个字与秦义没关系。 我只是个九段舞者罢了, 连武士都不是。 戒骄戒躁, 戒骄戒躁。 被人吹嘘久了, 人就会不自觉地飘了, 这不可取。 他把大狗结成的血泳抗在肩上, 随后大步走出血管, 准备和江天放, 邱一寒一起离开巨神的肉身。 自打从阶梯一路下来, 他们已经在巨神肉身内待了两三天了。 这短短的两三天时间, 却让秦义感觉过了好几年。 发生太多事了。 重新回到血湖, 失去了治唇神血后, 血湖的颜色竟缓缓退去, 星红之色淡化, 逐渐变成了一处清澈的普通湖泊。 无数依托血湖存在的雾人在嘶吼中破散死亡, 在湖底, 两头堪比山海净强者的顶级雾人同样在挣扎, 可却无济于事。 没有了本源持续供应力量, 雾人不可能存活下来。 这位妄图复活的巨神, 被秦义和大狗彻底击杀了, 再无复苏的机会。 走吧, 我们该离开这了。 秦义收回注视, 向陈轩和江天放说道, 我就说一个能成吧。 陈轩见秦义安全归来, 松了口气, 露出笑意。 江天放多看了几眼秦义肩上的血涌, 基本猜到了大狗的结局, 点头道, 是该走了。 三人踏上回归地面的阶梯, 没走几步, 就看见停留在原地等待他们的邱一涵。 都解决了。 邱一涵好奇地观察着秦义和血涌。 秦义汗手, 解决了, 至纯神血被大狗服下, 需要慢慢消化蜕变。 江天放三人, 虽然对这个结局早有预料, 但真当秦义亲口说出来时, 神色还是有些微妙。 传说中的七阶灵雾, 治纯神血, 竟真的喂狗了。 而且在秦义脸上, 看不见后悔和心疼, 说明秦义真没有太在乎治纯神血的归属。 给狗了也无所谓。 你的心性, 或许比我这老家伙还要成熟。 江天放感慨万千, 忽然捕捉到一股玄妙的波动。 他循着波动感应而去, 最终, 神念落在了秦义身上。 看来治纯神血虽然给了狗, 但秦义也有大收获, 再度完成了蜕变, 还是肉身上的蜕变。 这股波动和治纯神仙有些相似, 都带着不朽灵性。 还是九段舞者, 秦义已经开始触碰尊者境界的关键了吗? 人比人, 还真是气死人。 江天放不动神色, 没有暴露出秦义提前预预出不朽灵性的信息, 只是对秦义暗示道, 这次回去, 你得马上去五戒兑换一门B级以上的遮掩功法, 掩盖自己的气息和境界。 不然, 有可能出现麻烦。 若是你的贡献点不够, 可以来找我, 到时候, 我们加个五戒好友就是。 江天放自己的遮掩功法, 需要配合正文使用, 不适合秦义, 所以他没有直接送秦义一门功法, 转而叫他自己去买。 秦义听出了江天放言语中的关切和深意, 心头一暖, 用力点了点头。 一路无话, 四人走了两个多小时, 可算是返回了地面, 重见天明。 扫尸四周, 黄沙漫天, 烈日悬空, 一片死寂。 血雾却已然退去, 再不见踪迹。 血雾荒漠, 此后将不复存在。 秦义下意识回眸, 望着深邃如鸢的阶梯, 心中百味杂陈。 巨神肉身中, 还有很多好东西, 他没法取走。 未来, 他肯定还会再回此地一趟。 这处境地的危险程度远超地极, 不适合进入玄天秘境的舞者历练。 我准备封印这个入口。 江天放开始在地上撰刻大型阵纹, 不断从储物袋中取出材料, 准备布阵。 你们再想想, 还有没有东西落在下面, 等等封印大阵布置完成后, 再想解开就不容易了。 秦义和邱一涵对视一眼, 摇了摇头, 该拿的东西都已经拿了。 那我开始了。 江天放全心投入到阵法布置中, 封印巨神肉身入口, 是个大工程, 他不敢大意, 拿出了全部实力。 一旁, 邱一涵在认真观摩自己老师的手法, 学习积累高阶阵法的布置经验。 陈轩则若有所思地蹲在地上, 打量着大狗结成的血泳, 忍不住用食指轻轻触碰了一下。 此。 煞时间, 一缕黑烟升起, 陈轩被高温烤得食指灼痛, 赶忙缩了回来。 卧槽, 这么烫, 一格杂, 一路背回来, 脸色都不带变的。 他转头看向秦义, 却见秦义尖头的衣物被高温烧出了一个大缺口, 但肌肤白皙如玉, 提标有生气流转, 完美无瑕。 一格的肉身, 已经恐怖到这种地步了吗? 陈轩心头一震, 原本还自傲于蜕变后的顶级天资, 现在则完全傲不起来了。 一格习武时间比他还短, 如今已经强到他看不懂的水平了。 不行, 必须马上修炼。 陈轩不再多看血泳, 席地而坐, 专心修行。 而前方的秦义却没想到自己对小轩子还有激励作用。 此刻的他正一心一意地观看着自己的个人面板。 在巨神肉身内经历了这么多事, 净化了这么多技能, 他的各项属性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57章 返回鱼航, 未来规划。 一片光幕闪现而出, 除了秦义本人外, 无人可以看见。 姓名, 秦义。 生命层次, 种族, 恒星及人族, 1%。 力量, 65。 体质, 500。 敏捷, 50。 精神, 150。 天赋, 细胞适应性进化。 技能, 柔弱无骨, 脸部红星不跳, 灵气清合, LV9, 不朽精深, LV1, 疼痛忍耐, LV5, 铁胃, LV4, 嘴硬, LV3, 抗毒性, LV3, 我心如铁, LV2, 心明眼亮, LV1。 战力评价, 不怕高温, 不怕剧毒, 不怕无氧, 断肢可重生, 自攻可掌鸟, 肉身出具不朽性, 你只差时间, 弥补境界差距, 便可横扫蓝星人族, 一切添交。 从一开始的癌症晚期, 野狗都打不过, 到现在的肉身比肩大宗师, 情义只花了不到两个月。 看着技能蓝长长的各类被动技能, 他心中尤然产生了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距离全身挂满被动, 彻底无敌又进了一步。 情义如今的肉身虽然可以媲美大宗师, 但力量, 敏捷都停留在武师水准, 和体质足足差了两个大境界, 极不平衡。 气血总量也停在了90卡。 这样发展下去,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等回到鱼航, 必须抓紧时间修炼了, 至少修炼到高阶武师再出关。 他默默规划好未来的修行计划, 下定决心闭关一段时间。 吸食了大量血污后, 情义体内残留有数不清的精纯血气, 只要稍稍淬炼, 就能化为自身气血,增强实力。 再加上情义的肉身提前达到了大宗师强度, 配合九级灵气清河, 他的修行速度绝对是一日千里, 马上就能冲破武师关爱。 至于精神力, 其他舞者在成就宗师前很难修炼精神力, 而情义提前开辟了石海, 倒是可以尝试修炼一番。 另外, 巨神残魂还被镇压在他石海深处, 通过剥削巨神残魂的魂力, 情义的精神力已经在稳步增长了。 等到完全消化完巨神残魂, 估计精神力总量能冲破一万点。 一千点精神力就能将石海填充为一个大池塘, 拥有凝神化石的能力也极是释放神石。 神石又称神念, 是舞者跨入大宗师的象征。 一缕神念至少需要一百条精神力紧密编织才可形成, 强度比起精神力恐怖了百倍。 除了能外放探查四周环境外, 据说以念欲见、 踏空而行等操作都和神念有关。 令人期待啊。 不过, 除了属性合技能外, 更让秦义关注的, 是那一行所谓的生命层次、 种族。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不久前自己还是行星级人族, 百分之五十五。 而进化出不朽精神后, 直接蜕变为了恒星级人族。 这应该就是代表着生命层次的进化。 行星级人族的意思, 估计是只能在蓝星上生存的人族。 而成为恒星级后, 就说明我有了离开行星, 在外太空独立生存的能力。 要是让现在的秦义离开蓝星, 前往环境条件极端的外太空, 只要不强行作死, 他还真可以勉强生存下来。 看样子, 不管我怎么进化, 总归还是人族, 不会变成其他什么奇心怪状的种族。 秦义最担心的, 就是自己一觉醒来, 突然模样大变, 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 个人面板差不多看完了。 秦义用意识抹出光幕, 回过神来, 刚睁眼就看见正在努力修炼的陈轩。 不错嘛, 年轻人很有动脸。 秦义其实一直担心自己变强的速度太快, 慢慢和陈轩有了无法弥补的代沟, 最终渐行渐远。 但现在, 陈轩也获得了绝顶天赋, 应该不至于被他甩得太远了。 转眸远望, 正前方的神尸入口已经被黄沙填满, 一座无形的阵法布置完毕, 抹平了一切痕迹, 将神尸入口的痕迹彻底遮掩。 即使是秦义也看不出来, 这里曾经有个一路向下的台阶入口。 阵法还真是方便啊, 效果种类多样, 可以适应舞者的绝大部分需求。 有空可以稍微学一学试试。 阵法布置完了, 有这座五阶风沙漫天赈在, 风猴镜以下的舞者, 没法察觉入口的存在。 江天放收拾着地上没用完的材料, 而后拍了拍手, 缓缓站起, 神色隐隐带着一丝得意。 布阵毕竟是他的拿手好戏。 在他身后, 邱义涵欣赏完了师父的手艺, 同样站起身, 朝秦义问道, 你和陈轩接下来准备去了, 直接回渔航吗? 是的, 静秘境这么久, 该回去整顿休息一番了。 秦义点点头, 反问道, 你们呢, 听你的语气, 你们师徒俩是不打算马上回去了? 没错。 江天放率先回答道, 我受渔航执政听之托, 除了调查血污外, 还需要平息受潮, 让玄天秘境恢复正常, 暂时不能回去。 受潮? 玄天秘境离奇出现的大面积受潮, 似乎和血污有关。 因为凶兽们的栖息地遭到血污侵蚀, 他们抱团迁移, 这才导致了频繁出现大规模受潮。 秦义斟酌了一番语句, 把自己的猜测告知给了江天放。 对方微微汗手露出恍然的神色, 眼前这位青年的洞察力还真是细致入微, 通过血污推测出了受潮的成因, 节省了他一大笔时间。 又欠了个人情啊。 你的猜测大概率是正确的, 若非血污, 玄天秘境的凶兽们也不会骚动。 江天放愈发欣赏秦义, 再次叮嘱道, 你出去后一定要加一下我的武剑, 直接搜我的名字就行。 切记切记, 别忘了我。 说到家好友这件事, 一旁的邱亦涵也显得非常在意, 一对美眸频频望向秦义, 却又不说话。 秦义挠了挠头, 印下此事, 保证一定会加上二人的好友。 他也发现了邱亦涵老是偷看自己的行为, 不过秦义一心习武, 在无敌之前, 绝不会动情。 女人, 只会妨碍她进化的速度。 慢着, 好像也不对。 假如我找到女朋友, 然后日夜操劳, 会不会进化出一些奇怪技能, 比如金枪不倒, LV1之类的。 嗨嗨, 秦义一下子有点想歪了。 哦对了, 你的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破涌而出, 回到渔航后, 背着这么一个血涌, 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江天放右手一张, 丢给了秦义一张白符。 这是三阶的灵兽符, 可以作为灵兽的居所, 让他们暂住在里面。 你把血涌收入灵兽符, 能省不少事。 秦义脸色一洗, 先是道谢, 随后收下了灵兽符, 拍在血涌上。 心念一动, 血涌顿时消失不见, 被收入到符文中。 灵兽符中的一切情况, 都清晰地显现在秦义脑海中, 大狗一旦破涌而出, 他第一时间就能感知到。 好东西。 再度和江天放道谢后, 四人两两结对, 相互道别, 各奔东西。 江天放师徒二人继续深入玄天秘境, 而秦义则是唤醒了陈轩, 一同朝着秘境出口走去。 在秘境待了十多天, 也不知道渔航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第58章, 金胖子。 怪石灵巡的戈壁滩中, 两道身影急迟而过, 扬起风尘。 定睛一看, 这两道身影赫然是两位人类舞者, 境界不俗, 一位九段, 一位更是低阶舞师。 这两位, 正是刚从血雾荒漠离开的秦义和陈轩。 此时, 他们两人都没有收敛自身的强大气息, 任凭气息飘散, 震慑潜伏在四周的异兽。 低于二阶顶尖的凶兽, 一旦闻到他们的气息, 必然退避三射, 不会正面硬刚送命。 至于高于二阶的霸主及凶兽, 一般都窝聚在自己的地盘里, 极少外出, 只要运气不是太差, 正常舞者是非常难遇到他们的。 玄天秘境中, 不算可能出现的一族, 最强的也就是三阶霸主及凶兽了。 总之这一路走来, 二人也没遇到什么危险。 本来他们全力奔跑一天一夜, 就能找到最近的空间出口, 可陈轩总是在半路上停下, 摘一摘一阶乃至不入流的灵果, 砍几头低级的异兽, 收敛尸体, 非要把他那个一级储物袋装满才舒服。 按照他的话说, 这一颗不入流的灵果, 也能卖上数千, 比得上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秦义听完也明白了, 陈轩这是穷怕了, 好不容易有了武师实力, 心态还停留在底层穷苦时期。 这样也好, 人一下子暴富, 心态和性格都可能出现问题, 慢慢来吧。 秦义紧了紧别在腰间的B级储物袋, 按纳住了告诉陈轩他到底多有钱的心思。 这B级储物袋里, 满满的都是虫族尸体, 最差也是二阶虫族, 一阶他都看不上。 换算成贡献或是金钱, 绝对是一笔天价, 一笔足够让他肆意妄为花费到宗师的天价。 嗯, 顺带还能包养陈轩的那种。 一哥我们到了。 在秘境中穿行了快两天, 他们可算抵达了目的地。 看着身前悬浮在半空的黑色裂缝, 秦义下意识松了口气, 率先走了进去。 嗡。 四周的场景如流水般晃动, 逐渐模糊, 最后他两眼一黑, 感觉有一股重力压在自己身上。 不到一秒钟, 这股重力就消散了, 秦义的视线缓缓恢复, 重见光明, 一睁眼, 映入眼帘的便是人流涌动的秘境广场, 成千上万的舞者正在排队进入秘境。 这就……回来了吗? 也没人过来检查一下我。 秦义晃了晃脑袋, 稍微等了一会, 却不见有工作人员来对自己进行检查。 就不怕我被一族夺赦, 或是被某头植物易受寄生了。 他眉头一皱, 抬眸望向高悬在空间裂缝前的恐怖雪剑, 顿时明白了过来。 恐怕人类舞者回归的安检, 已经在翘无声息中被雪剑鉴定完毕了。 他四处张望, 果不其然, 看见了几百米外的一处空地上, 三位工作人员正在清理一具残破的尸体。 那尸体上赫然散发着凌厉的剑气。 不用想, 这尸体生前铁定是出了什么乱子, 回归后被悬空雪剑检测到了, 一剑斩杀。 不得不说, 还挺有安全感。 刷! 就在这时, 陈轩也通过空间裂缝回到了秘境广场。 他望着人山人海的广场, 神色莫名有些悲戏, 手中攥着几个令牌, 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些令牌, 应该就是他那些队友的遗物了。 秦逸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有多说什么。 能带着陈轩这个准舞者进入秘境的, 一定也是极为交好的朋友了。 如今陨落, 只能说世事无常。 陈轩很快调整好了情绪, 从悲伤中走出, 毛子里浮现出坚毅, 收好令牌, 跟着秦逸一同回到了秘境局的主厅。 一哥, 我先去登记信息, 顺便把你的任务结算掉。 陈轩他们小队之前发布了一个求救任务, 这才引来了秦逸的救援。 如今, 虽然只有陈轩被救了出来, 但该结算的奖励还是要结算。 好, 你去吧。 秦逸点点头, 自己也走到了一个窗口前, 把安全归来的信息登记了一下。 随后, 他摸了摸自己的储物袋, 准备先处理一下储物袋里的好东西。 说起售卖易受尸体, 秦逸只知道两个渠道, 一个是在五届上售卖, 类似于前世在淘宝合并西西上开店铺, 优点是, 价格可以自己订, 只需要付出些许分成给平台。 缺点则是得慢慢等买家, 有可能烂在手里。 而另一个渠道, 就是在秘境局就地售卖, 优点是, 马上就能出手, 得到贡献与金钱, 缺点是, 价格低于市场价。 此来想去, 秦逸决定拿出一部分二阶虫尸就地卖掉, 剩下一部分精品, 则是放在五届上慢慢出售。 他取下储物袋, 正欲询问前台小姐姐在哪里售卖虫尸, 却不曾想, 忽然听见了大厅外的吆喝声, 随即闭上了嘴巴。 大批量收凶兽尸体, 只要二阶以上的, 一阶不要, 价格公道, 有多少收多少。 在秘境局外的那几条马路上, 常有无者摆摊售卖各类灵物, 因此出现收购伤也不稀奇。 有多少收多少? 有趣。 秦逸起了兴趣, 走出大厅, 第一眼就看见了一位被人群团团围绕的胖子。 这胖子长着八字胡, 五官狭小, 眼睛像是一条细缝, 眯着, 看不清眼神。 他穿着一身西装, 体态臃肿, 略显滑稽。 不断大喊着自己的收购声音。 秦逸看见这胖子的第一眼, 脑子里就蹦出了一个字, 肥而不腻。 这胖子看起来像是个老实人, 但估计精明得很。 看他外表滑稽, 实际上修为竟也有中阶五十层次。 也是, 若是修为不够, 怎么敢亲自出来做生意? 秦逸朝着胖子大步走去, 挤开拥短的人群凑到了胖子身前。 这些围观群众大多都是看戏凑热闹的, 他们实力一般, 不可能卖得出二阶凶兽尸体。 你说价格公道, 到底是多少钱? 来个明确的数字, 秦逸开门见山, 那胖子捕捉痕迹地打量了一番情谊, 见对方只是九段舞者境界, 心中好笑, 但脸上还是认真地回答道, 是尸体完整度和新鲜度来定。 我们有专业的鉴定师, 若是品质够高, 一头二阶低级的领主, 我可以出价三百万, 再加上三千点贡献。 或者, 你可以选择不要贡献合钱, 以物易物, 兑换等价零物。 胖子不认为, 一位九段舞者手上能有多少二阶凶兽, 顶天了也就靠运气, 减露个一头。 不过出于职业素养, 他不会得罪任何人, 哪怕是一位准舞者来问价, 照样以礼相待。 三百万元加三千点贡献, 的确不算坑人了, 这价格很公道。 秦逸翻越过五届, 知道一颗一阶灵果, 也就小几百贡献点。 我这有二阶凶兽尸体, 量很大, 你说有多少要多少, 这能全部吃下吗? 秦逸继问道, 文言, 胖子有点被惊到了, 区区一个九段舞者, 居然担心他没实力吃下全部的货。 你这九段舞者, 难不成有世家背景, 专门来为家族卖二阶凶兽? 不可能吧, 世家都有专门的渠道, 哪里会和外人分润? 他小心翼翼地拱手问道, 不知道小兄弟, 你是哪家的背景? 秦逸摇了摇头, 诚实地回答道, 我没有任何背景, 一介散人, 但手上恰好有很多二阶凶兽, 你真能全部收下, 那就卖给你。 一介散人, 你还这么大口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宗师呢? 胖子松了口气, 乐咳咳道, 小兄弟你放心, 我金方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吃不下的货。 来吧, 你有多少我收多少? 若是收不下, 我家里那颗五阶灵果, 一价抵押给你, 都无妨。 五阶灵果? 这胖子还真是个狗大户, 秦逸心头一动, 跟着胖子一起笑了起来。 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第59章, 半猪吃虎, 绝对在半猪吃虎。 啪。 秦逸心念一动, 轻轻一拍储物袋, 袋口便自行张开, 空间之力震荡, 一具庞大的虫族尸体, 漠然出现在地上。 得益于储物袋的特殊保存, 这具虫尸还很新鲜, 足有四五米长, 背声透明虫翅, 形似绯闻, 刚一出现, 就散发出一股骇人的血腥味。 周旁围观的群众, 尽数倒退术部, 空出了一大片平地。 二阶终极萤火飞虫, 尸体很新鲜, 完整度极高。 金胖子身后走出来一位白发老人, 穿着马褂, 敦赴于虫尸旁, 稍一触摸, 就分析出了虫尸的具体情况。 这倒是让金胖子微微心惊, 怀疑秦逸背后有高人相助, 否则区区一位九段舞者, 怎么可能捕猎二阶终极虫族? 他偷偷给不远处的下属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去查一查秦逸的底细, 表面上却不动神色, 一脸欢喜地大笑道, 这虫尸我收了, 不知道小兄弟还有。 哗啦! 金胖子话还没说完, 秦义腰间的除物袋又是一颤, 丢出了一头虫尸。 这虫尸同样是二阶萤火飞虫, 与第一具尸体别无二致, 就连伤口和死因都一模一样。 马褂老人常年检测凶兽尸骸, 经验丰富, 在看完这两具虫尸后, 心头已然有些震动。 这两具尸体都是被一拳打死的, 这一拳打在他们的头部要害, 一击毙命。 不管是拳音的位置还是深度, 两具尸体竟完全相同, 我压根看不出区别。 少爷你要小心, 这青年背后绝对有高人, 若非强者, 不可能将力量控制得这般精准, 而又恰到好处。 他把自己的发现暗中传音给了金胖子。 金胖子的神色顿时凝重了几分, 再度想要开口, 却又被一道响声打断。 啪哒,啪哒,啪哒。 只见情义腰间的皮革储物带带口大张, 疯狂向外放出尸体, 不一会儿竟堆叠如山, 每一具尸体都散发着至少二阶的气息, 甚至二阶顶级都有好几具。 所有尸体全部都是萤火飞虫, 数量绝对超过了50具。 这么多的二阶凶兽尸体堆积在一起, 场面壮观无比, 很多舞者一辈子都没见过。 此等视觉冲击力, 比金山银山还要夸张。 毕竟,黄金可没有二阶凶兽尸体贵。 别说是普通舞者, 就是金胖子这个管理财政和灵物资源的世家子弟, 也在看见尸山后感觉到了口干舌燥。 这么多二阶虫尸, 怕不是得捅一整个飞虫窝才能得到。 幸好他家底充实, 一次性买下这50多具虫尸, 问题不大。 这要是处理好了, 转手卖出去, 绝对要赚妈了。 竞争家主之位又多了一枚筹码。 金胖子脸上的笑意更浓, 脸上的肥肉都挤在了一起。 他先是打了个手势, 事宜自家舞者严阵以待, 防止有人来偷抢货物, 随后取出了一张金卡, 递给秦义。 小兄弟, 这卡里一共两亿加二十万贡献, 足够支付这批货了。 但不料, 秦义摇了摇头, 没有收下金卡。 什么意思? 担心我骗人? 金胖子眉头一皱, 提醒道, 若是你不放心, 可以去秘境局先查一查这张卡。 我金胖子向来诚信, 可不会为了些迎头小利败坏金家名声。 秦义又摇了摇头, 露出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 淡淡道, 金先生不要这么急啊, 我这手上的货可还没放完呢。 啊? 还有? 金方陡然有了点不祥的预感, 此时他与秦义的距离很近, 视线向下一观察, 赫然看出了秦义腰间别着的储物袋, 是B级储物袋。 这种空间波动, 绝对是B级。 这小子真没有背景, 打死我也不信, B级储物袋, 没个一百多万贡献点是买不下来的。 慢着, 你, 该不会用二阶虫师填满了B级储物袋吧? 金胖子说话都在发抖。 索性秦义否认了此事, 没有。 他可没说谎, 秦义确实没有用二阶虫师装满储物袋, 因为储物袋里还有几个三阶霸主及虫族的部分躯体呢, 那是他辛辛苦苦拆到手的。 那就好, 真要有那么多虫师, 金胖子手上的贡献也不够全部买下, 必然要把那五阶邻国给秦义。 因为方家从商, 一直以诚信为家规, 在场这么多人听见了他金方说出的承诺, 要是违约,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继承家主之位了。 刷! 秦义的储物袋还在向外运输虫师, 除了萤火飞虫外, 还有地甲虫, 眼虫, 天牛甲虫, 九星瓢虫, 种类繁多, 且全部统一在二阶以上, 叫人目不暇接。 一分钟不到, 储物袋已经丢出一百多具虫尸了, 并且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众人看向秦义的眼神都变了。 你这数量的虫尸, 已经不是捅了萤火飞虫窝, 可以解释得清了。 该不会眼前这青年, 掀翻了一个二阶母虫巢巢吧。 这可是宗师都难以办到的事情。 眼见虫尸山逐渐演变为虫尸海, 作为鉴定师的马卦老头, 都有点忙不过来了, 他不断触碰着虫尸, 偶然间不小心碰到了一处蜷印, 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 嘴角一出鲜血。 咳咳咳, 他心神俱正, 惶恐至极, 来不及压制伤势, 赶忙向金胖子传音道。 少爷, 我在这虫尸上, 捕捉到了道义, 那是一种权益, 疯疯癫癫, 很可能触及到了大道层次。 大道层次? 这不是山海镜以上, 才能接触的东西吗? 你小子还说自己没背景? 金胖子有点慌了, 现在他的心情又舒爽又难受, 爽点在于这么多虫尸, 足够他大赚一笔。 而难受的地方在于, 场面上出现的虫尸数量快超过两百句了, 几乎要把整个过道站满, 他手上的贡献马上就要买不下了。 一想到五阶邻国可能会输给秦义, 他的心都在滴血。 不是, 我为什么要嘴尖啊? 金胖子只想抽自己几巴掌。 也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先前派出去的小弟把消息传回来了。 金胖子默默转过身, 取出手机, 打开一看, 然后, 他骤然愣在了原地。 根据他小弟传回来的这份资料, 和他做交易的少年名为秦义, 压根没有什么背景, 真的就是干干净净一介平民。 别说背景, 秦义的身世都称得上人间疾苦了。 妈的, 碰上硬查了, 这人恐怕是个出生于底层的天骄, 一直在扮猪吃虎, 隐藏实力。 这些虫子都是他自己杀的, 九段舞者境界。 狗都不信, 就是用来迷惑外人的。 操, 我被坑了, 金胖子一拍手机, 悔恨不已。 我嘴见的傻啊。 第六十章, 世家子弟的头脑。 人族舞蹈虽然基本上被各大家族占据了顶层位置, 但远没到垄断的地步。 在官方的制衡下, 普通人乃至于底层人只要有天赋, 也能通过公办的武校一路成长, 登临顶峰。 可以说, 这么多年来, 光是华夏就出了非常多底层崛起的故事。 而且不知道这些底层崛起之人是不是网络小说看多了, 个个都喜欢扮猪吃虎, 一路打脸登顶。 金胖子熟读过家中收藏的诸多点集, 甚至每个时代都会出那么一两个一路逆袭的妖孽。 剩下稍微没那么妖孽的天才, 更是数不胜数。 金胖子所处的金家世代经商, 积累起来的情报渠道比于杭职政厅还要强, 几乎不可能出错。 而根据情报显示, 秦毅在一个多月前还是个零卡废物, 连准舞者都不算。 可如今一看, 已是九段舞者。 境界突破这么快, 谁信啊? 越是强者, 越注重根基, 哪怕真能突破这么快, 也会压制境界, 夯实根基。 他绝逼是隐藏实力了, 最近才逐渐暴露, 准备装笔杨明, 获取官方扶持。 金胖子当场就认定, 秦毅是长久以来隐藏了实力的绝代天骄, 就等一个世家顽固子弟站出来挑衅, 给他打脸杨明。 我绝不能成为这个被打脸的。 相反, 我得交好他, 在他身上提前吓住。 不得不说, 金胖子有几分头脑, 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付出一枚五阶灵果虽然心疼, 但能交好一位未来有机会崛起的大佬, 倒也不亏。 就当做长远投资了吧。 他环顾即将淹没整片区域的虫尸, 担心可能会引发事故, 出现偷鸡摸狗之辈。 于是急忙走到秦毅面前, 苦笑道, 秦兄弟先停一停吧, 这样闹下去, 动静太大, 要不先让我收购部分。 剩下的部分你慢慢放, 我一定全部买下。 秦毅看了眼他讨好的神色, 汉首同意。 他从金胖子拿取走了两张金卡, 里面分别有三亿存款加上二十万贡献, 差不多够支付一百具重施的费用。 这种金卡都是由官方发布的高级储蓄卡, 可以在秘境局或是财政局进行取款, 非常方便。 一般来说, 交易都是打款, 不会直接送卡。 但金胖子特别喜欢送卡这种交易方式, 因为他觉得很有逼格, 跟别人不一样, 更能给顾客留下印象。 收好两张金卡, 秦毅第一次有了一秒暴富的感觉。 豪爽, 但又有些空虚。 金胖子趁此机会加上了秦毅的五届好友, 顺便将储蓄卡密码发送了过去。 面对场地上积压成海的虫尸, 他叫人取来七八个储物袋, 清点好一百具尸体, 不多不少, 存放完毕。 这倒是让秦毅稍感意外, 对方没有在收货的时候动手脚, 也没有对他出手的心思, 看来这金家还真有些家教涵养。 网文小说骇人啊, 他总感觉世家子弟多纹固。 仔细想想, 在一族入侵, 人族危机的大背景下, 世家对于自家子弟的管教应当更严厉才对, 反而不应该出现太多纹固。 一百具虫尸被买走后, 场面上看虫海的规模缩减了不少。 但秦毅的储物袋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外抛出虫尸, 按照这种速度, 没几分钟又要堆满路面了。 没办法, 金胖子只能出手继续拿金卡买虫尸, 这次他一共带了十张金卡, 三十张银卡, 原本想着能花一半就不错了。 可没料到出了秦毅这么一个变态, 金胖子真想问问, 大佬, 你是不是杀虫专家? 怎么带着虫子杀? B级储物袋一千立方米的储物空间一共存了一千五百多头虫尸, 除去已经放出来的两百多头, 还剩一千三百头。 之后, 每丢出一百头, 金胖子就会拿出金卡去买, 过程反复, 看得围观群众嘖嘖称奇。 半个小时后, 金胖子掏出了身上最后一张储蓄卡, 瞧着还在向外抛尸的储物袋面如死灰。 哪怕早早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真当要面对现实之时, 他还是没出息的心痛了。 你, 你到底还有多少虫尸? 不多了, 就剩下三百多具了。 金胖子, 还剩下三百多具, 你管这叫不多? 不仅是他, 围观群众听见这回答都无语了。 这随便一句二阶虫尸, 可能就是他们辛苦一整年的工资了。 你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金胖子的肥脸微微颤抖, 痛心疾首道, 你不是说手上的二阶虫尸没填满除袋吗? 一共一千五百多具, 这还叫没填满? 秦义无辜地摊了摊手, 我没骗你, 我的储物袋确实没被二阶虫尸填满, 因为还有三阶虫族的部分躯体啊。 说着, 他丢出了一根满是裂纹的黑色长脚, 这根黑脚上流露出淡淡的龙威, 在场的舞者们单单是用肉眼看上那么一眼, 便感觉头皮发麻, 如灵大敌。 这是龙虫脚, 出自三阶霸主级凶兽? 绝对不会错。 你你你, 你还杀了一头三阶霸主? 金胖子失态了, 他忍不住凑到秦义面前, 目不转睛地盯着黑色龙虫脚。 秦义收起龙虫脚, 摇头道, 没有, 只是得到了部分躯体。 哦, 原来如此。 金胖子莫名松了口气, 能打死三阶霸主, 那一定是宗师中的绝顶存在了。 秦义没能做到这一点, 说明还不到那个层次。 如此一来, 他还能在秦义没那么强的情况下, 进行投资。 总结一下, 秦义当前的真实实力应该是下品宗师左右, 提前领悟了道义, 并且是个误道天才, 前途无量。 不错不错, 趁着他还没太强, 这笔投资不亏。 金胖子默默点了点头, 可紧接着, 他就被秦义的下一句话吓噎到了。 当时, 有三头霸主重围攻我, 我打了半天没打死他们, 给他们联手跑了, 只留下了一些身躯。 秦义耸了耸肩, 一脸遗憾。 听完这段话, 金胖子已在心中放声痛哭, 压着三头霸主打, 兄弟, 你他妈不会已经是上品宗师了吧? 那他这一颗五阶灵果, 投资价值就没那么大了。 不行, 亏都已经亏了, 干脆加大筹码, 拿出让大宗师都能心动的灵物, 交好秦义。 只能赌一波了, 金胖子心意狠, 准备来一笔这辈子最冒险的投资。 他再赌, 赌秦义是个人品不错, 能记住别人好意的人。 只要他赌对了, 到时候秦义封侯称王, 支持他成为家主, 家主之位岂不是姓首拈来。 看过秦义资料的他, 毫不怀疑秦义有封王的潜力, 他要缩哈潜力鼓。 第61章 突破如河水 不是, 你这小兄弟人不大, 口气不小, 吹起来都不带脑子吗? 你一个九段舞者, 压着三头霸主揍, 做梦呢? 围观人群中, 一位脸色桀骜的男人走了出来, 眸中带着不屑, 扫尸秦义和金胖子。 我说老金啊, 你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 这种鬼话都谢。 这人的从事来历不明, 小心接手了闹出乱子, 最后没法收场。 哼哼。 这男人的语气颇为不善, 面对来自金家的金方也并不客气, 可见其来头不小。 看他出言嘲讽, 金胖子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忌惮, 没有第一时间还嘴。 此人来自于行李家, 和金家不同, 李家是武道世家, 不以商业为主, 整体实力更强, 据说开创了李家的那位老爷子都还活着。 李家新一代一共有两个人闯出了名头, 一人名为李无峰, 十八岁突破武师, 潜力非凡。 另一人则是眼前的李无云, 同样十八岁突破武师, 还败入了一位大宗师门下, 成为准弟子, 不久后就能正式入门。 那位大宗师背景通天, 李无云是因为在符文正法一道上, 极具天赋, 这才入了那大宗师的法眼。 我金家的生意, 自然由我金家做主, 还轮不到你个外人插嘴吧。 金胖子沉下心一想, 没有给李无云面子, 大笑着回嘴。 文言, 李无云脸色一沉, 冷哼道, 你可真是不是好歹, 我帮你处理骗子, 你还站在骗子那边? 是不是骗子我自个儿看得出来, 不劳李公子费心了。 金胖子拱手行礼, 看似礼貌, 实则在讥讽李无云, 可把他气坏了。 这李无云哪里都好, 就是脑子一根筋, 做事不喜欢思考, 特别爱较真。 若是此人的虫师和异族有关, 你可要小心连累整个金家。 李无云眯着眼睛, 一有所指。 当今的人类联盟常有异族渗透潜入, 不少人类舞者都被诱惑成了人间。 一旦发现有人和异族沾上了关系, 必定遭受恐怖的审查。 听见异族二字, 金胖子都有点吓到了, 有些没底气地看了秦义一眼。 仔细一想, 秦义出生底层, 隐藏实力, 这种档案信息同样很像是人间会有的。 死, 该不会真有问题吧? 李无云见金胖子忽然沉默, 心中大爽, 正想着乘胜追击, 却不曾想觅进周边的灵气猛然一荡, 紧接着, 漫天白云环绕旋转, 化为一道漩涡。 方圆树里内, 灵气疯狂汇聚而来, 卷起阵阵裂风。 李无云神色惊异不定, 顺着灵气湍流一路望去, 最终, 视线落在了一直没有说话的秦义身上。 此时此刻, 秦义浑身血脉纷张, 提标有金色纹路浮现, 气血灼热望胜如胶羊, 让人一眼望去, 仿佛在直视一颗恒星。 这, 这种异象, 是突破武士的象征。 吃瓜群众们诧异无比, 秦义这个九段舞者, 居然在李无云和金方吵架的过程中, 成功晋级武士境界。 武士什么时候这么容易突破了? 众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秦义, 却见他漠然轰出一拳, 阴暴之声乍响, 层层气浪四散翻涌, 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道义, 一股癫狂至极的道义。 武士悟道, 绝代天资。 眼前这位年轻人很可能一直在压制境界, 其实早就有了突破武士的能力。 凭借此等境界就掌握了一种拳法道义, 此子未来不可限量, 跨境界作战也绝非空谈。 若是配合一两件灵物, 硬拼走三头霸主, 有那么一丝可能。 人群中, 有年过半百的舞者出声点评。 而荆家的鉴定师更是一脸惊恐, 他从秦义刚刚释放出的道义中, 感受到了虫师权硬中一模一样的滋味。 他的癫狂道义与虫师权硬流露出的道义完全一致, 就是出自同一人无误。 杀了那些虫子的人, 就是秦义。 马挂老人惊呼道, 神色异常坚定。 就算是参悟同一种大道的一对师徒, 都不可能使出完全一样的道义, 只是乍一看会很像吧了。 道义不可模仿, 至少马挂老人从未听说过 有人能模仿别人的道义。 在场的所有人都深知这一点。 在这种铁证面前, 几乎可以确定虫师全部是灵肠轻杀的。 因为每一具虫师身上都只有一道权益, 一击毙命,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损伤。 得到这个结果后, 金胖子笑竹颜开, 顿时安下了心, 一脸玩味地盯着李乌云看。 你不是说, 这些虫师的来历有问题吗? 现在确定了百分百出自秦义之首, 你还能说啥? 李乌云脸色铁青, 憋了半天, 竟愤愤不平地开口道, 他一个九段舞者, 即使压制了境界, 也绝对不可能击杀如此多的二阶重族, 乃至于击退三阶霸主。 他身是清白, 毫无背景, 只能是一族给予了他帮助, 或者, 他本身就是一族。 蹭! 此言一出, 还不带旁人反驳, 秘境局深处便传来了一声嘹亮的剑鸣, 一道剑气斩破万千空间, 眨眼间没入李乌云的眉心, 叫他吐出一口鲜血, 倒退树部, 瘫倒在了地上, 全身筛糠般发抖。 从悬天秘境出来的人, 都经过那柄悬空血剑的检测, 确定无意, 方才通过。 李乌云这番话, 是在质疑悬空血剑的工作, 太过大逆不到, 神剑有灵, 当即便让他受到了惩罚。 多谢神剑手下留情, 阴影笼罩的角落, 有黑袍老人浮现出, 神色无奈, 抓住还在发抖的李乌云, 一边致歉, 一边向外走去。 世家子弟, 尤其是未来有希望继承家主之位的世家子弟, 暗地里自然有高人庇护。 只不过, 这次李乌云在大庭广众之下胡言乱语, 惹怒了悬空血剑, 还想继承家主就有些难了。 悬空血剑很可怕, 而血剑背后的来历更为惊人, 那是李家不可能招惹的存在, 甚至连一丝惹怒对方的可能性都必须抹除。 李乌云被黑袍老者带走, 一场闹剧就此结束。 秦义完成了武士突破, 心情舒畅, 稍一运气, 心脉气血激荡, 残留在各个细胞中的精纯血气疯狂精炼, 竟在突破完成后又迎来了第二次突破。 原本才散去的灵气云重新汇聚了回来, 依然处于秦义头顶。 八方灵气奔涌而来, 涌入秦义体内, 协助他进行第二次突破。 观众们本以为突破已经结束, 可谁都没想到, 秦义这妖孽又惹出了大动静。 他们宁谋一看, 顿时惊恶万分, 愣在了原地。 这这这, 你又要突破了? 第62章, 秦义的谦逊美德。 十分钟后, 风云退散, 一切回归正常, 秦义完成了第二次突破, 直接从九段舞者, 一口气突破到了中阶武师。 武师境界分三层, 分别为低阶、 中阶、 高阶, 中阶武师已经是渔航式大有名堂的存在了, 到哪都能受到礼遇。 秦义后继勃发, 利用血物家已经达到大宗师品级的肉身修炼武师境界, 相当于高屋健林, 让大学生写小学题, 手到擒来。 如今, 他已有气血500卡, 恰好卡在中阶武师的底线。 按照网络上的描述, 中阶武师已有两吨到三吨的力量, 百米距离一秒便能跨过, 顺带还掌握了气血外放的能力, 可让气血离体五米, 形成攻势或是手势。 不过, 秦义突破中阶武师可没有那么简单, 他稍微感受了一下, 就能确定自己的力量绝对不止三吨, 速度倒是和百米一秒差不多。 至于气血外放之类的技能, 拥有固本培缘的他早就会了, 他不仅能外放, 甚至还可以拿气血刻石雕, 控制能力精细如微。 具体的身体素质, 到时候可以找机会再测试一番。 突破到中阶武师后, 秦义感觉自己还可以继续突破, 但略有些勉强, 于是作罢了。 武者的根基很重要, 他打算先闭关稳固几天, 再考虑其他。 二次突破结束, 围观群众们等待了片刻, 见秦义没了动静, 这才松了口气。 他们是真怕秦义来个三次突破。 要知道, 华夏至少有八成人口卡在武者境界, 一辈子跨不过去。 而今秦义不仅当着他们的面跨过去了, 还是连跳, 一下子成了中阶武者。 要是三连突破, 他们估计要当场到新破碎, 准备重新投胎, 换个资质了。 所有围观的人中, 只有金胖子没太惊讶, 他早就猜测秦义隐藏了实力, 因此认定, 刚刚的二连突破是假象, 秦义其实早就有接近大宗师的境界了。 来至于已经成就大宗师, 也有可能。 他趁着秦义突破的动静, 从围观群众中找了几个熟人, 借了些钱和贡献。 此刻见秦义突破完毕, 急忙笑脸相迎, 把钱和贡献打到了他的五戒账户里。 你这是什么意思? 想赖账, 不给我五戒灵果? 秦义眉头一挑, 根据赌约, 金胖子借别人的钱买虫师, 这可不作数。 哈哈, 您多虑了, 我金方向来愿赌服输, 以诚信著称。 金胖子摆了摆手, 解释道, 您给我一个地址, 五戒灵果明日就送到, 我以性命担保。 啊, 金胖子在发什么疯, 不仅不赖账, 还多送了点钱给我。 加上四个三阶霸主的部分躯体, 价值依然配不上五戒灵果。 难不成这胖子, 是想教好我吗? 还挺会做人, 路走宽了。 伸手不打笑脸人, 勤易点了点头, 通过五戒发了个地址给金胖子。 他没用自己的地址, 而是写上了 于航东交超市几个字。 五戒灵果太过重要, 得让王老帮忙看着, 他才能放心拿出来。 与金胖子的交易就此圆满结束, 金胖子心满意足, 指挥着家仆, 端着十几个储物带回家去了。 数量这么多的二阶虫师, 若是处理得当, 加上金家的专业渠道, 不仅仅能把发给秦易的钱赚回来, 还能再赚几百万贡献点。 至于那五阶灵果, 妈的, 不能提, 一提就心痛, 就当给未来的大佬投资了吧。 金家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离开了, 他们前脚刚走, 秦易后脚就察觉到, 人群中有不少人在注视自己, 眼神不怀好意。 也对, 他现在身怀巨款, 这笔贡献多到足够一个平庸的舞者, 通过灵雾一路堆到高阶舞师了, 不招人眼热才奇怪。 但, 秦易丝毫不在意这些注视。 玄天秘境局来来往往的舞者, 最强也不过高阶舞师境界, 秦易站着给他打都无所谓, 要是敢来劫掠他, 那只能说是来送钱的。 随着时间流逝, 围观的人群也逐渐散去, 恢复了以往的状态。 秦易在秘境局门口等了许久, 终于等到了陈轩, 怎么这么久啊? 他问道, 陈轩叹了口气, 带我进入玄天秘境的人里面, 有个兄弟家境不俗, 他死在玄天秘境, 作为唯一幸存者的, 我必须做个详细笔录, 给他家人一个交代。 原来如此, 秦易了然。 这个家境不俗的兄弟, 估计就是发布求助任务, 买下感应服与定位服的人。 和陈轩一起陷入沟壑, 尝试吞噬血污蜗变, 但失败的人, 应该就是那个家境不俗的兄弟了。 他很可怜, 但其余队友更加可怜。 从陈轩的话语中不难听出, 其他队友死后, 甚至连详细笔录都不用做, 死了也就死了。 每一年死在玄天秘境的人数不胜数, 你要是没背景, 死在里面也不会有什么人在意, 更先不起什么波浪。 五道时代, 没有背景, 没有实力的人, 便是这般默默无闻, 默默无闻的出生, 默默无闻的死去。 陈轩对此不想多谈, 话锋一转, 向秦义问道, 对了一个, 我刚刚在密境局感觉到好大的动静,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秦义笑了笑, 没什么, 就是我不小心突破了境界, 顺便还和金家的人做了笔小生意。 闻言, 陈轩这才注意到, 义哥身上的气血有了巨大变化, 他的气血更加磅礴, 气息锐利了数十倍, 仿佛一把利剑, 随时可能出窍, 一剑斩首。 这种气血强度, 你这是突破到中阶五十了? 几个小时的时间, 你从九段舞者连破两镜, 成就中阶五十。 你管这叫不小心, 九十卡气血瞬间冲到五百卡, 这也太夸张了, 比我还离谱。 义哥你猛得有些恐怖了, 我怕我以后每天修炼二十四小时都追不上你。 陈轩妄洋心叹, 原本因为资质蜕变而产生的一点点小骄傲, 彻底被打散了。 对了, 你说的小交易, 该不会也是谦虚吧? 到底交易了多少钱? 嗨嗨。 听见这种询问, 脸不红心不跳的加持, 估计也得有些尴尬。 他拿出手机, 打开五戒, 点击存款, 放在陈轩面前亮了一下。 然后, 那手机屏幕上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的铃, 直接给陈轩干猛逼了。 哥你老实说, 是不是趁我不再去抢银行了? 第六十三章 选购, 毒杀。 十张金卡, 三十张银卡, 再加上金胖子后续的打款。 当情义区秘境局转弯账后, 他的五戒账户瞬间拥有了三十亿存款, 加上一百五十万点贡献。 一趟秘境下来, 秦义赚到了普通人不吃不喝打工一千年都赚不到的钱。 武者这行业当真是暴力, 只要你有实力有胆子, 想要致富可太简单了。 你创建五戒账号了吗? 从秘境局走出, 来到北郊的街区, 秦义一边等待着地铁, 一边向陈轩问道。 刚刚在秘境局顺便创了一个, 嗯, 等等我要先在市区下车, 去五道联合会登记一下信息。 陈轩拿出手机, 和秦义加了个好友。 紧接着, 他就收到了一条汇款信息, 一哥给他打了十万贡献点, 加一亿的存款。 这, 陈轩抬头看向秦义, 郑玉说些什么, 却被秦义打断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收下这笔钱你要是心里不舒服, 那就当是我借你的, 未来还我便是。 秦义故意没有打给陈轩太多钱, 因为他了解小轩子, 知道一旦打钱太多, 对方必然拒绝。 如今这笔钱的数额不多不少, 刚刚好, 给陈轩当启动资金很充足了。 等未来陈轩自己有了足够的实力, 便可以自行探索秘境赚钱, 不再需要秦义转账。 陈轩知晓秦义的心思, 忍不住握紧了手机, 认真道, 谢了一哥, 我会加油修炼的。 嘟。 地铁缓缓靠站, 兄弟俩都没多说什么, 一起进入地铁, 找了个空位坐下。 陈轩不愿浪费时间, 刚坐下就开始了修炼。 而一旁的秦义, 则是取出手机, 悠哉悠哉地逛起了五届。 当初刚下载五届的时候, 他还是个穷小子, 面对很多商品都只能看, 没钱买, 眼热得很。 如今家底充实, 确实该大肆消费一番了。 二话不说, 秦义打开五届, 直奔邻果灵直专区, 低于二届的邻果看都不看一眼, 专门挑品之高地买。 从二届开始, 邻果的价值已经不能用金钱去衡量, 标价都是用贡献点。 一颗二届邻果, 最便宜也要三千点贡献。 以我现在的体魄, 二届邻果真的还会有效果吗? 适应性进化需要外部环境的刺激才能开启。 二届邻果对于觉醒了不朽今生的秦义来说, 似乎没法提供外部刺激了。 保险起见, 秦义还是买了一颗, 反正也不贵。 略过二届邻果条目, 直接来到三届区域, 这里的邻果品种瞬间变少了大半, 看来三届邻果在人类世界属于珍稀产品并不多见。 不说品种数目, 比起二届邻果, 三届邻果的价格也翻了好几倍。 最便宜的一颗三届邻果, 名为地心果, 价格在18万贡献点, 略显夸张。 一头完整的二届虫狮也才能卖出3000贡献点, 这得杀60头才能买下一颗三届邻果。 先买一颗试试吧。 秦义小手一点, 账户下140多万贡献点当即变成了120多万。 不得不说, 这钱是真不惊花。 买下地心果后, 他好奇地点开了四届邻果商城, 微略一瞥。 则, 当前有货的四届邻果一共只有6种, 其中最便宜的龙雪纯阳果要价100万贡献点, 且需要帮助卖家完成一个任务才能拿下。 这价格当场给秦义打回了现实。 如此一看, 他也不算有钱。 他不可能把100万贡献点全花在邻果上。 除了邻果外, 秦义还打算买一门至少C级的演戏功法以及一门身法, 这同样需要一大笔贡献。 退出邻果区, 秦义点开功法专区开始挑选心仪的功法。 与此同时, 地铁经过了好几个站点, 车厢内的住户逐渐变多, 有一位手持名牌包包, 浓妆艳抹的女子坐在了秦义边上。 她先是取出小镜子补了个妆, 旋即瞟了眼专心刷手机的秦义, 略有些好奇对方在看什么。 偷偷用余光一打量, 女子差点扑斥一声笑出来。 大白天的, 在这逛五届B级功法区, 为晚上做梦提供素材吗? 有点搞笑了。 五届B级功法的均价是50万贡献点, 就你这出行还要坐地铁的底层老鼠, 逛来逛去也买不起, 有意思吗? 女子的眸中闪过一丝鄙夷, 不动神色地从包里取出一块粉底, 轻轻往脸上拍打, 仰起白色的粉尘, 融入空气之中。 环顾四周嘈杂脏乱的环境, 女子心中不爽, 只想早点下车。 要不是为了带走情义, 她可不会屈尊来这种底层人用的公共交通工具。 哼, 倘若从这人身上得到的东西我不满意, 刘烨你可要准备好承受愉悦。 农庄女子不断拍打着粉底, 扬起粉尘, 久而久之, 一股奇异的香味弥漫在车厢中, 令人昏昏欲睡, 眼皮沉重, 意识模糊。 没错, 这农庄女子来自益神会, 此行受刘烨所托, 截赌捉拿情义。 她本身境界虽只有中阶武师, 但善于用毒, 修行过一门A级毒工, 能调配出足以迷晕宗师的毒物。 此时车厢内弥漫的无形粉末, 名为最新颜, 由多种二阶零花墨碎而成, 还用上了一滴三阶蜜虫的精血。 宗师若无防备, 也极有可能中招, 短暂失去意识。 至于宗师以下的人, 那必然是苗躺入睡, 少说睡个半天才能醒来, 且醒来后, 会失去一小段时间内的所有记忆。 随着最新颜逐渐充满整个车厢,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或是低垂着脑袋坐在长凳上睡着, 又或是抓着扶手原地睡着, 无一例外。 就连低阶武士境界的陈轩也中招了, 他本来还在沉心修炼, 猛然间闻到了奇怪的香味, 而后便盘坐着睡熟了。 地铁的监控系统 已经被他们组织的相关人员处理掉了, 今日都不会生效。 接下来, 龙庄女子将有充足的时间慢慢处理秦翼。 啊…… 你为什么还在刷手机? 龙庄女子别过头, 正想着抬走秦翼, 但没曾想, 秦翼还是老神在在地坐在那, 专心刷着B级功法商城。 你…… 你没闻到醉心炎吗? 不可能, 纵然不主动呼吸, 醉心炎也会透过舞者身上细小的毛孔, 渗入体内生效。 所以,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秦翼主动吸下了醉心炎, 但醉心炎的毒性不足以毒倒秦翼。 这…… 这更不可思议了。 秦翼坐在他边上, 毫无防备, 且处于醉心炎浓度最高的区域, 宗师都要晕倒, 你不晕。 第六十四章, 一神会全是好人啊。 龙庄女子不信邪, 疯狂拍打着粉底, 搞得阳尘四起, 动静很大, 一些粉尘都飘到秦翼身上了。 然而, 动静虽大, 效果却没有。 秦翼眉头皱起, 很是嫌弃地看了农庄女子一眼, 旋即拍拍身上沾上的粉, 继续埋头逛商城。 农庄女子。 他庄木琴长这么大, 休息读到这么久, 第一次感觉到被羞辱的滋味。 秦翼完全免疫了他引以为傲的最新年, 甚至没有一点点反应, 还在刷手机。 庄木琴低眸一看, 秦翼此刻已然选好了功法, 一秒钟都没犹豫, 直接点击购买, 痛快地付了款。 他居然真有钱买B级功法, 还是一口气买了两本。 一本四十多万贡献的演戏功法, 一本六十万的贡献的身法, 加起来总共一百万贡献。 这可是一百万贡献啊, 纵然庄木琴能在组织中售卖自己制作的毒物, 也得小半年才能赚这么多。 而秦翼眼睛都不眨一下, 便花出去了。 回想起自己刚刚还在暗骂秦翼是喜欢白日做梦的底层老鼠, 庄木琴忽然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按照刘烨提供给我的信息, 秦翼完全没理由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赚到一百万贡献。 除非, 这钱的来历和他的奇遇有关系。 庄木琴之所以接下委托, 归根结底还是看上了秦翼的奇遇, 想要奋一杯羹。 现在看来, 秦翼身上的奇遇愈发有吸引力了。 不仅能让一个没有武道天赋的穷小子一周内成为舞者, 还能让他赚到这么多贡献。 不行, 这奇遇我必须拿到手。 庄木琴在心中暗暗发狠, 趁着秦翼还没注意到周围的变故, 从包中翻找出了一瓶淡蓝色的香水, 装作若无其事地往自己身上喷洒。 噗哧噗哧。 几团水雾在融入空气, 带过了最新年的香味, 闻起来清新舒畅。 此乃, 幻蓝水, 取自某C级秘境的核心区域, 以二阶级品的幻蓝矿石研磨而成, 拥有强烈的置换效果。 假若宗师中招, 魂魄将被蒙蔽至少一分钟, 在此期间无法有任何反应和动作。 然而, 庄木秦一连喷了十多下, 也不见秦翼有什么变化, 依旧是那副神采意义的模样, 精神饱满。 换蓝水造价不菲, 一次性用掉这么多, 还没有效果, 庄木秦感觉自己心在滴血。 世间莫非真有天生的免毒体质? 他被秦翼搞得有点怀疑人生了。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屏幕震动了一下, 偷偷打开一看, 是刘燕那边发来的短信, 催促他加快速度, 语气很不客气, 看得庄木秦想跺脚, 看来只能拿出压箱底的东西了。 他一咬牙, 从胸前摘下一条水滴项链, 攥在右手掌心, 轻轻抹撒水滴。 煞世间, 这一条水滴项链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 一缕无形的雾气阴晕而出, 飘向情意。 《永梦之物》三阶独物, 以三阶迷幻碟为主料, 服以68位二阶顶级材料, 才能制成一滴, 造价超过了一百万贡献点, 是庄木秦用来防备宗师的底牌。 这永梦之物, 有概率毒死下品宗师, 百分百能毒晕中品宗师。 我就不信了, 这东西都拿不下你。 庄木秦双手紧握, 默默用余光观察着情意的状态。 在他的视线中, 一直很有精神的情意, 第一次出现了迷糊的神态, 眼帘微微下拉, 似乎有了困意, 打了个哈欠。 奇笑了! 庄木秦松了口气, 同时被情意的表现所极为震惊。 三阶毒物才能让他有困意, 还毒不死他, 这人真是个变态。 他紧紧盯着情意, 动作愈发大胆, 不再遮遮掩掩掩。 而情意则越来越昏沉, 仿佛随时都可能睡过去, 可又怎么样都不彻底睡着。 到底还要耗多久? 你不会把三阶毒物都给抗住了吧? 庄木秦心急如焚, 恨不得亲自动手给情意脑门来一拳, 给他打晕得了。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情意仍然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就是不彻底闭上眼睛。 庄木秦真有些被折磨得受不了了, 右手一张, 袖口处伸出了一根毒针, 他手腕微微翻转, 对着情意的大腿便射出了一针。 当! 随后, 一道金属碰撞之音响起, 毒针居然在撞到情意的肌肤后, 断裂成了两半, 落在了地上。 这可是二阶毒针。 你一个武师, 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防住? 得多恐怖的肉身, 才能硬扛这一针啊。 庄木秦瞪大了眼睛, 正想再做些什么, 可情意好似被这一针惊醒, 突然也瞪大了眼睛, 缓缓转过头, 看向了庄木秦。 动! 这一刻, 庄木秦的心跳冷不定露了一拍。 他看见了一双好看的毛子, 睫毛稍长, 眼眸深邃, 满是玩味之色。 下一秒, 情意微微一笑, 声势般开口询问道, 你玩够了吗? 哄! 澎湃如巨浪的气血轰然爆发, 狂风呼啸, 庄木秦眨眼间被震飞出去数十米远, 狠狠地砸在铁门上吐出一大口鲜血。 他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脸上是无法掩盖的惊慌和虚弱。 同为武师, 但他与秦义的战力,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仅仅这么交手一次, 他就知晓, 秦义打死自己, 和才死一只蚂蚁, 没有什么区别。 逃, 只能逃。 他想咬破藏在舌底的毒囊, 利用毒物远盾, 可秦义压根不给他这个机会, 一步跨出, 身影瞬间闪现到他眼前, 一把抓住了他的脖梗, 将他凭空抬了起来。 力剑般凌厉的杀伐之气, 刺入庄木秦的身体, 斩断了他好几根关键经脉, 导致他无力行动, 连咬破毒囊都无法做到。 这个男人, 好狠, 好果断, 他彻底绝望, 放弃了挣扎。 一神会的人? 秦义打量着庄木秦, 笑意不减。 你们一神会到蛮会做好人的, 帮了我不少。 庄木秦? 什么意思? 我不是来毒杀你的吗? 什么叫帮了你不少? 庄木秦困惑不已, 他就算是想破脑袋也没法想到, 秦义依靠他辛辛苦苦研磨出的 永梦之物, 成功获得了净化, 将三级抗毒性提升到了四级。 秦义不是傻子, 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看庄木秦实力一般, 只会放毒, 于是变起了借他之手净化的念头。 他原本的三级抗毒性, 还是适应了灵果中的灵毒净化出来的, 想要提升到四级很困难。 没想到庄木秦成全了秦义。 而在他之前, 刘烨更是帮秦义大幅度提升了肉身强度, 还增强了一级灵气清和。 嘖嘖嘖, 谁说一神会是坏组织? 我看, 分明是一群好人啊。 第65章 好久不见。 陈轩, 赶快醒一醒陈轩。 迷迷蒙蒙中, 陈轩感觉有人在不停摇晃自己, 摇得他不厌其烦, 猛地睁开了眼睛。 随后, 他看见了秦义还有秦义身旁模样凄惨的妹子。 呃, 这是发生什么了? 陈轩头晕脑胀, 总觉着少了一段记忆。 我不是在地铁上修炼吗? 怎么炼着, 炼着, 还能睡着? 秦义指了指庄木秦, 大概解释了一番, 这才让陈轩明白了不久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原来如此, 义哥竟然被一神会盯上了。 他又瞟了眼庄木秦, 心有余境。 本以为自己变强后应该有了保全性命的能力, 不曾想一出秘境就被打击到了。 庄木秦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毒晕他, 自然也能随手杀了他。 在真正拥有强大的实力前, 一切天赋和潜力都是空谈啊。 陈轩心有所悟, 对于修炼愈发渴望, 甚至满脑子都是抓紧时间修炼, 赶快突破。 义哥,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目前的车厢里, 就他们三个人是清醒的, 其余顾客还在昏睡, 一时半会起不来。 在一神会的操纵下, 这一班地铁在抵达市中心前不会停下, 预计还要开半个多小时。 你和规划的一样, 接着在市中心下车, 不过去武道联合会登记前先报个警, 让官方的人过来打扫现场。 秦毅对后续的处理早有安排, 至于这位一神会的毒师, 就由我亲自带去东郊警局帮他投案。 行, 我听你的。 陈轩对秦毅完全服从, 比亲兄弟还信任。 半个小时后, 地铁抵达市中心站, 秦毅带着庄木秦下车, 换了一班车, 又花了四十多分钟, 可算回到了东郊。 瞧着四周熟悉的环境, 虽然才离开半个多月, 但秦毅总感觉很久没回来了。 你要把我交给警局, 完全可以, 让我留在市中心, 被市中心的警官带走。 干嘛非要, 继续带着我到东郊。 庄木秦很是费解。 秦毅在他体内, 轰入了大量的气血之力, 其中还掺杂着一缕沙罚之气, 导致他的伤势很重, 还没法恢复, 这一路跟着秦毅赶到东郊, 已经快撑不住了。 他怀疑秦毅在故意折磨他。 秦毅侧目一瞥, 淡淡道, 我想咋样就咋样, 你废话这么多干嘛。 不服气, 就继续读我。 短短两句话, 直接给庄木秦干沉默了。 实际上, 秦毅特地把他带到东郊警局, 是为了还消息、 萧警官的人情。 当时刘烨按着他揍, 还是萧警官过来帮他解了围。 秦毅从不会忘记, 别人对自己的恩情, 哪怕只是不起眼的一件小事, 也会找机会回报。 他请着庄木秦一路来到东郊警局, 由于两人的姿势太过怪异, 一路上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警局里, 负责前台登记的警员一抬头, 就看见一位精壮俊秀的男子, 抓着一浓妆艳抹的姑娘, 大步走了进来。 嗯? 什么情况? 抓鸡投案的吗? 这位男警员, 在前台干了许多年, 见过非常多搞笑的案件, 其中就有因为价格问题, 嫖客亲自抓鸡自首的。 他站起身, 正想着询问详细情况, 然而眼前的男人却主动开口了。 这女人是一神会的人, 武施境界, 善于用毒。 你们警局应该有他的悬赏吧? 秦毅在来警局之前, 就从庄木琴嘴里得知了他被各大警局通缉的信息, 所以才这般说道。 五、武施? 男警员神色一正, 他看秦毅的脸色也不像是在开玩笑, 于是急忙寝室上级, 并用电脑调出了一份通缉令。 几分钟后, 他真的在通缉令里找到了庄木琴, 容貌完全一致。 自古民间出大神啊, 根据资料显示, 庄木琴曾刺杀过执政局的高级文员, 不仅成功, 还在后续宗师的追杀中脱身, 危险等级极高, 光是提供他的情报, 就能获得一万贡献点的嘉奖。 若是亲手抓住他, 奖励更是翻倍到二十五万贡献点。 您稍等, 萧局长马上就到。 男警员赶忙拿来凳子, 又倒了一杯水给秦毅。 随后又略显兴奋地盯着庄木琴, 生怕他跑了。 此等凶犯在他们东郊警局结案, 相关人员都有嘉奖, 在履历上能多出精彩的一笔, 未来升迁有望。 不多时, 开门声响起, 晨晨从警局内部走出, 第一眼就看到了抓着庄木琴的琴翼, 脸色骤然一愣, 直接傻眼了。 这这这, 这不是琴翼吗? 先前萧局长让我去保护的那个琴翼。 什么玩意? 他出手抓到了一个超级凶犯, 来东郊警局投案了。 晨晨心绪涌动, 内心极不平静。 就在几天前, 他还因为成功突破武师而沾沾自喜。 如今回头一看, 习武不到两个月的琴翼已经是中阶武师了, 境界比他还高。 不能和妖孽比, 真不能和妖孽比, 我自己努力, 修行就行了。 嗯。 晨晨默默念叨着这句话, 担心自己道心再度破损, 以后都活在琴翼的阴影下。 恰在此时, 晨晨身后响起了一道清冷的声音。 晨晨同志, 你堵在门口半天不动是什么意思? 听见这声音, 晨晨才默然回过神来, 一边侧身让开, 一边苦笑道, 萧局, 你等等出去后, 千万别被惊到。 萧熙柳眉一条, 好笑道, 什么莫名其妙的? 我还能被什么东西, 惊到? 不就是一神会的, 仙女被民间舞者捉拿落网了吗? 见怪不怪了。 萧熙出生于中南萧家, 身世显赫, 眼界不凡, 从小就见惯了各类高阶灵物和各省王侯, 自认心静如水, 遇到什么事都能波澜不惊。 晨晨见状, 也没再多说什么, 目送萧熙踏入警局前台。 然后, 她看见萧熙的一对美眸四处张望, 玄机猛然定住不动, 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 打脸来得真快, 你是秦义。 当初来过一次警局的秦义。 这么多年来, 萧熙第一次显现出失态之色, 清冷的脸上浮现出稍显夸张的神态。 而比起表情浮夸的她, 秦义则显得一脸淡定, 点了点头。 萧局长, 好久不见。 我不对, 也不久, 才一个月不到呢。 萧熙, 一个月不到, 你已经武师中阶, 快追上我了。 萧熙自幼修行资源拉满, 苦修二十七年, 如今也才高阶武师, 半步宗师。 秦义一个月, 从凡人变成中阶武师, 修行速度极快不谈, 还能生情实力不俗的, 仙女, 可见其根基稳固, 不是纯靠灵物突破的, 有跨境界作战之能。 此等天资, 纵然是见惯了天才的萧熙, 也从未听说过。 第六十六章, 拜师, 斩仙派。 联想到秦义父母双亡的背景, 萧熙忍不住怀疑, 秦义是某两位真王遗留下来的子嗣。 武者在踏入大宗师境界后, 生命层次会发生质的变化, 甚至于影响给下一代。 一般来说, 大宗师的子嗣天赋, 都会略强于常人, 更容易觉醒各类先天体制。 不过, 即使是真王之子, 也不见得有秦义恐怖。 因为萧熙曾在天津见过真王之子, 把他压下去吧。 沉默两久后, 萧熙挥了挥手, 叫来两位警员, 一位医务人员把庄木勤带走了。 加个武戒吧, 仙女的悬赏价值25万贡献点, 我过一回打给你。 25万贡献点? 庄木勤这么值钱吗? 勤一眼前一亮。 他加上了萧熙的武戒, 随即提议到, 萧局长, 拿下庄木勤后, 义神会对我的兴趣估计会越来越大。 下一次, 义神会估计要派遣大宗师来镇压我了。 从义神会先前的对秦义所做的种种事件不难看出, 这个组织办事还是很谨慎的, 一开始捉拿还是二段舞者的秦义, 就派出了一位武师。 按照常理来说, 武师对舞者不可能失手, 然而秦义却是个没法用常理姑娘的人。 因此他猜测, 下一次义神会对他绝对要玩一次狠的, 直接找大宗师来碾压他。 至于义神会放弃抓捕他。 想想都不可能, 他越是表现的奇异, 义神会就越会对他得到的奇异感兴趣。 大宗师, 消息找了个椅子与秦义面对面坐下, 云衬修长的双腿交叠在一起, 眼帘低垂, 似在私存。 若是普通人跟他说有大宗师要追杀自己, 他必然认为是玩笑话。 大宗师在渔航已经是高层存在了, 明面上各个世家加上执政厅, 也不会超过三十位大宗师。 要知道, 渔航可是有一千万人口, 一千万人里面才三十多个大宗师, 他跟他说大宗师会出手, 他还是马上相信了。 官方曾经深入调查过义神会, 越是调查, 越是心惊。 这个组织的底蕴十分深厚, 据说有真王庇护, 而出现的又很突兀, 不像是影视的古老组织。 官方那边怀疑, 义神会和义族有染, 也可能就是义族组建的组织。 近些年来, 义神会一直在各式底层扼杀有天赋的人族舞者, 可见其心险恶。 所以, 你打算怎么做? 萧熙把问题抛了回去, 秦义嘴角微微扬起, 当即回复道, 我希望萧剧长去市区求助, 找几位足够分量的人在15天后于暗中跟着我。 15天后? 为什么不是现在? 萧熙没有拒绝, 眼眸一鸣。 因为义神会的动作刚被我们发现, 对方也怕我们这边有埋伏, 所以短期内应该不会出事。 秦义胸有成竹, 他的分析其实只是原因之一, 最关键的原因他没有和萧熙透露。 未来15天, 他将龟缩在王老的超市里, 不会出门。 有王老在, 义神会赶上门, 就等于送死。 未来继续刺杀秦义的义神会成员, 实力定然不俗, 悬赏金额肯定比庄木秦高, 对方要是喜欢来送钱, 秦义自然美滋滋地笑纳。 消息犹豫了一会, 他本来以为自己会否决, 秦义这个简陋的计划, 可当他看见秦义脸上淡然自若的神色时, 还是点了点头, 印下了此事。 15天后, 我会在五届联系你。 多谢了。 秦义笑着站起身, 准备离开警局。 此事对于他和警局来说, 其实是双赢, 警局赢得了荣誉, 他赢得了安全。 道谢就免了, 分内之事, 为人民服务罢了。 只是在这15天里, 你可千万别死了。 消息同样站起身, 恢复了平日里清冷的模样。 您放心, 我比谁都安全。 秦义头也不回, 走出了警局。 半小时后, 于航东交超市。 王老坐在收银台前, 一言不发, 盯着前方的空气发呆。 叮铃。 突然, 开门铃响起, 王老的双眸凝聚出色彩, 头也没抬, 便开口道, 十余日不见, 可有掌镜。 不负王老所望, 稍有掌镜。 秦义走到收银台前, 扶手行礼, 稍有掌镜。 不是说没到武师, 别来见王老抬眸一看, 嘴中想说的话, 顿时掖住。 你已是终阶舞者。 空气中忽然泛起神念波动, 秦义隐隐感觉到有精神力扫过自己的身体。 下一秒, 王老眼眸中闪过惊喜, 拍腿大笑道, 好, 好啊。 根基后食, 有破线水准, 体内并无半分灵毒。 是老头子我看走眼了, 没想到你习武如此之晚, 静也无碍, 当真是天纵七彩。 王老不愧是王老, 他是如今第一个看见秦义修行速度, 而没有惊呆的人。 姜还是老的辣。 秦义当前显露出的天资虽妖念, 但估计王老见过差不多水准的。 我本以为你只是心性极佳, 有苦练的心态, 这才起了收徒之心, 想要在你武士后正式收下你。 王老有些感慨, 一开始估计你至少需要一年才能踏入武士境界, 没想到半个月足矣。 他手腕翻转, 掌心赫然显现出一条长长的木匣, 散发着古朴的气息。 这便是我为你准备好的拜师礼, 若你愿意拜入我门下, 便收下它。 若不愿也无妨, 今后依然可以来此地寻我。 我这一门修行的功法极为苛刻, 要吃很多苦, 你考虑清楚了, 再做决定吧。 王老把木匣摆放在桌面上, 双眸一眯, 不再出声。 秦义对于王老很是敬佩, 这位老人同样有恩于他, 他相信对方不会坑自己。 于是乎, 秦义没有多想, 当即应下拜师一事, 给王老行了三个大礼。 弟子不怕吃苦, 只怕吃完苦头, 还不能变强。 他真心实意地说道。 王老缓缓睁开眼睛, 脸上的欣赏之意愈发浓厚, 忍不住笑道。 你且安心, 我们, 斩仙派, 的功法, 即使是目前凡俗界中所谓的S级功法, 也无法媲美。 起来, 打开木匣看看吧。 S级功法都无法媲美。 弟子遵命。 秦义心头一喜, 恭敬地打开木匣, 低谋一看。 其中俨然盛放着两件物品, 分别为一张卷起的羊皮纸, 以及一颗枯迹的黑色种子。 第67章 众兵朔! 弹开羊皮纸, 上面画着一个个小人, 分别做着不同的动作, 画风虽简陋, 但动作描绘得栩栩如生, 颇有动态感。 秦义细细一看, 眉心顿时一痛, 脑海中凭空多出了一段记忆。 在回过神来时, 手中的羊皮纸已然消失不见, 仿佛从未存在过。 但秦义脑海中不断演变的记忆, 却在提醒他, 一切都是真的。 羊皮纸上记载的, 乃是一门奇异的断体功法。 不同于市面上那些 以各类灵物淬炼肉身的法觉, 斩仙派的断体功法, 别具一格, 极为有趣。 此法名为种兵术, 需要修行者在突破大宗师前 选择一颗枯寂的灵兵种, 以生为土, 栽种灵种, 令其虫患生机, 在体内生根发芽。 此后, 灵种不断发育, 开枝散叶, 只干将成为武者经脉的潜在支柱, 再度拓宽经脉。 而主干则与骨骼融为一体, 增强骨质。 甚至修行到高深境界, 灵种育育出的根脉, 深入石海, 还能成为武者的第二灵根, 帮助武者误导。 修行种兵术的武者, 往往拥有同阶无敌的伟力, 武道潜力能在原本的基础上提升树倍, 堪称神术。 斩仙派这个门派的名字, 听起来口气很狂, 也许修制大成真有斩仙的本事。 王老梅骗他, 这种兵术的确超过了林长青所见的一切S级功法。 在S级功法之上, 还分有圣品、神品、仙品三类功法。 此种兵术按照祖师所言, 应当为神品功法。 假若能寻到原初灵兵种, 更能拥有仙品的水平。 王老剑情义陷入沉思, 悠然出生补充道。 种兵术的修行有三大难关, 其一是需要不断供养枯寂的灵兵种, 恢复生机,慢慢成长。 这个过程必然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且异常痛苦。 毕竟林兵种将埋在舞者的心房中, 汲取心头血, 发芽后更是会以枝叶刺破心房和经脉, 强行改造人体。 这种剧痛远远超过了癌症晚期的折磨。 其二则是, 林兵种作为一种特殊的高阶灵职, 非常难寻, 近乎灭绝, 也只有斩仙派的现任派主手中有存货。 没错, 王老的真实身份, 便是当今的斩仙派派主, 也是教派中唯一的成员。 他给予情义的这一颗林兵种, 品质高达六阶, 是祖师爷遗留下来的极品。 至于修行种兵术的第三个难关, 倒是有些好玩。 种兵术种入体内的林兵种, 其实不能是完好无损的, 一定得是近乎枯败的林兵种。 否则完好的林种一旦入体, 必然瞬间抽干舞者全身生机, 导致舞者气血干涸而亡。 在种兵前, 要提前将林种灭活。 而这个灭活的过程极为困难, 至少也要封猴尽强者出手才能达成。 毕竟林兵种品质极高, 本身拥有超强的生存能力, 在荒漠中都能长大, 想要让他枯败, 不上点猛力做不到。 只有灭活之后的林兵种, 才能安全地中入心房, 以心头血与其勾连, 建立联系。 等到开辟十海, 能够操纵精神力后, 便能奋出些许精神力融入林种, 彻底掌控, 达成林肉合一。 即使是灭活过后的林兵种, 对舞者也有危险, 因此, 我才让你踏入武士境界后, 再来寻我。 王老向秦毅道 亲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秦毅听完他的讲述后, 对于展仙派的立派祖师爷 愈发感兴趣, 忍不住问道, 师父, 不知我展仙派的祖师爷 适合明慧? 王老脸上浮现出 追忆悲戚之色, 叹息道, 他名臣子落, 单说名字, 你可能不知道, 但若是提及他的名号, 你或许就知晓了。 他还在世时, 诸天万族 皆尊他一生天尊, 万劫天尊。 秦毅心头一震, 万劫天尊? 这位人族历史上 第一个踏入天尊境界的 无上强者, 居然是展仙派的 第一任派主。 如此看来, 王老的来头 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祖师他老人家 最后葬身于南海, 你既已败入展仙派门下, 未来还需去南海 动天一趟, 祭拜一番。 重兵术对舞者的增幅 除了要看灵兵种的 发育程度外, 灵兵种本身的品质 也有很大影响。 我给你的这颗 六阶灵兵种虽强, 但还不是最强。 最强的灵兵种 乃是八阶, 被称为不朽之种, 跟随祖师一起 埋藏在了南海动天。 若是缘分到了, 或许你能找到那颗种子。 原来如此, 王老一开始说的 原初灵兵种, 应该就是 所谓的不朽之种了。 南海动天吗? 我会去那一趟的。 根据他脑海中的记忆, 种兵法 其实并不限制 种入体内灵兵种的数量。 如果体质和魂魄 足够强大, 再栽种一颗也没有问题, 增幅会再度加强, 强到夸张。 可惜, 除了万劫天尊陈子落外, 斩仙派 还不曾有人能栽种 两颗灵兵种。 至于一具肉身 栽种三颗, 四颗灵种, 已是天方夜谭。 理论存在的东西, 陈子落都没做到。 栽种一颗灵兵种, 只要能一直培育下去, 最差也能突破境界极限, 在山海境 成为一尊侯爷。 这神品功法 已经这么变态了, 不知道传说中的 先品功法 能离谱到什么程度。 秦义小心翼翼地 从木匣中 取出灵兵种, 捧在手心, 放出一缕气血 钻入其中。 刹那间, 枯记得灵兵种 得到了滋润, 表面散发出 幽暗的光泽。 秦义没有犹豫, 趁着王老 再给自己护法, 一发痕, 直接将灵兵种 按在了自己胸膛的位置。 下一瞬, 感受到旺盛气血的灵兵种 骤然没入了秦义胸腔, 穿透血肉和骨骼的阻碍, 沉入心脏的左心房中。 紧接着, 秦义心中一紧, 一股刺痛随之爆发, 顷刻间传遍全身。 他的气血朝着心脏汇聚, 枯败的六阶灵兵种 如鸡四壳般吞噬着气血, 好似一个无底洞, 永远没法填满。 秦义脸色一白, 气息顿时有些虚浮。 王老对此早有预料, 他从收银台下方的柜子里 取出一颗专门补充气血的三阶灵果, 正欲递给秦义。 却不料, 手还没伸出去, 秦义的面色便陡然红润了起来, 再看不出虚弱。 王老手一僵, 有点没摸清楚情况。 难不成秦义可以自行突破, 无需再服用灵果了? 不可能吧, 历代弟子外加祖师爷初次重兵时, 也都得服下灵果, 才能扛过去。 王老是亲身经历过重兵的, 他很清楚地知道, 初步恢复生机的灵兵种, 对于气血和生机的渴求, 有多么旺盛。 宗师都得被抽干。 第68章, 五厘米已经很长了。 王老没想到, 秦义仅仅去了一趟地极危险程度的玄天秘境, 竟然收获了大量的神灵血物。 这些神灵血物乃是尊者遗留, 品质堪比六阶灵物, 在被秦义的四级铁味消化完后, 化作精纯血气, 散落在各个细胞中, 随时等待秦义炼化为气血之力。 不过如今, 他修行种兵法, 急需血气补充。 那这些神灵血物提春后留下的血气, 当场就派上了大用场。 在王老眼中, 秦义的脸色忽白忽红, 飘忽不定, 但总归没有出事, 更无精气溃散之预兆。 这小子的肉身潜力, 恐怕还在他的预料之上, 竟能硬抗灵兵种的过量汲取。 王老安安想着, 更加满意这位新入门的弟子了。 有了海量血气供应后, 枯败的灵兵种渐渐焕发出生机, 周边阴晕着生气, 只听见咔嚓一声轻微的脆响, 黑色的肿皮破开了一条缝隙, 一根白色的嫩牙缓缓钻出, 露出了尖尖角, 开始挣扎着向上生长扎根。 灵兵种的根部并非如寻常植物一般向下生长, 而是向上的。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灵兵种的根部需要深入石海, 而石海在心防上方而非下方。 破壳发芽后, 灵根的生长速度尤为缓慢, 可能要花费数年才能抵达石海, 开枝散叶。 若想加快其速度, 唯一的捷径便是用其他灵物去培育, 可谓是花钱又花时间。 但考虑到此法对战力的加成, 一切又都是值得的了。 根据秦义脑海中的记忆, 种兵术分为六个阶段, 分别为发芽、扎根、 开枝、散叶、入魂, 结果。 其中入魂对应着本体跨入大宗师, 神念入住灵兵种。 结果, 阶段对应着本体封猴, 灵兵种成熟。 在后续的道路, 则各不相同, 可以想办法提升灵兵种的等阶, 也可以栽种第二颗灵兵种。 总之要看秦义后续如何抉择了。 修行种兵术是长久功夫, 不要太着急, 慢慢来吧。 王老向秦义叮嘱道, 等你稳固了境界, 我会再给你一门沙伐功法, 用以战斗。 弟子明白。 秦义吐出一口浊气, 起身向王老道谢, 对于展仙派的沙伐功法, 很是期待。 此件事了。 随后, 他趁着这个机会, 告诉王老自己, 还需要在超市待几天, 接收几个快递, 修炼一段时日。 对此, 王老自然不会有意义, 只是询问秦义买了什么包裹。 几枚灵果, 用来辅助修炼。 秦义没有隐瞒。 既如此, 你便去库房修行吧。 那里刚好也有床, 空间也够大。 时间如流水, 悄然而逝。 眼睛一闭一睁,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待在王老的超市里, 秦义感觉无比的心安, 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踏入武士境界后, 舞者大多都不需要睡眠了, 但秦义感觉睡觉更容易恢复精神状态, 减轻疲劳。 所以, 偶尔还是习惯睡一觉。 他盘坐在床上, 那是新房, 发觉24小时过去, 自己的灵冰种没有半分长大的样子, 嫩牙和刚破壳时完全一致。 果然长得很慢啊。 破壳发芽之后, 灵冰种对于人体的养分汲取, 就从暴力乱息变成了细水长流, 不会让舞者出现负担不起的情况。 不过, 秦义倒是很好奇, 如果自己主动用气血浇灌灵种, 能否加速他的成长呢? 他不敢自己随意尝试, 起身去前台讨教王老。 王老知晓年轻人心急, 淡然回复道, 若你能掌握好浇灌的毒, 是可以尝试的。 但气血质量和数量太少的话, 对于灵冰种来说, 效果很不明显, 要求高质量的话, 仅有武师的你, 很难淬炼出足够高品质的气血。 如果有灵国辅助, 以数量填充倒是不错, 只不过不能过量, 导致拔苗助长, 根基不稳。 根基不稳的灵冰种, 长不大。 灵国辅助, 完全没必要啊。 秦义体内还残留有海量的神灵血气, 昨日让灵冰种发芽, 才消耗十分之一不到。 弟子先试试。 秦义迫不及待地找了出空地, 原地盘坐而下, 调动全身细胞中存储的神灵血气, 浇灌灵冰种。 神灵血气一点点被灵根吸食, 紧接着, 原本才露尖尖角的灵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向上生长。 半个小时不到, 便长出了五厘米, 即将触碰到心房壁。 这才只有五厘米吗? 秦义睁开眼, 略有些无奈。 剩下的神灵血气, 他还是打算自己使用, 先突破境界再说。 毕竟在灵冰种扎根前, 这种子对他没有任何提升, 纯粹是累赘。 重新回到王老面前, 他脸色苦闷, 王老却是一副早有预料的高深姿态, 主动安慰他道, 试过了吧。 五师境界的气血品质太低, 很难有效果。 若是以数量弥补, 又会拖累自身修为, 得不偿失。 还是细水长流, 一步步来吧。 情义受教, 点了点头。 您说的对, 我花费了大力气, 也才让右根长了五厘米。 嗯, 五厘米已经不, 等等, 你说几厘米? 王老眸光一凝, 语气突变。 秦义不知所谓, 重复道, 五厘米啊。 五厘米, 五厘米。 王老又放出一次神念, 探查秦义的肉身, 然后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秦义左心房中, 长达五厘米的右根。 他年轻时, 花了足足一整年, 才将右根培育到五厘米。 如今秦义一天就做到了。 这是什么怪物? 怎么了师父? 五厘米有什么问题吗? 秦义见王老脸色古怪, 心中忽然有些紧张, 生怕是自己练错了。 王老瞥了他一眼, 按道五厘米问题大了去了, 怎么可能有人中兵种得这么快? 而且, 根基还很稳。 好在他终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很快掩盖住了神色的异常, 摇头道, 没问题, 你练得很好。 就这样练下去, 或许再过不久, 就能追上我了。 王老语气唏嘘, 秦义挠了挠头, 正想着再说些什么, 但外头恰好响起了敲门声, 他回眸一看, 超市门口, 金胖子正满脸堆笑地站在那, 双手捧着一个空间储物带。 五阶邻果到了。 第69章 冰心果 金胖子为了交好秦义, 可算是费尽了心思, 甚至亲自来当这个快递员, 从渔航市区护送五阶邻果到东郊, 主打的就是一个诚意。 此刻, 他站在东郊超市门前, 脸上洋溢的笑容, 看不出什么怪异的地方, 但心思流转, 内心有些疑惑。 根据秦义的资料, 他应该住在底层公寓才对, 怎么会把寄件地址填在超市呢? 难不成是赚到钱后, 买了个超市, 继续隐藏身份。 金胖子没有把心中的疑惑说出来, 他谈了这么多年生意, 深知很多舞者不喜欢外人说三道四, 有时候保持沉默才是最佳应对之法。 叮铃铃。 开门铃响起, 超市大门应声打开, 秦义从中探出头来, 看见金胖子站在门口, 身后还跟着一位面容和蔼的老者。 嗯, 世家少爷配老头保镖, 经典标配。 秦义向金胖子后方的老者投去目光, 注视几秒钟, 便能看出此人实力不俗, 绝对是保护金胖子的顶级高手, 大概宗师境界。 宗师级别的舞者, 已经很难用贡献点和金钱去束缚了, 也不知道世家是怎么请动这些人为自己工作的。 当然, 也可能那老人也姓金, 纯粹是自家人保护自家人。 哈哈, 秦兄别来无恙, 听说渔航东郊的乱子很多, 我这才专门请了楚老来陪我走一趟。 金胖子见秦义一直在打量自己身后的楚老, 于是便主动介绍了一番, 并无半点扭捏和遮掩。 他作为商人天生惜命, 来东郊这种治安不好的地方必然谨慎, 直接把家中的中间力量带出来了一位。 可以说他怕死, 也可以说他心思缜密。 总之, 金胖子就是这样一个人。 理解理解。 秦义收回目光, 笑了笑, 从金胖子手中接过楚无带, 精神力向内一探, 找到了一颗形似爱心的果子。 此果很势不凡, 即使在存储能力极强的楚无空间中, 都有一丝精气一出。 五阶灵果当真奇异, 隔着楚无带, 仅凭微弱的精神力, 秦义竟能感觉到, 灵果中蕴含的澎湃生机。 这一颗果子下去, 效果不敢想得有多好。 除了五阶灵果外, 储物袋中还放着一件蓝色的道袍, 看起来平平无奇, 不知有什么作用。 我收集到的这颗五阶灵果, 名为冰心, 果名为冰心, 但实则不带有半分冰寒, 仅含有纯粹的生命之力, 不管是疗伤, 还是淬炼肉身都有奇效。 金胖子一脸肉痛, 双眸中满事不舍, 紧紧盯着情义手中的储物袋, 此果还是家父赏赐下来的, 很可能是于航目前唯一的五阶灵果。 五阶灵果的珍惜程度不言而喻, 四阶灵果在五阶上都能卖出百万天价, 五阶更是有价无市。 金胖子肉痛是正常的, 不过他在秦义面前表现得这么心痛, 那绝对就是故意的了。 他想在秦义心中留下足够的分量, 自然得充分表现出这颗灵果的珍贵。 不愧是资本家呀, 一言一行皆暗藏玄机。 秦义感觉这胖子蛮有意思, 也挺会做人, 交好一番倒也无妨。 毕竟人家都白送自己这么多东西了。 伸手不打笑脸人, 秦义点了点头, 应道, 还是多谢金公子了。 你们金家诚信为道, 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 只是不清楚, 这储物袋中的蓝色盗袍, 又是何物。 金胖子把秦义的反应尽收眼底, 知晓两人算是牵上了关系, 笑意更浓了三分。 此衣物名为玄水盗袍, 虽只有二节品质, 但穿戴方便, 还可随意变换外形, 就当作是我们交易的赠品吧。 当着金胖子的面试穿到了身上。 随后, 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蓝色盗袍当即变换模样, 成了一件恰好合身的运动服, 连裤子都变出来了。 好东西, 不错。 他正愁以后打架出现暴衣暴裤情况, 该怎么办呢? 未来还会有新的凶兽尸体, 保证在二阶以上, 我会随时联络你。 秦义看着身上的运动服, 感叹还是资本家董贿赂人。 哈哈, 无妨无妨, 多保持联络就好, 在下就不打扰你修炼了。 金胖子见好就收, 也没有拉着秦义讲废话, 留下储物带后, 便与储老一同离去了。 秦义快步返回超市, 迫不及待地想要取出灵果服下。 你的灵果到了? 王老见秦义满脸, 欢喜地走进来, 就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事。 你买了三阶, 还是四阶灵果? 等阶太高的话, 以你现在的境界, 很难驱除灵毒, 可能会损坏根基。 王老已经尽可能夸张地去预测秦义了, 四阶灵果, 换作一个武师, 至少得内卷工作三四年, 或是去秘境拼命, 才可能买得起。 然而, 他还是低估的秦义的档次。 当冰心果被秦义从储物袋中取出时, 整个超市都弥漫起浓郁的生机, 一缕缕生气透过缝隙流露到超市外, 甚至让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二度生长, 枝繁叶茂, 旺盛了数倍。 五阶灵果? 这已经不是价格的问题了。 一旦五阶灵果再五阶挂牌, 纵然一亿贡献点也会被人秒拍。 能买到的舞者全都有内部渠道, 提前得知了五阶灵果会上架, 专门抢购的。 你这…… 王老一时竟不知能说什么, 他想了想, 还是没有问秦义五阶灵果的来源。 徒弟也该有自己的隐私的秘密。 五阶灵果的灵毒对你来说太强了。 你想要在武师境界吃下它, 必须找炼丹师处理, 或者让为师散去其中一半的灵性。 灵毒? 在适应性进化面前, 这种持续性的毒药对秦义来说可是至宝。 吃下去后开心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让人散去一半? 他挠挠头, 脸部红心不跳开启, 对师父撒了个谎。 师父, 徒儿早些时候就发现自己可以免疫灵毒。 可能是体质原因, 无论什么级别的灵毒对徒儿都是无效的。 逐天万劫, 五道体质有亿万种, 谁都不能说, 其中不会包括能免疫灵毒的灵国体。 王老的记忆中没有这种体质, 可他看秦义完全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很快就选择了相信。 也许正是因为你的特殊体质, 才导致灵兵种长得也这么快。 王老不仅相信了秦义的话, 甚至还发动了脑补, 替秦义圆上了灵兵种长太快的疑点。 呃, 脸不红心不跳, 看来也是个神技技能, 似乎有加强言语幸福度的能力。 忽有神技? 第七十章十九集灵气清河, 神级天资。 杂七杂八的事情先不管, 此时有王老相伴, 绝对是服下冰心果最好的时候。 秦义与王老来到超市库房, 没有犹豫, 狼吞虎咽, 三两口就吃掉了八掌大小的冰心果, 连果核都没放过。 高阶灵果的果核, 想要再次栽种难度爆表, 近乎没有可能, 倒不如吃了多补充些营养。 微凉的果肉下肚, 绽放出无尽的生机, 通过经脉流经五脏六腑, 滋润着秦义的每一个细胞, 让它感觉舒畅万分, 仿佛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 冰心冰心, 虽然名称带着一个冰字, 但却象征着冰封的生机, 一旦解冻, 暖意无穷。 不过, 伴随着灵性的扩散, 灵毒也在暗中滋生, 沉寂于秦义的各个脏气中, 逐步腐坏它的器官, 最终导致它的五道根基, 遭受不可磨灭的打击。 凡事都有两面性, 灵果为了防止被生物大肆吞吃, 在果肉中催生出了大量的灵气之毒, 专门毒害武者的抵御。 因此, 在此界, 光靠磕灵果, 最多提升值高阶武师, 至于宗师, 只能梦里想想了。 然而, 秦义却可以无视灵毒的影响, 甚至反过来利用灵毒再次进化。 在王老眼中, 此时秦义的脸忽白忽黑, 前一秒四时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毒极深, 后一秒又变回了原样, 皮肤白皙。 他胃部的灵果在被铁胃快速消化, 灵毒也在不断被释放而出, 可在王老看来, 秦义的根基不仅没有被毒害, 反而愈发坚实, 堪称奇迹。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老夫活了这么多年, 从未听说过有免疫灵毒的体质, 今日算是见识到了。 王老万般称奇, 他发现, 秦义不仅可以免疫灵毒, 消化灵果的速度也绝非一般武者可以媲美。 普通的中阶武师想彻底消化一颗五阶灵果, 至少得花上十天半个月。 可到了秦义这, 似乎当场就能消化完全。 莫非他这个徒弟, 做什么都能比别人快一点? 还是说, 能够免疫灵毒的特殊体质, 还附带有加速灵物消化的能力? 那这体质, 着实是强到离谱了。 人类联盟目前排列出的百大五道体质中, 秦义这个新兴体质, 随随便便都能排进前三十。 无视灵毒这是什么概念? 意思就是, 秦义在大宗师前可以无脑吃灵果, 无惧副作用, 一路飙升境界, 乃至于三天就能从普通人变成大宗师。 只可惜, 大宗师后舞者想要再进一步, 就得接触大道, 光吃灵物没有效果。 不多时, 冰心果中沉淀的灵毒全部释放完毕, 蕴含的灵性和生机也尽数被秦义吸纳。 这颗五阶灵果基本算是吃完了。 库房内, 秦义的气息猛然攀升, 经脉之中, 一点点灵性各自成河, 大量的浓缩气血汇入秦义体内。 短短一个小时的功夫, 秦义的气血总量便从500卡飙升至1000卡, 高阶舞狮的瓶颈好似不存在一般, 就这样被跨过去了。 秦义才刚突破中阶舞狮没到三天, 就走到了舞狮境界的最终阶段。 这一幕, 看得王老心中五味杂陈, 想起自己当年, 虽也被称作天之骄子, 可仍然在舞狮境界卡了两年。 两年从低阶舞狮突破至高阶舞狮, 已然是傲视群雄。 可放在秦义这, 人家一个月从废物突破至高阶舞狮, 完全没得比。 后生可畏, 未来可期啊。 王老道不至于生出妒忌之心, 到了他这个年纪, 什么时都看淡了, 对于秦义的天赋, 只会感到开心和骄傲。 不过他若是知道, 秦义其实可以一鼓作气突破至宗狮, 不知又会做何感想。 没错, 冰心果中蕴含的能量, 其实已经够秦义突破宗狮了, 但他强行压制住了境界突破, 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 他怕自己胡乱扩张脑狱会出事, 打算先问问王老再继续。 宗狮境界的突破, 原本是需要开辟脑狱的, 可秦义因为失去神灵的原因, 提前开辟了脑狱石海, 虽然只有小小的一片, 但小归小, 也算是有石海了。 之后, 他在突破宗狮, 有了一次扩张石海的机会, 他担心会出差错, 于是决定先讨教经验丰富的王老。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秦义体内的气血总量突破1000卡后, 依旧没有停息, 还在上涨, 直至涨到高阶武师极限的2000卡才停下, 看得王老都忍不住咋舌。 而最恐怖的是, 境界的提升并非是秦义服下灵果后的最大收获。 它的最大收获, 永远是通过适应性进化, 进化出的新技能。 丁,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5阶灵毒, 进化出被动技能, 剧毒抗性LV5。 原先通过庄木秦提升到4级的毒抗, 再度升级, 变成了5级。 4级毒抗就能让他无视绝大部分4阶毒性, 升到5级后, 估计他把4阶毒药当饭吃都没事了。 5级代表着5阶, 也就是说, 假如秦义遇到一位主要攻击手段是用毒的山海进抢者, 他甚至有机会靠5级毒抗打死对方。 毕竟他的肉身有一级不朽精身加持, 等同于大宗师肉身。 属性克制的情况下, 跨一个大境界斩敌, 不过分吧? 当然, 5级毒抗确实不错, 但比起下面一个进化成功的被动技能, 还是差了太多。 丁, 你成功消化了5阶灵果的全部灵性, 洗涤根骨, 资质全面提升, 进化出天赋技能, 灵气清合LV19。 19级的灵气清合? 如果秦义没记错, 他一开始只有9级, 没想到一颗5阶灵果下去, 瞬间提升了10级, 跨过了10级门槛。 19级灵气清合有多变态? 传闻中的5神体, 可以不用修炼, 灵气自行钻入体内, 自行淬炼气血, 帮助舞者变强。 秦义本以为5神体, 至少是50级灵气清合以后的事情了, 没曾想, 19级灵气清合已经有了5神体的效果。 此后, 他不再需要前行修炼, 纵然天天打游戏, 身体也会保持在最佳修行状态, 灵气会自动入体。 他的身体, 就像是一个流水线工厂, 灵气则是被剥削的免费劳动力, 任劳任怨, 牺牲自己, 主动帮秦义创造资产。 而他的修行速度, 更是比先前快了数十倍不止, 一分钟就能淬炼出一卡气血, 比之陈轩也强了不知多少倍。 灵果, 真是好东西。 一颗5阶灵果效果都如此夸张了, 那么6阶, 7阶, 乃至于传说中的8阶灵果呢? 该不会吃下一枚, 直接能成仙吧? 秦义暗暗幻想, 越高级的秘境, 越可能产出高阶灵果。 或许接下来, 处理完医生会的麻烦后, 他可以去隔壁厌荡山中的 B级秘境是试水。 第71章 要不你当我师父? 由于气血总量到了等阶瓶颈, 灵气自动进入禽疫体内, 无法继续催炼出气血, 转而开始帮助禽疫打磨肉身, 进一步压缩气血的浓度。 因应有将液态气血压入肉身, 锤炼为固态气血的趋势。 每个舞者的气血品质都有所不同, 总体上可以分为气态、液态、 固态三个水平, 其中气态属于准舞者的层次, 液态属于舞者制宗师的水平, 至于固态。 往往需要踏入大宗师境界后, 才有机会进行压缩尝试。 因为想要淬炼出固态气血, 需要强大到一定程度的肉身, 否则是无法提供淬炼环境的。 就像钻石必须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 才能产生一样, 固态气血对于环境的要求, 实际上就是对舞者肉体强度的要求。 毫无疑问, 秦义的肉身达标了, 不仅达标, 还远胜一般的大宗师。 大量的气血被强行压缩成一滴, 融入秦义的血肉之中, 填补着细胞之间的缝隙, 让秦义的肉身强度再次开始提升, 变得更加殷实。 若是有人在此刻用科学仪器 对秦义进行测量, 便会惊奇地发现, 秦义这个人的血肉密度居然在疯狂提高, 堪比金石。 天族的不朽神灵在死后尸体, 还能如此恐怖, 而秦义的肉身愈发结实, 其中蕴含的气血之力也愈发澎湃。 是我老眼昏花了吗? 王老眨了眨眼, 可秦义身上的异象仍然没有消除, 依旧如初。 武士阶段就能炼化固态气血也就罢了, 此等被动修炼、知法, 可是需要极高的灵气清和度的, 据他所知, 只有五神体和自然神体有此能力。 为何秦义也有? 你的特殊体质不是免疫灵毒吗? 似乎是看出了王老脸上挥之不去的困惑, 秦义轻渴两声, 脸部红星不跳, 打了个哈哈道, 师父是否看出了我身上的异样? 王老点头, 秦义一脸疑惑, 继续说道, 徒儿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吃下五届灵果后, 突然发现周边的灵气不受控制的, 往我体内钻, 还在帮我修炼。 师父难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吗? 王老摇头, 我也不清楚原因, 可能还是和你的体质有关。 毕竟威师从未听说过你这般神异的体质。 诛天万剑, 总会有常人不清楚的体质。 你也不用担心, 至少目前显露出来的特征, 对你来说都是好处。 见师父不仅没有追问, 还主动帮自己圆了谎, 秦义心头一松, 略微有些惭愧。 虽说欺骗师父很不好, 可系统的存在太过重要, 连剧神藏魂都能镇压, 他实在不敢告诉别人。 麻烦暂时掩盖住了, 秦义没有在此问题上继续纠结, 话锋一转, 询问起宗师突破的问题。 说到这个, 王老的神色也凝重了三分, 素然道, 武师突破宗师需要开辟石海, 危险性很高。 稍有不慎, 变成傻子都算轻伤。 王老对于宗师境界多有研究, 叮嘱道, 脑狱的开辟一定要循序渐进, 先以一丝气血作为先锋探路, 摸清楚哪里能碰, 哪里不能碰后再继续。 每个人的脑子都有细微的差异, 因此, 他人的路线不一定适合你, 你最好。 他想着传授秦义开辟脑狱的经验, 却看见秦义善善一笑, 神色略显微妙。 怎么了? 回答道, 师父, 弟子在武者境界时便阴差阳错, 开了脑狱石海, 如今想知道如何扩张石海。 王老, 武者境界开石海? 你怎么不上天呢? 石海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地方, 甚至比心脏都重要, 属于半虚半针的奇异之地。 所以, 王老之前也没注意到, 秦义已经有了石海。 只有突破至真王境界, 人的灵魂和石海, 才会由虚转石, 能以肉眼看见, 甚至亲自去触碰。 就像秦义曾在巨神的石海中潜涌, 在彻底化石前, 若非专门探查, 否则外人很难察觉到石海的存在。 如今王老专门愤出一缕神念, 潜入秦义的眉心, 仔细一探, 果真看见了一小片夹缝般的石海。 这里海水不算充盈, 勉强可以填满缝隙, 对于他来说很弱, 可考虑到秦义武者境界, 就有此等石海和精神力。 说出去, 已经能吓傻一堆大佬了。 就连九金风霜的王老都有点, 被打击到了。 魂魄逆天, 肉身无敌, 资质无双, 我到底受了个什么妖孽当徒弟? 你这么变态, 让同辈天骄怎么活? 不对, 不只是同辈天骄, 往上推两倍的天骄, 也可能被秦义追上, 乃至于越级击败。 没想到你, 已经有差不多150点精神力了, 既然石海已开, 那么你突破宗师之际, 可以尝试向四周扩大石海, 尽量先不要向下拓身石海。 王老稍作私存, 告诉了秦义自己的经验。 至于为何最好别往下开辟, 他也给出了原因。 武士阶段对于气血的掌控力, 还很粗糙和薄弱, 做不到精细如微, 向下开辟, 很可能一个不小心, 就弄坏了关键的脑神经, 导致出事。 而向两边开辟, 只要别开辟的过大, 基本不会出问题, 因为你已经在那开了个缝, 没出事。 那基本上说明, 周围连通的一大片区域, 都是可开辟的。 情义受教, 不过他仍有一个问题。 按照您说的, 那如果我控制气血的水平, 到了细致入微的层次, 能否尝试向下加深石海呢? 细致入微? 这可是王侯们追求的层次, 王老也是几年前才达到这个水平。 王老听完情义的话, 本想着出言驳斥, 教育一番情义, 让他不要好高骛远。 可想到情义身上发生的种种奇迹, 又有点不敢说出来了。 也还好他没把心中所想说出口。 因为下一秒, 他便看见情义伸出食指, 稍稍一勾, 一缕气血顿时从他体内窜出, 像是玩具一般, 被他随意揉捏完弄, 在空中按照指挥肆意飞行。 王老, 要不你当我师父? 第72章, 开天一剑, 星辰呼吸法。 能把气血这般轻易地把玩, 已经足以说明, 情义的控制力水平了。 王老也不知道, 还能说些啥。 他现在只想转身离开, 独自静静。 不过在离开前, 他还需要交给情义两件物品, 这是之前许诺过的入门功法。 考虑到情义已经开辟了石海, 功法传授倒也无需再以实物为媒介了。 王老心念一动, 凝聚出一缕特殊的神念, 流光溢彩, 转瞬间钻入情义脑域之中。 紧接着, 情义脑海中凭空多出了两段记忆画面, 正是王老给予他的两本斩仙派功法。 随意点开一段记忆翻看, 他看见了一柄仙剑, 通天彻地, 贯穿虚空, 自苍穹斩落, 破灭世界, 剑气传荡十亿里, 纵然只是记忆画面, 也让情义感觉到了一股透彻心扉的凌冽剑意, 头皮发麻。 此乃斩仙派的绝学功法, 同样为神品, 名曰开天一剑。 这记忆中的剑法, 绝对是情义见识过最强的一剑, 极有可能是斩仙派的开派祖师, 万劫天尊陈子洛亲自掩饰的。 即使是先前大狗主人投出的那一毛, 也没有这开天一剑恐怖。 可是我不用剑法, 专修肉身, 这功法与我而言略显鸡肋啊。 难不成还要专门再去修行剑法? 秦义继续向后观看着开天一剑, 渐渐地, 他参悟到了这门杀伐功法的一丝要领。 那并画面开头通天彻地的仙剑, 在展完后居然就此消失不见, 原地只留下一位风神俊朗的华服青年, 温文儒雅, 身上却又隐隐散发出与样貌反差极大的杀伐气质, 灵力如剑。 此人一定是陈子洛了。 不知为何, 秦义心中这般认定, 极为肯定。 陈子洛脚踏苍穹, 淡然矗立, 下方是万丈深渊般的剑痕, 深不可测。 他就这样静静地站着, 一句话也没说, 一个动作也没做, 秦义却从他身上感悟到了开天一剑的真意。 此剑并非要使剑。 他们斩仙派的根基乃是重兵术, 己身与灵兵种结合, 肉身比起同阶舞者, 强横数倍, 可以身为剑斩出这一招。 开天一剑, 重点并非后面一剑二字, 而是开天。 参悟开天二字的道义, 才是关键点。 晚辈秦义, 拜谢老祖。 秦义对于开天一剑的修行, 瞬间有所精进, 他没有急着继续领悟, 而是以灵魂体恭敬一拜, 结束了这段记忆。 他很好奇, 另一门功法是什么。 开启另一段陌生记忆的翻阅, 这一次, 秦义什么都没看见, 脑海中只有绝对的黑暗, 绝对的虚无, 放眼望去, 到处充斥着死寂与空虚。 这种情况维持了许久, 秦义耐心地等待着, 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等待了多久时, 黑暗中发生了变化, 一点星芒微微亮起, 旋即愈发璀璨, 迸发出亿万道光泽。 而后, 是第二个星芒, 第三个星芒, 第四个星芒。 原本漆黑的夜空, 刹那间繁星如梦, 一颗颗星辰焦香灰映, 点缀了整片苍穹, 绚烂夺目。 可是, 这又是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功法? 秦义仔细观察着夜空中的星海, 慢慢地, 他察觉到了端倪。 天空中每一颗星辰都在有规律地闪烁着, 好似翻涌的海浪, 一层层波荡。 这些星星仿佛是活着的, 它们在呼吸。 星辰呼吸法。 王老给予他的第二本功法, 居然是一本珍贵的呼吸法, 而且品质不低, 至少也是A级。 这可是能在五界迈出天价的东西。 此呼吸法以漫天星辰为影, 通过观想星辰的闪烁, 调整呼吸, 进入玄妙的状态, 不仅可以提升十几倍修行速率, 还能在未来让人有一定概率当场悟道。 要知道, 大宗师境界以后, 想提升实力光有气血不行, 必须在参悟、道义上有所进步。 而悟道状态, 便是参悟大道的最佳状态, 普通大宗师想进入, 只能去求外悟, 譬如传说中的悟道业。 想要自然进入悟道状态, 对于根骨和悟性的要求很高, 飞天娇不可为。 败入斩仙派, 竟得到了这么多好东西。 秦义忽然有种被包养的幸福感。 他忍不住当场就要利用呼吸法开始修炼, 看看自己专心修行之下, 在十九级灵气清河外加A级呼吸法的加持下, 十五天后到底能到什么境界? 说不准都不需要消息去市区请外援了, 他自己就能暴杀一切来敌。 不过, 他看了眼手机, 发现自己从五阶那边买来的灵果和功法也要送到了, 快递员马上就到门口。 修行一时还是放在晚上吧, 不急。 他起身道, 师父, 我还有几个快递马上送到, 现在得先去签收。 王老眼脚一跳, 该不会还有五阶灵果吧? 难不成是六阶? 你可别吓老夫。 这位老人家实在是被秦义折腾得不轻。 就这两日, 他的情绪波动次数已经远超过十年了。 秦义被师父的反应逗乐了, 怎么可能还有五阶灵果? 只是三阶灵果罢了, 外加两门功法, 一本B级的演戏功法, 一本C级的身法。 他之前在地铁上撕来想去, 还是把贡献点的大头花在了演戏功法上, 足足花了70万, 而身法仅花费十余万, 目前账目下还剩二十多万贡献。 哦。 王老心头莫名义松, 对秦义的购买思路表示认同, 以你的天资, 确实应该遮掩一二。 但这个遮掩不是为了在人类社会扮猪吃虎, 装逼打脸。 你买遮掩功法, 主要是应付异族和秘境的凶兽。 至于人类社会, 你无需遮掩任何实力和资质, 该怎么放纵就怎么放纵。 哪怕引起人类联盟盟主的注意都无妨。 秦义一愣, 都说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他本以为王老也要劝诫他这个道理, 没曾想并不是这样。 王老反而支持他在人类社会装逼。 为啥? 王老瞥了秦义一眼, 云淡风轻地倾笑道, 是不是在疑惑为什么我没让你低调一些? 道理很简单, 你越是耀眼, 上都对你的投入就会越大。 至于危险, 你是我的徒弟, 在人类联盟, 没人能动你分毫。 此话一出, 王老心中累积许久的负面情绪, 倾泻一空, 只感觉神清气爽。 看了看两眼冒猩猩的秦义, 他可算体会到当师父的快感了。 终于能在徒弟面前装一次了。 这才是师父应该有的感觉啊。 若是秦义知晓, 王老此刻心中的想法, 肯定会暗自偷笑, 觉得这小老头还蛮可爱的。 第73章 暗潮汹涌。 王老的实力很强, 但秦义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王老到底有多强。 他对此一直很好奇, 由于片刻后还是向师父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只不过用了婉转一些的语气。 师父, 徒儿还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境界的舞者呢? 您告诉我境界, 我也好掂量掂量, 以后哪些人是不能招惹的? 哪些是可以招惹的? 不然招惹完, 别人追杀我。 您应付不了, 可就尴尬了。 闻言, 王老忍不住脸一黑, 合着我刚说完要罩着你, 你就想好, 要去招惹人了? 他没好气地挥挥手, 无奈道, 你师父, 我已踏入真王境多年, 不过, 真王壁垒几乎把我卡死了, 这辈子应当都没有机会再进一步了。 说到这, 王老的神色略显暗淡, 真王几乎已经是人类联盟名面上的最强者了, 可整个人类联盟一共128位真王, 却出不来一位尊者, 可见突破尊者的难度。 自古以来, 能称王者, 无不是璀璨了一个时代的天骄, 可他们在那唯一的天尊面前, 却又惨淡无光了起来。 此番世界的面积, 比起情义前世的地球, 大了数十倍不止, 就算减去各类洞天秘境, 也绝对有地球的十倍大小。 华夏境内, 人口超过50亿, 然而称王者仅68人, 这还已经是人类联盟中真王数量最多的区域了。 据说整个欧盟也才32位真王, 秦毅认为自己是不可能被卡在真王境界的, 甚至于天尊境界也卡不住他。 不过面对沉默的师父, 他斟酌了一番语句, 准备放松活跃一下气氛。 看网络上的介绍, 真王竟能活800多年, 您其实还很年轻, 不一定没机会突破。 况且, 就算您没机会突破, 这不还有我吗? 等徒儿以后, 练就无敌之躯, 必帮师父寻一位灵雾, 助您打破瓶颈。 这段话语, 秦毅虽然是用玩笑般的口吻说出来的, 可其中饱含真心, 王老可以听出来。 王旭活了这么多年, 自从师尊陈子洛战死后, 便一直孤身一人, 今日还是第一次听见亲人般的关心。 他心中一暖, 也以玩笑般的语气对秦毅说道, 你离开后不可胡闹, 那些光明正大要挑战你的人, 我可不会阻止他们。 另外, 外界还有一些诡异的组织, 你若是太过张狂, 可能遭受他们的刺杀, 平日里还是需要小心。 如今人类万众一心, 但难免有鸡鸣狗盗之辈, 暗中勾结一族, 我不可能一直跟着你, 但假如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一定要来找我。 秦毅重重点头, 经过这番谈话, 师徒二人的关系, 在潜移默化中清静了不少。 谈话结束, 王旭飘然离去, 继续待在前台收营, 秦毅则是去收了快递包裹, 盘坐而下, 开始炼化三阶灵果。 三阶灵果对他已经没有作用, 但炼化出来的精纯能量, 却可以浇灌给新房中的灵兵种, 助力气成长。 算上开天一剑, 重兵术, 星辰呼吸法, 以及从五界购买的两门功法, 和气伤风拳, 秦毅目前一共需要修行六门功法。 除此以外, 他还要着手准备突破宗师。 与消息约定好的15日时间还剩13天, 在这13天里, 秦毅应该能过得很充实了。 就在秦毅抓紧修行的同时, 距离渔航不知多远的一方地界中, 天色阴暗, 大雨滂沱, 逗大的雨滴砸在树叶上, 发出啪啪脆响。 庞大餐厅的风树下, 摆着一张圆润的石桌, 数十个石椅, 从内到外围绕着石桌摆放。 每个椅子都有一道人影端坐骑上, 窥然不动。 如果从远方观望, 便会惊奇地发现, 倾盆大雨洒落而下, 竟没有淋湿这些人分毫, 每一滴雨水在触碰到他们之前, 就化作一缕白眼, 消失无踪了。 舞者的气血淬炼到一定程度, 将拥有一种契机, 或是说威压, 不仅能够震慑低境界舞者, 还起到一定的隔绝护体作用, 令雨水难以近身。 仙女被抓了, 她失败了。 众多身影中, 一位秦毅极其熟悉的人影, 从最外围的石椅上站了起来, 率先发言道。 此人面容阴雾, 五官锐利, 正是之前想要抓走秦毅的 一神会成员, 刘烨。 当前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一神会的成员, 最弱也是武士境界, 按照贡献和实力高低进行分位, 越强的, 座位便越靠近那层, 靠近石桌。 江南行省中一神会的精锐, 尽数在此了。 关于刘烨所说的仙女仪式, 其实就是庄木秦和秦毅的问题, 一神会的成员, 在拥有一定的实力和地位后, 都会给自己取一个名号, 仙女就是庄木秦的代称。 至于刘烨, 他刚晋级不久, 代称也刚起好, 名为黄仁。 由于刘烨自己吃不下秦毅这条大鱼, 无奈之下, 只能汇报给组织高层, 请求上头支援。 故此, 在场之人都已掌握秦毅的底细, 知晓秦毅手中可能获得了一件高阶灵雾, 可快速提升武者境界和实力。 哦? 原先是个习武废柴, 短短一个月, 竟突破至中阶武师, 想来他所掌握的灵雾不会低于五阶。 听说在那位存在离开前, 留下了两件东西, 一把雪剑悬于秘境, 镇守空间裂缝。 还有一件神秘的灵雾藏在了人间, 至今无人获得。 兴许这情义便是得到了他的传承。 十桌外共有摆放有六圈十椅, 此时, 位列第二圈的人影说话了, 他身姿恶挪, 体态风鱼, 虽全身上下都是一片漆黑, 却自带一股魅意, 而此女更为不凡, 她名为影刺, 看名字便知晓, 是专门负责刺杀和暗杀的成员。 刘叶依稀记得, 自己刚加入异神会时, 听老人说过, 影刺曾试图猎杀一位赫赫有名的侯爷, 差点成功。 此女少说是山海静, 她要出手了吗? 刘叶心头苦涩, 本来属于自己的机缘, 一旦上报上去, 便与自己无关了。 顶多在抢夺情义的机缘成功后, 分她一小口汤喝。 可惜啊, 可恨啊。 想起那个在自己疯狂轰击中屹立不倒, 甚至还出言讥讽的青年, 刘叶只感觉满腔恨意, 无从发现。 也好, 影刺若是出手, 定能将情义生情。 到时候, 她生情把失去利用价值的情义, 送到自己手里, 然后再狠狠折磨出气。 第七十四章, 镇天王, 魔族, 全场一片静谜, 无人出声, 只能听见花花作响的雨声。 影刺环顾四周, 青小岛, 那便由我接下这个任务, 去试探一二, 主委觉得如何? 众人面面相去, 无人敢触怒影刺, 毕竟她是有实力, 坐在第二圈的一神会高层。 影刺嘴中所说的试探一二, 其实就是, 准备将秦义身上的奇遇, 据为己有了。 一尊大概率处于山海境的存在出手, 对付区区一个武师, 怎么可能出现意外? 秦义即使在天资纵横, 能够跨境界作战, 也不可能连续跨过三个大境界, 从山海境强者手中逃脱。 所谓的山海境, 可是有资格封猴的存在。 不过, 这个叫秦义的小家伙, 把仙女丢给了警局, 或许和渔航官方牵扯上了关系, 暗中有人守护。 你可要小心, 别因沟里翻船。 影刺身旁, 一位体格高达如山, 肌肉如巨石般求起的壮汉开口了。 此人代号, 识人, 同样坐在第二圈, 有资格与影刺对话。 他的话语表面上在提醒影刺, 实则暗含嘲讽, 略显阴阳怪气, 跟他高大正面的外表, 形成了反差。 影刺的脸上漆黑一片, 看不出神态, 但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冰冷的气息弥漫开来, 直叫人几倍发凉。 就让影刺去吧, 以他的身法, 即使遇到留守渔航的那位侯爷, 也能保住性命。 就在这时, 摆在众人中央的石桌竟发出了声响, 令所有人心头一惊。 此事居然引起了主上的关注。 官方那边调查的资料确实准确, 异神会能够组建的关键并非是在场的人类舞者, 而是中央这个石桌。 这个石桌, 乃是异族与他们联络所用的灵物。 假如从高空俯视, 能看见石桌的桌面上, 撰刻有大量黑紫色的符文, 接连成圈, 充斥着邪魅的气息。 异神会异神会, 正如其名字一般, 信奉异族真神, 为异族的不朽神灵办事。 若非暗中有不朽神灵出手, 他们也不可能在华夏严格的审查之下存活。 只可惜, 异族的不朽神灵们暂且失去了进入蓝星的能力。 按照他们的话说, 这叫时候未到。 目前能潜入蓝星的异族, 最多只能是真王或是半不尊者。 但本体过不来, 不代表力量过不来, 不朽神灵们花费一些代价, 只要与蓝星建立联系, 就能送过来一些东西。 而这联系, 便是他们创建的各个诡异组织。 距离石桌最近的三位第一圈武者神色惊骇, 匍匐于地, 面对异族神灵, 竟无半点强者的尊严。 能坐在第一圈的人, 至少也是封侯镜。 可他们如今却败得如此迅速, 可见异族已经彻底掌控了他们。 这三人跟随异族真神多年, 深知主上的性格, 知晓主上并非看上了情义手中可能拥有的奇遇, 而是在意那个男人的信息。 那位在十几年前强势崛起, 差点杀穿五月洞天的男人——镇天王——林长青。 单单是提起这个名字, 三人就忍不住站立, 脑中浮现出那恐怖绝伦的一枪。 他称王后, 平定了整个江南行省所有不安分的秘境。 随后远走北冰阳, 在自己的故乡渔航留下了一把金氏血剑, 还有一份神秘传承。 这份神秘传承, 或许记载有林长青的下落。 此人绝对拥有登陵天尊的资格, 一族高层, 不想人族能再出一位天尊, 这十余年来在疯狂打探他的消息, 想要动用禁忌手段, 强行斩杀他。 可惜, 找不到他的下落。 传闻神族曾有一位不朽神灵, 花费大代价踏入蓝星, 发现了林长青的踪迹, 然而没来得及传回来,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疑似死去了。 在诸天万劫中, 神族又被称为天族, 大概是几千年前, 天族出了一尊近乎称圣的存在, 这才有底气改名为神族。 底层小族会尊称他们为神族, 但差不多实力的各大古族, 却依旧称呼他们为天族。 猜到主上的心思后, 影刺心头大喜, 急忙跪拜在地, 叩首保证道, 请主上放心, 属下一定将秦义带回来, 连同他身上的奇遇。 此行不会出半分差错。 他知道, 这是一个在主上面前博得关注的好机会, 心中瞬间下了决心, 这次外出要拼尽全力, 纵然对方只是武师, 也不能给丝毫机会。 石桌带边没有回应他的话, 只是在半空中, 一颗好似猎羊的眼睛缓缓睁开, 瞥了他一眼, 旋即再度闭合, 一切波动平息如初。 影刺从那一眼中感受到了莫大的激励, 浑身兴奋到发抖, 直至主上离去许久, 才慢慢站起身来。 官方办事的效率向来很慢, 想要请动高手保护秦义, 少说也要五天, 才能把请求一层层传递上去, 得到审批。 我现在就出发去找秦业, 想来官方大概率还认为我不会出动。 诸位同僚, 我便先行一步了, 你们继续聊, 谢谢。 影刺腰枝恶挪, 伸了个懒腰, 身影渐渐暗淡, 融入阴影之中, 消失不见。 周围众人见他迫不及待地离去, 眸光闪动, 心中略有些羡慕。 能得到主上的注意, 前途不可限量。 尤其是等一族瓜分完蓝星后, 办完此事的影刺还会有大机遇。 对于异族能击败所有人类, 瓜分蓝星这一点, 在场所有人都是深信不疑。 要是不信, 他们也不会背叛。 只有见过异族隐藏的实力, 才能知道人族的未来有多绝望。 蓝星的人类联盟面前, 在明面上一位尊者都没有。 可异族呢? 光是他们投靠的魔族, 便有72助神, 尽为尊者。 未来, 他们这一批早早叛选的人族, 将会被并入到魔族的下属种族中, 受到魔族庇护, 就如地狱族, 狮族一样。 而那些顽固的人族, 只会被屠杀殆尽。 他们才是人族真正的未来, 真正的火种。 随着影次离开, 剩下的众人也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得到第一圈三人的同意后, 各自远去。 至于那位秦义, 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东西罢了, 无人在意。 影次全力出手之下, 他不可能逃脱,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一神会办事一向谨慎, 此次面对一个武师, 直接派出了山海竞强者, 跨越三个大境界。 这还怎么出问题? 在座之人渐渐散去。 最外围的刘烨也起身准备离开了, 他回望一圈圈实以围绕的石桌, 眼眸中满是灼热和期望。 他也想有朝一日, 能坐在最内圈, 第一圈。 刘烨捏碎口袋中的浴服, 周旁的空间泛起连衣, 将他送出了秘境。 没错, 一神会的总部, 设置在某处秘境中。 也只有秘境, 能够规避人类联盟的审查, 让他们安心聚会。 而这个秘境的一条空间裂缝, 被他们的主上所掌控, 交给了一神会的现任会长。 这条空间裂缝, 独立于官方的秘境入口, 位置隐蔽, 极难发现。 一个秘境, 往往不止有一个入口。 即使是玄天秘境, 也有特殊的隐藏入口可以进入, 只是暂时没被人发现罢了。 官方所掌控的, 往往是大门和正门, 而许多狗洞, 不曾受到监视。 走秘密入口, 就能规避官方的审查, 安全无比。 第75章 功法修行, 倒霉的影刺。 视线回到东郊超市。 在这段时间里, 秦亦都待在东郊超市库房, 前行修炼, 先把自己购买的三阶灵果, 炼化了充当肥料, 给新房中栽种的灵冰种浇灌了一番。 可惜, 三阶灵果的品质还是太低, 灵冰种吸收完毕后, 依旧是五厘米长度, 顶多增长了几毫米。 这玩意确实很难修炼, 需要细水长流, 当年能在扎根阶段困住王老快两年, 是有道理的。 秦亦先前也是拿神灵血气去浇灌, 这才有明显效果。 神灵血气, 可是相当于六阶的灵物。 秦亦目前身体里, 也只剩下一点残余了, 还要留着突破宗师用。 浇灌灵冰, 重花了秦亦一个多小时。 而剩下的时间里, 他都在专心修行功法, 尤其是星辰呼吸法。 秦亦用了两个小时才彻底掌握。 不过他所谓的掌握并不是融会贯通, 而是能与气血修行一般, 将呼吸法变成自动维持的状态。 如果有人耐心观察秦亦的呼吸, 就会惊奇地发现, 他看似普通的一呼一吸, 暗藏玄机,奥妙无穷。 没错, 秦亦将使用星辰呼吸法, 变成了自己的本能。 今后只要他还在呼吸, 那么便是在使用星辰呼吸法。 也就是说, 他每时每刻都在享受修炼速度翻倍的加成。 秦亦怀疑, 十九级灵气清河不仅仅增强了他对灵气的吸纳速度, 还增强了他的根骨, 导致他能做到永久维持呼吸法状态。 恐怖如斯。 不知道把灵气清河提升至一百级, 究竟会发生什么? 不会一个呼吸就成神了吧? 抛去太过遥远的幻想, 秦亦又开始抓紧时间修行从五届购买的两本功法。 他先尝试参悟, 避急演戏功法, 云中雾, 此法可催动周旁的灵气覆盖在自己体表, 以特殊方式形成一层无形且隐秘的隔绝层, 使外人无法窥探真实情况。 云中雾的遮掩效果极佳, 可以隔绝同阶舞者探查。 但作为避急功法, 其能力肯定不会止步于此。 正如其名称一般, 通过云中雾形成的灵气隔绝层, 是可以无限制造, 无限叠加的。 穿透浓云还会被浓雾遮挡, 永远无法看清真实, 这便是云中雾三字的由来。 只要足够闲, 足够有耐心, 秦义甚至可以制造一万层灵气隔绝层。 而一万层灵气隔绝层的效果, 堪比S级遮掩功法, 能规避高于自己四个大境界的舞者探查。 当然, 秦义现在时间紧迫, 来不及制造一万层, 只是随手造了一百层, 试了试效果。 百层灵气隔绝层足以挡住的大宗师窥探, 即使是专门修炼童术的李佳人, 同样可以自动修炼, 因为他的十九级灵气清河, 周围的灵气一直在主动往他体内钻, 只要稍加变通, 就能让一部分灵气留在体表, 自动凝聚为灵气隔绝层。 看这效率, 大概一天能多一层。 秦义即使什么都不做, 九千九百多天后, 依然可以得到一万层灵气隔绝层。 换句话说, 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都没必要去换演戏功法了。 云中雾的修炼, 花了秦义整整九个小时, 算是极其耗费时间了。 结束遮掩功法的修行后, 秦义马不停蹄, 继续开始参悟C级身法, 流光踏空步。 此法的修行难度不高, 但对于敏捷的加成很显著, 通过特殊的步伐和借力方式, 让秦义的速度提升了一个档次。 正常的高阶武师, 速度大概在200米每秒, 差不多达到了0.5倍因素, 标准因素为340米每秒。 秦义一直以来速度都不太行, 此刻有了C级身法的加持, 速度终于完成了突破, 达到了300米每秒, 无限接近因素。 怪不得都说, 世家的天骄难对付, 人家天生可以免费学习各类高阶功法, 即使和普通武者一个境界, 单靠功法加成都能报答普通武者。 C级身法都要花费十余万的贡献点, 相当于普通武师快一年的收入。 秦义默默感叹, 好在他是个赚钱小能手, 没钱了就能去玄天秘境的二阶母虫朝玩玩。 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没有比秦义还希望那位二阶母虫能晋级三阶的了, 包括那头二阶母虫自己。 二阶母虫要是提升至三阶, 对于秦义的作用可太大了, 它能无限生产霸主级凶兽, 并且是分析完秦义的状况后, 专门针对它生产的特殊霸主级凶兽。 这种怪物, 很容易让它激活适应性进化, 补全自身的缺憾。 流光踏空步的修炼, 花了三个小时, 算上之前花费的时间, 秦义已经用掉了接近十六个小时, 一天一夜就要过去了。 他收拢发散的思绪, 准备开始全心全意, 仓物难度最高的功法, 开天一剑。 但就在他要闭眼之际, 超市库房的大门却被人打开了。 秦义挠了挠头, 抬眸一看, 师父王旭走了进来, 勾搂着腰, 神色平淡, 右手抓着一位浑身漆黑的娇媚女子。 这女子像是被掐住了命运的咽喉, 完全没有半点抵抗的余地。 纵然脸上一片漆黑, 秦义依旧感受到了 她身上无法遮掩的惊恐。 师父, 这是! 秦义的目光锁定在女子身上, 她隐隐察觉到 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 虽远远比不上先前感受过的不朽神灵, 但也绝对不弱。 至少比江天放要强。 这女子的境界, 超越了大宗师。 此女暗中潜入超市, 身上带着常人难以察觉的杀意, 直奔你的方位而去, 应当是专门来杀你的。 王老随手一抛, 把影刺扔在了秦义面前, 像一条死鱼一般, 无法动弹地趴在那儿。 既然是来杀你的, 就由你自己来处理。 她身上被我吓了禁止, 什么事都做不了, 你安心处理便是。 说完, 王老深深地看了秦义一眼, 没好气道。 你小子原来已经招惹到大家伙了, 武士境界就有山海境强者追杀。 你到底做了什么天都人愿的事? 秦义? 她心里也苦啊, 自己招谁惹谁了, 明明只是想默默发育到无敌了再出山, 可这一神会偏不让她安分。 到了这个份上, 秦义哪里还想不到, 趴在地上的女子是一神会的人。 不过, 她心里的苦还是比不上影刺心头的苦。 她好不容易接到一个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工作, 万分谨慎地来执行, 本以为能简单拿下, 没曾想。 目标身边居然跟着一位真王。 草! 不是说秦义毫无背景是个底层居民吗? 毫无背景的底层草根, 能有真王随身保护。 刘燕你提供的什么垃圾情报, 害惨我了。 第76章, 调戏。 和王老简单解释了一通自己与一神会的经历后, 王老点了点, 淡淡道, 等十多天后你出关, 我也会在暗中保护你。 你无需担心, 尽管放开手脚便可。 一神会那边在秦义身上投入了太多精力和资源, 在看见成效前, 绝对不会收手。 尤其在他们组织内的高层影刺也栽了的情况下, 下一次突袭秦义, 恐怕就是山海境以上的舞者了。 甚至于, 让一位真王屈尊来抹杀秦义也有可能。 说实话, 秦义确实还有点担心, 逝去来的人不够强, 导致他们翻车。 如今得到了师父的保证, 他悬着的心一下子就放松了。 有资源有人脉的感觉真好。 秦义逐渐有点理解, 世家子弟为何会变成顽固了? 可能这就是被包养的感觉吧。 王老留下此话后便悄然离去, 库房内很快只剩下了秦义和影刺二人。 他撇了眼影刺怪异的外形, 没多想, 打算先抓紧时间突破宗师境界, 再管其他。 一神会给他的压力有点大了, 如果宗师境界都没有, 实在是缺乏自保能力。 秦义不喜欢把身家性命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 多多少少还是要靠一点自己的。 他盘腿坐下, 缓缓闭上眼, 准备调动精神力, 深入脑域, 拓宽十海。 然而, 躺在地上的影刺却莫名其妙蹦出来了一句话, 别想用魂法拷问我了, 我的灵魂被主人下了禁止, 一旦接触到关于一神会的隐秘, 就会自行消散, 不会透露出任何信息。 想通过我知晓组织的秘密。 希希, 你想得也太美了。 这种要挟人间组织, 大多都会在核心成员的魂魄上下点手段, 防止有人叛变, 或是泄密, 此乃长情。 因为不管是官方势力, 还是其余的事家, 组织都拥有那么一两门搜魂之法, 可以强行翻阅他人灵魂中的记忆, 得知一切。 不过, 秦义闭眼只是为了拓宽石海, 也没想搜魂啊。 你这么急干嘛? 表忠心吗? 秦义睁开眼, 俯视着影刺, 好笑道, 你们一神会玩得还挺花, 什么主人奴仆都来了, 该不会你来刺杀我, 是主人的任务吧。 影刺脸色一黑, 虽然他的脸本来就是墨黑一片, 可秦义的话, 让他的脸色更阴沉了。 他听出了秦义言语中的讥讽, 可除了自认倒霉, 也没什么办法。 影刺不说话, 秦义却没打算放过他, 这女的打断自己修炼, 那就好好聊一聊, 别想保持沉默。 他黑黑一笑, 继续道, 你那个所谓的主人, 该不会还是异族吧? 你和异族玩主人游戏, 则则则, 人寿事吧。 口味真重, 影刺? 若不是他没有五官, 恐怕这时候牙都要被秦义气得咬碎了。 这男人的嘴巴是真毒。 秦义俯下身子, 一边好奇地观察着影刺的肉身, 一边用手轻轻抚过漆黑的肌肤, 神色怪异。 你这一身黑皮有点意思, 是什么特殊的功法吗? 遮掩效果很不错, 若不是恰好撞到我师父, 我还真可能被你一击得手。 秦义不断动手打量着, 搞得影刺心中万般屈辱, 身躯都在微微发颤。 扑呲。 猛然间, 秦义伸出一根手指, 脑海中回忆着那破灭万物的一剑, 朝着影刺的腰间轻轻一挥, 顿时斩出了一道凌厉的剑气, 破开了影刺的肌肤, 滋蹦出大片鲜血。 但几秒后, 影刺的伤口快速痊愈, 只是重新长出来的肌肤, 却不再是漆黑一片, 而是正常的白嫩皮肤。 这一小片白嫩肌肤, 在他一身黑皮的衬托下, 格外显眼。 原来如此, 你的遮掩功法, 讲究一个完美无瑕, 但凡破开一个漏洞, 都会失效大半。 秦义默默汗手, 看破了影刺的秘密。 而影刺心间则是震惊万分, 他虽然失去了反抗能力, 但肉身依旧是山海境的肉身, 怎么可能被一个高阶武士轻易斩破? 秦义刚刚简简单单挥出的那一剑, 甚至让影刺感觉到了心境。 此剑绝不一般。 秦义, 绝对不可能是情报中记载的穷小子, 这人背景滔天, 有真王看护, 说不准是哪个隐藏世家的外方历练的麒麟子。 啪。 秦义对影刺暂且失去了兴趣, 内心重燃起突破宗师的念头, 于是一脚给影刺踹到了角落里。 别躺在地上搔手弄姿的, 我这人不敬女色, 勾引我没用。 对于想取走自己性命的敌人, 秦义可做不到大度原谅。 等突破完, 先留着研究一会, 失去价值后, 再送给东郊警局换贡献。 一尊山海境强者, 得换多少贡献啊? 至少一百万吧。 秦义美滋滋地想着, 随后重新坐下, 宁神秉息, 把控精神力移动。 另一边, 滚到角落里才停下的影刺, 感觉自己怒到浑身汽血都在燃烧。 可他始终破不开王老留下的手段, 只能忍受秦义的屈辱。 死楚男, 说什么不敬女色啊, 我看是顶不住我的妹一把。 影刺暗纳住火气, 重归冷静, 想要出言挑动秦义, 却不料对方李都不理自己, 全心全意地修行了起来。 该死。 影刺拼尽全力, 稍稍抬起了头, 能够看见秦义目前的状态。 修行? 现在修行有什么用? 一神会中同样有真王存在。 而这次秦拿秦义的任务, 更是得到了主上的关注, 相信会长必然会亲自走一趟。 到时候, 会长牵制秦义身边的真王, 其余人随便来几个, 就能弄死秦义。 在影刺看来, 他可能活不了, 但秦义是必死无疑的, 除非能再来一个真王保着他。 两个真王保护一个武师, 天大的笑话, 华夏一国总执政, 才可能有此等待遇。 影刺暗暗想着, 冷不丁注意到, 秦义的眉心亮起了暗光, 心中一愣。 眉心发亮, 这是即将开辟石海的象征。 他刚刚一直没注意, 情报上只有中阶武师境界的秦义, 居然在短短两天内, 又突破成了高阶武师, 气血如海, 抵运身后, 看起来甚至像踏入高阶武师数年了, 沉淀得非常充分, 随时都可以突破宗师境界。 这才几天, 秦义就要突破宗师了? 影刺骇然无比, 此等天资, 必不能让此子继续修炼下去。 倘若放过他, 灭绝的绝对就是一神会。 第77章 突破宗师, 神念出现。 此刻的秦义并不知晓影刺的心思, 他的注意力全部沉浸在了自己的体内, 从自己的血肉中牵引出一丝气血, 引导其一路向上奔涌, 越过胸腔和脖梗, 进入脑狱。 人的脑子由无数的神经元组成, 所谓的石海便是开辟于此, 乃是一种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特殊空间, 可以存放灵魂与精神力。 纵然情义拥有, 故本培元对于气血的掌控超越了入微级, 达到了传说中的通神水准, 但他仍不敢大意。 毕竟, 脑子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稍有差错, 轻则脑瘫, 重则当场去世。 舞者从入门起, 便一直引灵气入体, 流通经脉, 滋润脏气与筋骨。 因此, 每一个舞者对于自身的情况都极为了解, 其中包括自己大脑的构造。 石海的开辟, 就是需要舞者寻找到自己大脑上的天元, 在天元处开辟石海, 才能保证不出问题。 一般来说, 舞者成为高阶武士后, 都需要花费至少半年的时间, 确定天元的位置和范围, 才敢揪手突破。 但根据记载, 一些魂魄异于常人的天才, 可能出现无需寻找。 天元自现的情况, 这种天才只要底蕴足够, 很容易就能踏入宗师境界, 得天独厚。 毫无疑问, 秦义就是这种人才。 他的肉身虽然没有舞到天赋, 但魂魄莫名地强大, 连带着脑子也拥有了天元自现的资质。 不久前在巨神蚕尸内, 甚至做到了舞者境界开石海的壮举。 如今, 他已经确定了天元的位置, 石海也已开辟出了一条小缝, 后续的工程就简单了不少。 他将从下方运输来的气血一分为二, 一半负责拓宽石海, 另一半则负责加身石海, 双管齐下, 效率极高。 这种一心二用, 进行精细操作的举动, 若是被外人看见, 定然大吃一惊。 即使是拥有入微级控制力, 也没人敢这样对自己的脑子乱弄。 秦义也是因为有绝对的自信, 才会选择这种手段。 他感觉剩下十几天的时间非常不够用, 展仙派的杀伐功法, 开天一剑, 太过深奥, 他可能需要参悟很久才能初步掌握, 必须多留一些时间给开天一剑。 秦义虽然自信, 但并不自负, 对于自己的小命可不会乱来, 他一丝不苟地操纵着气血进行石海拓展, 并除杂念, 心态沉稳。 石海一点点扩大, 时间一秒秒流逝, 不知不觉中, 又过去了一天一夜。 库房里, 影刺目不转睛地盯着秦义, 见他眉心的光泽愈发耀眼, 并无暗淡的预照, 就知道石海的开辟正在稳步进行, 没出任何问题。 从武师突破宗师, 往往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而时间拖得越久, 就越说明此人的灵魂资质极高, 石海刚开辟出来, 就比普通宗师大。 秦义花了整整一天一夜也不见醒来, 这石海得开辟到多大? 下品宗师比肩中品宗师吗? 影刺难以想象。 出入宗师者, 精神力总量差不多在一百点左右, 看似不多, 实际上已经翻了十倍。 因为在宗师以前, 武者是没法锻炼精神力的, 精神力总量基本上固定在十点。 只有服侍一些特殊的灵魂, 才有可能增加。 等到稳固完境界, 在下品宗师待了几年后, 精神力才会增长到三百点左右。 精神力不同于气血, 淬炼的难度高到夸张, 单单用灵气淬炼精神力, 速度缓慢不说, 还很耗费心神。 只有一些特定的灵物或是环境, 能加快人的精神力淬炼。 比如说, 各地武道联合会都有设立的幻梦室, 便是专门给武者锻炼精神力的地方, 一个小时一千贡献点。 价格之高, 普通宗师用了兜肉痛。 下品宗师之后, 中品宗师大概有五百点精神力总量, 上品则是八百到一千点。 等精神力总量突破一千点, 石海就能汇聚出一块小池塘, 精神力也能朝着神念的方向蜕变。 先前说过, 神念乃是大宗师的象征之一。 秦毅之前个人面板上所显示的精神力属性为一百五十点, 这个一百五十, 其实就是一百五十点精神力总量的意思。 他觉得很少, 实际上在外人看来, 一个还未突破宗师的武师拥有一百五十点精神力总量, 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然, 这一百五十点精神力总量, 已经是过去式了。 在武者突破宗师时, 精神力必然会大幅度增加, 乃至于疯狂翻倍。 WOW! 又过了两个小时, 超市库房中猛然震起一圈圈连衣, 掀起无形的风暴, 震得货架上的杂物不停摇晃。 而风暴的中心, 秦毅漠然盘坐, 眉心的光泽愈发灿烂。 角落里, 影刺目光呆滞, 耳鸣不止, 大脑同样受到了影响, 略有些昏尘。 他堂堂一位山海静强者, 居然被出入宗师的小家伙震慑到了心神。 这说明, 秦毅的精神力以凝须化石, 结成神念了。 出入宗师, 一千点精神力总量。 你在开玩笑吗? 影刺别过头, 望着货架上仍然在摇动的货物, 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正常情况下, 精神力是没法影响到外界实体的, 除非集中精神, 全力催动精神力放在一件物品上。 可秦毅还在闭关, 单纯被动释放出的精神力, 就掀起了精神风暴, 使食物颤动。 神念, 绝对是神念, 也只有神念, 才可能影响到山海境界的影刺。 秦毅从武师突破至宗师, 竟然直接拥有了一千点精神力。 异神会和我, 到底在图谋什么层次的人, 影刺呢难自语, 但紧接着, 眸光又缓缓发亮, 他能展现出如此恐怖的潜力, 更加说明了, 镇天王的传承就在他手上。 突破就突破吧, 任你如何妖念, 修行的时间也不够, 还是会死在会长的手下。 连我都在在这里, 天性谨慎的会长必然会被惊动, 派出最强的力量来强杀你。 啪。 就在影刺难难自语之时, 秦毅已然完成了宗师突破, 长吐一口浊气, 不知何时来到了影刺面前, 听见他的话又踹了他一脚。 你都这样子了, 怎么废话还这么多呢? 一神会的人是不是脑子都不太好啊? 当着我的面说要全力刺杀我, 真当我蠢吗? 我就不能躲进秘境。 我就不能连夜离开渔航。 我又不是一根鸡, 真挡不住你们的人, 我就藏起来, 等无敌了, 再出来一个个给你们杀了。 秦毅露出了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影刺看着他的脸, 一时间不知能说什么。 他好像在智商上也被鄙视了。 第78章 于平首席 清晨, 渔航市区, 执政大楼。 肖阳准点驱车来到大楼前, 回应着周旁下属的问候, 面带微笑, 走入电梯, 抵达执政大楼的顶层。 执政大楼的顶层 只有两个房间, 分别为首席执政官的办公室, 以及全渔航最为重要的档案员建储存室。 肖阳能畅通无阻地抵达这里, 其身份已不言而喻。 至于为何首席执政的办公室 会在顶层? 这其实是全华夏的传统。 因为每当一处大楼爆发危机之时, 顶层的人往往都是最危险, 且最后一个逃离的。 既然坐到了一室首席的位置上, 自然就要有承担一切风险的觉悟。 肖阳踏入空荡荡的办公室, 刚脱下外套, 坐在椅子上, 就看见了办公桌中央盛放的 一张密封文件。 能把文件递到这个地方, 要么是极为重要的大事, 要么是递性的人, 身份很不一般, 背景通天。 肖阳对此见怪不怪了, 他随手打开文件袋, 目光略过密密麻麻的内容, 先看了一眼成地的人是谁? 嗯, 东郊警局, 萧熙? 嗯, 这不是我女儿吗? 肖阳有些好奇文件的内容了。 他这个女儿, 虽然出身世家, 但一向秉公办案, 从不训私, 更没有寻求家族帮忙的潜力。 今日静动用关系, 主动给他送了一份文件, 想来事情不小。 肖家盘踞于中南行省, 在江南行省, 没有什么势力。 也正是因此, 他们父女两人, 才会被外派到此地担任职位。 人类联盟, 一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那便是, 官方不能拒绝世家子弟参政, 但世家子弟, 也永远不能待在自家势力范围内上岗。 肖家势带于中南行省经营, 他们父女俩想加入官方, 就必须离开中南, 这才有了南下入渔航一事。 肖阳的表情认真了几分, 他逐字逐句地阅读着女儿的文件, 脸色莫名有些古怪。 按照信中所说, 肖西希望官方派至少两位大宗师, 甚至大宗师以上的存在, 去保护一个仅为武师境界的青年。 这青年因为身怀大机遇, 被一神会盯上, 已经连续从其手中逃脱了两次。 他猜测, 下一次可能会有境界极高的一神会成员出手。 这才写文件让官方配合他钓鱼, 削弱一神会的实力。 一神会这个组织, 肖阳是知道的, 扎根于江南行省快十年了, 势力范围错综复杂, 下至街头的高利贷, 上至勾连一族谋反, 样样精通, 无恶不作。 官方这些年一直都在出手打压, 可惜始终找不到一神会的总部在什么位置。 一神会透露出来的细枝末节, 他们即使是抹除掉也没用。 只要根还在, 过几个月依旧会有源源不断的细枝末节长出来。 不过, 文件中这位名为秦义的青年看起来虽然不错, 很可能是一位天骄, 可毕竟实力微弱, 真能吸引到一神会的高层出手吗? 该不会他派出两位大宗师, 结果对面就来了个小小的宗师, 准备刺杀秦义吧。 萧阳迟疑了, 保护可能遇害的市民是他的责任, 他不会推辞。 可若是杀鸡用了牛刀, 他也是要担责任的。 尤其是渔航市里那几位任职的大宗师, 也许会因为白走一趟而对他有所不快。 麻烦啊。 萧阳也不喜欢滥用权力帮助女儿, 他放下第一张文件, 想再考虑一会, 可眼睛一瞥, 恰好看见了第二张文件的封面。 秦义资料。 眉头一挑, 萧阳打开了资料。 第一份文件只是简要地概述了消息的问题, 而这第二份文件则是详细列举了秦义的生平, 甚至连秦义最近几个月做了什么事, 去了什么地方都写得明明白白。 萧阳简单一瞟, 刹那间便挪不开眼睛了。 身是清白, 底层出生, 毫无背景, 但却能在一个月内从武到废柴, 一跃成为中阶武师。 这, 绝对是绝顶天骄那一个档次的舞者了。 值得培养。 人类联盟成立的一大核心, 便是保护自家还未成长完全的天才, 助力他们加速成长, 激发他们的潜力。 假如出来个人族添骄, 一下子就给异族的人拍死了, 那人族迟早要玩。 看完秦义最近一个月令人震撼的表现后, 萧阳想了想, 还是决定派出三位大宗师去一趟。 谁叫人家有这个资格和潜力呢? 对于天才, 官方总是宽容溺爱的。 他轻轻用食指扣机桌面, 发出喷喷的声响, 脑子里则在考虑派哪位大宗师出去。 要不干脆让有空的大宗师都来我这一趟, 给他们自己决定好了。 萧阳感觉自己只派人出去, 还可能得罪别人, 倒不如让他们自己选。 如果到时候没人想去, 那再只派也不迟。 他拿起摆放在桌上的座机, 对联络出秘书说道, 让最近一个月, 有空的大宗师都来我这一趟, 又要试下。 话说到一半, 萧阳眉头一皱, 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王老的存在对于于航和江南行省的顶层人士来说不是秘密, 这些大家族的族长也担心族中纹固不长眼, 去惹怒了哪个影视高手, 因此, 常有人花费大力气搜集各地影视高手的情报, 卖给世家。 纵然是世家最不着道的子弟, 也能背下这些影视高手的名单。 而在这些影视里, 王老无疑是最高档次的那一类, 至今还无人打探出他的具体实力, 只知道, 疑似和人族那唯一的天尊有关联, 这来头可比天还大。 喂? 喂? 您还在吗? 电话那头传来疑惑的询问, 将萧阳从沉思中惊醒。 他抢过电话, 连忙改口道, 大宗师就找那六位最强的, 剩下的人不用找了。 直接去找烟雨侯和长安侯。 说到这里, 他还觉得有点不够, 补充道, 尝试联络一下江南王, 如果他有空, 也让他来一趟。 接线员? 电话那头的接线员脑子有点猛。 一下子召集这么多强者, 是要打种族战争了吗? 第79章, 真王领域。 安心待在东郊的情谊, 还不知道自己在市区掀起了多么大的浪潮。 刚刚突破宗师的他, 还在欣赏自己的个人面板。 姓名, 情义。 生命层次, 种族, 恒星及人族, 15%。 力量, 315。 体质, 600。 敏捷, 240。 精神, 1000。 天赋, 细胞适应性进化。 技能, 柔弱无骨, 脸部红星不跳, 灵气清合, LV19, 不朽精深, LV1, 疼痛忍耐, LV5, 剧毒抗性, LV5, 铁胃, LV4, 我心如铁, LV2, 心明眼亮, LV1, 战力评价, 同阶无敌, 跨阶亦可力敌, 耐毒, 耐高温, 耐低温, 耐幻术, 防御力强, 恢复速度快。 如今的情义, 堪称全方位无死角的无敌, 暂时想不出有什么惧怕的东西。 不过同阶不怕, 就怕蹦出来一些等阶极高的老家伙, 强杀他。 现在看来, 除了精神例外, 200点属性大概就是夏品宗师的水准, 而500点属性就是普通大宗师的水平。 他的力量远强于一般的夏品宗师, 而敏捷只是略微超过。 至于体质和精神力, 已经是大宗师水平了。 不知道等未来灵兵种开始融入经脉, 加持骨骼, 他的各项属性会变态到什么地步? 不说未来, 当前他的属性其实就在不断增加着, 得益于19级灵气清合和星辰呼吸法的全自动修炼。 每过一段时间, 他的某一项属性就会增加一点。 比如, 力量、 属性, 刚刚看还是315, 现在已然变成了316。 具体到气血总量上, 当前的他气血总量为2500卡, 平均下来, 一天纵然什么都不做, 也能凝聚出1500卡气血。 上品宗师所需的气血总量标准为2万卡, 也就是说, 未来10天里, 秦逸即使天天睡觉, 睁开眼就会发现自己即将抵达上品宗师的巅峰。 速度快得惊人! 当然, 宗师的突破, 还需要把石海拓宽到一定地步, 让灵与肉达成平衡, 否则光修肉身气血, 可能导致灵魂对身体的掌控力逐渐变弱, 出现问题。 不过这同样无法成为阻止秦逸变强的瓶颈, 因为他早在突破宗师时, 就把石海拓宽到了58米大小, 远超上品宗师所需求的50米。 这里所用的单位米, 实际上是对虚幻精神空间的称呼, 而非秦逸在自己的脑袋上开了个50多米大的坑。 他的脑子可没这么大, 石海总体积有多少立方米, 那么神念就能外放多少米? 秦逸现在的神念极限外放距离就是58米。 可惜等境界提升到大宗师后, 自动修炼带来的福利就没那么多了, 气血修行到极限, 若没有参悟大道, 便无法进一步突破。 秦逸估摸着, 也许把灵气清和提升至30级, 此天赋神通还能对自己的悟性有增强效果。 但灵气清和提升的难度太高, 五阶灵果他都吃过了, 接下来想找到六阶近乎不可能。 得试试别的办法, 比如, 和高阶舞者打一架, 拼生死的那种。 他还记得, 一个月前跟一神会的刘烨打了一架, 灵气清和当时同样提升了。 另外, 秦逸刚刚又尝试着感悟了三个小时, 开天一剑, 所获甚少, 他猜测单纯的感悟是没法彻底掌握, 开天一剑的, 应该要在战斗中进行磨练才行。 种种原因堆叠在一起, 让他忍不住回眸, 望向角落里默不作声的影子。 刚好, 这里就有个可以当磨刀石的工具人啊。 面壁思过的影子忽然察觉到自己身后有一股奇怪的感觉。 他蠕动着努力转过身来, 恰好看见了秦逸盯着自己的眼睛。 四目相对下, 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底滋生而出。 半个小时后, 东郊超市, 前台, 王老脸色古怪, 扫视秦逸和躺在隐秘角落里的影子, 再次确认到, 你要为师给他解开静止, 然后找一处足够宽敞的地方, 让你跟他打一架。 秦逸点头, 所有静止全部解开, 不降低他的境界。 秦逸再度点头, 他是山海静, 你才刚跨入夏品宗师, 你们相差了两个大境界。 王老的语气重了一些, 仓促之下, 我都不一定能救下你。 然而秦逸依旧在点头, 我知道的师父, 没事, 我只是想试试。 若是死了, 就当我命不好。 假如把影子的实力压低到大宗师, 那他对于秦逸就毫无威胁了。 只有全胜状态的影子, 让秦逸陷入危险, 才能触发适应性进化。 因为影子是敌人, 他打秦逸一定不会留守。 而秦逸的师父王旭, 则大概率会留守, 很难有磨练的效果。 王老见徒弟心意已绝, 理解他想快速变强的心思, 感慨到, 年少轻狂, 倒也不错。 有时候舞蹈突破, 差的就是这么一口气, 一股不要命的劲。 哗! 王老心念一动, 此番天地如同书本翻页一般, 骤然转换了一番景色, 从原本平平无奇的超市, 变成了天高地阔, 绿草如荫的草原地带。 放眼望去, 视线纵然延伸到地平线的边界, 也只能看见大片的草地。 改天换地。 在这里, 秦逸感觉到了一种甜淡, 超然的气息, 飘忽不定, 恍若先人。 而他的师父王旭, 盘坐于九天之上, 垂目下望, 淡淡道, 三分钟后, 我将解开他体内的静止。 是生是死, 全凭自身。 柔和的微风迎面吹来, 秦逸眯起眼睛, 望向了几百米外。 在那里, 草丛凹陷下去了一小块, 其中俨然躺着无法动弹的影子。 此地, 乃是真王体内的山海界, 结合了真王仓物的大道真意, 成为一方小世界, 又被称为真王领域, 是登陵王境的象征。 武者自踏入山海境后, 便在体内孕育出一方山海界, 但此界并不完整, 缺乏大道, 无法容纳生灵, 只有在踏入真王境界形成领域后, 才能让生灵进入。 踏入此方世界, 秦逸这才明白, 为何师父擒住影子, 没有发出半点动静了。 恐怕师父是把影子拉入了此界, 这才在翘无声息间镇压了他。 只有同为真王, 才能抗拒对方的小世界吞噬, 否则只能被拉入。 在领域内, 真王就是小世界的绝对统治者, 翻云覆雨, 掌控一切。 王老其实是能救下秦逸的, 无论情况多么危急。 但他故意不告诉秦逸, 是为了此番生死磨练, 能起到真正的效果, 不让秦逸的心境受到影响。 他盯着秦逸, 神色带着一抹期待。 能跨越一个小境界杀敌的武者, 被称为天才, 跨越两个小境界, 则为超级天才。 跨越一个大境界杀敌者, 当称为绝代天骄, 千万人中, 差不多能出现一位。 而跨越两个大境界杀敌, 那就是传说中的仙种了。 仙种出现的概率, 无法用人数来计量, 得用年份。 据统计, 一个总人口超过一千亿的种族, 持续发展一千年, 才可能出一位仙种。 你会是人族在大乱前出世的那一位仙种吗? 王老安安自语。 第八十章 影刺的恐惧, 远处的草地上。 影刺安静地躺在地上, 感受着体内的静置慢慢消散, 又惊又喜。 他没想到秦逸这人的胆子能这么大, 明明捉住了自己, 还想着放自己出来公平一战。 不知是无知者无罪, 还是狂妄至极, 真当山海尽强者是只做的吗? 渐渐地, 影刺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他站起身, 原本腰间被秦逸破开的一小片缺陷, 瞬间愈合, 整个人重归漆黑, 浑然一体, 气息隐秘无踪。 明明他就站在秦逸对面, 秦逸却极难捕捉到他的身影和气息。 又过了几分钟, 一缕缕灵气从天外汇聚而来, 被影刺吸入体内, 他的气血重归充盈, 一举一动间, 暗含魅意, 夺人心魄。 不, 气泡破裂般的声响震动, 恢复实力的影刺, 眨眼间出现秦逸身前, 竟没有做出任何攻势, 平整顺滑的黑暗面容, 刹那间变回原样, 露出白皙嫩滑的肌肤, 一张妖魅清成鹅蛋脸, 赫然显现在秦逸眼前。 朱唇微扬, 柳眉下是一对夺人心魄的凤眼, 眸中秋水泛滥, 这张脸已称得上祸国殃民, 只要是男人, 看见的第一秒便会被不自觉地吸引, 失神恍惚。 而影刺还顺带释放出了一道特殊的神念, 轰入秦逸的眉心, 直奔魂魄扑而去。 五阶幻术, 魅谷天成。 此法足以在猝不及防下, 迷住同为山海境的强者, 哪怕是同性也不例外。 一旦被魅谷天成龙罩住灵魂, 纵然是在领域内, 王老也不可能救回秦逸。 此魅术相当于在枉人的灵魂里下骨, 一旦成功, 孤与魂魄相互交融, 再不分彼此, 对秦逸的影响将永远持续下去, 无人可以救治。 影刺一早就想到了王老会在关键时候出手, 想要击杀秦逸, 还得铤而走险, 上来就动用杀招。 九天之上, 王老的脸色第一次出现了大变动, 他看出了影刺的用意, 没曾想之前镇压此女镇压得太快, 都不清楚此女到底有什么手段, 反而导致了麻烦。 轰隆隆。 他神色一宁, 伸出右手, 想要抓住影刺。 然而就在这时, 秦逸却忽然轻笑了一声, 冷不顶往影刺的脑袋轰出一拳。 秀! 这一拳毫无章法可言, 带着一股癫狂之意, 速度快如闪电, 竟在眨眼间砸出了阴暴, 眼见必要落在影刺的太阳穴上。 影刺面露异色, 身影一闪, 毫秒间避开这一拳, 在数十米外的区域重新显现。 他的额头处裂开了一道血痕, 这是被秦逸的拳风伤到了。 单凭拳风, 秦逸便破开了山海境强者的防御。 但更令影刺吃惊的, 还是秦逸无视了他的魅属。 他到现在才反应过来, 秦逸是故意让自己蛊惑的, 目的便是为了拉近距离, 趁自己不备, 来一招狠得。 若不是他拥有特殊的神法, 这一击冲拳足够击伤他了。 你的魂魄到底有什么神异之处? 突破宗师后, 直接拥有神念也就罢了, 还能免疫五阶魅属。 影刺的脸被黑暗淹没, 重新变回了平坦漆黑的模样, 连五官也被磨平。 开玩笑, 有二级我心如铁, 和一级星明眼亮的加持, 失去巨神的残魂都没法蛊惑他, 黄润一位五阶山海境施展的魅属。 连让他的两个精神抗性被动继续进化都做不到, 太废了。 秦逸没有回答他的话, 数十米远, 提手便是七伤风拳, 流光踏空步。 这门刚学会的身法, 倒是可以在此刻磨练一番了。 秦逸来势汹汹, 高了对方两个大境界的影刺, 居然怂了, 没有正面迎战, 身影一暗, 再度消失不见。 七伤风拳打得空气呼呼作响, 下一瞬, 秦逸感觉后背一阵冰凉, 猛地想转过身, 可惜晚了一步。 扑呲。 只见影刺出现在了秦逸的身后, 左手如剑, 对准秦逸的心脏权力一次, 当场在秦逸的后背, 开了个血淋淋的大洞, 大量的鲜血和肉块洒落而下, 沾染在绿草上。 幸好秦逸反应够快, 没有给影刺搅动的机会, 立刻后退一步, 拔出手剑, 带着伤与影刺拼杀了一轮。 这一次, 两人的心头都有些吃惊。 秦逸吃惊于影刺的诡异身法, 而影刺则吃惊于秦逸的肉身强度。 他刚刚刺入秦逸体内的一剑, 绝对可以秒杀上品宗师, 可在秦逸这却感觉到了阻塞感。 秦逸的肉身强行挡住了这一剑, 没让他触及到关键的心脏。 我堂堂一个山海镜, 拉下脸玩鹰的都应不死一个宗师。 影刺感觉自己的脸都被丢尽了, 他一咬牙也不再躲闪, 直接和秦逸来了刺正面厮杀。 杀时间, 血滴四剑, 血流成河。 秦逸被影刺凭借极快的速度 以及山海镜的修为压着打, 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 身上疯狂显露出一条条伤痕, 森然的白骨清晰可见, 通过伤口裸露在外。 受伤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秦逸却像是打疯了一般, 一双铁拳烈烈作响, 杀伐之气凌冽纵横, 俨然是一副以伤换伤的打法, 没有半点顾及自己的性命, 拼了命也要轰击影刺的命门。 这种打法是影刺从未见过的, 他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人, 也没见过这么疯癫的拳头。 此子的拳法, 也暗含道义, 颇为不俗。 这种触及到道义层次的杀伐之术, 才有机会取走山海镜武者的命。 也即是说, 秦逸有资格, 也有能力打死影刺。 秦逸像是一台不知疲惫的机器, 硬汉影刺十余分钟, 大小伤势过百, 全身没一块好肉, 这都能坚持下来, 不见丝毫倦意。 不仅如此, 影刺细心地观察到, 秦逸身上那些老的伤势已近乎全部痊愈, 当前出现的都是心伤。 要知道, 影刺的每一击都专门留下了一缕大道之力, 阻挠秦逸的肉身恢复, 持续性破坏他的经脉和脏气。 正常情况下, 秦逸不但无法恢复伤势, 还应该越来越严重, 直至力竭倒下才对。 宗师境界, 就能抚平大道之力, 恢复伤势。 你到底是什么怪物? 先前影刺对于秦逸的种种表现仅有震撼之意, 可到了现在, 他心底隐隐生出了一股恐惧。 这种妖念, 当真会死在一神会的围剿下吗? 人类当真没希望了吗? 第81章 剑斩山海 秦逸可不管影刺脑子里在想什么, 一旦他进入了战斗状态, 心里便再不会有杂念。 弃伤风拳蕴含的疯癫权益能伤到影刺的筋骨, 暴烈的杀伐之气更有可能对影刺造成生命威胁。 影刺被秦逸猛烈的反击打得回过了神, 双眸一冷, 不再与对方正面硬汗。 秀! 当又一道风拳直奔他脑门而去时, 影刺的身影猛然消失不见, 下一个刹那又出现在秦逸的身后, 在秦逸做出回身动作的瞬间猛地出手, 于他身后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伤痕。 要不是秦逸反应够快, 恐怕他又有被秒杀的风险。 然而, 这一招结束后, 影刺没有给秦逸半点反应的机会, 身形又一次消失在了秦逸的视线中。 刷! 下一秒, 秦逸感觉脑门发凉, 抬头一看, 影刺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头顶。 仓促之下, 他只能尽力扭开头, 避免被击中要害。 影刺右腿如鞭, 抽在秦逸的肩头, 炸开一圈气浪, 直接把秦逸踢飞出去数十米远。 哗啦啦! 大量的鲜血不要命地往外飙, 在此等情况下, 秦逸依旧没有死。 这种伤势对他来说, 算是打掉了半条命, 需要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恢复。 可惜, 影刺不会给他时间了。 横飞在半空中的秦逸还未落地, 就发觉, 影刺又闪身到了他的后方, 对准秦逸肩头刚刚出现的伤势, 又要打出一掌。 这是什么身法? 为何能做到无限瞬移? 秦逸心头敲响了警钟, 危急之下, 他不管不顾, 并指为剑, 脑中, 回想着, 祖师陈子落斩出的那一剑, 向前一挥。 蹭! 狂风呼啸, 剑气纵横, 即使是, 没有被完全参悟的开天一剑, 也爆发出了极强的威势, 堪堪抗衡住了影刺的攻势。 但恐怖的反阵力, 波及了秦逸全身, 让他体内有近乎一半的脏气, 出现了破损, 口中不断溢出黑色的血块。 宗师镜对抗山海镜, 还是太过勉强。 秦逸的优势在于持久战, 通过敌人的磨练不断变强, 但影刺招冲着取他名来, 划出一道长长的沟壑, 这才止住了反阵力, 从半空中落地。 双脚站稳后, 他不敢有半秒犹豫, 食海激荡, 一千多点精神力凝结为神念, 全面散开, 覆盖在秦逸周旁五米的范围内, 将一切风吹草动, 全部纳入观察范围。 紧接着, 秦逸感言到了, 自己右手边的一株野草, 莫名摇曳了一下。 他警觉无比, 立马转向右边, 想都没想, 杀伐之气汇聚于双拳, 全力轰出。 砰, 这一拳没有打在空气上, 反而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一处肉身上, 秦逸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拳头, 稍稍陷下去了几厘米, 甚至触碰到了一根如金石般坚硬的骨骼。 杀伐之气, 气血之力, 一切能够用上的攻击手段, 秦逸全部用上了。 然后, 惊猬般的声望爆裂开来, 他拳风生疼, 手骨崩裂, 又被反阵力击退了数米。 秦逸开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漏洞, 露出白皙的皮肤。 当影刺的气飞外表被打破时, 他的气息便会显现出破绽, 不再是完美无瑕的遮掩。 秦逸凝神看去, 通过神念从影刺的这一丝破绽中, 察觉到了关键点。 刷! 影刺腹部的缺口, 眨眼间恢复, 他再度隐匿无踪, 然而秦逸却看破了他藏匿的手段。 他的目光快速向下, 落在了满地的野草上, 气血轰然外放, 如秋风扫落叶, 横扫方圆数百米。 在这数百米范围内, 所有的野草都被灼热的气血, 瞬间稍微灰烬。 只听见一声闷哼传来, 影刺陡然出现在了秦逸的身侧。 影子破灭, 影刺无从遁形。 他的身法, 实际上是依靠万物的影子进行闪现。 而在大草原上, 最不显眼的影子, 就是遍地的野草影子。 假如他利用秦逸的影子腾挪, 估计用过一次, 就会引起秦逸的注意力。 影刺的身法品质很高, 能力也极为变态, 只要对方没发现他身法的本质, 就能让人防不胜防。 但只要在他还待在影子的时候, 强行消除影子, 影刺就会遭受重创, 被逼回到现实。 看着暂时失去反抗之力的影刺, 秦逸哪能放过这种机会? 心念一动, 杀伐之气浇杂着浑身气血汹涌而出, 于半空凝聚出一把通天雪剑, 漠然一展。 天地失色, 风云破灭。 此一剑, 名为开天? 开天一剑, 无须真剑。 手指可为剑, 竖指可为剑, 气血与杀伐之力同样能成为利刃。 万物为剑, 众生归须, 重开苍天。 这一刻, 秦逸心念通达, 终于参悟到了开天一剑的第一层内涵。 剑一名笑, 空间扭曲, 世界颤动。 漫天白光淹没了一切, 让整片真王领域重归寂静。 广阔无垠的草原上, 一条身不见底的剑痕赫然显现。 而在剑痕底层, 影刺全身躺血, 漆黑的外皮已然破碎, 将真身完全露出, 彻底昏死。 九天之上, 王老神色震动, 在那位独自处立于剑痕之上的青年身上, 仿佛看见了开派祖师陈子洛的影子。 斩仙派, 要出事了。 斩仙派祖师万劫天尊, 曾在死前对王老留有一言。 在斩仙派出现下一位尊者前, 万万不可出事, 更不可暴露宗派身份。 原因很简单, 斩仙派的各大功法或是陈子洛耗尽心血所创, 又或是在洞天探秘时得到的上古传承, 即使是星空古族也要忌惮他们斩仙派的传人。 倘若斩仙派清传弟子的身份暴露, 必然遭受无数一族的围杀。 因此, 在登陵尊者前, 保守宗门身份, 尤为关键。 除了情意外, 王老从未对外人说过自己斩仙派的身份, 外界各大组织也只是猜测王老与万劫天尊有关系, 没想到宗门传承那一层。 王老快速落下, 凑到秦义身旁, 见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脸色苍白, 知晓秦义受了重伤, 急需治疗。 他取出一颗生命气息旺盛的灵果, 正想着递给秦义, 可秦义却摆了白手, 拒绝了灵果。 师父, 我伤势不重, 自愈就行。 王老观察着秦义, 体内经脉断了一半, 脏气除了心脏和脑子几乎全部破碎, 骨骼满是裂纹, 体表处处军裂, 还在向外飙血。 奄奄一息, 只剩一口气了。 你管这叫伤势不重? 别逞强了, 你这伤势怎么可能靠宗室的恢复力自愈? 王老话说到一半, 突然从秦义身上发现了奇异的现象, 顿时说不出话来了。 第82章 不朽今生生计! 王老的神念扫过秦义的肉身, 察觉到自己徒儿的每一个细胞都不像想象中枯迹, 反而孕育着一股生机, 活跃到令人泽舌。 明明没有接受任何治疗, 也没吃什么疗伤灵物, 单靠自愈, 秦义就稳住了身上的惨烈伤势。 影次毕竟是山海镜, 秦义若没有借助小聪明, 还真不好说结局会怎么样。 王老递给秦义的疗伤灵果, 没有被收下, 秦义只是让王老给他从超市带几根高级营养剂过来。 这种营养剂, 秦义刚穿越过来的时候就吃过, 其中富含各类人体所需的营养, 一根就能让普通人饱腹一天。 而高级营养剂, 更是用一阶凶兽和二阶凶兽的血肉研磨制烤而成, 不仅蕴含庞大的能量, 味道也不错, 不再是原先那种塑料口感。 听说普通人吃久了, 对身体还有诸多好处, 可以延年益寿。 高级营养剂, 一根能卖到十点贡献点, 但凡有点家底的舞者都会大量购置, 用于秘境探险食用。 在山海禁之前, 舞者是需要吃饭的, 无法避骨。 不过, 高级营养剂也只是起到填饱肚子的作用, 并无任何疗伤效果。 就秦义身上的伤势, 普通的二阶灵果都难救回来, 遑论高级营养剂。 你靠肉身恢复力, 只是稳住了伤势, 确定要这样耗下去, 不去疗伤。 王老忍不住问道, 他实在担心秦义会出事。 自己这徒弟跨越两个大境界, 击败隐刺, 妥妥地针线资质。 要是因为一个意外半途陨落, 王老德懊悔到吐血。 他盯着秦义的脸, 见他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脸颊干瘪内线, 看着虚弱无比, 着实想马上出手为秦义疗伤。 可秦义却坚持拒绝外物的治疗。 是, 师父, 我真没事, 就是饿了, 吃饱之后就能恢复。 开玩笑,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 毫不留守给自己打了个半死的机会。 要是让别人治疗了自己, 那还怎么适应性进化? 秦义能感觉到, 自己的细胞马上就能蜕变, 只是差了一股能量, 才卡在了中途。 见师父仍放心不下的样子, 他又补了一嘴道, 师父, 我没必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您现在去多拿几根高级营养剂, 给我真的就行了。 闻言, 王老终于放弃了腮菱果和灵药的想法, 身影闪烁了一下, 不到一秒钟, 手中便多出了十根高级营养剂。 一根高级营养剂可以满足一位武师 一整天的运动所需, 即使是胃口再大的武师, 一天之内也最多能吃下三根。 至于宗师, 则最多只能吃下六根。 高级营养剂内富含浓郁的血气, 虽然品质不高, 但也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 然而王老没想到, 秦义一口气就吞下了十根高级营养剂, 并且还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善善一笑, 问他还有吗? 王老嘴角抽动, 直接从库房取了一整箱过来, 丢在秦义面前。 这一个大箱子里, 共有三十六根高级营养剂, 秦义仅仅花费半个小时, 就胡人吞藻, 风卷残云般消灭了的干净, 连一滴残渣都没剩下。 哥。 四十六根高级营养剂下肚, 这下, 他是彻底饱了, 每一个细胞都沐浴在能量的海洋中, 肆意汲取能量和营养, 体内含有的生命之力多到一出, 从毛孔中飘向外界。 他的细胞在不断地死亡和新生得到了蜕变, 原本足以致死的伤势,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痊愈。 秦义只感觉身体暖洋洋的, 舒服到想要身影出生。 他原地盘坐而下, 内视经脉, 仔细体悟着自身的变化, 耳旁突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之音。 你的肌肉, 经脉, 脏气, 骨骼, 遭到五阶, 山海静, 舞者的气血冲击, 于破碎中焕发新生, 你成功进化出天赋神通, 不朽精深LV2。 随着话音落下, 秦义的每一寸肌肤都亮起金色的纹路, 有岁月悠长的不朽气息, 阴晕而出。 一旁的王老捕捉到了这股不朽气息,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头一次失态了。 不朽灵性? 这不是尊者境界的象征吗? 为何秦义? 王老心中百味杂陈, 既有惊喜, 也有失落。 惊喜的是, 自己徒弟在宗师阶段便拥有的不朽灵性, 哪怕只是一丝, 也代表他未来必成尊者, 只需时间修炼。 失落的, 则是自己追求了大半辈子的东西, 秦义如此轻易地就有了。 这种失落感, 属于人之常情。 复杂的情绪过后, 王老回过神来, 第一个念头, 就是守住这个秘密, 不能被外人所知晓。 他的神念全面扩散开来, 覆盖了近乎整个东郊, 没有发现有人窥探超市, 这才安下心来。 秦义在外头表现得多有天赋都没问题, 但绝对不能让人发现身怀不朽。 因为再高的天赋, 外人也会认为尊者关卡会卡住他, 一族也不会全力出手, 不计代价地追杀他。 尊者的门槛实在太高了, 陈子落之后, 数十年都不曾再出一位人族尊者。 但提前催生出了不朽性, 尊者境界便成了必然。 不朽今生这个天赋神通融合了秦义多个被动技能, 比如铜皮铁骨, 比如肉身恢复力, 因此, 这一个天赋神通的升级带来的提升是全方位的。 并且, 秦义通过这次对拼, 得到的进化还不止这一点。 丁, 你的细胞承受五阶五者, 山海静, 的灵能气血冲刷, 成功进化出天赋技能灵气清合LV20。 与山海静五者的肉搏, 让秦义充分承受了影刺体内的五阶灵能气血, 这种等阶的气血, 对秦义的提升接近五阶灵果。 五阶灵果给灵气清合提升了十级, 而这次虽然仅提升一级, 但却打破了二十级关爱。 但是, 秦义一时间居然没感觉到自己有什么变化。 以往灵气清合升级之后, 变化都是很明显的。 他略显迟疑地试探了一番, 最终欣喜地发现, 二十级灵气清合提升了他的悟性和根骨。 当他再度睁眼看空气时, 看见的不单单只有飘散的灵气, 还有灵气运动时暗藏的规律。 这种规律, 便是天地间的法则, 也极是大道。 第八十三章, 大道登仙路。 秦义又试着观察了一番别的东西, 最后惋惜地发现, 自己暂时只能从灵气运动中看出大道。 灵气大道? 道也合理, 毕竟灵气清合从名字上看就只是和灵气有关系, 想要看破世间万物背后运行的道理, 估计得进化一些别的天赋。 杂七杂八的念头先放一边, 秦义回过神来, 瞧着眼前呆滞的师父凑到他身前挥了挥手。 到这时, 王老才终于反应过来, 表面看起来云淡风轻, 实则内心被秦义掀起的波浪仍未平息。 这么重的伤, 单靠高级营养剂加上肉身恢复力, 就能自愈。 他这个徒弟, 很可能体内蕴含的不朽性不仅仅只有一丝。 王老的脸色肃然了几分, 第一时间向秦义道出不朽性的问题, 叮嘱他在外头怎么高调都行, 但千万不能把体内的不朽气息泄露出去。 否则追杀他的就不是医生会, 而是无数的星空鼓足了。 秦义原本只是个舞蹈小白, 不清楚不朽精神背后蕴藏这么大的杀机, 此刻被师父一提醒, 心中安定了不少。 果然, 有个名师指点总归是好的。 不过, 他同时又对尊者境界的突破门槛充满了好奇, 这传说中的境界到底有多难突破。 他向王老提出了这个疑问, 很快得到了解答。 等你跨入山海境后, 体内将会逐渐拼凑出一方小视剑, 名为山海剑。 而山海境舞者的石海, 也以大致化为真实的空间了, 可以与山海界融为一体, 成为山海界的一部分。 此刻, 山海界中会出现一条神秘的阶梯, 从底层一路通天而去, 没有尽头。 这条阶梯, 被我们舞者称为道路。 这个道, 并非寻常意义上的道, 而是大道的意思。 王老的身前, 幻化出一条虚幻古朴的天路, 图文并茂。 继续讲解道, 你也可以称这条道路为大道登仙路。 在大道登仙路上, 阶梯无数。 你的灵魂将作为攀登者, 不断向上。 每一节阶梯都是一道门槛, 每向上一步都能获得全方位的提升。 参无道义, 在石海凝聚出仙路的雏形, 在丹田创造出山海界的雏形, 就是大宗师突破到山海境的过程。 而在山海境后, 修为的提升便与登陵仙路的阶梯数量挂钩。 寻常山海境, 大多只在石阶阶梯的水准徘徊, 比如影刺, 根据王老的说法, 他才堪堪爬上第二节阶梯, 算是山海境中较弱的一档。 如果爬上五节阶梯的山海境, 面对秦义, 估计不会打得这么胶着, 很可能瞬间就能镇压, 只有夏品宗师境界的秦义。 登仙路残酷无比, 九成九的舞者都被困在了一百节阶梯之下, 能跨过百节阶梯者, 无不是顶级天骄。 但百节阶梯, 也算不上什么。 舞者若停留在百节阶梯, 未来的潜力最多只能成为伟王, 连真王境的门槛都摸不到。 只有踏入一百零一节阶梯, 才有封王的希望。 而在山海境踏入一百零一节阶梯的舞者, 被尊称为猴, 虽与外人同属山海境, 但实力和战力天差地别, 因此单独开辟出来了一个小境界, 封猴境。 秦义当年了解过的极限强者, 实际上就是在山海境走完了一百节阶梯的人。 至于触碰到一百零一节阶梯的舞者, 则被称为破陷者, 他们打破了天地大道对自己施加的瓶颈和束缚, 超脱了出去, 自此再不能以寻常的战力和境界去猜测他们的真实实力。 秦义听见师父的详细解答, 这才彻底明白了, 为何五道联合会的初代会长徐景鹤 非要设立那么一个舞者极限榜了? 徐若虚没骗他, 这个榜单的设立就是为了激励人族舞者, 让他们能在每个境界都保持在极限状态, 方便未来封猴称王。 徘徊于101-200节台阶被称为一破极限径, 201-300节则是二破极限径, 以此类推, 据说共有十破, 但从未有人走到过那般地步。 人族目前有记录的最强者, 乃是万劫天尊陈子洛, 走完了650节阶梯, 为六破极限径。 说到这里, 王老满脸落寞, 感叹道, 我当年也如你这般意气风发, 自诩天骄少年, 可惜费尽心血, 也只达到了三破的水准, 此后再难向上一步, 又由于体内暗伤沉淀, 无法治愈, 或许再过十几年, 便是到了气血衰败, 魂魄枯萎的时候了。 那时候, 我石海中的大道登仙路也会消散, 再无登天的机会。 成为尊者的前提条件为四破极限径, 也即是走完五百节阶梯。 王老这辈子, 的确没什么机会了。 我曾见证师尊的突破, 当你踩在第五百节台阶的一刹那, 便会有不朽气息滋生而出, 让你的血肉和经脉衍生出不朽性。 不朽性便是五百节阶梯的奖励。 王老突然想起了什么, 脸上浮现出追忆之色。 当年师尊助力于六百三十四节阶梯向上眺望, 在七百节阶梯那, 看见了一座墓碑, 充满好奇, 可惜至死都没走到那, 看清楚墓碑上写了什么。 希望你能完成他的夙愿。 秦毅重重点头, 将此事记在了心底。 他因为天赋神通不朽今生的缘故, 没走过大道登仙路, 就蕴含有不朽性。 也就是说, 未来哪怕走不到五百节阶梯, 也有成真的希望。 当然, 如果能走, 还是要尽力爬一爬试试。 秦毅也好奇到时候自己能走到多高的地方。 都说鲜路险峻, 每一节阶梯都困难重重, 换个角度想, 岂不是每走一步都有巨大的压力? 这种艰难的环境正是和秦毅适应性进化。 只是不知道, 自己的灵魂能不能适应性进化。 从本质上看, 灵魂诞生于肉身细胞, 给灵魂压力, 应该也就是给自己的脑细胞压力吧。 秦毅不太能确定这一点, 此前也没人探究过灵魂和脑细胞的联系, 只能到时候亲自试试看了。 通过王老的讲述, 秦毅对于大宗师以后的五道境界有了新的认识。 若非早早拜师, 他估计还得亲自花费一番功夫去搜寻这些境界的资料。 此件事了, 秦毅得看了看前方, 不久前被自己斩出来的巨大剑痕已然消失不见, 一切景象又回归到了大草原最初的样子。 七八十米外的草地上, 影刺昏死在那, 纹丝不动。 秦毅遥望着他, 心中蹦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 第八十四章, 气血之线, 自创功法雏形。 师父, 这女人还是教我来处置对吧? 秦毅问道, 王老自无不可, 他对于处理这种杂鱼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 他看秦毅一脸玩味地朝自己问出这个问题, 又有些好奇这个徒弟想干什么了。 他手指一勾, 影刺直接从远处被挪移到了师徒二人的脚边。 此人身上还残留着秦毅的开天剑气, 外层用以遮掩气息的诡异黑皮残破不堪, 失去了效果, 露出一条条雪白的肌肤。 秦毅对这香艳的场景不感兴趣, 俯下身, 伸手便要抓住影刺手腕处的动脉。 也就是在此刻, 影刺猛然瞪大了眼睛, 从昏迷中惊醒。 他盯着秦毅, 黑皮遮掩下的双眸中充斥着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神色。 作为出手之人, 他很清楚自己打在秦毅身上的招数都有怎样的杀伤力。 本以为秦毅如今不死也废, 最多被守在身旁的真王掉住一口性命, 却不料睁眼后, 却看见对方生龙活虎地蹲在自己面前。 我一定是还没醒。 影刺想要重新闭上眼睛, 可右手处传来了一阵温热的触感。 抬眸一看, 秦毅像是老中医一般, 以手指拔住了他的经脉。 一缕缕炙热的气血之力透过肌肤侵入他的经脉。 他感觉刺痛无比, 想要反抗, 可根本提不上力气。 往我体内注入气血之力是什么意思? 折磨我吗? 影刺没想明白。 他的身体开始产生激烈的反应, 血肉中残留的些许气血疯狂波动, 抗衡着外来入侵的气血, 想要将秦毅注入的气血排除出去。 可惜, 影刺体内残存的气血太薄弱了, 一个呼吸的时间便被秦毅催动杀伐之气剿灭, 连渣都没剩下。 在这之后, 影刺的经脉中再无阻碍, 秦毅可以畅通无阻地把自己的气血大量灌入。 他灌入的这些气血在他精妙入微的控制下逐渐分流, 从影刺的主动脉渐渐流入其余经脉血管, 最后甚至连毛细血管都给控制住了。 秦毅的气血通过经脉血管慢慢渗透进了影刺的血肉。 紧接着, 他一个念头下去, 原本奄奄一息的影刺冷不丁抖动了一下, 抬起右腿, 自己踹了自己一脚。 他的四肢像是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急不协调, 歪歪扭扭地纠缠了半天, 才勉强从地上爬起。 然而刚爬起, 就右脚伴着左脚, 来了个平地摔, 摔得一身泥泞。 你这是, 已入危急的气血控制力, 让自身气血大量潜入此女的血肉, 达成了牵线木偶般的控制。 王老眼前一亮, 明白了自己徒弟的想法。 不得不说, 很有创意, 天马行空。 王老只听说过, 用神念幻术控制外人的, 还没听说过, 有用气血强行控制的。 秦毅的这次尝试, 称得上是原创功法的雏形了, 只不过当前还很不熟悉, 并没有搞清楚, 每一块血肉的用途, 这才出现了, 刚刚四肢不协调的情况。 等等, 如此精细的大范围控制, 必须把气血分流成数百万股, 单单入危急的控制力, 真能做到吗? 恐怕是不行的吧。 王老同样有入危急的控制, 但他自认做不到这一点。 想如秦毅这般做到, 以气血控制武者, 估计得是通神水平。 想到这, 他忍不住又多看了秦毅几眼, 心中惊悍。 自己这个徒弟, 究竟还能带给自己多少惊喜? 你的这门气血丝线控人法, 完善写出系统性的文本后, 大概可以评到B级功法。 王老赞叹道, 可惜寻常武者难以达到你这种水平的气血控制力, 这门B级功法纵然写出来, 也没几个能用。 秦毅听完师父的讲述, 心头一乐, 自己随便倒鼓出来玩的小游戏, 居然还有成为功法的机会。 有意思。 他经过长达一个小时的尝试, 终于大致搞清楚了人体内各块血肉部分的作用, 能够控制着影刺从地上站起, 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比如走路、跑步、原地站立之类。 在这个过程中, 影刺的心态从迷茫, 逐渐转变为惊恶, 最后只剩下了惶恐。 他没想到, 自己会成为提线玩偶, 按照秦毅的心思被随意摆弄。 即使他拼命抗拒,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双腿和双手 不受控制地做出各种动作。 乃至于在一个多小时后, 影刺的嘴巴和舌头都开始受到气血控制, 模糊地发出声音。 这个声音, 根本不是影刺自己想说的。 这是什么邪说? 怎么感觉, 秦毅比我们异神会还像反派呢? 师父, 等我完全熟悉如何控制影刺后, 能不能控制他返回异神会, 远程遥控, 当我的卧底。 秦毅提问道, 他提出的这个思路, 最大的麻烦就是神念强度不够, 一旦距离影刺太远, 就会断开连接。 如今秦毅一共有1100点精神力, 和影刺死斗期间自动增长了100点, 也即使说, 他的神念覆盖范围为11米, 远了就没法波及到了。 王老子戏想了一会, 随后摇了摇头。 秦毅这种气血丝线控制法, 自身神念不够, 没法远程。 而神念够的人, 控制力水平又不够。 唯一的办法, 就是等秦毅精神力再度提升。 看见学士渊博的师傅都摇头了, 秦毅耸了耸肩, 正准备停下摆弄, 但突然又有了一个新思路。 我能不能给影刺体内的气血, 留下一个程序, 让他们如同机器人一样, 离开我之后, 也能按照程序行动。 秦毅说干就干, 再度尝试了一番, 最终勉强成功了一部分。 他在影刺体内, 提前预留了一小段简单的程序, 然后请师傅把影刺送出了真王领域。 旋即, 师徒二人也从真王领域中走出, 回到了超市。 二人盯着影刺的背影, 见他一步步走出超市, 左拐右拐, 成功离开了这片街区, 不知走向了何方。 你预留的程序, 最后会让他去哪? 王老好奇道, 秦毅微微一笑, 答道, 没去了, 就是指定让他去东郊警局自首, 顺便开口表明, 是三好市民秦毅先生抓住了他, 用爱感化多日, 让他幡然醒悟, 最后来自首了。 王老。 忽然间, 他脑海中浮现出, 东郊警局的警官们, 看见此人近来, 自首说话后, 震惊到无与伦比的反应了。 第85章, 秦毅送来的小惊喜, 烟雨猴。 鱼航东郊, 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 某条主干街道上, 人群嘻嚷, 不断有路人走过, 喧闹声连绵不绝。 在来往游人如此之多的情况下, 一位通体纯黑的女子淡然走过, 模样打扮像是劫匪, 又像是cosplay, 一时间吸引了无数路人的注意力。 这是什么新奇的玩法? 连五官都没露出来, 能看清楚路吗? 你别说身材还真不错, 现在的年轻人玩得真花, 嘿嘿。 喂喂, 小姐姐, 可以拍个照吗? 停一下停一下,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行人们纷纷驻足观望, 也有胆大好事者拿着手机, 想上去合影拍照。 可不知是这小姐姐 太过高了, 还是不想理她们, 总之不管谁上前去, 都会被她无视般掠过, 不带有片刻停留。 切, 装得这么高冷干嘛? 打扮成这样, 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有遭到无视的行人吐槽道, 但也有一部分 拥有五道修为的行人 看着女子的打扮分外眼熟, 拿出手机搜索了一番, 玄机脸色大变, 头也不回地逃了。 他们随便搜了搜, 竟搜出了一位江南行省的 A级通缉犯, 名为影刺, 进阶至少大宗师 官方悬赏高达五百万贡献点。 这五百万点贡献点, 即使是大宗师 也得去苦干数年才能获取。 可惜此悬赏看着诱人, 但有命去拿的人却不多。 根据文档资料显示, 影刺曾刺杀过江南行省省府的 一位封侯进直视, 不仅差点得手, 还能全身而退。 一神灰并非每一个成员 都有被通缉, 只是影刺这种经常刺杀 重要人物的角色 很难不出现在通缉榜上。 这外形, 这气息, 绝对就是他没错。 影刺竟能猖狂到这般地步, 身为刺客, 直接光明正大的游荡在街头。 一位舞者心绪不宁, 眺望着影刺远去的方向, 一边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一边忧虑了起来。 看影刺这方向, 他要去的地方, 很可能是东郊警局啊。 我们几人虽然帮不上忙, 但提前打个电话, 让东郊警局的人 有个防备也好。 几位舞者一商讨, 急忙取出手机, 准备联手给东郊警局上报此事。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影刺已经从人群的视线中消失, 距离东郊警局愈发接近。 他看似毫无波动, 但实则内心难受得不行。 作为一名时刻藏匿于暗处的刺客, 他一向讨厌外人的注视, 可就在刚刚, 有数百上千人在盯着他看, 目光赤裸, 带着各种情绪, 惹人厌烦。 影刺感觉, 这比杀了自己还难受。 可他如今连自禁都做不到, 只能看着自己的身体按照预设的路线自动走向终点。 这个过程堪称折磨。 他心里恨透了情意, 更恨透了刘烨。 要不是刘烨提供假情报, 他断然不会傻愣愣地就冲过来劫持情意。 胡思乱想间, 他终于走到了东郊警局的门口, 再向前七八米便能跨入警局。 正前方, 十多位警员满脸肃穆, 严阵以待, 似乎等候影刺多时了。 当他们知晓, 凶名赫赫的影刺主动找上门来时, 心性差一些的警员差点两眼一黑当场昏过去。 东郊警局的干员大多只有五者六段到低阶武士的修为, 不可能是影刺的对手。 纵然警局的一把手消息, 也仅为高阶武师, 半步宗师, 在影刺面前逃命都难。 他们此刻的心情紧张到了极致, 在他们看来, 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等待市区的支援, 尽力团结起来, 拖延住影刺。 一众警员之中, 沉沉表面看起来老神在在, 但仔细观察他的双手, 就会发现早已钻紧, 正不安地揉捏着。 消息和普通警员一起来到了警局门口, 一双美眸盯着夺步而来的影刺, 实在没想通对方为何会找他们开刀。 因为不久前抓了仙女妈, 他倍感棘手。 消息手中虽然有几件家族给予的保命灵物, 可最多只能保下自己的性命, 周围的一圈同事则是必死无疑。 不管是出于职责还是内心, 他都不愿独自逃走。 消息到北郊监狱了,不在我们这。 消息冷冷出声,想要靠言语拖延时间。 然而,影刺对他的话质若罔文, 只顾着往前走, 一步一步接近东郊警局。 明明影刺没有展现出任何实力, 也没有释放出属于山海境强者的威压, 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山巒般的压力, 压在自己心间,让人喘不过气来。 你不能再前进了,停下。 消息的右手暗暗捏着一张淡金色的符路, 有点想要主动出手了。 影刺距离警局只剩下不到一米的距离, 所有人心中都是警铃大作。 可就在这时,影刺停下了步伐, 朝向消息,双手并拢, 向前一伸,脊背微微吓腐, 像是一个被抓住的囚犯似的, 吱吱吾吾,口齿不轻地说道。 按照三好市民情义的指示, 我,一神会影刺, 今日于东郊警局自首, 请把我抓起来。 煞时间,警员们都愣住了, 消息也愣住了。 他们撂想了一万种未来可能出现的场景, 唯独没想到,影刺会来自首。 你,你说什么? 消息感觉精神恍惚, 忍不住问道。 影刺那边的预留程序似乎对此早有预计, 开始如机器人一般, 不断重复相同的话语, 保持认罪的姿势, 一直不变。 按照三好市民情义的指示, 按照三好市民情义的。 一遍又一遍机械化地重复下, 消息可算接受了现实, 从恍惚中清醒, 轻咬珠唇, 亲自取出一副特制手铐, 控制住了影刺。 这一过程简单又轻松, 没遇到任何的波折, 简直没法相信一位山海静的强者, 就这样被自己抓到了。 秦义,秦义, 影刺的自首, 也与你有关。 能击败影刺, 把她抓来警局, 已经是奇迹一般的事件了。 而秦义更加夸张, 不知动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能让影刺乖乖地亲自过来自首。 该不会这女人, 不是真正的影刺吧? 消息因为太不敢相信此事, 产生了某种怀疑。 几分钟后, 天空划过一道流光, 一位身穿蛋黄长裙, 黑发及腰的女子, 从天而降, 落在消息身旁, 观察着消息等人的神色, 略有些好奇地开口道, 影刺人呢? 你们都没事。 这女子容貌秀美, 带着一股温柔的气质, 说话声音轻柔, 称得上最经典的江南女子类型。 但考虑到她的身份, 众人可不敢小觑这位温柔的江南女子。 她乃是权势最强的几个舞者之一, 一人独自镇守渔航最恐怖的B级秘境, 龙江秘境。 她的真名没有几个人知晓, 但称号却响彻了整个江南行程。 她是——燕与侯。 第86章 诸多大人物的调查和注意, 消息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尽数告知燕与侯, 只见对方原本一直挂着温柔微笑的脸上, 流露出了一丝隐秘的惊讶。 她转过头, 神殿展开, 扫过仍然站在原地不动的影刺, 郑重点头道, 山海静, 二节阶梯就是影刺没错。 她表面披着的这一层黑色幻影也是影刺的拿手好戏, 不会认错的。 消息眼眸闪烁, 实在想不通秦义是如何能让影刺主动自首的。 好在燕与侯发现了些许端倪, 差异道, 影刺的每一寸血肉中都弥漫着异样的气血, 一种不属于她的气血。 这股气血之力像是丝线一般, 贯通了影刺的所有经脉和血肉, 把它当作提线玩偶, 一路控制着自首了。 就连说话都是背后之人提前设定好的, 并非影刺本人的意愿。 燕与侯惊讶于情义留下的控制手段, 感叹道, 留下气血之人必然不凡, 想如此精妙地控制一位舞者行动, 对于气血的控制水准至少要到入微即才行。 她别过脸, 见消息脸上一彩连连, 当即猜到了一些东西, 笑道, 萧局是认识这位不知气血私线的人。 说实话, 燕与侯作为站在渔航市最顶层的舞者, 全是滔天, 渔航范围内只要是实力足够强的人类舞者, 她不可能不认识。 可在她认识的舞者里面, 从未有人露出过气血私线这么一首。 难不成是外来的舞者? 萧细苦笑了一声, 汉首道, 认识是认识, 只不过, 这位控制影次的舞者, 您可能也认识。 燕与侯柳没一条, 哦, 究竟是谁? 她是真想不出自己认识的人里面, 谁有此等手段? 萧细继续提示道, 此人, 就是您八天后要去保护的那个秦义。 燕与侯, 这一瞬,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萧细在开玩笑。 从她手中的资料来看, 秦义不过一位中阶舞师, 纵然天赋非凡, 也不可能在短短一周内突破到足以抗衡山海境强者的地步。 最为关键的是, 用抗衡二字还不够准确, 能控制着影次来自首, 或许说玩弄更贴切一些。 这可能吗? 这合理吗? 她打量着萧细的面容, 见对方的神色不似作假, 这才将信将疑地把此事压在心中。 我先把影次压回去, 你们东郊警局负责处理后续的问题吧。 至于那个秦义, 马上就能见到了。 燕与侯对这位名叫秦义的青年产生了兴趣, 他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温柔, 但办起事情却突出一个雷厉风行, 很快便抓着影次消失在了天际。 原地留下了一众东郊警局的干员, 默然无语, 面面相觑。 几秒钟后, 众人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脸上浮现出劫后余生的欣喜。 一神会的仙女由他们拿下也就算了, 功绩虽大, 但分到普通警员那就没多少油水了。 而这次的影次不同, 一位山海敬强者投案自首, 绝对是天大的功劳。 即使是普通警员, 也如同重彩票一般狂喜难耐。 只有消息, 面色恢复了平静, 默默站在大门前, 眺望东郊超市的方位, 内心纠结。 他有点想去看看秦义, 但又怕泄露了行踪, 被一神会的人发现, 导致对方心生警惕。 自己毕竟是有官方背景的, 能不和秦义见面, 就最好别见面。 思来想去, 他还是压抑不住好奇心, 拿出手机, 点开五戒, 对秦义发送了两个字。 在吗? 东郊的影次自首之事, 没有引起大范围的讨论, 似乎有人在暗中出手, 压住了此事的热度。 否则的话, 光靠网络, 此事就能掀起一番波浪。 比起一惊一乍的东郊警局, 以及安心修炼的秦义, 金胖子这几日的生活就很快乐了。 他强迫自己, 忘记了五戒灵果的事情, 凭借从秦义那得到的大量高质量虫足尸体, 加工出了许多好东西, 赚得盆满钵满。 别看秦义从他手中赚了这么多张金卡, 仔细想想, 卖原材料的, 怎么可能有产品加工的赚钱? 就以依据最普通的二戒萤火飞虫为例, 金胖子从秦义那收过来, 大概花费了三千点贡献点。 但从萤火飞虫身上, 胃部的荧光物质乃是二阶灵物, 可以用来打造至少三十盏奢华的挂灯。 这种挂灯无需电力, 就能自动发出明亮柔和的光泽, 长达数十年, 且外表华丽, 很受上层人士喜爱, 尤其是那种光有钱没有实力的商人喜爱。 本身五刀境界没那么高的商人, 最喜欢买凶兽制成的奢华产品, 彰显自家的实力。 萤火挂灯, 运气好能卖出一千五百点贡献点, 比起购入原材料的花费, 直接赚了数倍。 金胖子需要付出的, 只是些许锻造费, 还有售卖的渠道。 而他们金家, 就是做这个的, 名下大小商铺成百上千, 还有几十家拍卖行, 不愁卖不出去。 赚翻了赚翻了, 嘿嘿。 站在加工厂的流水线前, 金胖子看着源源不断产出的灵性产品, 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当然, 他也没忘记秦义, 打算在这笔货全部卖完的时候, 再花点贡献点孝敬秦义, 以免对方忘了自己。 这条关系链必须保持住。 抱紧大腿, 未来的家主之位, 岂不是手到擎来? 得益于这批货, 近些日子, 家主经常当着一众族人的面夸奖他。 这让金胖子, 已经开始幻想更加美好的未来了。 但在他没看见的角落里, 金家的其他几位少家主, 纷纷开始了行动。 要么收买金胖子手下的人, 要么调取金胖子最近的行踪, 都在调查金胖子这批货的来源。 能一次性供应这么多二截重足, 供货者的实力定然不俗。 他们也想巴结巴结, 看有没有奋一杯羹的机会。 好处总不能让金胖子独吞了吧。 家主之位,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能坐上。 我可以出比金方更高的收购价, 甚至赔本收购, 反正只要金方不赚, 我就是赚的。 某处房间内, 金家二少爷金元, 看着眼前家仆地上的资料, 嘴角微微扬起。 宁谋看去, 资料之上, 赫然挂着秦义的照片。 第87章, 倾巢而出。 金家年轻一代, 正围绕着秦义, 展开一场拉锯战。 与此同时, 遥远的一方秘境中, 群山环绕, 云雾变天, 熟悉的山谷平地上, 一神会众人如往常一般, 找到属于自己的实义坐下。 距离上一次集结开会, 实际上才过去没到七天, 按理说, 一神会至少一个月, 才会举办一次会议, 像是这样频繁举办, 必然有大事发生。 而这一次的他们要商讨的大事, 毫无疑问, 还是和秦义有关。 全副武装赶网渔航, 捉拿秦义的第二圈大佬影刺, 自离开后, 已经好几天没有消息了, 和一神会彻底断开了联络。 从一神会自家的情报网络 搜集的各方信息来看, 影刺失败了, 不仅失败, 还主动投案自首。 若不是此事, 被官方的人压住热度, 他们一神会必将颜面尽失。 能击败乃至生情影刺, 难度系数虽然极大, 但不是完全没可能。 同样坐在第二圈的识人开口了, 他一说话, 就感觉到全场所有的目光 都朝着自己身上聚集。 云航那几位侯爷, 乃至江南行省的那位真王, 只要正面遇上影刺, 都有机会做到这点。 不过, 活着影刺是一个难度, 控制影刺让他去自首, 这又是另一个难度了。 识人的光华, 如大理石石面的脸庞没有表情, 但众人仍然能感受到凝重。 影刺专修幻术知道, 灵魂对于各类幻术控制技能 有很强的抗性, 即使封侯镜也不太可能控制住他。 而江南行省明面上唯一的真王, 江南王压根没有修行过 能控制他人的神通和大道。 也就是说, 秦义身边大概率有一位影视高手, 且极有可能是一位真王。 此言一出, 满座哗然, 即使是坐在石桌旁第一圈的 三位顶层成员也面露一色。 真王镜可不是烂大街的东西, 哪怕放在人才辈出, 历史悠久的古族中, 真王镜的舞者也能占据一席之地, 乃是中流砥柱般的存在。 要说于杭氏藏着一位真王, 他们有些迟疑, 不敢妄下定论。 能控制影刺去自首, 最差也是封侯镜。 谨慎起见, 我们可以采用最差的情况, 默认秦义身旁有一位真王守护。 坐在石人右手边的男子附和道, 义神会办事向来以谨慎文妥著称, 不然也不会开场, 就让一位武师去抓刚踏入五道不久的秦义了。 换作别的势力, 面对刚入五道不久的萌新, 最多派出两三位高段舞者, 顶天不会超过九段。 义神会的成员能修炼到这个层次, 自然是有脑子的。 他们虽然猜错了方向, 可最终依旧歪打正着, 猜到了正确的答案。 秦义身边的确有真王看护, 但影刺却不是那位真王出手控制的。 秦义此人没有什么背景, 那位守护他的真王, 有没有可能是官方从别的地区调来的。 围桌会议的最外层, 刘烨可算有了发言的机会, 朗生开口道。 原本身为最外层人员, 他是没底气说话的, 索性如今恰好和秦义一事牵扯很深, 这便有了说话的资格。 一时间, 那圈大佬的们的视线纷至踏来, 让他略有些激动, 下意识挺直了腰杆。 你别说, 当他知晓影刺失败的那一刻, 刘烨不仅没有难过, 反倒是有点暗爽。 就像是普通吃过一个大亏后, 看别人也吃了同一个大亏, 便会幸灾乐祸似的。 我认为, 秦义绝对已经和官方的势力联系上了, 此时身边有诸多强者看护, 只等我们继续上钩, 损兵折将。 刘烨述说着自己心中的想法, 会长, 我们不应该上当, 最好先亮一亮秦义, 只派人在暗中盯着他, 但不出手, 伺机而动。 官方的人不可能永远看着秦义, 迟早会露出破绽。 刘烨的想法秉持着一神会一贯的稳健风格, 放在以往, 不用他说, 众人也会自行采取类似的策略。 可这一次, 情况不同。 坐在最核心位置的男人张口说话了, 他长着一头极尖的白发, 身上透着一股浓浓的木色, 像是垂垂老蚁的老人, 可外表又年轻俊朗, 看不见皱纹。 按照你的说法, 秦义能让官方派一尊真王亲自充当护道者。 你认为光凭资质够吗? 刘烨神色一正, 玄机明白了会长的意思。 秦义这种没背景的底层舞者, 纵然依靠超凡的天资混出了一些名头, 也不可能让真王亲自看护。 唯一的可能性, 便是秦义真的得到了那位存在留下的传承。 镇天王, 林长青。 只有得到了林长青的传承, 官方才可能如此重视他, 乃至于真王都屈尊前去守护。 林长青也是拥有官方背景的正派舞者。 想通了这一点, 刘烨与周旁的众人脸色皆是大变, 而义神会会长的话语还没有结束。 他继续道, 你认为, 接过镇天王的传承, 再加上有官方权力扶持培养, 秦义的实力能有多快的提升。 我告诉你, 这个速度会快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也许他今日还只是高阶舞师, 但一个月后就有跨入上品宗师的可能。 镇天王林长青本就是一位从底层崛起的舞者。 他的功法, 据说以修行速度闻名于世, 比常人快上数十倍。 最为夸张的是, 在保持如此高速的修行下, 林长青的功法还能确保根基稳固。 假如按照以往的计策, 暂时放过秦义, 暗中观察, 等上个半年, 可能秦义就已经有封侯实力, 无惧暗杀了。 义神会确实有真王, 不单有, 还有两尊真王。 但真王不一定能秒杀秦义, 踏入封侯境的舞者, 多多少少都有保命之法和保命灵悟。 错失一次机会, 此后就再难找到第二次了。 白发男子扫尸众人, 沉生道, 此事关乎主上的命令, 只能遵循, 不能违背。 对于秦义的刺杀, 不能停止。 主人好不容易给了他们一个任务, 要是无法完成, 那不如死了算了。 会长, 那么七日后的刺杀, 又是谁去? 一位成员询问道, 白发男子眼眸中亮起精芒, 淡淡道, 由我带队, 第一圈和第二圈的人, 全部去。 全部去? 第二圈与第一圈座位上的成员, 最少也是大宗师境界, 加起来有十二人。 其中, 第一圈的三人里, 会长和一直沉默不语的副会长, 都是真王静。 这种力量, 已经足以灭绝一个弱小的种族了。 官方那边即使有防备, 估计也想不到, 一神会能这么疯狂。 精锐进出, 只为抓一个习武才一个多月的青年。 刘烨听见这个安排, 一时间都有点被震住了。 如此恐怖的势力倾巢而出, 秦义还能逃过一劫, 可就真没道理了。 第88章 震惊的李无峰 几日时间, 风平浪静地过去。 金胖子从秦义手上收购的那一批货, 已经陆续加工成了各类奢华的舞者用品, 有家用的装饰品, 也有实用的铠甲, 药剂等等。 这一大笔暴力乐的金胖子, 好几天都没合拢嘴, 终日挂着笑容。 直至他发现自己的几个同辈的兄弟姐妹, 在暗中打探秦义的资料。 金胖子的目光很长远, 秦义带给他的好处可远不止这么一次重足尸体。 随着秦义境界提高, 他不但可以沾光, 还能从对方手上收获更多的灵物。 可以说, 秦义就是金胖子的摇钱术, 若是被别人抢走, 他得后悔一辈子。 不过, 强行阻止那几个兄弟姐妹去找秦义并不现实, 让秦义躲起来不给他们找到更不现实, 思来想去。 金胖子决定在舞界上和秦义含蓄温暖一番, 表达一下心意, 巩固两人的关系。 他拿出手机, 点开秦义的头像, 思聊道, 哥, 在吗? 发完后, 他等了半晌, 却久久不见秦义回话。 是在忙吗? 金胖子此刻的心态, 有点像舔狗沸扬扬, 总是下意识地为对方找借口。 于是后, 他又守着手机苦等了两三个小时, 然而依旧没收到对方的回信。 金胖子有点等不下去了, 但叫他现在去做别的事, 又容易被干扰。 心里总是想着, 最后, 他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他花费二百点贡献点, 给秦义发了个红包过去。 然后下一秒, 聊天界面谈出了一小行白字。 秦义已领取你的红包。 秦义, 在的, 有事吗? 金胖子。 现在的人, 都这么现实的吗? 好在秦义已经理他了, 二百点贡献点不算什么。 金胖子开始明里暗里地讨好秦义, 并且承诺未来从秦义那收购的一切东西都会涨价。 只求秦义不要去理, 今后可能会找上门的其他金家人。 他的诚意很足, 再加上早早送给了秦义一枚五节灵果。 这点小事, 秦义稍作思考, 就答应了下来。 其他金家人或许为了竞争家主之位, 会给他超出预期的报酬。 但这种生意做不长久, 不如金胖子来得安心。 得到秦义的允诺后, 金胖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长舒一口气, 瞥了眼从门前匆忙路过的三弟, 呵呵一笑。 小样, 真倒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目送三弟走远, 金胖子正谋算着下一笔生意, 却不料一位心腹突然上前, 在他耳旁低语道, 李家二少爷想在我们这订购一批二阶虫甲。 李家二少爷? 李无疯吗? 这倒是一笔大生意。 金胖子手上囤积着一大批精品二阶虫甲, 不愁卖不出去, 只愁卖得不够好。 虫甲相比于别的甲咒更加罕见, 轻便性和坚韧性在一众铠甲中称得上名列前茅, 向来有价无事。 野生的虫族就连一阶凶兽都很少见, 只有出现母虫才可能大批量地诞生高阶虫族。 也正是因此, 金胖子才能放心和秦义合作。 他相信秦义手上必然留着一个母虫的坐标方位, 可以源源不断地取货赚钱。 约他出来见一面吧。 金胖子当即吩咐道, 李家作为渔航世家, 势力不小, 这批货卖给他们倒是个不错的去处。 不仅能赚钱, 还能和李家结个善缘, 妙。 这日夜晚, 渔航市区天江餐厅。 昂贵奢华的中餐厅在今晚被人清空包场, 偌大的主厅内只有一胖一兽两道身影坐在餐桌上, 周旁站了三位服务员, 以及二人各自的下属。 别来无恙啊, 李少, 数日不曾见到你, 不知是去哪里潇洒了? 金胖子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举杯与李无峰碰杯。 李无峰把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 苦笑道, 潇洒什么? 我和朋友去了一趟悬天秘境, 可是历经艰辛, 受尽打击, 差点回不来了。 他对悬天秘境中的遭遇不想多谈, 感慨了一句后, 马上就将话题转移到正式上。 二人对于二阶宠甲的定价争论了半个多小时, 最终金胖子让了一步, 达成了这笔交易。 不过, 这只是在表面上看, 金胖子让了一步。 实际上, 金胖子让出的这一步, 得到了李家的友谊和支持。 这对于他未来竞争家主之位颇有益处, 所以不亏。 身为资本家, 他怎么可能让自己的亏损? 生意圆满谈完, 二人年纪又相似, 在家中地位也相近, 畅隐之下, 关系拉近, 慢慢开始聊起杂七杂八的琐事。 金兄, 你这批虫狮是哪里来的? 怎么能突然有如此大的数量? 莫非是找到母虫了? 李无风道, 金胖子摇了摇头, 选择性地透露道, 我只是从别人手中收来的, 说来也巧, 这批虫族恰好是在玄天秘境收来的。 玄天秘境, 李无风心头一震, 九亿都瞬间消退了大半。 虫族本就少见, 能一下子出现这么多虫族尸体, 还都铲子玄天秘境, 这真是碰巧吗? 他默然回想起, 自己在玄天秘境看见的一幕。 成片的虫尸堆叠在一起, 无尽的血液汇聚成河, 令人战利的权益, 弥漫在那片死寂的屠宰场。 李无风打了个寒颤, 急忙问道, 能否透露, 这虫族到底是从谁手上收的? 金胖子眉头皱起, 略有些疑神疑鬼, 瞟了李无风一眼。 李家似乎也有加工渠道, 这李无风, 该不会是想和我那几个兄弟姐妹一样, 挖我墙角吧? 李无风看着金胖子的神色, 这才想到自己不该这样问, 暗骂自己心急了。 于是真切地解释道, 我并非寄予火源, 只是对这杀虫之人很有兴趣。 你或许不知, 在玄天秘境里, 我恰好看见过, 一片无辙与虫族的战场。 为了赔罪展示诚意, 他把藏在心里的秘密告诉给了金胖子, 极力描述那杀虫之人的恐怖, 实力滔天, 少说也是封猴者。 他这一通话下去, 给金胖子虎得一愣一愣地, 玄疾差点绷不住, 狂喜大笑。 卧槽, 原来秦义大佬已经是封猴近了吗? 我这善缘, 结得妙啊。 他听李无风的话不似作假, 想了想, 还是偷偷告诉了李无风两个字。 听见这两个字后, 李无风大惊失色, 蹭的一下, 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这名字, 你确定没记错? 金胖子一脸的莫名其妙, 没记错, 就是秦义。 二十岁左右的一个青年, 啪大。 话音刚落, 李无风满脸不可思议, 失神落魄地落回了椅子上。 秦义, 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该不会真是我认识的那个吧? 不可能啊, 怎么想都不可能。 第八十九章, 大狗苏醒。 李无风脑海中, 不自觉出现了秦义一脸淡然 对自己说话的画面。 那还是在东郊超市, 这位初入武道的青年, 面对已经踏入武师的他, 留下了一句下次见面, 你可别被我超越了。 当时他把这句话当成了笑话, 不屑一顾。 如今回头一看, 可能真正的笑话, 却是他自己。 绝对不可能是他, 凭什么会是他? 李无风失神呢喃着, 无法接受秦义已经拥有 封侯尽实力的答案。 一个月, 从武道入门到山海封侯, 这是人能做到的事。 李无风不屑! 金胖子虽然不会骗他, 但那批虫尸即使是秦义卖出去的, 谁又能保证, 击杀虫巢的人也是秦义。 秦义也许和自己一样, 只是运气不错, 恰好路过西天山脉, 也撞进了那片虫族屠宰场。 他们出于对强者的尊者和敬畏, 没敢去动那些虫尸, 但秦义就说不准了。 这种底层出身的武者, 为了变强, 往往无所不用其极, 铤而走险偷走强者遗留下来的战利品, 倒也合理。 秦义只是拿走了封侯尽强者没看上的虫尸, 他并不是封侯尽强者本人。 这个猜测, 明显比他一个月封侯要符合逻辑。 李无风的心绪安稳了下来, 他向金胖子讨要秦义的住址, 但却被拒绝。 金胖子可不想向外人透露秦义的信息, 因为这可能成为他与秦义交恶的伏笔。 真想知道, 自己调查去, 别来找我。 和李无风不同, 金胖子是认定秦义以封侯的, 且深信不疑。 平白无故冒着得罪封侯尽强者的风险, 去讨好李家的一个少爷。 你配吗? 遭到拒绝的李无风也不气恼, 他刚和金胖子达成了一大笔交易, 没必要因为一个小小的舞者坏了关系。 安静地享受完晚餐后, 他率先站起, 和金方道别, 带着自家的下属离开了餐厅。 刚走出餐厅门, 他便对着角落的阴影招了招手。 紧接着, 一位身着黑袍的中年男子浮下出, 恭敬地站在李无风面前。 你去查一查一位叫秦义的青年, 二十岁左右, 就住在渔航, 平日多在东郊活动。 是! 黑袍男子领命, 重新前回阴影, 消失不见。 李无风登上自家的黑色专车, 前方驾车的司机适时问道, 少爷, 我们接下来去哪? 他沉默了一会, 本想打道回府, 但心绪莫名有所触动, 于是开口道, 去东郊一趟吧。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到时候, 可以先随便找一处东郊的房产歇息一晚, 然后再去东郊超市。 李无风总感觉, 自己得去一趟东郊超市, 见那位影视的大人一面。 对于王老王旭, 李家得到的情报也不多, 只知道, 境界封猴打底。 除了官方的调查渠道外, 其余情报渠道, 很难调查到, 王老与万劫天尊有关系这一层。 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响起, 李无风闭上双眸, 开始安心修炼起来。 经过玄天秘境的一系列历练, 他已突破低阶武师, 跨入中阶行列, 等再过不久, 便有踏入高阶武师的机会。 希望能赶在两个月后的午考前。 视线转移到另一边。 深夜, 东郊超市, 库房。 秦义盘坐在牧床上, 气血稳步增强, 一缕缕神念向外波动。 他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玄妙的状态, 不断回味着自己与影次对战时展出的那一剑, 并将自己的开天一剑与陈子洛的开天一剑进行对照参考, 受益匪浅。 当前距离约定好的15天还剩下6天的时间, 在过去的几天里, 秦义依靠20级灵气清河, 自动修炼, 成功突破了夏品宗师, 迈入中品宗师的行列。 宗师分三品, 夏品, 中品, 上品。 一般来说, 夏品宗师就可以担任一处舞蹈大学的老师, 如果换成舞蹈高中, 更是能直接胜任副校长或校长的职位。 只要秦义愿意, 他现在甚至可以去应聘渝航第一舞蹈高中的校长, 成为陈轩的老师。 没错, 陈轩就读于渝航第一舞蹈高中, 也是渝航地区赫赫有名的一个学校。 像是秦义这种检测出没有舞蹈资质的人, 根本没法入学。 纵然是有点舞蹈天赋的陈轩, 在渝航第一舞蹈高中里也是垫底的水平。 不过, 现在金飞锡比, 他有了去当校长的资格, 陈轩也有了争夺江南行省无考状元的资格。 一次奇遇, 改变了好多事。 最近这些天陈轩有联络过秦义, 但秦义只是让他去学校安心修炼, 自己这不用管。 说起来, 他都能想象到, 资质突然蜕变的陈轩, 会在学校经历什么桥段了。 绝对是各种经典的扮猪吃虎, 装逼打脸。 剩下的六天时间, 我应该能晋升至上品宗师, 然后暂时卡住。 从宗师突破至大宗师, 仅修炼气血是不够的, 还得接触大道, 参悟, 道义。 其实秦义可以依靠欺伤风拳的癫狂权益 以及开天一剑的霸道晋级大宗师, 但他总感觉这样还不够。 这两条道义都是别人的东西, 秦义想自己参悟出一条大道, 然后成就大宗师。 哦! 突然间, 秦义身上传荡出一阵轻微的嗡鸣, 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稍一探查, 赫然发现自己的气血已抵达一万卡, 卡在了中品宗师的极限, 无法继续淬炼了。 自动淬炼气血的速度很快, 但想突破瓶颈, 还得让精神力跟上。 好在他的精神力早已达到1500点, 冲到了大宗师的水准,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精神力瓶颈。 哗啦! 毫无阻塞地, 他冲破了中品宗师的阻碍, 气血的自动淬炼继续运行, 开始朝着上品宗师的极限, 两万卡气血冲刺。 秦义打开个人面板, 正想着敲敲各项属性的变化, 却不料口袋中的三阶灵兽符, 晃动了一下。 大狗要醒了。 自从用江天放送给他的这枚三阶灵兽符, 收下大狗后, 秦义就一直把符文放在口袋里, 可惜大狗一直在沉寂, 没什么动静。 时至今日, 可算要蜕变完成了吗? 秦义心中泛起期待。 长时间的一个人修行, 略显枯燥, 导致秦义都有些怀念和大狗伴嘴的日子了。 第九十章 闪瞎了我的狗眼。 三阶灵兽符内, 是一片虚无混沌的空间, 除了保证灵兽日常所需的各类养分外, 什么东西都没有。 被收入灵兽符的灵兽, 大多也会陷入沉眠。 此刻, 秦义握着灵兽符, 奋出一缕神念, 钻入其中, 可清楚地看见灵兽符内部空间的情况。 在混沌虚无世界的中央, 一颗布满诡异血管的血泳静静地悬浮于此, 汹涌纯粹的生命气息向外奔涌倾泻, 血泳上的血管暴起, 疯狂蠕动着。 咔擦。 在某一个瞬间, 血泳外壳的承载力仿佛抵达了极限, 蜿蜒出一条裂痕, 不断延伸, 扩大, 蔓延, 最终分布在整个血泳上。 啪。 一声脆响过后, 血泳崩碎, 化为漫天的血花, 融入虚空, 消散无踪, 原地仅剩下一头杂毛野狗趴在那儿, 神色慵懒, 毛发熠熠生辉, 浑身气血旺盛如火。 哈哈, 狗又回来了, 人宠们赶快跪下给我抛球。 一条黄黑杂毛的野狗, 如人类一般用两腿站在虚空中, 前置一对狗爪撑腰, 好不气派。 不愧是大狗, 一出来就有一股狗味。 大狗如今消化完了大半的至纯神血, 境界直接从一阶冲到了三阶, 堪比人足中品宗师, 肯定得得瑟瑟得瑟。 甚至于, 还有一半的至纯神血, 蕴藏在他的各个细胞中, 不停滋养他的狗肉, 增强他的潜力, 让他未来的修行之路更加通畅。 大狗本就是重修肢体, 有着潜意识的底子和经验, 这一世绝对会走得更远。 而今, 大狗迫不及待地想从灵兽符中出去, 他之前一直被秦义的天资和各种举措震惊, 现在自己也有了无敌天资, 总算有了在秦义面前装逼的资本。 哼哼, 按照秦义的修炼速度, 现在估计还在高阶武师徘徊, 最多最多也不过下品宗师。 反正我肯定压他一头。 大狗心念一动, 精神力展开, 触动灵兽符的机关, 得到秦义同意后, 成功从灵兽符中脱离, 出现在了库房的地板上。 他刚一出来, 就看见秦义盘腿坐在床上, 笑眯眯地盯着自己。 看什么看? 狗爷爷, 我可是高贵的中品宗师, 岂是你一个小小武师可以亏? 呃, 大狗本想炫耀一番, 可话说到一半, 突然愣了愣, 半天说不出下文。 他发现自己居然看不破秦义的境界。 这怎么可能啊? 我的太和金狗眼堪比C级童术, 再加上中品宗师的修为, 武师境界的舞者不可能在我面前遮掩。 秦义似笑非笑的样子让大狗很不爽, 一对狗眼闪闪发光, 当即用上了自己的看家童术, 动若观火。 这是他的天赋神通, 一门A级童术, 只有狗族可以使用。 然而, 在动若观火的探查下, 秦义的气息依旧飘忽不定, 看不真切。 在他眼中, 秦义仿佛被一层又一层云雾所笼罩, 身影实影实现, 模糊不清, 无论他如何向内部探查都找不到真身, 有的只是无数的雾气。 到最后, 大狗只能勉强确定, 秦义超越了武师境界, 至少也是夏品宗师。 你修了什么演习功法? 出师不利后, 大狗嚣张的气焰熄灭了大半。 秦义笑而不语, 最近这段时间里, 他的云中雾一直在自动生产, 再加上他嫌得无聊之时, 也会主动造几层玩玩。 因此到现在, 他体表已有十层灵气隔绝层, 同街舞者用A级童术都无法动穿。 遑论大狗还低他一个小境界, 只是中品宗师。 不是, 才分别几天, 你就对我遮遮掩掩了? 还是不是兄弟啊? 大狗不悦地撇了撇狗嘴, 他对于秦义身上的遮掩功法, 真心好奇。 你当我也是狗啊? 和我称兄道弟的。 秦义开玩笑道,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还是把自己的遮掩功法, 透露给了大狗, B级功法罢了, 不值钱。 B级功法? 这怎么可能? 你拿B级遮掩功法, 抵挡我A级童术的观察。 大狗将信将疑, 但等他听完秦义对云中雾的介绍后, 神色震动, 这功法和你简直是绝配, 竟然可以无限叠加, 自动生成。 慢着, 你的资质何时这么逆天了? 虽然可以自动淬炼气血, 速度还比我全心全意修炼快。 大狗好不容易拼命完成了蜕变, 没想到秦义轻轻松松就碾压了自己。 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你把灵气隔绝层去了? 让我看看, 你现在到底什么水平? 大狗仍是不服, 秦义自无不可, 撇去表层的灵气隔绝层, 露出了真实修为。 当尚品宗师的澎湃气血和大宗师级别的神念之力 落入大狗眼中时, 他只感觉双眸刺痛, 忍不住捂住了狗眼, 大叫道, 你这个变态, 闪瞎我的狗眼了。 一万多卡气血, 精神力化神念。 妈的, 我就不该和你比。 犯贱了。 大狗懊恼不已, 破关而出的好心情都没了。 他两腿一摆, 瘫坐在地板上, 异性阑珊道, 你还是遮掩起来吧, 别给我看了, 我怕我到心承受不住。 言罢, 他环顾四周, 疑惑道, 哦对了, 都忘记问你, 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快和我说说, 最近都发生了什么。 秦义微微汗手, 开始告知大狗沉睡期间发生的种种。 返回人类世界, 抵抗一神会刺杀, 败入斩仙派。 当他提到斩仙派和一神会这几个字眼时, 大狗眼眸中流露出沉思之色, 似乎对这两个组织有所印象。 一神会, 不知道我在哪听说过。 总之是个异族设下的组织, 背后有魔族的踪影。 大狗斟酌道, 一般我这种只知道结果不知道过程的残缺记忆, 都和主人有关。 因为主人的部分被删除, 所以我只知道异神会情报的结论, 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发现这些情报的。 也就是说, 大狗对于异神会的认知, 很可能来自于他的主人, 也即是那位一毛镇压了天族不朽神灵的存在。 这位存在, 也和异神会有过牵扯吗? 至于魔族, 秦义对于星空万族的认知太过薄弱, 暂且不清楚魔族是个什么水平的种族, 但只从异神会的实力来估计, 肯定不弱。 大狗顿了顿, 继续说道, 在我的记忆里, 对于异神会依稀还有一个关键词, 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秦义眉头一挑, 什么关键词? 燕荡山。 第九十一章, 秘境中的机缘。 燕荡山。 当听见这个词的瞬间, 秦义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 便是秘境。 燕荡山脉横根于江南行省的中南部, 主山坐落在温城, 距离于航四千多公里。 他通过网络曾查询到, 温城的燕荡主山上有一处B级秘境, 危险程度很高, 且并未如玄天秘境一样被人类联盟彻底掌控, 时常有凶兽从秘境中溜出, 危害一方。 因此, 官方势力部署了大量的舞者, 在那看守燕荡山秘境, 防止出现乱子。 大狗说一神会与燕荡山有关系, 总不能是一神会就藏在燕荡山附近, 躲在官方舞者的眼皮子底下吧。 灯下黑? 不太现实。 更有可能的情况, 应该是一神会藏在了秘境之中。 毕竟, 秘境算是一方与世隔绝的小世界, 天高地远, 几百号人藏在里面, 几乎不可能被发现。 这个猜测也恰好解释了, 为何这么多年以来, 官方耗费无数心力, 也没找到一神会老巢的原因? 猜到这一点, 只不过纵然猜到了, 也不可能兴师动众地前往秘境寻找。 先不说一神会的人, 能不能提前得知消息逃走, 让官方白忙活一趟。 光是秘境中错综复杂的其他势力, 就足够官方舞者喝一壶了。 像玄天秘境这种仅仅是地级的秘境, 基本上没有一族入住, 因为环境太差劲, 拿来当老家, 弱势的一族也看不上眼。 但C, B级秘境就不一样了。 这种级别的秘境, 往往被好几方稍弱的族群瓜分, 这些种族各自占据一方, 相互之间有竞争, 但当遇到外敌入侵时, 又会迅速团结起来, 驱逐外敌, 非常麻烦。 平日里, 人族丢一些散乱的舞者进去历练, 倒是无所谓, 可一旦大批量的高阶舞者进入, 马上就会引起多方异族的警觉。 而这些弱势异族, 背后往往还有强大种族的影子, 只不定被逼急了, 就找来几个靠山, 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大狗见情义的脸色变换不定, 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了一番, 旋即用狗言狗语传声道, 在我突破三阶后, 看见了一些模糊的记忆, 这些记忆似乎在告诉, 燕荡山里还藏着一桩机缘, 关于我主人的机缘。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但肥水不留外人田。 你要是有机会, 一定得去燕荡山看看, 能不能找到那份机缘。 大狗虽然不清楚主人留下了什么东西, 但他清楚的是, 这份东西不是留给自己的, 自己取了也没法用。 既然他拿来没用, 倒不如送给秦义。 燕荡山如今还不是去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进去, 还得看六天后。 秦义回过神来, 眼帘低垂, 意犹所指。 当前几乎可以确定, 一神会的大本营就在燕荡山秘境, 他被一神会盯上, 想进燕荡山秘境, 那么必须提前排除一神会的威胁。 六天后, 能削弱多少一神会的实力, 决定了他到底能不能进燕荡山。 如果一神会没人来刺杀他, 核心成员尽数保全, 那他也不敢贸然前往燕荡山秘境。 他可以冒险, 但不会傻愣愣地去送死。 所谓机缘, 活着拿到手了才有用, 死在半路上, 天大的机缘也是空谈。 对了, 你不是说自己身安符文知道吗? 秦义忽然想起了大狗许久前吹过的牛皮, 现在你晋升到三阶宗师境界, 可以为我撰刻符文了吗? 符文二字刚落入大狗耳中, 他便当即竖起了尾巴, 欢快地摇晃起来, 狗嘴吹嘘道, 不是我吹牛逼。 你先前见过的那位大宗师江天放, 论及符文, 也得称我一声师父。 不对, 喊我师祖也不为过, 大狗的得意神色都快飘到天上去了。 说吧, 你想要什么类型的符文, 尽管提, 以我目前的水准, 消耗些许神血, 足以让你的实力再提升三成。 要不是受限于材料, 还有我本身的气血总量, 帮你提升六成也能做到。 秦义目前是大宗师水准的实力, 真打起来, 和山海敬强者也能斡旋一二。 这一点大狗是清楚的, 因为秦义告诉过他自己击败隐次的战绩。 在明白这一点的情况下, 大狗依旧夸下海口, 说出三成增幅, 估摸着不是吹的。 一条狗居然懂晦涩的符文布阵之道, 这世道还真是奇了。 符文之道对于天赋的要求比习武还高, 难度极大。 在跨入武道前, 秦义就从陈轩那听说过, 整个渔航第一武道学院三千多名新生, 仅有十二人通过了符文测试, 有了成为符文阵法师的资格。 这个比例放在普通人身上, 就是近百万人中出一人。 看着胸有成竹的大狗, 秦义眼眸一闪, 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法子。 我若是不限量地尽力满足你的材料需求, 再找几位类似于江天放那种级别的符文师给你打下手。 你能布置出什么水准的杀阵? 秦义没有提肉身课符文的事情, 反而更在意阵法。 大狗一乐, 哼哼道, 江天放算是五阶阵法师, 可以布置一些简单的六阶阵法。 如果你能找两个如江天放一般的帮手, 加上材料不限量的供应, 我布置出一座六阶顶级的杀阀大阵, 没问题。 六阶顶级? 这是什么水准? 秦义不太清楚六阶顶级杀阵的具体效果。 他只知道当初江天放在悬天秘境布置过一处六阶幻阵, 风沙漫天阵。 兴许是看出了秦义的迟疑, 大狗故作高深地解释道, 杀阵的难度绝对高于其余类型的阵法, 只有真正跨入六阶阵法师境界的人, 才有把握布置。 江天放当初能布置出六阶的风沙漫天阵, 主要是借助了地利, 因为当地就是荒漠, 天然适合布置此阵。 他的幻阵, 偏偏封侯境以下的武者没问题, 但面对封侯境强者就有些勉强了, 遮掩住真相的概率大概五五之数。 秦义稍稍点头, 反问道, 那你的六阶顶级杀阵, 能杀真王吗? 大狗双爪如人类一样抱拳, 装逼道, 当然可。 呃, 你说什么等见? 秦义重复道, 真王, 大狗脸色一变, 合着秦义是想让他布阵拘杀真王。 这小子的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你确定, 一神会能出动真王? 只为杀你一个纵失? 大狗忍不住怀疑道, 真王可不是随地乱跑的大白菜, 整个江南省名面上也就一味。 秦义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以我的资质, 你觉得呢? 以你的资质? 仙种。 好吧, 如果秦义的先级资质暴露, 还真可能引来真王不计代价的追杀。 因为一神会背后站着魔族, 魔族绝不会容忍人族再出一位尊者, 尤其是天尊。 而秦义这种先级资质的天骄, 若无意外, 成为尊者便是板上钉钉之势。 七街沙阵。 距离约定好的十五天之期, 还剩五天。 于杭市区, 寸土寸金的市中心, 一处幽静的别墅区内。 刚处理完玄天秘境的受潮麻烦, 江天放便带着徒弟邱义喊马不停蹄地从秘境回来, 修整了一整天。 生活重归安定后, 江天放回想玄天秘境中发生的种种, 愈发在一起情义, 多次动了主动联系情义, 交个朋友的念头。 这次玄天秘境之行, 若非遇到情义, 他和徒儿两个人还真有可能绝命于血物荒漠, 葬身神尸体内。 他去玄天秘境是为了平定寿潮, 而调查寿潮的起因时, 定然逃不开血物荒漠和神尸, 最终极可能带着徒弟进去探秘。 幸好, 他们遇到了情义。 玄天秘境事件完美解决, 江天放不仅得到了一笔超乎预料的贡献点, 自己的徒弟邱义喊也有了一份资历和贡献, 对未来在官方的晋升很有帮助。 符文修炼结束, 江天放战起身, 望向站在窗边发呆的邱义喊, 脸上露出笑意, 轻轻摇了摇头。 自己这个徒弟, 自打和情义分开后, 便常常望着天空发呆, 身为一父一友的师父, 他哪能看不出邱义喊的心思? 终归是阅历太少, 突然看见一位出类拔萃的男孩, 共同经历了生死, 动情属实自然。 他不动神色地走到少女身侧, 见邱义喊神色发症, 一双明眸泛着星光, 调笑道, 光想着是没用的, 你得主动。 不是加了他的五件好友了吗? 和他聊天啊。 话音刚落, 少女的眸子顿时聚焦, 脸颊染上一层霞红, 别过头称道, 师父你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看他这羞难的反应, 完全是不打自招。 江天放其实自己也想联系情义, 但碍于大宗师的颜面, 再加上自己徒儿和情义士同龄, 倒不如让小辈多接触接触, 自己顺带去见见。 得益于玄天秘境的历练, 江天放从不朽神灵遗留下的道义中, 参悟出了一些东西。 不管是五道境界, 还是符文之道的层次, 都有精进的趋势, 只是差一个契机。 苦修之下, 他没找到奇迹, 或许得多去外面逛逛。 他又看了看徒儿, 见对方扭捏着不愿多说, 心中暗暗叹气。 原本自己这么清冷高傲的一个徒弟, 怎么变成这样了? 秦之一字, 害人不浅啊。 一时间, 江天放想到了很多东西, 以过来人的经验叮嘱到, 师父不会反对你去做什么事, 但你要做的事情, 不可能有百分百的成功率, 因此纵然失败, 你也要振作起来。 你的修为才是最关键的东西, 即使失去一切, 有修为的人也好过没修为的。 秦义此人长得俊俏, 天资不俗, 心性更是顶级, 还真不一定会看上自己徒弟, 否则的话, 在神尸体内就该发生一些暧昧之事了。 我知道的师父, 邱义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不想再在他人的面前光明正大的谈论情谊, 红着脸小步走开了。 江天放目送齐走开, 重新坐回沙发, 拿着手机犹豫了半天, 却默然看见一条新短信弹了出来。 这是个特殊的电话号码, 一般用这个号码对他进行联络, 就说明是官方委派的机密任务。 我这才刚结束一趟任务, 又下达心呢。 江天放有些心累, 输入各道手续后, 成功点开了机密短信, 紧接着, 一张熟悉的面容映入眼帘。 秦义, 官方新的任务, 竟和秦义有关系。 江天放来了精神, 仔细一看, 随后面露惊异, 溃然长叹。 秦义这丝比他想的还恐怖, 不但和一神会扯上了关系, 甚至独自解决了两位一神会的成员, 其中包括一位山海境强者。 倘若换成别的名字, 江天放是万万不会相信, 有人能在宗师境界镇压山海境的。 可当此事落在秦义身上时, 他信了。 和秦义一起经历过巨神事件的他, 深知这位青年的神奇。 半个月不到, 竟从舞者飞跃到了宗师, 后机勃发吗? 江天放响起, 自己出遇秦义时, 对方还只是个舞者, 自己甚至动了收徒的念头。 如今想想, 有些搞笑了。 秦义这种层次的舞者, 非真王不可收。 即使是真王, 也很难说可以给秦义当多久的师父。 此次修炼的速度太快, 江天放预计, 三年内, 华夏就要多一位真王。 这个任务, 江天放自然是当场接下, 他本就欠了秦义人情, 不可能坐视不管。 哪怕他没欠秦义人情, 自家人族的天骄遇难, 他也不会无视。 远程验证完身份, 他签订了任务条例, 也就在接下任务之后的半个小时里。 他的舞界探出了一条私信, 有人对他发起了私聊。 江天放点开一看, 赫然正是秦义。 这下倒好, 他没好意思找秦义聊天拉近关系, 秦义主动来找他了。 江天放心头一喜, 连忙回复, 与秦义闹起了家常, 嘘寒问暖。 但他没想到, 聊着聊着, 话风就有点变了。 秦义似乎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去保护他, 竟主动聊起了五天后的计划。 江叔, 这次一神会来势汹汹, 定然抱着必杀我的心思, 不可小觑。 我打算布置一处杀阵, 当作一张底牌, 以备后患。 江天放自无不可, 杀阵这东西, 他很拿手, 于是自告奋勇到, 杀阵交给江叔来便可。 只是不知道, 你想布置什么级别的杀阵。 秦义那边沉默了一会, 旋即发回了两个字。 七阶。 江天放? 他差一点一口茶水, 喷到屏幕上。 七阶杀阵? 你要杀阵王啊。 于航市值政厅, 用的都不是七阶阵法。 这阵法, 江天放没法布置。 不过, 秦义说自己这有人能布置, 加上一位差不多水准的符文师同僚, 再加上充足的布阵物资。 说着, 他发来了一长条密密麻麻的资料表, 上面写满了七阶杀阵需要的灵物。 这些东西, 足以掏空一位封侯尽强者的家底。 官方不可能免费给秦义提供, 因为谁都没法确定, 医生会到底有没有派出真王。 好在这一点, 也在秦义的预料之中。 这些材料我不会白拿, 不管医生会有没有刺杀我, 我都会在布阵结束后, 赠予您和官方两份七阶杀阵的符文图谱, 以及六阶顶级符文阵法师的心得。 第93章, 骑士狗是吧? 拿学费换材料费? 秦义这小子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江天放身子稍稍后仰, 依靠在沙发上, 思索片刻, 感觉同意这种交换, 他也不亏。 两个七阶阵法图纸, 加上一位七阶阵法师的手把手教导, 已经算是无价之宝了。 比起那些看似昂贵的材料费, 更加珍贵。 只不过, 江天放在华夏境内, 已称得上是有头有脸的符文阵法师了。 等阶比他还高的符文阵法师, 平日里,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秦义哪里来的渠道, 联系上他们。 难不成是其他几个联邦的符文阵法师? 江天放依稀记得, 欧盟和北美那边, 有几位七阶符文阵法师很活跃, 经常开办讲座授课。 符文这一块, 西方人的研究非常深入, 用的方法偏科学, 华夏这边则是偏玄学。 江天放对于秦义自然是信任的, 但此次事关重大, 他还是不免多问了一嘴。 你确定没开玩笑吧? 秦义那边很快回话, 七阶符文阵法师就在我边上, 你们明天就能来。 见对方回应得这么痛快, 江天放也不拖拖妈妈了, 当即应想, 好, 明天我就带人来, 东郊抄试试吧。 秦义? 嗯。 两人的谈话结束, 江天放没有放下手机, 从电话簿里翻找了一会, 最终选定了一位关系, 比较亲近的好友, 拨通了电话。 在通话里, 他简要说明了一番事情的来龙去脉, 电话那头的五阶顶级符文阵法师正位, 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多次确定, 有七阶阵法师愿意传授他们经验, 这才看在好友的面子上, 答应了下来。 两位给杀阵打下手的辅助人员, 都已经准备完毕, 接下来, 还得去大量收购整理布阵所需的材料。 江天放瞥了眼情意发来的清单, 暗自则舌。 虚空时, 火黄星雨, 黑龙虚, 清单上罗列了大量的六阶灵物, 其中珍惜罕见的更是不少, 甚至还需要一件七阶灵物作为阵法核心。 虽说七阶灵物不用他们出, 但剩下的东西依旧很多。 这是要掏空我和老郑的家底啊。 身为五阶顶级符文阵法师, 江天放和郑位的赚钱能力极强, 称得上副甲一方, 家中裤藏无数, 从没缺过钱。 但想凑齐名单上的灵物, 绝对要伤筋动骨。 两人一合计, 花了一整晚的功夫, 还是硬着头皮东拼西凑弄齐了灵物。 第二天清晨, 江天放带着塞得满满当当的空间储物袋, 捏手捏脚地从家中离去, 与郑位会合, 一同前往渔航东郊超市。 这次执行任务, 他不想带上徒弟邱一寒。 按照秦毅的说法, 一神会出动真王的可能性非常高, 他徒弟还是别去冒这个风险了, 最好连知都不要知道。 在半路上, 郑位不断询问江天放有关那七阶符文阵法师的事情, 显然心中不放心。 他取出如此珍贵的灵物, 去换一次突破六阶的机会, 要是上当受骗, 估计要气到吐血。 江天放表现上淡定地安抚着郑位, 连连保证没问题, 实际上心理也没底。 只能祈祷秦毅别骗自己。 不多时, 两人抵达了东郊超市。 此时的街道上还没几个行人, 超市大门虽然挂着营业中的牌照, 但里面只有一个老人坐在收银台前, 略显清冷。 七阶符文阵法师会住在这种地方? 该不会就是前台这个老人吧? 深藏不露吗? 江天放和郑位没着急进去, 反而待在门口观望了一会。 这望着望着, 江天放便猛然想起了什么, 拉住郑位的右手轻声道, 这地方好像是影视大能的居所之一啊。 拥有官方背景的江天放, 同样知晓那份渔航式的影视名单。 郑位得到他的提醒, 打了个机灵。 兴奋道, 我也想起来了。 住在渔航东郊的影视大能, 似乎颇为神秘。 实力恐怖, 至今都没明确的情报。 难不成他其实是七阶符文阵法师? 这么一想, 也挺合理。 七阶符文阵法师, 等同于真王尽水准, 甚至在有提前准备的情况下, 比普通真王还要难缠。 煞时间, 两人看向王老的目光, 多了几分敬畏。 怪不得完全看不上我。 江天放暗暗想着, 他们俩规规矩矩地走入东郊超市, 正想和王老打招呼。 没想到王老率先睁开了眼睛, 撇了他们一下。 淡淡道, 你们要找的人在库房。 江天放和正卫愣住了。 库房? 意思是, 七阶符法师不是您。 二人心中静意不定, 但也不敢违逆王老的意愿, 夺不跨入后方的库房。 库房之中, 堆积着各类日常货物, 以及拥挤的货架, 只在角落里有一片空地, 上方摆着一张小床。 抬眸看去, 小床上盘坐着一位容貌俊朗的青年, 以及一头黄褐色的杂毛狗。 此刻, 一人一狗, 表情惊人地相似, 都带着笑意, 笑眯眯地盯着他们俩。 正是秦义和大狗。 江天放。 正卫。 同一瞬间, 他们两人都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江天放下意识观察着秦义, 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看不穿秦义的修为。 这是什么联系功法? 竟能挡住我大宗师级别的神念。 江天放微微一惊, 凑上去主动问道, 我们已经来了, 灵雾也带齐了, 七阶符问阵法诗人呢。 秦义起身相迎, 打了个哈哈, 目光指向自己身侧的大狗。 江天放和正卫看向那双腿直立, 双手环抱于胸前, 一副拽严模样的杂毛狗, 脸色一沉。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七阶阵法诗在哪? 你看狗干嘛? 两人面露不解, 盯着秦义。 嗨嗨, 秦义尴尬地挠了挠头, 善善一笑。 这位大狗, 就是我所说七阶符问阵法诗。 这一秒, 江天放和正卫的神色,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他们突然很想笑, 释然地笑。 花这么大力气, 搜集这么多灵物, 本想找一位顶级老师。 结果你告诉我, 老师是一条狗。 二人的心情难以言表。 而一旁的大狗, 也看出了这两个人类看不起自己, 愤愤不平, 冷哼道, 狗怎么了? 其实狗吗? 狗也能学阵法, 而且学得比你们好。 它伸出一根爪子, 凭空一滑, 四周灵气骤然激荡, 一道璀璨的金色符纹凝聚而成, 透着玄妙的气息, 展露在正卫和江天放的眼前。 两人神色震动, 定睛一看, 直接傻眼了。 第九十四章, 虚空杀阵。 大狗随手一挥, 竟勾勒出了一道五阶符纹。 虽然只是比较简单的符纹, 不接的符纹阵法师可以做到的。 凭空勾勒符纹, 难度比在人体上撰刻符纹还要高。 因为人体再怎么说, 也是实体, 凭空勾勒, 其实是将符纹撰刻在虚无缥缈的灵气上。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就这么一手, 已经能让江天放和正卫心服口服了, 如果大狗不是一条狗的话。 说实话, 让他们跟着一条狗学习, 属实有点难受。 眼见江天放和正卫被大狗这一手震住, 秦毅也有点好奇地多看了大狗几眼。 上一世的大狗, 究竟是什么水准的符纹阵法师? 根据带狗的说法, 他的转世仅仅是让肉身和灵魂 回到了最初始的状态, 重新开始, 但大部分前世的记忆都还在。 哼哼, 你们跟着我好好学, 突破六阶轻轻松松。 大狗鼻子翘得老高, 咧开嘴, 从狗嘴里拔出了一颗狗牙。 这颗狗牙表面上看起来与寻常的狗牙没有区别, 但在郑卫和江天放这种内行人眼中, 却是弥漫着高阶符纹的气息精妙到了极致。 这颗狗牙被大量的六阶、七阶符纹加持, 光是江天放看出来的, 就有六阶坚固符纹和七阶韧性符纹。 而他不认识的符纹更有数百个。 这些符纹密密麻麻地组合在一起, 产生了奇妙的反应, 这便是所谓的阵法。 大狗的每一颗牙齿都被高阶符纹加持了, 怪不得之前能轻松咬碎二阶灵木。 这牙齿经过我的处理, 可以充当七阶杀阵的核心。 大狗回头看向秦义, 一脸肉痛道, 你想把杀阵布置在哪? 他的这一嘴狗牙都是前世遗留下来的精华, 把一颗少一颗, 此时用掉一颗, 让他心疼不已。 如若不是秦义需要用, 他绝对不会拿出来。 秦义对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 当即回复道, 布置在别的地方可能出差错, 所以我想干脆布置在我身上。 我便是杀阵本身, 一座移动的杀阵。 你们觉得如何? 符文可以铭刻在任何物体上, 那么稍作变通, 把阵法铭刻在人身上, 也不是不行。 不过, 阵法毕竟需要稳定的布局, 一旦布置完毕, 动一个地方就得整体跟着动。 因此, 移动阵法可以有, 但非常非常难布置, 非资深高阶阵法师连尝试的能力都没有。 江天放和阵卫的目光不由地落在了大狗身上, 却见大狗云淡风轻地点了点头, 就以你为核心, 布置一套虚空杀阵, 能通过空间不断移动的虚空杀阵。 大狗有前世的经验, 什么阵法都懂一点, 其中包括极为罕见的虚空阵法。 听见他轻轻松松答应布置虚空杀阵, 江天放和阵卫对视一眼, 从对方眼眸中看见了惊喜。 若是能亲自参与虚空杀阵的布置, 对他们的好处是巨大的。 这相当于, 有老师手把手带你做压轴体。 这位秦小兄弟, 在你身上布置虚空杀阵, 可能会产生极大的痛苦。 你的肉身也会承担很大的负担。 你能撑住吗? 阵卫作为官方的符文阵法师, 往日布阵时都会尽量避免影响到当地的居民, 因此不自觉地询问起秦毅的意见。 秦毅身上的云中雾遮掩能力太强, 他也没看出这位小兄弟究竟是何境界。 按照正常情况来讲, 齐阶杀阵怎么着也得山海尽水准的舞者才能承担。 您放心, 我肯定没事。 秦毅笑了笑, 心中不仅不担心出事, 反而隐隐期待。 齐阶杀阵放在自己身上, 能给他带来怎样的蜕变。 看见当事人都没有什么意见, 正位自然不会多说什么, 马上拿出储物袋和姜天放一起, 跟在大狗后边开始罗列所需的灵物, 准备布阵。 而秦毅则是脱掉了绝大部分的衣物, 只留下一件裤头端坐在地上等待他们撞客。 不得不说, 经过多次蜕变, 他的肉身撞美到了极致, 八块腹肌清晰可见, 两臂的肌肉不是那种大块头的聚鸡, 筋状无比, 每一寸血肉中都充斥着爆炸性的力量。 正式开始工作后, 大狗的神色也严肃了几分, 不再带有玩笑的意味。 在人身上撞客杀阵其实危险性很高, 即使是他也得郑重对待, 防止任何差错。 认真检查完每一分灵物后, 他熟稔地捏碎一块胶装灵物, 沾染在狗爪上, 勾连符纹之道, 点点到一阴晕而出, 随着他不断挥动的小短手, 弥漫扩散开来。 大道之力通过某种玄妙的格式, 以高阶灵物为载体, 烙印于秦义裸露的肌肤上, 蒸起大片烟雾, 好似古代的铁烙行。 事实上, 这种符文转刻, 比活铁烙行法还要痛苦, 溢散的大道之力会冲入人的心脉, 乃至灵魂, 肆意破坏。 不远处, 江天放和郑卫以秦义为中心, 各自站在库房的一个角落, 布置外部阵法。 他们一边布置, 一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 大狗和秦义的状态, 不敢走神。 郑卫忍不住看向秦义的脸庞, 他不知道转刻七阶, 杀阵有多痛苦, 但知道五阶杀阵的惨烈。 反正当时他差点痛晕过去, 可此刻, 秦义脸上半点波澜都没有, 平静到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把郑卫惊到了。 这位看起来还很年轻的青年 到底经历了什么, 居然能无视七阶杀阵转刻导致的痛处。 他忽然明白, 为何大狗与江天放没有出言提醒秦义, 能否承受痛苦了。 显然, 这两人对秦义更了解, 知道这位青年能轻松抗下这种痛意。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比起当初在巨神尸体内灵魂撕裂般的剧痛, 这种符文烙印的苦楚, 单凭五级疼痛忍耐, 就能完全无视。 没难度。 十分钟后, 秦义身上的第一个符文明刻完毕, 乍一看, 有些像王、字, 但笔画扭曲, 最多只能说似乘相似。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秦义身上明刻的符文越来越多, 逐渐地符文凝为一体, 化为阵纹, 如由龙一般环绕在秦义体表。 也就在这时, 侵入秦义体内的道力猛然激增, 让他感觉到了压力。 第九十五章, 道力的作用。 秦义的经脉曾被杀伐之气 以及巨神血物侵蚀过, 净化了两次, 获得不朽性加持, 强度远超一切同阶宗师, 纵然放在大宗师境界也能排上号。 但, 秦义对于七伤风拳的掌握, 还停留在第二层, 杀伐之气的层次只有五十水准。 如今除了和人打架的时候会用上, 体内存着杀伐之气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至于巨神血物, 毕竟是巨神死后数十年遗留下的残退。 品阶远不如当年, 仅勉强有六阶灵物的品质, 相当于封喉镜。 而秦义如今身上撰刻的阵纹, 乃是七阶水准的东西, 对于他肉身的压力自然大了数倍。 咔嚓咔嚓。 仅是第一条阵纹撰刻完毕, 秦义的体表便均裂出细密的裂缝, 不断有淡金色的血液从伤口流出, 滴落在地上, 蕴染开来。 渐渐地, 一股不朽的气息阴晕而出, 秦义肉身上的伤痕快速愈合, 又随着第二条阵纹的鸣刻继续开裂, 在愈合和开裂中反复拉扯。 秦义紧记着师父王老的叮嘱, 利用脸系功法, 云中雾, 遮蔽自身泄露出的不朽气息, 防止外人察觉。 在场的除了大狗外, 姜天放也许可以相信, 但正位还只是个陌生人, 不能让他发现自己有不朽性。 冰冷的大道之力, 无孔不入, 刺激着秦义的细胞和经脉, 他的嘴角溢出黑色的血迹, 这是受了大道之伤的象征。 幸好他通过影刺, 把不朽精深升级到了二级, 否则单凭一级的不朽精深, 绝对扛不住七阶杀阵的转客。 秦义胆大心细, 一边忍耐着痛苦, 一边放出神念, 刺探自己体内横行的道理。 他绝大部分的神念, 在接触大道之力的刹那, 便湮灭消散, 但多番尝试下, 总归让他找到了机会, 观察到了两缕截然不同的道理。 其中一缕气息飘忽不定, 深奥难懂, 他的神念明明包裹住了道理, 却又感觉什么都没包裹住, 扑了个空。 这是, 虚空之道。 另一缕道理, 流淌在他的胸腔位置, 杀伐之气凌厉, 锋芒毕露, 仿佛一柄无物不斩的利剑, 也不知是剑道, 还是杀伐之道。 秦义注意到, 这一缕道理, 似乎受到了某种牵引, 一直徘徊在他的胸腔附近, 一点点接近心房的位置。 这是想接近我左心房内栽种的灵兵种吗? 最近这些天里, 秦义没有再获得灵物, 对于灵兵种的培养, 只能走细水长流的路线。 因此, 灵兵种依旧停留在六厘米的长度, 长势很不明显。 但此刻, 也许是灵兵种也感受到了那股灵力的道理, 竟开始在左心房内欢呼雀跃起来, 六厘米长的嫩根轻轻摇曳, 再吸引那股道理。 难道用相近的大道之力, 也可以喂养灵兵种? 秦义有了点别样的心思, 他没有阻拦那股道理接近左心房, 反而随他流淌, 最终刺入了心房之中。 破! 刹那间, 钻心的剧痛传荡而来, 秦义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洒落在地上。 这一口鲜血, 比起体表低落的淡金色血液, 颜色更深, 蕴含的不朽性也更浓, 乃是一口心头血。 别的普通血液大量流失, 倒也无妨, 可这一口心头血, 对于秦义的打击就很大了。 他的脸色瞬间苍白了八分, 气息也萎靡了起来, 甚至腰杆都隐隐有些弯曲, 失去了挺直的力气。 秦义, 你没事吧? 一直关注着秦义的江天放, 急忙关心道。 秦义勉强摇了摇头, 没事, 你专心做好手上的工作便可, 我不会拿命硬撑的, 要是真有事, 肯定第一时间说出来。 嗯, 听见对方还能说话, 江天放的心这才松了下来。 由于云中雾的遮掩, 江天放看不穿秦义的境界, 也捕捉不到秦义的气息, 对于秦义的真实情况, 基本两眼一抹黑, 只能靠肉眼观察脸色。 所以他不知道的是, 灵力倒立刺入心房虽然给了秦义一刀, 但随之而来的好处却更令人欣喜。 秦义发现, 自己左心房里的灵兵种摇曳得愈发欢快, 嫩根的长度没有变动, 但本源之力发生了变异。 这一枚六阶的灵兵种得到了灵力倒立的滋润, 本源增强, 从原本的普通六阶提升到了六阶中等水准。 这种潜力上的提升, 比直接增长长度要来得更好。 同类倒立的浇灌, 居然能让灵兵种完成本质的蜕变, 就像是麻雀涅槃城凤凰一样。 这样一来, 岂不是说明, 只要秦义能提供稳定的同类倒立, 就可以让自己的六阶灵兵种提升到七阶, 乃至于八阶, 九阶。 秦义感觉自己找到了重兵术, 圆满之后的道路。 可就在这时, 还没等他开心多久, 他体内另一股飘忽不定的虚空倒立, 漠然消失不见了。 下一秒, 这一股虚空倒立突然出现在了他脑狱的位置, 绽放出令人骇然的力量。 脑狱是秦义最为薄弱的位置, 倘若在此地承受倒立, 寝客间变成傻子都算是运气好。 秦义心头一紧, 石海激荡, 所有神念一起波动而出, 想要阻挠虚空倒立的扩散。 但可惜, 他单单1500点水平的精神力, 面对倒立, 能起到的作用太小了, 一旦靠近, 就会被冥灭。 靠, 大狗也没说倒立会入脑啊。 秦义的后背浸出了冷汗, 其实正常情况下来讲, 倒立确实不会入脑。 他遇到的这种情况, 显然不正常。 危机来得实在太快, 秦义毫无准备之下, 想要大喊出声中断杀阵的转客。 但话语刚到嗓子眼, 他灵光一闪, 又忽然想到了另一个方法。 抓紧时间调动神念, 将剩下的神念编制为一张大网, 朝着石海最深处一捞, 再向上一抛。 旋即, 一道暗金色的残魂 被秦义的神念之网丢了出去, 精准地撞在了虚空之道上。 这是天族巨神留下的残魂? 秦义原本一直在默默汲取残魂的力量, 增强自己的魂魄和精神力。 但今日, 残魂显然有了新的作用, 可以拿去镇压虚空道力。 进入秦义脑域的虚空道力实际上并不多, 而巨神残魂, 再怎么说, 也是曾经几乎走到大道尽头的存在, 不管是在力量还是位格上, 都应该可以镇住虚空道力。 或者说, 也许虚空道力莫名其妙出现在他脑域, 就是被巨神残魂吸引的。 第96章 绝世神通, 道兴通明。 哇嗯。 被抛出石海的巨神残魂依旧没有苏醒, 只是在触碰到虚空道力的瞬间, 本能地释放出了一种玄妙的波动。 秦义没看出这种波动的作用, 他只看见, 原本飘忽不定, 气息飘渺的虚空道力陡然凝食了百倍, 仿佛从一个虚幻的东西, 一下子化为了实体。 紧接着, 虚空道力如同一条细流, 缓缓流入巨神残魂之中, 被残魂吞噬殆尽, 连一点渣子都没剩下。 外界继续涌入的虚空道力, 也同样像这样被吸走, 不在于秦义体内肆虐, 也无法造成任何损害。 巨神残魂吸收虚空道力的过程虽平淡, 可秦义却看得心惊肉跳, 不敢分神。 他是真的怕巨神残魂 冷不丁苏醒过来。 所幸, 虚空道力吃完后, 巨神残魂也没有惊醒的意思。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 莫非这位死去的天族尊者, 生前参悟的正是虚空之道。 秦义原本一直猜测 这位天族尊者参悟的是重力之道, 因此在他死后, 才形成了大量的重力精实矿驱。 但今日看来, 好像也可能是虚空之道, 否则怎么会莫名吸引虚空之力主动前来? 等等, 谁说尊者就只能参悟一条道了? 这天族尊者, 完全可以既参悟重力大道, 又精通虚空大道。 仔细想想, 这死去的天族尊者, 若是精通虚空大道, 那么拿秘法从外界提前偷渡进人类世界, 这也合理。 不然按照王老的说法, 最近十几年内, 一族尊者应当无法穿透世界薄膜, 进入蓝星才对。 秦义这般猜测到, 在灵力道立和虚空道立的麻烦解决之后, 大狗的阵文撞客已经到了尾声, 接下来还需要把阵法核心设立好, 并融入一颗狗牙。 说起来, 大狗虽然对于秦义能抗住七阶阵文的撞客早有预料, 但真荡气做到之事, 还是不免心惊。 他是知道秦义目前的境界仅是尚品宗师的。 作为符文阵法师, 他更清楚, 以上品宗师的体制, 硬抗七阶阵文有多困难。 反正他当了这么久符文阵法师, 这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 正是因为有难度, 度过难关后, 秦义获得收获才会大。 这次的收获, 已经大到超出了秦义的想象。 并, 你的经脉, 肉身, 骨骼, 脏气, 经过杀伐之道的磨练, 成功进化出天赋神通, 不朽精神, LV3。 并, 你的魂魄与神念长时间接触虚空之道, 适应了倒立气息, 成功进化出天赋神通, 大到悟性, LV5。 大到悟性? 秦义突破大宗师, 缺的就是这个东西。 看来, 灵魂也算是细胞的一种, 或者说是细胞的产物, 可以进行适应性进化。 再怎么说, 神经细胞也是细胞。 秦义大喜过望, 但这次得到的好处还不止于此。 系统的播报之音还在继续。 丁,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两种大到之力, 进化出天赋神通, 灵魂清合, LV22。 丁, 检测到你已符合天赋神通的融合, 自动融合以开启。 灵魂清合, LV22加大到悟性, LV5加星明眼亮, LV1加我星如铁, LV2等于到星通明, LV1。 你已经成功进化出绝世神通, 到星通明, LV1。 绝世神通。 秦毅先前只知道, 适应性进化能进化出被动技能, 天赋神通, 主动技能这三种。 而所谓的绝世神通, 还真是第一次见。 听名字就很忙。 他连忙静下心, 仔细体悟了一番绝世神通, 到星通明的作用, 旋即嘴角不自觉地微微扬起, 心中的喜悦更增添了十分。 这道星通明别看只有一级, 但却融合了大到悟性, 灵气清合, 星明眼亮, 我心如铁的一切优点, 甚至衍生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优势。 仅仅一级的道星通明, 就能让秦毅免疫六阶以内的一切幻术、 魅术、 铜术, 并大幅度提升精神力总量以及魂魄的强度。 另外, 二十二级灵气清合赋予他的全自动修炼也还在, 不仅没有消失, 效率还变快了许多。 而这些还不是关键。 最夸张的是, 道星通明让秦毅拥有了仓悟事件一切大道的能力, 每一周都可以主动进入一次悟道状态, 要知道, 悟道状态可是绝带天骄都不一定能体验的状态, 纵然是传说中的仙种, 也只是能在找到感觉之后, 尝试进入悟道状态并非如秦毅一般主动悟道。 可以说, 一级的道星通明就够秦毅用到真王境界了。 但后续, 秦毅的道星通明肯定不止一级, 也不清楚二级、三级乃至于十级的道星通明究竟有多么变态的增幅和能力。 别人大宗师还只是参悟道义, 像是权义, 建议之类, 我直接感悟大道本源, 先天就比他们高了两个档次。 相当于别人还在上小学, 我已经在学大学的内容了。 秦毅压制住心头的喜悦, 暗暗想道。 与此同时, 大狗也开始了七阶虚空杀阵的最后收尾阶段。 他紧绷的心弦稍微松弛了一些, 步阵步到这一步, 基本已经等于成功了。 不仅是他, 两位给他打下手的阵法师也松了口气, 感觉自己这次学到了不少东西, 几乎就要跨过六阶符文阵法师的瓶颈。 阵卫和将天放进是心有所感, 估计等拿到大狗给予的符文阵法师经验心得, 再沉淀几天, 应该就能突破了。 这是一次双赢的交易, 亏得只有大狗的狗牙和利己。 但秦毅与大狗有天大的恩情, 两人又是朋友, 因此大狗自然会尽心帮忙, 没有怨言。 此刻, 他将狗牙放入秦毅体表的阵文核心, 紧接着忽然察觉秦毅有些变化。 可仔细打量了半天, 又说不出来是什么变化。 阵法布置完, 最好还是要试验一下, 看有没有差错。 大狗想了想, 决定主动触发秦毅身上的杀阵, 事实威力。 当然, 符文阵法师都会在自己布置的阵法上留下后门, 所以这七阶杀阵肯定不会杀死布阵之人。 他灵巧的狗爪掐出了一个玄奥的法爵, 正想着开启阵法。 恰在此时, 东郊超市的大门又一次被人打开, 近来之人面色恭敬, 赫然是匆忙赶来的李无峰。 第九十七章, 李无峰的脑补 李无峰在和金方金胖子谈完交易后, 心有所感, 因此没有回家休整, 反而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东郊。 不过他到渔航东郊的时候, 天色已晚, 他也不想大半夜去折腾神秘的王老, 于是在东郊超市附近随便找了处宾馆住下, 直至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才出门。 舞者偶然间的心血来潮和心计, 并非空穴来风, 很多时候往往是一种预警。 就像大狗屈即避凶的天赋神通一般, 人类舞者其实也有一部分拥有这种能力, 只是触发几率很低, 且准确性不算太高。 李无峰向来欣喜, 不会忽视这种莫名的感觉, 所以还是来到了东郊超市。 这条街区的住户不算多, 再加上时间上早, 东郊居民都还在工作, 因此客流量稀疏, 店面冷清得很。 他一进门, 就看见王老坐在收银台后, 笑眯眯地盯着自己, 除此以外, 再无外人。 面对王老, 他也不敢让家中的暗卫跟着自己进来。 超市里的氛围有些凝重, 李无峰感应到, 灵气在微微发颤波动, 散发出危险的气息。 他顺着这股气息一路望去, 最终目光落在了通往库房的大门上。 咕噜, 李无峰暗暗咽了口唾沫, 一时间感觉口干舌燥, 声音发抖, 王老,早上好。 王老观察了他一会, 似乎看破了此人的心思, 神色不变, 你来找秦义。 李无峰心头一冷, 顿时产生了一种被洞悉的感觉。 眼前这位勾搂着背的老人, 虽然眯着眼, 面容慈祥, 但平和的外表下, 藏着浩瀚的伪力, 甚至能洞察人心。 境界低于王老, 又没有在思维上设防的人, 几乎不可能逃过王老的洞悉。 从始至今, 唯一的例外, 便是他的徒弟秦义。 王老第一次遇到秦义时, 会主动和秦义搭话, 就是因为惊讶于这位看似平平无奇的青年, 思绪静模糊不清, 让王老无法看清。 就连最表层的心念, 都无法真切地看见。 试试, 晚辈想验证一个猜想, 这才来您这里, 看能不能找到秦义。 李无峰再怎么说, 也见过好几次王老了, 很快稳住心神, 实话实说道。 王老突然沉默了。 他知道, 秦义如今正在身上转刻虚空杀阵, 这是防备一神会的后手,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李无峰这时过去, 不行, 他坐在椅子上, 没有再出声。 李无峰见王老不说话, 自己当然也不敢主动去打扰。 超市里再度陷入沉寂, 足足等了快十分钟, 王老四世捕捉到了什么动静。 这才默然开口道, 秦义在库房, 你去吧。 李无峰如释重负, 匆忙道谢道, 好, 谢谢你。 从前他和王老这般独处着聊天, 也不见有这么大的压力。 这一次, 他是真切时体会到了对方的威压, 那是一种无形的威压, 王老明明什么都没做, 可李无峰却总觉着 有一座大山压在自己心头。 身为世家子弟, 他接触过很多大佬, 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这便是所谓的灵压, 一种只有在封侯称王之后, 才会出现的威压。 那些封侯称王之人, 在大道登仙路上走出了太远的距离, 他们的肉身和灵魂的本质 已经逐渐向大道本源靠拢, 光是存在, 便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的灵气。 灵气产生的根源, 就是大道, 但这种灵压在正常情况下, 是可以控制的。 王老以往都有控制, 这次没有控制, 反倒是显得特殊。 该不会, 秦义和王老已经有什么关联了吧? 比如说, 师徒, 李无峰有些不好的预感。 秦义频繁出现在东郊超市, 还能待在库房,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 偶尔来超市买东西的路人。 心绪繁杂中, 李无峰还是默默推开了库房的大门。 紧接着, 他感受到一股澎湃的气血汹涌而出, 荡起一阵煞风, 吹得他身上的衣物烈烈作响。 随后, 有四道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 令他浑身汗毛猛然竖起, 心跳都漏了一排。 他在这一瞬间, 感觉自己被三阶霸主, 不, 四阶兽将给盯上了。 兄弟, 残酷, 冰冷。 他硬着头皮回眸看去, 看见了三人一狗, 都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而那道让他产生死亡恐惧的目光, 正是来自秦义。 此刻, 在李无峰的视线里, 秦义裸露着半边身体, 神色淡然, 盘坐于地上, 体标有霞光流转, 一条条骇人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将溢散的气血锁在体内。 这是, 刚和人打完架? 慢着, 为什么秦义一个眼神, 能把我吓成这样? 李无峰记得在半个多月前, 秦义还只是入门舞者, 别说用一个眼神吓到他, 就是真动起手来, 他一个人也能报答十个秦义。 其实到了这种时, 李无峰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或者说, 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 都能猜到真相。 但他实在没法, 让自己去接受这个真相。 秦义身上泄露出的气息, 正在不断收敛。 刚刚为了测试七阶虚空杀阵, 秦义撤去了灵气隔绝层, 防止好不容易凝聚出来的十层灵气隔绝层 被虚空杀阵搅碎。 也由此, 他被掩盖住的境界和气息都泄露了出来, 能被外人所知晓。 李无峰艰难地抬起头, 趁着秦义彻底回到脸膝状态前, 感知到了一缕从他身上流露出的气息。 这一缕气息, 磅礴, 深远, 浩大, 至少在下品宗师之上。 李无峰不甘心地多次检测, 可最终得出的结论, 却毫无例外的一致。 秦义已经突破到了上品宗师的境界, 甚至于连上品宗师的境界不大圆满了。 要知道, 修炼至上品宗师纵然是天才, 也得花上十年, 期间还得服以各类灵物。 绝代天骄, 也要三年左右。 而秦义, 李无峰亲眼见证了, 秦义花了一个半月时间, 从普通人飞跃至上品大宗师。 最为可怕的是, 秦义还可能在隐藏境界, 没让李无峰见识到他真正的实力。 因为, 根据他在玄天秘境内看见的那片虫尸海的惨烈程度来看, 秦义怎么说也得是大宗师级舞者, 乃至于山海境。 一个人, 到底得天才到什么地步, 才可能在一个半月内突破山海境。 李无峰想安慰自己, 想欺骗自己, 说秦义其实一直都在隐藏境界, 在与他第一次见面时, 便已经有了如今的实力。 可。 他与秦义第一次见面时, 王老就在边上, 看王老当时的反应, 秦义怎么可能隐藏了境界。 第98章, 布阵完毕, 大战前夕, 世家子弟, 绝代天骄。 李无峰的头上有很多称号, 象征着足以令普通人, 羡慕一辈子的天赋和背景。 一直以来, 他都是个骄傲的人, 骄傲于自己的天资, 骄傲于自己的实力。 这一点, 从他第一次遇到秦义时, 表露出的不屑和鄙夷, 就能窥探一二。 但如今, 在秦义的妖孽般的天赋面前, 他下意识地与对方进行比较, 然后输得一塌糊涂。 浓厚的挫败感涌上心头, 李无峰看向神色微妙的秦义, 嘴唇微微颤动, 想说些什么, 可又说不出口。 最终, 他脑海中再一次浮现出, 秦义在不久前对自己说的话。 下次遇见, 你可别被我超过了。 刷! 眨眼间, 他面如死灰, 嗓子眼里像是塞了石头, 再挤不出一句话。 他站在门口待了几秒, 随后转身就走, 由于步伐太过急促, 还凉枪了一下, 差点摔倒。 诶你, 秦义挠了挠头, 动作又加快了书背, 瞬息间消失不见了。 秦义一头雾水, 没搞清楚状况。 李无峰他是认识的, 当初打赌书给他几颗一阶灵果, 算是给了他起步的费用。 两人虽然有些口角之争, 但秦义并未放在心上, 更没有想着去打脸什么的。 没想到再次见面后, 李无峰和摩正了一样, 看见自己就跑。 这人好像是渔航李家的二少爷吧? 秦义你认识? 江天放摸了摸下巴, 望着李无峰离去的方向若有所思。 秦义汉手, 算是认识, 但也不太熟。 江天放, 他是来找你的? 我也不清楚, 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等等问问王老吧。 和外人聊天的时候, 秦义没有暴露自己和王老的师徒身份。 展仙派的存在非常敏感, 一不小心就可能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杀阵布置圆满结束, 秦义和江天放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天, 一旁的大狗则累地趴在地上, 吐出舌头, 气喘吁吁。 以大狗目前的境界去强行布置七阶杀阵, 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若是借用至纯神血, 就有把不可能转换为可能的机会。 不过纵然有至纯神血, 大狗也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眼皮子重如泰山, 几乎就要自动合上。 可即使勒刀要昏厥过去, 大狗也没忘记吹嘘一番刺激。 不愧是我啊, 这么高难度的振文我居然能在宗师境界布置。 他努力转过头, 侧躺在地上, 打量着秦义身上隐匿无踪的虚空沙阵, 露出痴呆般的傻笑。 这一次, 难得秦义没有出声吐槽大狗的言行。 再怎么说, 大狗也是尽力了, 还是在帮自己, 就让他开心一次吧。 他默不作声, 不远处角落里的江天放更没资格出声。 江天放已经彻底折服于大狗的符文水准了, 即使对方是条狗, 也动了拜师的心思。 但他还有点犹豫。 这个犹豫不是怕师父是一条狗, 说出去鸣声不好听, 而是怕他拜师后大狗不收。 他能看出这条狗的傲气, 担心自己不够资格。 还是在观望观望, 先和大狗处熟悉了再说。 江天放暗暗想到, 视线流转, 看向了站在另个角落里的郑伟。 此时, 郑伟的国字脸上纠缠着震惊、 迟疑、 困惑等诸多情绪, 整个人像是木偶一般, 站在原地一愣一愣地, 失神落魄。 江天放还以为郑伟是被大狗的符文水瓶震惊到了, 轻轻一笑, 利用神念暗自传音思聊道, 老郑, 你发什么呆啊? 被狗爷的手段惊到了? 秦义不想叫的狗爷, 江天放已经叫上了, 还很顺口。 收到江天放的传音, 郑伟这才回过神来, 神色复杂地反问道, 你不震惊? 秦义可只是上品大宗师境界, 居然能抗住七阶虚空杀阵的震文传客。 此言一出, 江天放这才漠然反应过来。 卧曹队啊, 从秦义刚刚泄露出的气息来看, 他才上品宗师, 怎么可能抗住七阶震文? 要知道, 震文中的道力会侵入在体的体内, 肆意破坏, 少说也得山海尽才能尝试。 等等, 秦义怎么突然就上品宗师了? 江天放又是一惊, 他记得自己和秦义刚认识的时候, 对方还只是舞者, 忘记是几段了, 总之不会超过九段。 这才几天? 13天? 14天? 江天放下意识, 把秦义和当初的自己进行对比, 而后尝出了一口气, 叹道, 人呐, 还是不能去和怪物比, 徒增烦恼。 越比越难受, 道心都要不稳了。 江天放的年龄摆在那, 不会和李无峰一样钻扭脚尖, 自己气自己, 最终搞得道心不稳。 他还是看得很开的, 往好处看, 至少秦义不懂符文之道。 然而他不清楚的是, 秦义进化出天赋神通, 道心通明后, 想要学习符文之道, 甚至后来居上, 花个几年时间冲刺到七阶水准,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他想参悟的大道有很多, 但其中不包括符文之道。 感谢二位相助, 大狗那边的报酬, 等此事过去之后, 我会亲自给你们二位送上。 后手不止完成, 秦义的心情也随之大好, 抱拳向正位和江天放道谢, 一神会的刺杀可能会波及到二位, 要不你们先回去, 静待佳音。 见秦义如此客气, 江天放和正位两人对视一眼, 也是急忙摆了摆手, 认真道, 我们还是想留下, 观察一番七阶虚空杀阵的风资。 至于报酬, 不用着急, 等狗爷先休息好再说吧。 开玩笑, 七阶虚空杀阵, 很多符文阵法师, 一辈子都见识不到一次, 他们得此机缘, 拿命都得留下去看。 好, 看他们两人做出了决定, 秦义也没有浪费口舌去劝阻。 一神会刺杀的主要目标是他, 旁人最多受到牵扯, 危险性应该不会特别大。 他想了想, 准备去找师父问问还有没有可以居住的地方, 给姜天放二人歇息。 但还没走出多远, 放在床上的手机便震动了一下。 拿起来一看, 是肖西发来的简讯。 我这边的人都安排好了, 你想要怎么布置? 第99章, 江南王, 终于来了。 肖西那边自打和他达成了口头协定后, 就极少与自己联络。 秦义心中也有些忐忑, 怕倒到最后, 除了自己师父王旭以外, 官方没人会来跟自己合作。 现在一看, 官方的人对于自家添交, 还是比较重视的。 秦义马上回复道, 你们那边人员配置怎么样, 先给我个名单看看。 他认为, 这一次出门, 只会遇到两种情况, 要么无事发生, 一神会按捺不动, 选择了暗中观察。 要么, 直接动用最顶尖的战力, 争取一击必杀, 拿下自己。 反正, 只要一神会出手了, 就一定是权力。 因此, 对于官方前来保护自己的武者, 秦义很是重视, 假若境界低于山海境, 其实还不如不来。 山海境以下的武者来了之后, 可能是他保护官方的人, 而非官方的人保护他了。 萧熙, 你放心, 这次官方派来的人, 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保你安然无忧没问题。 说实话, 当萧熙收到父亲发来的任务人员名单后, 他都有点吓到了。 这份名单的阵仗, 用来给省级执政官保驾护航, 都绰绰有余了。 他把名单发送给了秦义, 随后期待着秦义那边的动静。 在萧熙的记忆里, 似乎从未见过秦义露出一惊一乍的神态。 这个年纪不大的青年, 仿佛永远保持着云淡风轻的洒脱和从容。 这次看完任务人员名单, 总该有点不一样的反应了吧。 萧熙攥着手机, 安静地等待秦义回话。 然而出乎他预料的是, 秦义的反应很平淡, 只是回了个N, 就没了后闻。 全省名面上唯一的真王亲自前来, 他就这反应。 萧熙哑然失效。 即使是他这种出身于世家的子弟, 想见真王也没有那么容易。 真王可不是满大街乱走的舞者。 在很多网络小说中, 经常出现中后期幻地图时, 原先看起来很强的境界, 瞬间烂大街的情况。 但现实不同于小说, 根据人类联盟诸多学者的研究, 纵然是星空十大古族, 真王也是凤毛灵脚般的存在, 一个古族千亿生灵, 其中产生的真王数量绝对不会超过500。 再加上古族掌控的领土极为旷阔, 这批真王分散出去各自执掌一方, 就更加导致真王的踪迹难寻了。 要知道, 星空古族的天赋远超普通种族, 据说真龙族的幼龙刚一诞生, 就有武师水准的气血和肉身, 自然而然生长到成年, 哪怕完全不修炼, 也有大宗师水准的体质。 体质天生超然, 后天再去修炼, 事半功倍, 就如秦义一样, 短短几天便可突飞猛进。 要在这个事情上多做纠缠, 很快将话题转到了最重要的地方。 他问, 这么多高阶舞者潜伏在你身边? 你怎么确保一神会一定来刺杀你? 消息就怕大费周章了半天, 最后一无所获, 一神会归在暗中不再露头。 这可就让烟狱猴和江南王白来了。 关于这一点, 秦义原先还没有特别大的把握, 但在一个多小时前又进化了一次后, 把握就很大了。 师生不敢说, 但我有八成把握, 能让一神会忍不住出来刺杀我, 并且是主力出动的那种。 安心看我表演就行。 秦义把自己的计划大概陈述了一遍。 那边的消息看完后, 惊为天人。 这你都能做的。 这种事情真的是想做就能做的吗? 他惊异不定, 可想起秦义过去创造的种种奇迹, 终归还是选择了相信。 再说了, 官方的人都到了, 他难不成还能赶他们走? 与此同时, 东郊超市附近, 一男一女两人从租赁的民宿中走出, 游荡在大街上步伐散漫, 面容甜淡, 时不时轻声交谈, 似乎在散步。 这男人身材普通, 一米七八左右的身高, 三十出头的年龄, 样貌平平, 但双眸澄彻, 气质柔和, 看起来是个温柔的小叔叔。 他穿着一身清爽的白色练功服, 身上没有半点气血波动, 和普通人无异。 可实际上, 他的修为滔天, 乃是江南行省最强的舞者之一。 他叫沈默, 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不多, 不过知道他另一个名字的人倒是不少。 江南王, 是他的封号。 这位情义小友可不一般啊, 舞师境界, 能引来我们两位互道。 沈默路过东郊超市, 用余光瞥了一眼, 驻足道, 我当年还是低阶舞师时, 跨越两个小境界, 镇压高阶舞师, 还吹嘘过好多年。 没想到, 如今来了个习武一个月, 镇压山海境的怪胎。 沈默停下脚步, 站在超市门前的一侧, 他身边的温婉女子, 也随之停了下来, 回头打量着江南王, 可惜了, 这秦义待在东郊超市这么久, 定然是与那位存在结识了, 你没有机会了。 燕狱侯看出了江南王的心思, 轻轻笑道, 比起渔航官方和别的势力, 对于影视于东郊的王老, 他们明显知道的更多。 但这种知道, 也仅限于王老的一些手段, 关于斩仙派之类的事情, 外界无人知晓。 江南王这次特地前来互道, 除了观察秦义这个目的, 还有见识一番王老实力的想法。 他很好奇, 王老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存在? 他们得到的资料, 显示王老至少为封侯境。 你说, 一神会真会有真王来刺杀他吗? 燕狱侯像是想到了什么, 嘴中忽然蹦跌出了这么一句。 江南王微微摇头, 淡淡道, 无所谓, 他们来不来。 我只管杀人。 蹭。 漠然间, 江南王身上轻柔的气息猛的一冷, 好似凌厉的长剑, 让燕狱侯心头一震, 如灵大敌。 所幸这种气息只维持了一瞬, 如沐春风的模样, 鹤立于街角, 目视东郊超市, 不知在想什么。 周旁的环境又一次安静了下来, 只偶尔有路过的行人发声。 几分钟后, 一阵车笛声响起, 一辆豪华的黑色轿车驶入街道, 停在了东郊超市门口。 第100章 金家三姐弟 这辆豪华轿车还没停稳, 街头便传来一道轰鸣, 一辆红色跑车急迟而来, 同样停在了东郊超市门口。 这种级别的豪车, 普通人开不起, 鱼航东郊也很少出现。 可这一出现, 居然就是两辆。 不对, 还不止两辆。 红色跑车之后, 又来了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看着低调, 实则价格不菲, 同样是土豪的玩具。 此时, 三辆豪车并排停在东郊超市门口, 安静到诡异, 没人下车, 也没人发出动静。 江南王和烟雨侯 看着面前停靠的三辆车, 神色诧异, 显然没料到这是什么情况。 早在这三辆车出现在这片街区的刹那, 两人的神念便洞悉了车内的一切, 可以确定不是一神会的人。 因为车里载着的人境界太弱了, 这种级别的舞者过来刺杀情谊, 就是白送死。 视角变换, 三辆豪车内除了开车的司机外, 后座分别坐着两男一女, 容貌颇有些相似, 看起来像是一家人。 嗯, 其实不用看起来了, 他们确实是一家人, 都姓金。 这三人, 乃是金家新一代的家主竞争者, 是金胖子的哥哥, 弟弟, 姐姐。 他们花费一番功夫,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秦义的住处, 这才火速赶来, 没有浪费一秒时间。 如今, 三人各自坐在自己的车中, 透过车窗打亮着对方, 脸上露出会心的笑意。 果然, 你俩也来了, 大家的心思都一样啊。 秦义这种顶级货源, 肯定是不能让金胖子一个人, 继续独吞下去, 否则家主之位的竞争, 马上就要失去悬念了。 他们找不到更好的货源没关系, 只要把金胖子的货源断掉就行。 当然, 也不能让其他兄弟独吞了秦义这边的供货渠道。 哥哥姐姐, 要不咱们合作, 瓜分二哥, 金胖子金方, 的这条渠道。 三人中年龄最小的金家三弟传音道。 金家大姐笑了笑, 回音道, 先别着急说合作, 我们先各自去尝试能否搭上关系, 若真不行, 再三人合力。 他们三个人若是合伙, 拿下秦义这条货源绝对是板上钉钉之事。 因为他们可以不计代价的放力给秦义, 甚至是九十一开, 十零开。 买你的货, 自己一分利润不赚, 成倍的给你钱, 这谁能拒绝。 只要秦义不和金胖子合作, 一切好谈。 在金家人看来, 世界上就没有不能用金钱贿赂的人。 如果有, 那一定是钱给的不够多。 我认为大姐说的有道理。 金胖子的哥哥附和道, 三人暂时达成了共识, 从各自的豪车上走下, 调整仪容神态, 缓步走向东郊超市。 然而就在此时, 金家大姐的脚步豁然一顿, 僵在了原地。 她伸出手用力揉了揉眼睛, 怀疑自己看错了。 可揉了半天, 眼前的人却依旧优雅地站在那, 纹丝不动, 盯着自己。 燕燕与侯大人, 您怎么在这? 金家大姐急忙调转方向, 脸上流露出讨好和谄媚, 凑到了燕与侯跟前。 她作为踏足上层圈子的女性, 秉持金家一贯的家风, 光交好友, 自然认识燕与侯。 但燕与侯身旁这位男子, 她偷偷打量了半天, 却没认出来。 不过认不出来倒无所谓, 她能察觉到, 这位男子身上超凡脱俗的气质, 深知是个大人物, 不敢怠慢。 金家大姐开始和燕与侯嘘含温暖, 后头的金家两兄弟面面相去, 也是懂得察言观色的人, 听见姐姐言语中的侯字, 哪里还能不知道眼前女子的尊贵。 于是火, 她们也凑了过来, 开始寒暄。 身为侯爷, 已经踏入了华夏最顶层的圈子, 纵然是世家子弟, 也得恭敬对待, 不能大意。 三人很好奇, 为何大名鼎鼎的燕与侯会和一个陌生男子出现在东郊, 但要碍于身份, 不敢多问。 他们金家三姐弟表面上在和燕与侯打招呼, 暗地里的传音则一直没断过。 这是他们金家独有的自创传音功法, 品质高达A阶, 专门用来讨论商业机密和家族大事, 哪怕真王也没法投听。 姐, 燕与侯边上这男的, 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但这人绝对不一般。 你看, 他和燕与侯站在一起, 居然让燕与侯以他为主。 显然这人的身份比燕与侯还高, 比一位封侯进抢者身份还高。 这…… 金家兄弟心头一领, 态度更是阴切了几分, 隐隐地把话题引导向燕与侯身旁的男子, 想看看有没有机会结识一番。 至于秦义, 早已被他们抛之脑后了。 秦义再怎么神秘, 也就是一位一丝封侯进的存在。 哪能比得上眼前这两人? 几人聊着聊着, 江南王沈默和燕与侯便看出了金家三姐弟的用意。 燕与侯稍微有些不悦, 他可不想江南王的身份泄露, 因为这可能导致计划失败。 要是一神会知晓, 江南王出现在东郊, 这不明摆着告诉人家秦义边上有真王护道吗? 但沈默对此却不深在意, 对燕与侯传音道, 你告诉他们, 我的身份也无妨。 金家三姐弟, 包括整片渔航东郊, 实际上都在沈默的掌控之内, 他的神念遗留了一缕, 在这三人身上。 一旦他们做出疑似叛变泄密的举措, 马上就会被江南王知晓。 得到沈默的首肯, 燕与侯这才放下心来。 沈默做事一向算无一策, 既然他同意了, 就说明金家三姐弟没有泄密的可能。 于是乎, 他主动介绍道, 我今日是跟随江南王出来散散步。 江, 江什么? 江南王? 这位江南行省神龙剑手不剑尾的第一高手, 他们金家家主可都没曾见过。 今日他们居然有幸亲眼见到了。 金家最年幼的三弟心绪翻涌, 激动不已, 忍不住出声问道, 您与江南王出来, 有什么事吗? 若是麻烦的话, 小弟可以代劳。 此言一出, 金家大姐和金家大哥心一斗, 赶忙瞪了一眼小弟。 江南王和燕与侯连手要做的事情, 岂能是我们可以追问的。 小弟真是糊涂了啊, 糟了糟了, 这下要遭重了。 金家三姐弟互相之间虽然有竞争, 可总归还是以家族为重的。 金小弟这句话, 很可能对整个金家产生不利的影响。 金家小弟也是因为一时激动, 才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句话。 刚说完, 他就后悔了。 后悔到脸色苍白, 额头直冒冷汗。 索性, 沈默没太在意这个问题。 他不但不在意, 还笑着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来找一位名为秦义的小兄弟。 第101章, 勾引异神会的方法。 秦义。 听见这个熟悉的名字, 金家姐弟三都恍惚了一下。 身处东郊, 又同教秦义。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巧合, 江南王与耶宇侯找的就是秦义, 和他们要找的人是同一个。 这秦义究竟是什么身份, 竟然让一尊真王和封侯镜 亲自找上门拜访。 金家姐弟三顿时感觉自己先前自信满满, 认为一定能拿捏秦义的想法, 像个笑话。 这位名叫秦义的青年, 地位可能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江南王都不远千里地亲自寻来, 他们区区几个金家人, 怎么和秦义谈合作? 利益引诱, 只怕他们秦家荡产拿出的利益, 在秦义眼中就是个屁。 金家三姐弟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 从对方的眼眸中, 看见了与自己一样的震惊和无奈。 金胖子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能勾搭上秦义这种级别的人物。 有了秦义助阵, 这家主之位, 还有争的机会吗? 想到这里, 三人瞬间颓废了十分, 神色暗淡, 要不是还面对着江南王和燕与侯, 估计笑脸都摆不出来了。 对了, 你们如此大张旗鼓地来东郊, 又是为了什么? 燕与侯眼眸一宁, 审视般打量着三人。 金家姐弟仨赶忙摆手, 苦笑道, 没事没事, 我们姐弟几个闲着无聊, 出来逛逛。 听说郊区空气和风景好啊, 我们这才一起过来秋游。 到了这时候, 他们可不敢说自己是来找秦义的了。 没那个资格你知道吧? 金家大姐见能说的话都已经说完, 也不好意思继续逗留, 生怕惹得江南王燕丰, 拉着两个弟弟匆忙离去了。 三辆豪车一同启动, 一溜烟便消失在了街头, 连尾灯都看不见。 江南王和燕与侯目送他们远去, 许久才收回目光。 两人静静地站在街头, 静观来往行人更换了一批又一批, 却没有再继续说话, 也没有进入东郊超市。 奇怪的是, 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路人 竟无一人察觉到两人的注视, 仿佛江南王与燕与侯根本不存在一般。 事实上, 不管是在他们的视线中, 还是街道挂着的监控里, 都没有发现二人的身影。 忽然间, 江南王的眼皮抖动了一下, 他倾抬眼帘, 转头看向不远处的一片阴影, 正想做些什么, 却不料一道莫名的传音 从后方传来落入二人脑狱。 不要惊动他, 让他潜伏着吧。 接收到这道传音, 江南王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微不可闻的诧异, 旋即点了点头, 没有出手。 一旁, 燕与侯更是震惊。 他知道, 这道传音是从东郊超市传出来的, 并且轻易破开了他的防备, 钻入了他的脑狱。 也就是说, 东郊超市里那位神秘的王老, 恐怕不只是风猴旗这么简单。 一尊真王吗? 他掩盖住异样的情绪波动, 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这位王老为何阻止你动一神会的探子? 燕与侯奇怪道, 江南王沈默的神念覆盖了几乎整个东郊, 因此一神会的探子刚一摸进来, 就被他察觉到了。 不清楚, 不过也不需要清楚。 沈默淡淡道, 我们只管护道便是, 别的不用多管, 该杀人就杀, 不杀就不杀。 从始至终, 沈默的心态都很平和随性, 他的一举一动似乎暗合着某种道义。 既然他都这般无所谓了, 燕与侯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 两人重新恢复了原本的状态, 保持沉默。 另一边, 东郊超市内, 王老其实也发现了一神会探子的存在。 原本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他会出手在一神会探子的身上留下一些东西。 但这一次, 由于秦毅提前告知他, 让他不要去动一神会可能出现的探子。 这才作罢, 还顺带劝下了江南王。 他抬头看向身前一脸轻松的秦毅, 一时间也不清楚自己的徒弟想做什么。 看不穿啊, 看不穿。 秦毅玩着手机, 向消息再三确认过江南王与燕与侯已经就位之后, 方才关闭手机, 对师父说道, 师父, 我出去一趟, 把一神会的人引来。 王老默默点头, 选择暗中跟在秦毅后头, 一起出去。 他没有问秦毅如何引出一神会的人, 但看其胸有成竹的模样, 便知道自己的徒弟已经有想法了, 而且成功率极高。 等着看就是, 没必要问了。 师徒俩一前一后走出东郊超市, 在超市的屋顶上, 还蹲着两人一狗, 偷偷观察着秦毅。 大狗, 江天放, 正位三人还没资格参与这次乱战, 只能趴在屋顶看了。 秦毅刚一出门, 就感觉前方不远处有怪异的波动。 他依靠道心通明, 隐隐看见了两道人影, 一道很清晰, 是个温婉美丽的女子, 另一道却很模糊, 似乎是个男人。 这两人应该就是江南王和烟雨侯了。 感受到秦毅的视线, 沈默与烟雨侯回眸一看, 恰好与秦毅对上了眼。 此刻, 两人心头近视一惊。 他们没想到, 秦毅居然花了不到十天, 就从资料上显示的中阶武师 突破到了上品宗师, 且气血饱满, 随时可能突破大宗师。 更为夸张的是, 秦毅以上品宗师的境界, 看破了他们二人的遮掩身法。 这就很离谱了。 他们能看破秦毅的云中雾, 是因为境界上的绝对碾压, 大宗师, 山海境都是没法看穿秦毅的境界的, 但封侯境和真王境可以。 别说他们俩, 就连跟在秦毅后头的王老, 也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自己这个徒弟除了战力超群, 天资超凡外, 眼力境也这么强。 是修行了什么高级童书吗? 看不出来啊, 王老有点觉得自己这个师傅白当了。 秦毅刚知道, 一神会探子到了, 就主动出来, 是想做什么? 勾引一神会的人主动吗? 这样有点太明显了吧? 烟雨侯瞥了眼远处阴影中骚动的潜伏者, 柳眉微醋。 江南王摇了摇头, 没说什么, 只是脸上的好奇和期待之色, 愈发浓厚。 他在看见秦毅的第一眼, 就能看出, 这个青年和自己是一类人。 是那种对自己自信到了极点的人, 看似谦虚, 实则张狂。 他们这种人, 一旦做出了什么举措, 就一定是有充足的把握。 啪哒, 啪哒。 秦毅一步步地走向街道, 步伐轻盈, 落地却发出铿锵之声。 就这样走着走着, 他在即将踏入马路的刹那, 忽然顿了一下, 紧接着闭上了眼睛, 一下子不动了。 烟雨侯, 一神会探子。 在场所有人也跟着秦毅待了一秒, 他们没想到, 秦毅会突然做出这种动作。 这是什么意思啊? 秦毅站在街道上, 气息平稳, 双眸紧闭, 好似忘乎所以, 神游天外, 站在原地睡着了一般。 烟雨侯和江南王观察着秦毅, 漠然间, 捕捉到了一丝奇异的波动。 这是一丝从秦毅身上散发出的波动, 大倒波动。 烟雨侯脸上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忍不住惊呼道, 他这是悟道了。 宅在超市这么多天, 一出来散步, 走两步就能悟道。 你在开玩笑吧?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悟道是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的事情呢? 第102章 肉身大道 非顶级天骄, 极难进入悟道状态。 即使是顶级天骄, 想悟道也得有一番机缘和气语。 这是一种旋而又旋的状态, 在悟道时, 人的魂魄会飘然远去, 来到传说中的大道本源之地, 寻到一条最贴合自己的大道本源, 开始零距离参悟。 硬要说的话, 走路走着走着突然悟道, 也不是不可能。 但当众人亲眼看见时, 没办法,一级的道心通明就是这么变态, 每周都能主动进入一次悟道状态。 更变态的是, 想参悟什么大道的本源, 还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也就是说, 只要给秦义充足的时间, 他甚至有可能参悟三千大道, 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博览重道的武者。 当然, 所谓的三千大道只是为了强调数量的模糊说法, 实际上大道不止三千条, 很可能有无数条。 秦义这一次主动参悟的, 乃是肉身大道。 一般来说, 绝大多数武者都更喜欢参悟、剑道、 杀伐之道之类的大道。 但对秦义来说, 他的肉身就是最强的杀伐之道。 而剑道可以从祖师爷陈子洛遗留下来的记忆画面里参悟, 暂时不用浪费机会。 肉身大道, 应当是当前最能在短时间内提升他实力的大道了。 他感觉自己的魂魄正在不断上升, 穿过了云层, 穿过了大气层, 向下腐烂, 甚至能看见疯狂缩小的蓝星。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他来到了一片虚无之地, 黑暗、死寂、空荡、 放眼望去, 亿万里之内, 只有一滴渺小的红色血液悬浮于虚空。 他下意识凑近那滴红色血液, 发觉这血液红得不一般, 那是一种极致的红色, 看不见任何杂色, 纯粹无比。 明明只有那么小小的一滴, 却带给秦义无穷无尽的充实感, 仿佛看见了一大片磅礴的血海, 一望无垠, 惊涛骇浪。 可下一瞬, 他眼前的画面又发生了变动, 视野继续抬升, 原先的血海变成了一小滩流动的血水, 在一具庞然大物体内流动的血水。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生物? 秦义的目光容不下那么大的生物, 他也看不穿这个生物的本质, 只能感觉到, 这头奇异生物的身上, 源源不断散发出各类精纯的气息, 弥漫着道义。 霸道, 庞大, 弱小, 坚韧, 生机。 肉身大到海那百川, 不同的人对于肉身也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大吉是强, 越庞大的肉身就越强。 也有人认为小才是强, 小到极致的肉身, 无孔不入, 无物不钻, 能完美避开一切打击, 还能轻松攻破敌人的弱点。 每一条大道都蕴含着无法统计数量的道义。 面对汹涌而来的亿万道义, 秦义心一定选择了一条最为有趣的路。 我全都要。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就在秦义沉醉于悟道镜的同时, 东郊超市外的街道上, 时间好似在这一秒静止了。 过往的路人们, 像是得到了什么心灵暗示。 诡异地迈着步子, 快步从街道离开。 之后, 再没有新的路人进来。 烟雨侯, 江南王, 王老三人直勾勾地盯着秦义。 他们可以确定, 秦义真的在悟道。 从他身上散发出的大道波动来看, 应该是肉身大道。 怪不得, 市里这么焦急, 连江南王和我都喊上了, 只为给他当护道者。 烟雨侯喃喃自语, 语气中带着些许羡慕和感慨, 此等天资, 确实值得。 在天津, 上海等华夏超一线城市里的最顶级天骄, 其实也是有封侯, 真王级数地存在去护道的。 当然, 这只是好听的说法, 实际情况是, 这些顶级天骄跟着真王去历练。 不管怎么样, 华夏对于顶级天骄的重视, 绝对不是说说而已。 如今一见, 秦义自然是有让真王互道的资格的, 他不比那些超一线城市的顶级天骄差。 秦义让我不要惊动异神会的探子, 原来是为了这一步后方, 王老瞟了眼, 偷偷走出阴影的异神会探子, 心下了然, 终于明白了过来。 秦义这是想当街悟道, 然后让异神会的探子把消息传回去。 人在悟道时, 基本就是最薄弱的时候, 正是异神会刺杀的好机会。 并且, 秦义在上品宗师境界就表现出如此恐怖的天赋, 异神会的人肯定要坐不住。 这种级别的天才, 再给他几年成长起来, 以秦义与异神会不死不休的关系, 必然全力搜捕绞杀异神会。 一尊薄弱的上品宗师和未来的一位真王, 哪个容易杀, 不言而喻。 正如秦义所安排的那样。 藏在暗中的异神会探子已经按捺不住, 动用了一些手段, 驱赶走了路人, 蒙蔽了监控, 从阴影中悄悄走出, 想要靠近秦义, 确定对方真在误导。 如果方便的话, 他也能顺手来一刀, 直接给秦义带走。 异神会秉持着一贯的谨慎, 这次派出的探子, 乃是一位封猴竞强者, 是坐在第一圈的那三个人中的一位。 霍兴猴! 他虽然是第一圈三人中的最弱者, 但再怎么说, 也是坐在了第一圈, 尤其擅长隐蔽和刺探情报。 若不是面对的, 都是真王和同级别的存在, 他不可能露线。 此时, 霍兴猴还不清楚, 自己已经被三位大佬盯上了, 他才是那个站在明处的人, 而王老等人则是处于暗处。 随着霍兴猴一点点靠近, 王老冷不丁对蠢蠢欲动的江南王等人传音道, 你们别出手, 到时候我出手就行。 按照秦义的布置, 他是必须主动泄露出一丝气息, 出手下退霍兴猴的。 他可以暴露, 但江南王和耶语猴不能暴露。 他在身旁有人保护了。 假如王老不动手, 反而显得有问题。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霍兴猴还在暗暗试探着, 他和组织都猜测秦义身边有高人保护, 因此不敢轻易靠得太近。 哗! 忽然, 他脚步一顿捕捉到了秦义身后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 心下大害。 真王? 果然! 第103章, 封王绝颠, 演戏! 霍兴猴想都没想, 当即用出了身上可以用的一切手段, 仓皇逃窜。 从封猴到秦王看似只差了一个境界, 但在实力上的差距堪称天倩, 不是每个舞者都和秦义一样, 有越级作战的能力。 一神会对于秦义身边有真王护道早有预计, 因此, 霍兴猴手上存了不少底牌, 此刻没有任何侥幸心理, 顷刻间全部抛了出来。 刷! 一张苍老的手凭空伸出, 缓缓抓向霍兴猴。 这只手看起来仅有普通人大小, 但在霍兴猴眼中却是遮天蔽日, 笼罩了一方天地, 令人避无可避。 同时, 一股蛮横的吸引力拉扯住了他的身躯和灵魂, 拖住了他的脚步, 像是要把他拉入无尽深渊之中。 霍兴猴知晓, 这是独属于真王的手段, 真王领域。 境界低于真王的人, 没法拒绝领域的强制拉取, 一个念头的功夫就会被拉入真王领域, 任人宰割。 好在, 霍兴猴对此早有准备。 霍兴猴身上闪烁起一条条蜿蜒盘踞的阵纹, 好似数十条幽黑的细蛇爬在他的体表, 震起一圈圈空间连衣。 以身为阵, 六阶顶级传送阵法。 一神会的成员里, 也有实力不俗的符文阵法大师。 霍兴猴当前与王老的距离不算太近, 及时触发六阶顶级传送阵的话, 是有机会逃离的。 不过这个机会不算大。 轰咙咙。 那一只悠然伸来的右手, 看似速度极慢, 但在短短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却已然出现在霍兴猴身前。 仅是手上散发出的真王灵压, 便压制住了空间的波动, 让六阶顶级传送阵, 僵持在了原地。 霍兴猴不慌不忙, 趁着场面混乱, 双眸中囚起一条条血丝, 目自欲裂, 偷偷瞄了一眼秦翼, 把秦翼如今的状态, 记录在了石海中。 随后, 他轻咬舌间, 一滴墨绿色的奇异血滴在他嘴中蹦践而出, 转瞬间化为血雾, 弥漫开来。 一道道恐怖的魔气轰然炸开, 竟在短时间内阻挡住了王老的右手和真王领域的覆盖。 哗! 天空裂开了一条狭长的缝隙, 紧接着, 一颗充满鹰雾与暴力的眼珠, 默然睁开。 冰冷, 死寂, 魔气滔天。 那颗眼珠散发出的威压, 即使是普通的真王来了, 也得低头。 只因为, 那是一头魔尊的眼睛。 江南王第二次露出了别样的神态, 不再保持淡定。 他第一次震惊, 还是秦义当街悟道, 就在几分钟前。 按照他修身养性的道心, 一般情况是很难让他露出金融的。 可接触了秦义之后, 他居然在三分钟内震惊了两次。 这头魔尊的惊鸿一瞥, 暂时震住了场子, 让霍星猴有了逃脱的机会。 他不敢大意, 更不敢依托魔尊之眼反杀, 一掉头, 便引入黑暗, 发动六阶顶级阵法, 空间激荡, 消失无踪。 六阶顶级传送阵法的目的地, 设置在了鱼航外三百多里的一座荒山中, 尽管已经非常隐蔽, 但霍星猴仍不放心。 他先是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瓶浓稠的绿色汁液, 浇灌在身上, 发出刺刺的灼烧声。 他忍着痛没有出声, 直至身体被净化干净, 不可能残留有真王的手段后, 他这才稍稍安心, 马不停蹄地从储物袋 拿出一张四阶传送符, 再度启动。 一直辗转腾挪, 离开一千多公里, 即将进入燕荡山秘境时, 他终于完全安心了。 谨慎, 永远是一神会成员的第一要义。 要是身上残留有真王的后手, 他贸然回到老家, 很可能叫人一锅端了。 通过特殊密道, 重新返回燕荡山秘境, 或心猴长出了一口气, 暗道会长和主人料事如神, 这次任务果真凶险, 他的双眸微微一亮, 而后露出笑意。 好在, 凶险之后, 该得到的东西, 还是得到了。 只要将自己记录下来的记忆 传递给会长, 就能判定出, 秦义到底有没有进入悟道状态。 人一旦悟道, 秦义不能退出, 况且也不舍得退出。 这可是悟道状态啊, 普通人想进入这种状态都做不到。 另一边, 于航东郊, 天空中的魔尊之眼 仅存在了不到一秒, 其上便缠满了锁链。 这些锁链并非王老与沈莫出手, 而是蓝星本源法则的抵御, 蓝星在抗拒一族超越真王境的存在, 触及此地。 魔尊之眼的气息愈发薄弱, 身影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 但哪怕在消失之前, 这只眼睛也在死死地盯着情谊。 若是仔细观察, 便能在魔尊之眼的深处, 看见一丝忌惮和迟疑。 终于, 大概在五分钟后, 魔尊之眼彻底被规则锁链束缚, 驱逐出了蓝星, 再无踪迹。 王老看着规则锁链与魔尊之眼一同消失, 没有说话。 一旁, 藏在暗中看完了这一场大戏的江南王与烟雨侯, 则是凝视着规则锁链消失的位置, 若有所思。 传闻中, 万劫天尊的死并非只是镇压了南海洞天这么简单, 他似乎还动用了什么手段, 寄陷了一些东西, 篡改了蓝星世界的本源规则。 也正是因此, 一族尊者极数的存在, 才无法进入蓝星, 给了人族喘息的机会。 又过了几分钟, 江南王沈默收回眼神, 转头看向情义深厚的王老, 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道有演的一出好戏。 如此一来, 一神会恐怕真要有真王出动了。 沈默能看出, 王老绝非一般的真王, 因为他在王老的身上, 感觉到了危机, 一股致命的危机。 虽然不愿意承认, 真王与真王之间亦有差距。 沈默当前大概属于真王中的顶级存在, 但绝不是最强, 因为最强的那一批人, 区别于普通真王, 有专门的称号。 他们被称为封王绝殿。 这是一群打破了真王极限的武者, 哪怕面对尊者都有抗衡的余地。 沈默怀疑, 王老就是这么一位封王绝殿。 封王绝殿出手, 纵然那位一神会的封猴进武者, 有再多的手段, 也只会落得秒杀, 或是瞬间镇压的下场。 而之所以霍心猴能逃掉, 并非因为他嘴里那低魔尊之血, 只是王老故意放他走罢了。 演戏, 就要演得真实。 假如秦义身边一个护道者都没有, 还敢大摇大摆地出来, 那就有点假了。 一位真王出手, 让封猴及武者死里逃生, 带回关键情报, 这才显得够真啊。 第104章 魔尊手指 燕荡山秘境, 某处隐秘于群山之中的古地。 参天丰树的树荫下, 摆放着一张老旧的石桌, 围绕着石桌, 一圈圈, 时宜向外排列, 绝大部分的座位上都坐着人, 偶尔出现的空位格外显眼。 最近几日, 一神会损兵折将, 虽不至于伤筋动骨, 但也叫人恼怒。 因为抓走他们成员的, 并非什么有名的高级武者, 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底层人。 可如今, 这位底层人身边已确定有一尊真王护道, 想拿下它, 略显棘手。 在众多成员的注视下, 一神会会长莫冤王伸出一根手指, 轻击霍心猴的眉心, 提取出了一段记忆画面, 如投影一般, 投放在半空, 让众人可以清楚地看见画面。 随着记忆画面逐渐放松, 在场的一神会成员, 近数色变, 尤其是外围的几圈成员, 更是惊悍于王老的伪力。 这简简单单的伸手一抓, 没有任何功法的痕迹, 却叫人喘不过气来, 压力大如泰山。 霍心猴的秘法可记录完美的记忆画面, 其中蕴含气息, 威压, 倒立, 如梦似幻, 能让围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很多一神会的成员, 还是第一次见真王出手, 心中的震动不小。 所幸, 后续他们尊崇的魔尊也出手了, 单单一个眼神, 就镇住了那位强大的真王, 成功救下霍心猴。 早早投靠魔族, 的确没问题, 人族的强势, 只是寄托于蓝心本源规则的眷顾, 等到星空万族破开大幕, 降临人士, 一切格局都将被改写。 这是不可逆的大事。 而他们, 便是呈上了大事的人, 一群明智的人。 最外围中, 刘烨尤为庆幸。 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法解决秦义这个烦恼了, 但没关系, 未来秦义总归是要死的, 而自己可以好好活下去, 甚至跟着魔族, 过上比现在更幸福的日子。 外围看热闹, 那圈看门道。 一神会会长莫冤王观察着直露一手的王老, 感觉到了莫大的恐怖。 这位护道者, 可能不是一般的真王。 身为一神会的会长, 莫冤王自然也不是普通真王, 他有绝顶真王的实力, 距离封王绝颠只差一步。 原本, 他的封号是魔冤王, 不过不是纯种魔族, 取用魔字作为真王封号, 犯了魔族的忌讳, 因此, 他才改用谐音莫字。 略过王老的画面, 他紧盯着助力于超市门前的情谊, 通过捕捉他身上的道运, 可以确定, 此人确实在悟道, 而且陷得很深。 肉身大道, 这个秦义的天赋着实妖孽, 不能再让他成长下去了。 莫冤王眼眸一宁, 下定了决心。 秦义的护道者的确很强, 但他们一神会可不止一尊真王。 副会长破灭王同样是真王, 且实力中上, 压制普通真王不是问题。 再加上, 他们还有九位大宗师以上的武者, 可以助阵。 总体来看, 还是他们的实力更胜一筹。 中间会长已下定决心, 第三圈内却有成员提出了异议。 会长, 秦义刚出来就悟道, 这也太巧了, 该不会有陷阱吧? 莫冤王回眸看了这人一眼, 还不用他说话, 一旁的副会长破灭王便冷笑道, 悟道状态哪里能作为陷阱布置? 你想以悟道状态勾引别人上钩, 就必须确保自己能随时进入悟道状态, 世界上真有这种人吗? 悟道二字象征着太多东西, 乃是顶级天骄的专属, 需要缘分和机遇, 绝不可能想悟道就悟道。 何况, 只要实力碾压, 再精妙的陷阱, 也没有用处。 莫冤王轻笑道, 他朝着中央的石桌恭敬跪下, 嘴中念念有词, 似乎在尝试着沟通魔尊。 半晌后, 石桌上亮起幽光, 撰刻在桌面上的阵纹, 像是活了过来, 一个个符文字形飘散而出, 于空中组成了一张魔气熏天的模糊面庞, 闭腻下方众人。 秦义必须死, 他身后的护道者, 是一位踏足绝颠的舞者。 你们两人夹在一起, 也没法处理。 森冷的神念荡漾开来, 回想在每一位成员的心间。 紧接着, 整片燕荡山秘境的天空猛然一暗, 一根沾染着黑色血液的断纸, 撕开无尽虚空, 贯穿万千阻碍, 燃着层层鬼言, 出现在了众人头顶。 无次于如等一根魔纸, 用以镇杀封王绝颠, 足矣。 早在魔尊之眼, 看见王老和秦义的刹那, 他便看出了许多东西, 比如王老的大概境界, 以及秦义的一些潜力。 碍于蓝星本源规则的庇护, 他没法出手, 只能看着。 但, 燕荡山秘境乃是一空间, 依附于蓝星世界。 本质上和蓝星世界是不一样的, 受到的蓝星本源规则的管控力度很小。 由此, 魔尊才能隔着无数个世界的阻拦, 送来自己的一根断纸。 这根断纸被压制在了尊者境界, 与魔尊本身的天尊实力不符, 但也只有压制到这个程度, 才能送进来。 另外, 还需要蓝星土著墨渊王, 亲自用精血去洗涤上面的抑郁气息, 否则拿着魔尊手指进入蓝星, 还会出事。 使用这么一根天尊手指的代价非常大, 可见蓝星本源规则的压制力。 不过, 一切都是值得的。 有了这根魔尊手指, 加上两位真王, 活捉情义手道擒来。 魔尊的模糊面容消散于半空, 一神会众人敬畏地叩拜了许久, 方才起身。 副会长破灭王看向会长, 询问道, 我们几时出发。 墨渊王收好魔尊手指, 一边用精血淬炼, 一边开口道, 全力淬炼魔尊手指, 大概得三个小时。 但霍星猴在渔航东郊闹出这么大动静, 必然会引来官方的注意。 按照正常逻辑, 我们的人刚逃走, 不可能马上回去作案。 墨渊王顿了顿, 入耻一笑, 笑意冷冽, 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偏偏就在今晚行动, 杀他的回马枪, 措手不及。 待我淬炼完魔尊手指, 再恢复一会, 便马上动身出发。 这一次, 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上, 取那封王绝殿的头颅, 给主人当球踢。 第105章, 夜幕下的大战。 落日余晖点缀苍穹, 点点星空黯然显现, 逐渐变得明亮。 不知不觉间, 已是这一日的傍晚, 东郊底层的996打工人们, 到了下班的时刻, 纷纷出现在东郊街头。 不过古怪的是, 靠近东郊超市的这几条街道, 竟没有一个路人踏足, 轰荡荡的像是鬼街。 东郊超市屋顶处, 大狗带着江天放, 和郑卫这俩符文阵法师, 趁着空闲布置了一处幻阵, 用来遮掩几人的身形和气息, 以防被卷入即将到来的战斗。 虽说这幻阵, 只有五阶顶级水准, 但若是敌方舞者不仔细看, 也不一定能马上看出来。 两人一狗趴在屋顶上, 眺望夜空, 又看了看下方站立不动的情谊, 脸色略微有些紧张。 您说, 一声会今晚会来吗? 江天放向大狗问道, 跟大狗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他对大狗的态度, 也从一开始的不认同, 转变为了恭敬, 变脸速度之快, 堪比六月的天气。 只能说, 实力才是改变外人对自己看法的最佳选项。 倘若实力足够强, 你纵然是投猪, 也不会有人敢来招惹。 我也不知道, 但我感觉今晚太安静了, 安静地过头了。 大狗凝视着秦翼, 注意到秦翼身上的气血波动愈发旺盛, 在黑暗, 无光的街头显得极为耀眼, 仿佛一轮炙热的红日, 散发出无尽的光与热。 霸道, 雄浑, 冰冷, 灼热, 秦翼散发出的气息太过多变, 一时竟让人没法猜测, 他到底在参悟什么具体的道义。 该不会把肉身大道的所有道义, 都参悟了吧。 大狗忍不住想道, 一个人参悟一条大道的所有道义, 听起来天方夜谭, 但历史上, 还真有不少敢于尝试的勇士这样做过。 很多人自诩天资无敌, 悟性逆天, 没有珍惜难得的悟道机会, 选择全都要, 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 便是浪费了这一次悟道机会, 好高气傲, 好高骛远, 最后也落得这般下场。 不仅是他, 其实默默忽在秦翼身后的王老王旭, 也有些担心。 他察觉到秦翼奇怪的状态, 同样猜到了秦翼可能选择了全都要。 毕竟自己的徒弟就是这么一个性格, 看似谦逊, 实在张狂至极。 以他的根骨, 这次悟道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就当汲取教训了也不错。 王老阿阿叹叹息, 等此结过去, 我得去提醒敲打他一番, 年轻人还是得借骄借躁。 呼呼, 天色还在继续变暗, 十月的晚风吹开天空中飘荡的云雾, 拍打在王老的身上, 透着凉意。 暗地里, 江南王与烟雨侯都没有离去, 入定式地助力于街头, 淡然的神色夹杂着几分微不可闻的凝重。 沈莫心中有所预感, 大战就在今晚, 秦翼没有骗他们, 也没有夸张, 今晚前来的, 很可能就是一神会最强的那几人。 这个组织一旦遇上硬查, 绝不会再派弱者前来送死, 要来就直接来大的。 哗, 这一念头刚产生, 周旁的空间便泛起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波纹, 下一秒, 王老漠然抬头, 身影消失在了夜空下。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两尊真王交战了。 真王战斗的动静极大, 为了不影响周围的居民, 王老选择铺开领域, 与敌方真王一同进入歧异的领域空间交战。 真王的领域就和秘境, 洞天一样可以投射到现实世界, 也可以位于无尽虚空之外, 将外人拉进去。 两方真王交战, 首先对决的便是领域, 能驱赶走另一位真王的领域, 便在地利上占据了大优势。 嗡, 就在王老消失的刹那, 街道的夜幕疯狂荡起连衣, 就像是一池净水被投入了石子, 不再平静。 连衣后, 霍星猴和一位陌生的红衣真王踏步走出, 没有丝毫犹豫直奔秦义的方位。 引走王老后, 他们要生情情义。 一尊真王加一位封侯镜捉拿上品宗师, 几乎让人想不到失败的可能性。 看来, 我们该出手了。 江南王沈默眸光温和, 哪怕面对敌人, 依旧没有露出凶煞之意。 他倾抬右手, 正要将霍星猴与红衣真王破灭王拉入领域, 却不料接到上空的苍穹猛然炸开, 一条红色的裂缝显现, 从裂缝中落下了一位黑衣真王。 此人衣衫蓝绿, 遍体鳞伤, 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恐, 正是一神会会长, 莫冤王。 他将王老拉入真王领域, 对方没有任何反抗, 就随着他一同进去了。 而后, 在奇异空间内, 他仅和对方过了一招, 领域便溃败, 仓皇间逃了出来。 若是不逃, 他必然要被王老秒杀在真王领域中。 封王绝殿, 你果然是封王绝殿。 莫冤王脸上的惶恐退散, 对于王老的实力, 他早就有了猜测, 也有了后手准备。 王老凌空而立, 披腻着溃败的莫冤王, 没有说话。 念头一动, 再度将刚刚逃窜的莫冤王, 重新拉回自己的领域。 出乎意料的是, 莫冤王同样也没反抗。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王老盯着有恃无恐的莫冤王, 提高了三分警惕, 没再留守, 全力搏杀。 他的经脉, 心脏, 脑欲十海中, 玉玉出一股浩瀚的生机, 在生机中, 又掺杂着无上杀意, 汹涌而出。 王老来自斩仙派, 自然也修行了种兵术, 并且, 他培养的灵兵种, 已经养到了最成熟的阶段, 开枝散叶, 遍布全身, 可加持数倍战力。 同阶之内他无敌, 黄论莫冤王, 还差他一见。 莫冤王的神色凝重万分, 不敢大意, 当即取出了一根枯败的焦黑手指。 此手指一出, 王老的双眸骤然一鸣。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刚被莫冤王这个小插曲打断的刺杀仍在继续, 破灭王带着霍兴侯, 直奔情义, 想要掳走他。 可就在此时, 破灭王周边的天地忽然大变, 一股好似春风般怡然的气息缓缓吹来, 将破灭王和霍兴侯卷入了另一处世界。 鸟语花香, 古墓茂盛, 溪水潺潺, 群山晦翠。 此地, 乃是江南王的真王领域, 正如其名字一般, 是一片江南春景, 秀美清丽。 破灭王和霍兴侯心头一领, 当即明白, 秦义的身后还藏着一尊真王和一位封侯近护道者。 所幸, 他们在外面也还有人。 而且, 王老即使是封王绝颠, 也一定敌不过祭出魔尊手指的莫冤王。 计划成功, 我们只需要全力防守, 拖住时间, 保证不死便可。 破灭王冷笑着看向鹤立于群山之巅的沈末, 神色如初, 并未惊慌。 第106章 大道感染 电光火时间, 双方已交手过了一轮。 而在外界看来, 甚至仅是勉强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超市屋顶上, 大狗和江天放到还好, 总归是见过世面, 知晓真王实力的。 而出身稍微差一些的正位就颇有些目瞪口呆, 感觉自己在看神仙打架了。 我没看错吧, 一神灰不仅来了真王, 还来了两尊。 我们江南行省官方也才一尊真王吧。 正位脸色不太好看。 江天放则是解释道, 明面上只有一尊真王罢了, 实际上还有一些老家伙藏在暗处呢。 身为江家上一代的领军人物, 他知晓许多隐秘, 点了一嘴。 江南行省的那位最高执政, 听说也有真王境界。 华夏范围内, 明面上共有68位王者, 但假如算上那些隐世不出, 还有自封于秘境的真王底蕴, 估计总数能破百。 不过, 真王总数破百, 可封王绝颠境强者绝对不会超过十个。 没想到秦义这小子偷偷勾搭上了一位封王绝颠。 这已经不比我主人当年差了吧。 大狗通过模糊的记忆推断, 他主人在安顿自己时, 应该也是封王绝颠境。 封王绝颠打真王境, 那就是碾压局, 毫无悬念的碾压局。 除非敌方真王藏着什么底牌。 当前已过去三分钟了, 王老依然没有打死那位黑衣真王现身, 说明那位黑衣真王真的动用了某些底牌。 高阶符文阵法, 还是什么灵物? 大狗不得而知。 从符文阵法等级来算, 一阶阵法对应武者境界, 二阶对应武师, 三阶对应宗师, 四阶大宗师, 五阶山海境, 六阶风侯境, 七阶真王境。 想对抗一位封王绝颠, 那得动用八阶阵法了。 八阶阵法, 是什么概念? 在大狗的印象里, 华夏只有京城和那几个A级秘境不止有八阶阵法。 大狗上辈子的顶点, 也才是七阶顶级符文阵法师。 至于更高的九阶, 也许梦里会有。 大狗悠悠地想着, 下方街道则又一次发生了异变, 在第一波的墨渊王出现, 第二波破灭王和霍兴王出现后, 第三波空间传送启动, 又有九个陌生舞者出现在街道上, 刚一落地便冲向秦义。 六个大宗师, 三个山海境, 加上之前的两位真王, 一位封侯, 这一神会议足足出动了十二位高阶舞者。 这组织, 实力进到了此等地步。 正位看着在夜幕下身形鬼魅的九个舞者, 面露惊荣。 我们要出手吗? 情况好像不太对劲。 江天放战起身, 已经想离开, 换阵去救人了。 官方这次就来了江南王和烟雨侯两个人, 按他们的话说, 渔航能动用的高端战力已经全部来了, 其他舞者过来再多, 也是送死。 这话看着没问题, 但唯一有问题的就是, 没想到一神会有两尊真王, 其中一位还有能够抗衡封王决颠的底牌。 眼见那几人就要靠近秦义, 大狗也有点急了, 可他急着急着, 又发现事情的发展有点奇怪。 六位大宗师, 三位山海境舞者, 在靠近秦义之后, 居然莫名地放慢了步伐, 像是喝醉了一般, 步履蹒跚, 左摇右晃。 江天放和正位都没见过这般场景, 经意不定向大狗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有什么不懂的? 肯定要问知识最渊博的人, 哦不, 狗。 大狗装模作样地摸了摸下巴, 思存道, 他们好像是被秦义身上散发出的道义浸染了。 这种道义浸染的情况, 出现的概率很低, 必须是双方领悟的道义非常相似, 才可能产生。 肉身大道这条道, 几乎可以说是个舞者都有参悟, 只是参悟的程度不同。 因为只要是舞者, 就会淬炼肉身, 至少大狗目前没见过不炼肉身的舞者。 当一个舞者参悟了一条大道的一种道义时, 恰好遇到另一位舞者在悟道, 且悟的还是同一条大道, 同一种道义, 那就会形成这种特殊的大道感染状态, 像是喝醉的人一样, 变得迷迷糊糊。 这种大道感染的情况, 原本非常非常少见, 毕竟条件太过苛刻, 不仅要有人悟道, 还得悟同一条道, 乃至于同一种道义, 可以说百年难得一见。 然而放在秦义这, 出现大道感染状态, 又显得很寻常了。 因为秦义选择了全都要, 一个人仓悟肉身大道的所有道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无所不悟。 大道感染状态是被动的, 尤其对于大宗师以上境界的舞者来说, 很难抵御这种吸引。 就像舞者很难主动退出悟道状态一样, 这群来刺杀秦义的人, 实际上陷入了刺意等的大道感悟状态。 至少两个小时内, 没有外界的打击, 他们没法回过神来。 大狗脸色复杂。 大道感悟状态本来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好事, 可落在这群敌人身上又成了拖延时间的坏事。 对于刺杀的那一方来讲, 时间拖得越久, 越可能出现不利的局势。 比如现在, 江天放和正卫已经开始通过手机, 动用人脉呼朋唤友来助阵了。 估计在一个小时后, 就会有诸多大宗师, 山海静赶到渔航东郊。 则, 难不成这也在秦义的算计之中吗? 大狗盯着稳如泰山, 安心悟道的秦义, 难不成秦义是故意选择参悟肉身大道的所有道义的? 秦义身上的七阶虚空沙阵还是留着吧? 能不动用就不动用。 我感觉之后还会发生一些事。 大狗凝望夜空, 心中坠坠不安, 莫名的没底。 七阶虚空沙阵除了秦义本人能主动启用, 大狗手上也有控制权。 这是秦义对他的信任, 也是害怕出了什么意外, 自己没法保持清醒, 启动沙阵。 这一晚, 东郊的街区很平静, 却又注定不会平静。 暗地里, 令人惊骇的厮杀还在继续, 某片大草原上摩弃滔天。 另一片群山之中, 烟雨朦胧, 大雪纷飞。 九天之上, 处于本源之地的情义, 正如鸡四可地汲取着道义。 他像一头甜不饱肚子的饕贴, 源源不断地吃着知识, 甚至快在无边的道义中迷失了自己。 第107章, 和道。 大道本源的道力与道义, 都有很强的成瘾性, 否则也不会能让悟道者沉溺其中, 无法自拔。 乃至于悟道者简介释放出的道义, 还能二次感染外人, 让外界舞者进入大道感悟状态。 原本秦义借助一级的道心通明, 是可以无视大道的成瘾性与迷失性, 保持住本我的。 但他实在太贪心, 第一次进来, 就选择了接纳肉身大道的所有道义, 步子夸得太大, 终究是要扯到蛋的。 此刻, 无穷无尽的道义将秦义淹没其中, 他如何去汲取, 也不见到一有削减半分, 仍然在不断地增长。 秦义的意识渐渐模糊, 对于道义的感悟已经变成了麻木的本能, 机械般进行着。 外界, 他的肉身, 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发光, 不停向外散发着浓厚的香味, 不是肉香, 而是一种沁入心脾的道香, 令周边那一群被大道感染的一神会舞者愈发沉迷, 几乎失去了理智。 道义和道立进入了秦义的每一个细胞中, 就像酿酒一样发酵出醇厚的香味, 即使是远在几十里外的大狗等人微微一嗅鼻子, 也差点着了道, 陷入茫然与陶醉。 提有道香, 这不是肉身成圣的标志吗? 秦义是什么情况? 大狗关闭了嗅觉, 神色震动, 有点看不明白秦义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了。 传说中, 只有圣者才可能在成圣之时散发出浓郁的道香, 象征着每一寸血肉都与大道融合。 圣境可是天尊之上的境界, 在蓝星, 没人见过活着的圣者, 也许只有星空中的那些个古族才拥有圣境。 这不是好事吗? 您在顾虑什么? 一旁的江天放和正位也学着大狗堵塞住了呼吸, 身为大宗师是能生存在星空中的生物, 好几天不呼吸其实也无所谓。 在他们两人看来, 秦义早早地肉身成圣, 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不知者无罪, 大狗瞟了他们一眼, 解释道, 圣人的肉体和秦义的肉体, 那能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吗? 只有近乎为圣, 永恒不朽的肉体, 才能成为大道本源的承载体, 才能活着承受住大道本源的禁染。 秦义如今的肉身再强, 也不可能有晋圣者强。 他过早地禁染大道本源, 很可能坏了根基, 导致惨案。 被他这么一提醒, 江天放和正位大概明白了过来, 脸上也浮现出了担心。 可他们担心也没有用, 纵然是大狗, 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完全不知道他们能帮到秦义什么。 江天放盯着那六位如行尸走肉般, 围绕着秦义的异神会大宗师, 观察了一会, 可以确定他们六人哪怕受了外界刺激, 也很难醒过来了。 于是乎, 他默默出手, 配合正位, 将六位异神会的大宗师拿下, 逐个击杀, 没有任何留守。 当然, 他们的出手也不是靠近秦义去动手, 而是布置杀阵, 进行远程攻击, 解决敌方大宗师。 同为大宗师境界, 那六位敌方大宗师处于尸神落魄状态, 差不多等于任人宰割, 处理起来自然没有问题, 短短半个多小时, 就被江天放和正位杀了得干净。 至于剩下的三位山海靖, 处理起来就有些麻烦了, 他们的道心较为稳固, 看起来并未彻底尸神, 贸然对他们动手, 反而可能救他们一命, 让他们清醒过来。 还是先等着援军吧。 江天放估摸着, 再有十几分钟, 就能有几位援军抵达东郊了。 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完后, 两人一狗重新趴回超市的屋顶, 盯着秦义。 秦义身上的道香愈发醇厚, 已经开始向着四周弥漫扩散。 在众人眼中, 秦义甚至都快不像是秦义了, 而是变成了一条大道本源。 再这么下去, 秦义或许要被同化为大道了。 两人一狗看着着急, 却又无法插手, 只能干瞪眼。 这是超乎了预料的变化, 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解决方案, 想破局, 唯有靠秦义自己。 此时, 无敌的战力。 无敌, 无敌, 这不就是我一直追求的东西吗? 可为什么我又不是特别想要呢? 秦义疑惑自身, 他忽然发觉自己对于河道, 对于无敌战力, 已经有些无所谓了。 活下去? 无所谓了, 死了活着都可以。 不对, 不对啊, 我不是特别有求生欲吗? 为什么现在会觉得死了也无所谓呢? 秦义想起自己刚刚穿越的时, 那段日子, 黯淡无光, 身患癌症, 无前治病, 原本只能等死, 可他还是在挣扎, 再求生, 否则也不会去医院。 在癌症治愈后, 他的求生欲望更加强烈了, 习武, 做死, 秘境探险,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变强, 为了更好地活下去。 我怎么可能会觉得无所谓呢? 秦义默然惊醒, 他察觉到了自己身上有东西在潜移默化中流失, 那是他的情绪, 是他的人性。 合到之后, 的确可以拥有接近无敌的战力, 但付出的代价, 却是所有的人性和情绪。 世界是公平的, 一条大道本源, 可以很强, 但不可以拥有情绪和人性, 这是诸天万劫的铁律。 我在干什么? 我悟到, 我冒险, 是为了变强, 而变强是为了活下去。 失去了人性, 没有了情绪, 还谈什么活下去? 秦义的眸光渐渐亮起, 他的心中有所明雾, 诡异的道香正在慢慢驱散消失。 我是来掌握大道的, 而非变成大道, 更不是被大道掌控。 嗡! 此刻, 他道心通明, 魂魄如白玉般璀璨, 透着无边宏伟的道运。 我的道, 是掌控, 掌控一切, 容纳一切, 拥有一切。 肉身大道, 我拿下了, 咔嚓! 环绕在秦义魂魄魄旁的虚幻大道, 开始嗡鸣震动, 秦义魄子里的光泽越发明亮, 已然盖过了道光。 真! 现实世界中, 万千光华迸射而出, 点燃了夜空, 有仙灵沐浴天光, 垂落地面, 轻声歌颂。 玄妙清亮的道歌下, 矗立于街头的青年, 慢慢睁开了眼睛。 也就在这一刻, 苍穹的一脚被撕裂, 王老的身影自天边坠落, 沸腾的魔气轰然爆发, 顷刻间席卷了整片街区。 第108章 哼, 想逃? 魔尊手指已经是触碰到 尊者境界的东西了, 把他从异界送到蓝星, 花费了大代价。 而莫冤王淬炼这根手指, 同样付出了很多心血, 连状态都没保持完满。 好在,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当莫冤王激炼出魔尊手指后, 弓手形势瞬间逆转。 王老这位封王绝颠当即陷入了苦战。 人族这么多年, 才出了陈子洛这么一位尊者, 从这一点, 就能看出尊者境界和真王境界的差距。 两者压根不是一个档次的。 换作普通真王来, 只怕是眨眼间就会被魔尊手指镇压, 只能选择仓皇逃离。 而王老作为封王绝颠, 倒是可以与魔尊手指周旋一二, 虽略显颓势, 可也能保持长久不败。 只可惜打着打着, 魔尊手指运染出的魔气污着了王老的真王领域。 无奈之下, 他唯有收回领域。 真王的领域, 其实本质上是一种盗域, 乃是真王根据自身对大盗进行总结归纳创新后, 创造出的一方奇异世界。 若是被外人的大盗侵染, 相当于损伤了根基, 很难恢复。 王老这边的战斗暂时结束, 回到现实世界后, 他挥动双手, 用无上道力缔造出一方天幕, 把魔尊手指的力量, 置固于街区内, 没有溢散出去。 他和墨渊王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峙, 两人各自占据苍穹的一角, 封王决巅毕竟是能和尊者碰一碰的破线强者, 墨渊王能用魔尊手指压制王老, 却没法杀了他。 好赞, 墨渊王的目标本来就不是王老, 他和破灭王用了某种秘法相互联络, 即使是在真王领域内, 这种联络也能保持。 他能感觉到, 破灭王那边的情况很不好, 随时都可能死在江南王沈默的手下。 在这种情况下, 墨渊王的第一念头不是去救破灭王, 而是抓紧时间带走秦义, 死了也就死了, 这种想投靠魔族的人类添骄, 太好找了, 堪比浩材, 无需心疼在意。 想到这里, 墨渊王暗暗看了眼下方不远处的秦义,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下一跳。 原先还沉浸于悟道状态的秦义, 居然已经结束了悟道, 不仅结束, 显然还得到了大造化, 肌肤声光, 提标有道很显现, 整个人沐浴在道光之下, 像是要飞升了一般。 方圆百里的灵气都收到了某种牵引, 朝着秦义的方向疯狂汇聚, 这是要突破的征兆。 从上品宗师突破至大宗师, 需要一千点精神力, 两万以上的气血总量, 以及领悟一种道义, 可以是权义, 可以是健义, 不同的道义突破大宗师后, 对舞者的提升也各不相同。 总体来看, 对道义参悟的越深, 突破后就越强。 墨渊王看秦义这状态, 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大宗师突破? 对方体内发散出的道义太过纯粹, 压根不是普通大宗师能拥有的, 换一位真王来还差不多。 这究竟是把肉身大道参悟到什么地步了? 别人突破大宗师只是掌握一小条道义? 你直接参悟一整条大道? 墨渊王打量着秦义, 越看越奇怪, 因为秦义身上散发出的道义颇为博杂, 什么气息都有, 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道义。 他该不会把肉身大道的道义全部参悟了一遍吧? 不是说选择全都要? 下场注定一场空吗? 关于这一点, 不单单是墨渊王感觉古怪, 就连秦义的师父王老也有点看呆了。 他一出来, 就发现自己徒弟从悟道状态脱离了, 不过并没有一无所获, 反而超出他预料的收获满满, 一举打破了大宗师境界的壁垒, 随时都可以破关。 这小子果然不能以常理夺知。 王老和墨渊王都在默默关注秦义, 两人都不清楚秦义到底把肉身大道参悟到了什么水准。 不过, 墨渊王也懒得去深究了, 因为秦义必死无疑, 何必在一个死人身上浪费时间? 他心念一动, 一根焦黑的枯白的手指从他嘴中缓缓钻出, 伴随着滔天的魔气, 镇压向王老。 王老延阵以待, 石海激荡, 万千神念如神剑般名笑斩出。 正! 夜空苍穹仿佛都被这一剑撕裂成了两半, 凌裂的剑意轰然爆发, 抵御住了魔尊手指的威势。 这是展仙派的正派功法, 开天一剑。 比起祖师爷陈子洛, 王老的开天一剑少了几分霸道, 但却多了几分灵力和杀伐的意味, 更加凶利, 似乎展现出了王老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秦义观察着王老的道义, 看出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他没有猜错, 一尊真王不一定只掌握了一条道, 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一尊真王参悟了多条大道, 只是每条大道的参悟程度不一样。 凭借一级的道心通明, 秦义能清楚地分辨出王老身上的三条大道, 分别为童之道、 情绪之道以及杀伐之道。 其中, 童之道应该是参悟程度最深的大道, 而情绪之道次之。 秦义并不知道王老有洞察人心的能力, 若是知道, 就明白这种能力是如何产生的了。 没错, 王老将童之道和情绪之道相互结合, 演变出了一门本命神通, 这门神通可以洞察人心, 类似于独心术。 不过, 秦义当前也来不及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因为莫冤王已然出手, 挥动秀袍, 拂走一片星空, 想要把秦义抓在手心。 他的这一招也是某种神通, 好似秀礼乾坤, 竟能让人和事物强制缩小, 被其收走, 难以反抗。 此刻, 王老正在对抗魔尊手指, 无暇他顾。 江南王还没处理完破灭王, 因此能救秦义的只有他自己。 然而, 秦义却没有半点反抗的意思, 继续保持境界突破的态势, 任由莫冤王将自己收走, 捏在右手手心。 目标人物已到手, 莫冤王心头稍松, 没有恋战, 再度奋出一缕神念, 操控魔尊手指和王老敖战, 自己则快步转身, 撕裂空间, 想要逃走。 可就在他转过身子的瞬间, 他还没出手撕裂空间, 周围的空间便开始剧烈震荡起来, 一道道裂缝破开, 银灰色地乱流于裂缝中乱窜, 渐渐形成了一股浩大的空间乱流风暴, 莫冤王的右手传来一阵剧痛, 他低眸一看, 瞳孔骤然缩紧, 就在他的手心里, 缩小版的秦义上身赤裸, 黑紫色的阵纹逐渐凝聚, 掀起一阵恐怖的杀意波动, 搅碎了他的大块血肉。 嘿, 想逃。 秦义站在他残破堂血的手心上, 轻声一笑, 七阶虚空杀阵骤然展开。 第109章, 困兽残喘 虚空乱流, 仿佛一把闸刀, 眨眼间便收割走了三位山海境强者的性命。 这三人是一神会此次仅存的三位山海境武者, 原本被秦义散发出的道义控住, 刚一清醒过来, 又被莫冤王收入了手心, 跟秦义待在一起。 此刻七阶虚空杀阵爆发, 首当其冲, 遭难的就是他们。 死啦! 银灰色的空间乱流窜动着, 三位山海境武者瞬间被分割成了细小的血物, 飘散在空中, 随着乱流一同游荡。 七阶沙阵足以匹敌封王绝颠, 纵使是尊者来, 也能抵挡一二, 山海境武者面对此等绝世沙阵, 压根不可能有反抗的机会。 就算是处于真王境界的一神会会长莫冤王, 也被七阶虚空杀阵脚的右手发疼, 王谢四剑, 厚大的手掌上满是凌乱的血痕, 惨不忍睹。 这还没完, 秦义身上紧撰刻着阵纹核心, 当前启动的只是七阶虚空杀阵的核心部分, 在四周的空间中还藏有其余阵纹。 嗡嗡嗡, 一阵阵狂暴的波动炸开, 掀起弥天巨浪, 以秦义为中心, 方圆数十米内转瞬间亮起了数千道金芒。 精妙的虚空阵纹如由龙斑盘距环绕, 搅动风云, 镇压一方天地。 莫冤王的脸色大变, 终于维持不住淡定了,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周旁的空间已被锁死, 短时间内无法突破, 除非他能布置出同为七阶的空间阵法。 然而莫冤王根本不懂阵法, 唯一懂阵法的是一神会的副会长破灭王。 破灭王如今还在拼死拖延江南王, 哪里有空出来帮他? 莫冤王沉默了下来, 一开始想要撕裂空间的神念也被收回了石海。 他的面色阴沉, 宁谋看向守心的秦义, 知晓自己上了这位年轻人的当。 现在, 秦义身上的阵纹愈发幽暗, 不断向外延伸, 虚空杀阵不开, 恐怖的虚空乱流凝聚为一把巨刀, 即将斩断他的右手, 让秦义逃出束缚。 你是故意让我抓住的, 为的就是完全断绝我逃脱的可能。 莫冤王有魔尊手指助阵, 若真的遇到生死危机, 大可以抛弃魔尊手指, 保全自身性命脱逃。 如果鱼杭东骄再来一位封王绝颠, 这才有可能留下他, 可一位封王绝颠就已是传奇般罕见的人物了, 小小的鱼杭东骄, 做梦都不可能凑出两位来。 因此, 莫冤王的心中一直不算焦急, 高枕无忧。 可秦义在距离他如此之近的位置, 启动七阶虚空杀阵, 相当于凭空多出了一位接近封王绝颠级数的战力, 硬是达成了击杀他的必要条件。 哄, 面对汹涌而来的虚空乱流, 莫冤王终归还是收回了手, 没有硬接, 把秦义丢在了地上。 他看秦义一副淡然自若的模样, 还在安心突破大宗师, 没有理会自己, 心头愈怒, 一边在狭窄的空间内躲避着乱流冲击, 一边冷笑道, 突破, 你还想安心突破? 我虽然今日要死在这, 但死前也会带上你的。 七阶虚空杀阵内, 空间被锁死, 纵然真王也得花费一番功夫才能破开, 就连真王领域都没法动用。 咔擦, 咔擦。 不仅如此, 莫冤王周围的空间还在不断碎裂, 大块大块的碎块, 如鸡蛋壳般剥落, 露出神秘幽黑的虚空, 而在虚空中, 汹涌的乱流, 源源不断地产生, 向着现实世界涌入, 令莫冤王的生存空间越发狭窄, 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莫冤王先前淬炼魔尊手指, 已经受了伤, 后续再和王老斗法了一会, 伤势更重。 而今困在七阶虚空杀阵中, 颓势净险, 身上的一袍残破, 在疯狂躲避乱流冲击的过程中, 表现得愈发艰难, 身体上已出现大大小小数百道伤痕, 深可见骨, 触目惊心。 反观秦义, 稳坐钓鱼台, 毫无距异, 安心突破。 莫冤王越看秦义越生气, 近乎有些失态地伸出手, 硬抗着虚空乱流, 想强行搏杀秦义。 他的右手, 穿破数层空间阻拦, 无视乱流的角动, 纵然血肉横飞也没有收回, 直指秦义而去。 这是一位真王的殊死一搏, 或许真有机会冲破七阶虚空杀阵的守护。 毕竟杀阵杀阵并不以防守著称, 只是以弓带手, 杀伐惊人。 虚空杀阵中, 秦义身边的空间像是折纸一样, 被折叠成了一层又一层。 莫冤王看似距离秦义只有四五米的距离, 可这一掌足足贯穿了数千米, 方才逼近秦义。 短短四五米的距离, 却好似天涯海角, 让这一掌像是被放慢了数千倍, 缓慢推进着。 屋顶上, 郑伟和姜天放看见那魔掌 差不多要触碰到秦义的鼻尖, 紧张到忍不住站了起来, 想高声呼喊秦义避开。 而大狗则是一脸淡定, 一对狗爪环抱胸前, 看着炙弱网闻, 气息不断攀升的秦义, 没有说话。 不知不觉间, 秦义已打破两万气血关爱, 气血总量冲到了两万五千卡, 整个人仿佛要燃烧起来似的, 散发出烈日般的灼热气息。 他的眉心处, 石海沸腾荡漾, 肉身大道的亿万条道义, 化为海水, 冲刷而下, 沐浴于石海深处的魂魄, 孕育出万千生机, 不断蜕变, 焕然一新。 吸纳道义, 魂魄蜕变变, 此后再不为繁魂, 而是神魂。 若是有人能在此时仔细观察秦义的石海, 不难发现, 冲刷魂魄的道义臃肿, 什么道义都有, 海纳百川。 但再仔细一些, 又会发现, 这无数条道义中, 秦义的仓物大多浅薄, 只有那么三条, 称得上较为完满。 秦义再怎么说, 也只悟到了一天左右的时间, 不可能真的一次性, 悟尽整条肉身大道。 但一次悟道, 便让三条道义接近圆满, 已称得上天纵之姿。 不愧是道心通明, 才一级就这样强悍。 啪! 墨渊王的手掌, 已经能用毫米计算, 可就是这毫厘之差, 却在南向前进哪怕一丝。 不过, 虽然没法直接攻杀秦义, 但墨渊王的掌风 已压在了秦义身上, 诡异的道力夹杂其中, 如黑色的淤泥一般, 顺着毛孔侵入秦义的肉身。 碰! 弹指间, 秦义完美无瑕的肉体, 崩裂出一条条黑色缝隙。 恶心的墨黑色道力从中一出, 不断流淌低落, 看着极为恐怖。 第110章 秦义的封压轰入秦义体内, 正如当初被七阶虚空杀阵的 两股道力入侵一般, 秦义的经脉开始一寸寸破裂, 黑色道力疯狂滋生, 想要充满秦义的肉身, 轰入石海, 污浊神魂。 无感被屏蔽, 看不清, 闻不着, 摸不到, 就连思绪就像是粘上了胶水, 难以顺畅地思考。 墨渊王这一掌单凭掌风附带的道力, 就几乎要抹杀掉秦义。 倘若真的实打实地承受这么一巴掌, 绝对要被秒杀。 半步大宗师和真王, 境界差距犹如天倩, 无法跨过的天倩。 所幸, 秦义有七阶虚空杀阵护体, 这一掌注定是拍不到他身上了。 如今承受的这些诡异道力, 应当就是极限。 有了上一次承受虚空道力和杀伐道力的经验, 秦义的不朽精身已经升级到三级, 再加上一级的道心通明庇护神魂, 目前的情况只是看似糟糕, 实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不过, 秦义当前的状态看起来属实凄惨了一些。 他像是沾染了某些不祥, 身上的伤口正在不断往外流出黑色粘稠液体, 这些液体滴落在地面上, 发出呲呲声响, 腐蚀了一大片水泥板。 秦义整个人像是裹了一层淤泥, 遮掩住了一切气息和波动。 这是暗之大道的道理。 墨渊王主秀暗之大道, 主要参悟的道义, 似乎和黑暗、阴冷有关系, 因此展现出的效果极为诡诀。 这秦义真没事吗? 屋顶上, 刚坐下的正卫和江天放又一次站了起来, 胆战心惊。 大狗则仍然是云淡风轻的模样, 摆了摆手, 示意二人安静, 静静地等待秦义装逼就行。 这才哪到哪? 当初在玄天秘境, 尊者失身可比现在危险多了, 秦义一样挺过去了。 你看秦义那平淡的样子, 就知道, 这小子有后手, 无需担心。 大狗感觉自己太了解秦义了。 嘶嘶。 大量的暗之道理流入地表, 腐蚀蒸腾起一团朦胧的雾气, 将秦义的身影彻底遮蔽。 与此同时, 一股骇人的杀伐之力荡起, 裹挟着数量恐怖的虚空乱流, 如利剑般斩下。 蹭! 银灰色的气流似射而出, 一抹星红闪过, 湮灭一空。 这还没完, 七阶杀阵斩完手臂后, 余力未消, 静止朝着墨渊王斩来。 断臂的墨渊王痴痛不已, 匆忙间摆动身子, 以神念编制为网, 阻碍杀伐之力的速度, 堪堪避开了这一击。 他回眸瞥了眼自己右臂的阶段处, 发现有虚空道理残留在上面, 组织他恢复肉身, 必须花费一番心力, 才能驱除道理。 其实到了这一步, 他败事已定, 再无余力回天了。 但想到自己的暗知道理, 成功侵入秦义体内, 他却也没有沮丧, 反而大笑起来, 感觉畅快无比。 我本就是一个烂人, 死了也就死了, 但秦义可不一般, 他有尊者之姿, 陨落在我手上, 给我陪葬, 倒是我的荣幸了。 哈哈。 墨渊王的脸上浮现出癫狂之意, 面对席卷而来的乱流, 不再逃避, 竟直接迎了上去。 江天放和正卫听见他的话语, 气血上头, 为那魔族办事, 真不知道他脑子怎么长的。 大狗耸了耸肩, 你们没当过人间所以不懂, 这种踏入真王境界的叛贼, 往往修炼了他, 主人得自创道义, 道义入脑, 已经不把自己当人了, 他们相当于是被洗脑了。 此言一出, 江天放和正卫神色一下子怪异了起来, 不约而同地看向大狗。 没当过人间所以不懂, 这是啥意思? 难不成? 您当过? 嘿嘿, 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过我, 我肯定没当过人间啊, 我都是狗, 怎么当人间? 大狗无辜地耸了耸肩, 只是我跟从主人的时候, 也经历过类似于洗脑的过程, 只是程度没那么深。 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我不是人族, 主人在相信我, 也得加一层保障, 防止我祸害人族。 郑卫和江天放, 恍然大悟。 两人一狗重新回过神, 望向下方的战场。 此刻, 墨渊王正在拿命闯杀阵, 声势浩大。 王血成河, 看起来似乎有那么一丝丝成功的可能性。 另一边, 王老与魔尊手指的交战仍在继续, 但王老已经逐渐找回了主动权, 即将镇压魔尊手指。 再怎么说, 魔尊手指也只是一根失去了本体支援的残肢, 打不起持久战, 战斗得越久就越弱。 当前的形势一片大好, 唯一需要担心的, 就是包裹在迷雾中的情义, 生死未卜。 你们没必要, 担心情义的, 不幸再等几分钟, 就能看见它破关而出, 不仅啥是没有, 还成功突破的模样了。 大狗撇了撇嘴。 果不其然, 它的话才说完没五分钟, 一道刺目的光束便穿透了迷雾, 漠然亮起。 迷雾被驱散, 一颗黑色淤泥组成的蛋显现而出, 上方的暗支倒立没在流淌, 似是干涸了, 凝固成了外壳。 咔嚓, 咔嚓, 倒立蛋壳在一点点崩碎, 那一道刺目的白色光柱 就是在某个缺口处射出的。 伴随着光珠一同散发出来的, 还有令人星际的气息。 丁, 你的细胞成功承受了真王级, 六阶, 暗支倒立的洗礼, 进化出天赋神通, 道心通明, LV2。 莫冤王的暗支倒立, 没有让秦义的不朽精深提升到四级, 但提升了秦义的道心通明。 这也不错了。 哼, 刚风气浪乍响, 束缚在秦义肉身上的暗支倒立 竞数被破灭, 露出了一身精美的肉体。 大狗猜得没错, 秦义不仅没事, 还借助莫冤王的道理, 进化得更强了。 他的气息已然稳固, 进阶正式突破大宗师, 气血总量两万八千卡, 精神力两千点, 肉身强度堪比巅峰山海净强者。 感受着肉身的蜕变, 秦义微微一笑, 抬眸望向还在拼死突破的莫冤王, 真心实意道, 还要多谢前辈出手, 助晚辈打破瓶颈。 瞧见活蹦乱跳的秦义, 莫冤王这一下是彻底绝望了, 他猛地吐出一口血, 气急攻心, 哪能看不出秦义利用了他的道理, 获取了好处。 富贵险中求, 这小子就是认定了七阶杀阵能削弱自己的战力, 令自己没法杀死他, 这才乖乖站着让自己打。 第111章 绝命一击 此刻, 秦义内饰己身, 能看见自己的魂魄周旁 萦绕着三条略显暗淡的白色丝线, 弥漫着肉身大道的气息。 他在上一次悟道中, 勉强参悟了三条肉身大道的道义, 简单来说, 分别为极致之大、 极致之小以及气血磅礴。 这三条道义, 象征着三种肉身大道的修炼路径, 也即逝变大肉身, 缩小肉身, 积蓄沉淀气血。 先前就说过, 一条大道, 由无数条道义组成, 每一种道义都象征着不同的理解, 不分对错, 走到极致都是变强。 一般来讲, 使之环绕在神魂周旁, 随着体物的加深不断成长, 最终凝结为道之, 彻底融入魂魄。 当魂魄生出道之, 丹田孕育山海, 大宗师便突破了瓶颈, 正式跨入了山海境。 而之后的风侯境, 则是道之, 长出绿叶, 绿叶, 开出道花, 象征着在一条大道上领悟了多种道义, 每一片绿叶, 便是一种道义, 后续的道花, 乃是舞者畜类旁通, 通过长期参悟道义, 最终归纳总结出独属于自己的崭新道义。 秦义刚跨入大宗师境界, 便差不多掌握了肉身大道的三条道义, 一旦长出道之, 进度马上就能追上修炼数十年的山海境强者。 况且这还没完, 得益于道心通明的加持, 秦义每隔一周都能主动进入一次悟道状态, 等未来他长出道之, 怕不是刚长出来就绿叶茂盛盛。 另外, 谁说大宗师境界只能培育一根道之? 秦义想要试试, 一次性长出三四根道之, 再去突破山海境, 会发生什么? 不过当前, 还得先解决苟延残喘的莫冤王。 看见秦义安然无恙地脱困, 实力还更近了一步, 莫冤王气得有些想笑了, 似乎他这种反派对上弃运之子, 经常会出现越打对方变得越强的情况。 秦义是如此, 多年前的镇天王林长青也是如此。 他其实已经汲取上次的教训, 面对疑似弃运之子的敌人, 不会派弱小的手下去送惊艳, 总是派遣高一个大境界, 甚至高两的大境界的手下去刺杀。 可即便是这样, 秦义仍然成长起来了。 哈哈, 如果还有下一次, 看见你们这种, 有机会封王成尊的人类舞者, 我必然开始, 就亲自下场, 直接跨越三四个大境界, 碾死你们, 不给任何机会。 莫冤王惨笑着, 眸光一瞥, 不远处还在与王老僵持的魔尊手指, 骤然一定, 旋即一指戳破王老的倒立壁垒, 破开虚空乱流, 瞬间出现在莫冤王手上。 扑吃, 莫冤王神色为米, 大口吐着鲜血, 而悬浮于胸前的魔尊手指, 沐浴着他的真王心头血, 亮起幽暗的光泽, 仿佛化为一颗黑洞, 吸收走了所有人的目光, 身不见底。 煞时间, 秦义浑身汗毛竖起, 一股透彻心扉的冷意, 贯穿全身。 他的心头锦铃大作, 心计不已, 下意识想要避开, 却发现自己无法挪动身子。 看着那面如枯狗, 几乎要被魔尊手指吸干的莫冤王, 情义明白, 莫冤王是想输死一搏, 跟自己以命换命。 嘿, 我在下面等你, 你也一样会死的。 莫冤王的肢体一寸寸分解崩裂, 笑容于魔尊手指之中, 仅仅几秒钟的功夫, 他便灰飞烟灭, 天地间只留下了这么一句癫狂的话语。 他拿性命催动魔尊手指, 强行发出了绝命的异计。 轰隆隆。 穹顶之下, 魔尊手指对着情义盖压而下, 暴裂的魔气荡起进风, 恐怖的威压阵的大地颤动, 让情义半截身子都压进了土里。 看见这一幕, 原本一直保持淡定的大狗都坐不住了, 刷得一下站了起来。 王老更是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神殿向前一探, 想要撕开魔尊手指, 禁锢住情义的力量, 把情义救出来。 砰砰砰。 情义身上不停传荡出爆炸般的声响, 一根根墨黑色的无形锁链崩断, 但又在崩断中重新凝聚, 牢牢置顾着情义的身形。 头顶处, 魔尊手指缓缓向下压来, 情义只感觉自己身上每一个细胞都仿佛背着一座大衫, 随时有崩解的风险。 他的头骨在颤动, 裂纹在显现, 神魂在嗡名。 魔尊一指, 并非现在的他可以承受, 他的适应性进化也起不了作用, 只会被秒杀。 我得自救, 我只能自救。 关键时刻, 情义没有奢望任何人能来救自己, 他把所有求生的希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 思绪疯狂流转, 眨眼间, 一个个念头升起, 又破灭。 七阶虚空杀阵以全力调动, 阻止魔尊手指前进, 情义头顶地堆叠了数百层空间, 但却逐一被魔尊手指碾破, 就像是玻璃一般破碎成渣。 他的骨骼已经几乎全部崩断, 许久没有用的主动技能柔弱无骨派上了用场。 当前的情义好似一摊烂泥, 摊在坑中分担威压, 终归没有死去。 换作寻常的大宗师, 或是寻常的山海静, 魔尊手指甚至不需要触碰, 仅凭威压和静风就能压死他们。 到底什么能救我? 死到临头, 情义发现自己的心态反倒没有再急躁下去, 而是一反常态的归于平静。 他艰难地抬起头, 仰望着视线中慢慢变大的手指指尖, 脑海中猛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我还有一张底牌没用, 我怎么能忘记它? 情义灵光一现, 赶忙沉下心。 石海波动, 大量的精神力挣腾而出, 编织为一条条神念, 化为一张大手, 探入石海深处, 向下一捞。 哗啦! 一道璀璨的沉寂残魂被神念捞了出来, 没有丝毫犹豫, 抛向了脑欲之外, 直冲魔尊手指而去。 当众人看见这一道残魂 从情义脑中飞出时, 没人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也没人阻止, 这一道死寂的残魂飞向魔尊手指, 甚至轻易地融入了魔尊手指。 嗡! 刹那间, 一切威压消失不见, 魔尊手指呆滞在了半空, 竟莫名失去了控制, 不断摇晃, 一会向东, 一会向北。 好似有两个意识在争夺魔尊手指的控制权。 第112章 追魂印 师父, 动手! 一声清尽全力的抱贺响起, 王老从恍惚中惊醒, 双眸一定, 天地之力泛起涟漪, 撕裂空间, 一把将晃动不安的魔尊手指推了进去。 漫天魔器跟随着魔尊手指流入未知的空间裂缝中, 天空骤然一闪, 一滴魔血飞射而出, 滴落在秦义右手手背之上, 顷刻间腐蚀出一块印记, 犹如莲花绽放, 幽暗漆黑, 透着森然魔性, 难以抹灭。 魔尊手指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刻, 还是留下了些许后手, 在秦义身上刻下了印记。 秦义能感觉到, 手背上的印记隐隐发冷, 像是在冥冥之中勾连着天外的存在, 有一双眸子通过这枚莲花印记, 透过无数世界落在了自己身上。 那是一尊无法直视, 无法描述, 无法道明的存在, 若不是秦义拥有二极道心通明, 心境稳固, 恐怕单单这么惊鸿一瞥, 就能让他魂魄解体, 陷入疯狂。 异神会虽近乎全灭, 不被磨灭, 那位魔尊的目光便不会收回。 秦义, 你没事吧? 眼见一变突生, 危机暂时解除, 大狗和江天放等人急忙从屋顶下来, 一股脑地把储物袋中用来疗伤的灵药和灵果, 塞入秦义嘴中, 让他吞下。 如今的秦义, 已经惨到没有个人样了, 更像是一滩柔弱无骨的淤泥, 摊平在地上, 逐渐拱起, 尝试着恢复原状。 王老也从不远处赶了过来, 他的神念扫过秦义的身躯, 心头烧鞍。 随着那些灵果和灵药被吃下, 秦义的消化系统开始急速消化着灵性, 孕育出生机, 滋补残破的肉身。 休养一段时间, 应该就能恢复, 性命无忧。 王老松了口气, 转身消失于原地, 去江南王的领域帮江南王沈莫收尾了。 我没事, 放心, 最多一天就能痊愈。 秦义的骨骼和经脉在逐步重塑, 依靠着三级不朽金身, 这个恢复速度不算慢。 这次受了这么大伤, 还能活下去。 等到痊愈后, 不朽金身应当能提升到四级了。 因祸得福。 得到秦义虚弱的回答后, 江天放几人也终于放下了心。 环顾四周, 这条街区已是一片狼藉, 不知在秦义身上的七阶虚空杀阵, 也已毁坏殆尽, 阵闻实不存一。 莫冤王着实太疯狂了, 死前耗尽全身精气神, 融入魔尊手指, 近乎打出了一击 无限接近于尊者境界的攻势。 正面硬抗的话, 纵然是王老都不能保证抗住, 只能躲避。 所以, 秦义又是靠了什么办法, 在这一指中活下去的。 江天放回想起刚刚的最后几个画面, 那魔尊手指仿佛失控了一般, 开始乱动起来, 这才给了秦义喘息的机会, 王老也能趁机将其打入虚空裂缝。 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很是不解, 但又不好意思去问秦义, 毕竟这可能触及到对方的深层隐秘。 江天放和正卫想不明白, 不过大狗却看出了一些端倪。 他记得, 秦义曾在巨神尸体中镇压过巨神的残魂, 关押于石海深处, 一直没有放出来。 而刚刚秦义丢下魔尊手指的魂魄, 估摸着就是那个巨神残魂。 这个残魂对于强大肉体有极强的侵占性, 当初就是被秦义的肉身吸引, 才主动苏醒侵占。 只是后来让秦义透露出系统之秘, 方才镇住。 当秦义把他抛出石海时, 施加在残魂身上的奇异镇压力估计马上就会消退。 巨神残魂当即侵占了魔尊手指, 与魔尊手指中莫冤王留下的神念争夺起控制权来。 因此, 才导致了魔尊手指乱动的那一幕。 秦义想到的这个破局之法很冒险, 但成功了。 不过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巨神残魂苏醒之后是知晓秦义拥有系统的秘密的。 这个秘密一旦再泄露出去, 造成的影响恐怕比泄露不小心还要大。 那可是系统。 等伤势痊愈之后, 秦义必须第一时间去处理掉附身于魔尊手指的巨神残魂。 进入凭空撕开的虚空裂缝后, 大概会被传送到哪? 秦义向大狗等人询问道, 两人一狗琢磨了一会, 纷纷摇头, 谁也不知道会传送到哪? 这种临时打开的虚空裂缝, 坐标是随机的, 去哪里都有可能。 秦义沉默。 他做事一向谨慎, 其实还在巨神残魂体内留下了一丝属于自己的神念和道理。 只可惜, 现在去感应, 仅能感应到一大片模糊的景象, 看不真切。 或需要再变强一些, 才能感应到确切的位置。 魔尊手指和魔尊本人也有关联, 就怕到时候, 魔尊本人比他先找到了魔尊手指, 又从巨神残魂那得到了自己的秘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先变强再说。 秦义想了想, 又花费了一通力气, 伸出右手, 让大狗和江天放等人观摩自己手上的墨色莲花印记。 江天放和正卫稍一触碰印记, 就触电式地松开了手, 面露惊疑。 这里面蕴含的道理很有侵略性, 我们俩摸不了, 触碰久了会被感染, 手上恐怕也要长出墨色莲花印记。 得等王老和江南王出来, 让他们两位看一看。 大狗没有主动触碰墨色莲花印记, 他像是早就知道些什么, 沉声道, 这种印记我有模糊的记忆, 似乎和我主人有关系。 不过我主人被打上的并不是魔族的印记, 略有些不同。 嗯, 这印记好像叫追魂印, 稍微强一点的异族都学习过, 一般放在自家天骄魂魄破上, 假如自己家天骄被人暗杀, 此印记便会自动附着在暗杀者的身上, 方便报仇。 什么境界的人打上的追魂印, 就需要什么境界的武者帮你抹除? 你的这枚追魂印是魔族尊者打上的, 目前的蓝星怕是无人可解, 只能带着。 不过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蓝星的特殊性, 这枚印记很难时时刻刻监控你。 魔尊大概率只能看见一些零碎模糊的画面, 最多通过印记确定你的大带坐标。 情义汉手。 有蓝星本源规则的保护, 异族尊者暂时没法亲自来追杀他, 打上了印记也无所谓。 至于尊者以下的异族, 他不怕, 大不了就苟起来闭关, 依靠他二级道心通明的资质, 闭关个三年五年, 出来就是真王, 到时候随便横推一族真王。 第113章, 落下帷幕, 龙后的血腥味飘荡而出, 王老、 沈默、 烟雨侯三人并排从真王领域中走出, 王老和沈默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但烟雨侯的神色却略带疲态, 他本以为一神会不会出动太多主力来刺杀情义, 哪怕真的倾巢而出, 也不过一尊真王。 但万万没想到, 这么一个小小的异族势力, 藏着两尊真王, 还有魔尊手指这种大杀器。 他虽为封侯敬强者, 可毕竟是参战人员中实力最弱的, 因此受到的打击不小。 他们三人出现, 破灭王和霍兴侯不见踪影, 已然说明了战况。 不过, 沈默和烟雨侯一直是抱着轻松碾压一切外敌的心态来此的, 而最终的战况却并非由他们主导。 江南王心态平和, 对此倒是没有多想, 烟雨侯观望风平浪静的外界, 则罕见地露出了一丝尴尬, 转瞬即逝。 一神会的主力, 似乎是由王老和秦毅两人解决的, 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刷! 一道道破空声自天边传来, 战事结束后, 江天放和正位喊来的帮手, 才陆续感到, 姗姗来迟。 也不怪他们来迟了, 即使这群人早来, 对于局势也并不会有什么帮助。 但该进的礼数还是要进的, 秦毅肉身勉强恢复, 可以站立行走后, 第一时间跟这批舞者逐一道谢。 修炼到大宗师, 山海静的舞者基本上各个都是人精, 见秦毅主导了一神会的剿灭之势, 又和两尊真王关系匪浅, 一个个都摆着好脸色, 不敢撑下秦毅的谢意, 客气得不行。 秦毅小兄弟不必多脸, 我们这些老东西本来就没帮什么忙。 这批大宗师, 山海静大多来自于渔航之外, 江南行省之内的其他城市, 秦毅在他们眼中, 无异于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星星, 将来必能占据华夏舞蹈的一席之地。 此时打个招呼, 卖个人情, 算是提前交好了。 面子上的打招呼环节结束, 众人见气氛有些肃穆, 纷纷告辞远去, 没有久留。 不多时, 东郊超市恢复了宁静, 又只剩下了秦毅, 王老, 大狗, 江南王一行人。 江南王与王老刚从领域出来, 就看到了秦毅右手手背上的追魂印, 眸光皆带着凝重, 直至外人离去后才主动提起此事。 这追魂印是魔族天尊所下, 我和你师父破不掉, 想彻底解除追魂, 要么寻到一些传说中的灵物, 要么境界突破尊者, 短时间内都不太现实。 沈默想了想, 手腕翻转, 掌心浮现出一团淡白色的光团, 弥漫着令人如沐春风的舒适气息, 似乎是一团浓缩的道理。 自然之道, 戴然, 无为, 无智, 无惧, 顺应天数。 这是江南王沈默主修的大道, 从道果中奋出了一缕精华, 放于守心。 我和你师父合力, 应当可以暂且封印柱追魂印一段时间, 至少能屏蔽你的坐标, 防止那头魔尊派人追杀。 说着, 沈默看向了身侧默默无语的王老。 王老自无不可, 同样从自身道果中奋出一缕精华, 与江南王沈默截然不同的精华。 那是一团如眼珠一般的光团, 闪烁着情绪的光泽, 光是靠看, 便能让人同感出诸多情绪, 纷繁杂乱。 两股道果精华, 在神念的操控下悬浮而起, 覆盖在秦翼的右手手背之上, 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平平淡淡地消失了。 与他们一同消失的, 还有秦翼手背上墨黑色的莲花印记。 可惜, 这只是暂时的消失, 等到三个月后, 除非两位真王再用相同的办法, 如法炮制一番, 谢过江南王, 谢过师父。 秦翼又一次体会到了 有自家人帮助的好处。 应该的。 江南王点了点头, 神情没有什么变化, 带你伤势稳固, 记得去五道联合会议堂, 更新一下自身的情况。 这次的信息更新, 对你的未来有好处, 若是实在没空去,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我安排人帮你远程登记。 沈莫拿出手机, 和秦翼加上了五介好友。 秦翼这种级别的人族添骄, 血统纯正, 家底清白, 还和一族有生死大仇, 属于官方最看重的人才。 一旦信息更新完毕, 江南王再主动上报 此次出行的情况, 秦翼马上就能得到 一大批官方的资源。 免费的那种。 人类联盟官方不求人族添骄 能马上回报自己的种族, 只求他们安全成长到巅峰, 成为族群未来的顶梁柱, 这便够了。 等伤势恢复, 晚辈会亲自去一趟 渔航舞蹈联合会的。 秦翼应下此事, 他刚好也想去舞蹈联合会一趟, 先更新信息, 顺带还能和会长张若虚见个面, 询问关于舞蹈极限榜的问题。 如今他已清楚, 舞蹈极限榜是为了让人族舞者 能更好的封侯称王才设立的。 但其中如何打破极限, 以及关于破线的知识, 他却知道的不多。 前段时间, 他还曾就此问题问过师父王旭, 哪知道王老吹胡子瞪眼, 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 极限境界有什么知识和觅文, 我们展仙派的弟子, 从来都是自然而然就成了破线强者, 不需要知道。 嗯, 这回答听得还蛮爽的。 我们展仙派, 还真是人才辈出。 另外, 舞蹈联合会还有一个东西, 让秦翼很感兴趣。 那便是所谓的幻梦室, 一处专门给宗师以上舞者 修炼精神力的地方, 价格高昂, 听说修炼一个小时就要1000贡献点。 幻梦室对于风侯级以下的舞者都有效果, 秦翼想去尝试看看。 若在江南省内遇到什么麻烦, 大可以联系我。 江南王沈默很看好秦翼, 特地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方才远去。 一旁的烟雨侯没着急走, 跟秦翼加上了舞剑, 温婉一笑, 对他说道, 我叫温晴, 记得给我加个备注名。 既然沈大哥已经说要照着你了,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毕竟我的面子可没沈大哥那么有用。 言罢, 烟雨侯温晴悠然离去。 伴随着他们的离开, 这场筹备多日有惊无险的钓鱼行动, 终于落下了帷幕。 也就在今日过后, 天一亮, 东郊街区便恢复了往日的平淡。 关于益神会和秦翼的相关信息, 在官方档案中被加密到了省级, 仅次于郑国级密闻。 而秦翼的个人档案, 则被案中加密到了郑国级, 自此再无几人有资格查阅。 第114章 大战之后, 光速提升。 此件事了, 江天放和郑伟也相继离去。 只剩下王老和秦翼这对师徒, 身后跟着一条大狗, 回到了东郊超市。 王老递给了秦翼一个橱袋, 里面装着100多颗二阶, 三阶的灵果, 种类繁多, 甚至有三分之一秦翼从未见过的品种。 这些灵果并非王老自身的积累, 他突破到封王决殿后, 普通灵物基本上已经没有用了, 因此不可能浪费时间去收集灵果。 但在王老云游四方, 隐世闲逛的时候, 经常会有世家子弟主动上门拜访, 送上一些灵果充当灵嘴。 王老不想要还不行, 因为如果他不要, 那些世家子弟就会误以为王老生气了, 惶恐万分, 不断谢罪, 更显得麻烦。 无奈之下, 王老只好尽数收下, 久而久之便囤积了一大批二三阶的灵果。 如今刚好清仓丢给秦翼吃, 全当师父照顾弟子, 给自家受伤弟子恢复身体了。 自己家的东西, 秦翼自然不会客气。 灵果虽然对他效果不大, 但他的细胞想要适应性进化, 必须要充足的能量, 刚好灵果中的能量就很充足。 于是乎, 在未来的两天里, 秦翼把灵果当饭吃, 一顿吃二十个, 一天吃五顿, 吃了两天两夜, 依靠四级铁味, 把储物代理的灵果, 全部消化了得干净, 一点没浪费。 两天两夜的休息, 也终于让他彻底痊愈了。 丁, 你的细胞成功适应了 尊者的契机杀意, 进化出天赋神通, 不朽金身LV4。 不复所望, 不朽金身再度提升, 冲到了四级。 秦翼还从没有过 一连休息两天才能恢复的伤势, 可见这次魔尊手指对他的冲击。 索性, 一切都是值得的。 打开个人面板, 他的各项属性又有了大幅度提升, 今非昔比。 姓名, 秦翼。 生命层次, 种族, 恒星及人族, 80%。 力量, 1083。 体质, 2000。 敏捷, 850。 精神力, 2645。 天赋, 细胞适应性进化。 技能, 柔弱无骨, 脸部红星不跳。 道心通明, LV2, 不朽金身, LV4。 战力评价, 有些人表面上看出入大宗师, 实际上可以把山海镜吊着锤。 看着面板上对自己的最新评价, 情义心情舒畅, 说不出的爽。 好重肯的评价, 客观。 他现在看起来只是出入大宗师境界, 但气血已有26000卡, 远超出入大宗师境界的2万卡。 而精神力, 更是出入大宗师境界舞者的两倍有余。 要知道, 出入大宗师者, 精神才刚刚有足够的质量和数量编织为神念, 勉强超过1000点。 可情义足足有2645点精神力。 内饰脑欲, 他的识还可不止是一小片池塘了, 或许用一大片水库形容更恰当。 2000点体质应该是山海镜巅峰的水准, 无限逼近风猴镜。 至于1083点力量, 则刚好是山海镜水准。 山海镜的属性平均线, 除了精神力外, 其余的应该就是1000点。 情义连连点头, 暗叹不朽精神的强悍。 这还没完, 等他左心房的灵兵种完成扎根, 各项属性还会有增幅。 未来一片光明啊。 唯一的隐患便是那知晓系统秘密的巨神残魂。 则, 得抓紧时间变强, 感应巨神残魂的方位去给它处理掉。 情义暗自留了个心眼, 提醒自己。 丁, 你的细胞在短时间内适应了大量不同品种的灵毒, 你进化出被动技能剧毒抗性LV6。 丁, 你的被动技能剧毒抗性LV6受到不朽灵性加持, 蜕变为天赋神通, 百毒不侵。 嗯? 还有惊喜? 秦义愣了一下, 它的剧毒抗性原本就有5级。 按理说, 二三阶灵国产生的灵毒应当对它无效才对。 估计是量变产生了质变, 不同灵国产生不同灵毒, 大量灵毒混杂在一起, 演变出了更高阶的毒性。 这才让秦义在不知不觉中又进化了一次。 毒师调配毒物, 本来也有用几个低阶毒物搭配出高阶毒物的例子。 这么一看, 还真是歪打正着了。 我的运气还真不错。 秦义笑道。 而更让他欣喜的是剧毒抗性提升到6级之后的下一句话。 不朽灵性加持, 被动技能蜕变为天赋神通。 这么小小的一句话, 蕴含的信息可太多了。 详细了解了一番后, 秦义有所明误。 不朽精神提升至4级, 产生的不朽性已有盈余, 可以用来增幅它的被动技能, 让被动技能完成蜕变。 当然, 前提是, 这个被动技能的等级足够高, 且本身只是被动技能。 像道星通明, 本身就是天赋神通, 哪怕等级再高, 也没法用不朽性继续蜕变。 有意思, 没想到这个系统, 还有这么多可以开发的地方。 秦义静下心来一想, 感觉自己可以尝试进化出几个新的被动技能, 填补缺陷。 如今的他, 不怕高温, 不怕剧毒, 不怕幻术, 不怕缺氧, 但还是有弱点的。 比如听觉、 嗅觉以及低温这三个方面, 还没有进化出技能。 我的生命层次, 已经进化到了恒星级人族的80%, 估摸着封喉的那一刻, 就是突破恒星级人族, 再度完成致变的日子。 也不清楚恒星级人族之后, 是什么级别。 回过头再看心房, 左心房里的灵兵种, 得到沙发倒立的滋润, 茁壮成长, 当前, 已经触碰到了心脏的壁垒, 即将穿破壁垒, 直抵脑欲, 扎根拾海。 这本来会是一个痛不欲生的过程, 可在秦翼五级疼痛忍耐的压制下, 变得毫无感觉。 秦翼的血管中, 游荡着海量的沙发之气, 这是他修炼七伤风拳, 淬炼出来的东西, 原本应该狂造暴力, 一直冲击他的经脉和脏气,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然而, 在不朽精深的恐怖防御力下, 第二层次的沙发之气, 就像牙签一样, 压根没法对秦翼的心脉造成损伤。 嗯, 净化的净化, 功法的修炼也不能落下, 气伤风拳我已经很久没修炼了。 先一口气提升到四五层再说。 秦翼沉下心, 在超市库房找到了一小片空地, 开始演练起拳法。 凭借他二级道新通明的悟性, 原本晦涩难懂的癫狂道义, 此刻竟如小学数学题一样简单明了, 这让秦翼头一次感觉到了练功的爽快。 解答几道类似一加一等于几的题目, 就能变强。 这种修炼难度, 谁不爱? 当天才真爽。 第115章, 封王陆军。 秦翼没着急出去, 像是他前世看过的那些网络爽文里, 主角明明原地发育就能无敌, 但经常按捺不住悸动, 发疯式的外出惹事, 属实不至。 第二日, 他先是在库房安心休息了大半天, 放空杂念, 什么都没管。 闲鱼一般躺在床上刷着短视频, 直至日落黄昏才结束休息。 摆烂了这么半年后, 秦翼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紧绷的心绪终于得到了放松, 身上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并且, 当他收起手机, 回过神来一看, 自身气血总量已然从26000卡冲到了28000卡, 不断逼近3万卡大关。 他的精神力同样有了长进, 从原先的2645点提示至2900点, 神念可外放覆盖方圆290米距离, 脑欲石海也扩充到了290立方米大小。 全自动修炼简直太舒服了, 压根不需要自己去操心, 也不需要去努力。 不对, 秦翼能有如今的天赋, 靠的还是自己的努力。 若非前期努力适应艰苦的环境, 现在也没法进化出二级到心通明。 该修炼功法了。 休息时间结束, 秦翼当即便回了严肃认真的状态, 不再分心, 打开手机内存好的气伤风拳演练视频, 开始逐针观摩学习起来。 视频里, 那位疑似风王的白发中年人仍然站在院子里, 挥动着同样的拳法。 但落在秦翼眼中, 中年男人的拳法却和之前大为不同, 甚至秦翼每一次看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道心通明。 有了这个天赋神通后, 秦翼对于道义的感悟尤为敏锐, 能观察到常人无法看穿的道义。 呼啦! 像是这一次, 秦翼跟着风王挥拳, 隐隐地竟体悟到了一种悲凉的情绪, 夹杂于风王的癫狂之中。 疯狂里带着悲凉, 可风王为何要悲? 又在悲些什么? 秦翼不免入神, 完全沉浸在了风王的拳法中。 不知不觉间, 时间悄然流逝, 太阳熄落东升, 又是一天过去。 这一日, 已经是诱杀一神会后的第四天。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缝投入昏暗的库房时, 秦翼这才默然结束了拳法演练。 低谋一看, 已是满身大汗, 演练了整整十几个小时。 在昨日, 他修炼七伤, 风拳修炼到入迷, 后续竟撇开了 风王在拳法中蕴含的悲凉之意, 掺入了自己的理解, 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七伤风拳之路。 秦翼没有更改七伤风拳的本质, 癫狂道义仍然是基地, 只不过依照自己的理解, 驱除悲, 全面贯彻一个疯字, 并将狂, 发扬光大, 衍生出了一种霸道之意。 按照秦翼的话来解释, 他这个人天生不喜欢悲剧, 也讨厌悲苦, 只要是他的拳法, 必然走的是无敌横推之路。 七伤风拳共有七层, 其中一到五层乃是淬炼杀伐之气, 初步掌握拳法的过程, 象征着准武者道大宗师五个境界。 秦翼本身为大宗师境界, 再加上道心通明, 高屋建林之下, 花费十几个小时, 把七伤风拳从第二层提升到第五层, 不算过分。 只可惜, 这五层拳翼滋养出的杀伐之气, 对我的肉身毫无用处。 他的体质有四级不朽精身加持, 无限接近风猴镜水准, 些许杀伐之气根本破坏不了他的心脉。 或许得一口气修炼到七层, 才能有效果。 根据当初购买时的说明书, 七伤风拳从第六层开始, 就涉及到风王的核心大道了, 强行学习, 必然遭受癫狂大道的反噬, 而且还是神魂反噬, 直接作用在五者最薄弱的魂魄上。 秦翼还是小白的时候, 不太懂这个癫狂大道反噬是什么意思, 但他现在懂了, 应该就和先前被虚空倒立, 以及莫冤王倒立入侵一样, 神魂遭受癫狂倒立的侵蚀。 这门功法最危险的地方, 还不是修炼前五层时被肉体和心脉的损害, 最恐怖的是后续的癫狂倒立。 只有亲身体验过倒立入体的人, 才明白那有多可怕。 秦翼这种体质的舞者, 若非适应性进化, 也要惨死在倒立入侵下。 风猴镜和真王镜能碾压低境界的舞者, 除了肉身魂魄上的碾压外, 还有力量源头上的碾压。 风猴镜和真王镜的舞者, 可以动用倒立。 而大宗师, 山海镜的舞者, 还是只能使用灵力压根不是一个水平的东西。 索性真王倒立对我来说, 是堪比珍宝灵物一样的好东西。 只要一次性量别太大, 每秒杀掉我, 我就能变得更强。 秦翼眼眸微闪, 点开七伤风拳后, 两层境界的修炼说明眉头一皱。 这后两层功法的修炼指引未免有些简略了吧。 总共就没几段有用的描述。 他当时购入七伤风拳, 仅是大致浏览了一遍, 没仔细看内容。 今日看来, 这本花费十万元从舞界购买的功法, 是个惨本啊。 亏了亏了, 我得退货, 真当十万块不是钱吗? 秦翼手指一滑, 直接滑到了功法说明的最后一页, 定睛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几行字。 五层以后的境界, 因此, 老子也懒得写了。 写功法指引是很累的, 假若真有人能修炼到五层以后的境界, 再来找我, 老子亲自教你。 嘿, 估计等我死了, 也等不到这么一个人了。 这疯王倒也是个疯趣的小老头, 把自己的核心功法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挂牌出售, 大概是想普及出去, 看看能不能出个苗子, 接过自己的一波吧。 有意思, 秦翼打开五届, 从自己的消费记录中, 找到了当初卖给自己七伤风拳的卖家, 当即发了的私信过去。 当初没注意, 这次回过头来才发现, 这位卖家的ID叫青山精神病院主治医师陆军。 头像是一位穿着白大褂, 一生模样的中年人, 长得与演练视频里的蜂王一模一样。 啊, 还真是充满草点。 前辈, 在下大概于两个月前在你这买了一本七伤风拳, 修炼至今, 已练完了前五层, 敢问后续两层功法的详解在哪。 这一段话发送过去后, 如石沉大海, 长久没有得到回应。 秦义也不着急, 一边参悟开天一见, 一边等着那边回话。 待到这一日凌晨, 他的手机才默然抖动了一下。 拿起来一看, 青山精神病院主治医师陆军。 你发病了? 要不要来我这治医治? 数万里之外, 刚从阉山秘境出来的陆军赤裸上身, 右手捏着一头不敢挣扎的五街凶兽, 左手拿着手机沾染着大片血渍的脸庞上, 浮现出一抹痴笑。 又来个骗我指导的, 都说华夏人不骗华夏人。 这些年轻舞者怎么专逮着我骗呢? 我是疯子, 又不是傻子。 信你掌握了七伤风拳的前五层, 还不如信我是秦始皇。 第116章 一遇天骄, 星空古足。 疯狂之道, 其实是两条大道, 一条疯, 一条狂。 正常情况下, 舞者称王, 只专进一条道, 接出一颗道果。 然而, 蜂王毕竟是蜂王, 他非要剑走偏锋, 一人专进两条道, 接出了两颗道果。 这让他在同阶内, 几乎拥有了无敌的战力, 但也涂增了几分不稳定性。 疯狂道果在, 侵蚀他的人性, 让他逐渐陷入彻底的疯狂, 丧失一切理智。 为了守护住最后一丝清明和人性, 陆军必须时常去做一些普通人应该做的事情, 让自己意识到, 自己还是个人。 编转, 七伤风拳, 在五届挂牌售卖, 便是他体验普通人生, 稳固人性的一环。 顺带地, 还能提携一番人族的天骄, 找到传人, 传承一波。 因此, 七伤风拳的售价特别低, 低到连贡献点都不用, 单单十万块钱就能拿下。 只要是个入门舞者, 无论家境多贫寒, 都不可能出不起十万块钱。 也正因为此, 七伤风拳在华夏舞者圈子里, 传播特别广。 基本上人人都知道这一门拳法, 只是没几个人能学下去。 没办法, 学着拳法, 太伤身了。 最近这些年, 陆军没少收到私信, 无意不是称自己练完了前五层, 希望陆军出手指点一二。 结果, 一调查, 全是半调子, 来骗陆军帮助的。 不过, 骗子虽多, 陆军上当的次数也不少, 可他也只是嘴上骂骂, 该问清楚的东西, 不会含糊。 陆军右手一捏, 随手捏死了那头五阶凶兽, 飞快打字道。 你想怎么证明自己掌握了气伤风拳的前五层? 视频打一拳给我看看, 还是亲自来我这儿。 收到疯王陆军的回应后, 秦义没有马上回话, 转而反问了一句。 晚辈想问一问, 为何您的拳法里, 癫狂之下, 暗藏悲凉? 您在背什么? 陆军。 他的双眸闪过一缕错愕, 着实没料到, 对方会问出这么一句话。 紧接着, 他开始仰天大笑起来, 笑声张狂放纵, 回荡在阉山山巅, 许久不曾消散。 哈哈, 不错, 不错, 我人足后继有人。 这个叫秦义的舞者, 连自己暗藏的悲凉道义都品出来了, 绝对已经掌握了前五层七伤风拳。 因为想感悟悲凉道义, 比掌握前五层七伤风拳难上百倍。 秦义这么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不仅证明了自己, 还让蜂王惊喜。 多年前随意埋下的一颗种子, 终于要发芽了吗? 陆军的笑意转瞬间沉寂, 他没有回避秦义的提问, 大字回复道, 你可曾离开过蓝星, 去过外界? 外界? 是指星空之外, 还是异族生活的世界? 对秦义来说, 不管是宇宙, 还是异世界, 他都没去过。 除了蓝星本界外, 他顶多去多玄天秘境, 那算蓝星的副世界, 依旧在蓝星之内。 于是他回答道, 不曾去过。 在确定秦义的天字后, 陆军显得很有耐心, 追悲道, 我曾去过异域, 那是星空古族们生存的世界, 广阔无垠, 比我们这一方宇宙还要大, 还要繁华亿万倍。 我曾自诩同阶无敌, 可当跳出枯井才发现, 自己不过是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 陆军的讲述, 虽然只是用文字打了出来, 可在文字之间, 秦义能感受到各种情绪, 乃至于看见画面, 身临其境。 这是真王道立的效果。 秦义第一次前往渔航五道联合会时, 就看见过一块牌匾, 上书五道联合会五个大字, 龙飞凤舞, 剑翼纵横, 仿佛有人在挥舞常见。 陆军的故事不算长也不算短, 配合着身临其境的效果, 秦义很快了解完了全部。 原来, 封王陆军在他之前, 就做到了双道果成王, 只可惜副作用极大, 激进发疯, 最终依靠各种手段才稳住人性。 此后, 陆军横扫蓝星一切同阶, 哪怕是一族来的真王, 也挡不住他一拳。 当年的陆军, 一人一拳, 曾孤身轰杀过三尊异族真王, 拳风燃血, 打出赫赫威名。 意气风发之下, 他竟利用南海洞天中的某一座超大型七阶传送阵, 主动前往了异族所在的世界, 想要在敌后方杀个痛快。 然后, 陆军就被打击到了。 他见到的第一个古族, 名为天族, 光是天族边荒的一颗生命园心上, 就有数十位真王, 一位尊者。 数十位真王中, 有来此地历练的天族新一代天骄, 名为天羽。 此人以出入真王的境界, 轻松镇压陆军, 甚至不屑于杀掉陆军, 随手放他离开了。 按照天羽的话说, 他不过是天族一位普通的骄子, 本族的天骄榜都上不去, 陆军连他都打不过, 未来不可能对天族有威胁。 人类放蚂蚁一条生路, 难道还会担心某一天蚂蚁杀回来吗? 笑话! 天羽默然的态度, 让陆军受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 动摇到新的打击。 他的头发也是那时候白的, 一夜白头。 在被放过的那一晚, 他想了一晚上人族的未来, 却没看见半分希望。 天族这种庞然大物, 分出万分之一的力量, 就能碾死人族, 他们如今只不过靠着大木祖阁, 苟延残喘。 最令人无力的是, 天族不过是入侵蓝星的无数族群之一。 你知道吗? 其实一直以来关注蓝星的, 仅仅是那些族群中的一个派系, 甚至族群中一两个族人组建的势力。 异于万族, 只要是个强族, 都有碾压整颗蓝星的实力。 陆军的文字透着绝望, 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一个人了解的越多, 越会发现恐怖, 越会感到绝望。 没人知道大木会持续多久, 也许明天, 也许后天, 大木就会碎裂, 一族便可倾巢而入。 到时候, 谁能守护人族呢? 陆军其实从未和人谈过这番经历, 但今日跟情义开了个头, 便再也停不下来了, 不断倾诉着内心憋屈多年的话语, 能让一位顶尖真王绝望成这个样子, 已能凸显出异域的强横。 但, 你还在传承自己的功法, 还在出力教导年轻武者, 这便说明你内心深处, 仍然留有希望。 情义认真道, 能多和我说说异域的事情吗? 还有, 你一直提到的大木究竟是什么? 第117章 异域见闻, 惊天隐秘 从陆军的言语中, 情义了解道, 所谓的大木, 实际上就是蓝星的本源规则。 抽象的世界规则具象化后, 化为了一片无色透明的幕布, 笼罩住了蓝星世界, 像是过滤器一般, 能将境界高于真王的异族隔离在外面, 仅有实力稍弱的异族才能进入。 若是异族尊者强闯大木, 则会承受巨大的规则压力, 相当于和整个世界为敌, 顷刻间便会粉身碎骨。 封侯称王后, 神魂出鞘, 一直往一个方向飞行, 这些年前本来是没有的, 但在万劫天尊陨落后, 神秘地诞生了。 我们人族的高层大多猜测, 这片大木就是万劫天尊留下的后手。 陆军简单概述了一番大木的定义, 在蓝星辽武者相关的重大事宜, 总是逃不开情义的这位祖师爷, 万劫天尊, 陈子洛。 按照封王陆军的说法, 大木能阻拦天尊, 乃至于天尊以上境界的一族。 而祖师爷陈子洛不过是一位天尊, 哪来这么强的力量布置大木? 这其中应该还有一段故事, 没被外人知晓。 秦义摸了摸下巴, 打算找个机会, 问问师父王旭之不知道有关大木的隐秘。 对于大木的解释, 陆军回复得很快, 但关于异域的诸多情况, 陆军却描述得极为含糊简略, 显然是不想让秦义知道得太早。 没办法, 封王只是战斗风, 不是没脑子, 他怕打击到自家好苗子。 因此, 有关异域的信息, 总结一番, 他就说了两点。 第一, 异域的疆土广阔到了极点, 至少在陆军知晓的情报中, 还没有一族到达过异域的边界, 找到世界的尽头。 在这近乎无穷大的侠域内, 生存着无数的种族, 有弱小, 也有强大。 整体情况类似于华夏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每一个种族都是一个国家, 割据一方星空。 第二, 异域明面上最强的势力, 乃是星空十大古族, 底蕴极深。 据传十大古族都有超越天尊级别的武者, 沉迷于足地深处, 平日不曾露面, 唯有族群遇到重大危机, 才会现身。 这些超越天尊级数的底蕴, 也是十大古族更古长存的重要原因。 秦义当前所了解到的古族, 仅有四个, 分别为天族、 魔族、 龙族、 凤凰族。 其中, 天族和魔族是他自己了解到的, 龙族与凤凰族, 则是陆军告诉他的。 十大古族内部, 各自设立有天骄榜, 也被称为古族序列, 是古族根据自家天骄的天赋潜力。 实战表现, 心性和忠诚度等多方面因素, 综合考察排列出的序列。 这条序列, 预示着天骄在族群内的培养力度, 以及地位身份。 像一击秒杀了陆军的那位天族骄子天羽, 便是天族的序列9, 在他上面, 还有八个人比他强, 全方位的强。 出身于古族, 环境得天独厚, 但卷也是真的卷, 周围基本全是天才。 但只有序列前五的天骄, 才有资格去竞争宇宙天骄榜, 与整个异域亿亿亿万的生灵去竞争。 宇宙天骄总榜, 只设立100个席位。 十大古族的序列前五, 全部都有上榜, 光是他们十个族群, 就占据了50个位置, 堪称恐怖。 这还是古族特地让了一手的结果, 否则古族中的序列6, 序列7, 未尝没有能力竞争前100。 宇宙天骄榜很神秘, 有古族巨头猜测, 是一件传说中的九阶灵物, 拥有自我意识, 能够自主筛选整个宇宙内前100的天骄, 但凡上榜者都会得到一定的奖励。 陆军当年在异域待了很久, 凭借一手异容变化功法, 伪装成异域的普通种族, 甚至和很多弱小异族成了朋友。 他当年是经历过宇宙天骄榜的竞争的, 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过, 才知晓那有多恐怖。 人族这区区几百亿人里诞生出的绝顶天才, 放在异域, 压根算不上什么。 从陆军简单的讲述中, 秦毅已能想象出异域的波澜壮阔, 生机勃然, 众生争度的场景。 不过, 异域的情况如此精彩, 为何蓝星所处的这片宇宙这般枯迹? 是蓝星太弱小, 没法联络, 乃至于无法发现本宇宙内其他族群的存在吗? 秦毅把自己的疑问发给陆军。 武界另一头, 陆军沉默了一会, 没有马上作答。 秦毅问他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困扰了人族高层舞者很多年, 直至万界天尊陈子洛, 花费数年游历了整个银河系。 外加银河系旁的大仙女座星系, 这才发现真相。 真相就是, 蓝星很可能已经是这片宇宙仅存的生命原地。 而人族, 也是这片宇宙最后的本土种族了。 因为不管是银河系, 还是大仙女座星系。 一颗行星里, 陈子洛没发现任何一个生命, 仅是偶尔能看见星球上出现成片的破败遗迹, 象征着在遥远的过去。 这些行星还是有生命生存的。 只可惜, 不知发生了什么诡异的事情。 那些族群都在差不多的时间段灭绝了, 就连一丝有关文明的记载都没留下。 除了破败残存的建筑物外, 陈子洛连一具外星人的尸体残骸都没找到。 根据调查, 那些破败的建筑物, 没人知道, 纵然利用通天手段回望时间长河, 也只能看见一片模糊。 陆军斟酌了一会, 最终还是把这段密事告诉了给了秦毅。 他也不怕秦毅出去泄密, 毕竟这种东西, 说出去别人也不一定信, 反而会认为你是神经病。 秦毅消化着陆军发来的知识, 有一说一, 这些说法有点颠覆了他的常识。 正常观念里, 宇宙这么大, 星球这么多, 有外星人的存在应该是必然。 但突然有一天, 有人和你说, 外星人确实存在, 但是在一万年前统一集体暴毙了, 换谁都会感觉惊奇。 蓝星宇宙的本土种族只剩下了人族, 而异域又在入侵人族。 为什么只有人族活了下来? 一万年前人族已经出现了呀? 是巧合? 还是说人族其实是大宇宙气韵眷顾的天命种族? 呃, 一般只有网文小说里会这样设定吧? 我怎么感觉这里面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 秦毅若有所思 第118章 拐道一位真王 有关万年前种族大灭绝事件的信息实在太少, 秦毅也不可能凭空推测出什么真相, 更没有浪费时间去胡思乱想。 从蜂王陆军那里知道, 这么多隐秘情报后, 秦毅其实是有点意外的。 他没想到, 蜂王这么好说话, 还不认识自己就说了这么多东西。 和我一个陌生人说这么多, 您就不怕我是一族的奸细吗? 他忍不住问道。 没想到, 陆军发了个摇头的表情过来, 淡淡道, 不怕。 既然我敢和你说, 自然就有信心处理好一切。 倘若你是一族的探子, 我会马上找到你, 把你杀了。 死人知道再多事, 也等于没有知道。 陆军的言语之间带着一股浓烈的自信, 这种自信和他先前所说的绝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蜂王果然是疯子, 动不动就要杀人, 还是顺着往线去杀人。 也许正是这种绝对的自信, 才导致陆军在被打击之后, 心底落下了绝望的阴影。 这片阴影平日里不会对外人展示, 蜂王还是那个自负的蜂王, 只不过遇到秦义后, 他打开了话匣子, 才说出了心底的秘密。 很多难以启齿的事情, 往往跟陌生人聊天时, 更容易倾诉出来。 杂七杂八的话题, 聊了快五个小时, 秦义本来是凌晨接到蜂王的回话, 而如今已经快要正午了。 陆军收敛了聊天的兴趣, 回到正题。 你现在在哪? 能不能来找我? 线上教学始终有些间隔, 很多道义难以感知, 效果差了不少。 对方是公开, 欺商疯权。 这么多年来, 唯一一个满足了他指导要求的人, 不仅满足, 还超额感应到了疯狂中的悲凉。 陆军早早对秦义起了收徒之心, 否则前面也不会说那么多隐秘。 这是把秦义提前当接班人培养了。 按照陆军的话来说, 能感应到他的癫狂之道, 暗藏悲凉的人, 一定不是坏人。 秦义, 您在哪? 如果近的话, 我可以来找您。 陆军发了一个精准定位给秦义。 定睛一看, 这个定位赫然指向了华夏天津, 阉山山脚。 天津距离渔航, 足足有几万里的路程, 坐飞机都得一整天。 秦义还没有打算马上离开江南行省, 他得去渔航五道联合会议一趟, 还要去探一探雁荡山秘境, 顺带处理掉玄天秘境里的天族尊者尸体。 至少短时间内, 他不可能离开江南行省。 呃, 晚辈在江南行省还有一些琐事没处理, 天津离我太远, 大概得过几个月才能去。 秦义委婉地述说着自己的麻烦。 另一边, 陆军看见秦义推脱的话语, 有点乐了, 直言不讳道, 一尊真王亲自来指点你, 你还想着拒绝? 天底下没几个舞者能拒绝真王的一对一教导, 哪怕是世家子弟, 也少有被真王指点的经历。 如若不然, 也不会有这么多骗子来骗陆军出手指导。 不过对于秦义来说, 他已经有了一位真王师父, 而且还是封王绝颠境界, 比封王要强, 平日里想得到指点太轻松了。 您把七伤封拳后续两层的功法详解发给我, 或者录一个后两层的修行视频, 应该就足够我修炼用了。 秦义道不至于秦商低道说自己有真王师父, 看不上别的真王指点这种话。 陆军眉头一挑, 好笑道, 七伤封拳的后两层重点在于道义, 隔着视频, 你能参悟的道义非常少, 参悟的难度也极大, 几乎不可能成功。 他这一番言论, 真心实意, 确实没骗情意。 隔着网络看视频参悟道义, 这基本等同于白日做梦。 不做梦都不一定能梦到这种情节。 七伤封拳前五层, 注重形式上的拳法演练, 你可以从我挥拳的动作中参悟出道义, 证明你悟性超然。 但是, 后两层的功法修炼, 纯粹就是打坐, 没有任何动作, 你悟性再好, 也是看不出道义来的。 陆军头一次这么耐心地, 对一个年轻舞者打字解释。 然而, 秦义却依旧坚持自己的方法。 不试一试, 谁知道结果呢? 他打字道, 哟, 有个姓。 陆军微微汗手, 仍然没有动目的意思, 像是秦义这种天赋不错的骄子, 会出现此般自大的情况, 实属正常。 他可以理解, 年轻人嘛, 就是气盛, 得经历一些打击和磨练, 才能认清自己。 他答应了给秦义录一段功法演练时评的请求, 顺口问道, 七伤风拳的前五层, 你练了多久, 才练到圆满的? 秦义, 十个小时左右。 哦, 十天啊, 这绝对算顶级天赋了, 慢着。 你说多久? 陆军神色一正, 冷不丁又问了一遍。 秦义认真回到, 十个小时左右, 准确地说, 大概是十小时三十二分钟。 陆军, 我耗费无数心血, 推敲打磨多年, 及无数大道感悟才编转出的功法。 你十个小时就学完了前五层? 开玩笑吧。 陆军的神情有点恍惚, 可看秦义回答的话语又不像是玩笑。 他二话不说, 播了一个视频通话过去。 几秒钟后, 视频通话接通, 屏幕上显现出一位容貌清秀, 面带微笑的青年。 这青年分明只有大宗师境界, 可体表流光, 体内传出的气息更是令人惊叹。 陆军穿透一层层云雾, 看见了秦义的真实境界和情况。 死子不凡? 相当的不凡。 这是哪个超级世家的麒麟子吗? 陆军面露欣赏, 终于明白为何秦义对于自己的亲自教导, 并不太兴奋。 打一套七伤风拳给我看看。 陆军提议道, 秦义自无不可, 来到库房的空地, 右腿向前一胯, 双拳挥出, 虎虎生风, 气血奔涌。 哗! 七伤风拳并无章法可言, 秦义的每一拳都打出了阴暴, 若有敌人, 这拳风便是直指敌人的各个死穴而去。 天然自成, 浑然一体。 秦义的七伤风拳, 不像是学习别人的功法, 更像是自己的独创, 已有登堂入世, 出神入化的水准。 最让陆军吃惊的是, 秦义挥出的拳法, 明明是他创造的七伤风拳, 可神韵却大有区别, 那一丝悲凉之意消失不见, 癫狂之下, 有的只是更癫, 更狂。 这种极致的疯狂, 甚至逐渐演变成了新的道义, 霸道。 无视敌人, 无视阻碍, 无视一切环境, 攻杀一切的霸道。 清出于兰儿, 胜于兰。 陆军看着看着, 一时间有些吃了, 沉浸在秦义的七伤风拳中, 面色不断变化, 似乎有所感悟。 哄。 随着秦义最后一拳挥出, 陆军默然惊醒, 大笑道。 好, 好啊, 你不用来找我了。 啊? 这是什么意思? 看我打完拳, 然后就不要我了吗? 秦义的脑门蹦出了两个问候, 但紧接着, 陆军的下一句话, 让他马上明白了对方的用意。 陆军说, 你不用来找我, 我也不用给你录视频了, 发个具体坐标给我, 老子亲自去找你。 第119章, 天尊何道。 和陆军的谈话结束了, 秦义看着西平的手机, 脑子还有点嗡嗡的。 什么鬼, 我随便和个真王聊了一会天, 就把他拐过来了。 应该也是好事吧。 秦义感觉蜂王这么急匆匆地亲自过来, 估摸着是想收自己为徒, 也不知道到时候, 他看见自己身旁跟着一位蜂王绝颠师父, 又会是什么表情。 嗨嗨。 秦义一直没和陆军提自己已经有师父的事, 主要是对方不问, 他主动说这种话, 显得有些自恋了。 陆军可没说要收秦义当徒弟, 只是说要亲自指点他一二。 总之, 这件事暂时就这样吧, 七伤风拳, 由于缺少后续两层功法的内容, 秦义也没法修炼下去。 在家里窝了这么多天, 他的气血总量已经达到三万卡, 预计会在接下来半个月内自动涨到五万卡, 然后卡住不动。 五万卡气血是大宗室境界的极限, 需要打破境界瓶颈才能继续增长。 当然, 秦义似乎本身就打破了一些肉身的极限, 他也许能在大宗室境界把气血总量提升到五万五千卡, 甚至六万卡。 至于精神力, 大宗室的极限是五千点精神力, 石海体积五百立方米, 神念也可外放五百米, 覆盖范围相当可观。 这些东西, 无需秦义操心, 全都会自动增长。 最近这几天过去, 除了气血和精神力外, 秦义修行的B级脸系功法, 云中物, 也自动凝聚出了好几层灵气隔绝层, 目前包裹住秦义的灵气隔绝层, 已经有15层了, 正逐步朝着100层迈进。 等到灵气隔绝层累积一百层后, 即使是真王绝颠, 也没法看破他的真实境界, 更没法捕捉到他的气息了。 一切都在稳中向好, 秦义感觉自己休息的也差不多了, 是时候出发去渔航市区的五道联合会议堂了。 打开库房的后门, 一阵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令人心情一荡。 秦义看向不远处的收银台, 王老与往常一般静静地坐在那, 给客人结账, 为超市收款。 闭关结束了。 王老处理完最后一位客人后, 回眸看了一眼秦义, 暗自点头。 短短几天的功夫, 秦义的实力又变强了, 而且变强的幅度很大。 如此天资, 当真是没话说, 羡慕不来。 秦义向王老请安, 离开超市前, 他问了一些有关大宗师修炼的问题。 王老自然耐心地逐一作答。 普通大宗师并没有与你一般的悟性, 他们没法苛求自己进入悟道状态, 因此只能不断磨练, 从某些特定的事物或是举措中参悟属于自己的道义, 不断完善心中的道之。 例如说, 一位主修权益的舞者, 便需要不断演练自己的拳法, 海纳百川, 吸收学习别的拳法, 这才有机会从中明误出完善的权益。 从王老的说辞来看, 大宗师境界的提升并非单纯是气血和精神力的提升, 想要突破大宗师, 成就山海境, 日常参悟是绝对不能少的。 这是水墨般的事情, 需从长记忆, 一步一步慢慢来, 不可能一口气吃成胖子。 由于道义的领悟是一件玄之右玄的事情, 许多舞者可能有极佳的气血修炼天赋, 但一辈子都没法完善自己的道义, 凝结不出道之永远困在了大宗师境。 不过, 显然秦义没有这种烦恼。 他每周都能主动进入一次悟道状态, 类似于游戏抽卡的大宝底, 再怎么样没悟性, 花上三四个月, 也都能突破大宗师, 成为山海境。 甚至于, 秦义能把自己的肉身大道道之凝结到完美级水平, 把一切已知的道义全部参悟一遍。 当然, 他也可以选择凝结多条道之, 走风王那样的多道流。 只要天赋足够高, 悟性足够逆天, 舞者的未来选择是很多的。 汲取王王老的修行知识, 秦义斟酌了一会, 还是把从风王那里了解到的隐秘告知给了师父, 并希望师父解答他的疑惑。 大幕, 蓝星宇宙的种族大灭绝, 这些隐秘并不为常人所知。 王老听秦义几乎全都知晓, 略有些惊讶, 但没有去问徒弟的信息来源。 我们宇宙的种族大灭绝, 的确是祖师爷陈子洛发现的。 王老脸上浮现出追忆之色, 当年我见祖师外出寻游多年, 回来时如临大敌, 状态很不对劲, 这才追问到了此事。 但问及根源时, 祖师讳莫如深, 直言此事有天大的杀鸡在里面, 不到天尊, 不可深究。 否则纵然只是知晓此事的真相, 也会在冥冥之中触动某些存在, 投来注视。 不到天尊, 不可深究。 单单这一句话, 足以道明, 种族大灭绝一世的谁有多深了。 秦义虽然喜欢作死, 但他不是莽夫, 自然明白有些隐秘低境界的人, 听了就等于找死的道理。 他把此事暂且搁置, 主要打听起大幕的信息。 关于大幕, 王老也知晓不少秘密。 保护蓝星的那片通天大幕, 确实和展仙派的祖师爷陈子洛有关系。 甚至可以说, 这片大幕, 就是陈子洛掀出来的。 可问题是, 祖师爷以天尊境界, 如何掀起足以拦下无数异族天尊的大幕? 当秦义向王老问出这个问题时, 王老的神色凝重了几分。 陈生道, 祖师爷掀起大幕的方法, 你也经历过。 秦义? 我也经历过。 什么时候? 他眉头紧锁, 仔细回顾最近两个月来发生的种种, 渐渐地, 察觉到了一丝端倪。 您是说, 河道? 河道状态? 就在几天前, 秦义第一次悟道时, 由于一次性参悟了太多肉身大道的道义, 灵魂被大道之力冲刷, 差点彻底迷失在肉身大道中, 以身河道, 沦为肉身大道的一条分支。 当时的他, 能清楚地感知到, 假如自己河道成功, 将瞬间获得无与伦比的伪力, 哪怕当时的他, 仅有上品宗师修为, 也能通过河道, 获取暴打真王的战力。 可惜河道的代价也非常大, 需要舞者付出自己的一切人性和情绪, 变得不再是个人。 没了情绪, 没了人性, 人和死了也没区别了。 看王老巢自己微微汗手模样, 情义心头一灵, 明白祖师爷陈子洛, 是真的河道了。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以肉身镇压南海洞天, 又以神魂河道, 掀起大墓, 保蓝星数十年安稳。 可以说, 陈子洛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蓝星, 王老的紧迫感。 悟性足够高的舞者, 大多都会在参悟大道时获得河道的机会。 若能坚守本心, 便可安全度过, 若迷失在无穷无尽的大道中, 便会彻底沦为大道的一部分, 再无挣脱的可能。 祖师爷就是在当年那一场惨烈的大战后, 主动选择了河道。 王老的神色充满了愤懑和无奈。 河道后, 舞者的实力往往能得到暴涨, 瞬间提升数个档次。 祖师爷便是趁着自身人性还未完全消散的那几秒, 以自身全部道理, 撬动蓝星本源规则, 拉拢了大幕。 他顿了顿, 叹息道, 其实哪怕是河道后的祖师爷, 也还没有足以拉拢大幕的能力。 但祖师爷另辟蹊径, 想到了另一种方法, 成功掀起了大幕。 斩先派的祖师爷陈子洛本就是天尊境界。 河道之后, 实力定然超越天尊, 这都没法拉拢大幕吗? 天尊之上的存在, 可是神话一样的传说故事。 秦义一正, 赶忙问道, 什么办法? 王老组织了一会语句, 犹犹道, 越强大的存在, 河道之后能掌控的大道程度就越高, 假如只是在大宗师境界河道, 那么你成为大道的一份子后, 再怎么拼命去催动, 也仅仅能催动一小部分大道本源的力量。 但若是天尊河道, 则有可能在瞬间催动整条大道。 祖师爷就是在人性流失前的最后几秒钟, 篡改蓝星本源规则, 把自己主修的大道拉入了蓝星宇宙, 化为幕布, 挡住了异域通道。 外人口中的大幕, 实际上就是祖师爷陈子洛的大道, 仁皇大道。 以大道为幕布, 笼罩一方世界, 阻隔异域进入。 此等通天手段, 秦义光是靠听, 都能听得心潮澎湃。 大道无情, 陈子洛在死前的最后一刻拖动仁皇道, 横跟于蓝星世界外, 但谁都没法确定, 仁皇道何时会离去。 原来如此, 秦义完全明白了, 越是高阶的存在, 对大道的感应能力越强, 反之也越容易被大道发现, 拦在外头。 这也是为何真王以上的异族, 没法进入蓝星。 他沉默着没有再说话, 似乎在消化这一大段隐秘。 王老也没有去打扰他, 师徒二人就这么安静地待在原地, 许久没有出声。 半晌, 秦义神色肃穆, 承诺道, 将来我会去南海洞天一趟, 祭奠祖师爷。 王老点了点头, 欣慰一笑, 你有这个心便好。 经过这么一通谈话, 师徒二人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秦义不想在这个悲伤的话题上继续纠结, 话锋一转, 开口道, 师父, 我等一下就要离开去渔航市区的五道联合会了。 我离去后, 可能未来几天内会有一位白发的中年男人来东郊超市寻我。 您先让他等等, 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秦义给封王陆军的地址, 当然不是原本的老公寓, 而是王老的东郊超市。 王老眼脚一跳, 困惑道, 白发中年男人? 是谁? 找你做什么? 他一向主张放养徒弟, 几乎没有深究过徒弟的隐私。 不过此人要来超市, 找他, 还是得提前问好对方的身份才妥当。 秦义回应道, 徒儿不是曾经学了一门叫七伤风拳的拳法吗? 这门拳法被我学到头了, 我想知道后续两层的内容, 于是联系到了原作者。 和他沟通了一会后, 原作者就匆匆忙忙, 想亲自来见我一面, 顺带教我后续两层的内容。 七伤风拳, 这不是风王的功法吗? 此功法名头很大, 就连王老也有所耳闻。 据传多年来除了原作者风王外, 无人练到第五层, 没想到他徒弟练出来了。 不愧是我的徒弟, 不错不错。 王老瞥了眼淡然滋若的情谊, 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我的徒弟, 怎么能让一个外人来指导? 这外人, 还是一尊真王? 一尊真王不远万里, 亲自过来指导一位大宗师。 王老脸色一变, 风王有问题, 大大的问题, 这人是想和我抢徒弟啊。 秦义这个徒弟他, 可是很满意的, 换谁来都不能让。 思绪流转之间, 王老有了自己的打算, 面色恢复如初, 允诺道, 你尽管去吧, 那人来了, 我会接待的。 区区一位真王, 来我风王绝点手下抢徒弟, 还是太嫩了。 好, 谢谢师父。 秦义开心一笑, 旋即与师父道别, 快步离开了东郊超市。 王老看着徒儿远去的背影, 忍不住感慨道, 他这一出去, 又要搅动风云, 震惊一方了。 估计会有几个老家伙, 被他震惊出来, 想要出手收徒。 换做正常情况, 王老堂堂一位风王绝点, 向来是他挑选徒弟。 徒弟成皇成孔的修炼, 唯恐哪里做得不好, 被师父除名。 可到了秦义者, 王老反而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徒弟, 被人翘强脚了。 不行, 我也得想一想办法修炼, 停在风王绝点还不安全。 那些个老东西, 有和我实力接近的, 闭关那么多年, 说不准都已经突破了。 王老这个师父, 被秦义这位徒弟反向督促, 心里有了点急迫感, 竟难得地开始寻找新的突破之法。 他沉下心, 宁神秉息, 注意力投入十海神魂, 抬眸望向脑狱中仙气弥漫, 通天而起的大道登仙路, 又一次开始了攀爬尝试。 与此同时, 另一边, 东郊警局内, 萧熙收到了市里发来的消息, 需要他去开一次会。 而这次会议的内容, 与秦义有关。 看着手中秦义的档案, 萧熙叹了口气, 两条修长匀称的腿, 换了个姿势, 堆叠在一起。 初次见面, 你还只是个入门舞者。 两个月不到, 已然跨入上品宗师的部, 甚至可能已经是大宗师了。 就连扎根江南行省 多年不曾出事的一神会, 都因你大败。 你的身上, 究竟还有多少秘密? 萧熙放下档案, 站起身子, 一对美眸中闪着幽光, 漠然无语。 警局外, 前往市区的专车已经备好, 正等带着他入座。 第121章, 深不可测的背景。 凌冽的秋风迎面吹来, 秦义踩在踩过一朵云彩, 没留下任何痕迹, 于一小片空域中一闪而过。 此刻的他, 正踏空而行, 飞向渔航市区。 舞者在跨入大宗师境界后, 便能以神念玉灵器腾空飞行, 日行百里, 初始速度虽然不快, 但如果神念强度足够高, 再搭配些许身法, 就能把异速提升到日行千里的地步, 堪比飞机。 空荡荡的天空中, 秦义宛如一道流光, 施展流光踏空步, 不断向前穿梭, 划破云雾, 不到半个小时, 就飞出了渔航东郊的范围, 进入了市区。 换坐地铁, 大概要一个小时, 才能抵达渔航市区的站点。 能自己飞之后, 他肯定不会再去坐车, 或是搭乘地铁了。 身处渔航领空, 下方繁华高大的建筑逐渐显现, 秦义本想着一口气飞到渔航五道联合会, 却不料刚进来, 就感觉到有一片无形的薄膜拦住了自己, 肉身仿佛跌入深海, 一举一动间产生的阻力极大, 难以继续前进。 急目远眺, 能看见渔航市的市中心, 隐隐散发出玄妙的波动, 有一枚静字形的符纹悬浮于天空, 一笔一画间延伸出长长的阵纹, 笼罩一方苍穹。 再转头一看, 偶尔能看见远处有人影疏然闪过, 似乎没受到什么阻碍, 畅通即耻。 情义想起, 自己当初曾在江天放那听说过, 华夏各大城市的市区都布置有高阶近空阵法, 想要自由通行不被拦下, 必须去五道联合会或是执政厅登记信息, 申请通行令。 这个通行令申请完毕后, 不只是渔航可以用, 其余的华夏城市都能起到作用。 无令飞行, 等同于无证驾驶, 一旦被巡查人员发现, 就要遭受处罚, 麻烦是不少。 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情义还是结束了飞行, 找了个偏僻无人的胡同死角落下, 准备步行去渔航五道联合会。 大宗师级别的步行, 别看字面上还叫步行, 实际上走得比开车还快, 街道上的路人只感觉一阵清风拂过脸庞, 连秦义的人影都看不清。 利用近乎通神的控制力, 秦义精准地找到了人群之间的空隙, 寝客间徒步穿行数十条街道, 却没触碰到一位路人。 顶级的大宗师境界者, 全力奔跑之下, 速度可接近十倍音速, 相当于一秒跑出3400米, 于常人眼中, 确实就和一阵风没有区别, 仔细观察, 也只能看见模糊的残疑。 而秦义施展了流光踏空步后, 没有用上全力, 便达到了十倍音速。 他估计自己若是全力冲刺, 恐怕速度能突破十五倍音速。 从大宗师境界开始, 舞者的身体素质已经超越了所谓的超人, 朝着不可思议的层次发展了。 普通的大宗师, 肉身可以在近距离内随意抗下一切枪械, 包括装配了穿甲弹的狙击步枪。 有四级不朽精身加持的秦义则更加变态, 如今的他, 硬抗导弹都不在话下, 何况导弹的飞行速度太慢, 还不一定追得上他。 正是因为中高阶舞者的身体素质太夸张, 所以, 自从灵气复苏后, 各类军备的研发和更新速度就变慢了许多, 人类联盟的重心全部放在了习武上。 不过, 秦义如此明目张胆地在闹市区乱跑, 依旧有扰乱治安的嫌疑, 没走多久便引起了值班巡警的注意。 这位巡警主修童树, 待在监控室, 原本只是感觉奇怪, 后面动用了现代科技软件, 把监控画面放慢了一百多倍, 这才看见了秦义闪现的身影。 速度这么快, 万一撞上人货车, 马上就要骑乱子。 这人到底是谁, 不懂渔航的规矩吗? 能跑这么快, 干嘛不飞啊? 巡警一脸疑惑, 从秦义的速度来看, 对方至少是山海竞强者, 完全可以走空路, 为何非要冒险及马路? 难不成舞者境界一高, 气血入脑, 智商会变低吗? 巡警不敢轻易出警拦下此人, 一来此人还没有撞到人, 不算违法。 二来境界这么高的舞者, 绝对有大背景, 他小小一个巡警可惹不起。 但是, 他自己管不起, 不代表真就要坐视不理。 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原则, 身为人民巡警, 他必须为辖区内的居民负责。 于是, 他第一时间把此事上报给了警局, 让上头来做定夺。 运航警局那边得收到消息后, 赶忙着手展开了调查, 依靠略显模糊的监控照片, 从电子档案库搜寻情谊的资料信息。 随后, 负责电子档案库的高级档案管理员 就看见了一片空白, 唯有中央写了一行大字。 您的级别过低, 无法查阅此档案。 档案管理员。 我怎么说也是高级管理员, 级别等同于郊区局长, 居然说我过低。 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旋即赶忙找来了局长, 让局长动用自己的权限调查。 然后, 局长看见了和档案管理员一样的画面。 您的级别过低, 无法查阅此档案。 电子档案室里, 两人对视一眼, 一同陷入了沉默。 渔航警局的大当家, 可是连渔航市首席执政官的资料都能查的, 但却查不到情谊的档案资料。 甚至于, 网站还提醒他们, 说他们级别过低。 这个过低, 也太扎心了吧。 估摸着是哪位影视家族的子弟, 第一次入室, 不懂规矩, 可以谅解。 局长轻了轻嗓子, 他没撞到人, 更没扰乱市区治安, 所以不管他也没问题。 档案管理员连连附和, 您说得对, 不过我们, 作为监督者, 还是要出面。 口头简单教育一番, 劝诫他, 下次别再这样。 局长两眼一亮, 点头道, 你说得有道理, 那么此事, 就由你亲自去办吧。 记得态度好一些。 档案管理员的脸, 当场就黑了。 他没想到, 自己的无心之言, 居然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正想着找个理由推诿此事, 却见局长一脸肃然地盯着自己, 顿时说不出声了。 明白了, 我现在就去。 档案管理员有苦不能言, 只得硬着头皮, 性性然起身, 领命离去了。 根据情义前进的路径分析, 他要驱车提前去下个路口等人。 第122章 你出大名了。 于杭市区, 武道联合会。 此时正值午后, 秋高气爽, 阳光柔和, 微风袭袭, 熙攘的人流在武道联合会门前静静出出, 络绎不绝。 这是秦义第二次来这个地方, 站在门庭前, 望向那大门上悬挂的牌匾。 当武道联合会五个大字映入眼帘时, 所能体会到的感觉与第一次大为不同。 秦义非常清楚地察觉到, 一瞥一纳之中蕴含的凌冽剑意。 这股剑意似曾相识, 好像和玄天秘境门口的那把血剑有些相像。 说来也怪, 玄天秘境分明只是个实力较弱的地级秘境, 为何会有人类舞者特地留下一把高阶血剑镇压入口通道? 难不成, 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把血剑实际上不是镇压玄天秘境, 而是镇压玄天秘境中的其他存在。 秦义当即想到了妄图复活的巨神尸体。 当然, 也不能完全确定就是镇压巨神尸体的, 毕竟巨神尸体的脖子上已经插了一根绽毛了, 没必要再添一把血剑。 按照这个思路推测下去, 区区一个地级秘境, 至于出现如此多的恐怖存在吗? 秦义有些无奈, 摇了摇头, 正准备走入舞蹈联合会, 却忽然感应到后方有人急匆匆地跑来, 疑似是找自己的。 他提前转过身, 当即看见一位身穿警服的中年男子停在了自己面前, 脸色尴尬, 善善一笑。 找我有事吗? 秦义虽然实力变强了, 但态度还是很端正的, 没有盛事凌人。 他和善的态度也让对方安心了不少。 没什么大事, 就是您偶然到访渔航, 在大街上急迟, 我们担心撞上什么人出了问题, 所以过来提醒您一下。 以您的实力, 最好尽早办理通行证, 以后进入市区后, 可走空路, 也方便不少。 档案管理员和言悦色道, 他这些年见过渔航所有的大宗师, 但却看情义面生得很。 这说明, 对方要么是新进的高阶舞者, 要么是外地来的大佬。 不管是那一类人, 都值得他摆好脸色和态度, 毕竟笑一笑, 也不用花费什么东西, 万一对方未来能帮到自己呢? 明白了, 谢谢。 秦毅原本就打算在五道联合会办理通行证, 只是他没想到, 渔航的管制这么严格, 单纯在市区内运用申法都会被警告。 不过这倒也合理, 如果不严格管控, 所有舞者都在市区内乱跑, 交通就要混乱了。 档案管理员说完这番话后, 没有浪费秦毅的时间, 马上返回警车离去了。 而秦毅也迈开步子, 朝着大门走去。 然而走着走着, 他却莫名感觉周围的人都在偷偷盯着自己看, 嘴中议论纷纷。 是他吗? 绝对是, 当初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亲眼见过他, 就是他没错了。 我靠好年轻啊, 长得野俊, 真不愧是天之骄子。 什么情况? 我有这么出名吗? 当他路过某些舞者的身旁时, 那些舞者都会自觉给他让开道路, 脸上显现出崇拜和敬畏。 难道坑杀真王的事情被传开了? 秦义一头雾水, 前脚刚走进舞道联合会的大门, 后脚就看见会长徐若虚满脸笑意地走了过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行为道, 好小子, 你最近可是出大名了。 秦义跟着张若虚来到了一处安静的房间, 避开了外人的视线, 这才奇怪道, 徐老,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 还有, 怎么来舞道联合会的舞者? 好像都认识我。 徐若虚笑呵呵地捋了捋胡子, 神念一动, 将房间的窗帘猛地拉开, 透过窗户向外一看, 恰好能看见舞道联合会大厅内悬挂的巨大榜单。 舞者极限榜。 定睛一看, 那舞者极限榜的第一名赫然写着秦义二字, 而且数据极为夸张, 全方面碾压了第二名云获。 秦义看得一愣, 我没有测试具体情况, 为何还会上榜? 还成了第一名。 徐若虚把秦义的反应尽收眼底, 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只要你在任意一处舞道联合会测试过一次身体数据, 你就会被极限榜记住, 从而进行实时的全自动更新。 你在外头变强, 境界突破, 极限榜就会推演出你大致的属性, 展示在榜单上。 全自动实时更新的榜单? 这极限榜还真是不一般, 估计至少也是六阶的法宝了吧? 秦义宁谋望去, 从极限榜上窥探到了一丝隐秘的道理, 顺着榜单上的名字不断流转。 在看自己的名字时, 他对这古道理的感知尤为明显, 甚至马上推测出了这道理的名字。 因果大道! 五道极限榜, 以因果道理, 联系每一位曾在联合会内测试过的人族舞者, 在秦义身上, 估计就留存有一缕微不可闻的因果道理。 徐若旭本来打算详细介绍一番五道极限榜, 可他打量着秦义的面庞时, 却感觉秦义已经自己看透了五道极限榜的本质。 一眼看破大道, 你小子越来越变态了。 徐若旭心头一惊, 想着看一看秦义当前是什么境界, 然后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看不破秦义, 连一丝气息都捕捉不到。 才一个月不见, 你不会已经是山海境了吧? 徐若旭难以置信, 他本人的境界为山海境, 还修炼有弊极同树, 按理说, 纵然是同阶舞者, 也很难在他面前遮掩住自己的真实情况。 可秦义却做到了。 秦义谦逊摇头, 还没, 刚成大宗师, 跨入山海, 还得几周时间? 挤几周吗? 那把山海境说得这么容易突破的, 徐若旭生平就见过秦义这么一位。 如此看来, 秦义应该是修了什么顶级的脸系功法。 一个舞者修行了什么功法, 乃是关乎性命的隐私, 徐若旭自然不会追问下去。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他对于秦义突破大宗师, 其实也没有特别震惊。 你应该已经看出, 五道极限榜是用因果倒立维系的了。 鱼航分会的这个榜, 仅仅是主榜的, 分体。 每个城市的五道联合会, 都有这么一个分体挂着。 五道极限榜的分体和总体, 同样是用因果倒立相联系的。 主体挂在天津总部, 你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也许对你参务大道有好处。 徐若旭简单讲解道, 秦义点了点头, 一边听着, 一边凝视五道极限榜, 突然发现, 榜单上的内容闪烁了一下, 随后变换了名字。 原本是舞者极限榜, 而现在变成了舞师极限榜。 放眼望去, 舞师极限榜的第一名, 还是秦义。 煞时间, 秦义心里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怪不得舞道联合会附近的舞者, 都认识我。 第123章, 幻梦是。 徐老, 该不会后面的宗师榜上, 第一名也是我吧。 秦义不免主动问道, 但话刚说完, 窗外的舞道极限榜, 便再度变换, 从舞师极限榜, 变为宗师极限榜, 定睛一看, 第一名果然还是秦义。 靠, 怪不得舞道联合会附近的舞者, 都认识我。 之前秦义第一次来舞道联合会时, 就因为力量和体制测试, 装了个大逼。 当时有很多路人舞者, 在场见过他的面容, 也知晓了他的名字。 等后续他逐渐变强, 舞者, 舞师, 宗师, 三个极限榜上陆续出现他的名字, 有脑子的人都能联想到他。 一个陌生人横空出世, 强势霸占三大极限榜的榜首, 这在舞者群体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他在舞者九段时的体制, 已经可以站在原地不动, 任凭高阶舞师进攻, 活生生累死对方。 这其中的差距, 对于普通人来说, 简直是降维打击。 乃至于对绝顶天骄来说, 也是难以望其向背的成绩。 不仅在渔航, 由于各地的舞道极限榜是互通的, 因此, 你在整个华夏的舞者界都出名了。 最近三天, 我的手机都被打爆了, 全是来询问你信息的舞者。 徐若虚虽然见惯了大风大浪, 可如秦义这般震惊全国舞者的情况, 还真是第一次亲身经历。 索性秦义只是名声传开了, 知道他面貌, 且能将面容和名字对上的人还不算多, 仅限于渔航室内的部分舞者可以做到。 这次出名出的, 完全在秦义的意料之外, 他也没什么特殊的感觉, 挠了挠头, 又问道, 舞道极限榜, 只有舞者, 舞师, 宗师三个境界的榜单吗? 徐若虚摇头, 各地的分榜, 确实只有这三个境界, 但在天津的主榜, 却是有登记宗师以上的极限榜。 宗师之上, 还有大宗师极限榜和山海极限榜。 不过由于宗师以后, 舞者的境界已经有些高了, 自身带着模糊天机的能力, 被因果大到探测, 推算的难度也高了许多, 因此, 大宗师榜单和山海榜单都有一定的延迟, 总部将其改为固定的半年放榜一次。 每年的6月和12月, 哪怕你不在天津, 也能在网络上看见放榜的视频和上榜名单。 说完, 徐若旭有些狐疑的上下打量着秦毅, 试探道, 你问我这个, 该不会是已经修炼到大宗师圆满境界, 随时可以登榜了吧? 不对, 如果是你的话, 登榜还是有点看不起人了, 应该说登顶才对。 大宗师极限榜的榜一, 你已经是手拿把掐了, 秦毅赶忙摆手, 打了个哈哈, 我就随便问问, 既然还没放榜, 我也不敢提前预定榜一的位置。 他还是谦虚了一手, 其实都不用修炼到大宗师圆满, 仅凭他如今的状态, 就有资格去竞争大宗师极限榜的第一名了。 四级不朽精神增幅肉体, 二级到新通明加强灵魂, 不管是体质还是精神力, 他都远超寻常大宗师, 跨境界杀敌如喝水般简单。 这要是还不算打破极限, 那就不知道极限究竟是啥了。 五道极限榜的话题先放一边, 秦毅此次前来, 还是想试一试传闻中赫赫有名的幻梦式, 综合身体素质也没问题。 只可惜, 我们鱼航五道联合会分会, 最多只能测试夏品宗师的身体素质, 到了你这个级别, 还想测出具体的数值, 只能去天津。 徐若虚解释道, 不过幻梦式还是有效的, 至少在你封猴前, 绝对有效。 至于通行证, 我等等去帮你办理了就行, 你如今是大宗师境界对吧? 来, 把这份表格填了给我就行。 说着说着, 他从腰间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问卷, 连带着一支钢笔, 一同递给秦毅。 秦毅接过问卷一看, 上面无非是要填写一些基础的个人信息, 包括身份证号, 目前境界, 民族之类的。 他快速填写着问卷, 一旁的徐若虚则继续说道, 幻梦式修行一个小时, 差不多一千贡献点。 你要用多久? 徐若虚和秦毅的关系的确不浅, 但他作为五道联合会会长, 肯定不能逊私舞弊, 给秦毅免去费用的。 当然, 假如秦毅付不起费用, 他帮着电一笔也没问题。 嗯, 我就先买三个小时试试吧。 秦毅填完问卷, 又通过五届支付三千点贡献点, 随后跟着徐若虚离开了私密房间。 他和徐若虚刚走出房间, 立马就被周围来往的舞者盯上了。 秦毅只感觉在刹那间, 有几百双眼睛看向了自己, 好似让他身处于聚光灯之下。 这些人看着秦毅, 也不说话, 只是安静地看着, 显得稍微有点诡异了。 秦毅没有在意他们的注视, 等着徐老把问卷递交给下属, 然后才在对方的指引下, 朝着幻梦氏走去。 在他们二人身后, 舞者们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事情, 默默跟了上去。 随着秦毅和徐若虚穿过大厅和一条条过道, 后头跟着的舞者队伍愈发壮大, 在场的舞者一传实实传百, 就连很多待在外头没进来的舞者, 都急忙跑来看热闹了。 没办法, 这段时间内, 真是一表人才, 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了。 咋了, 你动心了? 你可别乱说, 我只是想把我女儿介绍给她。 当然, 她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自己上也行。 你个大老娘们, 就别发烧了, 搞得我恶心。 哼哼, 年少不知少父好, 硬把少女当成宝。 嗨嗨, 你们说秦毅这是要去啊, 听说她第一次来舞蹈联合会, 就测试了多方面的身体素质, 可给围观群众震惊惨了, 这一次不会, 还是要测身体素质吧。 你想多了, 人家可是舞蹈妖念, 短短一个月, 就从舞者突破到了宗师, 下品宗师以后, 咱于杭峰会可没那个仪器, 测试身体素质。 好像是这个道理。 我看呐, 这次她是要去换梦式了。 嘻嘻嘻嘻的议论声, 不断从后方骚动的人群中传来, 秦毅和徐若虚充耳不闻, 慢慢停下了脚步。 在他们面前, 一块银色的封闭大门, 俨然矗立, 24章。 暗寻思也没出问题啊。 果然是来尝试幻梦式的。 跟着秦毅的人群中, 有人见秦毅打开幻梦式的大门, 独自走入, 微微点头。 于杭室内的舞者的平均修为不算高, 因此, 也有一小部分人不清楚幻梦式的用途, 向周围的路人发取疑问。 很快, 就有人大致介绍了一番幻梦式。 这是一件用六阶幻阵, 搭配各类迷幻物器搭建的封闭空间。 在里面, 舞者可以选择幻术强度, 通过抵御幻境, 挣脱幻境, 打磨自身灵魂和精神力。 由于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 至少得有宗师境界, 开辟了脑狱之后, 才有资格进入幻梦式。 此言一出, 众人境界明白了过来。 也不怪有人不清楚幻梦式的作用, 主要是他们的境界大多只是四五段舞者, 就连舞师境都称得上凤毛麟角, 压根用不上幻梦式。 对于自己这辈子都可能接触不到的事物, 不了解才是合理的情况。 像是于航室内宗师以上的舞者, 来舞蹈联合会的时候, 大多低调, 也不会有人敢一直跟在后头, 跟踪宗师和大宗师, 打探他们的踪迹。 只能说, 秦毅的脾气还是太好了, 没有主动驱散这批吃瓜群众。 不然他随便散开一点灵压, 所有吃瓜群众都得下得匆忙远离, 再不敢多看秦毅一眼。 随着秦毅走入幻梦式, 众人的目光也顺势跟了过去。 幻梦式是一块独立的房间, 三面白墙围绕, 剩下一面用特制的灵性玻璃制作, 通透可见能看清内部发生了什么。 这种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有舞者 在幻梦式内彻底沉沦, 难以自拔, 最终导致魂飞魄魄散。 一般来说, 幻梦式外都会有专门的管理员盯着, 一旦发现情况不对, 马上就会中断幻境。 比如现在, 就有一位光头青年, 挤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满头黑线。 他叫马不远, 家境还算不错, 但没什么上进心, 想避免争端, 求一个生活安稳, 收入稳定的工作。 因此, 费尽千辛万苦, 考入了渔航舞蹈联合会, 成了专门管理幻梦式的管理员。 幻梦式管理员这个工作, 月薪三万功勋点, 尤为轻松, 七天工作差不多有六天都在摸鱼, 躺在办公室玩手机就行, 都不需要出来。 因为幻梦式必须宗师以上的舞者才能用, 而渔航宗师以上的舞者数量很少, 各自都忙, 一个月可能才能遇到三四位。 不过百烂归百烂, 真有人来淬炼精神历史, 马不远还是相当负责的, 毕竟万一出了差错, 他得罪可是一位宗师。 此刻的幻梦室内, 地上摆放着蒲团, 四周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但除了情意外, 恰好还坐着一位大宗师, 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样子, 带着一股上位者的气质, 不怒自威, 身份不凡。 他盘坐于蒲团上, 似乎已经陷入了幻境之中, 满头大汗, 身体时不时发产。 此人名为李渊, 正是李无峰的父亲, 这一代李家的家主。 他今日来舞蹈联合会, 尝试承受五阶幻阵的磨练, 对于倒心和魂魄压力极大, 方才显露出疲态。 四阶幻阵, 便是用来困杀大宗师的阵法了。 而五阶, 已能作用于山海净强者。 幻梦室内, 除了五阶迷幻阵外, 还充斥有致幻, 昏尘效果的薄雾, 这让幻阵更加恐怖, 水准远超同阶。 秦义随便找了个蒲团坐下, 看向右侧不远处的李渊, 眼眸泛着淡光, 能看见此人头顶悬浮着繁杂的阵纹, 这些阵纹相互交织, 形成了一个五字。 李渊的魂魄, 便被困在五字阵纹中, 如风中火烛一般, 飘忽不定, 不断摇曳, 紧接着, 秦义耳边响起一段严肃的传音。 请您静心打坐, 用神念接触六阶幻阵阵纹, 自主选定幻境难度。 这传音是从幻梦室外传来, 正是那管理员马不远说的。 依照他的提示, 秦义闭上眼睛, 奋出一缕神念, 飘然而上, 触碰到了盘踞于天花板的阵纹。 旋即, 他的脑内一阵天旋地转, 五个选项凝聚显现, 跃然于十海之中。 这五个选项分别为二阶难度, 三阶难度, 四阶难度, 五阶难度, 六阶难度, 寓意着幻阵的等阶。 秦义想了想, 还是先选了个三阶难度是试水, 就在他确定三阶难度的刹那。 幻梦室内, 阵纹波动, 天花板荡起一圈圈连衣, 几个金色符纹飞射而下, 盘旋于秦义头顶, 环绕延伸, 组成三字阵纹。 秦义才选了三阶幻阵吗? 看见这一幕, 围观群众们都感觉有些扫兴, 他们本以为如秦义这般的天之骄子, 上来就要挑战五阶幻阵呢。 三阶幻阵才不过宗师水准, 纵然幻梦式的幻阵远, 远强于市面上的同阶幻阵, 但也不可能难住 名列宗师极限榜第一名的秦义。 我赌秦义在十分钟内, 就会清醒过来。 有人不假思索地断定道, 十分钟? 我觉得, 你是瞧不起名列三大极限榜第一的大佬。 我赌五分钟左右就能清醒, 赌一万贡献点。 也有董行的老舞者, 吃笑反驳。 这两人的对话, 引起了其他舞者的兴趣, 当即又有人出声道, 宗师极限榜又不考察舞者的精神力与魂魄强度。 只有大宗师以后的极限榜, 才会把这俩因素纳入考量。 因此, 就算是极限榜投名, 灵魂和精神力也不一定强。 刚刚那个要赌一万贡献点呢, 我和你赌了, 估计要大半天才可能清醒。 假如是第一次尝试, 还可能再也醒不过来, 得马不远去救场。 但此事放在秦义身上, 众人自然不会觉得秦义醒不过来, 哪怕秦义是第一次尝试。 眼见赌局成立, 幻梦室外的讨论声愈发热闹, 加入这场打赌的舞者也越来越多。 可就在此时, 幻梦室内, 秦义默然睁开了眼睛, 脑袋稍稍一歪, 满脸的疑惑。 幻梦是坏了吗? 我怎么等了半天, 没等到幻境出现? 围观群众。 徐若虚。 秦义才刚盘坐下, 没到一分钟, 这就醒来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 在场中人都愣住了。 马不远更是心头焦急, 他的顶头上司徐若虚, 就在边上看着自己, 该不会幻梦是真在这时候出问题了吧。 他急忙动用相关权限, 奋出精神力, 仔细扫视了一遍上方的阵文。 为了考上幻梦式的岗位, 他还特地专门学习了幻阵, 所以能大概看懂幻阵的阵文, 至少分辨出 有没有在正常运行没问题。 一通检查下来, 他有点怀疑人生了。 俺寻思这幻梦式也没出问题啊。 第125章。 就这。 幻梦式没问题, 阵文也在正常运作。 那为何秦义说自己没感觉? 幻境呢? 马不远咽了口唾沫, 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该不会三接加强版幻阵, 压根就对秦义无效吧? 据说当舞者的魂魄足够强大时, 便可免疫大部分的中低阶幻术和幻阵。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惊醒。 好像还真可能是这么一回事啊。 可秦义身为大宗师, 直接无视了三接加强版幻阵, 着实有点离谱了, 至少在场的舞者们 从没见过这么强的灵魂。 此事看似夸张, 但秦义怎么说 也是横推三大舞到极限榜的添交, 能做到这一点倒也可以接受。 你这么一说也有道理。 确实确实, 这群舞者自从几周前 被秦义连续登顶三大极限榜的操作震惊后, 情绪预值就提高了不少。 普通的装逼打脸 已经没法让他们产生太大反应了。 而接收到马不远的解释后, 秦义也大概反应了过来。 他的天赋神通 道心通明融合了 《我心如铁》与 《心明眼亮》两个被动。 这俩被动原本拥有提高灵魂强度, 减免幻术影响的能力, 融合为道心通明后, 效果自然变得更好了。 唯一让他烧感意外的是, 二级道心通明 对幻术的抵抗效果好到离谱了, 直接让他无视了三阶加强版幻阵 和幻梦室内的迷雾。 好吧, 既然三阶无效, 那就直接尝试四阶幻阵。 秦义心念一动, 再度以神念触碰幻梦室的阵法核心, 下一刻, 一枚心红如血的符文垂落而下, 悬停于秦义头顶, 变幻扩散, 化为一道四字形阵纹, 如蜘蛛网般笼罩一小片区域, 散发出令人迷醉的深邃气息。 四阶加强版幻阵, 果真不俗, 秦义只感觉魂魄一热, 原本平静的石海荡起涟漪, 有一股灼热的力量从外界涌入脑域, 包裹着他的神魂, 似是要将魂魄带入另一片世界, 暖洋洋得很舒服。 淬炼要开始了吗? 秦义闭上眼, 心绪宁静, 不再说话。 见秦义陷入沉静, 幻梦室外观望的舞者们又开始了议论。 上一次, 他们的赌局还没展开就结束了, 不过这一次, 幻阵难度提升到了四阶, 秦义应该不可能再瞬间清醒了。 怎么说, 再来玩一把。 原先那位挑起赌局的老舞者环顾一圈, 淡淡发笑。 还是赌一万贡献点。 我猜秦义会在十分钟内醒过来。 四阶难度和三阶难度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哪怕是大宗师首次尝试四阶加强版幻阵, 通过的几率也不到30%, 但秦义的灵魂能强到免疫三阶难度, 那么通关四阶绝对是板上钉钉之事, 没人会怀疑这一点。 他们要赌的只能是通关时间。 十分钟有点太快了, 我赌半个小时。 有一位气度不凡的年轻舞者率先发言道, 此人名为李毅, 中品宗师境界, 出身于于航李家, 曾经见过一位天才绝艳的大宗师, 首次尝试四阶换阵。 那位大宗师主修灵魂, 实力超然, 但也花了半个小时才成功通关。 说实话, 李毅起初是不想凑这个热闹的, 可见到秦义如此轻松地通过了三阶换阵, 不免让他想起了不久前, 自己尝试通关三阶换阵时的场景。 那画面着实凄惨, 要不是有族人强行把他拉出换阵, 再晚个几分钟, 他这辈子就要沉沦进去了。 也正是因为上一次的换阵经历, 导致他心里落下了阴影, 再不敢去尝试第二次了。 他此次来换梦室, 是跟随伯伯李渊来的, 主要目的是充当李渊的心腹, 防止李渊在幻梦室中出问题。 幻梦室的危险性不低, 很多年前还有大宗师活生生困死在幻梦室里, 因此带上自家心腹看守, 增加安全系数, 也算是常规操作。 李毅的样貌在年轻一代舞者中还是略有些名气的, 不少旁观者认出了他的身份, 当即选择相信他, 与他一起投注了半个小时的选项。 到最后, 参加赌局的人里, 至少有一半都投了半个小时, 这让选择其他时间的人脸色都有点不太好, 感觉自己要输贡献点了。 然而, 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舞者, 押住秦逸能在五分钟内清醒过来。 这种行为在他人眼里, 无异于送钱。 在他们的赌局正式谈完时, 已经过去三分多钟了, 剩下两分钟, 秦逸真能醒来吗? 众人的目光穿过玻璃投射而去, 刚聚焦在秦逸身上, 便发现他晃动了一下身子, 眉头一挑, 略带惊讶地睁开了眼睛。 有人揉了揉眼睛, 反复观望着秦逸, 也有人长大了嘴巴, 忘记了语言, 半天说不出话来。 三三分钟, 你把四阶加强版幻阵拿下了? 开玩笑吧。 吃瓜群众们的心情有点压制不住了, 他们其实已经在心目中, 尽量拔高了秦逸的实力。 可没想到, 对方的真实水平, 永远在他们的预计之上。 简直不可思议。 普通舞者, 对于四阶加强版幻阵认识不够充分, 但李懿是亲自体验过三阶幻阵的。 三阶幻阵都快弄死他了, 遑论四阶。 越是了解四阶幻阵强大的人, 越能明白秦逸三分钟通关四阶幻阵有多变态。 看秦逸的表情, 完全是一副这就完了。 得意犹未尽之感。 妈的, 你的魂魄到底进化到了什么层次? 该不会已经是神魂了吧? 看守换梦氏多年的马不远, 也被秦逸吓到了。 凡人魂魄想蜕变为神魂, 需要吸纳大量的道义, 至少得封侯镜才可能成功。 秦逸倘若在大宗师境界, 就蜕变出了神魂。 那他究竟参悟了多少道义啊? 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秦逸几乎把肉身大道的所有道义都过了一遍, 大概掌握的道义有三条, 但简单参悟的道义, 数量却多到数不清了。 实际上, 秦逸是三分钟不到, 就突破了四阶加强版幻阵。 吃瓜群众们还在讨论赌局时, 他就已经差不多醒了。 只不过, 他是第一次尝试幻阵, 以为四阶幻阵没那么弱, 还会有后续, 因此才等待了一回。 没想到, 真的就这样。 太弱了, 四阶加强版幻阵, 对他二级到心通明加持的神魂, 产生不了任何压力。 那片恍若真实的幻境, 他一眼就看破了, 瞬间清醒。 直接试试五阶吧。 秦逸摇了摇头, 沉下心, 准备马上开启五阶试炼。 但他还没来得及放出神念, 幻梦室内便弥漫起一股清新的香气, 转头望去, 萦绕与李渊周旁的迷雾逐渐消散, 他头顶的五字阵纹疯狂嗡鸣, 光泽暗淡。 这一位和他一起, 待在幻梦室淬炼精神的李家家主, 似乎要出关了。 第126章 五阶幻阵真没那么简单。 秦逸的目光, 在李家家主李渊的身上停留了一小会, 这李家主修童术, 而童术天然有破开虚妄, 看穿幻阵的能力, 曾有人言, 修童意识修心, 意思便是说, 修炼童术对于魂魄和精神力同样有加强效果。 正是因此, 李渊才敢以大宗师境界, 越即挑战五阶幻阵。 原来如此, 幻阵对精神力和灵魂的磨练, 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秦逸眸光闪着微弱的金芒, 他从李渊身上感应到了一种道力, 从天而降的道力, 这股道力滋养了李渊的石海和灵魂, 令他的精神力持续变强, 效果显著。 破开幻阵后, 武者可以得到幻之大道的反哺, 将道力吞噬转换为精纯的精神力, 从而增强自身的魂魄。 空气中莫名弥漫的清新香味, 乃是道香, 是幻之道力纯化的气味。 当然, 只有能对武者产生效果的幻阵, 破开才有道力反哺。 像是秦逸刚刚经历的三、四阶幻阵, 由于太弱, 他都没啥感觉, 自然不可能会有道力反哺。 这个陷入幻阵, 破开幻阵的过程, 本质上也是一种参悟大道的过程。 按照这个趋势, 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李渊就能醒来, 彻底破除五阶幻阵的影响。 五阶幻阵总能给我一点惊喜了吧。 秦逸收回目光, 重新静下心, 宁神秉息, 神游天外, 开始触动五阶阵闻。 幻梦事外, 吃瓜群众们也被李渊的一边吸引了注意, 纷纷投来注视。 群众中, 李渊显得尤为激动, 他在幻梦室外, 等了足足十天十夜, 终于要等到家主李渊出关了。 家主竟然成功破除了五阶幻阵。 他和李家的其他族人, 其实都不看好家主这次能成功, 但谁都没想到, 李渊创造了一次奇迹, 一次巨大的惊喜。 能在大宗师境界突破五阶幻阵, 表明了李渊拥有封侯的潜力。 没错, 一个世家, 实力最强的往往不是家主, 而是一些长老和没死掉的祖宗。 但像是李家这种影响力局限于一省之内的世家, 家族最强者一般就是一位封侯境, 从未有过真王诞生。 只有如肖家那样势力庞大, 根系错宗复杂的超级世家, 族内才有真王抵御。 看样子, 家主在半小时内就能彻底清醒过来了。 李渊心中狂喜, 嘴角压抑不住的上阳, 刚刚惨遭打脸, 输掉一万贡献点的糗事都瞬间忘得一干二净了。 而其余舞者, 有点身份的也都急忙上前跟李逸道谢。 没有身份, 没资格接触李逸的舞者, 则大多露出了羡慕极度的眼神, 默不作声。 十天十夜破开五阶幻阵, 这种耗时才是正常情况。 像秦义那样子秒杀幻阵, 即使是徐若虚都不曾见识过。 五阶幻阵总不可能被秒杀了吧。 这一次, 围观群众们很有默契地选择了安静观望, 再没人出来设立赌局。 秦义这人就是最大的变数, 没人敢以他为局, 继续赌了。 此时此刻, 秦义意识模糊, 两眼朦胧, 茫然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正躺在简陋的木床上, 床头挑着竹灯, 手上拿着几本书册, 科举要用的书册。 他们感觉情况有点怪异, 但又说不出来哪里有问题。 我我是要考科举, 挑灯阅读, 结果睡着了。 不对, 我为什么要科举, 我是谁来着? 秦义的脑子乱成了一片江湖, 他发觉自己少了很多记忆, 想要努力回想起来, 可一想就头痛欲裂。 无奈之下, 他重新翻开书册, 读起书来。 外界, 众人眼中, 秦义已陷入五阶幻症有三分钟时间了, 面色平淡如水, 暂时没有醒来的迹象。 这让他们隐隐松了一口气, 要是五阶加强版幻症都被秦义秒破, 他们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了。 与此同时, 稻香的味道浓郁到了极点, 李渊一扫疲态, 额头的冷汗, 进阶挣腾消散, 默然睁开了眼睛。 他的双眸轻亮, 透着澄澈, 众人与之对视, 心头莫名没底, 好似被人看穿了一切隐秘似的。 恭喜李家主, 成功出关。 封侯可欺啊, 李家繁荣已定。 李渊刚一醒来, 便收到了铺天盖地的传音, 全是给自己道贺的。 他转头一看, 幻梦室外不知何时占满了人, 有认识的, 也有不认识的。 什么情况啊, 都知道我要成功出关, 所以特地来给我道喜了。 呵呵, 倒是有心了, 不错。 李渊现在的心情极佳, 经过这次五阶幻阵的磨练, 他的魂魄在大宗师境界, 提前蜕变, 为了神魂, 进步巨大。 未来封侯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侯爷, 寿元过千, 足够保证李家数百年繁荣了。 不过很快, 李渊就收到了李懿的传音, 面色一僵, 渐渐明白过来, 外头的人不是特意来给自己道贺, 是跟随秦义而来的。 这位名为秦义的神秘舞者, 他同样好奇的景, 一直在派手下的人去搜寻, 看有没有拉拢的机会。 如今台谋一看, 秦义正好就坐在自己左侧三米外的蒲团上, 纹丝不动, 气息缥缈。 他这是第一次来尝试幻梦是吧, 不知当前陷入了哪个难度的幻阵中。 李渊传音问道, 外面很快传回了答案, 五届幻阵。 五届? 李渊惊了, 按道秦义年少清狂, 不懂天高地厚, 又问道, 他是什么境界? 李懿回复, 徐会长说, 和您一样, 也是大宗师。 两个月, 从舞者一路狂飙至大宗师, 此子还真有狂妄的资本。 李渊心头的惊骇更甚, 但他想到自己在五届幻阵中经历的种种, 还是不免摇头。 境界修行和道心磨练, 终归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 境界修行快, 不代表道心就一定稳, 灵魂就一定强。 他这话刚说完, 李懿就忍不住回应道, 家主, 秦义刚刚免疫了三阶加强板换阵, 三分钟破开四阶加强板换阵。 李渊? 卧槽, 这是什么怪物? 纵然是专修童术的他, 第一次尝试四阶换阵, 也差点沉沦, 足足用了三天才清醒。 你和我说三分钟破阵? 李渊看向秦义的眼神, 不可能当场舔秦义, 请求对方加入李家, 成为供奉。 而且, 五阶换阵真没那么简单, 现在的他, 其实也有信心在十分钟内破开四阶换阵, 但五阶还是得至少三天才行。 等他醒来, 你去联系一下他, 看能不能拉拢过来。 李渊站起身, 一边活动筋骨, 一边向李懿嘱咐道。 然而, 他的话刚说完, 秦义那边就发生了异动。 第127章, 李家拉拢。 幻梦室内, 秦义整个人都沐浴在圣洁的光芒中, 仿佛化为了一个光人。 在无比此言的光泽下, 他眉心未知, 一缕火苗不断摇曳, 清晰可见, 不断波荡出涟漪。 李渊死死盯着那一缕火苗, 神色惊恶, 双眸一闪。 当即想起了, 这火苗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这这就是, 他费尽无数心血, 拼死换来的神魂。 他苦苦追求了三年的凡魂蜕变化神, 秦义竟然早就完成了。 神魂乃是繁魂熔炼海量到一打磨而成的魂魄, 可在幻阵中保持清明、 明雾本心, 除非幻阵等阶过高, 否则一般的幻术压根不可能对神魂造成影响。 怪不得秦义直接免疫了三阶幻阵, 就连四阶幻阵也能在三分钟内破开迷惘。 可五阶阵法, 强国四阶太多, 幻梦适中的五阶幻阵, 还是加强版。 纵然是神魂, 也得茫然大半天才能清醒吧。 刚蜕变出神魂不久的李渊, 对于神魂的研究却很深。 然而他不清楚的是, 秦义不仅有神魂, 还有二级道心通明。 两两叠加之下, 五阶加强版幻阵对他造成的影响削弱了大半。 十五分钟不到, 他便在幻境中回忆起了自己的本心, 挣扎着要清醒过来了。 换句话说, 五阶加强版幻阵对秦义虽然有效, 但也就那样, 只能算普通难度。 正! 平静的幻梦氏猛然想起一道尖锐的鸣笑, 似凤鸣, 又如龙吼, 带着极致霸道, 历临天下的威压, 横扫而过。 李渊脸色大变, 急忙运转起功法护身, 可纵然主动抵抗, 仍然被鸣笑掀起的气旋击退了数米, 依靠在幻梦氏的墙壁上。 看见这一幕, 外界众人竟是眼角一跳, 口干舌燥。 秦义仅凭气息和威压, 就能镇压同阶大宗师, 秦义的实力可见一斑。 别忘了, 李渊是老牌大宗师, 一位有封侯潜力的大宗师。 不愧为霸占三大极限榜的妖孽, 战力超凡脱俗, 已经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去想象的了。 马不远则舌, 他站在距离幻梦氏最近的地方, 明明隔着一整个幻梦氏, 却依旧能感觉到滔天涌来的威压倾泻而出, 差点惊得他当场趴下。 如此恐怖的气息, 另一边, 徐若须眉头紧锁, 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化为光团的秦义, 从秦义的身上察觉到了一缕不可思议的道义。 按理说, 突破五阶幻阵只会获得幻之大道的嘉奖, 身上会出现幻之道力。 可秦义身上不单单有幻之道力, 还有一股凌冽的陌生道力盘踞, 其中夹杂着惊世骇俗的沙发气息, 徐若须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 就感觉双目刺痛, 瞳孔中有鲜血流出。 这道力, 这道意, 太锋利, 太霸道了。 简直像是要开天辟地一般。 事实上, 徐若须的想法没有错, 秦义流露出的这一缕道力, 正是开天一剑。 他在幻境中逐渐明雾本心, 没有如常人一样不断挣扎, 试图逃离幻境。 他直接以神念为剑, 在幻境中尝试展出开天一剑, 斩破整个幻境。 逃离幻境, 不是秦义的风格。 既然他来了, 自然要潇洒离去。 蹭! 幻境世界里, 一道惊天动地的剑芒贯穿天地, 爆发出璀璨的光焰。 在这一剑下, 世界仿佛被分割成了两半, 其中是平整光滑的剑痕。 两半世界的颜色缓缓褪去, 化为黑白, 最终如破碎的镜面一般, 轰然崩塌。 无尽的虚无包裹而来, 天地间只剩下了秦义的神魂, 独自飘荡。 下一秒, 虚空里闪烁起白光, 秦义豁然睁开了眼睛。 刷! 万般剑意窥然一荡, 旋即在眨眼间归于沉寂。 秦义从蒲团上站起身, 简单检查了一番身体。 而后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精神力总量和神魂强度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最爽的是, 对于开天一剑的感悟又深了一点。 开天一剑, 讲究一个无物不展, 天可展, 地可展, 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自然也可展。 五阶加强版幻阵, 虽然撑住的时间不长, 但对他是有效的。 他收敛心神, 四股张望, 却见幻梦室外的吃瓜群众们 各个默不作声盯着自己。 这一刻, 万籁俱寂, 世界聚焦于他。 不过被这么盯着, 秦义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这才哪到哪? 通关五阶幻阵, 你们就震惊成这鸟样。 那等我通关六阶, 岂不是得震撼到当场昏厥? 你别说, 有几个曾经尝试过幻梦室, 倒在三阶幻阵的围观舞者, 真的差点看昏过去了。 他们知道, 人和人的差距有可能非常大, 但万万没想到能大到此等地步。 感觉都不是一个物种了。 然而, 要说秦义十五分钟速通五阶加强版幻阵 对谁造成的震撼最大, 那莫过于李渊了。 李渊刚刚经历过五阶加强版幻阵, 非常清楚这幻阵有多可怕。 另外, 他还是距离秦义最近的人, 在秦义渐斩幻境的刹那, 感受到了最多的开天剑义。 此时心都在发颤, 还没缓过来。 等到他恢复心态, 驱除开天剑义影响时, 第一时间站了起来, 踉呛着冲到了秦义边上。 他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热情地凑在秦义身侧。 柔和道, 真是英雄出少年。 我早早听闻过秦小友的大名, 敬佩多时, 今日一见, 更是一见如故。 不知小友可曾加入什么家主了。 我李家一向爱护天骄, 善于培养人族骄子。 秦小友若有异象, 可来我李家做客, 游览一番。 人类联盟内的一切世家, 都有培养克卿的做法。 说是克卿,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雇佣兵, 拉拢来为自家打工的。 当然, 若是实力够强, 也不一定是打工, 也可能是合作。 乃至于成为附属家族, 挂靠在强者名下。 像是李家, 为高级克卿提供的待遇极为可观, 还比在外面打声打死安全。 不过, 拉拢克卿归拉拢, 在场的舞者们还没见过, 世家当代家主, 亲自下场拉拢克卿的。 而且看李渊那神态, 不太像是拉拢, 更像是谄媚和讨好。 泽泽,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 外头的李一间大伯李渊谄媚的样子, 尴尬地挠了挠头, 想起大伯几分钟前还是义正言辞, 说自己堂堂李家家主, 不会亲自去拉拢情谊。 绝对实力, 果然能改变一切诺言。 第128章 叠阵法, 首席开会, 去李家做客, 成为李家的高级客卿。 秦义想到自己成为高级客卿后, 李无峰看见自己的表情, 忽然感觉有点乐了。 不过, 他可不想成为个别家族的打工仔, 哪怕对方开出高价。 没有什么高价, 高得过他自由行动赚的贡献点。 总而言之, 没兴趣。 当然, 没兴趣归没兴趣, 表面上的功夫还是要做足的, 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 李渊对自己这么客气, 倒也没必要太狂太直接, 给他留点面子也不错。 前辈过誉了, 在下才洗舞不到三个月, 还有很多不懂和不足的地方。 秦义回以礼貌的微笑, 至于做客之事, 先等我通关六阶换阵, 再找个安静的地方戏聊吧。 李渊? 幻梦世外众人。 他们看秦义这一脸谦逊的样子, 还以为会说什么谦虚的话, 没想到说出来的话看似谦虚, 实则狂到没边了。 你说自己才洗舞不到三个月, 然后却展现出了如今这般夸张的综合实力。 这还叫他们这些洗舞数十年的老家伙, 怎么活? 脸都挂不住了。 前半句话勉强还能听下去, 而这后半句话, 你听听, 这是人话吗? 你秦义锦大宗师境界, 居然要挑战六阶加强板换阵, 那可是拿来磨练侯爷的高阶阵法。 连跨两个大境界挑战六阶换阵, 还是加强板, 您千万要考虑清楚。 马不远沉声道, 大宗师陷入六阶加强板换阵, 很可能出现特殊的情况, 彻底沉沦, 哪怕外人用外力都喊不醒你。 一般来说, 舞者陷入换阵, 即使自己没法主动清醒过来, 也能靠外人刺激被动醒来。 但, 六阶换阵不同, 其缔造的幻境能让舞者陷入极深层次的尸神, 甚至无视外界影响, 让人永远无法醒来。 说实话, 即使情义有信心, 也有概率通关六阶加强板换阵, 但最好还是别尝试。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身怀天纵之姿, 秦义完全没必要去赌这种风险。 不止马不远, 就连李渊和徐若须都开始劝秦义别贸然涉险, 开启六阶换阵。 看他们万分肃然的模样, 秦义也有点迟疑了。 六阶换阵, 真这么离谱吗? 他虽然对自己有信心, 但也不是鲁莽之辈, 一番思索之下, 秦义从腰间取出一枚灵符, 握在手心, 奋出一缕神念, 潜入灵符之中。 这一枚灵符, 正是将天放送给他的三阶灵兽符。 前段时间, 大狗劳心劳力布置完七阶虚空杀阵后, 心力憔悴, 见秦义安然无恙地穿过了一神会杀结, 便主动进入灵兽符睡觉休息去了。 秦义离开东郊超市, 必然也带上了这枚灵兽符。 要说阵法, 在场的应该没人比大狗更懂了吧? 六阶加强板幻阵对自己的杀伤力, 究竟有没有他们讲得那么恐怖? 一问便知。 用神念把呼呼大睡的大狗咬醒, 下一秒, 一连串犬费般的抱怨传来, 直入秦义十海。 我还没休息多久, 就来打扰我。 有屁快放! 大狗看着一脸嫌弃, 其实刀子嘴斗俯心, 压根没有拒绝秦义的意思。 秦义用神念编织出记忆画面, 输送给大狗, 将幻梦式的大致情况告知。 紧接着, 大狗轻易一声, 狗爪摸了摸下巴, 称其道, 布置这幻梦式的符文阵法师真是个天才, 这等阵法模式有点意思。 这幻梦式里的幻阵很不一般, 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座六阶加强板大阵, 实际上是由三阶幻阵, 四阶幻阵, 五阶幻阵, 六阶幻阵堆叠而成, 再搭配一些特殊的灵物构建, 总体强度无限逼近七阵阵法。 这种叠阵法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加一等于二, 布阵者水平不够高, 几乎不可能布置出重叠阵法。 有意思有意思, 不知道布阵者到底是谁? 你有机会帮我打听打听。 阵法相关的事情情意不太了解, 他现在只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尝试六阶难度。 大狗仔细考虑了一会, 点头道, 那位幻梦式管理员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大宗师跨越两个大境界尝试六阶幻阵, 真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 不过嘛, 这幻梦式里的阵法不是要置你们于死地的, 因此留有后门可以通过后门暂时关闭阵法, 强行把你解放出来。 只可惜, 外面那些符文阵法师水平太差, 没看出布阵者留下的保险。 秦义眉头一挑, 见大狗的一双狗爪环抱于胸前, 神里神气的模样, 知晓他已经看出了后门。 如此一来, 可称得上万无一失了。 我去开启六阶难度, 你暂时先别睡, 帮我看着点。 秦义收回神念, 准备继续体验幻阵。 五阶幻阵对他的提升成效还不够明显, 但若是六阶, 估计会有大提升。 假如真把他困死在幻境里, 他的适应性进化, 指不定还能生效, 进化出新的精神相关的技能。 勤义猜测, 精神相关的技能, 应该是脑细胞和神经细胞进化导致的。 哎, 我这是大盲狗, 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啊? 大狗从虚空中爬起来, 笑眯眯地望向外界, 装模作样, 唉声叹气, 可尽管我这样帮你, 你还是不愿称我一声狗爷。 没办法, 狗爷毕竟是狗爷, 不和人一般计较, 再帮你一回吧。 大狗奋出几缕精神力, 穿透灵兽服, 潜入幻梦室, 似是勾连上了幻梦室的核心阵纹, 寻到了所谓的后门。 可以开始了。 他确定, 一切尽在掌握后, 马上传音通知秦义。 秦义收到消息, 没有管周旁外人的劝解和注视, 默然坐下, 并出杂念, 开始新一轮的磨练。 与此同时, 渔航市中心, 执政厅。 一辆辆挂有官方标识的专车, 停靠在执政厅门前, 来自渔航各区的顶级人物陆续下车, 或是相互打招呼, 或是一脸冷漠的独自前行, 进阶朝着执政大楼走去。 这些掌控渔航的大人物们, 被渔航首席执政萧阳召集到了一起, 即将开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议。 会议室内, 各区一把手相继入座, 翻阅着手中的会议资料, 凝重的脸色中掺杂着一丝怪异。 在他们手头的会议资料里, 赫然写着这次会议的主题。 而这主题, 正是秦义。 第129章, 官方嘉奖。 这一场渔航的高级会议, 他们不谈名声, 不讲建设, 只论秦义。 在不久前, 秦义主导了对一神会组织的诱沙, 成果显赫, 得到了江南王沈默的大力推崇和举荐, 凭借此次天大的功劳, 秦义已彻底步入江南行省高层的视线, 或者说, 不仅是江南行省, 天津那边都有大人物注意到秦义了。 没办法, 秦义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创造了太多奇迹, 从一界五道废体, 蜕变为顶级习武妖孽, 两个月连破三个大境界, 由普通人飞跃为大宗师, 且根基稳固, 实战能力极强。 单论这一点, 纵然他没有立下天宫, 也足以令江南行省的高层重视。 人类联盟对于自家天津的保护, 可不是说说就完了, 是有实际行动的。 一旦纳入官方的天津保护名单, 不仅能获取大量的灵物供给, 暗中还可能有官方高手亲自互道,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一个地区出了一位顶级天津, 当这位天津成长起来后, 此地区也会得到嘉奖, 就像前世的教育局会奖励出了壮远的城市一般。 这都是业绩啊。 正是因此, 肖阳对于此事格外关注, 刚得到省高层那边传来的消息, 便马不停蹄地召集了手下的一批人来开会。 秦义家是清白, 基本上可以排除一族卧底的可能性, 毕竟没有一族会蠢到把天赋如此恐怖的天才丢出去当间谍。 肖阳站在会议桌前, 扫尸下方诛人, 朗声道, 根据我的观察和分析, 秦义只要不死, 一辈子都难以仰望的终点, 在秦义这却只是保底境界。 于航世部, 整个人类联盟至少有五十年没出过这种级别的天才了。 下属们心头一领, 他们都不傻, 自然听出了萧首席话里的深层意思。 秦义并非吃中物, 将来必然画龙, 但在画龙前, 他们于航世作为秦义的故乡, 得多一丝一丝, 给予一些好处, 提前建立好关系。 假如自己管理的城市出了一位真王乃至尊者, 而他们这群高层却浑然不知, 完全没有给予任何帮助, 那他们很可能会在事后遭到问责。 其实在十几年前, 于航就曾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那一次, 一位叫林长青的少年横空出世, 碾压所有同代天骄, 镇压异族序列光芒万丈, 于万众瞩目中封王。 他封号叫镇天! 镇天王! 林长青! 虽然镇天王已失踪多年, 但他的余威仍旧存续于于航老人的心中, 从未消散。 萧首席, 按您的意思, 要如何嘉奖秦义比较好呢? 于航北交的执政官翻阅着手中的资料, 错没道, 这份资料里关于秦义的具体介绍太简略了, 我们也没法对症下药, 送出秦义最需要的东西。 奖励和送礼也是有门道在里面的乱送灵物, 很可能对方收下后却用不上徒增浪费。 最好是送对方急缺或是急需的东西, 雪中送炭, 永远比锦上添花来得有效。 被于航北交的执政官这么一提醒, 其余众人才发现自己手里的资料确实有点简陋了。 按理说, 他们应该得到一份详细到秦义在哪个医院出生都有记载的资料。 可这份资料, 除了姓名民族年龄和一些最基础的信息外, 什么都没有, 甚至没照片。 对此, 萧扬也很无奈, 秦义的资料已经被加密了, 以我的权限, 打不开, 看不了。 哈? 渔航首席执政, 竟在渔航内还有看不了的居民资料? 众人感觉开眼界了, 连首席执政都没法看, 怕不是郑国籍保密程度。 也就是说, 他们压根没那个资格去看秦义的资料。 至于在加密前就已经打印出来的情报, 依照人类联盟的加密法规, 萧扬是得马上销毁的, 且不能再继续翻阅, 更不能泄露给外人看, 否则便是一级切密罪。 对于秦义, 我们除了知晓, 他天赋很妖念, 以及一些基本的经历外, 一无所知。 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给他安排嘉奖呢? 下属们犯了难, 要是奖励的东西不够好, 秦义可能会觉得官方不重视他。 要是好过了头, 对方又不一定会接收, 反而会担心他们别有用心。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一道清冷的女生从角落传来, 让众人下意识抬起了头, 妄想声援。 这是渔航东郊警局的消息。 我曾经看过秦义的详细档案, 对于他, 有几分了解。 消息沉声道, 他是在场为数不多, 详细翻阅数次秦义档案的人, 关于秦义的生平和来历, 可以说道背如流。 他知道, 秦义出身于渔航东郊孤儿院, 父母双亡, 一直以来都和一位名为陈轩的男孩作伴, 一同成长。 可以说, 渔航东郊孤儿院和陈轩就是秦义最在意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修缮渔航所有的孤儿院, 重点关注渔航东郊孤儿院。 另外, 还能给秦义一层官方的身份增进他和官方的联系。 消息的语调很冷, 但在冷意中又带着精干与雷厉风行。 他的官方身份不能一下子给他太高级, 否则不符合规矩, 他也不一定会接收。 所以我建议, 让他成为渔航当地某所武道高中的校长。 这种身份, 刚刚好。 武道高中校长? 这的确是官方的身份, 且符合规矩。 武道高中校长这种岗位, 向来是能者居之, 实力越强, 天赋越好的, 越有资格担任。 听见消息的这一通安排, 绝大部分人都感觉不错。 只是不知道, 你想让他去哪一所武道高中? 有执政官提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 消息早有想法, 当即回复道, 渔航第一武道学院。 你们觉得如何? 渔航第一武道学院, 乃是渔航最好的高中。 但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 秦毅最亲密的好友, 陈轩, 正在渔航第一武道学院读书, 即将参加一年一度的冬季舞口。 修缮东郊孤儿院, 任命武道高中校长, 再奖励一枚武街邻果, 一本A级申法, 这便差不多了。 消息如此总结道, 第130章, 系统的新用处。 与此同时, 渔航武道联合会, 幻梦是, 秦毅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被官方授予一系列嘉奖, 现在的他心无杂念, 正全神贯注地操控着神念, 触碰核心阵纹, 开启六阶幻阵。 不多时, 金、 红、 白、 蓝四眉颜色各异的符纹从天而降, 环绕于秦毅头顶, 不断延伸, 相互勾连, 凝结为一道六字形的重叠大阵, 笼罩了一小片区域。 紧接着, 秦毅意识瞬间模糊, 仿佛陷入了深层睡眠, 再无动静。 六阶幻阵磨练, 正式开始了。 秦毅意识处便是一副寂寞生又熟悉的环境。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这, 也不知道自己身处幻境, 只是脑子里不断有新的记忆涌出, 填补着逻辑的空白与不合理之处, 赋予秦毅新的身份。 书桌, 电脑, 手机, 看着床头柜上亮起的手机屏幕, 秦毅恍如格式, 低头宁谋。 陈总, 这程序有个新的BOG, 你记得修复一下, 修完再睡, 明天早上我要看见成果。 如今是凌晨一点半, 他的直属上司陈总仍然在督促他工作, 修改代码BOG。 我是程序员, 我重新回来, 变成996社畜了吗? 秦毅一时恍惚, 旋即又发觉不对, 我为什么要说重新回来这种话? 我不是一直在当社畜吗? 他突感头痛, 扶着额头坐在床上, 想要睡觉, 但又想起明早上司的嘴脸, 以及一个月六千, 得还十八年的房贷, 又咬咬牙, 没有休息, 熬夜改完了代码BOG。 一夜无话, 等他早上起来时, 精神违靡, 顶着两个浓浓的黑眼圈, 浑身乏力。 看着镜子里颓废的自己, 他苦笑了一下, 摇头自嘲道, 这日子过得真是无趣, 还不如早点重开得了。 他收拾好东西, 随便洗漱了一番后, 便匆匆忙忙挤着地铁去上班。 在枯燥痛苦的上班过程中, 他总莫名地怀疑自己在做梦, 可一掐大腿肉, 剧痛的感觉却是那样真实。 我就是个被剥削的社畜,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他忽然这般自言自语着。 就这样, 一连过了好几天同样的生活, 早上六点起床赶地铁, 晚上九点到家加班,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 也越来越适应这样早出晚归的生活。 仿佛他的人生本来就该是这样的。 妈。 这一日, 凌晨三点, 他近乎通宵完成了公司额外派发的任务, 此刻正站在洗手台前, 凝视着镜子里满嘴胡渣, 发型邋遢的自己, 心中忽然升起了一股怒意, 一股想要一拳打破一切的怒意。 我的人生不该是这样。 我在干什么? 这样活下去, 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呢? 啪。 他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 提起拳头, 一拳打在了镜面上。 咔嚓咔嚓。 平整光滑的镜面, 蜿蜒出数条缝隙。 新红的鲜血, 从琴翼的拳风中溢出, 把镜片染得淡红。 疼痛感从他的右手, 瞬间蔓延到脑子, 他的双眸恢复了些许清明, 望着镜子里破碎的自己。 皱眉道, 我有五级疼痛忍耐, 这种小伤, 怎么可能会感觉到痛? 说完, 他又默然变了一副脸色。 差一道, 我刚刚在说什么? 五级疼痛忍耐是啥? 秦翼的心悸动了一下, 他感觉自己的脑子缺了一块, 自己的记忆断了一层。 他努力地想要沿着 五级疼痛忍耐这个关键词想下去, 可越想, 脑子越痛, 撕裂般的痛, 痛到他勾搂起了身子, 怎么也站不起来。 冥冥之中, 有东西在阻止他回想。 可。 秦翼就是要回想, 他的额头抱起一根根青筋, 脸色胀红, 咬牙道, 妈的, 痛就痛, 大不了痛死我, 也算解脱。 老子就要想。 他心头的悸动愈发强烈, 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些许光点, 这些光点不断飘荡, 汇聚, 最终变化为一幕幕奇异的画面, 将断片的记忆续接而上。 煞世间? 秦翼瞪大了眼睛, 双眸深处闪过一个个记忆画面, 模糊的记忆重新清晰, 被压制住的情绪奔涌而出。 习武, 幻阵, 磨炼。 他的嗓子眼里挤出了这几个字眼, 然后下一秒, 脱, 一声爆喝乍响, 万般剑翼纵横四射, 撕裂着虚假的世界, 斩破着虚无的天空。 哗啦啦, 整片世界被切碎成了无数份碎屑, 由天空飘洒而下, 凌厉的剑翼穿透苍穹, 斜着破灭万物的伪力, 轰入虚空。 正。 随即, 秦翼猛地睁开了眼睛。 熟悉的透明玻璃墙壁, 熟悉的蒲团, 目瞪口袋的李渊, 神色激动的徐会长。 当这些事物逐一引入眼帘时, 秦翼知晓, 自己通关了。 六阶幻阵, 不过如此。 他咧嘴一笑, 享受着周旁人争先恐后的吹捧, 享受着李家家主的极力拉拢, 突然间, 后背浸出了一滴冷汗。 不对, 非常不对, 我真的破开六阶幻境了吗? 他无视外人的寒暄, 从腰间取出灵兽符, 向大狗询问道, 你可以关闭幻梦室里的六阶幻阵试试吗? 大狗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 耸肩道, 当然可以, 不过, 你不是已经安然归来了吗? 为啥还要浪费我时间去关闭? 说着, 大狗磨了磨狗牙, 幻梦室上方的蝶阵顿时平息即燃, 再无半点波动, 就关闭了吗? 秦义还是觉得不对劲, 太不合理了。 六阶幻阵卡了他这么久, 花费了他这么大力气才破关, 为何? 适应性净化没有反应, 他的神经元细胞和脑细胞, 应该有所净化才对。 在进入六阶幻阵前, 大狗就曾嘱咐过他, 六阶幻阵会对他造成极大的麻烦。 这种程度的麻烦, 绝对到了适应性净化的最低底线。 精神力相关的部分, 也是可以净化的。 我应该还处于幻阵中, 幻阵可以模拟我所经历过的一切, 但模拟不出系统。 幻之大道, 没法洞悉系统的存在。 秦义心头闪过了一个名词, 一个令人心绪震动的名词。 叠阵法? 幻阵能叠加? 那么幻境呢? 是否有可能出现一层幻境外, 再包裹一层幻境? 第131章 李家不配 秦义用余光打探着四周, 可不管他如何仔细地观察, 也没法看出任何端倪。 你怎么了? 六阶幻阵淬炼完, 我们该走了吧。 大狗看秦义东张西望的样子, 有些奇怪地问道。 秦义没有理他, 他总觉着自己的思维变得僵硬迟缓了。 很多问题的答案, 分明只要稍微动一下脑子, 就能想明白。 可他就是想不明白, 思绪也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 刚刚意识到系统的问题, 仅是灵光一线。 慢着。 系统? 既然幻境没法模拟出系统的存在, 那我只要心里想着打开系统面板, 不就能确定到底是处于幻境还是现实了? 秦义毛色顿开, 他的思绪绝对是受到幻境影响了。 这么简单的方法, 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想到。 明明都想到系统了, 可下一秒, 却又把系统的问题抛之脑后。 幻之大道不单单是缔造出以假乱真的幻境, 还会篡改入阵者的思想和记忆。 构建真实的幻境, 这是一种幻之大道的道义。 而记忆与思维上的篡改, 则是另一种幻之大道的道义。 秦义眼眸一亮, 心中有所明悟。 他顺着这种明悟的感觉, 默念了一声系统面板, 旋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果不其然, 我还处于幻境中。 六阶加强版幻阵, 一层套着一层, 以蝶阵法置顾舞者, 危险性极高, 确实有可能让人一辈子出不去。 怪不得大狗和幻梦式管理员都提醒他说, 六阶幻阵一旦开启, 很可能出现外界之人无法唤醒的可怕情况。 刷! 既然已确定仍处于幻阵中, 那秦义也不会再留守了。 心意横, 神念画剑, 横斩而出。 恐怖的剑气四射爆发, 顷刻间搅碎了幻梦式的墙壁, 穿透空间, 展出了一条条深不见底的虚空裂缝。 周旁围观的舞者, 看见这一幕, 进阶惊恐, 大喝道。 秦义, 你在干什么? 你疯了吗? 主动毁坏武道联合会的剑主, 来是杀头大罪。 你不要命了? 啊呀, 快停下。 围观群众们怒斥着秦义, 有距离幻梦式较劲的舞者, 甚至被突如其来的剑气斩成了积粉。 然而, 比较熟悉秦义性格的大狗与徐若须, 却是神态诧异, 盯着秦义没说话, 似乎在思索秦义这么做的目的。 他们的反应, 简直和真的一样。 跟秦义亲近一些的人, 没有出声骂他。 而普通路人则是破口大骂。 这都是最为正常的反应。 六阶幻阵当真恐怖, 要不是秦义完全确定眼前的一切是假的, 他估计也要陷入自我怀疑之中了。 霸道的剑气扫荡了秦义所能见到的一切事物, 他没有去理那些外人的痛斥与阻拦, 认定了幻境存在的他, 不顾任何阻拦, 像是一尊杀神, 要破灭掉整个世界的杀神。 即使是一丝碎屑, 他都没有放过。 到最后, 虚无,只有凌冽的剑意纵横澎湃, 永不消散。 忽然间, 万千剑气宁为一点, 开天剑意攀升至巅峰, 刺破了虚无, 让无尽的光芒从另一个世界穿透了进来, 洒在秦义的脸上。 哗! 他又又一次睁开了眼睛, 这一次, 开天剑意没有泄露出哪怕一丝, 所有的剑气和剑意都被他收敛了起来, 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只是普通地睁开了眼睛。 环顾四周, 李渊, 徐若须, 吃瓜群众们都安然无恙地站在那儿, 瞠目结舌, 鸦雀无声。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秦义身上。 装一醒了, 我休息去了。 耳畔, 大狗的话语顺势传来, 告诉秦义他要继续睡觉休息了。 秦义没有说话, 抬头一看, 上方悬浮的六字阵纹 洒落下璀璨的道芒, 融入秦义体内, 化为柔和纯粹的道理, 不断滋补着他的肉身和灵魂。 脑狱中, 石海如同喷泉一般沸腾活跃, 大量的活水疯狂向上涌出, 将石海拓宽加深, 让秦义的精神力总量不断增长。 并, 你的脑细胞与神经细胞 经过幻之道理的滋润, 成功进化出绝世神通, 道心通明, LV3。 并, 你看破六阶幻蝶阵, 明雾幻之道义幻想, 成功进化出天赋神通, 神幻眼。 三级道心通明, 外加一个主动铜数, 神幻眼。 通关六阶幻阵得到的收益, 确实不少。 三级道心通明先不谈, 这铜数神幻眼, 给予了他苟住幻境的能力, 只要看别人一眼, 就能让对方沉寂于他构筑的幻境中。 假如心性不够坚定, 甚至有可能让人永远沉迷, 再也没法醒来。 这神通没有等级, 但涉及到了道理, 未来他对于幻之大道的参悟越深, 神幻眼也会越强。 硬要类比的话, 神幻眼相当于可成长的A级童树, 有神品潜力。 S级之上为圣品, 圣品之上为神品。 除了两个神通外, 秦义还感觉自己的各项属性都有所提升, 那是恼欲, 可以看见自己的神魂沐浴在石海之上, 周旁萦绕着四条道义。 这四条道义, 有三条来自于肉身大道, 剩下一条, 则是刚刚领悟的幻之道义, 幻想。 所谓幻想, 便是直接在对方的灵魂上动手脚, 将其拉入自己构建的幻境中。 四条道义的出现, 象征着秦义未来可以接四条道枝, 长出四颗道果。 李家主, 不知我睡了多久。 秦义收回注意力, 转头望向失神落魄的李渊, 出声问道。 听见秦义的声音, 李渊这才打了个寒颤, 惊醒过来, 苦笑道, 一天半左右, 不足两天。 两天不到, 突破六阶幻阵。 这是什么怪物才能做到的事情? 要知道, 秦义可才是个大宗师, 与他同街。 李渊叹了口气, 默默走出了幻梦室, 拉着还没回过神来的李懿, 头也不回地溜回家了。 直至走出五道联合会的大门, 被李渊拖着的李懿才回过神来, 咽了口唾沫, 不解道。 家主, 这秦义天资如此变态, 为何不继续留着, 尝试拉拢他? 这么早离开干嘛? 李渊看了他一眼, 摇头道, 他这种级别的天才, 拉拢过来的, 我们李家不配。 到了这时, 他回想起秦义之前对自己所说的, 先尝试六阶换阵, 再谈做客之事, 这句话, 可算反映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想让他自残行贿, 主动放弃拉拢秦义当客亲啊。 好高情商的说法。 第132章 请教我秦校长, 姓名, 秦义, 生命层次, 种族, 恒星及人族, 85%, 力量, 1150, 体质, 2100, 敏捷, 924, 精神力总量, 3800, 气血总量, 38000卡, 天赋, 细胞适应性进化, 技能, 患神童, 疼痛忍耐, LV5, 不朽精深, LV4, 道心通明, LV3, 脸不红心不跳, 柔弱无骨, 百毒不轻。 战力评价, 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出入大宗师, 背地里已经可以和风猴镜硬碰硬了。 当然, 你打不死风猴镜, 风猴镜也很难打死你。 2100点体质, 如果说原本的2000点体质是无限逼近于风猴镜水准, 那么现在的2100点就是正式跨过了风猴镜门槛, 与风猴镜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正如系统对他的战力评价所言, 今后, 风猴镜很难打死他, 但他也没有特别的功法手段打死风猴镜。 气血总量和精神力总量正在不断逼近大宗师境界的上限, 最迟一周, 就要封顶了。 情义估摸着, 自己的上限应该远高于同阶大宗师。 同阶大宗师的气血总量上限大概为5万卡, 他怎么着也得有6万卡吧。 至于精神力总量, 他其实已经超越普通大宗师的上限了。 普通大宗师的精神力总量上限大概为2000点, 他当前不仅超了, 而且都快超过两倍了。 再过两天, 就能再进入一次误道状态。 这次误道, 秦义打算把自己参悟的肉身之道完善一番, 争取两次误道, 就接出, 倒枝, 脑欲接出, 倒枝, 甘田孕育, 山海, 石海幻化, 鲜鹿。 这三个象征全部达成时, 武者便彻底跨入了山海境。 视线向下挪移, 秦义注意到, 自己腹部的位置处, 已有大量的淡金色气血汇聚, 浓缩成团, 散发出磅礴的大势气息, 好似仙霞传闻中的金丹。 这枚金丹还在逐渐变大, 当他全身的气血总量超越5万卡, 并都融入金丹时, 丹内便会寓寓出一方世界, 名为山海界。 所谓的山海境, 便是由山海界化名而来。 个人面板看完后, 秦义瞥了眼外头的吃瓜群众, 见他们仍是一副说不出话的呆萌样, 也不再继续于幻梦式停留, 大步走了出去, 来到了徐若旭身旁。 于航的幻梦式, 最高只能体验六阶幻阵, 如今六阶幻阵已被他破开, 自然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了。 秦义向徐若旭告辞, 不乏轻快,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便消失在了五道联合会中。 他准备去五届购买 有关燕南山秘境的情报和地图, 顺便再去渔航第一五道学院, 见一见陈轩。 等回到东郊超市, 学习完七伤风拳的后两层后, 秦义就能出发前往燕荡山秘境, 追寻大狗嘴中所说的重大机缘了。 走出五道联合会大门, 秦义刚抬脚, 便感觉神魂颤动了一下, 双眸不自觉地望向了天边的一角。 这是巨神残魂的定位。 为了保命, 秦义将巨神残魂丢到了魔尊手指上, 随着魔尊手指一起撕裂空间传送不见了。 起初, 他因为精神力强度不够, 没法感应到巨神残魂的位置。 但现在, 他感应到了, 虽然很模糊, 可确确实实是感应到了。 这距离在一万里之内, 不算特别远。 只是有点怪怪的, 像是卡在蓝星与其他世界的交界处一样。 秦义用心感受着, 可惜最多只能感应到这个程度了。 总之, 魔尊手指和巨神残魂似乎还没被魔族的人发现。 这样就还好。 念及于此, 他回过头, 仔细观望着五道联合会的大门, 若有所思。 在他第一次来五道联合会时, 就发现五道联合会实际上被一座十分隐秘的顶级阵法所笼罩, 可以防止一族渗透进来。 而当他离开五道联合会后, 当即感应到了巨神残魂的大概方位。 这说明, 五道联合会的隐藏阵法, 有隔绝神念的效果。 符文阵法一道道也有趣, 用途极广, 适用性很高。 秦毅默默汗手, 他依旧不打算休息阵法, 反正有带狗这个阵法大宗师在, 已经够用了。 他的双腿轻轻向下一蹬, 整个人腾空而起, 没入云层之中。 这一次, 他畅快地飞行在渔航上空, 居高临下, 俯视着城市再没有收到禁制阵法的阻碍。 看来通行证已经生效了。 秦毅扫视着下方的建筑, 与茫茫大厦中寻到了矮一头的武道学院教学楼, 正想着朝那里飞去, 口袋里的手机却忽然震动了一下。 拿起来一看, 是武界发来的消息。 消息? 他找我, 又有什么事吗? 秦毅看着来信者的备注名称, 打开了武界, 简单翻阅了一遍。 旋即, 他明白了过来。 渔航市值政厅, 居然想让我去渔航第一武道学院当校长。 秦毅神色一正, 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茬。 他是个害怕麻烦的人, 把他的拒绝之言卡在了指尖没发出去。 消息, 你放心, 当校长不需要教书, 也不需要完成什么任务。 你只用偶尔露个脸, 随便讲点话, 激励学生就行。 消息, 校长这个位置, 是看招生和毕业指标的, 但你这么年轻, 只要不断修炼变强, 强到一定程度, 就会成为学校的金字招牌。 顶级生员, 自己就会屁颠屁颠地报名, 完全不用你做什么事。 消息, 另外, 余航第一武道学院的校长, 月工资大概十万贡献点, 这还不算奖金。 呃, 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白嫖十几万贡献点,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啊。 秦毅发现自己, 没有拒绝的理由。 这就是天才的待遇吗? 你别说, 还真有点爽。 秦毅又一次体会到了天交的好处, 不隐藏实力, 也有不隐藏的好啊。 不憋屈, 想装就装, 还能体验天交的快乐。 考虑了几分钟后, 秦毅答应了渔航官方的嘉奖。 他问道, 我什么时候才算正式上岗? 消息, 在你发出这句话的瞬间, 就已经是了。 敬爱的渔航第一武道学院校长, 秦毅, 零点零。 在他印象里, 消息不是个高冷的职场女强人吗? 怎么突然会说这种俏皮的话? 第133章, 渔航第一武道学院。 下午两点, 艳阳高照, 万里无云。 秦毅自高空降落, 驻足于渔航第一武道学院的门口, 还没靠近, 满脸堆笑, 向自己迎面走来。 您就是秦校长了吧? 果真如传闻中一样, 年轻英俊。 年少有为啊。 为首的中年男人, 上来就是一具马屁。 此人有下品宗师境界, 体态微胖, 肚子稍稍隆起, 但又不至于大富翩翩。 看他的样子, 似乎是校方的领导, 且已经知道, 秦毅今日会来接任, 于是乎, 带着一众校方高层, 亲自来校门口迎接。 秦毅本来还以为会出现校方的保安不认识自己, 把自己当成陌生人拦在校外, 然后自己再亮出身份, 开始装逼打脸的情况呢。 没想到, 学校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 副校长和教务处主任都屁颠屁颠地跑出来迎接自己了。 可惜可惜, 看来网文小说中的烂俗情节, 没法发生在我身上了。 秦毅表面不动神色, 心中却略有些惋惜。 眼前, 校方一行人凑到秦毅身边, 以中年男子为首, 逐一向秦毅介绍起自己。 我是杨剑道, 于航第一武道学院的副校长, 您叫我小杨就行。 杨剑道拍了拍胸膛, 继续道, 校内的一切琐事都有我来负责, 您无需操心。 当然, 您要是想亲自下场指导学校的相关事宜, 自然也是可以的, 我们必然鼎力相助。 杨剑道的意思很简单, 秦毅虽然是学校的校长, 但可以当甩手掌柜, 享受一切校长级别的待遇, 而无需工作。 不过, 如果秦毅有权利欲想要掌控学校, 那校方的老师和高层也不会抗拒, 全部能马上遵从秦毅的意思。 总之, 秦毅在学校里, 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就可以为所欲为。 除了副校长杨剑道外, 教务处主任方凌云, 三位特级教师也都向秦毅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一脸忠心耿耿的样子。 现实世界哪里有那么多装逼打脸? 秦毅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和实力, 对方肯定不会傻愣愣地触怒秦毅。 毕竟在明面上, 秦毅横扫三大极限榜, 又和官方扯上了极深的关系, 怎么看都是前途一片大好。 像秦毅这种未来可期的添交, 主动结交, 一定比交恶要好。 只是不知道, 远航第一武道学院原本的校长是谁? 该不会出现我挤掉了他, 然后他怀恨在心, 联络一大批家族势力, 强行来恶心我的桥段吧。 秦毅向杨剑道等人提出了这个疑问, 很快得到了解答。 原来, 上一院校长其实是由于航首席执政肖杨兼任的, 如今肖杨把位置让给他,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一番相互了解后, 秦毅在校方众人的簇拥中走进学校。 刚一进门, 他就察觉到有莫名的力量笼罩了自己, 抬眸向校区中央望去, 发现这力量的源自于校中央的花坛处。 阵法吗? 为了保护学生安全, 特地设立了一个阵法。 看见秦毅的目光投向花坛, 杨剑道盲不迭出声解释道, 为了防止学生私自斗殴, 校区里设立有四阶近灵阵, 能防止上品宗师以下的武者大范围操控灵气作战, 但对于修行没有影响。 此阵法等阶太低, 对您是无效的, 不过如果您不嫌麻烦, 也可去教务处一趟, 添加白名单, 这样就不受影响了。 原来是用来防止学生私自战斗的吗? 也是, 17、8岁的小孩子最容易弃血上头, 万一动起手来, 没轻没重, 很可能导致惨案发生。 他前世普通的学校里, 都偶尔有校园霸凌出现, 遑论高五世界的学校, 不严加看管的话, 绝对有巨大隐患。 可这里不是五校吗? 禁令后, 怎么锻炼学生们的实战能力? 秦一向是个来学校考察巡视的老领导, 不断提出问题。 杨剑道等人则是兢兢业业地回答, 用词小心, 生怕自己说错话。 学校的操场附近设立有五管, 乃是一片特地开辟出来的独特小空间, 只要获得教师的许可, 便可进入五管空间, 进行实战磨练。 五管空间不会受到禁令震的管控, 还有一些专门给学生测试实力的区域, 也没有阵法管控, 只有老师监察。 学校里还开辟了一小块特殊空间, 专门拿来磨练实战。 则则, 不愧是渔航最好的武道学院, 各类教学资源都是顶级的。 情义崛起于草根, 没读过武道学校, 上一辈子读的也只是普通的学校, 如今还是第一次见识到 蓝星世界武道学院的布局和教学模式。 这是静心市, 用特殊三阶灵木打造, 有让人静心养神的功效。 这是洗五楼, 一共四层, 每层都设立有不同的锻炼关卡, 比如第一层锻炼力量, 第二层锻炼身法。 这是北石堂, 咱学校有两个学生石堂, 一个教师石堂。 一路上, 杨剑道, 方陵云以及三位特级教师 都在不停地为情义介绍学校的相关情况, 至于剩下的普通老师 则都被情义遣散, 回去做自己的事了。 由于陪同的阵容太过豪华, 他们这一路走来吸引了不少学生的注意。 副校长和教务处主任 怎么一起在外面闲逛? 什么闲逛? 你没看见他们俩 是在陪那个年轻人游览学校吗? 卧槽, 能让副校长和教务处主任陪同的? 这年轻人什么身份? 世家独生子? 哼, 余航这几个世家, 虽然实力不错, 但也不至于让副校长和教务处主任 这样笑脸相陪。 你别说, 我还真没见过副校长跟教务处主任 笑得这么开心, 感觉都有点恶心了。 是啊, 他们平时不是一只不苟言笑, 一脸死板的吗? 学生们惊恶地盯着秦毅一行人, 直至他们走远, 也没有收回目光, 反而偷偷在后面跟踪了上去。 渐渐地, 秦毅后头跟着的人越来越多, 学生们叽叽喳喳的声音不断传来, 令杨剑道和方凌云微微皱眉, 感觉很没有规矩。 不过秦毅都没有说什么, 他们更没法主动驱赶学生。 就这样闲逛了许久, 杨剑道等人带着秦毅来到了一处教学楼。 教学楼里, 空间旷阔平坦, 规规整整地摆放着诸多器材, 学生们在各个器材前排列成对, 似乎在进行什么测试。 因为距离12月的冬季五考, 只剩下一个月多的时间, 因此, 虞航第一武道学院开启了繁忙的最后冲刺阶段, 三天一小册, 七天一大册。 情义简单一扫, 玄机目光一定,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陈轩? 第134章 达连老套路 自打从巨神蚕食中活着回来, 完成蜕变的陈轩便过上了爽文主角般的生活。 从一个原本在学校排名倒数的五渣, 变成了横扫排行榜, 一路崛起的五神。 虞航第一武道学院的高三年级段共有1500人, 陈轩本来一直徘徊在1450名左右, 但通过神学完成蜕变后, 他的天赋达到了绝顶水准,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追上了同学三年的进度, 从1450名冲到了前300名。 等这次全校测试结束, 他估计能攀升到前100名。 虞航第一武道学院的前100是什么概念? 大胆点说, 全国所有的武道大学, 他都可以随便选了, 只是某些特殊的专业和班级不一定能录上。 陈轩知道, 自己的潜力远不止如此, 他缺少的只是时间。 这五考前剩下的最后一个月时间, 就是他争分夺秒, 赶超所有竞争对手的最佳机会。 他想冲刺到全校前10。 虞航第一武道学院的前10, 近十年来都来自于各大世家, 他若是能成功, 便是这十年来唯一一位从底层耕顶的学生。 陈轩明白自己和秦逸哥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种差距不仅是天赋上的, 还有心性、悟性、根骨。 秦逸的墙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墙, 是彻彻底底的碾压。 他这辈子都很难有追上秦逸的机会, 陈轩也不奢求能追上秦逸哥, 他只想能一直看着秦逸哥的背影, 不会因为掉队, 而被秦逸哥遗忘。 所以他很努力, 拼了命的努力, 连一分钟都不愿意浪费。 如今的他, 已有中阶武士境界, 只要利用好最后一个月, 就能赶在五考前突破至高阶武士。 不知不觉间, 队伍排到了陈轩, 他长输了一口气, 没有隐藏实力, 全力爆发, 对着特制木桩轰出了一拳。 一声轰鸣乍响, 木桩四分五裂, 不远处的大屏幕上显现出一个数字, 2.8吨。 中阶武士的力量极限大概是3吨, 而陈轩刚跨入此境界不久, 能打出这般水平, 已是傲视群雄了。 当然, 要是和秦逸对比, 仍旧不够看。 秦逸在中阶武士境界时, 不用全力挥拳, 随手一打, 就能有3.5吨左右的力道。 这个数字, 要是出现在学校的测试场里, 恐怕会吓死一大批学生。 陈轩的成绩出来后, 围观的学生群体中, 议论四起, 其中大多是羡慕陈轩的, 但也有一部分人脸色阴沉, 盯着陈轩, 面色不善。 于航第一武道学院里, 有普通学生, 也有世家子弟。 而世家子弟中, 难免会出几个顽固卑劣之人, 平日里以打压同辈为乐, 游手好闲, 仗着祖上传下来的天赋和家庭背景, 欺压普通人。 碰巧的是, 就有这么一位顽固子弟, 盯上了陈轩。 说实话, 这类人打压别人, 大多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有可能只是单纯地看人不爽。 陈轩这种起初在学校里平平无奇, 默默无闻的人, 突然声名雀起, 自然会让人嫉妒。 金白木便是其中最张狂的一员。 他出生于金家, 是金家第三代子四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如今不过十六岁, 由于年龄太小, 因此无缘家主之位的竞争。 但好在他天资纵横, 连跳两极, 十六岁便加入了无考对练。 就在几日前, 他当众羞辱了陈轩一顿, 本想挑起争端, 去武馆打陈轩的脸, 拜一拜陈轩的名气, 装个笔。 但没想到, 面对自己的羞辱, 陈轩不卑不亢, 完全无视了自己。 这种无视的态度, 让他更为气愤。 从小到大, 他一直是众星捧月, 走到哪都是焦点, 没人敢这样, 无视他。 于是, 他和陈轩打了个赌, 就赌这次测试的成绩。 金白目一开始, 信心满满, 但等到陈轩测完力量后, 瞬间冷了下脸。 陈轩的进步太大了。 十天前, 他的各项属性, 还远不如金白目, 可十天后, 已是金飞昔比, 他被超越了。 原本想打对方的脸, 这一下, 他倒是要被打脸了。 不行, 他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 否则以后还怎么在世家子弟的圈子里混。 金白目想了想, 决定拉上几位狐朋狗友, 暗中死半, 给陈轩下毒。 当然, 这种毒不会毒死人, 只是会在短时间内, 让无者有气无力, 发挥不了最佳状态。 三阶顶级毒粉, 可溶于空气, 无色无味, 纵然上品宗师都没法察觉, 用在你身上, 可真是浪费了。 金白目看向陈轩, 撇了撇嘴。 嘻嘻, 身份背景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你可别怪我耍赖。 要怪就怪你是一介草民吧。 金白目带着两个朋友, 走到陈轩面前, 装作热情地拉着陈轩谈话, 另一边却暗中让身侧的朋友, 取出白色小玉瓶, 捏在手中, 轻轻打开瓶口, 将粉末抖向陈轩。 眼尖下毒就要成功。 漠然间, 一变突生, 一道强横的神念盖压而下, 竟直接把三人压得匍匐在了地上, 没法爬起来。 那位攥着毒瓶的学生, 更是痛苦地惨叫了一声, 右手鼓劣, 毒瓶脱手, 掉在了地上。 陈轩神色一正, 看着地上的白色玉瓶, 心中有了些不好的预感, 急忙倒退两步, 向后方望去。 旋即, 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 秦秦一哥, 你怎么来了? 陈轩看向秦义, 惊喜不已。 我不来, 你可就要被人欺负了。 秦义淡淡一笑, 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金白目等人身前, 随手捡起了玉瓶, 将瓶口重新盖上, 饶有兴趣地笑道, 我们渔航第一武道学院的学生, 胆子还真是大, 都敢向同学下毒了。 杨健道与方凌云心头一惊, 急忙走上前来, 神念一扫, 当即明白了情况。 这只金家的小子, 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两人脸色铁青, 低眸, 看向趴在地上如死鱼一样的金白目三人。 今日之事, 不会轻易结束, 还得把你家长一起喊来。 跟着金白目的两个狐朋狗友, 被副校长骂得瑟瑟发抖, 无考前被开除, 这辈子可能都要完蛋了。 而金白目却没有什么感觉, 他自认背靠世家, 哪怕下毒之事被发现, 也不过小失成见, 问题不大, 不可能真的开除他。 可他没料到的是, 此事牵连到了情义, 怎么可能还会如他预想之中那般简单? 第135章, 给人踹出心里阴影了。 金白目背靠金家, 嚣张跋扈惯了, 哪怕犯错被人抓了个正行, 也没有露出畏惧和悔改之意。 他趴在地上, 感觉四周的同学都在盯着自己看, 心中生出一股屈辱感, 咬牙道, 赶快放我起来, 我下毒是有错, 但又没想着毒死陈轩, 不过是玩玩罢了。 大庭广众之下, 你在学校里欺压我一个学生, 到时候, 别以为自己能好过。 世家出身的子弟, 一般都有两种极端, 要么极端的聪慧有教养, 要么极端的顽固, 最为在意面子, 为了面子, 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毫无疑问, 金白木便是后者。 他被秦义用一道神念镇压在地, 不仅没有紧张和担忧, 反而觉着秦义落了自己的面子, 必须找机会报复找不回来。 很显然, 这位娇生惯养的世家子弟, 还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秦义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没有因为金白木的话语而动目, 甚至有点想笑。 在这个世界待了这么久, 终于给他遇到一个没脑子的打脸对象了。 他走到金白木身前, 正想着做些什么, 一旁的陈轩却有些犹豫, 拉了拉秦义的衣角。 轻声道, 一哥, 他是金家的小儿子, 招惹他不会给你留下什么麻烦吧? 陈轩似乎想就此作罢, 他不清楚秦义当前的身份, 但知晓秦义的未来不可限量, 万万不能因为自己, 提前与世家交恶, 多出几个敌人。 然而, 秦义只是轻轻一笑, 旋即抬起右腿, 狠狠踹在了金白木的脸上。 啪! 一阵声浪乍响, 金白木的脸庞瞬间受力扭曲, 整个人横飞出去数十米远, 在地上摩擦出了一条长长的血痕, 半天才停下。 这一脚, 当场把金白木踹猛了。 他嘴里的牙齿碎裂了大半, 脑袋里嗡嗡作响, 耳旁是连绵不绝的耳鸣, 痛苦地哀好传荡四方, 他像是一条搁浅的鱼, 不断挣扎打滚。 这一脚造成的动静极大, 把周围吃瓜的学生们也给吓到了。 金白木平日里在学校中便非常高调, 因此大部分人都是认识他的。 没人能想到, 秦毅居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准金白木的右脸来上了一脚。 此人究竟是谁? 胆子也太大了吧。 难道不知道金白木是金家的人吗? 纵然同为世家子弟, 其他家族的人也不敢这样殴打金白木。 别说是普通的围观学生了, 秦毅这么一脚下去, 就连副校长杨剑道的眼角都忍不住跳了一下。 新校长的脾气比他想得还要爆啊。 但不得不说, 这一脚踹得真痛快, 哪怕不是他们踹的, 也有一种酸爽的滋味。 金白木给踹飞出去后, 留在原地的两位狗腿怕得差点要尿裤裆了。 他们与金白木的距离很近, 能切实体会到秦毅这一脚的力度。 要是落在他们脑袋上, 绝对给他们踹死。 当然, 他们不清楚的是, 这一脚还是秦毅故意收力的结果。 没想到你的脸蛋脚感还蛮好。 秦毅乐呵呵地笑着, 在他脸上, 完全看不出惹怒世家的畏惧。 他招了招手, 神念散发而去, 又把飞出去老远的金白木 像死狗一样拖回了自己面前。 金白木的嘴里溢满了鲜血, 他这辈子就没受到过如此大的凌辱。 此刻愤怒地像一头失去理智的灰狼, 怒目仰视, 死死盯着秦毅。 好好啊, 太好了, 你今日踹我这脚, 有没有想过以后会有什么下场? 秦毅蹲下身子, 一脸的云淡风轻, 耸了耸肩, 下场? 能有什么下场? 你要哭着找爸爸妈妈来教训我吗? 他的嘴角带着玩味, 语气中的挑衅意味更是浓厚无比, 差点给金白木气得再次吐血。 现在在这装逼是装爽了, 但等我足中知晓此事后, 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金白木被踹了一脚, 却仍在嘴硬。 你有胆子, 马上让我起来, 和家里联系。 果不其然, 娇生惯养的世家顽固子弟, 遇到挫折后, 救命稻草永远是家族势力。 还真是废物啊。 周围的学生们听见金白木的话语, 不约而同地向其投去厌恶的注视。 金白木感受着众人的目光,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大笑道, 看什么看? 家族势力也是武者实力的一部分, 不服气, 你们就去重新投胎。 如今用这般眼神看着我, 若是换你们成为金家的嫡子, 还不是会和我一样。 金白木说着说着, 忽然发觉自己身上的压力松弛消失了, 躯体恢复自由, 从地上站了起来。 嗯? 他愣了一下, 随后笑得更加猖狂, 对着秦义摇头道,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有骨气的人, 没想到还是怕世家报复。 来给你爷爷跪下道歉, 我保证再不去追究。 金白木认为秦义怂了, 这才选择放自己起来。 可他没想到, 秦义刚给他放起来, 就又冷不丁地踹了他一脚。 这一次, 踹的是左脸。 哄, 鲜血喷剑, 金白木又一次飞出去数十米远, 刚一落地, 又让秦义用神念拉了回来, 像个木桩一样处在地上。 他的脸庞如气球般肿起, 嘴里支支吾吾说着话, 含糊不清。 给你一脚还不老实, 非要继续嘴剑。 你这不是欠踹吗? 秦义嫌弃地瞥了眼金白木的猪头脸, 要是再乱叫, 我就踹到你说不出话来为止。 说着, 他顺势又要抬起腿。 双手拦在脸前。 见秦义没有出腿, 只是吓吓自己, 他又为自己过于夸张的反应感觉害臊, 只觉得周围的学生都在嘲笑自己。 秦义两脚下去, 把金白木踹出了心理阴影, 此刻乖乖地闭上了嘴, 不敢再在秦义面前乱说话了。 然而, 他不想说话, 秦义却非要他开口。 只见金白木的口袋晃动了一下, 放于其中的手机自动漂浮出来, 塞进了金白木的手心。 来, 打电话联系你家里人吧。 这些人当众踹了你两脚, 给你踹飞出去几十米远, 脸都肿成狗了。 看着强行塞进自己手里的手机, 金白木咽了口血沫, 发呆许久才回过神。 真真让我联系, 请便。 看见秦义的举措, 包括陈轩在内的围观者都惊呆了, 他们就没见过这么狂的人。 打完世家嫡子, 又让人家当着自己的面具告状? 真就不怕报复吗? 第136章 踢到钢板, 崴了脚。 金白木打开免蹄, 电话号码。 不多时, 电话接通, 手机里传出一位男性憨厚的声音, 光听声音,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年龄不算太大, 不像是金白木的父亲。 一些有家庭背景的学生 听见手机中传出的声音, 心头一灵, 分辨出了此人的名头。 这是金家老三金芳的声音。 金芳在金家新一代人里面 算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 俗称金胖子, 听说他在最近几个月 完成了一笔大订单, 给金家血赚了一大笔贡献点, 隐约已经成事, 成为金家下一代家主的接班人了。 金家大大小小的事情, 基本都已转交给金胖子处理。 金胖子是金白木的三哥, 对于金白木的宠爱程度不低, 至少平日里, 金白木提出的要求他都会满足。 这一次, 当金白木151时 把学校刚刚发生的事情 告知给金胖子时,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 玄机装作气愤地安抚道, 此事是你有错在先, 但对方对你出手, 这恩怨算是两清, 你要是气不过, 还得让祖老出面。 金胖子回复看似柔和, 实则暗藏玄机。 他话中的祖老, 实际上是金家暗中培养的主要战力, 通常用来处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听见三哥暗示要为自己出头, 金白木喜行余色, 忍不住看了眼不远处的秦义, 想从对方脸上看见恐惧和懊悔。 可惜, 秦义没有如他所愿, 依旧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 你就继续装淡定吧, 等祖老真的出手, 看你还怎么装下去。 金白木心头暗暗发狠, 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讥讽, 主要是被秦义踢怕了。 哥, 你能帮我吗? 金白木小声对着手机说道, 金胖子爽朗一笑, 我是你哥, 当然会帮你, 祖老那边我可以带你去联系。 不过, 踢你的人是什么身份, 叫什么名字? 金胖子做事一向小心谨慎, 哪怕是帮家人报仇, 也得先问清楚对方的具体情况。 说到这个, 金白木又抬头看了一眼秦义, 再看了一眼陈轩, 推测到, 没什么背景, 但本身的实力和天赋都不错, 估计至少是上品宗师。 金白木不是傻子, 从秦义对陈轩的态度, 以及他们二人聊天的对话来看, 这两人肯定是熟人, 而且关系匪浅。 正所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能让陈轩这种底层人搭上关系的, 怎么想都不可能是权贵。 由此可知, 秦义大概率也是个草根, 只是实力不俗, 再加上有点天赋, 这才入了某些权贵的眼当狗罢了。 金白木的推测不能说错误, 毕竟秦义的确与陈轩一样, 是个毫无背景的底层草根。 但到了现在, 他已不能算是草根, 而是背景雄厚的武一代。 金白木还是缺乏了世家子弟 对于察言观色这一方面的训练, 只看见秦义与陈轩熟知, 却没注意到副校长和教务处主任 对秦义毕恭毕敬的样子。 能让一位有官方背景的宗师如此恭敬, 秦义的身份地位能差吗? 和三哥聊了一小会天后, 金白木的心态恢复了不少, 脸庞也消肿了大半, 信心更是重归巅峰, 只感觉下一秒就能喊来帮手猜死秦义。 哥, 那家伙叫秦义, 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金白木说道, 哦, 没什么背景, 叫秦义吗? 行, 这是交给我, 我等等就去帮你金胖子 先是胸有成竹地印下了此事。 但说着说着, 声音莫名地逐渐变小, 最终小到什么也听不见。 然后下一秒, 一声惊呼从手机传来, 差点震碎金白木的耳膜。 你说那人叫什么? 你再说一次。 金白木被三哥突如其来的惊呼, 搞得一头雾水, 再次说道, 秦义啊。 二十多岁? 对, 二十多岁。 是不是短发, 长相秀气, 气息隐秘, 看不穿修为? 金白木打量了一番秦义, 连连点头, 哥你真是料事如神, 的确如此。 这一头的金白木, 还在恭维自己三哥, 另一头的金胖子, 听见秦义二字, 已经是脸色阴沉, 几乎要有手刃血清的意图了。 料事如神, 我料你的头, 你死在学校得了。 金白木被三哥喷得一脸猛, 他从未见过三哥这般势态。 我干什么了? 你弟弟被外人欺负了, 找你帮忙? 你还骂我? 金白木委屈得不行, 独当道, 你到底帮不帮我? 你不帮, 我找我爹去。 此言一出, 金胖子气得脸都黑了。 帮个屁, 你哥我还算脾气好的, 只是骂你一顿, 你要是找老爹去, 他马上就敢去学校亲手打死你。 秦义的存在, 金家老爹早就知晓了, 这可是金家的大客户, 大贵人, 未来足以封侯称王的潜力骨。 要是因为金白木而产生关系裂痕, 给金白木逐出金家都算轻的处罚。 秦义现在应该在你附近吧? 你把手机给秦义, 现在, 马上, 金胖子下达了最后通牒, 金白木虽然不情愿, 可也不敢违逆三哥的意思, 悠悠然照做了。 秦义随手接过手机后, 电话另一头当即传来金胖子善善的笑声。 秦哥,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金胖子的话语刚一出来, 在场众人便一同变了眼神, 看向秦义的目光愈发闪亮。 从刚刚手机里外放出的声音, 就已能看出, 金胖子是认识秦义的, 且不像是上下级关系。 而现在这句话出现后, 所有人都听出来了, 秦义不仅不是金胖子的下属, 还可能比金胖子高一个档次。 能让金家未来的接班人谄媚讨好, 这得什么什么身份。 于航首席执政官都难做到。 然而当秦义的回应落入众人耳中时, 他们心中的震惊又加重了十倍。 秦义说, 如果我非要和他一般见识呢? 此话一出, 火药味已经高到爆棚了, 几乎等同于打金胖子的脸。 但是, 金胖子却仍然保持着下位者的姿态, 义正言辞道, 金白木首先犯下了大错, 您要惩罚他, 理所应当。 我不, 整个金家都不会有意义。 接下来一天, 金白木就教由您处置, 随意处置。 啪哒。 金胖子的话语, 上一秒才从手机里传出, 下一秒, 金白木便满脸不可置信, 瘫倒在了地上。 往常笑里藏刀, 眸测过人, 深藏不露的三哥, 怎么好像变成勤义的舔狗了? 看着目光灼灼的陈轩, 神色淡然的情谊, 金白木的心眨眼尖凉了半截。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他就算是个白痴, 也意识到自己这一次提到铁板了。 而且, 这块铁板的印度金人, 就连他背靠的金家都得讨好, 压根不敢纵容自己。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险。 周围围观的吃瓜群众中不乏有其他世家的子弟, 他们一些人与金白木关系不错, 本来还想着出来就一救兄弟, 但看见此时金白木惨白的脸色, 无不庆幸自己当初没有站出来当出头鸟。 同时, 他们的目光又聚焦在了秦义身上, 这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青年到底是什么身份, 居然能让金家主动退让。 他们自幼熟记的那份 世家子弟不可招惹名单上, 并没有这个人的记录。 莫非是从底层刚崛起的权贵? 出身于世家的权贵子弟们纷纷陷入沉思, 而那些同样来自于社会底层的穷苦学生们, 则是一个个眼冒猩猩, 盯着秦义挪不开眼。 像秦义这种横空出世, 一言不合, 出手就暴打世家顽固子弟的人, 很容易就能得到学生们的崇拜和追捧。 更何况, 秦义似乎也出身于底层, 这就让他们更有代入感了, 仿佛金白木脸上的伤势他们踹出来的一样。 规矩道理, 你说我违反校规要惩戒我, 可这秦义在学校中痛打学生, 也违反了校规, 为何副校长和教务主任不出来帮我? 众判清理之下, 我是犯了错不假, 可即使是犯错处罚, 也是学校的老师们处罚我。 秦义作为外来人参观学校, 有什么权利处置我? 在金白木眼里, 秦义虽然一直是一副笑容可居的模样, 可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 一想到自己要落到秦义手中, 他便忍不住打寒战。 不管怎么样, 就算受罚, 也得让副校长他们罚自己。 这是金白木最后的追求了。 听完他这一番可笑的言论, 副校长杨剑道, 脸色韵怒, 郑玉向前踏出一步, 主动解释, 但不曾想, 秦义朝他摆了摆手, 亲自站了出来。 他环顾四周一众的老师和学生, 点了点头, 朗声道, 来时太匆忙, 忘了介绍一下自己。 趁着现在有空, 我简单介绍一下吧。 我, 秦义, 一届草民, 但今日起, 正式接任渔航第一舞蹈学院的校长之位。 平日里, 我待在学校的时间不会太多, 不过你们, 要是有什么事情想与我商讨, 都可以来校长室留信。 说着, 他一有所指地看向金白木, 继续道, 比如今天这种想读到同学的重大恶事, 便可主动来找我, 不用畏惧犯案者的身份。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只要在学校里犯了大错, 就归我管。 此一言, 震龙发聩, 震耳欲聋, 回荡在测试室中, 久久不曾消散。 包括金白木在内, 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了做梦般呆滞的神色, 看着秦义认真的表情, 又看了看一旁副校长杨剑道恭敬的态度, 当即明白, 秦义没有说谎。 这位只比他们大了那么几岁的青年, 居然真的是渔航第一武道学院的新校长。 秦校长? 煞时间, 金白木的神色彻底惨淡了下去, 他的唇瓣微微颤动, 似乎想说些什么, 可最后却凄惨地发现, 自己什么都说不了。 一笑之掌, 有管他的权利吗? 答案不言而喻, 不仅有, 而且是想怎么管就怎么管。 怪不得, 三哥说此事如果告到家主那里去, 他更逃不要好。 如今看来, 他已经被金家放弃, 充当讨好秦义的妻子了。 世家的宗族政治就是这么现实, 而世代从上的金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切决策都以家族利益为重。 显然, 舍弃掉他, 换取秦义的好感, 才是对金家最有利的决策。 金白木心如死灰, 一时间如同失了神, 颓然垂头, 再无波动。 现在的他, 除了后悔自己, 为了一时的面子欺压陈轩外, 还能有什么情绪呢? 可即使到了这种时候, 他后悔的仍然只是欺压了有通天背景的情义, 而非自己作为学生, 主动给同学下读这个举动。 若非陈轩有情义撑腰, 他恐怕仍然不会有悔改之心。 这是一个被养废了的世家子弟, 心性太差, 哪怕年龄再长几岁, 也不可能和另外四位金家的哥哥姐姐去争位置了。 在场的所有人里, 当得知眼前的青年便是心愿校长时, 最为震惊的一定是陈轩。 陈轩虽然料定了秦义哥未来会有一番大作为, 可他没想到, 对方已经有腾飞之势, 直接成了于航第一五道学院的校长。 义哥, 你何时跟官方扯上关系了? 这校长之位又是什么情况? 秦义哥当众帮他出头, 陈轩心中感激万分, 但又不免多出了一丝被动的疏远, 这种疏远不是感情不和, 而是地位相差过大时, 由于自卑导致的。 像是现实中的很多兄弟, 微末时同甘共苦, 可一旦双方地位差距过大, 便会产生难以避免的间隙, 最终分道扬镳, 成为两个世界的人。 像规避这种问题, 唯一的办法, 便是落后之人加倍努力, 追上兄弟。 陈轩一直以来拼命修炼,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间隙。 可他没想到, 哪怕自己这么努力了, 仍然追不上秦义哥。 秦义哥帮我一次可以, 可长久以往下去, 我天天需要秦义哥出手帮忙, 我还算兄弟吗? 陈轩黯然窥叹。 然而, 秦义却朝着他哈哈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柔声道, 金白目不是说你没有背景吗? 没事, 即日起, 你秦义哥就是你最大的背景。 陈轩心头一震, 抬眸看向秦义成车的双眸, 不自觉地用力点了点头。 他知道, 秦义看出了自己的小心思, 但他也知道, 秦义不在乎他的求助, 也不在乎出手帮他。 因为他们两人是兄弟, 从小到大, 从孤儿院到社会, 一直相互扶持的兄弟。 我会加倍努力的, 努力到能帮助秦义哥为止。 陈轩神色坚定, 在心中暗暗下定了决心。 第138章, 科家百文铺。 秦义在渔航第一武道学院待了半天, 认识了大部分的老师, 熟悉完了校园环境, 这才在第二天清晨告辞离去。 至于到底要如何金白目, 秦义则根本懒得浪费脑力, 干脆把金白目丢给了陈轩, 让陈轩自己处置。 从秦魔王手中, 逃过一劫的金白目, 如释重负, 再也没了原本的自负高傲, 在陈轩面前, 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舔狗, 这也没办法, 毕竟金白目的身家性命, 全寄托在了陈轩手上。 陈轩倒也没真的对金白目怎么样, 只是拿他当小弟, 偶尔使唤着, 做一些琐事。 冬季武考在即, 陈轩需要全力备考冲刺, 他的目标是, 华夏天津最好的那两所武道大学的最好专业, 因此, 武考难度极高, 至少得冲进整个江南行省前十名才有机会, 容不得放松。 秦义自然也不会继续留着打搅陈轩修炼, 他留了一些宗师境界的修炼感悟, 随后便默然离开了校园。 他没有继续给陈轩提供修炼资源, 比如邻国, 比如贡献点, 这不是因为他给不起, 而是知道继续给下去, 兄弟二人的感情可能会变质。 以陈轩的天赋, 足够自己独立修炼了, 不用他太关注。 走出校园后, 秦义一边朝着鱼航东交飞, 一边打开武界, 查找有关购买燕荡山秘境的情报和秘境地图。 燕荡山秘境作为B级秘境, 难度绝对不是区区地级的玄天秘境可以碰瓷的, 光是秘境面积就比玄天秘境足足大了三十倍, 堪比华夏的一些小行省了。 B级秘境便是如此辽阔, 那更高级的A级秘境, 以及A级秘境之上的洞天呢? 秦义不敢想。 他曾从师父王老那听说过, A级秘境的大小可媲美华夏, 而洞天之广阔更是形同一方崭新的世界。 秘境和洞天是异域与蓝星世界的边缘交汇点, 其中蕴含杂乱的规则, 有的秘境甚至会出现大道法则不全, 或是独尊一条大道规则的情况。 也是因此, 秘境和洞天也是蓝星本源规则覆盖的薄弱处。 如若不然, 摩尊手指也不可能通过秘境这个交接点洗涤气息, 避开蓝星本源规则的压制。 不多时, 秦义买到了心仪的东西。 他手头上这份详尽的燕荡山秘境资料附带地图, 一共花费了5万贡献点。 可见售卖情报也是很赚钱的门路。 五街上大部分秘境情报的售卖都可以让买家提前翻阅几页。 秦义对比多家店铺后, 最终选定了一家名为《柯家百文铺》的店铺。 这柯家似乎也是个世家, 如以经商文明的经家一样, 柯家以情报文明、情报渠道极广。 有小道消息说, 官方都曾在柯家的店铺买过情报, 信誉很有保障。 另外, 柯家除了卖情报本身也会买情报, 而且价格不低, 一经合十, 马上付款, 非常爽快。 秦义买完燕荡山秘境的情报后, 还没打开, 就看见柯家最近在主动搜寻的情报收购清单。 这份清单里, 赫然写着, 义神会最近情报收购, A级。 燕荡山秘境的详细资料被定义为C级情报, 价值5万贡献点。 而A级情报, 则是至少价值50万贡献点, 乃是一笔巨款。 义神会居然这么值钱吗? 秦义看见柯家把义神会定义为A级, 心头一抖, 好笑道, 义神会还真是个好组织, 活着的时候, 成员主动送死, 给我赚贡献点, 还帮我进化。 死了之后, 还能卖情报, 赚一笔横财。 义神会在核心成员全部被秦义诱杀后, 组织本身已经溃败了, 但知晓这个消息的人却不多。 因为当初行动过后, 江南王审默下了命令, 禁止一切参与了诱杀行动的人泄密。 再加上秦义的档案被层层加密, 此事泄露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义神会本身牵扯到了星空十大鼓足的魔族, 其中又有两位真王压阵, 情报价值自然够高, A级才算合理。 江南王封闭消息是为了保护秦义, 但秦义若是主动售卖相关的情报, 却不一定是害了自己。 嘴巴藏在他自己身上, 他大可以选择性地透露真相, 隐瞒自己的信息, 单单说义神会的问题, 让柯家自己去试探真假。 这般想着, 秦义没有继续翻阅燕荡山秘境资料, 而是点开了柯家百文铺的私聊界面, 问道, 义神会近况资料, 价格如何? 几秒钟后, 店铺负责人发来的回应, 是资料详细程度而定, 一旦判定为真, 底价为80万贡献点。 最低价80万贡献点, 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秦义嘖嘖称奇, 这种情报的钱看似赚得简单, 实则能吃这口饭的人还真不多, 他也是碰巧遇上了, 才能吃这么一口。 只不过, 你们如何确定情报真假? 秦义最好奇的就是这一点。 难不成柯家还要根据情报, 亲自再去调查一番。 柯家摆文铺那头的回应倒也有趣, 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问他小兄弟是不是最近才接触舞蹈, 没有听说过天津柯家的名头。 对方还真猜对了, 秦义的确没咋听说过这个名头。 听这语气, 天津柯家的名头很大, 非听说过不可。 秦义打开浏览器搜索了一番, 旋即发现, 柯家还真不一般。 这家族疑似出现过尊者, 只是无人敢肯定。 另外, 柯家还有一件八阶神物, 原生海螺, 只要付出一定代价, 就可以验证一件事的真假。 柯家售卖的情报, 之所以这么有可信度, 便是因为这件八阶神物。 八阶神物, 品阶上等同于尊者, 也正是由于这件神物的出现, 许多人才会猜测, 柯家出过一位尊者。 无界之大, 当真是无奇不有。 秦义忍不住感叹, 既然已经确定柯家的诚信度, 他也没有藏着掖着, 大致撰写了一通, 有关异神会的情况, 但把其中自己的信息引去, 只说有一神秘人设局又杀了一神会两尊真王。 当他把情报文件发过去时, 柯家百文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直至半个多小时后, 才有了反应。 定睛一看, 屏幕上只有一条巨大的信息文字, 柯家百文铺向您转账150万点贡献点, 请在24小时内确定。 第139章 这不是白捡钱吗? 好爽快! 这是秦义与柯家的第一次交易, 但他已经能感受到这个京城家族的豪气了。 150万贡献点, 几分钟就给自己打了过来, 似乎完全没有犹豫。 想来, 他发出去的消息已经通过了原生海螺的确定。 秦义虽然在情报中隐藏了关于自己的消息, 但大致上没有说谎, 其中还包含了一些合理的推测。 比如说, 一神会阵亡两位真王后, 实力定然大损, 走向溃败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这种信息, 纯粹是他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 秦义并不知道一神会究竟有怎么样的家底。 如此看来, 他的推测也没有错。 原生海螺还有这种作用吗? 可以分辨出外人的推测。 秦义对这件八阶神物充满了好奇, 若真是如此, 岂不是可以无限向原生海螺提问, 逐一排除错误答案。 他脑洞大开地想着, 随后又自我否定道, 应该没那么简单, 每次提问信息真假都得付出代价, 或许凭空捏造猜测, 让原生海螺确定真假, 需要付出的代价极大。 而像我这样, 九成信息都是客观真实, 只有一成是猜测, 付出的代价便会小很多。 秦义美滋滋地收下了150万贡献点, 然后看见柯家百文铺那边又发来了一句话, 若有那神秘人的信息, 也可向柯家出售, 情报价值为A。 还想买我的信息? 嗯, 虽然这样白赚钱很爽, 但秦义还是不想太早曝光自己的老底。 他正准备退出五届, 去翻阅燕荡山秘境资料, 却不料就在自己思考的这几分钟, 柯家又撤回了刚刚说的话, 重新发道, 若有那神秘人的信息, 也可向柯家出售, 情报价值为S。 S即情报? 当这个字母映入秦义眼帘时, 他不禁有些咋舌。 S即情报, 定价可是一千万贡献点起步, 甚至有时候无法用贡献点衡量, 柯家会送出一些极品灵物抵债。 我有这么值钱吗? 他挠了挠头。 但秦义不知道的是, 就在几分钟前, 柯家动用了自家的情报系统, 搜集秦义所说的神秘人类的信息, 一路搜到了官方那边, 最终惊恶地发现, 他们家族的资料权限, 竟不足以翻阅神秘人的档案。 柯家的情报权限乃是富航省级, 仅次于行省首席执政官, 按理说, 几乎没有他们查不到的档案。 可这次却吃扁了。 于是乎, 柯家果断更改了神秘人的情报价值, 直接给提升到了S级。 他们认为, 神秘人的信息有巨大价值和潜力。 不得不说, 柯家的情报系统确实牛逼, 仅不到五分钟就做完了上述的调查和确定。 可惜, 纵然把情报价值提高至S, 秦义也不想售卖自己的信息吗? 他瞧着那个亮眼的S字母, 忽然心头一动, 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我售卖自己的情报, 好像不是不行啊。 只要卖一些含糊不清, 无关紧要的东西, 不就完了? 想了想, 秦义当即创建了一个新的文档, 在上面写下了一些关于自己的情报。 比如说, 神秘人性别为男, 种族为人族, 诱杀一神会时出现在渔航市, 年龄不大, 容貌英俊, 身高一米八以上, 境界在宗师以上。 这些情报, 属于曝光了也无所谓的东西。 他尝试性地将编辑好的文档发送过去, 等待了一会, 随后又收到了一则短信。 丁, 柯家百文铺向您转账五十万贡献点。 卧槽, 这都给我五十万啊。 情义乐乐, 果然提供含糊但准确的情报, 同样能得到报酬。 这钱简直和地上捡的一样。 他低谋一看, 私聊界面刷新出了新的消息。 柯家百文铺, 还有吗? 这一点简单的消息, 卖出五十万贡献点的天价, 柯家居然还想要。 不愧是京城狗大户, 财大气粗。 不过, 秦义暂时也想不到, 还有什么可以透露的模糊消息了。 没办法, 这条捡钱的路子, 只能留待以后开发了。 与柯家道别, 退出私聊界面, 秦义莫名注意到, 自己的五届商城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 原本他的五届商场中, 不说别的, 光是邻果售卖专区, 就看不见几个四届、 五届邻果。 可现在, 放眼望去, 足足多出了四大业新的店铺。 这些店铺显然不是最近开起来的, 它们的名字很统一, 都是某某城市的执政厅, 或是某某省份的执政厅, 也有五道联合会的分会。 也即使说, 这些店铺都有官方背景。 原本有价无视的四届邻果, 此刻多了数百种可选择的余地, 最低价100万贡献点, 没有额外要求, 良心的一批。 至于五届邻果, 500万贡献点起步, 还附带有额外的要求, 基本上都需要帮某某区域, 完成特定任务, 才能获取。 例如, 蜀都市售卖的五届邻果要洋液, 要价655万。 除了支付贡献点外, 还需要帮助蜀都市, 解决一头藏在都江燕的神秘高阶凶兽。 难不成是因为我有了官方背景, 导致五届的购买权限变高, 这才向我开放了额外的店铺。 秦毅点开自己的个人界面, 在他的头像下方, 看见了一行小字。 省客级五校校长, B级购买权限, 8.5折优惠。 这一行字, 只有用户自己能看见, 外人是看不见的。 也即使说, 秦毅的猜测没错, 正是因为他成了渔航第一武道学院的校长, 才能在五届看见更多的官方店铺, 也能购买更多的高阶灵物。 没想到, 当上校长, 还能有这种好处。 秦毅当前虽然买不起五届灵果, 四届灵果对他也没什么效果, 但他现在看的, 只是灵果专区, 在功法专区, 铁定还有新的好东西。 他如今修炼的身法, 还是C级的流光踏空步, 太过拉胯, 找机会去买个至少B级的身法, 才配得上他。 嗯, 购买新身法的事还不用急, 到时候可以一边前往燕荡山, 一边选购修炼, 时间很充沛。 当务之急, 还是赶快把资料看完线。 他数次想翻阅燕荡山秘境资料, 但数次都被打断, 现在可算是没人打扰, 可以静下心来慢慢看了。 第140章 燕荡山秘境的情况 燕荡山秘境的辽阔, 还是超出了情义的预计。 整片秘境大概有江南形省的大小, 由外到内, 被笼统地划分为三大区域, 最外圈由凤凰山脉包裹, 炙热高温, 中圈为落雨平原, 气候适宜, 四季如春, 最内圈则是一座枯寂的火山, 暂不知晓是暂时沉寂, 还是已彻底冷却。 根据科家提供的资料所言, 官方和一些大势力都有对外发布 探查燕荡山秘境中央火山情况的任务, 只是此任务执行难度极高, 敢接下的人少说也是封猴镜。 能修炼到封猴镜, 在人类联盟中已是凤毛铃角般的存在, 这类人数量不多, 大多惜命, 因此, 接下任务的人非常少, 面前为止才四位, 其中有三位死在了中央火山, 一位半途感觉到不对劲, 强行折返了。 折返的那位侯爷, 似乎带回了很多机密的一手情报, 但科家提供的资料里没有详细介绍, 匆匆几笔带过了此事。 秦毅从科家手上购买的情报, 毕竟仅仅为C级情报, 肯定不会提供中央火山相关的隐秘信息, 这很正常。 大狗主人留下的机缘, 莫非就在中央火山? 秦毅看着地图轻声弥南。 一般来说, 越是珍贵的东西, 就藏在越危险的地方。 至少正常人的逻辑, 都是这样去想的。 燕荡山的整体构造像是个大盆地, 外围群山峻岭, 中间地势平缓, 唯一奇怪的便是中部突起的火山。 从地图上看, 这火山哨说有三千米高, 通体赤红, 山脚漠黑, 火山口处疑似被封闭住了, 呈现半圆球弧形。 这种造型, 恰似把乒乓球卡在矿泉水平的瓶口中。 燕荡山秘境的中央火山长着许多珍贵灵物, 甚至曾经有风猴竞强者摘走过一株活的六阶灵根。 活的六阶灵根啊, 那可是能源源不断产出六阶灵果的聚宝盆。 情义两眼放光, 毕级秘境最核心区域的产出, 没有让它失望。 哪怕找不到灵根, 光是火山上的黑土, 便掺杂有一种极为罕见的灵土, 被称为涅槃土。 每一吨火山土里, 大概可以提炼出十克的精纯涅槃土。 涅槃土的品质很特殊, 并不固定, 要看数量, 数量越多, 品质就越高。 据说要是用涅槃土搭建出一颗堪比蓝星大小的星球, 那么这颗涅槃星, 整体便是一件八阶顶级灵物, 无限接近传说中的九阶。 此等品质的涅槃土, 纵然埋下一具死人的白骨, 都能让此人重新长出肉, 变成生灵。 当然, 诞生于涅槃土的生灵, 已是全新的生命, 和尸骨原本的灵魂没有关系了。 假如不埋死人, 埋活人的话, 埋上一段时间, 更有蜕变涅槃的奇效, 可硬生生把一个习武废柴, 蜕变为绝代天骄。 据估计, 如果挖空整座中央火山, 大概能得到十吨左右的涅槃土, 品质为六阶顶级, 很珍贵, 但难以引起真王的兴趣。 另外, 要是一次性挖空中央火山, 无异于节泽而鱼, 可能会破坏中央火山的生态, 导致涅槃土再无法铲除。 要知道, 中央火山仍在默默扩张当中, 每一次喷发, 都会熔炼出海量的涅槃土。 官方和各大世家,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派真王去采土, 但采取的数量有严格把控, 这也算是各方势力默认的潜规则了。 地图上标注, 燕荡山秘境最外围的凤凰山, 最少需要上街武师才能进入, 宗师境界才可深入。 中部平原的危险错综复杂, 有些地方很安全, 有些地方极端危险, 因此标注很杂, 情义瞟了一眼就掠过了。 而核心火山部分平均气温高达500度, 空气中弥漫着各类毒气, 至少山海境才能进入, 还不能久留, 一个小时内必须离开, 否则纵然是山海境也会有生命危险。 环境如此危险的地方, 正适合我去历练啊。 秦义微微一笑, 他翻过地图, 看向文字资料部分, 渐渐地神色凝重了几分。 燕荡山秘境的文字资料显示, 此秘境中百分百藏匿有一族, 单是已被人类联盟探明的一族, 就有三个, 分别为羽族、开山族、牧岩族。 这三大种族中, 以羽族实力最强, 族内最少有一位真王作证。 并且, 羽族是天族的附属种族。 天族是星空十大古族之一, 又被称为神族, 秦义当初在玄天秘境遭遇的那一具尊者尸体, 便是羽族的尊者。 至于剩下的开山族和牧岩族, 势力只能算一般, 属于燕荡山秘境自然演化出的土著种族, 没有异于星空族群的实力。 开山族的祖地在凤凰山脉, 他们开凿山体, 居住在隧道一般的幽暗山洞中, 族内最强者是封侯境。 牧岩族倒是特殊, 居住在中央火山附近的岩浆池里, 此族奉中央火山为圣山, 历代都有保护圣山的宗旨, 是人类舞者们去火山寻宝的巨大阻碍。 牧岩族个体实力极强, 族内平均为大宗师境界, 明面上的最强者是一位伟王境, 但这一种族繁衍难度极高, 必须借助圣山地下的岩浆与一捧涅槃土才能繁衍, 因此族群规模很小, 总人口不超过两百。 除了三大一族外, 燕荡山秘境里还有数不胜数的凶兽, 从一阶到六阶, 乃至于七阶凶兽都有显露过踪迹。 凶兽们大多暴力, 见到活物就杀, 没有与智慧种族流畅沟通的能力, 这也是凶兽和一族最主要的区分点。 三大一族, 无数凶兽, B级秘境还真是有趣。 情义浏览着资料, 眼眸中的光泽愈发明亮, 心中无限期待起 进入燕荡山秘境的那一天。 不过, 他看着看着, 忽然看见了一些有意思的情报。 在科家卖给他的资料里, 居然也提到了医生会, 虽然只有一句话。 此地疑似为医生会的某一句点, 还待探查确定。 这句话, 标注在中部平原地区, 一个小角落中。 按理说, 他们既然有这样的猜测, 完全可以把这个猜测说给原生海罗听, 从而确定真假, 去掉疑似二字。 但科家没有这么做。 原因只有两个。 一, 科家认为此情报还不配让他们付出代价, 询问原生海罗。 二, 这条情报是单纯的猜测, 事实依据棘手。 正如秦毅先前所猜测的那样, 事实依据过少的猜测, 没法让原生海罗分辨。 从科家还在五届重金购买医生会情况的举措来看, 原因一大概率是错的。 那么答案, 基本就是二了。 秦毅没猜错, 原生海罗不是无敌的全知, 也有缺陷, 必须是有事实依据, 从大量事实依据中推测出的情报, 才能让原生海罗辨别真假。 捕风捉影, 凭空捏造的信息, 原生海罗无法分辨出真假。 第141章 空间传送之法 故人, 封王。 燕荡山秘境中蕴含有众多的珍贵修炼资源, 这也是, 为何官方要在燕荡山附近设防, 亲自下场负责管控, 防止一族和人间进入秘境。 当然, 官方管控的再严格, 也不过是管住了明面上的空间通道, 至于背地里, 还有多少条不为人知的隐藏通道, 那便没法统计了。 秘境与蓝星唯一的连接点, 便是这些空间裂缝。 一般来说, 舞者随手撕裂的空间裂缝, 是随机的, 没人知道另一头通向哪里。 但是如果懂得一些空间大道方面的知识, 就可以通过神念锚定空间坐标, 实现定点传送, 这也是空间传送阵的基本原理。 那些连接了秘境与蓝星的空间裂缝, 则是天然的定点传送通道。 另一头锁定在了秘境中, 唯一的不可控性, 便是舞者没法肯定自己, 到底会传送到秘境的什么区域。 空间裂缝有险性, 也有隐性。 所谓险性空间裂缝, 就是那些乌漆麻黑的虚空缝隙, 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隐性的, 表面上与寻常空间无异, 必须近距离接触, 或是出手轰击, 才能令其险形。 正是因此, 外界有大量的隐性空间裂缝, 使用空间传送, 难度很高, 精神力总量少说要有一万, 才能成为锚点, 锚定确切的空间坐标。 空间具有自我恢复性, 舞者强行开辟出的空间裂缝, 大多只能维持几秒钟就关闭, 想要长久维持到让人足够通行, 至少也要是封猴静。 情义回想起, 一神会双王刺杀他的那一晚, 莫冤王与破灭王, 便是穿透空间传送而来的, 动静极小, 煞事隐秘。 不过这种远距离的定点传送, 对神念消耗太大, 若是想护持低境界舞者进行传送, 消耗还会更大。 因为, 舞者想穿越空间裂缝, 必然承担一系列的空间压力, 和各类虚空辐射, 想抗住这些损伤, 至少得是大宗师才行, 否则开辟传送之人, 就得奋出力量照顾他们。 怪不得一神会来刺杀他的人, 罪弱也是大宗师。 逻辑必还了。 比起强行用肉身和神念, 开通定点传送, 利用符文阵法进行传送, 难度变小了大半, 且入门舞者都能使用。 在秦义了解到空间传送相关的知识时, 他还曾疑惑, 为何舞者们不自行开辟通往秘境的空间裂缝, 非要走官方把控的通道? 后来他明白了, 光在蓝星内, 开辟远距离传送的门槛就高得离谱, 大多都是真王才能成功。 而若想开辟蓝星与秘境的空间通道, 难度更是拔高了数十个档次, 必须得尊者出手, 才可能成功。 从玄天秘境出来的时候, 大狗曾向秦义透露过一些隐秘, 他猜测官方把控的这些秘境入口, 许多都不是天然形成的, 他们有的是阵法, 也有舞者强行开辟。 真王开辟的远距离空间通道, 最多只能维持24个小时, 而那些秘境入口已经存续数百上千年了, 假如真是舞者打通的, 他没法想象究竟是什么境界的舞者才能做到。 天尊? 还是天尊以上? 目前为止, 天尊境界就已是秦义所接触到了最顶层境界了。 要知道, 整个蓝星明面上都没有一位尊者, 或许暗中里有尊者藏着, 但更高一级的天尊却绝不可能有。 秘境的神秘裂缝背后应该藏着一个惊天的隐秘, 但那种层次距离秦义太遥远了, 现在去想也是白想。 秦义把燕荡山秘境的资料大概浏览完了一遍后, 他已远离渔航市区进入到了东郊地界。 不远处, 东郊超市的门牌依稀可见。 相处了大半个月, 秦义基本已经把东郊超市当成了自己的家, 连原本的那个公寓都快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说到这个, 他又忽然想起几天前自己在渔航舞蹈联合会试用《幻梦室》时, 外面有个熟悉的面孔一闪而过, 是个女性, 还独自下主, 堵了自己能在五分钟以内醒来。 这女子是她在老公寓室的邻居, 王月灵。 当初秦义从公寓上跳下, 靠适应落地冲击力进化时, 王月灵就在场, 还被她吓到了。 后来, 王月灵为了快速成为正式舞者, 甚至做出了模仿她的举措, 惹得警官们哭笑不得。 没想到两个月过去, 王月灵终于跨入了正式舞者行列, 境界似乎是二段舞者。 她一个二段舞者, 身上百分百没有一万贡献点, 这都敢吓住吗? 秦义摸了摸下巴, 她还真是信任我, 压根没考虑到输了赌局的后果。 由于境界和身份地位上的巨大差距, 王月灵没敢上前来找秦义问好, 秦义也特意没再去打扰她。 现在这个时间段跟秦义扯上关系, 本身实力又不太行, 真不一定是好事。 秦义的敌人太多了, 她可以出手保护与自己有关的人, 但却不可能每个都去贴身保护, 最多最多关照一下陈轩, 这便是极限了。 靠我赚到的这一万贡献点, 够她用到五十了。 宗师以下的灵物, 大多还在用普通货币结算, 而且只有傻子才会去换。 秦义从高空落下, 双脚踩实, 抬眸前看, 东郊超市的门口, 王老宇一位白发中年男人赫然矗立, 好像都在等自己。 这白发中年男人看起来四五十岁的样子, 身高不高, 只有一米七, 体格看似瘦弱, 实则精壮, 每一寸肌肉都蕴含有恐怖的爆发力, 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 封王陆军! 两天不到的时间, 封王陆军横跨八万公里, 从北方的天津赶到南方的渔航, 速度之快, 情绪之极, 可见一斑。 蓝星的总面积是地球的数倍, 因此, 华夏也大了很多。 可对方越是表达对自己的关切和在意, 秦义就越有点惭愧。 他能看出, 封王是想收自己为徒的, 但可惜的是他已经有师父了。 这一下见面,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他跟师父王旭打了个招呼, 旋即又平复心情, 朝陆军问好。 陆军没有在意他的问候, 一双绿豆大小的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秦义, 一言不发。 半上, 他眉头一皱, 忍不住感叹道, 你修了什么脸系功法, 怎么连我都有点看不透了? 第142章, 陆军传道, B级功法, 云中物。 秦义一边同二老走进超市, 一边如实说道, 得益于他的逆天天赋, 云中物的灵气隔绝层能够无限自动凝聚, 再加上他闲的时候, 偶尔会主动加快凝聚, 截止今日, 他的体表已覆盖有65层灵气隔绝层, 真王想看透他, 也得花费一番功夫。 只有王老这种蜂王绝颠级别的大佬, 才能一眼看穿云雾遮掩下的秦义。 B级功法, 那你本身又是什么境界? 陆军丝毫没有遮掩自己的情绪波动, 他与寻常的那种高深莫测的真王大佬不同, 更率性一些, 从不隐藏自己。 刚跨入大宗师不久, 秦义答道, 你能把臂级脸系功法修炼到屏蔽真王的地步。 陆军的小眼睛张大了, 他莫名感慨道, 哎, 你师父说的没错, 我还是教一教自己该教的东西, 不多想了。 你准备一下, 今晚我便亲自向你掩饰七伤风全的后两层道义。 我会在这里铸留七天, 每天给你演练一次, 七日时间一过, 我马上就会离开。 到时候, 你能参悟多少? 全凭自己。 言罢, 陆军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王旭似乎给他准备好了住处, 仍然在超市内部, 但不是库房。 秦义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一头雾水地挠了挠头, 没太听懂陆军第一句话的意思。 不过, 陆军居然没多说什么, 直接就准备传授自己七伤风全的后两层道义了, 这倒是令人意外。 秦义一脸狐疑地看向师父王旭, 却见王老云淡风轻, 双手父辈, 一副高人模样, 犹如一切尽在掌握。 师父, 您到底说了什么, 既让风王这般感慨。 王老呵呵一笑, 为师只是告诉他, 有些天才, 他只能教自己最懂得到, 可以当老师, 但却当不了师父。 没那个能力飞要上, 最后只会害了徒弟。 老师和师父, 一字之差, 天壤地别。 老师大多只是意识地, 像是读书时, 读完初中, 高中便会换一批老师, 以此类推。 而师父, 则是一辈子的, 如父亲一样亲密的角色。 老师可以有很多个, 但师父只能有一个。 听见王老的话, 秦义一时无言。 他还是第一次见自己师父, 这么直言不讳的对外人说话, 简直都有一种阴阳怪气的意味在里面了。 平日里, 王老不是一直谦谦如君子吗? 他不知道, 自己在王老心目中的地位, 已经高到离谱了。 有人来抢徒弟, 王老自然不会给好脸色。 更何况, 风王还没他强, 阴阳怪气就阴阳怪气了。 做过一场, 倒霉服气的还是风王本人。 秦义打量着超市内部, 隐隐捕捉到了两股大道残留的波动。 看来王老和风王已经切磋过了, 而圣者不言而喻。 等今天晚上七点, 风王就会给你传道, 到时候你认真学, 千万别分心走神。 哪怕学不会, 也得记住风王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 王老叮嘱道, 明白了吗? 秦义点了点头, 神色古怪, 徒儿去继承别人的大道, 您怎么一点都不排斥? 王老好笑道, 我排斥什么? 大家都是人族, 你还是我徒弟, 学了别人的看家本领, 以后这些好东西, 就是咱展现派的了。 你越强, 师父越有面。 至于那陆军, 不过是你人生中的过客, 等你扬名后, 外人夸, 也是夸我教得好, 关他什么事? 秦义, 没想到, 居然是这样的王老。 这么两句话下来, 秦义心目中的王老又增添了几分色彩, 那是人性的色彩。 不知为何, 师父变得有点可爱了。 陆军的道, 我不能在场观看, 只能靠你自己去参悟。 不过以你的悟性, 三天内就能给陆军学个干净。 当然, 学不明白也无所谓, 疯狂之道, 也就那样, 为师可以教你更好的。 王老本身拥有情绪之道的道果, 这情绪之道, 似乎比疯狂之道高级一些, 有将疯狂之道囊括在内的意味。 也正是因此, 在切磋中, 王老不费吹灰之力, 便碾压了陆军。 但是, 如果先悟透疯狂之道, 那么秦义后续再去学他的情绪之道, 就会简单很多, 相当于打下了基础。 半日时间悄然流逝。 待到夕阳西下, 夜幕笼罩大地之际, 库房的大门被打开, 蜂王陆军脸色淡然, 稳步走路。 他看向盘坐于床铺之上的秦义, 问道, 准备好了吗? 秦义睁开眼, 经过半日休整, 他的精神饱满, 荣光焕发, 身体与灵魂状态都调整到了最好, 请您开始吧。 此言一出, 蜂王不再废话, 漠然打出一拳, 音爆炸响, 空间一荡。 旋即, 他如舞龙一般, 拳脚齐动, 气血并不似普通舞者那般汹涌肆意。 而是那脸无息, 看起来每一拳每一脚都只是寻常功夫。 可仔细望去, 又能感知到这拳脚之中汇聚的惊人力量, 瞬间踢死一位山海静不在话下。 没有章法, 没有变招的预兆, 陆军打出的每一拳都在人类的预测之外。 若是普通人看了这拳法, 定然要哄堂大笑, 认为陆军在糊弄人。 因为这种拳法混杂无比, 压根不可能打出一模一样的第二次。 可在秦义眼中, 无论陆军打多少次, 哪怕每一次打的拳法都截然不同, 那都是欺伤封拳。 因为此拳法后两层的本质是道义, 而非形体。 他感觉陆军不是在打拳, 而是在画画, 以空间为止, 以人为笔, 以道力为末, 勾勒出一片崭新的道义注解。 秦义看着看着, 渐渐地吃了, 他沉醉于陆军对大道的阐述, 对疯狂之道的理解。 这种理解对他来说, 无异于高屋建林, 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必须要紧记的是, 这只是指导作用, 并非决定性作用。 即使同样是疯狂大道, 秦义的疯狂大道, 也不会和陆军的一样。 别人领悟出的大道, 终归不可能完全契合自己。 他需要的, 是因地制宜, 是创新, 取长不断, 推陈出新。 这是大道参悟最为关键的思想之一, 再没有人指点。 没有人说明的情况下, 秦义自己就产生了这种想法。 第143章 蜂王人都看傻了。 蜂王越打越疯, 越疯越狂, 癫狂之间, 隐隐透出一丝凄凉与悲苦, 暗含绝望色彩, 仿佛无法抵御末日, 却仍在拼死向前疯狂挣扎的求生者。 这种凄凉与悲苦, 秦义不接受。 他的心中并没有对未来感觉到绝望, 也不会因为知晓了异族和抑郁的强盛, 内心动摇。 他坚信自己是无敌的, 即使暂时还没无敌, 未来也会变成无敌之人, 徒手扫清一切阻碍。 秦义的道, 是霸道, 是无畏, 是无惧。 他不会凄凉, 不会悲苦, 因为所有的凄凉与悲苦, 全都葬在了那一场癌症的折磨里。 得到细胞适应性进化后, 他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一切阴霾一扫而空。 哗! 不知不觉间, 随着感悟深入, 秦义的肉体竟不自觉地摆起了架势, 跟着疯王陆军的动作逐一演练起来。 煞时间, 平地卷起刚风, 库房好似被两道漩涡分成了两部分, 其一为疯王陆军, 其二则是秦义。 他们二人各站一方, 各自演练, 望我入神。 秦义相似, 却又在细节处大有不同的道力因晕而生, 弥漫在灵气之中, 伴着秦义和风王的四肢一同舞动。 秦义的动作与风王截然不同, 可二者却都是七伤风拳, 都蕴含有疯狂之道的道理。 细细品味之下, 风王的道意更为圆满, 大道与肉身的结合, 恍若浑然一体, 以达真态。 而秦义运转出的疯狂之道, 则稍显稚嫩, 不管是量还是智, 都差了风王一大截。 可就在这稚嫩的道意中, 透着一种年轻活泼的生气, 就像出生的昭阳, 逐渐壮大, 未来可期。 库房万。 王老安静地坐在收银台前, 刚处理完一位顾客的结款, 眉眼微动, 感应到了空气中无形的道理与道意。 这些微弱的道理是从库房中溢散出来的, 象征着风王的第一次演示, 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候, 大道之力的浓度攀升至顶点。 王老心念一动, 认真感知着空气中无形的道理, 忽然间分辨出了两种不同的疯狂道理。 很明显, 那个能量更为微弱的道理, 就是秦义产生的。 第一次观看演练, 就孕育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疯狂之道吗? 王老淡然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微不可闻的愉悦, 虽然稍显稚嫩, 但假以时日, 继续参悟完善下去, 或许上限比风王的道还要高。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换作普通人, 察觉秦义第一次观看演练, 便悟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道, 恐怕要惊掉下巴了。 不过, 王老毕竟是王老, 见多识广, 像秦义这样的状态, 他当然也是。 没见过的。 王老之所以没太惊讶, 主要还是经历了太多次秦义创造出的奇迹, 情绪预值提高了数倍, 秦义当前制造出的动静还没发惊到他。 咔哒。 超市的大门被推开, 又一位顾客走进来, 挑选完需要的物品后, 来到王老身前结账。 约莫五分钟后, 新顾客离开了超市, 王老重新静下心来, 感应着空气中流淌的道力, 冷不定愣了一下。 在他的感应中, 原先稚嫩的疯狂之道居然完善了不少。 要是说刚刚的完善度只有20%的话, 如今便是35%左右了。 五分钟时间, 秦义能把对大道的感悟完善到这个份上。 不可思议, 但因为发生在秦义身上, 所以又在秦礼之中。 嗯, 无须大惊小怪, 我徒弟悟性逆天, 这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王老回想起, 秦义不久前还当街进入过一次悟道状态, 因此可以理解这一点。 放在别人身上难以置信, 但发生在秦义身上, 很平常, 能接受, 震惊不到我。 王老的惊讶之色一闪而过, 很快又变回了淡定的样子。 就这样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王老时刻关注着秦义的疯狂之道, 发现在这一个小时内, 完善度再也没有暴涨了, 大概停在了40%左右, 没了动静。 要结束了吗? 王老既松了口气, 又有些遗憾, 情绪一时间非常复杂。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松一口气, 但却知道, 自己的遗憾是因为秦义没有再继续创造奇迹下去。 他还以为, 徒儿能一次性把完善到提高至80%以上, 甚至于当场完善出完整的疯狂之道, 结成到之。 好吧, 也不能苛求太多, 秦义现在的表现已经碾压王老见过的所有天交了。 乃至于展仙派的祖师爷, 万劫天尊陈子洛, 在年轻时也没有这种表现。 空气中蔓延的道力与道义趋于平稳, 逐渐有消散的趋势。 王老猜测第一次演练即将结束了。 他站起身准备迎接徒儿, 却不料双脚刚落地, 脑海中便响起了封王陆军的传音。 这传音带着难以遮掩的震撼, 如同梦意, 微微发颤, 听着好像陆军的道心受到了打击似的。 你快进来看看。 不会吧? 我早就和他说了我这个徒儿的天资有多妖念, 就这他便承受不住了。 王老嘴角轻轻扬起, 旋即又落下, 一本正经地打开库房大门, 走了进去。 他扫视四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汉淋漓, 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的封王陆军。 封王陆军神色呆滞, 双眸紧紧盯着秦义的方向, 像是丢了魂似的,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至于吗? 第一次观看大道演练, 便参悟出独属于自己的道义, 顺带完善接近大半, 对我徒弟来说很正常啊。 封王还是大事面见少了。 你看我, 一直是处事不惊的样子, 这才有资格当秦义的师父。 王老默默在心中吐槽着, 眼光流转, 别过头, 看向秦义, 然后, 也待住了。 在他右前方不远处, 秦义盘坐于地面, 双眸紧闭, 神游于九天之外, 通体散发出凝合的大道本源气息, 就像是睡着了一般, 呼吸平稳, 气血安宁。 这是, 悟到状态。 居然进入了悟到状态。 你前不久, 不是才悟到过一次吗? 又悟。 王老嘴角一抽, 突然感觉, 所谓绝世罕见的悟到状态, 在秦义, 这就和吃饭睡觉一样容易, 想进就进了。 第144章, 道之城, 先录出。 封王传授给秦义的, 疯狂之道本质上是两条大道, 只不过, 封王通过自己的理解, 将其结合成了一条。 秦义进入悟到状态, 可以自行选定一条大道, 进行精准参悟。 但他是不能选疯狂之道的, 只能二选一, 从疯之道和狂之道里选一条。 然而, 当秦义轻车熟入的进入九天之外, 大道本源之地时, 他居然成功来到了疯之道和狂之道的交汇点, 开启了同时参悟。 他能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 这次进入悟到状态, 并非使用了每周一次的门票, 而是真真正正通过自己的根骨悟性, 进入了悟到状态。 在陆军给他演练七伤风拳后两层的时候, 情谊越陷越深, 完全沉醉于道义之中, 漠然间心有所感, 一股熟悉的感觉笼罩了神魂, 让他马上反应过来, 自己这是要悟到了。 没有利用道心通明给予的次数, 全凭自己的悟性, 天人交感, 进入了悟到状态。 由此, 他不必再选择某一条特定的大道去参悟。 而是因为什么大道进入的悟到状态, 就会去参悟哪一条道? 他是因为参悟疯狂之道进入的悟到状态, 但疯狂之道是两条道, 所以他便出现在了两条本源大道的交汇处。 此刻, 万千道义涌入心间, 情谊仍然如同上次悟到时一样, 海纳百川, 来者不拒。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他虽然接受了所有道义, 但却没有深入参悟每一条道义, 有的用心参悟, 有的只是惊鸿一瞥。 接受每一条道义, 是为了博彩众长, 感受疯狂之道中所有的景色。 而用心参悟的那些道义, 才是适合他的未来发展的路。 秦义会悟透整条肉身大道, 但他也有取舍, 不是莽夫, 在疯狂之道上, 他只准备吸纳适合自己的精华部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在空洞虚无的大道本源之地里, 除了无尽的道义与道例外, 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没有。 秦义甚至失去了时间观念, 不知道自己参悟了多久。 他的神魂慢慢变得暗淡, 悟道是需要耗费精气神的, 当精神状态虚弱到一定地步后, 他便会被迫退出悟道状态, 清醒过来。 自然进入悟道状态, 和靠道心通明强行进入悟道状态, 还是略有些不同之处的。 上一次悟道, 秦义没感觉到自己神魂有变虚弱, 但却有时间限制, 时间一到, 自己就被踢出去了。 就在秦义利用亿万道义, 完善自己疯狂之道的同时。 外界, 东郊超市库房, 一个晚上的时间已经过去, 微亮的阳光透过缝隙, 钻入昏暗的库房, 带来些许暖意。 这一个晚上, 王老和陆军都没有休息, 一直待在原地没动, 直愣愣地关注着秦义, 眼睛都不敢眨。 在他们的注视中, 秦义稚嫩的疯狂道义, 正在不断完善, 速度不急不缓, 稳步提升。 等到了早上八点时, 秦义的疯狂之道, 已有至少90%的完善度了。 在这样发展下去, 接下来一个小时内, 再加上秦义原本就有的肉身大道 和最近涉猎的患之大道, 他少说可以接出四条道之。 四肢一体, 闻所未闻。 寻常舞者花费大半辈子, 能接出一条道之都谢天谢地了。 哪怕是悟性极强之人, 也很少会有多余的时间 去接出多条道之。 谁能像秦义这样, 想悟道就悟道, 随随便便便能悟出一条 独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道之、道业、道花、道果 这个过程中, 一旦有一条大道开出了道花, 那么这条大道的本源气息 便会占据舞者的整片石海, 导致舞者失去 开出第二个道花的机会。 这个情况, 类似于动物的领土意识, 就像一些动物会标记 属于自己的领土, 驱赶外人一样。 大道成长到一定地步时, 也会划分出领土。 这片领土便是舞者的石海。 因此, 想要接出多条道之, 拥有多种道果, 那就必须再开出道花前去做。 且一定要保证 每条大道发展的程度均衡, 没有特别突出的, 也没有特别落后的, 最终在一个月内 同时开出道花。 也正是这个原因, 导致舞者中 获取多个道果的人棘手, 大部分人都是专进一颗道果, 其他大道的餐物 停留在某个界限, 因为揭不出道之, 难以更进一步。 如风王陆军这般, 把两条道揉杂在一起, 当成一条道去餐物, 便是拥有两种道果 最简单的方法。 像秦义那样, 分开来逐一餐物。 难度细数堪比登天。 哇! 绚烂的光彩 从秦义眉心迸射而出, 在他石海之中, 神魂沉浸于雾道, 周身萦绕, 有四缕淡色的气旋, 分别是肉身大道的三缕道义, 以及幻之大道的一缕道义。 此时, 三缕道义围绕着神魂, 疯狂向外旋转着, 渐渐地, 在靠近神魂的地方, 空出了一大片位置。 咔嚓! 在这一小块位置里, 空间如镜面般破碎成片, 两根心芽破空而出, 扎根于石海底部, 顷刻间长成了两条白灰色的枝条, 散发出疯狂的气息。 秦义的神魂七夕于两根道枝之上, 恰似鸟铸铸铸鱼之头, 相得一张。 道枝成了。 在两根奇特的道枝上, 大鼓道立澎湃四散, 如水蒸汽一般飘散, 又逐渐汇聚在了脑域上空。 刹那间, 白雾弥漫, 恍若仙气飘渺, 超然出尘。 在朦胧的道立白雾中, 隐约可以看见一节白玉般的阶梯, 高不可攀, 威严神圣。 大道灯仙路的一角, 凝聚成功了。 跨入山海境, 一共有三大特征。 丹田处形成山海界, 脑域幻化出大道灯仙路, 石海深处长出道枝。 三大特征, 秦义已成其二。 至于气血和精神力总量, 无需着急, 再等几天便可自动修炼到瓶颈。 在等待气血与精神力自动修炼的日子里, 秦义刚好可以参悟肉身大道与幻之大道, 再接出两条道之。 疯狂大道参悟完毕, 秦义悠悠然睁开眼睛, 刚一睁眼, 便看见两位目瞪口呆的老人。 陆军原本还怕秦义七天, 没法参悟完自己的疯狂之道, 打算偷偷给他开小灶的。 哪曾想, 不需要七天, 一天就够了。 娘的, 这是人能有的悟性吗? 即使是陆军曾经在异域见到的古族序列天骄, 都没有显露出此等天资。 仙种, 妥妥的仙种。 第145章 二次误导, 你也误导。 秦义简单检查了一番身体的情况, 注意到自己的气血和精神力都在飞快提升着, 效率远超平时自动修炼。 这估计是误导节肢产生的连带好处, 倒立滋润身体, 催生出了更多的气血和精神力。 他看了眼从石海中长出的两条白灰道枝, 心神一定, 当即决定一鼓作气, 再凝结出一条道枝。 别忘了, 他还有一次主动进入误导状态的机会。 此机会一周可以使用一次, 而距离秦义上一次使用, 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七八天, 冷却时间结束, 可以再次使用了。 刚刚的误导, 是天赋所致, 自然而成, 并非使用了此机会。 秦义, 你。 一旁, 陆军与王老终于按捺住了心中的波澜, 正想着凑过来问一问秦义的状态, 却不料刚走出几步, 就看见秦义闭上了眼睛, 再度沉寂了下去。 二老脚步一顿, 面露迟疑之色。 秦义这是在做什么? 内饰挤身, 观测心长处的道枝吗? 这倒是人之常情, 不过秦义未免有些太着急了。 两人凑近了一点, 终归没有再开口打扰秦义, 准备等他检查完身体再说。 但是, 慢慢的, 王老和陆军都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内饰诗海, 检查道枝, 即使再仔细, 也不用花这么多时间吧。 都快半个多小时了。 这种气息, 这种情况, 不太对啊。 王老打量着秦义, 忽然发觉这一幕很是熟悉, 似乎已经见过两三次了。 心率平稳, 气血凝合, 气息幽静, 整个人如同睡熟了一般, 神游天外, 毫不设防。 这不是误道状态吗? 啊, 王老被自己的想法惊到了。 在他看来, 秦义才误道完不久, 怎么可能又一次进入误道状态? 真以为误道和喝水一样易如反掌, 想误就误吗? 他小心翼翼地轻声开口, 试探着呼喊秦义的名字, 可秦义置若罔闻, 好像根本没听见。 真的又误道了, 没开玩笑啊。 王老的震撼之色, 布满了整张老脸, 他总觉得, 自己被秦义震惊多了之后, 渐渐地有了免疫力, 却没料到, 秦义创造出的奇迹, 正一次又一次刷新他的世界观。 一日之内, 接连误道。 这话要是说出去, 外人会以为王老是神经病。 其实不只是王老, 陆军也察觉到了秦义的怪异状况, 一番观摩之下, 隐隐得出了和王老相同的结论, 只是不敢确认。 他的确是疯王没错, 以疯狂著称, 可他再疯狂, 也没有秦义接连两次误道这种举措疯狂。 这已经不能说是疯狂了, 用逆天二字来形容, 可能更准确一些。 我第一次感觉到, 顶级天骄和顶级天骄之间, 居然也能有天欠一般的差距。 王老苦笑一声, 心头又开心又无奈, 一时间五谷杂陈, 情绪复杂。 他能成为斩仙派的唯一清传弟子, 天赋自然不会低, 自从踏上舞蹈, 一路都是畅通无阻, 碾压一切同被添交, 直至跨入封王绝颠, 才止步不前, 陷入瓶颈。 像他这类人, 向来心高气傲, 哪怕表面上看着谦逊, 心里也大多有着属于自己的傲骨。 可在今日, 也就这样的想法。 还好, 秦义是他的徒弟, 不管怎么说, 至少目前境界远低于他。 不过, 王老毕竟是王老, 道心稳固, 并非外界打击可以击碎的。 感叹片刻后, 他便收敛了心绪, 暗暗下定了决心。 不行, 今日过后, 我也必须外出去寻找突破封王绝颠的机缘了, 不能再这样隐世躺平下去。 修炼方面, 一定要加强。 王老怕自己, 在未来三四年内就被秦义追上, 到时候, 徒弟实力远超师父, 这还教个啥? 师父的颜面, 还往哪儿存? 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有一天会因为担心徒弟修炼太快, 导致自己重新回到了内卷状态。 而他更没想到的是, 纵然自己加倍努力修炼, 不断寻找机缘, 也避免不了被秦义赶超的结局。 另一边, 封王陆军由于早早就见识过 异域的顶级序列天骄, 道心早就被打击得支离破碎了, 本以为此生再不会因为武者天资而新生波澜, 却不曾想, 平静的心绪被秦义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一次, 他的道心没有因为跟秦义的天赋差距而变得更加零碎, 反而在目睹了秦义堪称变态的悟性与天赋后, 道心修复了些许, 心中埋藏的绝望也驱散了三分。 他当年道心破碎, 心生绝望和悲凉, 并非是接受不了自己跟异域天骄的差距, 而是异域的天骄太强太多了, 他看不见人族的未来, 不知道未来大幕散去后, 哪位人族骄子能与异域天骄争锋? 今日, 他见到了, 谁言人族无天骄? 陆军畅快大笑了起来, 笑容颠狂, 笑意放肆, 笑声爽朗, 拨开云雾见光明, 他看见了人类未来的生机, 也看见了情意横空出世, 镇压一众异域序列的风姿, 他笑得眼角带泪, 笑得身体不断发颤, 汹涌的疯狂道义四散而出, 你说得对啊, 我的确没资格, 也没能力带好情意, 情意这等天资的舞者跟了我, 很可能限制了他的发展, 陆军的笑声久未停息, 边上的王老听见他的话语, 心中一抖, 回过头来看着他, 忽然感觉这人疯了, 不对, 他本来就是疯子, 此刻只是更疯了一点, 王老不知晓陆军的心结, 他自然没法明白陆军当前诡异的反应, 但是, 王老却能看出陆军的道义在剧烈变化, 他的气息变得愈发癫狂, 而这种癫狂却和先前不太一样, 似乎掺杂了一些新的东西, 陆军也要误导了, 王老凝视着陆军, 见对方的笑声逐渐平息, 身上的波荡慢慢平静, 双眸缓缓闭上, 竟然和情意一般进入了误导状态, 不是吧, 情意连续两次误导后, 激发的陆军也误导了, 陆军本就是真王圆满的实力, 这次误导, 怕是要跨入封王绝颠之境, 与自己比肩了, 王老心头锦铃大作, 再也没法保持镇定了, 陆军真王实力时, 就想着和他抢徒弟, 这一下与自己同境界, 岂不是要闹翻天了? 我徒弟也太抢手了, 王老急忙静下心, 死死盯着情意, 妄图从情意身上看出一些端倪, 让自己也进入误导状态, 别人都行, 他不行, 这太没道理了, 第146章 悟静道义 真王悟道, 一旦有所进展, 显露出来的动静将会极大, 大到今天的那种, 别说于杭氏, 到时候整个江南行省都会震动, 真王意向, 覆盖一省, 至少一天一夜不会消散, 并且, 真王突破时产生的种种意向, 还可能影响到正在悟道的情意, 导致一些无法预计的问题和麻烦, 没办法, 悟道状态就是舞者最为虚弱的状态, 称得上毫无防备, 稍微出现大一点的波动, 都可能影响到悟道中的人, 保险起见, 王老果断出手, 把陆军拉进了自己领域, 真王领域相当于另一处小世界, 与主世界蓝星互不干扰, 可以让秦义和陆军各自安心悟道, 想将一位真王拉入自己的领域, 原本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的, 但陆军此刻正处于悟道状态, 对外界的变化没有抵抗, 转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人在悟道时感知不到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能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异变, 若是发觉自己正在被人攻击, 自然会选择强行退出悟道状态, 不过陆军知晓, 王老不会对自己动手, 因此感应到自己被拉入真王领域,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就这样, 一老一少两人分别开始了悟道, 空流一位, 王老站在外头互道, 稍显寂寞, 仿佛空巢老人一般, 实际上王老没感觉到寂寞, 他只感觉到酸涩, 酸得不行, 悟道状态真的很难得, 王老上半辈子五十多年里, 才进入过悟道状态一次, 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可惜, 不管他怎么去观察秦毅, 自己都没法和陆军一样, 突然悟道, 秦毅这小子, 好像这次没有再继续参悟疯狂之道了, 这种道理更像是肉身大道, 道义非常博杂, 估摸着他又在照单全收, 一次性参悟肉身大道的所有道义, 王老摸着胡须, 若有所思, 在上次诱杀医神会的那一夜, 他便看出秦毅选择了全都要, 一人参悟肉身大道的所有道义, 当时他感觉此举并不明智, 甚至有些意气用事, 但秦毅却用事实证明了, 只要一个人的悟性足够逆天, 哪怕大道道义无极限, 他也能照单全收, 尽数参悟, 比如现在, 随着秦毅对肉身大道的参悟, 他的神魂旁开始凝聚出一条又一条无色的气旋, 这些气旋一开始很虚浮, 似乎眨眼间便会消散, 但慢慢地又凝食了起来, 散发着不同的道义, 一条, 两条, 三条, 十条, 秦毅的神魂旁, 起初只有四条气旋, 其中有三条与肉身大道有关, 而如今, 已然激增到了数百条, 并且数量仍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当气旋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时, 质变发生了, 无数的气旋汇聚在一起, 仿佛星河般爆发出耀眼的光泽, 从秦毅的眉眼中庆出, 大道气旋组成的星河愈发灿烂, 愈发广阔, 将秦毅的脑域都染成了一片星空, 好似宇宙一般宏伟, 王老眉头一挑, 从空气中捕捉到了一缕奇特的道义, 这缕道义并非普通的肉身大道, 更加深邃神秘, 即使是王老也难以看透, 这是, 肉身大道本源的气息, 按理说, 只有在道之接出道果, 道果融入神魂时, 才会出现这种本源大道的气息, 那是尊者境才可能出现的事情, 真亡境界接出道果, 尊者境界融合道果, 然而秦毅还仅为大宗师境界, 却飘散出了大道本源气息, 当真不可思议, 王老双眸一宁, 目光穿透层层阻碍, 落入秦毅的石海之中, 却见那边已是一片宇宙星空, 绚烂夺目, 一条晶莹剔透的道之正在缓缓凝聚, 在道之的内部, 还能看见流淌着的星红血液透着旺盛的气血之力, 亿万道义和为一体, 居然让秦毅凝聚出的道之提升到了无法相信的地步, 才处于大宗师境界, 便郁郁出了大道本源气息, 正常情况下, 道之的凝聚只会是一瞬间, 再晚也不过七八分钟, 秦毅凝结疯狂之道的道之时便是这样, 可这次, 肉身大道的道之却足足凝结了一整天, 甚至还在成长, 还没凝结完, 秦毅仍在悟道, 还在不断完善自己的肉身大道, 这条肉身大道的道之纵然只是凝结了三分之一, 也远远超过了疯狂二道的道之, 可以说是降维打击, 疯狂二道的道之在肉身大道的道之面前, 只能算小数牙, 而后者则是参天大树, 轰隆隆, 秦毅的脑欲上空, 白色雾气越发浓郁, 但雾中的白玉石阶却是越发真实, 原先只能看见小小一节阶梯, 当前已能看见四节, 东郊超市库房中, 本源大道的气息越来越浓厚, 即使是, 身为局外人的王老都沾了秦毅的浮原, 从漫天的肉身本源大道气息中, 参悟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肉身有了不小的进步, 只可惜, 他并非专修肉身大道之人, 肉身大道的本源气息, 对他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要是换一个专精肉身大道的真王到这儿来修炼, 无异于送了他一场通天的大造化, 下半辈子都得对秦毅感激不尽, 不知不觉间, 三日之间如流水般掠过, 东郊超市暂停了营业, 在这几天里再也没有开门, 库房中秦毅依旧在悟道, 真王领域里陆军也还在悟道, 换谁都不敢想, 普普通通的一个超市里, 居然有两个舞者在同时悟道, 王老看了眼秦毅, 又看了眼领域中的陆军, 忽然感觉, 陆军这位真王悟道产生的动静, 还不及秦毅这大宗是十分之一大, 不怪陆军太平凡, 只怪秦毅太妖念, 到了这个地步, 王老都有点自卑了, 隐隐有点觉得自己也当不了秦毅的师父, 只能算一时的老师, 很快, 又过去了两日, 在这两日里, 秦毅那边弄出的动静终于变小了, 到了今日, 已经趋于平静, 看起来马上就能出关了, 悟到五日, 悟尽肉身大道所有道义, 听起来很魔幻, 但王老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 他轻轻抬眸, 不远处, 如石佛一般, 助力许久的秦毅可算有了变化, 他的身体微微一抖, 旋即, 眼帘升起, 睁开了眼睛。 第147章 大宗师圆满, 千变万化, 雄魂的气血荡漾而出, 秦毅仿佛变成了一颗熊熊燃烧的星辰, 不断散发着光与热, 席卷四方, 洗涤周边的一切灵气。 眨眼间, 渔航的天空风云积变, 整个城市的灵气骤然一空, 形成了一道无形的灵气潮汐, 涌向东郊超市。 秦毅悟到掀起的动静实在太大, 简直超过了王老的预料。 哪怕是大宗师突破至山海境, 也万万不可能造成此般动静。 渔航室内, 无数的舞者纷纷被惊动, 有人面露错愕, 感知着空气中忽然消失, 又忽然出现的灵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境界高于夏品宗师的舞者, 则当即走出家门, 转过头, 看向了渔航东郊的方位。 这是有人要突破了吗? 为何整个渔航的灵气都被吸干了一瞬间? 他们心中震动, 急忙运作手上的情报渠道从各方打探消息。 几分钟后, 这一批被惊动的舞者都安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得到了两个字, 真王。 渔航东郊有一位真王级影视, 刚刚的巨大动静便与这真王有关。 既然和真王有关系, 他们当然不敢再去多打探, 尽数恢复了平静。 只是脸上仍透着心有余悸的表情, 忍不住往东郊的方向眺望。 不清楚内情的舞者很自然地 把此次一闪而过的巨大声响 与东郊真王扯上了关系。 但一些知晓内情, 认识秦义的人却莫名觉着, 此次动静是秦义闹出来的。 一位大宗师不管怎么想都不可能 闹出如此之大的动静。 可秦义这个人不可能用常理度知。 视线回到东郊超市。 库房内, 海量的灵气汇聚在此, 浓度之高, 甚至化为了液体, 让原本干燥的库房变成了水帘洞, 天花板, 地板上都流淌着晶莹的灵液。 更令人惊议的是, 在灵液中, 依稀能看见一粒粒微小的透明石块。 这是灵气固化后的样子, 也可称作灵石。 想要将灵气压缩成灵石, 不仅需要难以计算的庞大灵气, 还得营造出特殊的高压环境, 条件极为苛刻。 而秦义这次能压缩出灵石, 其实得益于他悟到结束时, 提表一散出的惊天道理。 这古道理对灵气有极强的吸引力, 强行汇聚, 浓缩出了一些灵石。 他掀起的灵气潮汐只维持了一瞬间, 相当于一睁眼, 便结束了。 但哪怕就是这么一瞬间, 也集聚了整座渔航式一秒钟的灵气总量。 天地间的灵气是在源源不断地消耗与产生的, 好似一个循环, 秦义吸干了灵气, 很快又会填补伤, 因此他造成的负面影响没有特别大。 龙玉的灵气伴随着道理涌入身体, 秦义从灵魂到肉体都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酸爽, 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要张开了。 可惜这种状态仅持续了几秒就结束了。 几个呼吸的功夫, 秦义稳固住了状态, 一身气血收敛入体, 所有气息重新遮掩在了云中雾之下, 再没有外露一丝一嚎。 上一秒的他还强得像战神, 下一秒又变回了普通人, 看起来与寻常大学生没什么两样, 只是容貌格外英俊, 气质尤为不凡。 秦义打开个人面板, 微略一瞟, 他的各项属性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姓名, 秦义, 生命层次, 种族, 恒星及人族, 99%。 力量, 1855, 体质, 2346, 敏捷, 1591, 精神力总量, 6000点, 气血总量, 59999卡, 天赋, 细胞适应性进化, 技能, 患神童, 疼痛忍耐, LV5, 不朽精深, LV4, 铁卫LV4, 道心通明, LV3, 脸部红心不跳, 柔弱无骨, 百毒不清。 战力评价, 史上最强大宗师。 你不仅是人族史最强的大宗师, 放在世界史上, 乃至抑郁史也是最强。 59999卡气血, 6000点精神力, 秦义能感觉到, 自己的气血和精神力都已经没法, 再继续增长, 到达此境界的上限了。 换句话说, 他已经是大宗师圆满之镜, 半只脚跨过了山海镜的门槛, 只差凝聚出山海界雏形, 便可彻底成为山海镜舞者。 在某些网络小说中, 他这种情况, 一般被称为半步山海镜。 杰出疯狂之道, 肉身大道的道之后, 他以无上道力淬炼身体, 又一次脱胎换骨, 各项属性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按照以往的经验, 2000点属性大概是封猴镜的水准, 而如今的他, 还只是大宗师境界, 体质便已经超越普通猴也许多了, 剩下的力量与敏捷同样增长不少, 接近封猴水准, 几乎暴打所有山海。 爽, 但还没爽完。 就在秦义看完个人面板的刹那, 他身上残留的道力也彻底被吸收了得干净, 通体肉身如蒲玉一般意义生辉, 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之音。 定, 你的细胞经过道力冲刷, 适应了肉身大道与疯狂之道的道力, 成功进化出绝世神通, 不朽精深LV6。 定, 你的神魂吸纳道之气息, 适应了大道本源之力的洗涤, 成功进化出绝世神通, 道心通明LV5。 你的主动技能, 柔弱无骨, 得到不朽灵性加持, 以肉身大道125重道义为底蕴, 成功进化为天赋神通, 千变万化。 不朽精深和道心通明连续提升两击。 这两个秦义当前最为重要的神通, 一下子提升这么大, 带来的加成是极为恐怖的。 不过, 比起这两条提示, 最后出现的那条提示更让秦义吃惊。 她的主动技能柔弱无骨, 居然完成了进化。 而且, 此次进化不止得到了不朽灵性的加持, 还有道义增幅。 参悟道义, 对于自己的一身技能还有此等好处。 这是秦义万万没想到的。 还好我一口气参悟完了肉身大道的所有道义。 她点开新进化出的天赋神通, 千变万化, 仔细查阅了一会介绍, 玄机大喜。 千变万化这个技能, 正如其名字一样, 可以让秦义变换容貌和身形, 不单单可以变高变矮, 即使是变成别的物种都没问题。 当然, 变得幅度越大, 所需要消耗的灵气和道力就越多。 如果秦义想从人变成一滩史莱姆, 或是从人变成一头万丈神龙, 所需要耗费的灵气和道力就是天文数字了, 光凭她如今境界不可能做到。 但现在做不到, 不代表未来做不到。 有了这个技能, 她以后做很多事情都会方便不少。 第148章 官方传送阵 鱼航东郊超市, 库房 师父, 蜂王人呢? 秦义处理完自己的事情后, 环顾四周, 没看见蜂王陆军的踪影。 当秦义的话语钻入耳膜, 一直发呆胡思乱想的王老, 这才回过神来, 将秦义悟道期间发生的事情, 简单概述了一遍。 听见陆军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启发, 同样进入了悟道状态, 已有成为蜂王绝颠的迹象后, 秦义嘖则称奇, 暗道世人皆有自己的远法。 秦义是知道, 蜂王藏在心中的癥结的, 他也知道, 很可能是自己有所不同的疯狂道义, 触动了蜂王, 让他有了解开心结的契机。 这么一来一回, 他也算是还蜂王传道的人情了, 不错。 蜂王还在我的真王领域中待着, 王者突破, 有可能是一瞬间, 也有可能要数个月, 乃至数年。 你若有什么事, 便先去做吧, 不必在这墙行等陆军醒来。 王老奋出一缕神念, 观察着领域中的陆军, 估计他没个七八十天是醒不来的。 秦义点了点头, 忽然目光一鸣, 急目远眺, 视线透过库房门窗的缝隙, 看向了外界。 在精神力提升至六千点后, 他对于巨神残魂的感应又清晰了不少。 他能确定, 巨神残魂在他的南方三四千里左右的位置。 慢着, 他马上要去的燕荡山秘境也在南方。 而且, 距离大差不差, 基本就是三千多里。 燕荡山的南脉位于温城, 主封名为南燕荡山, 帝级的燕荡山秘境就在南燕之上。 该不会巨神残魂连带着魔尊手指, 流落到了温城。 这要巧吗? 秦义摸了摸下巴, 眸光微闪, 仔细思索了一会, 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现在知晓的信息太少, 想太多也是白想, 说不准真就是巧合呢。 等等, 燕荡山秘境, 魔尊手指, 一神会。 秦义猛然回忆起自己在燕荡山秘境的资料上 看见过一句批注, 一神会疑似有一个据点在燕荡山秘境中。 魔尊手指是一神会带来的, 或许上面有什么后手, 当魔尊手指流失在外时, 能让他自动回到一神会的据点。 这个猜测很合理啊。 秦义觉着自己看破了真相, 燕荡山秘境里绝对有一神会的据点。 而且, 魔尊手指与巨神残魂就藏在燕荡山秘境的据点中。 如此一来, 他更得抓紧时间去燕荡山秘境一趟了。 念及于此, 秦义不再犹豫, 拱手于师父道别, 当即便要出发。 不过他刚走出去没几步, 师父王旭就喊住了他。 你想从这去温城, 单靠非也得好一会, 不如去市区的执政厅搭乘成绩传送阵。 王老看秦义焦急的样子, 出声提醒道, 成绩传送阵? 人类联盟还有这玩意? 秦义微微汗手, 从他接收的前身记忆里, 完全没听说过这玩意。 但王老肯定是不会骗他的。 于是乎, 秦义调转方向又向着市中心飞去。 这一路畅通无阻。 半个小时后, 他成功抵达位于市区的执政大厦, 本以为会被门前的保安拦下, 却不料这两位保安压根没拦着自己, 任由他走了进去。 这是保安在偷懒吗? 执政大厦的一楼大厅极为宽阔, 地板由白砖铺就, 平滑白镜, 两根圆柱形的承重柱都是大理石打造, 足足需要三四个人环抱才能抱住。 踩在白砖上, 秦义细心地感应到, 执政大厦的地下, 有轻微的阵法波动传来。 这应该是身份识别阵法。 难怪门前的保安没拦我,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阵法的回馈, 知晓我的身份足以进入执政大厦。 则, 符文阵法的用途是真广, 简直渗透进了舞者生活的方方面面。 秦义刚走进大厅, 前台便有专门接待人员夺步走来, 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笑容, 一举一动都显现着礼仪, 完全没有招惹客人的可能性。 秦先生, 您来执政大厅有什么事吗? 秦义开门见山, 我要使用成绩传送阵。 接待人员点点头, 耐心解释道, 您可以打开舞界, 点击个人界面, 再从个人界面中的出行选项中, 选择购买您需要的阵票。 购票完成后, 舞界会有导航指引您前往传送阵, 如果您还有困惑, 可以再来找我。 原来这功能是在舞界上购票的。 舞界还卖阵法票? 我之前怎么没看见? 秦义依照引导找到了阵票的购买页面, 到了这时他才发现, 阵票只开放给宗师以上的人使用, 怪不得先前他第一次接触舞界时候没看见。 官方给阵票设定境界限制, 倒不是给中高阶舞者特权, 而是远距离传送阵对使用者的身体要求很高, 低于宗师境界, 压根用不了。 正是因此, 秦义才不知道还有阵票这种说法, 因为前身作为普通人, 不到远距离传送阵, 身边更没有宗师及舞者去了解远距离传送阵。 城际传送阵一次600贡献点, 说贵也不贵, 但一般的宗师还真不一定舍得花。 除了城际传送阵外, 云航这儿还有省际传送阵和国际传送阵, 分别对应着跨省传送与跨国传送, 要价不菲。 省际传送阵一次1500, 国际传送阵则要5000, 且限定只能传送亚洲区域内的国家。 据说在首都天津还有州际传送阵, 可以传送去美洲和欧洲。 这些传送阵都是当年万劫天尊主导布置的, 为的是加强人类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在灵气复苏前, 人类与人类之间并不平静, 各个国家都有战争隐患, 互相竞争, 内部乱得不行。 为了应对一族, 人族必须团结起来, 不能继续内斗下去, 白白消耗实力。 看着手机上亮起的石石导航, 秦毅在迷宫式的执政大厦中绕了半天, 可算抵达位于三楼的城际传送阵。 这个阵法布置在一个小房间里, 从外面看只是个小房间, 进去后却别有洞天, 是一方几百平米大小的虚无世界, 专门用来存放传送阵。 对于阵票的检测, 同样由识别阵法在暗地里完成, 不需要秦毅出示证明。 由于宗师以上的舞者数量并不多, 所以在温城传送阵中, 仅有两位舞者在默默等待, 一男一女, 一位大宗师, 一位山海静。 秦毅站在距离他们比较远的位置, 没有凑过去的意思。 他安心等待, 等着等着, 口袋里的灵兽符忽然晃动了一下, 沉睡多日的大狗似乎醒来了。 第149章 山海密文 神念穿过灵兽符, 沉入虚无空间, 秦毅很快就看见在虚空中, 伸懒腰打哈欠的大狗。 他睡眼惺忪, 但精神饱满, 显然从七阶沙阵的布置中恢复了过来。 此刻刚一清醒, 就发现秦毅投来注视的目光, 心中一暖, 看出了秦毅对自己的关心。 狗爷在秦毅心目中的地位, 还是很高的。 他仰起嘴角黑黑一笑, 以中品宗师境界, 强行布置七阶沙阵, 对他来说, 既是磨炼也是造化。 成功之后, 虽然需要修整几天, 不过修整的同时, 也在消化布阵的经验, 从中汲取些许道义, 提升境界。 比如他现在, 就已是上品宗师, 距离大宗师也不远了。 要知道, 大狗才刚突破中品宗师没多久, 这种晋升速度和秦毅比起来不算什么, 但和除秦毅以外的各方天交都能碰一碰了。 先前便提到过, 大多人对于大道的参悟, 都是从日常一些特殊的行为举动中体悟出来的, 像秦毅这样能疯狂悟道的人, 终究只是少数。 或者说, 古往今来, 很可能只有秦毅这么一个人, 能够随意进入悟道状态。 大狗站在虚空中, 一边向灵兽扶外头去精神力, 一边朝秦毅问道,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你又在做什么? 秦毅以神殿传音道, 没什么, 我打算去燕荡山秘境一趟, 把你说的机缘找到。 如今正在等成绩传送阵开启。 成绩传送阵? 人类还有这玩意? 大狗倍感兴起。 他跟着上一任主人时, 那位存在已经是封侯尽强者了, 几乎用不上远距离传送阵, 自己撕裂空间就能随意穿行, 因此并不知道人类还设立有这种交通工具。 让我来看看布置的水平怎么样。 大狗的精神力窜到了外界, 他第一时间观测到的, 不是几十米外的成绩传送阵, 而是秦毅。 在三十多层云中物的包裹下, 大狗这次是一点秦毅的气息都感应不到了, 这让他忍不住好奇道, 你现在什么境界了? 秦毅对大狗自然不会隐瞒, 大宗师圆满, 灯仙路已幻化大半, 道枝结了三条, 气血精神力全部到达瓶颈, 目前只差丹田中的山海界梅玉女。 大狗, 妈的, 我真只睡了六七天吗? 六七天功夫, 你怎么走完了别人七八年的修行路? 还有, 三条道枝, 你还是个人啊? 大狗印象里, 从未见过大宗师境界, 结出三条道枝的舞者, 哪怕是异族天骄也没有。 他沉默了一会, 内心虽然震撼, 但却没有把心中的情绪表露在狗脸上, 他怕让秦义看见, 然后暗爽。 大狗是发现了, 秦义这次看似谦逊, 实则闷骚, 尤其喜欢装逼打脸, 震惊他人那一套。 装逼打脸完, 表面云淡风轻, 其实心里爽得不行。 大狗没去理秦义, 也没给秦义太多表情, 默默操纵精神力波荡而去, 观察远处的成绩传送阵。 这座传送阵的大部分符纹和材料都埋藏在地下, 整体呈现圆形, 半径超过10米, 透过地板, 可以看见一系列精妙的符纹勾连为阵纹, 大圆形阵法由外到内总体分成了三个部分。 最外层的阵纹是开辟虚空所用, 还记录有坐标。 中间层的阵纹是稳定传送空间所用, 符纹最多。 而圆形部分的阵纹就是核心部分了。 这种核心阵纹都是符纹阵法师的专属秘诀, 大多藏有他们独到的理解, 因此有用特殊手段隐藏起来, 外人很难窥探。 这个成绩空间传送阵是双向的, 阵法中套着阵法, 既能从温城那边接收人, 也能把渔航的人送去温城, 一小时可使用一次接送分别进行。 就在40多分钟前, 便有几位温城的宗师通过阵法来到了渔航, 还没走远呢。 这种叠阵设计太眼熟了。 大狗砸巴了一下嘴, 我猜不知成绩传送阵的人和武道联合会幻梦式阵法的设计者, 要么是同一位, 要么出自同一师门,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他一面。 大狗虽然是狗, 但对于同样精通符文阵法的舞者依然有论道的想法。 听见大狗的话, 秦义的脑海中不自觉幻想出一幅画面, 在宁静的修行室内, 一条狗和一位白发苍苍的阵法大师席地而坐, 坐而论道。 嗯,怎么看怎么滑稽, 明明是很严肃的画面, 却格外不协调, 非常好笑。 他帮助笑意, 装模作样地点头道, 有空我帮你问问。 距离传送阵的下一次发车还有十几分钟, 百无聊赖下, 秦义开始研究山海界的构建。 此界与脑域一样, 是基于肉身的虚幻世界, 在后续又能逐渐化时, 据王老所说, 山海境发展到最后, 甚至能成为一番新的天地, 只是这世上还从未有人修炼到那一步。 山海境开辟出的山海界, 逼则狭小, 大多只有几十立方米的空间, 并且毫无用处, 一片死寂。 等到了风猴镜后, 山海界便广阔了许多, 可以根据自身喜好, 创建出山水日月, 但不能创造生命。 风猴镜的山海界处于半时半虚状态, 相当于A级空间储物带, 内部空间超过一万立方米, 唯一的限制是不能储存活物。 A级储物带的数量非常稀少, 曾有武者猜测, 若是击杀风猴镜强者, 也许能从他的体内强行提取出山海界, 锻造出新的A级储物带。 但这一说法太过血腥, 被官方压了下去, 没有流传开来, 只有王老这种博文强制的老真王才知晓。 至于风猴镜之后的山海界, 那总空间已经有一片城市大小, 真王的山海境融入了大道, 好似将世界变得完善, 让山海世界能依据大道法则运转。 真王的山海界已完成蜕变, 与寻常山海界有了本质上的差异, 因此, 名称也有所改变, 变成了真王领域。 没错, 真王的山海界, 还有真王自己参悟的一切道义, 等同于真王掌控了整个世界, 化为天道, 除了死物外, 还能容纳, 创造一些较为低级的生物, 比如花花草草。 王老的领域, 就是一片广阔的大草原。 而真王之后, 随着武者参悟的大道越来越多, 对大道的参悟越来越深, 真王领域也会不断趋于真实, 最终化为完全真实的一方世界, 乃至于化为一方宇宙。 王老讲述山海界时, 曾心有余悸地告诉了情谊一个阴谋论。 兴许他们所处的此方宇宙, 其实就是一位无上强者体内的山海界。 第150章, 丹田驻剑, 抵达温城。 若是一个武者修炼到天尊以上, 乃至于天尊以上以上的境界, 误遍三千大道, 纵来一朝道义, 把能误到的所有东西, 全部误完, 尽数融入自己的山海界。 那么那个时候的山海界, 将会和现实宇宙一模一样, 别无二致。 王老所说的阴谋论, 真不一定是阴谋论, 而是拥有充足逻辑的猜测。 当然, 这种说法对于秦义来说, 实在是遥远无比, 以他如今的实力, 想了也是白想。 至少得修炼到天尊敬, 才有资格去探寻这些世界极隐秘的真相。 另外, 异域比起人族早发展了数亿年的武道, 只不定人家早就知晓真相了, 到时候, 秦义去一趟异域, 就能直接探明一切。 异域, 也是秦义必然会去的地方。 大宗师境界宁炼山海界, 需要以神念凝聚道力, 再以道力束缚气血和灵气, 将三者揉合在一起, 构建成山海界的雏形。 秦义回想着王老对自己的教诲, 心念微动, 几缕神念从石海钻出, 围绕在三条道之旁, 浮过些许道力, 潜入丹田。 人体的丹田并非多数人想象中的腹部, 而是指代三个部分, 分别为上丹田、 中丹田以及下丹田。 这三个部分对应人体的眉心脑域, 胸腔心脏, 腹部观原学。 事实上, 山海界的凝聚, 恰好就是需要脑域中的道力和神念, 心脏区域的精纯气血, 最后在灵气汇聚之地的腹部观原学形成。 所以说, 山海界形成于丹田, 也依靠丹田形成山海界。 原本这种逐步运输神念、 道力、 气血的过程, 好似建造房子运送钢筋水泥, 需要慢慢来, 慢慢沉淀。 因为稍有不慎, 就可能导致神念和道力, 弥散在中途, 功亏一篑。 但秦义对于气血和神念的控制力, 达到了通神水准。 精神力总量更是正常大宗师的三倍, 别人2000点精神力总量, 他6000点。 别人还是反魂, 他已经是神魂。 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碾压, 让他的运输格外顺畅。 不仅一次性能运超过普通大宗师数倍的道力, 安全性和效率还高了许多。 悦莫十分钟的时间, 秦义便在官员学凝聚出了一小个拇指大小的山海界雏形, 类似于一块地基。 按照这速度, 他沉下心来花费一个月, 就能搞定山海界, 正式成为山海境舞者。 这下子, 秦义是深刻体会到徐若虚所说的, 在每个境界都抵达极限, 超越极限, 在后续封侯称王时会有大助力。 他还没到封侯的地步, 仅是突破山海境便感觉到了极大的好处。 若非自己底子足够雄厚, 跟机足够稳, 每个境界都突破到了极致, 绝不可能提升这么快。 而底子厚的最大好处, 还要在大道登仙路上体现, 秦义已经迫不及待想进入山海境, 开始攀登大道登仙路了。 当! 就在这时, 悠扬厚重的震荡声传来, 秦义退出了入定修炼状态, 抬头一看, 成绩传送阵的冷却时间俨然已经结束, 可以再次使用了。 他没有多想, 当即迈开步子, 走进圆形阵法的中央, 站在一处木制的高台上。 在他旁边, 还有一男一女两位舞者, 是此次的同行者。 这两人相互之间似乎是熟悉的, 一直待在一起说话。 秦义注意到, 这两人还时不时观察着自己。 当然, 观察自己这个举动很正常, 秦义如今在渔航也算微名远扬, 只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没法把他的脸和他的名字对上号。 估计这两位舞者也是, 可能隐隐猜到了自己是秦义, 但没法确定。 前往温城的成绩传送阵将在三分钟内启动, 请购买了阵票的舞者尽快进入站台。 房间里, 广播声响起。 已确定所有购买了阵票的舞者就位, 成绩传送阵将在十秒内启动。 十、九、八、七。 一连串的倒计是完毕后, 只听见耳旁骤然爆发耳鸣般的长笑, 秦义四周的环境化为黑暗, 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像是背上了一座大山, 足以瞬间压死舞师的沉重压力显现, 然而秦义面色不改, 毫无感觉。 只能说, 六级不朽精神面前, 成绩传送阵的压力于他而言, 差不多是洒洒水, 评价为按摩。 在这种压力下, 他不但完全没感觉, 还能自由行动, 转过头看向身侧的两位舞者。 比起一脸轻松的秦义, 这两位舞者的模样就有点凄惨了。 女性的宗师面色发黑, 双眼无神, 瞳孔涣散, 显然已经暂时昏厥过去了。 他的皮肤像是受到了什么拉扯, 疯狂向下垂落, 如同要脱离肌肉了一样。 这副模样, 倒是让秦义想起了自己通过空间裂缝, 进入秘境的经历。 那时候的他, 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恐怕同样也是这种状态。 另一边, 男性的大宗师倒是好了不少, 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异样, 但依然失去了意识。 除了他们以外, 三街灵兽服内的大狗也遭遇了同样的压力, 晕死过去两三秒, 又脑袋昏昏地醒了过来。 传送阵的空间法则, 不仅作用于乘坐者, 乘坐者身上小空间内的其他生物, 也一样要受到影响。 好在, 这种影响没有持续太久。 大概一分钟左右, 四周的环境忽然变回了明亮, 空间压力消失不见, 两位路人舞者也立刻醒了过来。 他们下意识摸了摸略有些昏沉的脑袋, 在转眸看像没事人一样下车的情意, 忽然觉得, 这位看不透境界的年轻人可能没在传送阵里晕过去。 这么年轻, 还能抗住空间传送的重压。 此人估摸着, 就是传说中的秦义没错了。 二人急忙走下阵台跟了上去, 想与秦义打个招呼, 看能不能交个朋友, 留个联络方式。 对于他们的亲近, 秦义并未排斥, 大家都是渔航老乡, 交个朋友也没什么。 加上二人的舞剑好友后, 三人边走边聊, 玄机惊喜地发现, 他们此行的目标一致, 都是燕荡山秘境。 男兴大宗室渔文不欢喜道, 燕荡山秘境我去过很多次, 很熟, 既然秦义兄与我们同路, 不如就让我带路。 我可以为你担保, 通过审批也轻松一些。 燕荡山秘境外围, 有官方的无者把控, 要是秦义孤身前往, 还得查信息, 经过一系列手续才能进入。 但若有熟人担保, 一下子就能方便数倍。 想到这, 秦义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第151章 火灵王 与秦义同行的男大宗师, 名为于文部, 女性宗师则叫张兴静, 两人是一对夫妻, 平日里共同进出各类秘境, 一起修炼, 一起变墙, 在渔航算是有些名气的神仙眷侣。 他们三人都得到了通行证, 因此可以在温城上空, 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 无需担心进空阵法的阻挠。 有于文部的带路, 三人于空中急迟, 一路向南, 没多久便抵达了南雁荡山, 急目远眺, 连绵不绝的山脉俨然耸立, 穿云透雾。 山脉间, 由以主封南雁荡山为罪, 海拔超过3000米, 高耸入云, 雄尾南延。 他们落在南雁荡山的山脚, 于文部在前头领着, 还没走几步, 秦义便细心地注意到, 四周把守关爱的官方舞者, 神色进阶肃穆, 看管力度也严格无比, 哪怕于文部有官方身份, 且多次出入雁荡山秘境, 也受到了详细的审查。 没办法, 三人被迫停在了靖山的入口前, 填写着一份份资料和申请书, 等待上面的审批。 看着耐心填写申请表的秦义, 于文部的脸色略有些尴尬, 他原本信誓旦旦地说, 能把秦义轻松带进秘境, 却不料出了变故, 强行给拦下来了。 到最后, 不仅秦义得慢慢等审查, 他和妻子同样得等着。 于文部在审查处找到了两位认识的兄弟, 简单聊了一会, 旋即从他们口中明白了, 为何燕荡山秘境的审查力度会忽然加大。 燕荡山秘境的中央火山区域盛产涅槃土, 每年11月末12月初, 都会有官方的真王来这搜集涅槃土。 这一次, 进去的真王足足呆了一周没回来, 已经超过了约定好的三天时间。 那位真王的浑灯暗淡, 绝对是在秘境里遭受重创了。 打听完消息后, 于文部回到妻子和秦义身旁, 轻声述说着自己得到的情报。 官方的真王进入秘境探险, 必须点燃一盏魂灯, 此魂灯乃是一件六阶灵物。 当武者用一滴心头血点燃时, 除非武者死去, 不然魂火足以燃烧数万年, 不会轻易熄灭。 魂灯除了能确认真王的生死外, 根据魂火燃烧的剧烈程度, 还能判断出真王当前的状态。 像是现在, 这位真王的魂火摇曳暗淡, 明显便是状态极差, 受了重伤, 甚至于濒临死亡。 按理说, 燕荡山秘境里虽然有真王级别的战力, 但不可能把我人族的真王打成重伤啊。 女宗师张兴静面露不安, 难不成秘境里多了一两位抑郁潜入的真王? 他们联合本土一族, 辐杀我族真王。 秘境里的情况没人知晓, 但能让真王遭受重创, 定然不是小事。 于文部神色凝重, 如今无人敢深入秘境探查情况, 官方也在等江南王来。 当前已知, 秘境中有足以危及到真王的危险, 普通舞者自然不会进去送死, 想探明情况, 还得再来一位真王。 而江南行省明面上唯一的真王, 就只有江南王沈默一位。 秦义没想到, 自己难得出一次远门, 上来就遇到这种麻烦。 该不会我是天生的霉运之体吧? 他挠了挠头, 进入燕荡山秘境的心思依旧没有变化。 突然间, 明朗的天穷瞬间昏暗了下来, 一缕缕墨绿色的气流从燕荡山山顶蜂涌而出, 遮天蔽日占据了整片天空。 阴冷、恐怖, 令人心机的魔气轰然扩散, 境界低于宗师的舞者无法承受这种灵威, 当场昏厥了过去。 而宗师境界的张兴静也闷哼一声, 嘴角溢出黑血, 双手捂住腹部, 神色痛苦争鸣。 煞时间, 于文部和官方的审查舞者们脸色大变, 或是慌乱着呼叫救援, 或是急忙前去救助低阶舞者, 将他们送离燕荡山。 燕荡山脉怎么会突然出现如此可怕的魔气? 魔族入侵了吗? 众人仰天望去, 此刻的天空已被染成一片墨色, 无边的黑暗里一道红光闪烁, 紧接着, 群山震动, 这红光如流星一般坠落而下, 重重地砸在南燕荡山山脚, 掀起一阵飞尘。 烟尘营绕之间, 情意敏锐地察觉到, 那红光并非单纯的光泽, 而是一位舞者散发出的颜色。 真王的气息! 花! 有官方舞者出手, 挥散烟尘, 众人定睛一看, 却见地面上裂开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天坑, 足有数百米大小。 天坑中央, 赫然躺着一位人类舞者。 他脸色惨白, 气息全无, 身上每一个毛孔都在向外飘散着黑红交错的诡异气体, 像是魔气与血气掺杂形成的气体。 火火灵王? 余文部帮助妻子压制住伤势, 刚一抬头, 便认出了这位瘫倒在天坑中央的人类舞者。 此人正是此次奉命进入燕荡山秘境挖掘涅槃土的官方真王。 火灵王专修火之大道, 在燕荡山秘境灼热的中央火山区域, 称得上如鱼得水, 哪怕遇到封王绝颠境界都有一战之力。 正是因此, 他才会被官方专门委派挖掘涅槃土。 可谁都没想到, 火灵王都能在燕荡山秘境出事。 燕荡山秘境里到底有什么怪物? 火灵王的伤势极重, 意识模糊, 全凭一口气才逃出秘境。 等到了外界, 那一口气已然松懈, 此时命悬一现, 随时可能死去。 另外, 天空中的汹涌的魔气仍在蔓延, 这些魔气的等阶极高, 当前官方驻守此地的武者压根没法驱散, 稍一出手沾染上魔气, 心脉和肉体便会被占据, 难以根除。 这些魔气仿佛拥有生命力一般, 会自行吞噬周围一切可以吞噬的生命, 不断滋生成长。 才过去不到五分钟, 漫天魔气便已接近市区的位置了。 轰隆隆。 就在这时, 天穹裂开了一道缝隙, 漫天魔气被搅乱, 一只大手破空伸出, 张开手掌, 将所有魔气吸纳进了手心, 随后缩回裂缝, 消失不见。 紧接着, 一个不起眼的身影从天而降, 落在天坑处, 站在冰死的火灵王身侧, 俯身给他喂下了一枚充满生机的丹药。 巨大的危机, 眨眼间就被他控制住了。 而这身影, 秦毅是认识的。 他是江南王, 沈默。 第152章, 秦毅的决心。 沈默的右手在不断往外溢散出魔气, 他主修自然知道, 体内溢满着勃勃生机, 此时正在用生气抵御魔气, 凉凉抵消。 但, 这股魔气的等级超出了他的想象, 纵然是他亲自出手, 想全部消磨掉也很吃力。 脸色逐渐变得阴沉难堪。 燕荡山秘境, 哪里来得这么高阶的魔气? 沈默皱眉, 他总感觉, 这魔气有点熟悉, 似乎在哪见过。 心中有些不妙的预感, 他不敢大意, 继续联系更高阶的存在来支援。 但, 境界高于真王的存在, 大多都在闭关, 等他们接收到消息再赶过来, 不清楚能不能来得及。 吃下一枚六阶回春丹后, 火灵王的状态可算是稳住了, 伤势没有再恶化下去, 体表也不再飘出魔气。 周旁的舞者小心翼翼地凑了过来, 围绕在江南王沈默边上, 以获取安全感。 沈默环顾四周, 在人群中看见了一位意料之外的人。 秦义你怎么也在这? 被江南王当众点出名字, 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都齐聚在了秦义身上, 猜测着秦义的身份。 众目睽睽之下, 秦义微微一笑, 回答道, 晚辈和朋友打算一起进燕荡山秘境历练一番, 没想到遇到了这种事。 沈默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位于山巅的燕荡山秘境入口, 见那里没发生什么异动, 心头烧鞍。 燕荡山秘境出了这么一档事, 你就别进去了, 和朋友一起先回去休息吧。 秦义的天赋是有目共睹的, 沈默可不想一个人组顶级苗子去燕荡山秘境送死。 他当众出言关心着秦义, 更是令围观的众人面露诧异, 对秦义的身份愈发好奇了。 能让一位真王关心的, 能是普通人。 别人不清楚秦义什么身份, 但于文部夫妇是清楚的。 能耕顶三大五道极限榜的天骄, 被真王所重视, 在他们看来很正常, 没什么好惊讶的。 毕竟秦义未来必成真王。 沈默对秦义的关心, 恰好也说到了于文部心里。 他附和道, 对啊, 秦小兄弟, 咱们先离开这里, 找个地方落脚休整吧。 于文部与妻子张兴静心声退役, 不想在这种时候进入燕荡山秘境了。 辛辛苦苦修炼到宗师也不容易, 可不能不明不白死在这。 然而, 他们话刚说完还没等情意回答, 地上的火灵王却清醒了过来, 虚弱道, 燕荡山秘境, 魔族, 尊者。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话, 听得在场众人面面相去。 燕荡山秘境里, 竟来了一尊魔族尊者。 这怎么可能? 尊者及武者, 如何通过大幕壁垒, 将男王沈默蹲下身子, 握着火灵王的手腕, 将精纯的生命之力通过经脉 堵入火灵王体内, 效果立竿见影。 火灵王的脸色好转了许多, 也有力气说话, 不再断断续续了。 他只起上半身, 缓了一口气, 旋即快速讲述着自己 在燕荡山秘境遭遇的一切。 我进入中央火山区域, 采取涅槃土这段过程非常顺利, 什么事也没发生。 但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在我不远处的地方, 突然裂开了一道空间缝隙。 我凑近一看, 有一根充斥着魔念的残破手指 窜了出来。 火灵王心有气气, 那根手指疯了, 行为举措极为古怪, 我看不穿, 也打不过。 这是一根魔尊的手指, 而且很可能是天尊的手指。 魔尊手指? 一根手指, 为何要用封字去形容? 难不成手指还有自己的意识? 在场的舞者们神色震动, 一时间不知道做何反应。 火灵王的脸上浮现出回忆之色, 那根手指再不仅在外放魔念, 还在外放另一股意识, 杂乱繁杂。 听多了之后, 真王级的石海都要消弭, 实在恐怖, 连听都不能听。 天尊和真王, 相差了两个大境界, 实力天差地别, 哪怕只是天尊的一根手指, 都能随便镇压真王。 若不是那根手指发疯了, 状态不对, 再加上火灵王占据了环境优势, 否则, 他根本不可能活着逃出来, 早就被镇压了。 魔尊手指的状态非常不稳定, 或许再过一会, 他又会撕裂空间, 传送到别的地方。 我们在外界安心等待 绝点级强者支援便可, 到时候和绝点级强者一起进去, 那根魔尊手指逃逸了也就算了, 没逃逸, 便联手镇压。 主修自然大道的沈默, 听闻魔尊手指四字后, 也淡定不下来了, 当即做出了反应。 这根魔尊手指, 恐怕就是当初诱杀一神会, 那晚出现的手指。 那一晚, 他们还是靠秦义 用某种奇特手段 强行送走了魔尊手指, 这才安然度过。 沈默虽然认出了魔尊手指, 但并不清楚 为何魔尊手指会发疯。 此地的所有无哲理, 只有秦义明白 魔尊手指会发疯, 是因为他把巨神残魂丢了进去。 一根手指蕴含两道意识, 相互争夺操控权, 不发疯才怪。 当初被迫把魔尊手指 丢进空间裂缝, 没想到酿成了此等因果秦义 在心中呢喃着, 魔尊手指肯定不是在那一晚 就传送到了燕荡山秘境, 因为时间对不上。 他还在不停地 主动撕裂空间进行传送, 如果此时不进去解决它, 估计就要让它彻底跑掉了。 秦义有预感, 燕荡山秘境里 绝对有一神会的据点, 而据点中 还藏着脱离蓝星 回归抑郁的方法。 否则魔尊手指 还挣扎着回来干嘛。 倘若让魔尊手指 回归抑郁, 回到那位天魔手上, 秦义身怀系统的秘密 就要被曝光了。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事情。 秦义眼眸一定, 转瞬间便做出了抉择。 他必须进入燕荡山秘境, 马上就进去, 不管里面有多危险 都得进去。 现在进去 最多面对一根发疯的手指。 但要是再晚几个月, 那根手指回到异域, 魔族洞袖了他的秘密。 到时候他要面对的 就不是一根发疯的手指 那么简单了。 异族只不定要派出 大量的天尊 不计代价的杀他。 天尊花费难以预计的代价, 能送进来一根 拥有尊者战利的手指。 那么一群天尊 乃至于天尊之上的存在, 能送进来什么呢? 现在不去冒险, 到时候只会更危险。 第153章 入境 心里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秦义在行动上 自然也不会落下。 目前, 在江南王和火灵王的劝说下, 为首燕荡山的舞者群体 已然蠢蠢欲动, 大家修炼到如今的境界都不容易, 各自于尘世也有所牵绊, 肯定不想平白无故死在这。 异域强族从秘境中杀出, 入侵蓝星, 以往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而此等大事一旦发生, 他们留在这里就是炮灰, 压根起不了什么作用。 天塌了, 有高个子地顶着, 再过不久, 官方就会有蜂王绝颠级强者 来镇守燕荡山, 无需他们留着添乱。 念及于此, 超过七成的舞者 当即向江南王与火灵王道别, 纷纷远离燕荡山, 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准备一回去就收拾行李离开温城。 于文部与张兴敬这对夫妇 同样是想离开的, 但他们想跟着秦义一起离开。 周围的舞者不断发出骚动, 两人朝秦义投去询问的目光, 其中还夹杂着些许交集, 希望秦义尽快和他们一同远离此地。 然而, 秦义的回答却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我不能走, 我得进去。 秦义为何非要现在进入燕荡山秘境?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真想通过秘境历练的话, 什么时候去都一样, 非得手动给自己加大难度吗? 秦义兄, 若是平日秘境里发生了一些小乱子, 我肯定不会这般劝阻你进去。 于文部感觉秦义还是太过年轻, 锋芒毕露, 不想在众人面前失了面子, 这才硬要去送死。 如今燕荡山秘境的发生的 可不是什么小乱子。 火灵王都受伤了, 你偏要进去, 实在不理智。 关于燕荡山秘境当前的险境, 秦义怎么可能不清楚? 换句话说, 亲身接触过魔尊手指的他, 可能是在场所有人里最明白魔尊手指有多强的人。 但是, 他有不得不进去拼命的理由啊。 总不能和他们说, 魔尊手指里有藏魂, 知晓了自己的秘密。 那个秘密绝对不能泄露, 他必须进去灭口吧。 没法说出真相, 秦义只能漠然摇头, 脸色没有变化, 依旧保持着进入秘境的决心。 他先前说出的话, 虽然听起来轻飘飘的, 但其中的分量, 只有他自己明白。 哼, 这人还真是头铁, 真以为自己有点天赋, 又和真王瞻亲戴故的, 就能在魔尊手指中活下。 魔尊可不管你认识谁, 又有什么背景, 统统一指头碾死。 原本准备撤离的人群中, 有舞者在听见情义的言论后停下了脚步, 忍不住吃笑, 情义幼稚。 诶, 你少说两句, 人家指不定有自己的想法和手段。 在此人周遭, 也有舞者顾忌江南王沈默的面子, 给吃笑着实眼色。 不过, 沈默却没有对这些议论做出反应, 他其实也想让情义离开燕荡山。 见江南王没有出手, 终止这场闹剧, 围观的舞者慢慢放宽了心, 开始对情义指指点点。 手段? 你一个二十岁出头的人能有什么手段? 我就算你有最顶级的天资, 现在最多也就是个上品宗师。 你拿出通天的手段能活着出来吗? 这位三十多岁的男性舞者言语虽锐利, 但言语之间不无道理, 至少在场之人基本都和他是一个想法。 由于此人带头出生, 周旁跟风附和他言论的人也逐渐变多, 一时流言四起, 逃跑的人都回头驻足看戏了。 然而, 面对这些言辞激烈的争论, 情义里都没理, 只是转过身面向江南王沈默, 拱手请命道, 还请江南王让我进入秘境。 沈默不清楚, 情义为何, 这个时候进入燕荡山秘境。 但他知道, 眼前的青年不是傻子, 不仅不傻, 还很精明, 不会平白无故, 做出愚蠢的举措。 所以他选择了相信, 没有追问深究。 他面色平淡, 双眸微眯, 凝视了情意良久, 最终长叹道, 你既已下定决心, 那么我说什么都没用了。 只是在你进去前, 我作为人族长辈, 还是要问一句, 你有几成把握活着出来? 此言一出, 空旷的平地顿时寂静了下来, 如聚光灯一般落在秦义身上。 秦义不卑不亢, 抬着头, 淡淡道, 五成吧。 五成? 众人想不明白, 这么一位看面相不到25岁的年轻人, 到底哪里来的把握, 有五成机会走上这么一遭? 莫非此人手中藏着一件六阶顶级灵雾? 他们观察着秦义, 很快, 又被秦义的下一句话, 震惊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 秦义的下一句话很简单, 又很不简单, 听起来简直像是发疯了, 才会说出来的。 他说, 你们可能误会了, 这五成把握不是活着出来, 而是我亲手处理掉那个魔尊手指, 围观群众? 此刻, 别说是普通的路人舞者了, 刚死里逃生, 从魔尊手指中仓皇逃命的火灵王, 看向秦义的眼神都略有些不善了。 作为亲身经历者, 他一位顶尖真王都没法抗衡的魔尊手指, 一位二十多岁的小孩子说自己有五成把握解决, 口气太大了, 封王陆军都没你这么狂的, 现场一片哗然, 秦义对此置之不理, 放开云中雾的遮掩, 澎湃的气血之力轰然爆发, 刚风激荡, 他一路踏空向上, 潜入了云雾缭绕的艳荡山山腰, 一股癫狂到了极点的道义席卷四方, 刹那间, 竟让在场所有人心神阵战, 闭上了嘴巴。 这股道力, 这种气血, 此子至少也是大宗师圆满级舞者。 他才几岁啊, 这就大宗师圆满了。 先前出言不逊的中年男性舞者, 看见这一幕, 只感觉脸颊火辣辣的疼, 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 很用力的那种。 他刚刚还在信誓旦旦地说, 哪怕秦义拥有最顶级的天赋, 当前最多也就是个上品宗师。 谁能想到, 此人二十岁出头, 竟是一位大宗师圆满级高手。 不不仅仅是大宗师圆满, 他的道力完满, 道义完善, 纵然是一些山海静老人都不一定有他强。 人群中, 有山海静舞者择舌, 说来惭愧, 至少老朽不是他的对手。 一脸淡然, 对议论充耳不闻, 最终扬长而去的情谊, 小小露了那么一手, 用实力打了所有人的脸。 但是, 仍有人无法信服, 冷哼道, 谁知道他到底几岁, 说不准更改外貌, 隐藏了年龄。 他这话刚说出来, 还没等有人硬核, 江南王沈默便冷不丁瞥了他一眼, 悠悠道, 我是认识他的, 时至今日, 他还没到22岁。 一位真王为秦毅解释, 这分量可太大了, 没人敢去质疑。 22岁不到的大宗师圆满, 居然真的能出现在世上? 这还是人吗? 第154章, 道人玉石像。 秦毅进入燕荡山秘境后, 现场冷清了下来。 大多数人还沉浸在 22岁大宗师圆满的震撼中, 这不能怪他们, 毕竟在普通舞者的建文中, 能见识到的最顶尖天才, 也就是武考状元级的那一类了。 这些武考状元基本都是18岁, 中品宗师左右的境界, 数十年来没听说过大宗师, 上品宗师都少见。 武师可以活150岁, 但九成人类武师都没法突破到宗师, 那些18岁便踏入宗师的天骄, 在他们看来已经是最强天资之人了。 即使是江南王, 火灵王, 以他们真王级的眼界, 也没见过秦毅这样变态的人类武者。 若是他们知晓, 秦毅仅西武三个月就达到了如今的层次, 恐怕至少一半人的道心都要当场碎裂成诈。 辛辛苦苦习武大半辈子, 结果还没人家练武三个月强。 鸦雀无声的现场, 足以表面情义造成的震撼。 直至七八分钟后, 人们才渐渐回过神, 先前那位出言不逊的中年男舞者, 气焰小了八成, 但死要面子活受罪, 仍嘴硬了一句。 好, 我也不走了, 我就在这等着, 看你能不能活着出来。 22岁大宗师圆满确实变态, 我服了, 但就算是大宗师圆满又怎么样? 在魔尊手指面前, 依旧不够看的。 这中年舞者算是有些骨气的, 竟就这样强行留了下来, 不再离去。 见他一位下品宗师都敢留下, 周围的其他舞者胆子也大了一些, 居然突然多了不少跟风留下吃瓜的人。 22岁的年轻人敢陷在京秘境, 他们要是灰溜溜地逃了, 好像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一时间, 四成的人改变主意, 留了下来, 剩下的六成人, 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同样咬牙留了下来, 但把妻子张兴静送去了安全的地方。 他知道, 自己要是现在离开, 以后和秦义这等天才就再无半分瓜葛了。 以他的天赋, 未来拼死也就止不于大宗师了, 若想更进一步, 必须得有所造化。 这所谓的造化, 就是秦义。 说他舔狗也好, 鳄鱼奉承也罢, 舞者本身天赋平庸, 还想变强, 自然就得另辟西径。 他不是天骄, 只是一个想变强的普通人, 依附强者, 与未来的顶级高手出好关系, 便是最容易看见希望的路了。 人这一辈子, 终归要当一次舔狗的, 与其为了爱情去舔女人, 倒不如为了生活去舔强者。 与此同时, 穿过朦胧的云雾, 秦义来到了燕荡山山巅, 看见了盘踞于苍穹的巨大裂缝, 幽暗深邃, 气息飘忽。 此地, 作为进出燕荡山秘境的入口, 平日里稀让热闹, 如今却清冷无人, 放眼望去, 只有一座雕刻的栩栩如生的石像, 助力于裂缝之前, 窥然不动。 雕像大概有三米多高, 呈现倒是模样, 八字弧, 手握浮沉, 身穿道袍, 一脸和善。 它与后方巨龙般的空间裂缝比起来, 微小如米粒。 但在秦义眼中, 此雕像的分量, 却与空间裂缝一般大, 重若泰山, 仿佛是镇压了整个秘境通道的神物。 就像一把血剑凌空, 镇压玄天秘境一样, 此道人石像, 恐怕就是镇压燕荡山秘境的灵物。 秦义凑近了一些, 眼眸中的石像忽然多了些许生气, 在石质的表面下, 流淌着浓郁的生机, 令人陶醉。 雕像并非用寻常石料雕刻而成, 这种石头质地精美, 更偏向于玉石, 只不过, 如今温润的玉石表面, 流转有黑色魔器, 灰之不散。 想来魔尊手指, 追杀火灵王, 杀出燕荡山秘境时, 道人石像也出手帮忙了, 这才沾染上了魔器。 虽然没什么大碍, 但魔器禅人, 估计得花上一段时间去消磨了。 这道人看着眼熟, 我应该是见过的, 可惜想不起来了。 突然间, 灵兽府里传来了大狗的传音, 此遇时向荣有那道人的六分道运, 九分神运, 大概拥有八阶左右的水准, 颇为不凡了。 六分道运, 九分神运, 便能塑造出一尊八阶灵物。 武者一阶, 武师二阶, 宗师三阶, 大宗师四阶。 八阶灵物相当于封王绝颠境的武者, 也就是说, 这玉石像的原身, 大概率是一位尊者。 人族联盟果然不似表面这般脆弱, 暗地里还是藏着尊者极战力的, 只是藏得很深, 没法随意露面出手。 视线略过道人石像, 情义观望着空间裂缝, 能感知到此时空间裂缝的震动, 偶尔有一丝一缕的魔器从中倾斜而出, 但转瞬间又被道人石像挤取, 吸入体内封存消磨。 若无道人石像镇守, 也许秘境通到这里已经要坍塌了。 要知道, 空间传送隧道本来就是极其不稳定的东西。 大狗, 你能不能布置出加强精神力和魂魄强度的阵法? 情义驻足于空间裂缝前没有急着进去。 加强精神力和魂魄, 你的魂魄已经蜕变成了神魂, 普通符文阵法对你无效, 至少得五阶顶级才能有点效果。 大狗为难道, 我的确可以布置, 但没材料, 总不能凭空化阵吧。 情义虽然一股脑冲进了燕荡山秘境, 可他也不是真去送死的, 说了有五成把握拿下魔尊手指, 当然不是吹的。 他的后手与魂魄相关, 如果能暂时提高神魂强度, 可行性还能提高两成, 布阵材料我身上没有, 秘境里应该会有。 情义宁谋, 等等进入后, 你记得时刻关注四周的环境, 碰到需要的材料和我说, 我去取。 行, 大狗点头, 旋即又有些犹豫, 你真的有把握处理魔尊手指吗? 到底啥办法? 情义笑了笑, 透露了自己想法中的一个环节。 魔尊手指在秘境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魔器又有极强的侵略和蔓延性, 所以在秘境里, 想要处理魔尊手指的舞者, 可不止我一位。 他一有所指, 大狗狗眼一亮, 当即明白了过来。 是啊, 一族并非铁板一块, 谁说人族就不能联合一族, 去打击另一个一族了。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第155章 杨谋, 开山族, 单凭秘境里的一族, 肯定还是不足以抗衡魔尊手指。 秦义还有别的办法, 他向来不会把生死攸关之事寄托在别人身上, 关键还是要靠自己。 让大狗鸣克灵魂增幅阵法, 也是为了最为重要的那个办法。 哗啦啦, 他向前踏出一步, 身形没入空间裂缝, 周旁的环境如水波般荡漾模糊, 这一次, 秦义没有两眼一黑, 一直保持着清醒, 不管是神魂还是肉身, 都抵御住了超远距离空间传送带来的压力, 安然无恙。 一秒钟左右的时间里, 水波荡漾的环境慢慢平静, 随后显现出清晰的景色, 也即是在这一秒钟里, 秦义敏锐地感知到了空间之道, 在影响自己与自己身边的空间。 由于持续时间完全只有一刹那, 他没看出太多东西, 仅仅把这种独特的感觉记在了心里。 参悟大道, 不是一定要进入悟道状态, 去大道本源之地亲眼观测的, 平日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背后同样暗含大道, 只是看人的悟性够不够, 能不能参悟出来罢了。 别人看不出的道义, 秦义完全能看出来。 在五级道心通明的加持下, 他的悟性堪称逆天, 对于道义的感知尤为敏感。 怕大, 秦义的双脚, 结结实实地踩在了泥泥的黑土地上, 向下陷了几厘米。 空间传送结束, 他环顾四周, 水汽很重, 能看见大片的沼泽地, 水面上覆盖着茂密的植被, 乍一看像是草原, 但若真踩下去, 又会马上陷入泥沼, 难以脱身。 我这是到凤凰山了。 秦义提前记下了 燕荡山秘境的地图与详细资料, 刚看见这一番景色, 便猜到了自己当前所处的方位。 燕荡秘境外围, 由连绵不绝的凤凰山脉围绕, 这凤凰山脉内部温度极高, 但在山体外, 气候却保持得很好, 植被茂盛, 生机勃勃。 此刻向远处眺望, 秦义很轻松, 就能看见三四座光秃秃的赤红山脉毅立远方, 像是一颗颗小太阳, 散发出灼热的气温, 就连山体四周的空间都被炙烤扭曲了。 可令人诧异的是, 明明有这么大一个热源在边上, 山脉周围的温度却保持在25度左右, 舒适无比。 据相关专家的考究, 这是土著种族开山族造成的影响, 这个种族开凿凤凰山居住在凤凰山脉的山体中, 利用凤凰山的热量充当能源, 构建超大型符温阵法, 将凤凰山周围的区域用阵法包裹保护起来, 充当后花园, 既能用来旅游观赏, 又可以种植灵植和粮食。 毕竟凤凰山的环境太过严苛, 能种的灵植太少, 开山族还没到人人蔽谷的地步。 拥有智慧, 有娱乐活动, 还能构建阵法, 这便是智慧种族和凶兽的区别。 情义仰起头, 视线向更远处望去, 在清澈淡蓝的天空中, 一大片漆黑的魔气盘绕于中央火山区域, 正逐渐向外扩散, 速度不算慢。 尊者及魔气当真恐怖, 一旦释放出来, 还无人管控, 便会如同活物一般吞噬周旁的一切生命, 不计代价的疯狂蔓延, 直至毁灭一切。 华夏古人曾言, 俘获相依, 这魔气看似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但对于秦义来说, 也是机会。 通过魔气, 他就有了与土著种族联盟的机会。 大狗, 能看穿布置在此地的阵纹吗? 秦义取出灵兽符, 传音问道。 灵兽符自行打开, 一条杂毛狗从中跳出, 正想着来一个帅气的落地, 却不料一脚踩进沼泽, 沉了下去, 吃了一嘴泥。 呸呸呸, 就这阵法, 高情商说法是大道质简, 低情商说法是简陋朴素, 我狗眼不睁都能看透。 大狗清理着嘴巴里的泥巴, 神气大笑, 只见他狗爪一点, 空气中顿时荡起阵阵液, 在这片沼泽地的地下, 刺目的金色光泽瞬间亮起, 万丈光芒穿透了沼泽水面覆盖的植被, 倾泻在外。 来,跟上。 大狗狗腿一蹬, 腾空而起。 秦义跟着他一同飞起, 一人一狗站在高空, 向下一看, 当即明白了过来。 在秦义眼中, 沼泽中透出的光泽形成了一条条密密麻麻的光路。 这些光路有大有小, 最大的光路, 光泽最为刺眼, 自然便是通向阵法核心区域的路径。 只要到了阵法核心区域, 必然能找到开山族人。 跟随最亮的光路向北极持, 轻易发现, 在某个边界点的两侧, 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环境。 边界点南侧, 绿草如荫, 山水可居。 而边界点的南侧, 大地干裂, 万里焦土, 地势攀升, 一路陡峭。 显然, 这边界点便是阵法边缘了。 这种布阵设计叫阵心分离, 阵法不止在一个地界, 核心阵纹储存在另一个地界, 安全系数高了不少。 大狗一脸知识渊博的嘚瑟样, 就差戴个眼镜冒充读书人了。 核心距离阵法越远, 不止此阵的人手段就越强。 当然, 开山族还是菜了点, 只能分割几百里, 换我来几千里都没问题, 还能把一切踪迹消除干净, 没人找得到阵法核心。 符文阵法之道是大狗的领域, 情义不太懂, 当然不会主动出声反驳什么。 他就静静地看着大狗装逼。 他们顺着大狗勾连出的光路继续向北, 随着地势拔高, 气温正在急剧提升, 顷刻间便从二三十度冲到了七八十度, 当场打个鸡蛋都能秒熟了。 然而, 七八十度的气温对于情义来说完全没影响, 先不说它有一级高温抗性, 可抵御二百度高温, 光是六级不朽精深, 便可无视低于五百度的高温。 至于带狗, 经历了治唇神血蜕变后, 它的狗身也能无视两三百度高温了。 一人一狗一边赶路, 一边闲聊, 说实话, 大狗很好奇一个问题。 你这么急着想, 尽快处理掉魔尊手指, 怎么还要去联系开山族? 不怕浪费时间, 魔尊手指破空离去吗? 情义摇摇头, 我做事看似鲁莽, 但又不是送死, 既然有更好的办法, 自然要追寻。 至于魔尊手指破空逃离, 它要是能马上走, 绝不可能在秘境停留那么多日。 很显然, 魔尊手指想离开蓝星, 必然得酝酿一会, 少说七八天时间是要的, 没那么容易。 情义还有一句话没说, 那便是巨神残魂一定会拖延魔尊手指, 离开蓝星。 因为一旦回到异域, 巨神残魂必死无疑, 随随便便就要被魔尊本人抹杀。 巨神残魂想要活命, 想要带着本体复苏, 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帮情义拖住。 第156章, 古怪。 五分钟后, 大狗与情义已经走入了凤凰山脉的某一块山头, 此地的温度骤然飙升到了两百多度, 情义自己没什么感觉, 但嗅了嗅鼻子, 却能闻到一股焦香的狗肉味。 扭过头一看, 大狗身上黄白黑相间的杂毛, 已经全部烤成了焦黑色, 像是炸毛了一样, 整条狗搭了在哪, 略显无神地走着, 嘴里还嘟囔道, 快给我收回灵兽符去, 太热了, 我的毛都要烧完了, 毁容之后, 母狗们要看不上我了。 大狗的肉身能抗住两三百度的高温, 但它的狗毛可没有这么厉害, 再在凤凰山脉中待一会, 回到安全舒适的灵兽空间后, 大狗这才恢复了精神, 奋出精神力看着外界的景色, 好奇道, 你身上的衣物怎么没烧起来? 秦义扬了杨衣袖, 笑道, 这是悬水道袍变换出来的衣物, 我师父送我的宝贝, 极耐高温, 除非我跳进岩浆池游泳, 不然不可能烧毁。 王老送给秦义的收徒礼中, 包含有一件二阶灵物, 悬水道袍, 此物不仅可以随主人心意变换外形, 还有极强的耐高温性, 并且只要不是瞬间毁坏, 就能自动汲取灵气修复。 大狗看着衣服看得眼热, 暗暗想着等离开燕荡山秘境, 自己也去买一件灵衣穿上。 嗯, 他虽然没有贡献点, 但秦义有啊。 他和秦义可是铁哥们,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大狗默默幻想着自己穿上灵衣, 又如人类一般两腿直立行走的画面, 简直太拉风了。 一看就不是普通狗。 灵兽空间外, 秦义自然是不清楚大狗在想什么骚东西的, 他现在只顾着赶路, 争分夺秒。 凤凰山脉整体的景色非常单调重复, 放眼望去, 只能看见满目的赤红色盐块, 以及崎岖的山路, 除此之外, 没有溪流, 更没有植被。 在这种环境下, 只有一些奇特的凶兽可以存活, 比如火烯, 赤猎鸟之类清净火灵气的生物。 就这样, 一直顺着光路走着, 一路上竟也没看见开山族的踪影。 约莫八分钟后, 秦义已然深入凤凰山脉深处, 周旁竟是险峻高山, 再看不见平原与沼泽。 那条阵法光路延伸进了一处岩石的巨大缝隙中, 秦义看了看, 能捕捉到石凤中流露出的气息, 这说明石凤里有生物活动。 这气息不算太强, 大概上品宗师水准, 与炎热的凤凰山相比, 此气息并不灼热, 秦义观察着石凤开辟的工艺, 发现缝隙两边极为平整, 显然不是天然开裂形成的。 只有一位开山族独居的话, 倒是很适合他去交涉。 秦义钻入石凤, 眨眼间气温冷却了至少六七十度, 从原本的两百多度降低到了一百度出头。 虽然还是很烫, 但可以确定, 开山族也不是特别喜欢居住在高温地带。 否则, 他们没必要开辟山洞和沼泽。 好古怪啊, 这凤凰山之所以会热, 是因为山体由赤岩石构成, 而赤岩石本身会发热发烫。 灵兽符内, 大狗感觉有些不对劲, 可在凤凰山内部, 胃和温度反而冷下来了。 按理说, 凤凰山内部完全包裹在赤岩石中, 温度应该更高才对。 大狗这么一说, 秦义也觉得有点问题了。 他凑到一处岩壁旁, 借助地面上光露散发出的亮光, 清楚地看见, 岩壁并非赤红色, 而是一片墨黑, 像是石墨一般, 并没有再发热, 反倒略有些阴冷。 也就是说, 凤凰山只有表面覆盖了一层赤岩石, 内部其实是别的石料。 这是怎么形成的? 秦义想不明白。 他继续跟着光露向内部走去, 空气中属于开山族的气息愈发浓厚, 这位开山族显然完全没有隐藏自己气息的意思。 这也有点古怪了。 这位开山族明显是在看守沼泽阵法核心的, 他应当以隐蔽为先, 怎么可能主动暴露气息呢? 秦义越想越迷惑, 带着满脑子的疑惑向前走着, 忽然间, 他耳旁响起了大狗的传音。 到了, 阵法核心就在这。 话音刚落, 秦义立刻回过神来, 神念横扫八方, 只一秒便揪出了藏匿于此地的开山族。 在石洞的左前方角落里, 躺着一块不起眼的黄褐色巨石, 比一个正常成年男性蜷缩起来要大上一些, 但没有大特别多。 就是这么一块岩石, 便是一位活生生的开山族。 秦义没有贸然接近, 他怕引起对方的应激反应, 因此站在原地, 朝着左前方传音道, 我没有恶意, 如今一个人前来, 想找你们开山族谈论一些事情。 咔! 陡然间, 那块死雾一般的巨石晃动了一下, 抖落大片烟尘。 像是变形金刚变身一样, 一块石头渐渐变成了人的模样, 站在阴影中, 面露异色, 盯着秦义打亮了几秒, 旋即眸光发亮, 像是看见了什么宝贝似的。 开山族的皮肤与普通岩石没有区别, 只是军裂的地方极多, 这些裂缝一旦蜷缩起来, 便会闭合, 成为岩丝合缝的石块。 他们与人类一样, 都有表情, 只是因为石脸, 看着不明显。 不过舞者之间, 不需要看表情, 完全可以通过神念, 看出对方的情绪波动。 在秦义看来, 眼前这位石人, 正处于极度的兴奋和紧张中, 身体如同筛糠一样发抖。 不是吧, 第一次看见人类吗? 有必要这么激动。 秦义没从她的身上看出恶意, 不仅没恶意, 她甚至感觉到了浓浓的善意。 不对, 更准确地说, 应该是谄媚。 这石人, 为何对我如此讨好?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秦义一头雾水, 正准备说些什么, 却见那石头三两步冲到了自己面前, 仿佛地震一般, 踩得大地隆隆作响。 下一秒, 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这石人竟一下子跪在了疯狂磕头。 主人, 你以后就是我的主人了, 你带我走吧, 我不想当开山族了, 我想当人。 秦义。